只是带着五岁萌娃去参观天后演唱会 不成想竟被意外选中成为幸运观众 被邀请上台一起合唱 这个世界文娱落后前世太多 曾经身为文娱天王的 你并不想降维打击这位天后 而且你很享受如今平静的生活 并不想打破 可这时安然歪着头 眼里全是迷惑不解 舅舅 你怎么还不上去 你低下头 安然 你想舅舅上去 嗯 安然点头儿 想看你跟苏七姐姐一起唱歌 安然很久没看见你唱歌了 说到后来 她的声音明显落末 自从妈妈走后 舅舅就像换了个人 你沉默 因为前世的阴影 穿越之后你确实没唱过歌 小丫头大概以为自己没走出伤痛吗 你有些心疼地摸摸她的头 唱首歌而已 小丫头想听那就唱吧 只要不进娱乐圈 应该不会对生活有什么大影响 安然想听的话 那舅舅上去唱给你听 安然小嘴一礼 鼓掌欢呼 舅舅 加油 在这里等我 舅舅等一下给你拿签名 把她的布偶塞进口袋 你顶着艳线的目光 一步步走向舞台 聚没心目 身姿挺拔 加上自信稳健的步伐 苏七恍惚间有种 你是明星的错觉 暗呼口气 苏七朱唇上扬 开始活络气氛 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 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话筒 你从容介绍 大家好 我叫顾成 丝毫没有任何的怯察 简单寒暄几句后 苏七直奔主题 今天我们要一起和唱什么歌 是我的代表作 海底 还是我的成名曲 千年 这两首歌是苏七歌里 比较简单的 传唱度比较高 只要是她的粉丝 基本都会唱 你尴尬的沉默了 苏七的歌 原主自然是会唱的 但是你却没有唱过 按照脑海的记忆演示一遍 也不是不行 但穿越这几个月没有开散 一时间没有什么底气 看你面露难色 苏七有些哭笑不得 这两首不会的话 你可以选别的歌 只要是我的歌都可以 我可以引领你唱 你沉吟 我想想看 视线不经意扫过台下 却在那场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面貌 秦文 那个不仅绿了原主 还拿他的作品 占为己有的女人 他怎么在这里 再一看他身边的陈文轩 你恍然大悟 是了 陈文轩是欢意公司的经纪人 没想到秦文拿着原主的作品 居然签约了欢意这样的大公司 还被带来观摩演唱会 命运就是如此可笑 痴情的人落得神嚣浑伤 背叛的人却混得风生水起 看着秦文 原本打算随意选一首的你 冷不丁开口 我可以不唱你的歌吗 这出乎意料的答案 直接让苏七眯起眼睛 难道是来砸场子的 苏七心头微微不喜 他上下打量 半开玩笑提醒 没有争得版权许可的情况下 不能擅自改编演唱 唱三句以上就算清全 我不唱别人的歌 我想唱原创歌曲 原创歌曲 跑他面前唱原创 这帅哥真有意思 苏七嘴角轻勾 你的原创作品 你点头 视线扫下内场 秦文正凝望着你 美目尽是恐慌 你在心底冷笑 当初剽窃的时候 秦文怕是没想过有这天吧 两个人同为江城艺术学院的学生 在一起一年 原主创作时从来不必有他 秦文不知道 那首歌是原主为他量身定做的 本就打算毕业时送给他 只可惜 秦文用最狠的方式 拿走了那首歌 爬吧 爬高一点 我等着看你从云边跌落 摔得粉身碎骨 收回视线 你对苏七承诺 放心 我不会搞砸你演唱会的 你的大言不惨 直接引起台下连片呼声 真是老奶奶进被窝 属师给也整笑了 既然你投铁 那苏七也不是玩不起 就算你待会鬼哭狼嚎 他也能扭转局面 苏七嘴角轻勾 开始整活 你们听见了吗 这位女帅哥 刚才说打算在我的演唱会上 演唱他自己的原创歌曲 大家说我们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 台下沸腾 纷纷起哄 好 让他唱 牛X 粉丝虽然气愤偶像被挑衅 但看热闹不闲是他 他们都想看你现场翻车 只有安然紧张地看着舞台 眼里尽是担忧 舅舅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苏七看着你似笑非笑 你要什么乐器 你环顾一圈 视线落在吉他上 麻烦给我一把吉他 谢谢 苏七点头 试一伴奏把吉他移到舞台中央 拨弄两下吉他 你开始调试音色 看你熟练的架势 苏七不由挑眉 臭小子 装得还挺像 是驴子是马 牵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此刻 苏七完全想不到你会给他多么大的惊喜 不知道你打算唱的是什么歌 你沉吟半想 缓缓到 平凡之路 加油 祝你好运 苏七拍拍你的肩 退后两步让出舞台 灯光汇聚 你整个人气势突变 请客间 舞台变成你的主场 万众瞩目中 你深吸口气 抬手拨动了第一个音节 缓慢抒情的吉他旋律 透过千万音响倾泻而出 歌曲结束 观众依旧沉浸在歌里 直到第一个掌声响起 像是连锁反应般 掌声如浪不绝于耳 你深吸口气 从歌曲的情绪脱离而出 将吉他还给伴奏 你转身朝台下 深深的鞠躬致谢 感谢大家 此时的苏七眼眶湿润 心情澎湃 他有预感 这将会是手引领时代的神曲 随后 苏七一步步朝你走去 边走边惊叹 连续三声的惊叹 说明了苏七对你方才的表现 有多么满意 大家说 你刚才唱的好不好听 好听 感动 头皮发麻 再来一曲 台下热情回应 粉丝们明显意犹未尽 苏七深深凝视着你 毫不吝啬地夸奖 如果要用一句话 形容你今晚的表现 那就是就是完美 完美的无可挑剔 过奖了 还得感谢七眼 给了我机会表现 苏七看着谦虚的你 心中产生浓烈的好奇 看起来年纪也不大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 才能让你创作出 这样温暖而忧伤的歌曲 他难得再次发出邀请 说起来 这还是我开演唱会 有史以来 第一次在跟粉丝合唱环节 被台下疯狂喊安可 粉丝这么热情 你要不要再来一曲 你但笑摇头 不了 感谢大家的厚爱 做人要懂人情事故 到底不是自己的演唱会 在别人的主场 唱原创就有些冒犯 在喧宾夺主可就不厚道 苏七文言惋惜 真是太可惜了 谢谢你给我的演唱会 带来的巨大的惊喜 你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你从口袋里拿出笑脸兔子 我妹妹是你的粉丝 这是她最爱的玩偶 你可以在裙子上签个名吗 当然可以 苏七大方的接过玩偶 在兔子背面落下签名 签名合影结束 你淡定下台 观众席上的人 纷纷给予鼓励 看着你一路迎着光下台 安然开心地要原地飞起 看 这是她顾安然的舅舅 小丫头懂事的地上矿泉水 看着你满目崇拜 舅舅 你刚才唱得真好听 好多人都被你感动到哭了 你接过她手里的水 顺便把花和笑脸兔都递给擦 喜欢的话 以后舅舅回去给你唱 舅舅一言为定 骗人是小狗 安然抱着满怀的花 盲不迭点头 眼睛亮如星辰 他们不知道的是 苏七这场演唱会 是全网实况转播 刚才你弹唱的画面 已被粉丝们拍摄剪辑 发布到各大平台 在网络上疯狂传播 不久后演唱会结束 好不容易回到休息室 苏七直接扑到沙发上 贪如烂泥 助理李萌推门而入 苏七一跃而起 看向她的身后 怎么就你一个 顾成呢 李萌无奈摆手 别看了 没来 苏七皱眉 你没跟她说说我要找她 说了 但她说太晚了回去不安全 不过 她给你留了名片 苏七接过名片 还没细看 经纪人刘洪光 凑过来抢走了名片 顾成 22岁 江城艺术学院音乐系 苏七挑眉清亨 22岁 年纪跟我挺搭的嘛 刘洪光白胎眼 小祖宗 你就不怕粉丝流失 我是实力派 又不是偶像歌手 苏七拿着名片上下榜文 再说我母胎单身25年 谈个恋爱不为过吧 是是是 你是华语小公主 想谈恋爱谁能阻止 到了苏七这个咖位 自主权比其他艺人更多 轻轻才华出众 天王后继有人 看完演唱会 你们两人到家已经凌晨 得了签名 安然的心情无比兴奋 一下子说苏七有多美 一下子说你唱得多好 小嘴唧唧喳喳的 一路就没停过 最后实在是太晚了 才在你的催促下去洗漱 讲完睡前故事 安抚他睡着后 你才亲手倾脚地出了客厅 从冰箱拿出一瓶冰啤酒 边喝边打开手机查看信息 一个粉色的猪猪投降 好友提示 苏七居然真的联系我了 你挑眉 按下了同意 同意的一瞬间 苏七给你发了语音消息 顾成 你好 我是苏七 有空了麻烦回的电话 在线等 你挑眉 这么急 拇指一点 他拨了个电话过去 维也纳国际酒店 苏七刚刚放下手机 这边电话就响了起来 他立马捞起 按下接听 喂 你好 顾成 总算等到你电话了 苏七小姐 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 让当 你只是去参加了天后的演唱会 竟然被选中成为幸运观众 被邀请上台铸场 无奈之下 你用一首原创《平凡之路》 应付了事 而令你没想到的是 这个世界闻于远远落后于前世 这首《平凡之路》一经演唱 竟成功霸占华语乐坛榜 而你平凡的生活也因此而改变 演唱会结束 天后苏七找你要了联系方式后 便加了你的好友 并且约你云天一许 你无奈一笑 看来想低调度过于生 是不太可能了 第二天一早 苏七顺着定位来到了旧城小区 此时这一边 你正在为安然做早餐 空气中弥漫着玉米和豆浆的香气 安然像是闻着胃一样 柔着眼睡眼心松地出现在厨房 舅舅 早 安然醒了 早餐快好了 你先去洗漱 早餐做好上桌 满屋飘香 让人味蕾全开 安然耸动着小鼻子 舅舅 好香 你成舟放凉 给他塞了一节玉米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你摸摸安然的头 安然 你先吃 舅舅去开门 以为是苏七 被没有多想就开门 怎么这么快 哎 怎么是你 门外站着的是秦文 看着对方的打扮 明显是按照原主喜好 特意装扮过 只可惜 清纯的皮囊下 装的是一颗爱慕虚荣的心 这双洁白的头 会因为利益 跨在不同人身上起伏摇摆 想到这 你面色骤然变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面对你的冷脸 秦文选择忽视 他仰头四十五度角 秀发往耳后轻疗 露出完美的的天鹅景 故城 天气这么热 不请我进去作风了 语气甜美而熟络 仿佛之前的撕破脸 根本不存在 懒得跟他废话 你直接开门见山 秦文 有什么话就这里说 秦文望着你 湿润的眼眶微微泛红 看起来深情而美丽 故城 我想你了 你厌恶的深情一于眼表 我们分手三个月了 现在来装深情不绝的 有点晚了 秦文美目颤动 眼泪绷不住滴滴滚落 双膝一弯 竟直接跪了下去 故城 我后悔了 我们和好吧 好吗 他不会同意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被人横擦一脚 秦文面色不善 你是谁 女人摘下帽子 拉低口罩 露出一张神级素颜 你迷起眼 你来多久了 苏七面不改色 没多久 其实他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秦文跪下 这样尴尬的场景 苏七自然要出来凑凑热闹 苏七 怎么会是你 秦文不敢置信 视线来回在你们二人身上打量 为什么苏七会出现在这里 他们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 他咬唇 转头看向你 我就说你怎么变了 感情是绑上大腿了 亏我还以为你有多金高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 说吧 秦文一甩手转身离去 没有过多理会 你微微一笑邀请苏七进屋 进屋后 苏七好奇地打量四周 房子不大 家具也有些老旧 但收拾得干净整洁 看起来颇为温馨 顾安然趴在沙发后面偷瞧 他觉得眼前的漂亮姐姐很眼熟 但是又想不起来她是谁 漂亮姐姐 你是谁 苏七这才发现被沙发挡住的顾安然 苏七瞬间就被谋化 小可爱你好 我叫苏七 顾安然眨眨眼 这才认出苏七 他瞪大眼睛 捂住嘴惊呼 你 你是大明星苏七 苏七从礼品代理抽出一个粉色礼物 初次见面 七姐姐送你的小礼物 就当见面里好不好 安然收过小礼物 受宠若惊 蹦蹦跳跳地跑到餐桌前坐下 姐姐 一起来吃早餐呀 苏七本想拒绝 但是转念一想 演唱会都结束了 也用不着结识了 那我吃一点吧 麻烦你了 桌上是两人份早餐 三个人就有点不够吃了 你先坐一下 我再去蒸一份饺子 随后你走向冰箱拿饺子 不忘提醒 安然 别愣着了 赶紧给客人拿水 小丫头屁颠屁颠地去开冰箱 七姐姐 我们家没有饮料 矿泉水可以吗 矿泉水就可以 苏七看着安然 越看越喜欢 很快 饺子就上桌了 三人恍若一家三口 围坐在一起吃早餐 安然看看你又看看苏七 觉得两人说不出的般配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安然突然脆声声地开口 苏七姐姐 你有男朋友吗 苏七把饺子吞进去后 才道 没有 姐姐还没谈过恋爱呢 你诧异地忘过来 你还没谈过恋爱 苏七不满地瞪一眼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赶紧解释 没有 我就是觉得以你的条件 身边肯定不乏优秀的追求者 苏七没有隐瞒 确实很多追求者 但是目前没遇到合适的 安然插话 舅舅单身 七姐姐也单身 要不你们偷在衣 小孩子多吃饭 少说话 你直接塞一口鱼肉打断他 并警告地看他一眼 或于淫威 顾安然只好把倒嘴的话掖回去 嘴巴嘟嘟地看着 苏七看他神色优越 笑道 安然乖 别理你舅舅 姐姐陪你聊天 安然咧嘴一笑 露出两颗可爱的胡鸭 看两人有说有笑地吃东西 你简直哭笑不多 饭后 苏七向你透露了此次前来的目的 是为了找你帮忙写一首歌 只要不进娱乐圈 作为朋友 这种小忙定然是要帮的 送走苏七后 你坐在电脑前 好好整理了一下前世的歌曲 这么多好歌 你一下子有些犯难 要好好想想要给苏七拿手 怎么样 拿下故城没有 苏七前脚刚回到酒店 刘洪光后脚就跟上来了 什么拿不拿下的 苏七不满地瞟他一眼 朝沙发走去 随后补充道 我聘请他帮我写歌 四六分成 刘洪光沉默半想 突然伸手看向苏七的额头 苏七皱眉向后躲 老刘你干嘛 我看看你有没有发烧 苏七无语地拍掉他的手 没好气到 什么发烧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苏七看了看 面色古怪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结巴 把免提打开 刘洪光眯眼还凶 他倒要见识一下 这故城年纪轻轻 到底有什么三头六笔 能把苏七牵着鼻子走 苏七深吸口气 按下接听 你低沉瓷性的嗓音响起 喂 苏七 苏七轻恩一声 是我 我不是说 签约之前先给你一首作品过目吗 你边说边敲击着键盘 把音乐导键整理成文档 苏七一正 你的作品整理好了 嗯 你点头 你走之后 我专门去听了你的专辑 然后根据你的嗓音 选了首比较适合你目前曲风的歌曲 苏七美目诧异 你还专门去分析我的曲风了 你滴滴的笑声透过手机传来 我既然说要量身定做 自然不能随便拿首歌敷衍你 随后你将歌曲发到了苏七的邮箱里 刘洪光目光热切地凑过来 恨不得把屏幕看穿一个洞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歌 这首歌叫《隐形的翅膀》 可以使用钢琴 吉他 贝斯 小提琴等乐器伴奏 是首励志的正能量歌曲 《隐形的翅膀》 歌名倒是不错 刘洪光不是专业的音乐制作人 但好歹在娱乐圈混迹几十年 审美还是在线的 撇开旋律节奏不提 这温暖励志的歌词足以让刘洪光破防 这小子是真有两把刷子 苏七诸唇微靡 视线紧锁住荧幕 美目里洋溢着惊艳 他如过至宝 颤声道 顾成 这首歌你确定要给我 顾成补充道 这首歌适合你的声线 你要是不喜欢 我可以换一首 我喜欢 苏七斩钉截铁地打断他 顾成 你这首歌写得太好了 隐形的翅膀 苏七仅仅只看一眼 就牢牢抓住了他的所有心神 随后你与苏七约定了 第二天晚上去录音棚录歌 此时苏七的心已经飞到录音棚 一刻也不想等待 江城艺术学院 学生来来往往 三五成群 你刚锁好车 一只胳膊就重重地落到你的肩上 兄弟 你怎么才来 我都等你半天了 你扭头看去 一张熬夜憔悴的脸映入眼里 在江城艺术学院上的景点 原主自然也有要好的同学基友 眼前的赵冲 就是其中之一 他爸在江城开了一家房地产 还有好几家大型商超 具体有多少资产你不知道 但赵冲当初进学院 没少托他爸的符 演唱会上那两张猎皮票 就是原主托赵冲找的黄牛渠道 原主和秦文的那点破事 赵冲也是知情人 你眼顺微眯 视线落在赵冲的黑眼圈 以及景侧那几个烟红的印记上 这小子仗着自己年轻帅气 整日鬼混也不知道节制 也不怕将来腰不醒 便宜隔壁老王 眉头一皱 当下抬脚瞄准下盘 毫不留情地踹过去 滚 臭死了 赵冲护着下身 利落一闪 卧槽 你小子打算让我断子绝孙了 下手这么狠 他赵家三代单传 这一脚要是踢实了 香火可就断在自己手里了 赵冲 你又从哪个网吧 还是KTV鬼混回来 身上胃冲得很 也不洗洗 胃冲 赵冲抬手左右闻了闻 什么也没闻到 嘿嘿 你小子该不会嫉妒吧 早说了让你找的女人不听 非要耗在那琴 那个婊子身上 脱离酷海 赵冲几眉弄眼 要不 哥们今晚带你去蓝亭开开眼界 你证明 蓝亭是哪里 江城新开的会所呀 我跟你讲 那里的妹子老正点了 小嘴闻言软语的又会说话 嘖嘖 赵冲没飞色舞 越说越起劲 你懒得再看他表演 抬脚往教学楼走去 就在这时 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赵冲追过去 嘴里絮絮叨叨 被你这么一打岔 我都忘记之前要问你的事了 快 是兄弟 就从十招来 顾成脚步不停 什么 就演唱会的事啊 就上去唱了首歌而已 没什么好提的 顾成不以为意 赵冲目瞪口呆 则则 你小子飘了 都唱上热搜了 还给我装 不顾他的反对 赵冲强行上前 揽住顾成胳膊 狗富贵 勿相忘 你那门票 可是我找人买的 顾成 要是出名了 千万别忘了兄弟 顾成白太一眼 调侃道 你毕业后 不是要回去继承家产 为老赵家传宗接代吗 肯老内多没劲啊 赵冲瞪他一眼 娱乐圈美女泛滥成灾 老子肯定要进娱乐圈 做护花使者 顾成轻哼 都不忍心戳穿他 护花使者 分明就是辣手催花 沿途也不知道 哪个妹子认出了顾成 发出花痴的尖叫声 看 是顾成 顾成 在哪里 那个穿白色体恤的 就是顾成 哇 好帅啊 两人一下 成为校园交点 众人纷纷对着他们 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好帅啊 他真的是顾成吗 这哥们都上了热搜的 我怎么可能认错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热搜 顾成又是谁 同学 你家断网了 那个就是顾成啊 他在苏七的演唱会上 唱了一首原创 叫什么 平凡之路 直接空降热搜 卧槽 这要牛X 顾成完全不理会 闲言碎语 淡定自如地向前走 赵冲不满地拍拍他的肩 顾成 学妹们都在叫你呢 你好歹给点反应啊 这要是叫的是他 他就上去签名合照 要联系方式了 顾成波澜不惊 我跟他们不熟 赵冲一噎 恨铁不成钢 你真是白长了一张 干净帅气的脸 没有半点 这时 众人突然爆发欢呼 打断了赵冲的话 人群整个骚动起来 几凌晨 是音乐才子几凌晨来了 在哪里 在哪里 哇 季学长好帅 爱死哥哥了 几凌晨 他不是在拍戏吗 回笑干嘛 几凌晨是谁 有不清楚情况的学弟 好奇发问 华夏新歌声 你看过吧 几凌晨 就是节目的冠军 他的新歌 我的青春 还拿下了金曲榜新人奖 新戏也准备上映了 我的青春 就是他唱的吗 太厉害了 几凌晨 两人对视一眼 赵冲撇了撇嘴 他怎么回来了 顾成眯起眼睛 不清楚 远主跟几凌晨 是有点过节的 大一时 华夏新歌声 节目组来学校挑选参赛学员 远主和几凌晨 都获得了推荐资格 两个人不愤伯仲 但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最终面试那天 远主因为没背景落败 那个名额落到了几凌晨手里 此时 聚拥的人群自动分成两道 华阳透过斑驳的树叶间隙 洒下点点金光 和煞的光辉中 一名穿着国际名牌 带着墨镜的潮流男子 被簇拥着朝固承他们静止走过来 他身高一米八五 身材匀称有力 一双大长腿落地气场全开 明星风范十足 狗腿子林有叶殷勤地迎上去 凌晨 你总算来上课了 你不来学院 索然无味 几凌晨客套一笑 有业啊 好久不见 两人边走边叙旧 赵冲实在看不惯 泽泽 这几凌晨明显疏离 这林有业还凑上去 真够甜的 顾成没有说话 毕竟出道了 没有几分架子 怎么显得他与众不同 离顾成还有机米时 几凌晨顿住脚步 林有业阴阳怪气地开口 哟 这不是我们未出道 就喜提热搜的顾成吗 怎么 你也是来迎接我们凌晨的 赵冲的暴脾气 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林有业 你敦煌来的吗 一天天壁话这么多 你爱怎么跪天几凌晨 没人拦着 但是麻烦 你别拖我们顾成下水 林有业眯起眼 赵冲 你说什么 就说你怎么了 赵冲不屑一笑 蝙蝠身上插鸡毛 你算什么鸟 看着就让也反卫 赵冲打心底看不惯 林有业这种踩高捧低的货色 顾成可是他兄弟 看不起顾成 那就是在跟他照冲过不去 狭路相逢 火花四溅 人群立即骚动 有好事的男生 还吹口哨起哄 哥们 上 打起来 打起来 同学越聚越多 以四人为中心 围成了一个圈 有不少学生拿起手机拍下这一幕 发到了学校论坛 锦号出道归校的音乐才子几凌晨 空降热搜的网络红人故乘 两大风云人物狭路碰撞 究竟能擦出什么火花 锦号 贴子直接置顶 论坛瞬间就炸了 灵友叶瞥一眼周遭 决定掠过嘴炮的赵冲 调转火力集中对付顾成 顾成 你躲在那不吭声 是怎么回事 别以为你有多了不起 不就脱苏气地扶了一次热搜吗 己灵晨一直以来 可都是平实力 自己上的热搜 而且 你在热搜榜上只待了一天 热度就下降跌出了榜单 己灵晨可是连着上了三次 夹起来整整挂了一周 顾成的热搜 确实只挂了一天 倒不是微博的话题热度下降了 而是刘洪光按照他的意愿 找关系撤下了 不过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他自然不会拿在大庭广众四处分说 顾成虽然低调不惹事 却不代表 他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别人指明道姓的贬低 他自然也要回怼 林友叶 我上不上热搜 你怎么这么关心 顾成语速不快 但却句句暗含讽刺 你有这个时间关心我 不如趁年轻多动动生锈的脑子 写一首原创热取出来 也好让自己有生之年上一次热搜 赵冲拍拍顾成的肩 疯狂嘲笑 顾成 你这多损啊 林友叶要真有原创的天赋 还会在这里逼逼赖赖 原创可不是大白菜 人人都能随手创作 说到这 赵冲还一由所指地看向几凌晨 有些人即便是歌手出道了 也只能老歌翻唱 或者演唱别人写的歌 是没本事自己原创的 几凌晨目光一寒 心头怒火炖气 明眼人都知道 赵冲影射的就是他 他当初参加《华夏好歌声》节目时 就是靠老歌翻唱拿下的冠军 《我的青春》 也是公司买的歌 并非几凌晨自己写的 所以至今为止 他是没有原创作品的 但赵冲并没有指名道姓 大庭广众之下 几凌晨要是跳出来反驳 等于间接承认了自己没有原创能力 反而显得格局小 所以他即便心头不爽 也只能咬牙沉默 好在林友叶比他沉不住气 原创又怎么样 拿奖了吗 林友叶不屑一笑 凌晨那首《我的青春》 可是拿下了金曲奖新人奖的 经过官方认证的歌 才是实力的代表 你们说是不是 话音刚落 立即有学妹附和 就是 就是 纪学长才是最棒的 纪学长YYDS会写歌 有什么了不起的 能把歌唱火的人 才最厉害 唱歌谁不会 而且指不定是靠的调音师 自己谱曲填词 自己演唱才算本事 只有我觉得 平凡之路 更好听吗 几凌晨太拽了 我是平凡人 我支持顾城 我也支持顾城 我保持忠烈 围观人群分成了三大阵营 支持顾城的 支持几凌晨的 还有山峰点火 看热闹的 众人各执己见 吵得不可开交 眼见事态越演越烈 几凌晨总算找机会开了金口 大家都别说了 都是同学 别伤了和谐 赵冲冷横 虚伪 林友叶辱骂顾城时 第一时间不见他吭声 这回冒出来当和事老 倒是会维护友善人设 几凌晨取下墨镜 视线扫过赵冲 最后落在淡定的顾城身上 几年不见 这张脸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的令人讨厌 他客套一笑 顾城 好久不见 先恭喜你上热搜 都是运气罢了 顾城魂不在意的挥手 再说上热搜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花点钱就可以上 不止一提 用不着恭喜 顾城其实说的是真话 但在几凌晨看来 却是无形的挑衅 因为当初他能上热搜 公司背后 就是花了不少钱买的 顾城对热搜的不屑于顾 显得几凌晨花钱买的热搜 尤为廉价 虽然心头极度不爽 但是他 还得在众人面前维持人设 几凌晨笑了笑 笑意不及眼底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苏七可是华夏人气天后 你不止跟女神幸运同台 还有幸跟他一起上了热搜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话里话外都是在说 顾城获得的这一切 都是在蹭苏七的热度 赵冲看不惯他的阴阳怪气 直言道 几凌晨你不是拍戏吗 怎么突然回校了 我的戏份已经杀青了 回来准备毕业 赵冲惊讶 你的学分在外修够了吗 江城艺术学院的学生 是可以在外修学分的 前提是专业对口 加上导师和校长同意 当然 积分也不是那么容易修的 必须得在外有所成绩 几凌晨谦虚一笑 拿了新人奖后就够了 凌晨 你谦虚什么 狗腿子张有夜 又忠诚地跳出来 我可听说了 是系主任专门打电话 邀请你回来 在毕业晚会上现场 我的青春的 凌晨谦得意地看向顾晨 顾晨 你虽然上了热搜 但不代表 你就是这些学员最红的人 凌晨才是那个 在毕业晚会压轴亮相的 唯一人选 此话一出 全场惊呼 这么说 几凌晨是回来毕业 顺便压轴的 纪学长好棒 毕业压轴 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你以为人人都有资格 在毕业晚会压轴出场吗 你知道以前压轴亮相的 都有谁吗 不知道 影后方青 武王周莫然 当红小花灵慧如等等 能在毕业压轴亮相表演的 将来都是 能把照片挂在学院光荣榜上 在娱乐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么说 启凌晨也太牛逼了 江城艺术学院创办至今已35年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届毕业典礼压轴亮相的 都是当届最优秀的学员 他们最终都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亮 所以 能在学院压轴亮相等于获得学院的肯定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周遭的恭维 以及艳羡的目光 极大的满足了江灵晨的虚荣心 他嘴角上扬 谦虚一笑 不信妖 不传妖 我这次回校 确实是被邀请回来为晚会献唱的 也非常期待能压轴亮相 但这一切都得看院校领导的决定 如果压轴名额真的落在我身上 灵晨一定好好表现 不会辜负众人的期望 感谢大家的支持 赵冲听得直翻白眼 明明对压轴名额胸有成竹 搞不好都直接内定了 嘴里 却还说着虚伪客套的话 没意思 要是学校真的选择几凌晨 我就不想参加毕业晚会了 这点 顾成倒是无所谓 一个晚会压轴而已 并不能代表什么 顾成也不感兴趣 他只想平静地毕业 顾成的波澜不惊 让暗自观察 他的林友叶忍不住开始讽刺 林晨 你压轴亮相 才是众望所归 除了你 谁还有这个资格 林友叶挑衅地看向顾成 还是顾成 你觉得自己比凌晨更适合 顾成兴趣缺缺 我对晚会压轴没兴趣 林友叶一脸得意 看来你挺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没资格 跟凌晨竞争的 己凌晨适时打断他的话 友叶 压轴名额还没有官宣 大家都很优秀 每个人都有机会 己凌晨对顾成笑得亲切 眼底却暗藏不屑 顾成 你那首 平凡之路 我听过了 确实不错 如果你毕业后 想去娱乐圈发展 可以来找我 看在笑友的份上 我可以试着帮你跟公司的高层引荐 不得不说 己凌晨这番话 说得十分漂亮 既抬高了他自己 还无形中贬低了顾成 这种场面话 前世顾成早就 在娱乐圈见多了 以己凌晨的咖位 能不能跟高层引荐新人先不提 顾成敢打赌 如果自己哪天真的上门找人 能不能见到己凌晨 都是未知数 他毫不留情地拒绝 我跟你不熟 这样的机会 你还是让给灵友业吧 我不需要 全场哗然 疯了吧 顾成居然拒绝己凌晨 顾成虽然上了热搜 但是只挂了一天 就被挤了下来 在普通人看来 那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泡沫人气 可己凌晨可是已经顺利出道 有专业奖项 有真实人气 是娱乐圈冉冉升起的新星 未来前途无可限量 己凌晨亲切给他机会 顾成居然冷脸拒绝 众人难以置信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视线紧紧锁住己凌晨和顾成 生怕看漏两人的对决 被拒绝的刹那 己凌晨笑容直接变僵 脸色逐渐变沉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好意 换来的不是感激涕零 反而是对方的气如必喜 林友业更是直接气得跳脚 顾成 己凌晨给你机会 那是看得起你 你居然如此不识好歹 你以为你上了个热搜 就会有无数经纪公司 上门找你签约 你怎么知道没有 顾成还未说话 赵冲就忍不住帮腔 以顾成的实力 娱乐圈我们想尽就尽 还用得着己凌晨施舍 林友业 既然你这么爱跪舔己凌晨 这骨头给你不是正合适 林友业怒急 冲赵冲咬牙切齿 赵冲 有种你再说一遍 就在这紧张时刻 一道严厉的娇和 划破高空 你们都不去上课 都聚在这里吵什么 熟悉的声音 瞬间让全场侧目 一个戴着银矿眼镜 穿着黑色职业套装 面容精致的美女老师 环胸站在外围看着众人 冲娇 最美教导主任 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声乐老师 人群自觉地滑开一条道 冲娇把绣发往井后一撩 抬脚踩着十寸高跟 从通道穿过 沿途留下一片富裕香气 冲主任走 冲主任好 冲娇兴眼半迷 视线环绕一圈 最后落在固城他们身上 你们四个在这干什么 冲娇出现时 几凌晨早已挂上伪善的面具 他主动站出来 轻描淡写地解释 没什么 冲主任 我就是刚回笑 路上恰好碰见固城 就多聊了几句 冲娇定定地看着固城 固城 是这样吗 固城简单汗手 嗯 冲娇点头 看向几凌晨 几凌晨 我刚才路过文艺部 李主任有事找你 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先走吧 谢谢冲主任 改天再请您吃饭 我先走了 几凌晨意味深长地看了固城一眼 这才错身离开 凌晨等到我 凌友夜抬腿跟上去 离开时 不忘很瞪固城他们一眼 并述了个终止 可惜 固城完全无动于衷 凌友夜在他眼里 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跟他计较 岂不是丢了格局 这边 冲娇看着还舍不得散开的人群 娇声力合 你们这些人 还愣着干什么 是不是都想去教导处喝茶 统统都给我解散了 该干嘛干嘛去 冲娇长得再美 他也是教导主任 威严还是在的 众人瞬间坐鸟受散 固城和陈冲 也打算跟着人群后离开 却被突然冲娇喊住 固城 你等等 固城和陈冲对视一眼 冲主任 您叫我有什么事 冲娇上下打量固城 目光将信将疑 眼前这个年纪轻轻的学生 真的能写出 那样惊艳的曲目吗 固城 昨天方静 给我转发了你的视频 那首《平凡之路》 真的是你创作的 方静是固城的导师 对原主一直很照顾 固城斟酌了一下 版权我昨天已经注册了 冲主任怎么了 还真的是他 冲娇以前只知道 固城嗓音不错 长相也干净 但因为他性子安静 不洗冒头 所以也没怎么留意他 没想到他 不仅创作天赋高 唱功也十分诈实 简直让冲娇惊为天人 平凡之路非常不错 不管是朴许 还是甜字都极好 我跟方静都很看好你 固城礼貌地点头 谢谢冲主任夸奖 多亏你们的教导 学生才有今日的成就 相比原华嘴甜的几凌尘 冲娇还是看谦逊的 固城更顺眼 这样的天才 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 他鼓励地拍拍他的肩 留给他一句似是而非的话 固城 好好加油 其他的 我和方静会尽力的 看着冲娇离开的美丽背影 陈冲轻撞固城的肩膀 固城 冲主任刚才那话 是什么意思 固城邪腻他一眼 我们一起听的 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话落 他继续往教学楼方向走 赵冲重新揽住固城胳膊 今晚放学后 兄弟请你去蓝亭 庆祝你上热搜怎么样 他还是念念不忘蓝亭的妹子 固城直接拍开他的手 不去 而且我今晚有事 你能有什么事 又要回去照顾安然 文艺部 几凌尘敲了敲门 李主任 你找我 凌尘啊 快进来 李维德 文艺部主任 同时也是几凌尘的姑父 这里没有外人 你随意就可以 几凌尘走过去 坐到真皮沙发上 直接翘起了二郎腿 李维德视而不见 只是关切地问候 怎么这么久才到 路上碰到个挡道狗 所以迟了点 李维德疑惑 学校哪来的狗 几凌尘没解释 直接道 姑父 你找我什么事 李维德慈爱地看着他 这不很久没见你了吗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忙不忙 戏刚拍完 月底还有个选秀节目要上 几凌尘想到什么 一下坐直了身子 姑父 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 到时候我经纪人也会来 你这边可别出了差错 李维德笑了笑 放心 有姑父在 你压轴跑不了 那就好 得了李维德的保证 几凌尘神色又放松下来 上了热搜又如何 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热度 毕业的舞台上 只有一个网 就是他几凌尘 十点 幼儿园自由活动时间 顾安然在角落安静的搭积木 给笑脸兔子搭建一座城堡 同桌蒋依依好奇地凑过来 安然 你这只笑脸兔子好可爱啊 我在外面没有见过 可以给我看看吗 顾安然露齿一笑 把兔子递给他 依依给你看 不过你要小心点 嗯 你放心 我不会弄坏的 蒋依依好奇地翻动着兔子 布偶只有成人巴掌大小 耸拉着两只长耳 抱着胡萝卜 套着件粉色背带裙 脸上还绣着大大的笑脸 兔子翻过来 布偶裙子背后 还有个亲笔签名 安然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七姐姐的签名 七姐姐是谁 顾安然小生给他解释 就是前天在江城开演唱会的苏七姐姐 演唱会 蒋依依羡慕地看着他 那不就是大明星吗 嗯 顾安然傲娇地点头 七姐姐 她长得可漂亮了 像仙女姐姐一样漂亮 一颗滚圆的鲁蛋突然挤进来 从蒋依依手中强行抢走兔子 给我看看 是什么签名 顾安然一下就急眼了 起身试图抢回来 陈涛 你把兔子还给我 有本事你来拿呀 陈涛踩着凳子跳上桌 大家快过来看 顾安然撒谎吹牛 老师去拿气才是拿玩具 正好不在 蒋依依健壮偷偷跑去找人 小朋友们纷纷避让 没人敢靠近小霸王 顾安然握紧拳头 用力辩驳 我没有撒谎 陈涛 你快把兔子还给我 赵涛把兔子举高 你没撒谎的话 那你说 这个签名怎么来的 顾安然大声解释 七姐姐前天开演唱会 我舅舅拿着她上台演唱了 唱完后 她就给兔子签名了 陈涛大笑 提着兔子的长耳朵甩动 哈哈哈哈 你舅舅 就你们这个穷酸样 怎么可能有钱看演唱会 还上台唱歌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顾安然用力瞪她 红着眼呵斥 你给我闭嘴 不许你侮辱我舅舅 我偏要说 顾安然的舅舅 是个穷匹乞丐 顾安然是个爸爸不要 妈妈早死的可怜虫 撒谎惊 咧咧咧 陈涛冲着顾安然呲牙咧嘴 同时扯着笑尔兔的耳朵 用力一拉 轰 顾安然脑海的闲一下就断了 她下意识朝陈涛直冲过去 江城艺术学院 音乐系二班 赵冲和同学围在一起 刷校园论坛 顾成和几凌晨 在路上狭路相逢的画面 被放到了论坛首页 帖子底下还附带 顾成《平凡之路》的谈唱视频 几凌晨 我的青春的MV链接 评论热火朝天 服务器一度瘫痪 老郭 你和几凌晨的帖子太火爆了 这评论刚发上去 直接就被淹没了 赵冲快速刷手机浏览评论 大部分吃瓜路人还是理智的 诋毁老顾的 都是几凌晨的脑残尾粉居多 旁边的周也质疑道 冲哥 几凌晨是不是买水军了 我怎么感觉 喷子越来越多了 我看看 还真是越来越多了 赵冲的眉头越粗越紧 WC 居然说 平凡之路 垃圾 还说老顾唱得难听 就算质疑爷的性别 也不能质疑老顾的实力 这不能忍 快 兄弟们快围攻他 相比赵冲和周也他们的狂热 顾承显得异性阑珊 他正在想苏七新专辑的事 光 隐形的翅膀 主打 他觉得不太够 也不知道苏七的小样 录得怎样了 华瑜在江城没有分公司 他是去朋友录音录录的 听刘洪光说 昨天待了一整天 这时 桌面手机突然响起 顾承回神 拿过来一看 来电视幼儿园 顾承心头咯噔一下 没什么事的话 李老师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段给他电话的 喂 李老师 顾先生 安然在园里和小朋友打架了 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 什么 顾承蹭的一下站起来 赵冲被吓一跳 手机都差点拿不稳 顾承沉着脸 安然没事吧 他没事 听到安然没事 顾承提着的心稍稍放下 他没事就好 李老师 你先帮我照顾好安然 我这边立马请假过去 顾承挂了电话 转身就要离开 赵冲一把拉住他 顾承你要去哪里 这马上就要上课了 顾承黑着脸 我要请假 安然在幼儿园跟人打架了 怎么可能 赵冲脱口而出 安然打架 那个乖巧懂事的小丫头 他怕是才死只蚂蚁 都要掉金豆子 怎么可能打架 你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他怕要是有什么赔偿之类的 顾承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不用了 快上课了 我自己可以处理 话落 顾承直接夺门而出 下了楼梯没多远 他就撞上了抱着教材的导师方静 顾承 你不上课去哪里 顾承心急如焚 方老师 您来得正好 我要请假 下午的课就不上了 请假 方静不由醋眉 发生什么事了 我外甥女在幼儿园 跟小朋友打架了 我现在要急着赶去处理 顾承急着往停车场走 方静在后面追着喊 顾承 我给你报名了毕业晚会 顾承哪还顾得上这个 直接挥手打断 老师你随便做主 我先走了 看着顾承着急忙慌的样子 方静叹了口气 大一时 滑下新歌声 来院校挑选参赛人员 顾承的名额报上去 最终却因为没有背景 输给几凌晨 这件事 方静一直耿耿于怀 顾承 那次老师 没能帮你 拿到参赛名额 这一次 老师一定会尽力 帮你争取压轴亮相的名额 安然呢 顾承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幼儿园 李老师早已等在门口 在办公室 顾承直奔办公室 推开门 他一眼就看到顾安然 托班老师刘梦 还有一个不断干嚎的小胖子 小丫头绣发凌乱 抱着笑脸 兔子委屈地缩在角落 小嘴紧敏一声不吭 见他没有明显伤口 顾承一路悬着的心 这才放下 安然 舅舅来了 看见顾承 小丫头迅速起身 飞扑过来 抱住他的腿 舅舅 抱住顾承后 安然哽咽出声 晶莹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却一直没有掉下来 他吸吸小鼻子 把抱得紧紧的兔子 松开给顾承看 舅舅 兔子被扯烂了 看见他又自责又伤心的模样 顾承心疼地要命 这个笑脸兔子 是顾云也就是安然妈妈 在去世之前 拖着病体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兔子是安然的生肖 笑脸是一个母亲 对孩子最深的祝福 顾云希望 安然在他离开后 能坚强快乐 每天笑着面对生活 他蹲下身抱紧小丫头 没事 回去后 舅舅帮你把他缝好 嗯 顾安然轻轻点头 顾承起身看向李老师 沉着脸质问 李老师 我把安然送到你们这 是相信你们幼儿园能照顾好他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我希望你们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李老师真的是欲哭无泪 早上的时候 顾承还特地交代过 谁知不过两小时的功夫 就出了事 他正准备开口解释 一对中年夫妻 火急火燎地推门而入 男的西装笔挺 女的穿金带银 夫妇俩都是面容油腻 敦位十足的身形 看见他们 陈涛直接由干嚎 变成嚎桃大哭 中年妇女心疼地扑过来抱住他 宝贝 宝贝别哭 妈妈心肝都要碎了 谁欺负你了 告诉妈妈 妈妈帮你教训他 陈爸看向李老师 满脸怒容的质问 那个王八蛋欺负我儿子 让他出来 看我不删死他 顾承浓眉伴皱 不动声色地将安然护到身后 为了孩子情绪激动他可以理解 但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辱骂他人 顾承心底不免反感 李老师笑得一脸讨好 陈涛爸爸 陈涛没受伤 你们别激动 刘梦老师赶紧上前解释 陈涛爸爸 是这样的 刚刚上活动课 我去给孩子们拿玩具 蒋一一跑过来找我 说两个孩子闹矛盾了 我回来时就看到 顾安然扑向陈涛 扭打在一起争抢兔子 好在我们及时制止 所以并没有酿成什么大错 只是陈涛受了不小的惊吓 一直在哭闹个不停 什么 陈母怒不可遏 陈母怒目环视 看到顾承 以及他身后的顾安然 立刻明白 就是小丫头 就是罪魁祸首 当即走过来 凶神恶煞地指着他谩骂 你就是顾安然吧 是不是你打我家涛涛 我们家涛涛 平时我都不舍得碰一下 也是你能打的 你个小浪提 陈涛妈妈 麻烦你放尊重点 顾承打断他 眼神极其冰冷 小丫头缩在后面 抱紧顾承的腿 眼里全是金句 顾承护住他的头 继续道 事情的前因后果 还没完全弄清楚 你就这样 对孩子说话 是不是太缺乏素质了 我说他怎么了 陈母颇近十足 指着安然继续谩骂 他打我宝贝儿子 我骂他 都是活该的 小小年纪 如此恶毒 眼见事情愈演愈烈 李老师连忙站出来调解 两个孩子目前没有受伤 两位家长态度不要过激 咱们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 我孩子都哭成这样了 还想我和平解决 感情不是你家孩子 你不心疼 陈母面目猙獰 唾沫横飞 林云长人呢 陈涛怎么说 也是他表侄子 他就是这么照顾我儿子的 总之 你要是不让他们道歉认错 我告诉你 这是没完 李老师吓了一跳 这对夫妻明显来者不善 又是园长亲戚 李老师实在不想得罪 他一脸赔笑 那个安然舅舅 这件事毕竟是安然动手在先 你看 要不让安然跟陈涛道歉认的错 此事就算结果了 你看怎么样 不行 顾承直接冷脸拒绝 安然这么懂事乖巧 绝不会无缘无故就跟人动手 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原因 没弄清楚前因后果就道歉 这会对安然的内心造成多大的伤害 顾承蹲下身子 放软声音 安然告诉舅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打他 顾安然别着小嘴 抬头看了眼那对夫妇 埋头扎进顾承怀里 浮在他耳边低语 舅舅 我想回家 我不想在这里了 他不敢说 顾承只有一个 对方却有两个 不仅身体肥大 还是林云长的亲戚 他害怕顾承会被欺负 妈妈走后 舅舅独自照顾自己 已经很辛苦了 他不想给他添麻烦 这就是他经常被陈涛欺负 都选择忍气吞声的原因 沉默冷笑 你们看 哪有什么原因 就是看滔滔心转来的 单纯欺负我们 顾承没有理会 他轻拍安然的脊背 温柔安抚他的情绪 安然别怕 相信舅舅 有什么就直接说 舅舅能解决的 看着眼神坚定的顾承 顾安然突然就绷不住了 积蓄已久的泪水 夺框而出 他呜咽着把来龙去脉说出口 陈涛他 经常欺负我 不是抢我东西 就是拉我头发 他也不让小朋友跟我玩 说到这 他抽气着 把坏掉的笑脸兔子拿出来 今天我把笑脸兔子带来学校 借给蒋一看的时候 陈涛把他抢走了 他说七姐姐的签名是假的 骂我撒谎惊 还把我的兔子给扯烂了 我太生气了 才想打他的 稚嫩的声音 宛如炸雷落进顾承耳中 震耳发聩 顾承边帮小丫头擦拭眼泪 心脏边抽搐 他后悔自己没有多关心一下小丫头 让他受了这么久的委屈 直到今天才知道 同时 顾承心里更加愤怒 他站起身来 立声质问 李老师 这就是你说的 安然有错在先 李老师尴尬一笑 安然舅舅 陈涛是上个月才转学过来的 这是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今天才知道 顾承声音低沉 字字讥讽 作为老师 幼儿园的小朋友 每天被人辱骂 你却跟我说不知情 小孩子口无遮拦 都是玩到没有恶意的 李老师还想辩解 对上顾承凌厉的双眼 话又吞了回去 安然舅舅 对不起 顾承视线扫向陈家三口 你们呢 陈母还想嘴硬 口说无凭 我怎么知道 他说的是真是假 万一他是乱说的 顾承直接打断他 那就看监控 监控总不会有假吧 听见要查监控 陈涛突然大喊 我不道歉 顾安然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可怜虫 撒谎惊 他撒谎说兔子有大明星签名 闭嘴 顾承盯着陈涛 目光凛然 陈涛瞳孔一缩 害怕地躲到陈母身后 你你想干什么 陈母紧紧护住陈涛 还在叫嚣 一个破补娃娃 能值几个钱 大不了我们十倍百倍地赔给你 你别吓着我儿子 撒谎惊 破补娃娃 顾承冷哼 他掏出手机 找出演唱会的签名视频 看见没有 这个娃娃 确实是苏七签名 而且独一无二 安然根本没有撒谎 顾承把手机放到三人面前 苏七给笑脸兔子签名的画面 非常清晰 陈母三人瞬间咽了 还有 最重要的是 兔子不是破补娃娃 而是安然妈妈的遗物 顾承冷笑 目光凌厉 你说赔钱 你告诉我 你们打算赔多少钱 夫妇俩人对视一眼 事实摆在眼前 陈父斟酌着开口 那你想怎样 顾承蹲下来 目光坚定地看着顾安然 安然 到处舅舅 你想打这个臭小子吗 不管你说什么 今天舅舅就是捅破天 都帮你出气 顾安然抬眼看了眼几人 看到一贯欺负自己的陈涛 眼神惊惧地缩在父母身后 再看到坚定护着自己的舅舅 小丫头忽然就释怀了 舅舅 我已经不生气了 让他们跟我道歉就好 小姑娘还是太善良了 顾承心疼地摸摸她的头 然后站起身来 也就是我们安然善良 否则今日我高低得教训你儿子一顿 省得她将来成为社会独流 顾承狠狠地瞪了几人一眼 强大的气场 直接吓得陈涛双腿发抖 顾承立刻 还不道歉 要等我请吗 三人一缩 身上再无半点蛮横 只能硬着头皮道歉 对对不起 顾承并不满意 你们这是跟谁道歉 顾安然 对不起 三人只能看向顾安然 再次大声道歉 等她几人着急忙慌地离开 李老师这才一脸歉意地上前 安然爸爸 对不起 今天是我们误会 安然了 退学 什么 李老师一正 怀疑自己听错了 顾承再次重复 我要帮安然办理退学 我对你们幼儿园太失望了 出事后 你们没有调查前因后果 就直接定罪 事情出来后 不是推卸责任 就是选择稀释宁人 你们这样为人实表 让我怎么放心 把安然继续交到你们手里 李老师额头冷汗都要下来了 本以为两个孩子和解了 就代表事情结束了 谁知顾承居然要退学 他只能再次道歉 试图平息顾承的怒气 安然舅舅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幼儿园的错 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顾承并不需要幼儿园的道歉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社会默认的法则 没有背景 别人就会忽视你 今日发生的事 但凡顾承有钱有势一点 幼儿园处事 绝也不敢如此一昧偏袒 只要想到小丫头受了这么多委屈 他的心里就像压了石头一样 堵得厉害 反正这个学期只剩下半个月了 顾承不想让安然在这里继续读了 当然 这一切还得看小丫头自己的意愿 安然 告诉舅舅 你明天还想来上学吗 顾安然 沉默代表了他的态度 今天的事 对小丫头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一句对不起 并不能让他完全释怀 顾承心疼地摸摸他的头 李老师 你也看见了 发生这样的事 安然继续留在这里上课 是不会开心的 看顾承态度坚决 李老师知道 事情已经没有转环之地 安然 舅舅 非常抱歉 我们辜负了你的信任 这样吧 我把剩下的学费退给你 再赔偿你们两个月的学费 这也算是我们幼儿园的一点诚意 李老师的态度总算积极一回 顾承的脸色勉强缓和下来 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应该的 你们先坐 我去办理一下退学手续 等李老师离开后 顾承把小丫头带到沙发坐下 安然 对不起 舅舅让你受委屈了 舅舅没错 是我做错了 小丫头低垂着头 闷闷地说 不管陈涛做得对不对 我都不应该动手打人 妈妈说过 女孩子不能打架 这样就不是淑女了 顾承点头 安然 你确实错了 不过 你错的不是动手打人 而是发生事情时 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舅舅 安然眨眨眼 疑惑不解 舅舅 你的意思是 安然打人 没有做错吗 也不是 暴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舅舅也不希望你以暴制暴 小丫头轻嗷一声 小脑袋又往下垂 顾承摇头失笑 又补上一句 但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你虽然先动手打人 但却是在保护自己 舅舅觉得你很勇敢 顾承以前觉得 小女孩就应该温温柔柔 谁见了都想保护 不会去逞凶斗勇 但是现在却不这么认为 小姑娘可以温柔可爱 但一定要拥有自保能力 欺负别人是不对 但也不能被别人随意欺负 当别人的拳头挥过来的时候 绝对不能用脸接着 顾承摸摸他的头 与众心肠的叮嘱 安然 你记住 舅舅虽然很想一辈子保护你 但却不能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 所以 遇到危险 或者自己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 你也不用害怕事后承担责任 如果你真的捅破天了 也有舅舅替你担着 总之 不管你做什么 舅舅都会无条件地支持 以及维护你 顾承无法随时成为安然的保护伞 所以 他要教会小丫头 自卫还击保护自己 舅舅 我记住了 顾安然用力点头 又仰头追问道 舅舅 我能去跟小朋友道别吗 顾承摸摸他的头 去吧 舅舅在这里等你 江城艺术学院 多媒体会议室 院校领导正经微坐 今天的会议主题 就是毕业典礼 校长林郑阳 扶稳金矿眼镜 清了清嗓子 李主任 离毕业就剩几天了 毕业晚会 你们筹备得如何了 李维德笑了笑 站起身来 我们文艺部经过商议后 从原来的25个节目 缩减至20个节目 众人都在认真开会 会议桌镜头却有个男人 百般无赖的玩手机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王思年 娱乐圈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为娱乐圈众多天王天后都写过歌 也为不少影视剧 制作过主题曲 创作了无数快智人口的歌曲 林郑阳欣赏他的才华 高薪聘请他来做音乐客座教授 这次会议 他也是被林郑阳拉来的 王思年正觉无聊之际 圈内同行创光 给他发来了一条微信 思念 我看到一个极具才华的年轻人 他的词曲简直是惊为天人 相信我 点开后 你不绝对会惊艳 王思年微微挑眉 露出玩味的表情 创光也是王牌音乐制作人 两个人时常聚在一起探讨作品 能得他极力推荐的 自然不会是什么粗糙烂造的曲目 王思年瞬间来了兴致 环顾一圈 见无人注意自己 王思年调小音量 直接点开了视频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你要走吗 娃娃娃 风吹过的路依然远 你的故事讲到了呢 视频总共不到五分钟 但每一秒 都让王思年心潮澎湃 从前奏的缓缓流淌 然后是高潮阶段的大声歌唱 再到结尾处的平和 重归重举的编曲风格 王思年却听到一股骄傲 一股不屈 一股执着和坚强在迸发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音乐的最初 就是为人与人之间的共鸣而生 曾经的梦想和骄傲的倔强 对现实的迷茫 和对未来的执着 这些都是当下人的症状所在 曲子浓缩的情怀 如同良药 抚慰着听众的内心 这样打动人心的顶尖词曲 正是王思年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 他忍不住沉浸其中 反复循环播放 另一边 会议还在进行 李维德在台上唾沫横飞 这一届的学员 比上届的要优秀不少 尤其是几凌晨 不仅在大一就拿下了 华夏新歌声的冠军 新歌 我的青春 更是拿下了金曲奖的新人奖 为了这次晚会能完美落幕 我特地邀请了几凌晨 回来为晚会现场 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 我决定让他压轴表演 冯娇带眉微醋 开会之前他答应了方静 要尽力为顾城 争取压轴的名额 网界毕业晚会的压轴名额 都是在晚会前三天 全体领导投票决定的 可是看目前的情形 李维德这是打算直接敲定人选 不行 冯娇正琢磨 如何提出有力的反驳 林郑阳却突然咳嗽两声 王教授 你也是演艺圈的 有听过 我的青春吗 冯娇随着众人的视线 看向会议桌镜头 林郑阳见王思年没反应 有加大的音量 王教授 王教授 王思年如梦初醒 这才发现 会议不知何时暂停了 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林郑阳早就注意到了 王思年的异常 王教授 你才刚看什么 看得这么入眠 王思年深吸口气 眼里大放异彩 刚才圈内的同行 给我推荐了个演唱会的 弹唱视频 实在太惊艳了 我直接听入迷了 演唱会 冯娇眼睛一亮 那个王教授 不知道你刚刚听的是什么歌 王思年 平凡之路 果然 真是瞌睡来了 送枕头 冯娇眨眨眼 笑道 王教授 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好 写得太好了 王思年耐不住激动地夸奖 尤其是副歌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跟此曲打交到了十多年 也算在创作圈内 小有名气了 但以我目前的水平 自认再过十年 甚至二十年 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此话一出 全场静默 林郑阳最为诧异 王思年是什么人 他音乐造诣在整个业内 本就是属于顶尖水平 他创作的词曲内涵 深度都不缺 一出手就是精品 完全不是市面上 那些流量歌曲可比拟的 这首 平凡之路 到底有何魔力 居然让王思年 如此自愧不如 眼前的场面 正是冯娇想要看到的 他勾唇一笑 眉眼俏皮得意 王教授 实不相瞒 这个弹唱的男生 其实是我们学院的学员 王思年震惊 你的意思是 这个年轻人 是江城艺术学院的学生 是的 他叫顾成 王思年的心思 瞬间活络起来 有才华的后背 可遇不可求 他心里自然是有点想法的 那首歌 真的是他创作的吗 冯娇点头 我今天早上才问过他 他说歌曲版权踏 已经注册了 看着两人 你来我往的聊天 李维德开始急眼了 明明会议进行到这里 几凌晨的压轴名额 应该敲定了 居然临头一脚 出现了这样的变故 他赶紧倾咳两声 拉回众人注意力 林校长 现在不是在讨论毕业典礼吗 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继续讨论 冯娇哪能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他直接站起身 将今日真正的目的 摆到明面上 李主任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跟毕业典礼并不冲突 我提议今年的毕业压轴名额给顾成 让他来演唱《平凡之路》 王思年迅速附和 眼神流露出期待 我觉得完全可行 我也想现场听一次《平凡之路》 众人面面相觑 完全没有想到 今日的会议 会出现这样的反转画面 李维德直接立声反驳 荒唐 我不同意 我承认顾成的《平凡之路》 确实算首好歌 但是几凌晨的《我的青春》 比他更好 几凌晨有冠军头衔 有上榜作品 有火爆的人气 还有奖项傍身 顾成有什么 就这么一首普通的原创 普通的原创 这个话王思年可不爱听 他不懈嘲笑 金曲奖 华夏的官方榜单 一直欠缺客观公正 金曲奖更是其中之最 一个新人奖 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 王思年的作品 是斩获过众多国内外大奖的 因此 他完全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李维德一时语色 竟无法反驳 冯娇见状微台下巴 再添一把猛火 人气 李主任 你知道顾成谈唱的视频 有多少播放量吗 李维德不以为意 演唱会才过去两天 播放量能有多少 最多也不过一千万 冯娇倾笑 伸出三根手指 在众人面前轻晃 李主任 是这个说 李维德不屑一顾 也不过才三千万 冯娇面不改色的纠正 错了 十三亿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李维德脱口而出 林郑阳面色也有些狐疑 冯娇 你确定是这个数据 冯娇点头 不急不徐地补充 单个网站没有这么多 但是全网加起来 顾成的谈唱视频 播放量突破了三亿 而且 数据还在疯狂上涨中 林郑阳沉默了 学院也有自己的官方账号 经常剪辑院校活动 或者学员的表演 来进行宣传 正常的视频播放量 差不多在几十万左右 好一点的 也不过两三百万点击 三亿是什么概念 整个官网 所有作品加起来 也未必有这个播放量 李维德 见形势不对 忍不住出言诋毁 一时的流量而已 每两天就会沉寂了 林校长 毕业压轴的意义重大 人选可不能马虎 我还是觉得 几凌晨更合适 冯娇不甘示弱 我举荐故城 他比几凌晨更有才华 林郑阳有些头疼 先散会吧 压轴的事 我再想想 林郑阳一锤定一 珍秀私家菜馆 坐落在老城区的 一座百年洋房里 自带复古滤镜 环境非常私密优雅 顾城还是第一次知道老城区 有这样美丽的地方 在服务员的指引下 顾城牵着顾安然 找到了苏七所在的包厢 苏七和刘洪光 早已等候多时 顾城 你们来了 顾城目光难掩惊艳 今天的苏七 穿的是改良版的米色旗袍 绣发竞数晚起 露出了完美的天鹅景 淡装素描 典雅中又不识娇媚 整个人别具风情 韵味十足 看见苏七 顾安然兴奋地两眼发光 七姐姐 苏七招呼他过来坐 安然过来 跟姐姐一起坐 顾城松开小丫头 朝刘洪光走去 刘洪光成亮的大光头 眉眼略带沧桑 但透过五官 仍可窥见昔日风华 顾城主动伸手 你就是业界大名鼎鼎的刘继吧 我叫顾城 刘洪光 以后我就是你的经纪人 叫我老刘就行 刘洪光大方回窝 眼里都是欣赏 之前他只是在演唱会上 远远见过顾城 眼下近距离观看 才知道 顾城的五官非常帅气 不是那种奶油小生的娘气 而是轮廓分明自带阴气 男女都觉得顺眼的类型 顾城礼貌地了笑 让你们久等了 没有 我们也是刚到不久 我们是先签约 还是先点菜 刘洪光毫不犹豫地开口 那肯定是先签约啊 顾城也没有意见 先看合同吧 苏七点头 拿出准备好的合同递过去 顾城 合同已经按照你的要求你好了 你过目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落的问题 顾城接过合同 我看看先 关于一人合同 他可以算是 已经非常熟悉了 经纪公司的合同中 有很多坑 稍不注意 一人就被合约拿捏了 当初顾城签约的经纪公司 就非常苛刻 由于是新人也不懂 里面的弯弯绕绕 顾城签下了不少霸王条款 以至于出事之后 顾城收到了厚厚遗落的违约书 多年赚的积蓄 全部都赔给了公司和合作方 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这次合同 顾城看得很认真 没有丝毫遗漏 苏七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顾城真正的价值 所以并没在合同上 偷摸做什么手脚 顾城之前提出的所有要求 苏七全都重点 罗列到了合同之上 不仅责任和义务 都划分得非常详细 社保 出行补贴之类的福利 也都给顾城安排上了 顾城看了两遍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合同我仔细看过了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苏七笑了笑 递给他一支笔 既然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合同签约 签约的流程很快 一试两份 各自签名 公章一概 顾城正式成为 苏七工作室旗下的艺人 签约顺利完成 刘洪光心头大喜 给两人各倒了一杯香槟 顾城 欢迎加入我们 这样的场合 我们必须得干一杯 顾城接过酒杯 和苏七对视一眼 酒杯默契亲碰 合作愉快 苏七半眯着眼 觉得签约后的顾城 怎么看怎么顺眼 顾城 你们饿了吧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顾城前世爆火后 也经常吃私房菜 这种店的特色 就是没有菜单 客人不用点菜 通过简单询问客人的 口味喜好和忌口之后 会根据当天的食材来安排 没什么忌口的 都可以 苏七点头 招来服务员 可以上菜了 我们这有小朋友 菜品别太刺减 好的 请稍等 等菜的间隙 苏七撑着下巴 看向顾城 顾城 你既然决定要隐藏身份 是不是要取个一名 顾城沉吟半想 就叫旺川吧 苏七一致 古怪的看着他 旺川 你这张口就来 都不想想的吗 一名好坏 不仅影响心运 还会影响人生 好的一名 可以先生夺人 引起观众注意 顾城这一名 取得也太随性了吧 就叫旺川 没什么不好的 旺川河上旺川水 喝下旺川水 才能忘却前世今生 顾城总不能说自己 末入轮回取名忘川 便转移话题 苏七 昨天的小样录得怎么样 苏七勾唇倾笑 眼角明媚自信 我朋友那的录音室设备 没那么齐全 所以 我只是简单录了音 效果还不错 他翻出一个U盘递给他 这是我昨天录的小样中 最好的一个版本 顾城把U盘收好 我回去听过后 再给你意见 刘洪光拍拍他的肩 兴奋到 顾城 这首歌真的太适合苏七了 简直像是为他量身打造一样 之前苏七只是轻唱 效果就十分惊艳 加入伴奏后 整支曲子立马鲜活了 刘洪光有预感 新专辑绝对大卖 刘洪光黑黑一笑 听说江峰新专辑也准备出了 已经在微博预热了 这小子跟苏七壮荡 不知道到时候销量怎么样 顾城 江峰是哪个 江峰是欢意的偶像天王 虽然走到偶像路线 但是实力在新生代理 算是不错的 苏七解释道 欢意江峰 顾城想起来了 前两天在音乐平台扫榜的时候 就曾在排行榜上 看过江峰的名字 是唱 相信自己的那个江峰吗 就是他 刘洪光凑近顾城 满脸八卦 三年前 江峰曾跟苏七合作过公益 媒体采访时 当众说苏七是他理想型 事后还花了不少钱 买通稿炒CP 刘洪光说道 这声音微微拔高 有些幸灾乐祸 只可惜巨石入海 一丁点水花都写 刘洪光倒吸口气 捂着脚痛呼 苏七 你替我干嘛 下脚这么狠 你没事说这个干嘛 苏七瞪他一眼 鬼使神差的对顾城解释 顾城你别听老刘胡说 我跟江峰什么关系都没有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顾城能说什么 只能沉默地笑笑 苏七换了个姿势 顾城 你是不是快要毕业了 顾城后天毕业 一直安静的顾安然 突然举手插话 舅舅 那这两天我能跟七姐姐在一起吗 我保证会乖乖的 不吵七姐姐工作 苏七摸摸他的头 但你没问题 不过 你不用上幼儿园吗 安然今天退学了 顾城接过话查 把今天发生的事 简单解释了一下 这幼儿园的老师 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 刘洪光听得气愤不已 顾城看口气 帝都那边我不熟 到时候安然入学的事 就麻烦刘基多费心了 你放心 这是包在我身上 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刘洪光大放应成 苏七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顾城 你注册微博没有 还没有 怎么了 你回去就用一名注册一个 我们等下要发微博官宣成立工作室 顺便为你造势 和给新专辑做个宣发 这是苏七和刘洪光商议后决定的 三件事接连官宣 会呈现叠加效应 新专辑的预热效果 会更加炸链 顾城点头 那我回去注册了 就发给你 闲聊的功夫 菜陆陆续续地端上来 菜品摆盘精致 偏越是风味 先上的是一盅老火亮汤 以及一笼水晶虾脚 紧随其上的是红烧乳歌 果蔬沙拉 最后是石令海鲜 龙王叶燕 清蒸鲁鱼 和芝士菊扇贝 还有一份夏日甜点洋芝甘露 扇贝个头很大 色泽金黄 看着很有食欲 顾安然直勾勾地盯着扇贝 眼馋得不行 七姐姐 我想吃扇贝 苏七给她挑了个最大的 细心叮嘱 小心烫 谢谢七姐姐 小丫头用勺子挖了一勺 呼呼两下送入口中 入口就被惊艳了 七姐姐 你快尝尝 这个扇贝超级好吃 是吗 我也试试 苏七夹起一个 轻咬一口 扇贝肉汁Q 弹鲜甜 芝士浓郁 口感确实不错 顾成 老刘 你们别光看着 趁热吃啊 说完也不管他们 和安然一起 埋头干饭了 苏七吃东西 没什么偶像包袱 也不是说举止粗鲁 而是她吃得很香 非常入迷 吃到喜欢的 会像猫蜜一样 眼睛满足地眯起 看她吃东西 会觉得赏心悦目 顾成的食欲 不自觉被她勾起 拿起筷子 加入了干饭行动 九点 洗漱过后 顾成打开电脑 注册了微博 取名望穿 并且关注了苏七的账号 苏七立即回关了 顾成的账号 然后顾成就看见 苏七的官方账号 直接改名苏七工作室 并且关发了 第一条微博 苏七工作室 正在紧锣密鼓的 筹备当中 感谢Eddie华语传媒 十年以来的照顾 未来 我们依旧携手同行 风雨同舟 不止十年 合作愉快 帖子最后再次 爱特了华语官博 并配上了 合作愉快的握手表情 华语官博 第一时间 转发了这条微博 Ed素七工作室 风雨同舟 不止十年 合作愉快 微博一发 设置特别提醒的粉丝 立马就察觉了 各大营销号 第一时间转载 七迷纷纷点赞 评论 转发三连 直接空降热搜 什么意思 这是 还和华语合作的意思 七爷真是念旧 十年都不换经纪公司 不管怎样 总算成立工作室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七爷加油 三分钟后 苏七工作室再度更新 又发了一条微博 欢迎 Ed望川 加盟苏七工作室 携手助梦 共创未来 顾诚直接转发了微博 简单配文 合作愉快 并加了个握手的图片 盖章做时 官博的消息 微博又一次沸腾了 苏七工作室 居然翘无声息签约了新人 七迷们顺着微博 点进望川的账号 结果发现 账号是新注册的 关注列表里 只有苏七工作室 没有正脸照片 只有一张背影照 资料光秃秃的一片 这个望川是谁 没听过呀 怎么突然就签约新人呢 什么资料都没有 就一张背影照 整这么神秘的吗 工作室旗下的艺人 只有苏七本人和新人 望川泥品 你戏片 还没等粉丝回过神 苏七在三分钟后 又再度编辑了一条微博 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 感谢at望川的亲情奉献 新专辑 七月与新生即将上线 主打歌 隐形的翅膀已经预定 敬请期待 微博最后特地再次爱特了望川 十分钟内连发三条微博 每条微博都是不一样的官宣内容 第一条微博 宣布成立个人工作室 与华语还是合作关系 第二条微博 工作室加入了新人望川 身份不明 第三条微博 苏七要发布新专辑 主打歌是旗下的新人望川的作品 几乎无间隔的骚操作 如同深夜鱼雷 把吃瓜网友集体炸猛逼了 整个微博直接当机 演唱会刚结束 就要发新专辑 不愧是乐坛劳魔 七爷 YYDS 新专辑也太耳其了吧 为了捧新人至于吗 有一说一 隐形的翅膀 这歌名倒是不错 只要是七爷的歌 砸锅卖铁都要捧场 相信七爷 期待新专辑 不到十分钟 苏七工作室和神秘新人望川 以及苏七新专辑的话题 直接霸榜热搜前三 热度成井喷石上涨 顾成的账号 只有一条微博 后台服务器 就像炸了一般 粉丝疯狂涌入 评论不断刷新跳出 顾成点进去 随便浏览了一下 看在苏七的份上 给你点个关注 这宣传好神秘 连张正脸都没有 赌石包辣条 博主肯定是长得太丑 不敢见人 留个找找 真人献身请踢我 网友都在猜测 望川的身份 有根据演唱会 顺藤摸瓜怀疑顾成的 有断定是资本 硬塞给苏七的 归国练习生 还有猜测 他是某页内大佬 披心马甲的 各种版本五花八门 直接把顾成看乐了 网友的想象力 真的太丰富了 连吃软饭 这样的猜测都出来了 可以肯定的是 苏七这番骚操作 新专辑的宣发是到位了 而且效果好到爆炸 至于身份 会不会因此曝光 顾成完全不担心 有刘洪光 他的身份 是没那么容易暴露的 心情一松懈 香槟后遗症 就开始侵袭顾成 顾成眯着眼 打了个呵欠 利落地退出微博 关机睡觉 欢意 录音室 江峰戴着百万耳机 正深情投入的 卫星专辑录音 如果顾成在这里 一定会诧异 虽然歌词 定调不一样 歌曲进行的速度 以及和弦 也都有所不同 但只要细听 还是能听出 江峰现在所录的歌曲 就是零 25版本的 平凡之路 陈文轩和知名音乐制作人 许半山 环兄站在隔音室外聆听 这些年 欢意捧红了无数的偶像歌手 但大部分人都是昙花一现 短暂的爆红后 就被市场残酷淘汰 只有江峰 依旧稳居欢瑞一哥的宝座 出道五年 发行七张个人专辑 出道第一年 就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 之后一路顺风顺水 两次拿下年度专辑 三次最佳男歌手 许半山满意的汉手 对江峰的演绎表示认可 不错 声线虽然没有那么低沉词性 但是咬字干净利落 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灵魂 陈文轩点头附和 这个版本确实不错 比前面几版更有感觉 许老师 还是你厉害 这首曲戏经你这么一改编 就听不出抄袭的味道了 许半山邪腻他一眼 不满道 这怎么能算是抄袭呢 这只不过是风格相同 听起来相似罢了 作为抄袭专业户 许半山的抄袭技术 早就练就得炉火纯青 他是绝对不承认自己抄袭的 使我口误 陈文轩半笑赔罪 最近公司新招了几个年轻的练习生 等江峰陆完音 我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让许老师多帮忙指点指点 许半山拍拍他的肩 笑得一脸深意 沉寂 要说还是你最懂我 咔嚓 隔音室的门被突然推开 助理小李慌张闯入 打断许半山的话 沉寂 陈文轩沉着脸呵斥 貌貌事事的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江峰录音的时候 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打扰吗 录音需要感情投入 一旦中途被打断 这个感觉就很难找回来 助理赶紧半鞠躬道歉 陈绩 对不起 我这实在是太着急了 陈文轩看眼全情投入的江峰 一步到角落 说吧 发生什么事了 陈绩 苏琪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还签约了个新人望川 已经官宣发布新专辑了 什么 陈文轩猛地跳起来 一把抢过陈文轩的手机 打开微博热搜 陈文轩越往下看 脸色越黑 许半山凑过来 这苏琪不是刚开完演唱会 怎么这么快就要发布新专辑 不知道他搞什么 陈文轩沉着脸回道 这苏琪什么时候发专辑不好 偏偏要选这个接骨眼 公司这个时候 让江峰出新专辑 就是因为 这段时间是实力歌手的空窗期 他都计划好等 江峰新专辑一发 就让秦文他们 乘风出道 让江峰带他们跑跑通告 录录节目什么的 蹭蹭流量 苏琪来这么一出 直接打乱了欢意的计划 陈文轩觉得是有蹊跷 拿手机拨了的电话出去 老赵 这个忘川是谁 能不能查到 也不知道那边回了什么 陈文轩的脸色越发难看 半想后 他无奈地挂断电话 徐半山急忙追问 沉寂 怎么样 陈文轩长叹口气 苏琪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根本就无迹可寻 华语那边口风也很紧 一点风声都不露 至于网上那些消息乱七八糟的 根本没有可信度 这忘川就跟凭空出现的一样 你们在聊什么 谁是忘川 江峰捏着嗓子走出来 陈文轩见状 赶紧拧开一瓶矿泉水递上去 江峰 先喝口水 润润嗓 谢谢陈建 江峰仰头惯了几口 才道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看你们两个的表情这么凝重 陈文轩把手机递给他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江峰往下翻动着消息 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 苏七的新专辑什么时候发 工作室成立的那天 就是新专辑发布的日子 大概半个月这样 那岂不是正好与自己撞档期 以苏七的实力 这要是档期撞了 江峰的新专辑销量肯定有所影响 江峰沉吟了一下 沉寂 那个忘川有没有可能是顾成 陈文轩眉头一皱 之前秦文说 在顾成那里看到了苏七 但是没问出什么有用的消息 但现在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江峰眉头拧起 有些担忧 如果忘川真的是顾成 那我们这首歌还发布吗 虽然已经魔改了 但是依然掩盖不了 这首歌抄袭 平凡之路的事实 顾成是素人时 江峰完全没有顾虑 但要是顾成是忘川 签约了苏七工作室 背靠华语 那抄袭的风险可就加大了 陈文轩犀利地指出问题的关键 是他又能怎样 你舍得放弃这首歌吗 江峰 经过许半山改编后 这首歌确实非常适合江峰 而且完全有爆火的钳制 江峰还真不舍得放弃 许半山轻哼一声 放心 音乐抄袭国内 本就没有明确定义 真有版权争议 你有庞大的粉丝替你洗地 有什么好担心呢 江峰全网加起来 有敬意粉丝 而且死忠粉很多 他们战斗力强 从顶级歌手 到当红偶像 或者无名的新人 都能各种内涵名采暗潮 甚至图了他们的广场 徐老师说得对 抄袭没有界定 就算听出来了 你咬牙不认就可以 陈文轩拍拍江峰的肩膀 这些事 你就别管了 专心准备你的新专辑 其他的是有公司负责 毕业代表李扁 始终是带点伤感的 走在路上 四处可见勾肩搭背的同学 还有毕业才鼓起勇气 跑到女生寝室楼下告白的男生 今天一过 大家就各奔东西 以后再聚就难了 即便是性格洒脱不羁的赵冲 也有些伤感 为了留住最后的美好 赵冲从家里带来相机 拉上顾成和周也 四处打卡拍照 因为校园论坛的原因 顾成在江城艺术学院 人气暴涨 走到哪里 都有学生围观拍照 那就是顾成学长吧 好帅 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也没有论坛里说得那么糟糕吗 怎么办 好想上去要威胁 看着顾成 又一次委婉拒绝学妹合影的要求 赵冲忍不住酸溜溜的道 以前跟你走一起 妹子关注的对象是我 现在全被你抢了风头 顾成哭笑不得 赵冲性子不拘小节 为人仗义 有事也是真上 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就是戏多 天天都自导 自演情景剧 顾成懒得理会他 转头看向周也 周也 毕业后 你有什么打算 我 周也笑容有些苦涩 我订了车票 以后就回老家发展了 不是吧 周也 你不是说好 要跟我一起闯荡娱乐圈吗 赵冲诧意出声 我原本是打算留在江城的 前几天 我爸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身体不好 所以我打算回老家开间民宿 这样能多陪陪她 顾成拍拍她的间 开民宿也不错 到时候娶个好姑娘 日子安安稳稳的 也挺幸福 周也无奈地叹口气 我还是羡慕你们 可以追求梦想 什么时候去南照旅游了 记得找我 我请你们吃大餐 一言为定 到时候 我们不醉不归 赵冲侧头看向顾成 顾成 你呢 你毕业之后 有什么打算 顾成望向天空 轻声道 我准备去帝都 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给我打电话 赵冲和周也 诧异地对视一眼 老过 帝都你人生地不熟的 怎么突然要去那边发展 顾成轻笑一声 我签约了帝都的一家公司 不过因为签了保密协议 目前不方便告诉你们 毕业除了伤感 还有对未来的迷茫 赵冲仰着头 唉声叹气 你们都有目标了 就剩我一个了 顾成笑着调侃 你不是要回家紫城赋业吗 赵冲豁然站起身来 斗志昂扬 我冲爷是绝不可能啃老的 也要进娱乐圈 杀他的片甲不留 这时 周也突然激动地 拉住赵冲的裤子 卧槽 冲哥 你快看微博 林慧如要回校参加毕业典礼 林慧如是江城艺术学院 音乐系出身的 比顾成他们早两届 没毕业 就因为长相出色 被星探看中 直接solo出道 一炮而红 如今已经基深娱乐圈二线 发布了不少流行单曲 是赵冲的梦中女神之一 什么 我看看 赵冲一听 立马掏出手机刷微博 林慧如十分钟前 刚发布一条微博 大致意思是 非常开心回母校 参加毕业典礼 祝贺学弟学妹毕业 并放上了学院毕业舞台的图片 几凌晨第一时间 转发了林慧如的微博 at林慧如学姐 马上就要毕业了 期待与学姐 在毕业舞台的梦幻联动 林慧如简短地回复一句 学弟加油 赵冲冷哼咒骂 MMP 几凌晨这狗东西 太不要脸了 居然从我女神流量 周也想了想 我记得他们之前 好像在综艺里合作过 搞不好林女神 这次就是来为几凌晨撑场子的 赵冲瞪他一眼 毫不犹豫地否认 不可能 我女神不可能这么没眼光 周也看向顾成 顾成 今天晚上 你也有节目吧 顾成点头 方老师给我报名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出场 表演顺序还没公布 等一下有会议 估计是那个时候宣布 能上台表演的学员 专业能力 都是过硬的 所以 晚会也不需要彩排 节目也是随自由发挥 为了制造惊喜 以及期待感 晚会名单 都是在最后几小时才公布 赵冲拍拍顾成的肩 与众心肠 顾成 你别忘了几凌晨的粉丝 在论坛上 怎么黑你的 今晚一定要碾压那小子 狠狠地打脸 那些脑残粉 几凌晨毕竟是出道艺人 比顾成更有粉丝基础 昨天他的水军 疯狂涌入学校论坛 以至于顾成的 平凡之路 被黑得体无顽肤 论坛服务器 更是直接崩溃了好几次 气得照充手机 都差点摔了 顾成怂怂肩 再说吧 几凌晨之于顾成 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顾成并没把他放在心上 冤家路窄 顾成再去会议室的走廊里 迎面撞上一个长发女人 对不起 顾成威愣 随后一想 又觉得理所应当 作为舞蹈戏校花 顾成出现在这里不稀奇 顾成 神色古怪 顾成 你也是爱开会的 顾成简单点头 我先进去了 看着顾成直接越过自己 那干脆立入的背影 顾成心底不免泛起一丝苦涩 到底是错过了 甩甩头 甩掉那些纷乱的想法 他原地深吸口气 抬脚跟了进去 顾成出现在会议室的刹那 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会议室的空椅子只剩几张 顾成对所有的注目视而不见 静止走到几凌晨的对面坐下 紧随其后的秦文 环视一圈 坐到几凌晨旁边 大家下午好 我来迟了 秦文笑得温柔 心头却有些欲哭无泪 这场晚会他很重视 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 如今看着眼前的阵仗 显然无论是开场或者是压轴 自己都没戏了 唱歌估计 风头也会被抢 秦文在考虑 自己要不要干脆换成舞蹈 一道甜美的声音打破沉寂 你就是顾成 顾成抬眸看过去 这才发现 几凌晨旁边坐的是林慧如 精致小巧的五官 一头棕色的卷发 微笑时酒窝清浅 长相偏向甜美 但眉眼间又隐隐带着媚态 身材非常稀情 尤其是那无法一手掌握的学子 简直是所有男人的视觉福利 唇中待遇 怪不得被赵冲奉为女神 顾成目不斜视 林学姐你好 林慧如从上到下打量一遍顾成 魅眼里有些玩味 长相倒是帅气 眼神看起来也很干净 不过 他还是搞不清楚 王思年为何如此推崇他 他轻撩一下秀法 细细凝望顾成 顾学弟今晚好好表现哦 唱好了 学姐给你送花 说到后面 还对顾成俏皮的眨了眨眉眼 顾成客套一笑 谢谢林学姐 几凌晨半迷起眼 嘴角淡淡讥讽 顾成 你不是说 对毕业典礼不感兴趣吗 怎么也会出现在这 顾成不嫌不淡地回应 方老师给我报的名 几凌晨挑衅地看向顾成 那你觉得自己 大概是什么出场顺序 是前时还是后时 只字不提开场和压轴 其中意义不言而喻 顾成把玩着手中的钢笔 我是什么时候出场 无所谓 不过 看你好像对压轴势在必得 几凌晨挺直胸膛 信誓旦旦地默认 你说呢 顾成轻笑 那助你如愿以偿 清脆的高跟鞋响起 下一秒 冯娇妖娇的身姿 款款出现在会议室 众人面面相去 冯娇是教导主任 可不是文艺部主任 几凌晨微微皱眉 冯主任 怎么是你主持会议 李主任呢 冯娇把怀里的资料放在桌上 似笑非笑地 看向几凌晨 怪不得李维德这么为他张罗 只可惜 一个小时前 关于晚会压轴的名额 众人还是个知己见 李维德坚持把名额给几凌晨 冯娇以及王思年 则力见故城 林郑阳拍板决定匿名投票 最后故城以十票对七票压倒性胜出 李维德气地拂袖而去 会议的主持就落到了冯娇身上 李主任有事不来了 接下来的会议 以及晚会的统筹安排 都全权交由我负责 冯娇轻描淡写地解释 几凌晨眯起眼 突然闪过不好的预感 压轴该不会有变数吧 不 不可能 自己是全场除了林慧如之外 唯一一个在娱乐圈出道的人 除了自己 谁还有资格压轴 冯娇坐到主位上 视线从左至右一路划过 你们今天能坐到这里 都是千交万选出来的 我知道 关于这次毕业演出 大家都是躊躇满志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冯娇拿起一份文件 在半空中倾扬 我手中这份文件 就是今晚演出的出场顺序 众人屏住呼吸 盯着文件目光热切 冯主任 你就别卖关子了 就是就是 冯主任赶紧公布吧 急什么 冯娇轻斥一声 亲切地看向林慧如 在名单宣布之前 我先代表学院 感谢林慧如百忙之中 抽空回校参加活动 冯主任太客气了 能再次回到江城学院的舞台表演 慧如也深感荣幸 林慧如挺直腰身 笑得娇俏明媚 顾承望过去 只觉得白得谎眼 不只是她 整个会议室的男人 都不自觉被吸引 果然 可爱在感性面前不值一提 冯娇轻渴两声 我们校方一致决定 开场交给你们美丽可爱的 林慧如学姐 大家掌声鼓励 顾承跟着众人一起鼓掌 以林慧如在圈内的人气 由她热场 气氛肯定极为火热 演出直接就成功了一半 林慧如俏皮的眨眨眼 学弟学妹们 今晚请多多指教 几凌晨殷勤的奉承道 林学姐给我们热场 是我们的荣幸 加油 林学姐 林慧如捂着嘴咯咯甜笑 嗯嗯 大家一起加油 冯娇区只在桌面轻敲 拉回众人的注意力 开场绝出了 接下来就是压轴出场的人选了 现在我宣布 压轴亮相的是 说到这 冯娇停顿了数秒 成功掉起所有人的胃口 冯娇的视线环绕一圈 最后落在顾承身上 想要看清他脸上的表情 顾承淡定地回望他 冯娇无语 顾承眼里无欲无求 半点期待的微表情都没有 冯娇清了清嗓子 顾承 全场竞技 众人面面相去 尤其是那些默认几凌晨的学员 更是感到内心震撼 头皮发麻 顾承诧异地看向冯娇 毕业演出的出场顺序 都是经过慎重考量的 除了开场热场的人选外 出场名次越靠后 证明在院校的咖位越大 按照咖位以及资历 于情于里压轴出场的 都是几凌晨才对 顾承压根没预料到 压轴会落到自己身上 有学员立即脱口而出 冯主任 为什么压轴的不是几凌晨 冯主任 你该不会是开玩笑吧 怎么可能是顾承来压轴 几凌晨同样不敢置信 脸上的笑容 寸寸军裂 他眯起眼 逐字逐字的质疑道 冯主任 你们是不是把名单弄错了 冯娇环视一圈 将所有人的反应 尽收眼底 对于他们一个个反应如此剧烈 冯娇并不意外 他把手中的名单分外下去 名单没有错 演出的出场顺序都在这里 你们可以自己确认 吉林辰一把捞过名单 眼神凌厉的要把纸烧穿 第一个毫无疑问是林慧如 他直接掠过中间 看向末尾 倒数第三个是秦文 倒数第二个是自己 最后一个 赫然就是顾成 吉林辰捏紧手里的名单 觉得那两个字 无比的刺眼 他深吸口气 再次询问 冯主任 你确定这个名单没有弄错 冯娇点头 没错 就是这样安排的 吉林辰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他豁然站起身来 质问道 冯主任 这名额该不会是有什么猫腻吧 论作品论人气论奖项 我哪一点比不过顾成 顾成除了一首平平无奇的 平凡之路 他还有什么实力 他凭什么压轴 毕业演出只有一个主角 而冯娇 居然让他一个已经出道 在娱乐圈有头衔 有人气 有奖项的明星 来给顾成一个素人作配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几凌晨 还怎么在娱乐圈立足 他甚至可以想象 那些媒体通稿 会如何的拉踩自己 圈内的咖位 直接一落千丈 面对几凌晨连珠带炮的质问 冯娇点理解的点头 几凌晨 我知道你很优秀 有抵触情绪也很正常 但这个结果是 全校领导投票选出的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大家都认为 平凡之路是守难得的佳作 所以顾成压轴出场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就因为半路冒出的 平凡之路 就否决了他四年的努力 几凌晨想怒吼 却深知对冯娇发火于事无补 他只能转头 视线死死地盯住顾成 眼里赤红一片 顾成 你确定以你的实力 能胜任这个晚会的压轴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向顾成 面对几凌晨凌厉的眼神 顾成完全波澜不惊 他知道 能做到这个会议厅的人 身上都有傲气的资本 对于自己压轴 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不服 但顾成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吗 顾成抬眸 看向几凌晨 平静地开口 我没问题 几凌晨怒急返笑 深深地看了顾成一眼 顾成 你很好 非常好 冯娇满意地看着顾成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顾成 你今晚好好表现 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谢谢冯主任 顾成点头道 他知道压轴名额 能落到自己身上 背后少不了冯娇推动出力 现在是下午五点 距离晚会只剩下三个小时 冯娇站起身来 我希望你们 能拿出最好的状态 在毕业舞台上尽情绽放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 会议结束 人一个个散去 顾成右脚刚踏出门口 一个黑影就扑上来 勒住他的脖子 老顾怎么样 你第几个出场 顾成皱眉 一把推开毛手 如你所愿 如你所愿是啥意思 赵冲一愣 随即欣喜若狂 压轴 老顾 你是压轴对不对 他看向后面沉着脸的几灵尘 幸灾乐祸地嘲笑 几灵尘你不是自食优秀 对压轴胜圈在握吗 怎么压轴落到顾成身上 几灵尘没理会赵冲的讥讽 他禁止走向顾成 眼里是不屈和孤傲 顾成 你能压轴 并不代表你比我优秀 只不过是因为 他们更喜欢平凡之路 而已 他挑衅地看着顾成 你既然因为原创显胜于我 有本事你在今晚的毕业演出上 也来一首跟毕业有关的歌曲 赵冲真想一拳 坐在几灵尘的脸上 把他脸上的孤傲 狠狠打落 几灵尘 俗话说成王败寇 不管顾成怎么拿下的压轴 你输了便是输了 就你这度量 好 顾成一个字 就打断了赵冲的话 赵冲猛然回头 诧异地看着顾成 老顾 你脑子瓦特了 顾成只是定定地回望几灵尘 毕业歌曲罢了 简单 看着顾成淡定地接下自己的挑战 几灵尘感觉自己就像一记重拳 却打在了棉花之上 心里无限憋满 冷哼一声 几灵尘大踏步离开 顾成 秦文皱眉看着顾成 你什么时候如此沉不住气了 赵冲看见秦文就觉得隔音 他目入鄙 秦文 你管好自己即可 老顾不劳你费心 你秦文美目一瞪 看了眼无动于衷的顾成后 最终咬牙转身离去 目睹一切的林慧如 露出有趣的微笑 他扭腰上前 轻拍顾成的肩 顾学弟 学姐非常看好你 好好加油哦 富裕的芳香窜入鼻息 顾成不动声色地后退两步 谢谢林学姐 我会努力的 看见女神 赵冲兴奋地挤入两人中间 林学姐 我是你粉丝 可以签个名吗 林慧如扑斥一笑 当然可以 背挤到墙角的顾成 看着林慧如娇俏离开后 赵冲突然转身 一巴掌拍在顾成后背 没任何防备的顾成 被拍得向前亮腔几步 赵冲 你疯了 你才疯了 赵冲气不打一处来 现在离演出就剩三个小时了 你上哪里整一首毕业歌出来 这个啊 顾成怂怂肩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每到毕业季 有些歌曲总会循环播放 再见 干杯 同桌的你 北京东路的日子 凤凰花开的路口 起疯了 每一首都是顾成心头号 这些经典歌曲 分分钟碾压几凌晨的 所以顾成并不担心 没有毕业歌曲 他为难的是 要唱哪一首毕业歌曲 毕业演出的顺序落定官宣后 学院一下炸开了锅 几凌晨的粉丝 纷纷涌入学院官方账号 疯狂叫嚣谩骂 要求校方给几凌晨一个说法 并命令顾成 把压重名额还给几凌晨 几凌晨火上浇油 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条寒沙摄影的微博 对不起 是我不够强大 让粉丝失望了 我尊重校方的决定 我依旧会拿出最佳状态 认真对待我热爱的舞台 今晚江城艺术学院 几凌晨与你不见不散 粉丝群掀起轩然大波 哥哥 你在我们心里 永远都是最棒的 哥哥的压轴被抢了 心疼 哥哥被欺负了 不能忍 不上班了 我要去给哥哥撑场子 看着微博底下 维护自己的评论 几凌晨心底的不愉 总算散去一些 经纪人赵青捏着手机走进来 脸上满是怒气 为了这场毕业晚会 我还帮你推了一个综艺通告 没想到他们居然这样对你 早知道这样 我一定不会让你回来 从初到开始 赵青看着几凌晨 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 没曾想 却在母校栽了跟头 亏他提前跟媒体朋友打了招呼 就等压轴名额一出 就发通告 炒作宣传一波 没想到却发生这样荒谬的事 不慌 几凌晨冷哼 既然我不是压轴 那就让压轴变成笑话 赵青眉眼警告 你想干什么 众目睽睽的 你可别玩过火了 几凌晨勾纯冷笑 赵姐放心 我有分寸 抢她的东西 自然要付出一点代价 盛开的红色凤凰花 在夕阳的照射下 大耳艳丽 犹如一片火海 顾成操控无人机 环绕拍摄 夜如飞黄之雨 花若丹凤之冠 真的太美了 顾成以前不明白 为什么如此热烈的花 会和伤感的憋迹 聚在一起 后来漫步在凤凰花树下 她才知道 火红的凤凰花 代表离别 思念 以及火热的青春 叫叫 熟悉的小乃音 在背后响起 一双嫩白小手 猛然抱住顾成大腿 萌萌搭丸子头 粉色的背带裤 不是顾安然是谁 顾成诧异道 安然 你怎么来了 小丫头嬉戏一笑 转身朝身后一指 七姐姐带我一起来的 顾成抬眸望去 棕色的奇尔假发 棒球帽大墨镜 半脸口罩 顾成 全副武装的女人 正是苏七 顾成微微皱眉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苏七巧笑嫣然 路上随便问问 就能找到你 抬脚上前几步 她把手里的鲜花送给她 顾成 祝你毕业 谢谢 顾成接过花束 上下打量她 你来这就不怕 被认出来 苏七俏皮的眨眨眼 抬手轻转一圈 我伪装成这样 应该没人认得出吧 再说 等一下就天黑了 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 人都来了 顾成还能怎么办 晚会人多嘴杂 以苏七的人气 一旦被认出 肯定会引起轰动 你们等等我 顾成收起无人机 带他们直接去找赵冲 虽然苏七包裹得很严实 但眼间的赵冲 还是透过熟悉的眉眼 认出了她 你 你 你是苏 顾成一把捂住她的嘴 噓 别嚷嚷 赵冲嗯嗯点头 眼里全是激动 人气天后苏七 居然活生生地 站在她面前对她笑 赵冲觉得自己 幸福得快要血运了 苏七大放伸手 你好 赵冲一把推开顾成 大手不忘往她身上 顺势抹两把 才小心地回握住苏七的手 嘿嘿 苏女神你好 我叫赵冲 是顾成的好哥们 顾成这小子 太TM 有福气了有没有 先是笑花勤吻 然后女神林慧如 现在又来个天后苏七 一个比一个漂亮有才情 赵冲极度地撞了 撞顾成的肩膀 老顾 你太不够意思了 亏爷拿你当哥们 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赵冲 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解释 顾成轻拍她的肩 细心交代 我和周也还有事要忙 你帮我照顾他们 没问题 赵冲黑黑一笑 拍胸口保证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近距离跟天后接触 这是她照冲的高光时刻 她肯定会好好珍惜的 夜幕降临 毕业晚会进入倒计时 七点不到 球场的舞台下 就挤满了人 除了校方邀请的各路媒体之外 还有收到消息赶来应援的粉丝 尤其是几凌晨的粉丝 为了给她撑场子 他们穿上了统一的制服 还自带了应援灯牌 以及横幅 七点半 响亮的音乐声响起 冲娇一袭黑色的抹胸礼服 踩着恨天高 亲自上场主持 大家晚上好 我是冯娇 时间太瘦 指缝太宽 日子向旋转木马转不停 一眨眼 又到了离别的六月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 隆重举行江城艺术学院 第35届学生毕业典礼 一番沉长的开场白后 晚会总算进入正题 我宣布 毕业欢送晚会正式开始 掌声有请林慧如 欢迎欣赏古风歌曲 春梦歌 听到林慧如的名字时 全场沸腾欢呼 纷纷站起来 翘首期待 灯光师和音响师 非常擅长调节气氛 灯光按下去的那一刻 全场响起了心跳 如雷动的音效 碰 碰 碰碰 灯光还未亮起 一束聚光灯投到舞台 淡淡烟雾中 一面巨大的纸质屏风 竖在舞台中央 屏风后 一个极致妖娇的背影 手持团扇 尽力不动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屏风锁定 优美的古典音乐 混合着流水声 开始缓缓流淌 妖娇的身姿衣袖一幅 林慧如犹如九天仙女 在屏风后 随着音乐慈善轻舞 偏若惊鸿 宛若犹 视觉效果瞬间拉满 气氛直接燃爆 林慧如 林慧如 太美了 舞台绝绝子 绝美化中线 这曼妙的身姿 我能玩一年 台下 观众席 顾承没进入后台 而是跟苏七 他们一起在观看 苏七眉毛上挑 欣赏到 没想到林慧如这次的舞台 改编设计的如此为美 确实很不错 顾承点头认同 只一眼 林慧如就给人 国风的超强代入感和画面感 将国风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舞台上 悠扬的音乐陡然一转 一声高昂的鼓针之音 突然插入 林慧如一席红衣 破坏而出 全场惊艳 疯狂鼓掌欢呼 林慧如 林慧如 林慧如本就五官娇艳 一席红衣 更是翩仙鸟娜 眉眼俱视风情 清淌的流水声中 花瓣自半空中纷飞落下 林慧如手持团扇半遮面 红唇清起 春梦随云散 飞花煮水流 既言众儿女 何必密闲愁 顾承原本只是觉得 春梦歌熟悉 但却一时想不起出处 直到林慧如 带着戏腔的嗓音一出 立即让顾承瞬间想起 春梦歌 出自曹雪芹的《红楼梦》 是宝玉 出入太虚幻境时 听到山后锦焕仙姑唱的歌 没想到林慧如居然如此有才 不仅将它改编成歌舞 还大胆融入了戏腔唱法 名著典故 运用这样创新的形式改编 不仅让人耳目一新 还完美展现了 国风舞台该有的样子 这个舞台 让顾承对林慧如刮目相看 也兴起了有机会一起合作的念头 林慧如开场太过惊艳 趁得之后的舞台重归重举 一直到秦文出场 作为学院舞蹈戏笑话 秦文人气还是不低的 听到他即将出场 台下男生热情高涨 舞台灯光骤然熄灭 漆黑中只有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 以及椅子拖动的声响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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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步都踩在男生的心肩上 顾承挑眉 已经猜到了秦文要表演什么 虽然走错了路 但不可否认秦文是个聪明的 碰 椅子落地的刹那 聚光灯骤然亮起 秦文一改往日清纯风格 选择了黑色的吊带短裙 背靠着观众随意坐在椅子上 画面犹如被定格一般 秦文静止不动 吴胡 漂亮 想当椅子 哇 女神长腿杀我 666 台下口哨声不断 赵冲差一道 老顾 秦文不维持 他精纯人设了 居然要跳椅子舞 顾承淡淡道 他一直都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有野心的女人 自然会抓住每一个机会 有她和几凌晨在 秦文若想在毕业舞台上出彩 舞蹈是她的最佳选择 但前有林慧如的经验古典舞热场 秦文若想快速博取眼球 只能剑走偏锋 从性感上下功夫了 劲爆的舞曲响起 秦文双手插入秀发向上拨动 随着音乐侧身拌扭 又猛地弯下腰 一只玉手从脚尖一路缓慢上移 滑过大腿 以及纤细的小男腰 在傲然的靴子上停顿几秒 五指张开妖娆旋转一圈 秀发向后甩 露出魅惑的表情 照出眯起眼 有一说一 抛开秦文的人品不提 这一字舞还是跳得不错的 顾承重肯点头 秦文毕竟是舞蹈系出身 加入欢意后 估计也经过女团加强训练 舞蹈功敌肯定比一般舞者扎实 劲爆的音乐 专业的舞技 加上妖娆的表情 寻常的椅子 被秦文捂出了花样 成为他拿捏台下观众的武器 赵冲转过头来 怪异地看他 老顾 你可别告诉我 你后悔了 顾承黑线 朝他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我是舔狗受灭狂 秦文再漂亮 再有实力 也无法掩盖他不安分的事实 又不是绿帽上瘾 顾承疯了 才会想跟秦文再有交集 一转头 却见苏七竖着耳朵偷听 被抓包的苏七 对他眨眨信念 淡定地转过头去 顾承 秦文之后就轮到几凌晨上台 最后 就是顾承压轴 舞蹈还没看完 方静就特地找了过来 顾承 准备到你上场了 你该去后台准备了 顾承点头 谢谢方老师 我这就去 摸摸顾安然的头 顾承温声叮嘱 你跟姐姐坐在这里等我 顾安然轻恩一声 高举粉嫩娇拳 舅舅 加油哦 赵冲 老顾 你可以的 苏七看着顾承目光炯炯 无声的鼓励 顾承轻轻点头 起身跟着方静 朝后台走去 冯娇在后台焦急叛守 看见顾承后 总算舒了口气 顾承你总算来了 除了钢琴外 你上台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顾承摇头 就一个大荧幕 我已经让周也帮忙准备好了 原创首发 有歌词跟没有歌词 观赏体验会大有不同 之前在苏七的演唱会上 顾承是临时上台 准备太过仓促 这一次 他利用仅有的时间 特意去拍摄了贴合主题的视频 MV 让擅长电脑的周也剪辑 并标注了歌词 冯娇拍拍顾承的肩膀 语重心肠 顾承 你也知道 这次压轴得来不易 我跟方老师对你寄予厚望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顾承郑重点头 我知道了 谢谢冯主任和方老师 另一边 音乐开始加快节奏 秦文的舞蹈进入尾声 烟花沿着舞台绽放 秦文的大长腿 乘M自行分开 垮坐在椅子上摆头甩发 随即起身绕着椅子性感 扭动一圈 最后椅子利落一转 秦文利落转身 又被坐回椅子上 留下令人遐想的背影 哇 性感 好看 要命 再来一遍 台下一片狼嚎 口哨声此起彼伏 秦文最后抛了个魅惑的眼神 才鞠躬下台 冯娇笑着上台 掌声感谢秦文热情的椅子舞 我们曾指点江山 风流千古铜 我们曾写一青春 千里蝉娟贡 任时光化病如霜 只剩你我的青春天下无霜 接下来有请几凌晨 献唱我的青春 让我们的青春在今夜尽情绽放 冯娇话音未落 台下就疯狂呐喊 几凌晨的应援灯牌 以及专属横幅布满半个球场 几凌晨 几凌晨舞台的烟花一路绽放 七彩的聚光灯照亮整个舞台 几凌晨一身潮浮 犹如王子般闪亮灯台 天 哥哥好帅 不行 我要昏迷了 几凌晨 我爱你 粉丝尖叫连连 气氛犹如被点爆一般 震撼无比 青春动感的音乐响起 几凌晨一边唱 一边跟着音乐节奏舞动 故承透过后台 观察几凌晨的唱跳 毕竟拿过冠军 几凌晨的嗓音还是非常不错的 唱功也全程在线 舞蹈没什么技术难度 算是重归重矩 歌曲的话 旋律非常上头 歌词朗朗上口 普通人即便只听过一遍 都能随口跟着哼上几句 典型的流量歌曲 但依旧迷得台下女生 无法自拔 尖叫连连 哥哥最棒 几凌晨 我爱你 几凌晨 我们永远支持你 在不舍的欢呼中 几凌晨鞠躬下台 灯光变暗 工作人员有条不紊的整理舞台 冯娇再次走到台前 谢谢几凌晨的精彩唱跳 青春是本仓促的书 转眼我们就要各奔东西 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 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 折一朵凤凰花 别在金上马 把我的思念带走 陪你一去千里 接下来请欣赏 音乐系顾成原创的压轴曲目 凤凰花开的路口 后台 顾成目不斜视 与下台的几凌晨错失而拱 顾成脚步没有停留 几凌晨却在原地顿下脚步 眯着眼看他的背影 经纪人赵青拿着矿泉水走过来 地水的间隙 赵青低语 都安排好了 几凌晨轻恩一声 捏紧矿泉水瓶 笑得意味深长 灯光汇聚 一架黑色钢琴出现在舞台中央 万众瞩目中 一个奇场挺拔的身影 缓缓走向舞台 与之前所有人不同 他没有华丽的舞台服 穿的只是简单的白衬衫 以及牛仔裤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干净 儒雅的气质 顾成出场后 台下两极分化 支持几凌晨的观众 不是沉默 就是虚声一片 喜欢平凡之路的观众 又在全力为顾成呐喊助威 黑幕 黑幕 下台 下台 顾成加油 顾成加油 不管支持还是唱衰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顾成身上 顾成脸上平静无波 淡定的走到钢琴前 嘈杂声中 大荧幕突然亮起 熟悉的院校风景 满目流火的凤凰花 形形色色的教师学生 立即有人尖叫出声 天 这是我们学院 顾成把凤凰花 搬上舞台了 不对 这是四年前开学的画面 眼尖的学生认出 这是四年前九月的入学场景 整个球场骚动起来 在这个即将离别的时刻 在大荧幕看到美丽的学院 看到最初的相遇 是如此让人亲切 还有感伤 凤凰花 江城艺术学院的校花 在九月盛开 迎接着他们的到来 伴随着他们 在江城走过了四年 如今再次盛开 送他们离去 大荧幕再不断变化 一幕幕 一针针 视频里行人来来往往 洋溢着青春的笑脸 没有主角 却又都是主角 有女生已经双眼湿润 被感动到泪目 凤凰花太美了 一眨眼 四年就过去了 好怀念最初的美好 五舍不得离开 如果之前的舞台都是热情 现在的舞台就是催泪 顾成甚至还没开唱 就已经让台下观众感动 那些反对他的粉丝 也不知何时变得沉默 顾成低沉清澈的嗓音 泥南而出 七月流火 九月寿衣 凤凰花开两季 一季新生来 一季老生走 一首 凤凰花开的路口 给各位道别 此去愿诸君前程四景 成卓伟之才 顾成走到钢琴前坐下 古节分明的修长双手 落在黑白色的琴剑上 动人的旋律 倾泻而出 大荧幕上 凤凰花花开满地 鲜红似火 铺满一路 顾成的弹奏行云流水 画面赏兴悦目 台下观众议论纷纷 卧槽 顾成好帅 这钢琴得有十集了吧 出道吧 原地出道 就算不会唱歌 凭这张脸 也足以成为顶流了 顾成半壁着眼 记忆的闸门 如红流奔涌不息 这首 凤凰花开的路口 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 原唱 是林志炫 后背胡下带火 成为毕业典礼经典神曲之一 他的脑海里 其实有很多毕业歌曲 传唱度更广更红火 数不胜数 之所以选择凤凰花开的路口 除了应景外 还有偏爱 学院的凤凰花 跟记忆中的高中太过相似 顾成也曾有过青葱岁月 有群一起疯闹一起开黑 一起翘课 一起罚站的同学基友 最生梦死的那段黑暗日子里 他也曾想幻想 回到年少的那一天 穿洗的褪色的校服 约上三无好友 一起漫步在凤凰幕下 有些景色和记忆拼在一起的时候 会变得完整 顾成深吸口气 带着怀念的情绪 唱出第一句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 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 动人的旋律 贴切应景的歌词 再加上顾成清澈的嗓音 还有温暖沉稳的唱腔 瞬间惊艳全场 莫名感动 太好听了 这是现场还是CD 赵冲崇拜地看着顾成 卧槽 老顾深藏不露啊 唱得太好听了 苏琪点头 确实不错 他听过很多歌手现场 顾成的life 非常能打 完全不输专业歌手 是那种给他一个话筒 就可以在舞台上发光的人 签约顾成 真是明智之举 染红的山坡到别的路口 青春带走了什么 留下了什么 剩一片感动在心窝 苏琪支着下巴 凝望顾成 专注的男人 总是特别容易让人着迷 聚光灯下 顾成的指尖 在钢琴上灵活舞动 那专注演唱的侧脸轮廓 看起来是如此的迷人帅气 苏琪顺光闪亮 心跳不自觉加速 演唱还在继续 主歌第一段结束后 顾成刚准备唱副歌的时候 钢琴却突然消音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没声望 台下观众一脸狐疑 面面相去 冯娇脸色骤然下沉 立马跑去后台查看情况 赵冲气的直接骂娘 操 怎么搞的 是音响出问题了吗 前面音响一直都好好的 怎么到了顾成却出现问题 这意外来得实在太凑巧了 苏琪皱眉 担忧地看向顾成 据他所知 顾成的舞台经验并不多 突如其来的舞台事故 一个处理不好 演出直接整段垮掉 钢琴消音的那一刻 顾成就意识到音响故障了 如果他是个舞台小白 或许会不知所措 但顾成却是个专业的歌手 没有伴奏 并不影响他的发挥 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朝舞台下的同时继续演唱 时光的河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哪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清唱 台下众人先是带住 反应过来后当即头皮发麻 只觉得顾成的声音 宛如天类一般 抓耳的不行 有观众放声尖叫 卧槽 清唱 这就场太牛X了 这唱功稳如老狗啊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台下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艺术生 对于舞台表演再熟悉不过 即便有功底在身 现场清唱 也非常容易暴露自身缺点 是最容易翻车的行为 可是顾成嗓音清澈中略带雌性 演唱时几乎听不到唤气声 唱功堪称稳如CD 完美拿捏了台下观众 仅仅是最普通的话筒 简陋的毕业舞台 却硬生生唱出了演唱会的气势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视听盛宴 在众人的诧异中 顾成直接走下台 和台下的观众近距离接触 并抬手挥舞 带动现场气氛 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 苏七凝望着顾成眼里满满的惊喜 作为歌手 难免会在舞台遇到突发情况 纠结原因没用 如何救场才是关键 这个时候 最考验歌手的应变能力 顾成表现得很好 不仅镇定的清唱救场 还直接走下舞台与观众互动 完美衔接 表现完美 单论这救场能力 顾成已经吊打无数鲜肉歌手 时光的河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哪个港口 观众纷纷动容 绽放的凤凰花 热情的青春年华 花开 人散 成一叫 彼时 此刻 此清静 这手 凤凰花开的路口 真的太应景了 不少女生感动泪目 没有准备荧光棒 但是观众有双手 他们举起双手 跟着顾成挥舞 无声地为他加油 从最开始的一个两个 到后来一片两片 几凌晨的横幅 不知何时已悄悄撤下 取而代之的 是汇聚成片的人手波浪 此刻的顾成光芒万丈 犹如天选之子 牢牢地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几凌晨在后台 气得银牙 都要咬碎了 没想到这样的舞台事故 顾成却轻松化解 不仅没有毁了演出 反而成就了他的舞台 不管几凌晨如何气得跳脚 演唱依旧还在继续 几度花开花落 有时快乐 有时落寞 王思年双手交握 视线紧紧锁住顾成 他原本以为顾成会唱 《平凡之路》 但没想到 又是一首原创 歌曲刚开始时 顾成声音干净清澈 有青春少年感 中间部分又多了一些浑厚 像是岁月沉淀后的感悟 接独白的首剧感情 处理得很自然 有了伪生处别离 和思念的忧伤 现场音准 曲调顾成都把握得极好 原本离别的伤感 在顾成的演绎下 多了几分治愈 或许有人会觉得 这首歌歌词平淡 只单续情没有事件 但王思年并不这么认为 大象无声 大应牺牲 歌曲是为情绪服务的 好的歌曲会直击心灵 这首歌传达的 就是一种情绪 一种意想 凤凰花开的路口 这首歌 在江城艺术学院的 毕业舞台响起 再应景不过 顾成穿过人群 看着一个或熟悉 或陌生的面孔 双顺宛如深海 时光的河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哪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有一个 凤凰花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给我最珍惜的朋友 一曲唱吧 顾成又重新回到舞台 大萤幕此刻不再跳动 只留下满目祝福 顾成弯腰 鞠躬致谢 谢谢大家 众人如梦初醒 几秒后 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众人疯狂地喊安可 凤凰花开两季 一记初遇 一记离别 感谢顾成带来的毕业祝福 冯娇手举话筒上台 对台下观众致歉 非常抱歉 刚才音响出现了一些故障 导致刚才的表演 出现了一些小小瑕疵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同我们的青春 总是留有遗憾 却不是美好 冯娇转头望向顾成 发出真挚诚恳的邀请 顾成 音响刚才已经修复 观众还意犹未尽 要不再来一曲吧 让我们的青春 少一些遗憾 冯主任说得好 再来一曲 安可 安可 台下立马热情附和 现场气氛高涨 放眼望去 整个球场震臂齐喊 他们的动作整齐华一 都在期待顾成的表演 起风了 夏日微风破开了天上浓云 却吹不散观众的热情 顾成动容 心底一股莫名的情绪 翻涌而上 他想起了前世 想起那个一八年的夏天 想起那些歌迷 为他点亮的那片红色灯海 见不到了吧 那些默默支持自己的粉丝 回不去了吧 那些青春 灿烂的美好时光 兜兜转转 岁月沧桑 顾成最终还是在意识 用另一个身份 再次走上舞台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我就再唱一首 起风了 冯娇眼前一亮 笑着鼓掌 掌声欢迎 顾成为我们演唱 起风了 台下瞬间沸腾 掌声雷鸣 无狐 漂亮 又是原创吗 哥们有点东西啊 这兄弟能处 有歌是真唱 顾成重新走回钢琴处 落座的那一刻 掌声停歇 台下默契地安静下来 这首歌原版 是高桥游演唱的日语歌 《诗醋》 国语改编成 起风了 顾成演唱的是 买辣椒也用卷演唱 米果填词的最初版本 顾成深吸口气 开始弹响前奏 恍若清风起 清澈干净的嗓音在舞台再次响起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空灵 顾成的声音犹如天籁 直击灵魂 无数观众站立 鸡皮疙瘩都被他唱起来了 卧槽 唱功他好了 顾成太帅了 爱死他了 这唱功 简直是把小鲜肉 按在地上摩擦 忍不住了 我要黑转粉 出走半生 顾成归来仍是少年 他的歌声就像春风细雨 让那些尘风在心底的种种逐渐浮现 记忆里模糊的面孔慢慢开始清晰 属于青春的记忆 在顾成的歌声中被唤醒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给听灌口水歌的观众 来了一场震撼系列 即便是特地来为几凌晨应援的粉丝 也纷纷被顾成的演唱折服 看着天边四在眼前 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他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间 万般流连 翻过岁月不同侧脸 错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 拔高的笑颜 轻而易举 就把观众带入歌曲的意境当中 赵冲眼中泛起一丝泪光 激动到 老顾这家伙 天生就是歌手的料子 唱得真的太TM好听了 这首歌 他越听越喜欢 越听越感动 还未离开 赵冲就已经开始怀念校园的生活 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 顾成微扬下巴 将胸腔酝酿的各种情绪 透过歌曲宣泄而出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其中梦话 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 也曾指尖弹出圣下 轰 抓耳 顾成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 而且 Life真的非常稳 气息浑厚绵长 没有半点断气声 而且 歌词不仅意境为美 且内涵深远 直击观众内心深处 引起台下共鸣 无数观众头皮发麻 纷纷泪目 太好听了 绷不住了 破防了 感动 泪目了 眼睛进砖头了 观众再次挥手 为顾成摇摆加油 整个球场都在为顾成手浪应援 动作整齐滑衣 苏七望着顾成 双眼泛光 严格来说 他和顾成相识不到一周 从演唱会上最初的经验 到后来合作的震撼 再到今天的习以为常 没错 习以为常 没办法 顾成太专业了 先不论顾成的创作能力 单论这精湛的唱功 顾成就足以傲视乐坛 虽然顾成演唱看起来游刃有余 但苏七非常清楚 这首歌演唱难度不小 好比刚才这一段副歌 若是没有强大的气息 演唱时很容易上气不接下气 这首歌 普通歌手光唱就又难又累 而顾成边弹琴边演唱 难度升级可不止一个级别 一心二用 还能四平八稳 足以验证他实力有多强悍 苏七暗叹 顾成若只做幕后 真的是乐坛的损失 演出还在继续 来到了高能明场面 晚风吹起你并肩的白发 抚平回忆留下的疤 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声花 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 走进床头藏起的画 画中的你低着头说话 真假音随意切换 顾成的演唱行云流水 信手拈来 卧槽 这唱得太好了 这唱腔不敢置信 贵了 我决定了 以后只粉顾成 王思年眼眶泛红 真的被顾成震撼了 如果说凤凰花开的路口 是秦怀 啊 起风了 就是故事 每一句歌词 都充满了画面感 就像再听一个人 在风中讲他的故事 关于过去 关于梦想 关于那个难忘的夏天 听到最后 你会发觉自己 似乎已成为曲中人 王思年握紧拳头 心潮澎湃 宝藏歌手 妥妥的宝藏歌手 王思年在娱乐圈 扑爬打滚十几年 见过无数的天王天后 顾成是他第一个 打心底敬佩的年轻歌手 除了王思年 还有一个人同样震撼 那就是后台的几凌晨 赵青诧意感叹 没想到这个顾成 居然这么厉害 几凌晨神色复杂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是顾成确实比他厉害 平凡之路就不提了 起风了 这首歌 各方面都非常均衡 无论是曲子 唱功 咬字 或者是编曲 音色和歌词 都非常优秀 若是正规发行 绝对是霸榜全网的神级存在 只可惜 这样优秀的人 不是他的朋友 而是他的对手 估计 合作什么的 是别想指望了 几凌晨苦笑 偏偏一切都是 自己造的 歌曲渐渐进入尾声 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 连同指尖弹出的剩下 心之所动 就随风去了 以爱之名 你还愿意吗 歌曲结束 台下依旧沉浸在歌曲当中 现场是久久的沉寂 直到第一声掌声响起后 像是连锁反应般 掌声如浪潮般响起 持续不停 太好听了 再来一遍 呜不舍 台下观众依旧意犹未尽 他们太感动了 顾承起身 弯腰朝台下鞠躬 感谢大家厚爱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顾承在此 祝你们前程似锦 梦想成真 毕业演出已经结束 但是台下的人 久久不愿意离去 他们把手中刚刚拍摄的视频 上传到社交平台 并留下了他们青春寄语 我的青春结束了 和他一起穿过校服 也算穿过情侣装了吧 以前嫌弃校服老土 现在还想再穿一次 没有人永远17岁 但永远有人17岁 头发留长需要三年 简短却只需三秒 毕业领证没哭 回忆却红了眼 起风了 这首歌 真的承载了许多人的美好与快乐 是人们对救时光的怀念和寄托 岁月的流逝 挥不去执着的梦 时光的飞驰 也带不走永恒的心 若他日再见 微凉晨光里 希望你依然笑得很甜蜜 顾承一下后台 周也就激动地迎上来 热情地抱住他 兄弟 你刚才太屌了 没想到你唱歌这么好听 简直吊打专业歌手 顾承谦虚淡笑 还好吧 方静拍拍顾承的肩 目光充满欣慰 顾承 老师没有看错你 你做得很棒 这个压轴舞台 来之不易 从顾承上台开始 方静就提着一口气 伴奏戛然而止的刹那 方静的心跳 也跟着停止了 好在顾承直接轻唱 凤凰花开的路口 不仅顺利扭转尴尬的局面 甚至还演唱了 起疯了 展现了神级毕业舞台 顾承笑笑 谢谢方老师 秦文在角落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 脚步几次肘躇 都没有勇气靠近 起疯了 这首歌 听在秦文耳中 有不一样的感觉 别人听着是怀念青春 秦文更多的是 回想当初自己和顾承走过的点点滴滴 明明是同一张脸 但记忆力那个温暖的男生 跟刚才台上光芒万丈的顾承早已天差地别 秦文亲手弄丢了 那个眼里都是自己的男生 后悔吗 自然有的 可是于事无补 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也要走完 保姆车已经在外等着了 最后看一眼顾承 秦文悄悄地离开后台 顾承甚至都没留意他的存在 周也 还得谢谢你帮我剪辑视频 嗨 都是兄弟 不过小事一桩 周也挠挠头 随后黑黑一笑 不过顾承 你他娘的真是个音乐天才 那两首歌 你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简直是惊为天人啊 一首接一首的神曲 顾承真的刷新了周也的认知 顾承哑然失笑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了 怎么没有 我在后台 听个头皮发麻 头盖骨差点没被你给震出来 说到这 周也得意一笑 哈哈 当初让你压咒 还有人说你没资格 现在证明 你压咒实至名归 有些人怕是脸都被打肿了吧 话落 他不忘挑衅地 看了角落的几灵尘一眼 几灵尘后背一绷 张嘴想说什么 瞥见顾承又强行忍了下去 赵青可没有这么好的忍性 即便几灵尘不如别人 也不是随便一个路人 都可以取笑的 他疼得站起来 怒斥道 你怎么说话的 凌晨好歹也是拿了金曲奖的 岂是你能嘲讽的 哟 还急眼了 比嗓门 周也可不带怕的 我再怎么样 也行为坦荡 不像有的人心胸狭窄 输了之后 背后搞小动作 赵青仿佛被戳中痛脚 怒斥道 说话之前 麻烦过过脑子 别逮着人 就张口乱废 周也冷横回队 他不是几灵尘粉丝吗 你敢说这件事 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顾承听了半天 总算抓住重点 周也 你刚才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影响故障 难道不是巧合吗 天底下 哪里有这么多巧合 周也转身 示意顾承看向角落 是有人故意为之制造故障 人已经抓到了 就在那里 顾承抬眼望去 一个女生抿着嘴 坐在角落 女生五官小巧 皮肤白净 长得还是很漂亮的 看见顾承投过来的视线 他半垂下头 顾承确信 自己并不认识他 你叫什么名字 灵音 影响真的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灵音抬头看一眼顾承 没有隐瞒 因为你抢了几灵尘的压轴 我气不过 想要给他出口气 方静叹口气 灵音 你知道这样做 有什么后果吗 灵音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但是仍旧嘴硬道 总之事情确实是我做的 有什么后果 我承担就是 方静眼见他仍不知悔改 忍不住呵斥道 承担 你知道这样做 有什么后果吗 轻则通报批评纪大过 重则退学 一听要退学 灵音再也绷不住了 眼泪夺眶而出 他一把抓住方静的衣服 对不起 方老师 我错了 我好不容易考上的学院 求求你 不要让我退学 方静恨铁不成钢 你现在跟我说 知道错了 你做的时候 怎么不多想想 灵音脸色发白 红着眼眶哀求道 顾承对不起 我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不是真心 想要毁坏毕业典里的 作为歌手 顾承对饭圈文化 还是了解的 大部分粉丝追星都很理智 正常就是打榜买砖 买买代言周边等等 但有些粉丝追星是比较封闭的 吵架撕逼是常试 甚至封批到绝试跳楼 不过灵音看起来丝丝闻闻的 怎么看也不像脑残粉 灵音 你说实话 是不是有人指使你 灵音文言一致 下意识看向赵青 赵青淡定地回望灵音 眼里有恃无恐 灵音脸色更白 眼神更显无助 众人自然没有错过这一幕 周也忍不住问 灵音你别被卖了 还替别人数钱 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己灵臣还是他的经纪人 没有证据 你就不要乱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 赵青看向灵音 暗含警告道 灵音 你想清楚了 我们到底有没有指使你 不管众人说什么 有个人一直置身事外 恍若事不关己 顾承看不下去了 己灵臣 不管是否有人指使灵音 归根到底 他都是因为你 才会犯错 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纪灵臣看向灵音 想说什么 却被赵青眼挤手快地打断 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又不是灵臣教唆的 你们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跟我们没有关系 说完 便催促着己灵臣离开 灵臣 你不是还有通告要赶吗 我们走吧 纪灵臣看一眼灵音 最后还是被赵青拽走了 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 己灵臣转头离开的刹那 灵音身上的戾气 一下就被抽干了 直接软倒在地 这就是他粉了三年的偶像 从他被抓到现在 一句话都不曾为他辩解求情 方静叹了口气 灵音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灵音苦笑一声 方老师 他们确实没有指使我 灵音从己灵臣参加 华夏新歌声时 就开始粉他了 甚至为他考了江城艺术学院 因为积极参加饭圈活动 他很快成为 季灵臣官方后援会的一个小头目 为了方便管理以及应援 赵青有一个微信小群 里面都是灵音 这样的粉头 下午 赵青在群里 发言说是 顾成抢了己灵臣的压轴 晚会有黑幕 季灵臣推了综艺回来现场 却被学院耍了什么的 作为学院的学生 灵音最初只是愤愤不平 并没有产生 破坏毕业典礼的想法 是赵青和季灵臣一唱一鹤 蛊惑他说 若是顾成当众出球 就可以帮季灵臣出一口恶气 鬼迷心窍之下 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事 之前赵青发消息 都是快速撤回 灵音现在也已经被踢出群 证据是一点都没有了 灵音深吸口气 诚恳道歉 顾成 对不起 差点毁了你的演出 顾成自然不会与他计较 他拍拍他的肩 灵音 追星可以 但要擦亮眼睛 不是所有的明星都值得追随 你爸妈养你这么大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要真为了个这样的人毁了 一点都不值得 灵音苦涩点头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因为灵音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 顾成也不打算追究灵音责任 最后灵音扣分记过处理 保留了他的学业 以及颜面 毕业演出上的经验表现 顾成俨然成为江城艺术学院之光 顾成走到哪都有人打招呼 顾学长加油 顾学长好帅 歌神再见 歌神 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到后来 过往的学生都称呼他为歌神 顾成纠正了几次 没有效果后 就随他们了 反正今夜过后 大家就各奔东西了 叫什么也都无所谓了 看见顾成一路迎着光走来 赵冲又开始戏精发作 接下来隆重欢迎 江城艺术学院的歌神闪亮登场 不光他自己耍宝 他还带着顾安然一起 顾成一脚扫过去 赵冲 你瞎凑热闹事就算了 别带坏安然 赵冲黑黑一笑 又舔着脸凑上去 老顾 你刚才的操作太骚了 简直是绣他妈给绣开门 绣到家了 我在台下 都被你感动哭了 顾成皱眉推开他 滚一边去 一声汗味 熏死了 顾安然咯咯地笑 眼里全是崇拜的小星星 舅舅 你刚才好帅 帅得发光 他招招手 让顾成低头 然后巴唧一声 在顾成脸上亲了一口 这是专属奖劣 顾成摸摸他的头 目光温柔 谢谢安然 你们都饿了吧 苏七总算找着机会插话 为了庆祝 你们毕业 老刘订了包厢 大家一起去吃个饭吧 赵冲和周也对视一眼 止不住地雀跃 我们也可以去 苏七笑着点头 都是朋友 自然一起 跟美女天后吃饭 用钱都买不到的机会 赵冲迫不及待到 那还等什么 赶紧走 小学店 一只玉手搭上顾成的肩 一个明媚的笑脸 从后面探出来 苏七抬眸看一眼顾成的肩 觉得上面涂得鲜红的指甲 莫名刺眼 顾成微微后退两步 林学姐 林慧如轻笑 狐狸眼笑开了花 小学店 你刚才唱得太好了 学姐好久没有听到 这么好听唯美的歌曲了 顾成谦虚一笑 林学姐你也不错 没想到你居然会想到 改编春梦歌 而且还大胆地融入戏曲 非常的新颖亮眼 得了顾成的肯定 林慧如的狐狸眼满足眯起 帮我改编的 就是学院王思年教授 他说我比较适合走中国风 这还是我第一次尝试转型呢 谢谢夸奖 乐坛流量泛滥 资本横行 为了生存 林慧如不可避免地 用性感博取眼球 以此获得流量 他一直在寻求转型 但是因为 没有合适的作品 所以成效不大 现在看见顾成 他觉得自己机会要来了 林慧如的视线 在几个人身上转一圈 看到包裹严实的苏七时 眼神一顿 觉得他的眉眼 莫名的熟悉 小学弟 这些都是你朋友 顾成点头 不着痕迹的转移话题 林学姐等一下 我们还有事 你找我有事吗 林慧如收回视线 小学弟 那两首歌都是你的原创吗 顾成淡淡道 我说是我朋友写的 你信吗 林慧如捂住嘴娇笑 无中生有 小学弟就别逗学姐了 言下之意是并不相信 时间很晚了 他直奔正题 小学弟 我找你是想跟一起合作 既然你们有事要忙 我们加个微信 改日再聊怎么样 顾成点头 掏出手机 跟林慧如互换了联系方式 那你们先忙 我先走了 林学姐再见 林慧如突然凑近顾成 吐气如蓝 小学弟 有空记得给学姐打电话 等你哦 顾成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林慧如已经娇笑着离开 走出机密后 他还回头 对顾成俏皮地眨眼 苏七抬眸看一眼顾成 撇嘴轻横 怎么 你也喜欢林慧如那种类型呢 听出苏七语气不对 顾成识相地转移话题 走吧 去吃饭 正要离开 一个记者带着摄像匆匆而至 顾成 等等 看见记者的刹那 苏七下意识地低头 顾成不动声色地站到他前面 挡住机位 不好意思 你们是 顾成 你好 我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李泽 顾成礼貌道 你好 李泽兴奋地看着顾成 敬佩道 顾成 你刚才的演唱真的太精彩了 可以占用你一些时间 接受一下采访吗 顾成偏眼摄像头 委婉拒绝 对不起 你们来的时机有点不凑巧 我跟朋友还有集市 所以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不好意思 李泽愣在原地 笑容卡在脸上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会被拒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人的背影走远 李泽 我们还追不追 人家都拒绝了 还追什么 不知道天才都有些小个性吗 李泽瞪他一眼 转身离开 先回车上 把今晚的演出的录像 都传回公司 让他们加紧赶制 用最快的速度 把视频整理发布到官网 李泽有预感 这场毕业演唱会 将会是毕业典礼的天花板 而顾成 也定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晚上十点 短视频平台 再次炸开了锅 最开始是学院的学生 把顾成的演出视频 发布到各大社交平台 一个穿着白T恤牛仔裤的青年 举着话筒 游走在毕业生唱歌的视频 时光的合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哪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温暖的嗓音 抓耳的轻唱 还有毕业生的万人手浪 瞬间就把人吸引住了 卧槽 这唱功吻啊 还他喵是轻唱 贵了 简直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这life太绝了 再往下刷 还是那个男生 这回是他编弹钢琴编演唱的视频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其中梦话 不得真假不做挣扎 清澈雌性的嗓音 空灵的演唱 让所有网友为之一阵 继续往下听 真假音的灵活转换 还有唯美的歌词 直击灵魂 这是哪个明星 唱功也太逆天了吧 知道的说这是毕业典礼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在录制招生简章 这操作太秀了 小哥哥好帅 原来唱歌真的能令人耳朵怀孕 这不是故城吗 在苏七演唱会上唱 平凡之路的那个幸运观众 天后苏七 卧槽 是我断网吗 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平凡之路 还在反复循环 又出新座了 原地出道吧 有一说一 唱得不怎么样 我也就看了一遍 狗头 正值毕业季 凤凰花的路口 起封了都是十分应景的歌曲 故城的音色出众 唱功又精湛 加上走心的旋律 和催泪的歌词 瞬间就勾起所有人的青春记忆 网友们绷不住 直接破防了 点赞转发的同时 不忘在视频底下留言 回忆青春 凤凰花开两季 一记新生来 一记老生走怀念那年的青葱年少 时光的合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听到这真的类目 以前总说毕业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 下大的朋友 你们还好吗 爱意随风起 风止意难平 我想带你回到那个夏天 稚嫩的笑脸定格时间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 李小玲 你离开七年了 我还在原地等你知道吗 起风了 听这首歌 心里空落落的 忍不救助热泪盈眶 403寝室的兄弟们 我想你们了 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 连同指尖弹出的剩下 心之所动 就随风去了 以爱之名 你还愿意吗 各大平台纷纷刮起了青春狂潮 短视频还在沸腾 微博又掀起巨浪 先是江城艺术学院官博 截取故称压轴表演的高清视频 发布到微博宣传 无常如风起 人生不可泣 祝福所有毕业生 一路顺风 前程似锦 这条微博已经发布 先后被王思年 林慧如等明星转发 紧接着江城电视台 趁热打铁 迅速将江城艺术学院 毕业典礼的高清视频 以毕业典礼天花板的标题 发布到官网 点击量狂飙 直接打破记录 随着视频的广泛流传 还有微博大力推广下 顾成的话题再度疯狂暴涨 直接空降热搜 前一天 苏七工作室成立 新人望川加盟 合作新专辑的消息 本就还在热搜挂着 顾成的热度一起 之前他在苏七演唱会唱歌的视频 又被网友挖出来 疯狂传播 顾成 苏七 江城艺术学院 与顾成有关的话题 一时间 全网都是顾成 刘洪光订的是 江城小肥养火锅店 特意订了大包间 不仅空间大幅好 而且隐私性很强 顾成他们赶到的时候 锅底都已经烧开了 各种新鲜食材摆得满满当当 菜我都点好了 就等你们了 谢谢刘介 顾成替他们相互引荐 刘介 这两个是我同学 赵冲和周也 以刘洪光对顾成的了解 能被他带来饭局的 想必关系是不错的 所以他态度谦和 主动伸手招呼 你们好 我是苏七的经纪人刘洪光 周也和赵冲 有些受宠若惊 忙不迭弯腰伸手回握 刘介您好 顾成给顾安然系上小围裙 招呼他们坐下 你们随便坐 刘介人很好的 你们不用客气 刘洪光笑着点头 顾成说的对 他的同学就是我的朋友 你们不用拘谨 想吃什么随便点 刘介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赵冲和周也对视一眼 挨着顾成一起坐下了 顾安然早就饿坏了 眼巴巴地望着翻滚的鸳鸯锅 苏七看得好笑 安然 想吃什么跟姐姐说 姐姐给你烫 顾安然眼睛一亮 指着丸子脆生生道 七姐姐 我要吃肉丸和虾滑 苏七把甜点推到顾安然面前 我帮你烫着 你先吃点甜品垫垫胃 忙活到现在 大家都饿了 顾成贴心地帮苏七准备了料碗 苏七给你 这碗没放香菜 嗯 谢谢 苏七露齿一笑 然后帮顾成加了份千层肚 这里的千层肚不错 口感脆嫩非常新鲜 是吗 我尝尝看 两个人动作熟悉自然 恍若情侣 赵冲眼神古怪 视线在他们之前来回切换 他没记错的话 顾成和苏七在演唱是第一次认识吧 这才认识几天 就这么熟悉了 赵冲倾咳两声 忍不住八卦 老顾 你和苏七到底是什么关系 到这个地步 顾成不打算再隐瞒 他抽了张纸 帮安然擦掉嘴角的番茄红牛 然后才转头解释 我之前不是和你们说 已经签约公司准备去帝都发展吗 我就是签约了苏七的工作室 赵冲倒吸口气 老顾 这么说 那个望川就是你 顾成淡淡点头 嗯 是我 赵冲和周也对视一眼 眼里同样的震惊 没想到顾成这个闷葫芦 居然不动声色的 就签约了天后工作室 不过转念一想 又仿佛在情理之中 因为顾成实在太有才华了 长得帅会创作 唱功又好 随便唱首歌都能乍场 天生就是当歌手天王的料 说到创作 赵冲眯起眼 想起一件事 老顾 苏七新专辑的主打歌 隐形的翅膀 也是你写的 平凡之路 隐形的翅膀 再加上刚才演唱的 凤凰花开的路口 呵 起疯了 你什么时候创作了这么多首歌 顾成还没回答 刘洪光就听出不对 等等 刘洪光放下酒杯 顾成 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 不是唱平凡之路吗 顾成一顿 刘介 对不起 下次 我会提前跟你说一声 他没好意思说 自己压根忘记 有经纪人这回事了 刘洪光 唱了两首 都是你的原创 顾成轻轻点头 嗯 不管谁问作品来源 顾成都不打算找借口搪塞 一律都说是自己原创 毕竟这些作品真正的作者 并不在这个世界 他也没办法凭空 变出这些人来 顾成早就想好了 他打算等所有事业上轨道后 拿出一部分版权费 以原创作者的名义 捐献给国家药学研究 或者是科研机构 另外再拿出一部分版权费 成立慈善基金会 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算是回馈社会吧 刘洪光 苏七 你们有没有录制视频 苏七一汉摇头 顾成唱得太好了 我光顾着欣赏了 我们没录制 但是很多同学都录制了 我翻翻朋友圈 赵冲拿出手机 打算翻朋友圈 结果视频还没翻到 先翻出了热搜截图 赵冲蹭地一下站起来 激动到 卧槽 顾成 你又他妈上热搜了 你看错了吧 热搜也需要过程 这毕业典礼刚结束才多久 顾成并不相信 悠哉地下了一份M12和牛 周夜 赵冲 热搜是什么 赵冲还处于震惊中 太多了 你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刘洪光一听就坐不住了 赶紧拿出手机上网查询 锦号毕业季歌神顾成 锦号 锦号顾成和苏七之间的秘密 锦号 锦号毕业神曲 启封了 锦号 锦号江城艺术学院毕业典礼 锦号 热搜前十 全部都是与顾成有关的话题 直接霸榜热搜 刘洪光点进江城艺术学院的官博 置顶微博 就是顾成的演唱视频 一个长达十几分钟的视频 又到凤凰花躲开的路口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好朋友 顾成一开口 刘洪光直接被惊艳了 尤其是副歌开始后的清唱 那精湛的唱功 稳健的台风 直接让刘洪光虎屈一阵 在娱乐圈这么久 清唱水平达到顾成这种级别的歌手 刘洪光认识的不超过十个 显然不止他一个人如此认为 一曲弊 掌声雷鸣 观众意犹未尽 疯狂安可 顾成盛情难却 又唱了一首 然后又是一个惊艳的开头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其中梦话 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 也曾指尖弹出盛下 心之所动 且就随缘去吧 极具穿透力的演唱 真假因灵活切换 丝滑顺畅 还有富有意境的动人歌词 直击刘洪光的灵魂 音乐就是这样 拥有无穷的魅力 一段旋律 几句歌词 就能让人产生心与心的共鸣 刘洪光想起了 那个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 他曾经爱上一匹爱笑的野马 可惜他的家里却没有草原 直到歌曲结束 他还沉浸在歌曲当中 半想后 刘洪光望着顾成 眼眶发红声音哽咽 顾成 这就是你在毕业舞台演唱的歌曲 顾成点头 嗯 刘洪光认真地望着他 眼神诚恳而真挚 顾成 出道吧 顾成顿住 刘记 我不是跟你们签约了吗 刘洪光摇头 不 我指的不是幕后 顾成 你天生就是为舞台而生 要是指做幕后 将是乐坛的损失 刘洪光虽然认识顾成不久 但顾成却是他见过最厉害的灵魂歌手 不是无病身影 不是粗糙烂制 而是实打实的音乐 他的每一首作品 都能直击人的内心 传达不一样的思想 如今欧美音乐市场风头正盛 日寒流疯狂清洗 华语乐坛在双面夹击下 日渐衰落 乐坛需要一个真正的领军人物 顾成的长相 唱功 气质 以及才华 样样皆是极品 苏七说的对 顾成是那个最可能引领华流的人选 若他只在幕后 能不能撑起乐坛都是未知数 更别提和日寒流 乃至欧美音乐对抗 我跟老流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第一次看你唱歌 就知道 你是舞台上的王者 顾成 你拿起话筒时 跟现在判若两人 想必你也跟我一样 享受舞台吧 苏七声音很温柔 但每一个字 都敲击着顾成的内心 顾成无法反驳 他确实享受舞台 在舞台上 心脏蓬勃跳动的感觉 无可取代 见顾成沉默 苏七又轻轻地添了一句 顾成 其实你现在坐台前幕后都没区别了 网友把你跟望川联系在一起了 顾成愣住 皱眉道 网上不是谣言乱飞吗 怎么又联系在一起了 苏七信眼轻眨 笑意盎然 你这次是空降热搜 仅用了一个小时不到 就霸榜了热搜 热度飙升得太快 粉丝成前起后 就把你跟望川联系在一起了 顾成无语 这些网友都是侦探出身吗 明明 昨天还是各种版本满天乱飞 今天一个个就福尔摩斯上线 赵冲拍拍顾成的肩 老顾 你要知道 实力不允许你低调啊 赵冲说得对 周爷点头附和 顾成 以你的才华 若只在幕后 岂不是暴殿天物 顾成满脸飞现 你们别捧杀 我不就唱了两首歌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离谱 这点刘洪光可不认同 顾成 你看有哪个歌手 能仅凭一个短视频 在没有营销的情况下 不到一小时 就图榜热搜吗 顾成 他哪知道网友这么给力 顾安然 从芒果冰沙里抬头 咬着勺子看向顾成 舅舅 你为什么不想出道 顾成叹口气 舅舅要是出道 就会有很多狗仔跟拍我们 你怕不怕 出乎意料的是 顾安然毫不犹豫地摇头了 安然不怕 顾成以为他不懂 给他分析事情的严重性 你去到哪里 都可能有摄像机跟拍 不管你做什么 都有人在看你 狗仔还会乱拍乱写 影响你的生活 这样你也不怕 拍就拍呗 又少不了一块肉 顾安然嘻嘻一笑 理所当然地回答 再说 不是有舅舅在吗 你肯定会保护我的 对不对 他年纪小 却很聪明 妈妈离开后 顾成一直尽心在照顾他 在顾安然眼里 顾成就像是歧视一样的存在 是不可能让他受伤的 顾成摸摸他的头 安然说得对 舅舅永远都会保护你 顾安然围台下巴 所以舅舅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好了 安然无所谓的 好孩子会说话 就多说点 刘洪光趁机蛊惑 安然宝贝 你觉得你舅舅在舞台上帅不帅 顾安然重重点头 舅舅在舞台上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会发光发亮 帅毕了 刘洪光斟酌了一下开口道 顾成 我知道你不喜欢麻烦 你要是愿意正常出道 我不会给你随便接通告 以及活动那些 你要是不想参加活动 公司也不会强制要求 所以 你依旧可以安心地做音乐 这些条款 我们可以加入合同里 至于安然你放心 我会像保护苏七一样 尽全力保护他的 苏七点头附和 顾成 但却很少受到媒体骚扰 所以 你可以放心地 把安然交给他照顾 而且 如果你实在无法适应台前 到时候 我们再退居幕后也不迟 虽然苏七话说得漂亮 但以顾成前世的经验来看 事情没有苏七说得那么轻松 要进娱乐圈 先过地狱观这句话 可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他还是拒绝了 刘洁 苏七 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赏识 但我目前还是不打算走到台前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苏七没指望 能凭借三言两语 就让顾成改变主意 所以他虽然可惜 也没有再多言 既然如此 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反正承诺随时有效 你要是改变主意 我们到时候再协商就是 顾成 谢谢 果真是油言不尽啊 刘洪光叹了口气 反正来日方长 他磨也得 把顾成这块骨头磨软 刘洪光站起来 举起手中的酒杯 今天是你们毕业的日子 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哎 我们一起干一杯 祝你们前程似锦 众人相视一笑 杯斩轻碰 干杯 一杯闷肚 顾成重新倒了一杯 他看向苏七 薄酒的韵染下 苏七面色飞红 眼眸在水晶灯的投射下 熠熠生辉 苏七 我能有今天 都离不开你的帮助 我敬你一杯 苏七展颜一笑 露出浅浅的梨窝 都是互助共赢 希望我们未来能共创月坛 引领花流 干杯 干杯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相互敬酒 酒过三巡 彼此之间就相互熟悉了 原本有些拘谨的赵冲和周也 也在几杯酒 下渡后放开了 对于大学的四年时光 赵冲非常珍惜 想到今日一别 之后就在南乡聚 不禁有些伤感 老姑要去帝都 周也要回老家开民宿 就只剩我了 故城轻拍他的肩 你不是打算进娱乐圈吗 到时候 家里的是安排妥当了 你可以去帝都找我 大红大紫 我不敢担保 但资源人脉那些 我会尽力帮你介绍的 刘洪光喝酒的动作一顿 上下打量赵冲 赵冲的外形在娱乐圈 其实挺有优势的 五官端正 眉目英气 要是进娱乐圈后 往证据方面发展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两三年就爆火了 他倾壳两声 赵冲 你打算进入娱乐圈 赵冲叹口气 实话实说 有这个打算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命 有没有考虑过 进娱乐圈往哪方面发展 赵冲挠挠头 我比较喜欢演戏 可能先去横电跑龙套试试 刘洪光和苏七对视一眼 合作多年 两人早已默契无间 只一个对视 苏七就知道 刘洪光脑海里打什么主意 工作室成立后 资源肯定源源不断 既然故城更倾向于幕后 那资源便宜他人 还不如拿来再扶持另一个新人 苏七笑了笑 赵冲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去帝都可以加入我的工作室 赵冲一愣 你们不是只专注音乐吗 别看赵冲也是音乐系的 但他在学院就是混日子的 跟顾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没有金刚钻 拿好意思懒瓷器活 谁说我们只做音乐 苏七轻笑 眉眼上调 我跟老刘商量过了 将来工作室的规模会扩大 还会进军影视 自媒体之类的 赵冲知道 这是个天大的机会 但他有自知之明 没底气沾顾城的光 所以虽然心动 他还是心痛拒绝 还是算了吧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没有演戏基础 还是先去跑龙套磨练演技再说 顾城一眼就看穿他的想法 赵冲 你该不会以为苏七牵你 是因为我吧 难道不是 赵冲反问 自然不是 刘洪光摇头 我们是觉得 你长相端正 适合出演正举 值得招募培养 赵冲还是将信将疑 真的 苏七肯定的点头 正所谓千脚千淡 娱乐圈如今清一色的小奶狗 所以 这两年郑小生的行情 可是很紧俏的 赵冲一拍大腿 好 就冲你们慧眼诗珠 我赵冲决定加入你们 又挖掘了一块蒲玉 苏七心情爽利 那就这么敲定了 具体的合约那些 等之后再细谈 赵冲爽快一笑 没问题 一日 睡梦中的顾城 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他迷糊地摸出手机按下接听 声音有些低雅 喂 你好 是顾城吗 顾城柔柔发沉的脑袋 冯主任 电话那头传来清脆的笑声 是我 都九点了 顾城你 怎么还没起 昨晚聚餐回来得太晚了 吃完火锅后 周也觉得散伙饭没有 KTV不尽兴 提议转场 苏七因为没去过KTV 比较感兴趣 大家也没意见 最后一拍即合 又转场到附近的KTV 一直疯完到两点 直到白嫖了一场 天后演唱会的周也 兴奋最倒才散场 顾城打了个喝歉 翻身爬起来 冯主任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你昨晚在毕业晚会上的演出 学院发到官博 引发了空前的反响 甚至被央视点名表扬 学院领导大为赞赏 冯娇的语气很兴奋 尤其是凤凰花开的路口 林校长觉得和学院非常贴切 所以想要这首歌 收入为学校的校歌 顾城原本还懵懂了意识 听到这番话后立即清醒 他深吸口气 开口确认 冯主任 你刚才是说 想要凤凰花开的路口 做校歌 是的 这是全校领导一致通过的决定 顾城眯起眼 所以 学院是想要这首歌的版权使用权 是的 不过你放心 这首歌 学院 只用作宣传 不会拿来上用 饮水思源 这个道理 顾城还是懂的 所以他爽快地硬承下来 版权没问题 学院可以免费使用 冯娇松了口气 还有一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 林校长那边 还希望有我和你一起演唱 然后在学院拍摄一个宣传的主题 MV 拍MV 顾城细想再了一下 只是帮拍宣传 MV 问题应该不大吧 这个也没问题 学院给我打歌 还能跟冯主任合唱 是顾城的荣幸 就你嘴甜 冯娇笑得欢快 那顾城 你明天还是什么时候过来 顾城想了一下 冯主任 我明天就要离开江城了 中午怎么样 苏七在江城已经担了几天了 帝都那边既要筹备新专辑 又要赶工作室 所以已经订好了晚上的机票 所以他时间不多 冯娇差一道 你要离开江城 是的 晚上的飞机 顾城补充道 趁现在学院还有学生没离校 可以找他们配合拍摄 这样进度也快一些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在学院等你 好的 我去了再电话联系你 挂断电话 顾城上网查询了一下 然后发现 全网都在回忆青春 随便点开一个社交平台 里面都能看到顾城弹唱的身影 各种与他有关的话题 已经在全网泛滥 因此经过一夜发酵 顾城的热度没降反升 尤其是央爸爸亲自下场 点赞 转发了江城艺术学院的官博 更是将热度推高了到顶峰 相见十男别一男 教室只剩桌一拳 青春有泪沫清潭 相依同窗水云间 劳燕分飞各东西 同窗豪有共北南 莫忘年少林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祝福所有毕业生们 前程似锦 一路顺风 官方下场支持 网络上立马掀起轩然大波 点赞 评论 转发 疯狂暴涨 卧槽 杨爸爸 居然转发了一个素人毕业视频 杨爸爸亲自点赞转发 排面 不愧是杨爸爸 莫忘年少林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说得太好了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言弃 不过这两首毕业歌曲 是真的好听 顾承继续往下浏览 发现还有不少音乐大V博主参与其中 热度最高的是博主南北投 他是经过微博官方验证的乐评博主 粉丝1600万家 多年来 他点评的歌曲都是长期霸占各大榜单的音乐作品 今天 他不仅亲自点赞转发了江城艺术学院的微博 还在微博发表长文字形 我是一名乐评人 我做互联网音乐已经15年了 我今天要说的话 可能会引起同乡的不满 但我昨晚煎熬了一宿 夜不能寐 最终还是决定把这段话发表出来 华夏其实一直都缺少客观公正的官方榜单 也缺乏严肃的乐评 大部分乐评人基本都是小心翼翼 拿钱办事 遇到金主一顿猛夸 只有水文没有乐评 包括撸主也时常收到一些资本约稿 为了恰犯生存 有时候不得不为心推荐一些流量歌曲 今天我给你们推荐这个音乐视频 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是我自己真心想要推荐给你们的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顾承他的唱功 想必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真的是个宝藏歌手 外表与内涵兼具 他创作的这三首歌曲 每一首都是精良的音乐作品 下面我分别点评三首歌 下文就是南北投用各种音乐角度 据分析点评顾承三首歌曲的长文 洋洋洒洒足足写了三千多字 顾承粗略看了一下 点评还是相对客观专业的 不仅优缺点都提了 后面重点说了 狭不掩蔽 三首歌都是他心目中神曲云云 顾承点开评论区 卧槽 南北投这是被盗号了吗 撸主这是蹭流量吗 小心被键盘侠攻击 只有我关注博主那句 拿钱办事吗 这么说 以前博主为我们的都是破音乐吗 从卢主发文到现在 不仅没翻车 反而涨粉十万 牛X 不管博主如何 歌确实是好听 作为江城艺术学院的学生 看在歌神顾承份上 我关注博主了 顾承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还未出道 就已经以这种方式在网络爆火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顾承已经全网刷屏 顾承想了想 给苏七去了的电话 估计苏七也是没起 电话快自动挂断了 他才睡眼朦胧地接起 喂 顾承 声音迷糊软糯 跟平日完全不同 顾承轻笑 我吵醒你了 苏七翻身打了个呵欠 睡衣顺着肩膀滑落 春光一片 没事 有什么事你说吧 顾承在脑海捋了一下思绪 刚才学院那边给我来了电话 他们打算用凤凰花开的路口 做毕业校歌 找我要版权使用权 我已经同意了 你说什么 苏七一咕噜坐起来 吃惊到 江城艺术学院 居然要用你的歌做校歌 至于这么吃惊吗 顾承拉开衣柜 拿出一套换洗衣服 对于这个结果 他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前世夏大就曾改编过 凤凰花开的路口 每个夏大学子 都对凤凰花格外的熟悉 苏七一顿 你打电话给我 就为了跟我说这件事 顾承摇头 我是想让你过来 帮我照顾一下安然 我等一下得去学院那边 帮忙录制MV 而且还要收拾行李之类的 时间比较紧 苏七一把掀开被子 把睡衣往上拢 那我这就过来 很快 电话被匆匆挂断 顾承摇头失笑 抱起衣服进浴室洗漱 十分钟后 顾承一身清爽地走出 开始整理行李 以后还会回来 所以他打算轻装上阵 衣服那些都没怎么带 更多是带一些 有纪念意义的 比如全家服之类的东西 等把东西装完 一个行李箱都塞不满 十点半了 该叫安然起床了 拧开房门 顾承就笑了 昨晚给安然开的定时空调 到这个点 已经自动关闭了 小丫头大概是太热了 被子被她 踢到了边上 露出来白花花的肚皮 加上睡得驼红的双颊 看起来像土拨鼠一样 分外可爱 顾承捡起被子 轻喊一句 安然 起床了 困 顾安然咕弄一声 翻过身又睡去 顾承轻拍她的肩膀 十点多了 等下你七姐姐要来了 七姐姐 顾安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舅舅 七姐姐等下要过来吗 顾承抱她起来 熟练地帮她梳头 舅舅等下要出去 所以叫她来照顾你 小丫头困顿地打喝浅 半眯着眼 任由顾承折腾 刚绑好头发 门铃就被暗响 顾安然的意识陡然清醒 是七姐姐来了 应该是她 顾承起身 你自己换衣服去洗漱 我去开门 门一打开 一大袋热气腾腾的早餐 就递到顾承面前 嗨 早上好 顾承抬眸 对上一张明媚笑颜 苏七织粉味诗 粉色的连身A字群 扎着高马尾 恍若林家女孩 你们还没吃早餐吧 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 我就在小区随便买了一点 这叫一点 那一大袋 都赶上四五个成年男子的分量了 顾承搓开身子 先进来吧 苏七把早餐拎到餐桌 左右环视一圈 安然呢 再洗漱 顾承关门跟进来 把行李箱推到角落 刚才在收拾行李 所以家里有点乱 你先坐 苏七提醒道 不用带什么东西 我家什么都有 要是缺什么 到时候再买就是 顾承动作一顿 差一道 你家 因为去得急 所以房子还没找好 所以他以为这段时间 会住宾馆 苏七把早餐分类拿出来摆好 我帝多的房子大 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我跟老刘商量过了 房子找好之前 不如你先跟我住 这样录制新专辑也方便 顾承神色古怪 你不怕狗仔 俗话说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媒体最擅长捕风捉影 胡编乱造 这要是被拍到点什么 顾承自己倒没所谓 苏七的名声可就毁了 苏七耸耸间 并不在意 我住的地方安保很严 狗仔进不去 而且 我当初买房时 特意买了两层 打通装成了富士 所以 有两个入户门 而且 你们也就只住几天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顾承还是觉得不妥 可是 苏七直接打断他 哎呀 行了 我都不介意 你介意什么 还是说 他微微侧头 眯着眼也遇到 你怕自己把持不住 会对我图谋不轨 顾承 我是这样的人吗 这可难说 苏七轻哼 下巴轻扬 毕竟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天天在你面前晃动呦 是男人都会动心的好不好 苏七视线下移 还是你 顾承黑线 把他塞到餐桌坐下 吃你的早餐吧 十一点半 等顾承赶到学院的时候 冯娇正在指挥摄影师 拍摄学生的MV 冯主任 冯娇抬手示意他等等 然后转身道 你们按照计划先拍 我们先去录音 顾承 冯主任 你等很久了吧 没有 为了加快进度 我们先拍学生的部分 冯娇清笑 顾承 你什么时候去帝多 晚上七点的飞机票 七点 加上感激的时间 那留给他们的时间 就不多了 冯娇一听就急了 连忙拉着顾承去录音棚 时间紧迫 那我们先抓紧时间录制 学校的录音棚 是毕业的前辈赞助的 不仅乐器齐全 而且设备精良 录制的过程 比想象中要顺利得多 顾承的唱功就不用说了 现场都能稳入泰山 录音棚无人干扰 发挥更是不在话下 而冯娇作为声乐老师 唱功也是不错的 两人虽然是头一次合作 但配合却十分默契 成品出来后 甚至不用修音 效果都非常好 不到两点 他们就录制出了一版满意的作品 然后又是马不停蹄地去拍摄MV 因为知道顾承改时间 每个人拍摄都很用心 拍摄过程中 NG的镜头趋值可数 三点半不到 拍摄顺利结束 众人簇拥着顾承鼓掌欢呼 顾学长 辛苦了 歌神辛苦了 顾承把吉他取下 还给后勤学生 谦虚笑道 大家都辛苦了 顾学长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对 合影 没问题 录制圆满完成 冯娇总算松了口气 顾承 谢谢你 冯主任客气了 等成片剪辑出来后 我再发到你邮箱 行 顾承点头 看了一下时间 时辰不早了 冯主任没什么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冯娇拍拍他的肩 提议道 要不然先吃个饭再回去 我请你 不了 顾承赶紧笑着拒绝 我等一下还要回去收拾行李 时间太紧了 等下次吧 下次学生亲自做东 请主任和方老师一起吃饭 那就一言为定 顾承往家赶的时候 赵冲和刘洪光正挤在他家的老沙发 看苏七教顾安然唱歌 苏七唱一句 安然就跟一句 一首歌交上两遍 他自己就能一字不落地唱出来 而且还唱得不错 刘洪光看得暗暗点头 小丫头音乐天赋不低 要是好好培养的话 将来的成就不见得比苏七低 门锁突然传来动静 几人回头一看 顾承已经提着钥匙进来 舅舅 你回来了 顾安然笑脸一扬 懂事地跑过去 把拖鞋递给他 顾承摸摸他的头 在家玩得开心吗 小丫头忙不迭点头 七姐姐刚才叫我唱歌 是吗 那你学的怎么样 顾安然黑黑一笑 羞涩中带着点小得意 七姐姐说我唱得很好听 我同意 赵冲作证 安然唱得比我强太多了 看见赵冲 顾承愣了一下 赵冲 你不是去送周也吗 怎么过来了 赵冲黑黑一笑 我把周也送上高铁就过来了 本来想看看 你这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结果到这一看 七姐他们都说是妥当了 顾承抱着安然 坐到沙发上 刘介 你也来了 酒店退了 我跟你们一起 赶集回帝都 刘洪光看着顾承 一脸关切 听说 你去学院录歌了 录得怎么样了 顾承点头 非常顺利 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冯主任说 剪辑好就发给我 没有意外的话 明天歌曲会发布到官网 明天 我去设置个微博提醒 赵冲点进微博 准备设置特别关注 却发现热搜排行突然变了 卧槽 老顾的榜一怎么被抢了 刘洪光文言立马坐直 我看看 微博点开 原本被顾承霸榜的热搜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江峰压到了下面 热搜前三都 换成了江峰的话题 锦号音乐重磅炸弹 江峰直播爆料 新专辑提前发布 锦号 锦号江峰新专辑 明日十二点 豆芽直播首发 锦号 锦号江峰豆芽直播 与粉丝连迈 谈及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 锦号 顾承侧头 有些疑惑 我没记错的话 江峰原定是月底发专辑吧 怎么突然提前了 刘洪光不屑地轻哼 八成是知道 苏七月底发专辑 害怕撞七 所以提前发布抢占先机 这一点 还真不是刘洪光吹牛 在乐坛 就没几个歌手 敢跟苏七同期发专辑 江峰虽然被粉丝和资本 捧上了天王 但其中 参加多少水分 圈内人都心照不宣 按刘洪光理解 江峰顶多算个伪天王 遇上苏七这种实力天后 自然是能避就避 苏七客观道 江峰的嗓音其实还不错 就是唱功的火候差点 要是好好训练 假日时日 成就也不会低 那也得他有时间训练才行 刘洪光不可置否 欢迎那边为了给江峰保持热度 全年无休止的接通告活动 人气倒是上去了 但是唱功还是原地踏步 他看向苏七 反正江峰提前发布也好 省得到时候撞七了 他那些喜地粉跑来碰瓷你 白惹一身心 江峰的粉丝真的是谁沾谁之道 不仅底线低 而且力气重 江峰早期曾公开 对苏七表现过好感 但苏七没回应 导致就被江粉黑了一年 现在还时不时能在苏七的微博底下 看见江峰水军在蹦达拉踩 所以 刘洪光对江峰是没什么好感的 赵冲对江峰的操作有些费解 刘继 江峰以前不都是在媒体宣发吗 这次为什么选择直播呢 刘洪光撑腿 变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这才细细给他分析 以前歌手宣发音乐的传统方式 就是媒体访谈 电台访谈 歌曲打榜 还有线下签售会 但现在是流媒体时代 直播作为新兴的社交工具 不仅互动性高 而且实时性以及话题性都不低 是年轻人的娱乐心宠 为了吸粉 顾粉 这两年 明星开始扎堆直播 江峰的受众年轻 选择直播平台首发新歌 应该是经过多方权衡的结果 顾诚有些好奇 江峰直播的数据怎么样 赵冲点进主页 实时热度第一 累计在线人数八百万加 点赞十万加 那这数据还不错吗 顾诚差一道 这样的直播人气 新专辑发售爆炸的可能性极高 赵冲嘿嘿一笑 刘继 到时候我们也要入住直播吗 刘洪光瞟了顾诚和苏七一眼 两个人都视若未见 你看 你觉得他们这种性子 可能去直播吗 苏七就已经够佛系了 没想到顾诚比他还要佛系 让顾诚去直播营销 讨好粉丝 刘洪光不敢奢望 顾诚愿意从幕后走向台前 刘洪光都烧向拜佛了 赵冲看着默契沉默的两人 低头继续往下刷微博 听说江峰这回一改之前的风格 主打歌走民谣风 还在直播间用手机发了三十秒的歌曲片段 民谣风 顾诚感兴趣的挑眉 赵冲 你看看有没有那三十秒的链接 我看看找到了 赵冲点开链接 把音量开到最大 音乐的第一小节出来后 这旋律 顾诚眉头紧锁 觉得有些不对劲 那这性子听完三十秒后 他终于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段旋律莫名熟悉 苏七沉着脸点头 向平凡之路 赵冲脱口而出 卧槽 这么说江峰他新歌抄袭故城 刘洪光黑脸 是否抄袭还未有定论 毕竟这只是片段 他之前以为江峰只是实力差点 如今怕是连人品都有问题 老刘说的对 这只是一小节 里面虽然有平凡之路的影子 但是明显魔改过 苏七对于抄袭之类的版权问题 再熟悉不过 以这一小节而言 顶多算是借鉴 谈不上抄袭 顾诚眉起眼 等明天作品出来了 就知道了 赵冲 你们不是还要赶机 打算几点出发 等一下我送你们 顾诚看了下时间 现在四点半 等一下收拾东西去吃个饭 然后直接赶往机场吧 几人对视一眼 都没有意见 收拾完所有的东西 赵冲提着垃圾往外走 我先把垃圾带下去 你们尽快 顾安然抱着笑脸兔 舅舅 这就要走了吗 他从出小到大都没有出过远门 出生起就在这个家 突然要离开了 内心极度不舍 苏七摸摸他的头 安慰道 安然 我们以后有空还可以回来的 顾安然看向顾诚 可以吗 顾诚点头 以后舅舅有空 就陪你回来 好 一言为定 顾安然吸吸鼻子 跑到客厅的小路贴纸出笔花了一下 115了 希望下次回来能到125 安然 你先跟七姐姐下去 舅舅再检查一遍 有没有遗落 苏七推着行李 安然走吧 嗯 顾安然点头 念念不舍地离开了 关好门窗 检查完所有东西 顾诚最后看一眼这个家 虽然他在这里 只短暂待了三个月 但是顾诚真的把这里 当作了自己的家 他知道清晨七点的阳光 会照到哪个角落 也知晓傍晚的落日余晖 极点铺满整个客厅 站在顾云的一向前 顾诚郑重许诺 姐姐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安然的 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有空了 我们再回来看你 轻看口气 顾诚转身推着行李离开 江城距离帝都 大概需要飞行四小时 飞机落地 已经接近凌晨了 总算回到帝都了 虽然帝都的空气不如江城 但是刘洪光却依旧怀念这里 顾诚环视一圈 帝都的机场跟前世不同 但是都是同样的豪华 出了VIP通道 早已有一辆保姆车在等候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快步上前 殷勤地接过他们的行李箱 七爷 刘继 刘继拍拍他肩膀 耗子 辛苦了 苏七主动介绍 顾诚 这是李耗 耗子 这是顾诚还有安然 李耗的年纪看起来跟顾诚差不了多少 瘦高瘦高的 肤色有些有黑 笑起来一口白牙 诚哥 你叫我耗子就行 以后有什么事情随便吩咐我 有召必应 顾诚松开行李 伸手问好 你好 诚哥客气了 我还是你粉丝呢 你那几首歌 我都听过了 话落 顺手拉过从顾诚的行李 顾诚忙到 我来就可以 李耗错开顾诚的手 利落地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诚哥 我是你助理 这些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你就别跟我争了 刘红光拍拍他的肩 上车吧 顾安然趴在窗外看夜景 眼睛眨都不眨 苏七轻笑 好看吗 顾安然用力点头 好看 五彩缤纷地像星星 好看的话 等姐姐有空了 带你慢慢看 苏七的房子位于帝都市中心 能在寸土寸金的帝都中心 拥有一套富士豪宅 苏七的身家有多好可想而知 刘红光跟苏七并不在一个小区 李耗把他们三个送到小区后 还要把刘红光送回家 老刘慢走 我们先回去啊 目送两人离开 苏七转身道 走吧 小区的安保确实很严 进出都要刷卡 保安看见苏七非常兴奋 苏小姐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苏七轻笑 中书 怎么又是你职业班 过两天就是白班了 中书乐呵呵一笑 探究的看向顾成和安然 苏小姐 这两位是 苏七简单介绍 他们都是我亲戚 在我这暂住些日子 顾安然嘴巴甜 脆声声地打招呼 中爷爷 晚上好 中书黑黑一乐 笑得红光满面 小妞儿真可爱 跟我家小女儿差不多 苏七 那我们先回去了 中书再见 看着他们的背影 中书眯起眼亲横 亲戚 这么有夫妻像 八成是男朋友 苏七的房子在顶层 到了 这里就是我的家 苏七打开灯 苏家的家 是现代化装修风格 典雅又不识情调 顾安然就像他好奇宝宝 左顾右盼 七姐姐 你家的房子好漂亮啊 我带你们看看 因为时间关系 苏七只是简单地 带他们参观了一下 房子是副室两层 二楼是生活区域 厨房 会客厅 卧室 以及客房都在上面 还有一个大大的露台 从露台往外眺望 帝都的夜景 尽收眼底 一楼是工作区域 有录音室 乐器室 还有一间打通的工作间 其中一面墙上 打了整排的石木玻璃柜 上面摆满了各种奖杯 华夏的音乐奖项 苏七这里都应有尽有 苏七倾笑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时间很晚了 安然 姐姐带你去房间休息 嗯 顾安然乖巧点头 然后看向顾成 舅舅 晚安 安然晚安 苏七从顾成手里 接过安然的行李 顾成你先慢慢看 我先把安然带去他的房间 顾成没有到处走动 在沙发上坐下后 他打开了手机 赵冲给他发了语音留言 老顾 到了给个信 等你 顾成简单地回了一句 谢谢 你平安到达 赵冲压根没睡 直接秒回了一串的好色表情 嘿嘿嘿 老顾 七姐的香菲怎么样 顾成 想知道 自己过来看 赵冲一叶 你等着 我现在就买机票 连夜杀过去 顾成无语 很晚了 赶紧睡吧 老顾等等 赵冲甩了几张超长的超话截图 老顾你牛皮大发了 粉丝们居然要重筹给你打歌 顾成点进去看了一下 他的演唱视频风靡全往后 积累了很多的路人粉 但因为视频都是现场版 有杂音干扰 粉丝们都觉得不够过瘾 于是超话上就有粉丝发起投票 说要让顾成出无损音质的版本 甚至掀起了众筹活动 因为是路人粉 所以给的钱数额都很少 但是你一毛 我一块的 居然也众筹了十几万 虽然这个钱 打歌的零头都不到 但是顾成心头还是有些感动 这让他想起前世的粉丝 顾成巅峰的时候 粉丝群也是很庞大的 每逢他生日或者出道纪念日 粉丝都会众筹资金 然后用他的名义做慈善 在他身陷舆浑浑噩噩的时候 也有粉丝私信给他加油打气 以至于顾成想起来都觉得温暖 苏七走过来 递给顾成一听汽水 家里只有这个了 你凑合着喝吧 顾成拉开拉环 谢谢 苏七把自己塞进贵妃位 扯过绒毛抱枕 脚丫子四亿的交叉伸展 顾成一顿 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这双狱卒还挺小巧粉嫩的 苏七灌了一口汽水 这么晚了 你在跟谁聊天呢 顾成眼瞼低垂 不着痕迹地收回视线 是赵冲 他说超话上有粉丝众筹 让我打个 苏七顿住 美目诧异 粉丝众筹 顾成点头 昨天上午开始的 现在已经众筹了十几万了 这么多了 人气挺高的吗 苏七看了一眼墙上的闹钟 一点多钟了 苏七打了个喝歉 起身道 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你房间 顾成点头 麻烦你了 苏七把他带到客房 今晚你住这间房 东西都是新的 你可以随便用 顾成环视一圈 这间房明显是次卧 不仅装修非常典雅 空间也不小 还有独立位语 苏七 谢谢你 谢什么 苏七轻扬下巴 开玩笑道 别忘了 我把你们带来这住 是为了方便压榨你 让你为我卖力 准备新专辑的 苏七大概不知道 能被他压榨 多少男人求之不得 顾成淡笑着转移话题 很晚了 明天还有的忙 早点休息吧 苏七转身回对面卧室 顾成 晚安 晚安 早上九点 主卧的半透明浴室里 雾气声腾 水声环绕 一道性感妖绕的丽莹 隐约可见 十分钟后 测了 浴室门被从里拉开 苏七搓着头发 赤足走出 水珠顺着精致的锁骨 一路往下 没入白色的玉京 消失不见 脱下玉京随手一扔 苏七进了衣帽间 玉手在一排排 精致靓丽丽的衣服上滑过 最终落到角落的休闲区域 挑了条白色衬衫 和牛仔短裤换上 他晃动着两条修长眉腿 打开房门 细微的动静 从厨房隐约传来 苏七嘴角轻勾 转过偌大的客厅 一个半开放式的大厨房 映入眼帘 长木方桌上 除了一束带着陈露的鲜花外 还有几道精美的早点 中式小笼包 排骨海鲜粥 以及西式的沙拉 三明治 还有羡慕的咖啡 以及一杯温牛奶 还有一个扎着围裙忙活的男人 苏小婉长腿交叠 已在门框上 注视着那个高大的身影 阳光从窗台温柔的倾泻进来 沐浴在晨光之下的顾成 显得格外的温柔 这一刻 苏七觉得 让助理把冰箱塞满 真的是个无比明智的决定 因为眼前的场景 真的该死得赏心悦目 身后的动静 自然瞒不过顾成 他把火调小 然后转身 两人四目相对 女人五官精致 性眼阴晕 又长又翘的睫毛忽闪之间 仿佛弥漫着水雾 看到他顶着一头湿发 顾成的眉头 积不可查地皱了皱 苏七迈不过来 率先打破沉默 顾成 你怎么起来这么早 习惯了 我看你冰箱有食材 就顺便做了点早餐 顾成的视线 落在他白的 发光的长腿上顿了顿 还有一个肥牛包就好了 要不你 先去把头发吹干 苏七伸手拿了个小笼包 我先尝一个 小笼包入口瞬间 温热的汁水在口腔爆开 然后就是肉馅的鲜美 在唇齿萦绕 苏七信念满足的咪起 这小笼包皮薄线大 真好吃 顾成还是看那头湿发不顺眼 苏七 早餐不会跑 你先去把头发擦干 这样披着容易感冒 苏七侧头怀疑地看他 小嘴嘟囔 我怎么感觉你跟老刘一样 多有点爱唠叨的呢 刘洪光就算了 毕竟当初苏七跟他的时候 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 他这又当爹又当妈的 自然就操心得多了些 可顾成才多少岁 比自己还小三岁 二十二岁就已经有老妈子的前置 未来堪忧 顾成被他看得满头黑线 你月底就要出专辑了 要是着凉了 进度不就当个了吗 行了行了我 现在就去吹干 苏七妥协转身 边走边小声嘟囔 也不知道你将来的女朋友 事情还是不幸 顾成哑然失笑 看砂锅的肥牛金针菇 已经炖好 他熄火 聚叫安然起床 等顾成带着安然回到餐厅 苏七已经在餐桌前 眼巴巴地等他们了 安然你们总算出来了 快来吃早餐 我快饿死了 今天顾安然扎了两条松花辫 还别了个精致的草莓发夹 一身泡泡绣公主裙 一如既往的可爱 他乖巧地问好 七姐姐 早上好 顾成把砂锅端上桌 你饿了可以先吃的 不用特地等我们 那不行 苏七坚决地摇头 你做饭这么辛苦 怎么能不等你 他得安然成了一碗粥 再说 我作为主人 让客人做早餐 已经招待不周了 要是再不等你们一起就餐 那得多失礼 顾成轻笑 你不嫌弃我乱动你东西就好 之所以起来 做早餐 并不是顾成狗腿 而是因为他觉得 在这白吃白住的 什么都不做 好像不太好 反正做饭 对如今的他而言 并不困难 就当是交租了 昨天我不是说过吗 在这里住不用客气 当自己家就好 苏七边吃边到 顾成看他吃得欢快 好吃吗 非常好吃 苏七毫不吝啬地夸奖 就凭你这手艺 即便将来不做歌手 做个厨师也饿不死 顾成 被顺得身心舒畅 喜欢你就多吃点 几人不再言语 开始埋头吃饭 十点半左右 刘洪光带着李萌上门 顾成 这是李萌 是苏七的生活助理 李萌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 天生婴儿肥 笑起来很有感染力 诚哥你好 叫我萌萌就可以 李萌花痴地望着顾成 满眼都是星星 跟苏七常年在娱乐圈游走 李萌这些年 其实早就见惯了帅哥美女 但顾成这种面相干净 淡不娘气 然后气质沉稳的李萌 一时间盯着顾成的神色 就有些失态 苏七冷不丁地开口 萌萌 口水擦擦 李萌下意识抬手 却什么都没有 反应过来后 他哀怨地望着苏七 七爷 你骗我 苏七没理他 看向顾成 工作室在招助理了 想找信得过的需要时间 在招到人前 我打算先让李萌照顾安然 你看怎么样 苏七的人 顾成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看着办就好 他低头跟安然戏声道 安然 叫姐姐 顾安然咧嘴一笑 笑容灿烂 萌萌姐好 哇 好卡娃阿姨 李萌心都被融化了 诚哥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麻烦你了 顾成看了一眼时间 摸摸安然的头 安然 你跟萌萌姐去玩 舅舅跟七姐姐 还有工作要谈 好 顾安然乖巧点头 苏七叮嘱李萌 萌萌 安然是第一次来帝都 你带他去外面逛逛吧 等两人离开 刘洪光打开iPad 江峰准备开始直播了 听说他的新砖急叫 不一样的我 主打歌叫 自由的风 由许半山操刀编曲填词 许半山 听到这个名字 苏七代梅下意识咒起 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顾成一时想不起来 许半山是谁 苏七眉眼不屑 许半山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早年靠抄袭起家 现在在欢意旗下 作为原创音乐人 苏七最讨厌抄袭 而许半山俨然一个超级缝合怪 欢意不仅将其纳入旗下 而且还大力推崇 所以 他对欢意一直都没有好感 刘洪光 11点了 直播开始了 三人坐在沙发上 一起看江峰直播 令固承诧异的是 江峰开局 居然在豆芽玩起了吃播 以直播吃火锅的方式 拉开宣发序幕 在吃播打歌的过程中 采访 互动点歌 抽奖送专辑 玩游戏等环节 江峰一个不辣 欢意旗下的明星 音乐人也陆续降临直播间 直播不到一小时 江峰的直播间在线点击 累计高达1100多万 占据豆芽直播小时榜 Top1 时时在线人数峰值超过30万 持续攀升的热度热度 也让江峰的相关话题 冲上微博时时热搜 井浩江峰新专辑 不一样的我 井浩 井浩江峰新歌 自由的风 井浩 井浩江峰直播吃火锅 井浩 井浩江峰抽奖送专辑 井浩 顾承和苏七的话题 都跌出了榜单前十 吃播和发歌 看似毫不相干 却在直播 预告 热搜之间被江峰串联在一起 顾承挑眉感慨 这江峰还挺会整活的吗 各种卑微文学 内卷等热门话题的快问快答 即兴环节 江峰都游刃有余 简直是趣味即兴脱口秀 整个直播间的气氛 都非常活跃 满屏都是巨额打赏 以及花式弹幕 最后不得不关闭弹窗实用 苏七不足为奇 江峰是综艺常客 经常活跃在各大电视台 凭借真人秀圈粉无数 所以又被戏称为综艺天王 刘洪光看得嘴角抽抽 则则则欢意这是有多宠江峰 这是拉了半个欢意来给他捧场 他刚才细数了一下 半小时的直播里 就出场了十多位一人 整这么大的阵仗 要是专辑不火 就搞笑了 苏七轻横 谁捧谁还不一定呢 互惠互利而已 主持人轩轩看了一下时间 家人们 距离十二点 仅剩二十分钟了 二十分钟后 江峰的新专辑 就要与粉丝见面了 江峰对着镜头比心 感谢大家观看江峰直播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音乐 谢谢 轩轩鼓掌 接下来 我们来和江峰聊聊 时下热门话题 江峰 最近网络上 有个叫故城的非常火 请问 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曲 江峰笑容不变 眼底却闪过不悦 如果不是正在直播 他肯定当场甩脸子 这个主持人太不专业了 怕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 江峰暗吸口气 随意找了个借口搪塞 我这个月 一直在忙新专辑的制作 所以没怎么关注外界的事 不了解的是 我不方便做评价 我们换个话题如何 虽然江峰没直接变脸 但他陡然变冷的气场 还是被轩轩察觉到了 他不知道 自己哪个点触犯了江峰 但他知道这个话题 不能继续下去了 所以他聪明地转移话题 既然如此 我们就聊聊新专辑的内容好了 轩轩满脸期待 江峰 你的新专辑 将会给粉丝们 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江峰换上和煦的笑容 眉飞色舞的介绍 我的新专辑主打民谣风 跟以往风格大相径庭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行这么大尝试 刘洪光眯起眼 没错过江峰刚才眼里的不悦 你们注意到没有 刚才主持人问他顾成时 江峰明显变脸了 顾成淡淡道 不奇怪吧 音乐宣发 自然不希望聊自己音乐意外的内容 实际上江峰没翻脸 已经算客气了 刘洪光摇头 我总觉得视频没那么简单 江峰团队掐的时间很准 12点整 在粉丝的万众瞩目中 江峰准时发布了新专辑 苏七也当场购买了一张专辑 刘洪光早已迫不及待 苏七直接播放主打歌 苏七点头 现场播放了自由的风 前奏还好 并没有听出什么问题 到了主歌问题就出来了 乍听之下就觉得相似 但是小杰之间的旋律 并没有完全重合 到了副歌的时候 熟悉感直接扑面来 顾成甚至几次 听出了重合的旋律 听到这脸 他可以断定 江峰的新歌确实存在抄袭 顾成特意看了一遍 词曲许半山演唱江峰 除此外没有了 没有任何备注借鉴 或者致敬的字眼 整首歌全长五分钟左右 一曲弊 三人不约而同的对视 刘洪光率先开口 顾成 你怎么看 顾成沉映一下 虽然整首歌歌词不同 定调也不一样 和弦也有细微差别 甚至歌曲行进速度都不同 但这首歌 确实有很多平凡之路的影子 刘洪光转头看向苏七 苏七 你觉得呢 苏七带眉微醋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 那么 自由的我 就是慢速版本的 平凡之路 这么说 江峰真的抄袭了顾成 刘洪光一拍桌子 气得火冒三丈 这首歌热度这么高 就敢明目张胆地抄袭 江峰未免太猖狂了 刚才居然还说什么 没听过顾成的歌 不行 我要告他 不把这小子告 顾成轻飘飘地 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许半山抄袭的手段非常高明 很难举证他抄袭 音乐抄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判定抄袭要从多方面考量 风格是否相似 歌词的意义 包括歌名 配器是否相同 还有音乐的起音 起句 弱起的节奏 旋律的走向 重复的模仿的句式 和词曲的结合等等 要从很多方面入手 空耳见超 并不能说服大众 直播间里 江峰还在卖力推销专辑 专辑销量疯狂暴涨 刘洪光看得气愤不已 扯着胸口剧烈喘息 那你说怎么办 我现在看着他这副嘴脸 就觉得恶心 顾诚走到电脑前 刘既别急 我先把两首歌的五线谱 整理出来看看 顾诚忙活的同时 苏七和刘洪光也没闲着 他们决定把剩下的专辑听完 看江峰 还有没有抄袭的歌曲 新专辑一共十首歌 除了主打歌 自由的风比较经验外 其余的歌 就是按照大众口味定制的流量歌曲 旋律歌词简单一计 质量重归重矩 苏七客观点评 除了主打歌外 其余歌曲并没有发现抄袭的痕迹 刘洪光沉着脸 打开音乐平台 查看实时销售数据 不一样的我 上线到现在 酷酷音乐播放量就破了三百多万 占据了新歌榜 和实时热歌榜双榜榜首 点进评论区 置顶的评论 大部分都是各种花式夸 风风的新专辑 真的太好听了 预定今年最佳专辑 风风太棒了 新专辑入坑不亏 江峰这张专辑质量挺高 尤其这首自由的我 听得好有感觉 哥哥新歌好好听 我已经循环一遍 大量好评中 偶尔会夹杂着质疑 我怎么感觉 这首自由的风 非常熟悉 感觉听过一样 卧槽 这是抄袭了 平凡之路吗 不一样的我 分明就是抄袭的我 不能说毫不相关 只能说一模一样 花钱买难受 居然听到了抄袭歌曲 请问有退货渠道吗 评论虽然都是吹捧居多 但听众里还是有名言人的 刘洪光有些欣慰到 那是顾成的热度高 网友对平凡之路的记忆 还比较深刻 所以能够分辨出歌曲相似 苏七想起一事 接着道 老刘 有件事忘记跟你说了 顾成这段时间 累积了不少路人粉 昨天甚至有粉丝在抄话 众筹帮顾成打歌 刘洪光咋舌 真的假的 苏七点头 一天不到 就筹得十几万金额了 那现在呢 刘洪光追问道 苏七进入抄话查询 现在不止了 已经涨到二十三万多了 刘洪光侧头 看向专注整理五线谱的顾成 眼神有些恍惚 严格来说 从演唱会被幸运邀请上台 到如今网络爆火 时间也不过才过去一周 顾成居然就积累了如此高的人气 这何止是老天爷赏饭吃 简直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好吗 就是这小子 不愿意走向台前 顾成的速度很快 半小时不到 两首歌的五线谱 就都整理出来了 你们过来看 顾成把网页调出来 组合悬这里 还有副歌这六小节这几部分 都明显重合了 苏七月看 眉头簇得月景 许半山的抄袭 这也太高明影会了 华夏界定音乐作品是否抄袭 一般采用接触家实质性相似 来进行界定 接触分为两个情况 一种是歌曲已被广泛传播之下 在出现其他相似作品 有可能被判定为抄袭 或者歌曲本身未公开发表 但作品有过参赛情况 那么参赛评委及观众 都将视为接触过该音乐作品 实质性相似指旋律大量雷同 比如有连续的八小节以上相同 或者整首音乐伴奏当中 主和弦基本相同 鼠和弦相似过多 也可判定抄袭 许半山不愧是专业的缝补小能手 他非常聪明地规避了规则 他只抄了六小节 而且和弦虫合律 加起来大概只有30% 刘洪光气的直接骂娘 这狗东西 这是卡着规则抄袭 直到情况并不乐观 抄袭是不是很难界定 苏七无奈点头 法律中对于音乐侵权并不像商标 专利有量化标准 更多是靠法官自由裁定 自由裁定 这不就是主观意愿吗 顾承皱眉 这么说 抄不抄岂不是只有自己知道 前世顾承就在圈内 曾听过一个笑话 有个音乐学生 编曲实在编不出 就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记 倒着抄上胶 结果获得老师的大力赞扬 听着很可笑 但却诚实反映了音乐界的现状 只要别明目张胆照搬 稍微修改融入自己的内容 业界基本懒得追究 你到底抄没抄 又抄得谁 顾承没想到 这个世界依然如此 苏七长叹口气 原创难做 很大程度在于 抄袭着泛滥成灾 而维权异常艰难 很多抄袭狗 很会打擦边球 听众很容易就会被糊弄 业内风气不好 经纪公司 粉丝和音乐平台 多重纵容 以至于许半山这样的音乐蛀虫 活得风生水起 刘洪光一拍桌子 不行 我找几个朋友问一下 我就不信 抓不住他抄袭的尾巴 顾承他们在思考对策的时候 网络早已掀起一片轩然大波 江峰的歌曲上线不久 铁粉们就开始在各种社交平台 分享新歌的视听体验 顺便为偶像推广 微博 超话 豆瓣等平台 全部都在热议新歌 乐评人也开始在全网发表乐评 在通篇的夸奖通稿中 却出现了那么一篇格格不入 质疑抄袭的微博 乐评博主南北投 公开在微博发长文 指责江峰新歌 涉嫌抄袭 今天江峰的新专辑一上线 我第一时间购买了 说实话 专辑其实质量不错 但我却非常的失望 主大哥跟我上的微博分析的 平凡之路 实在太相像了 如今是自媒体时代 网络传播速度快 好点子 好创意 刚刚亮相的时候 就会被他人拿去装饰修改 名正言顺地变成别人的东西 但对于原创作者而言 抄袭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 微博最后放上了两段音频 就是两首歌旋律高度重合的音乐片段 因为时间仓促的关系 我这里只放上两段音频 分别是《自由的风》 和《平凡之路》 副歌部分的六小节 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于《自由的风》是否抄袭 相信所有人听完音频后 心中都自由定论 南山头在微博最后附上这样一句话 尊重原创 抄袭可耻 期待每位歌手都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即使借鉴致敬前辈的作品 也请跟原创作者事先沟通 并在作品中标注清楚 微博一出 全网沸腾 我说 怎么这新歌这么熟悉 原来抄袭了 平凡之路 本来打算支持一下江峰的 看了博主的乐评 被成功劝退 居然抄袭我们江城艺术学院歌神 支持博主 目测大量水军即将来袭 南哥挺住 果然微博发布没多久 收到消息的江粉 迅速涌到微博底下 疯狂谩骂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小博主 也敢编排哥哥 诅咒你生儿子 没皮燕子 哥哥就算抄袭我也会全力支持 你们的作品被哥哥抄了是 你们的荣幸 别不知好歹 孔一几曾经说过 妾书不能算偷 读书人的是能叫做偷吗 支持江峰 哥哥就算真的抄袭 我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 不能因为风格相似 就否定整首歌曲 撇开抄袭不谈 自由的风 确实是首好作品 这微博认证是花钱买的吧 就这水瓶 还敢称阅评人 最重要的是 平凡之路 算什么东西 固承这样的垃圾 给哥哥踢鞋都不配 懂 眼看评论区被水军攻陷 南北投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微博硬钢水军 我相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否抄袭 大家都可以听出来 远袭欧美 近袭日寒 以前裁缝们还知道抄袭国外 如今居然倒退 打起本土歌手的主意 简直就像地理的韭菜 一茬不如一茬 最后 希望每位歌手 都能踏踏实实做自己的音乐 还音乐世界一片清静之地 关于这两首歌 引发的抄袭疑云 网友各书己见 争执不休 风波愈演愈烈 陈文轩好不容易打通 许半山电话时 他正和一个年轻女模特 在大床上 研讨音乐姿势 你在哪里呢 是陈介啊 这么着急找我 是不是找我开箱庆祝啊 许半山搂着女人 大手还在他身上不停作怪 女模特娇笑不已 哎呀 讨厌 听到这打闹的动静 陈文轩积攒的怒火 倾泻而出 许半山 你还有心思玩女人 微博那里都爆炸了 你知不知道 许半山并未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什么爆炸 是不是江峰的专辑卖爆了 我就说嘛 这首个包管让江峰 陈文轩怒斥打断他 爆你个头 是抄袭 新歌被爆出抄袭了 抄袭 许半山一把推开怀里的女人 沉着脸道 怎么这么快 是哪家媒体 陈文轩揉了揉太阳穴 都不是 月平南北投在微博 公然指责你抄袭 现在上微博热搜第十了 你的微博也被围攻了 月平 我还以为是华语出手了 许半山又放松下来 刘介 引导舆论这事不用我教你了吧 该买水军买水军 该买通稿通稿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江峰新专辑的销量 已经呈下滑趋势 陈文轩的头都快爆炸了 公司那边 希望你尽快 在微博发布声明 不管是编也好 造假也罢 总之 你一定要控制舆论偏向我们 把事件尽快平息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 许半山登上微博 义正言辞的发了篇微博 毕加索曾经说过 好的艺术家是模仿 伟大的艺术家是窃取 更何况 我完全没有抄袭 两首歌之所以撞雕 是因为风格相似 这首 《自由的风》 是我在三个月前 在外旅游时涌现的灵感 只不过现在才发布 严格说来 我这首歌 比顾城创作的还早 洋洋洒洒写了五百多字 微博下文 还附带了长篇创作经历 以及几张手稿图 说自己的作品 比顾城要早 暗示网友 谁抄袭 还尚未有结论 这不是明晃晃的 糊弄网友吗 网友蹦答得更欢了 卧槽 这抄的踏马不要脸啊 这是反过来 指控顾城抄袭吗 牛批 我与许才凤无冤无仇 阁下为何把我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 许半山在业界 就是许才凤 专业逢补三十年 逢补技术哪家强 欢意旗下半山祥 破 瞎说什么大实话 大家不要骂许才凤了 毕竟谎言说多了 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眼见网友不买账 许半山气得胸口饭疼 开始在网络上 跟网友疯狂互对 甚至还大张旗鼓的 在微博要告网友 下午五点的时候 眼见许半山不仅没把局势稳住 反而让风波愈演愈烈 欢意传媒总算下场 在微博发布声明 否认旗下艺人江峰的新歌 自由的风涉嫌抄袭 欢意公司郑重声明 自由的风这首歌 是旗下制作人许半山 三个月前原创 完全不存在抄袭的情况 若再有刻意捏造事实 恶意重伤欢意 及旗下歌手江峰 侵犯欢意和江峰的名誉权 欢意将保留追求 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微博附上了两首歌的简朴对比 并附上了几份律师函 律师函是警告月评博主南北投 以及故城粉丝的 江峰第一时间转发了微博 不幸摇不传摇 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因为有你们支持 我才能笑着面对所有 微博下一片心疼加鼓励 哥哥太委屈了 好不容易出新专辑 居然被碰瓷 心疼哥哥 我就说江峰不可能抄袭 不过是风格相似罢了 音乐一共就十二个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怎么都能碰在一起 有什么抄不抄袭的 支持江峰 即使所有人都说哥哥抄袭 但只要哥哥没有承认 我就相信哥哥没抄袭 太心疼了 宁愿省吃俭用 也要买十张专辑支持哥哥 声明一经发出 粉丝们又被牵着鼻子走 新专辑的销量又开始回温上升 刘洪光直接被欢迎的无耻其笑了 这是贼喊捉贼 恶人先告状吗 还发简谱 有本事发五线谱啊 苏七冷笑 欢迎这事为了利益 连脸皮都不要了 就是因为有欢迎在背后维护 许半山这样的抄袭狗 才能有恃无恐 顾承眉头紧皱 其实对于自己被抄袭一事 他之前并没有苏七他们那么气愤 毕竟这些歌曲 也是顾承从另一个世界搬运过来的 所以顾承对于这几首歌 并没有看得很重 但是欢迎这样的态度 着实恶心到顾承了 明目张胆的抄袭就算了 居然还倒打一耙 还要搞他的粉丝 顾承再好的脾气 也不能忍 他看向刘洪光 以如今的情况 谁占据舆论 谁就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已经失去了先机 必须要一举扭转劣势 我重新注册一个个人微博 在微博回应此事 苏七趁机提议 顾承 要不用公司名义吧 素人身份 引起的反响太小了 不用 顾承摇头道 微博认证成功后 你用官博 跟我的微博互动一下就可以 有互动 同样能让网友关注到 并迅速站队 顾承转头提醒刘洪光 刘剑 麻烦你找公司法务 帮我用最快的速度 你一份起诉协议 不管能不能定义抄袭 我都得先摆出态度 刘洪光点头 行 我这就去 半个小时后 顾承重新注册一个微博 大家好 我是顾承 出来乍到 请多多关注 苏七工作室第一时间关注 并转发了顾承的微博 并附上最初在演唱会的同框合照 欢迎 顾承入住微博 感恩遇见 这条互动 迅速被苏七的粉丝注意到 卧槽 顾承居然开通微博了 欢迎小哥哥 小哥哥 你什么时候出道 这个点入住微博 是来辟谣了吗 前排 小板凳准备吃瓜 所以顾承到底是不是忘川 小哥哥 你被抄袭了 关注了 蹲抄袭后续 评论区炸开了锅 评论刚发布 就被新的覆盖 粉丝数量也在疯狂上涨 顾承开始发布第二条微博 这次直接甩了一张超话截图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顾承的喜爱 你们的心意 我都收到了 为了回馈你们 我决定在三天内 推出三首歌的录音室唱听版本 并且免费收听下载 不收取任何费用 先送上第一首 凤凰花开的路口 这是我和母校 艾蒂江城艺术学院 亲情合作的先发版 微博结尾 艾特勒将一官博 并挂上了 凤凰花开的路口的MV链接 将一官博秒转微博 感谢顾承对母校的支持 将一全体职工 祝福全国学生毕业快乐 欢迎广大学子 来校参观入学 又是一记炸弹砸下 网友被炸翻了天 最后一条微博 故承直奔正题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抄袭事件 我已通过朋友得知 通过对比曲谱 发现两首歌曲 确实存在部分旋律相近 和旋高度融合的现象 在朋友的帮助下 我已将收集的资料 全部提交专业机构进行鉴定 并保留一切合法途径 维护本人音乐作品著作权的权利 微博附上了五线谱对比 还有一份盖了公章的起诉文件 又是连续三条微博 宛如娱乐核弹 直接把微博炸至瘫痪 卧槽 原创不收费 抄袭法收费 什么叫格局 这就叫格局 白嫖使我快乐 就冲着几首免费歌 我就坚决站顾承这边 看MV了 简单的校园画面 但却让我眼睛进了沙子 顾承的三条微博 直接打的欢意猝不及防 陈文轩完全没有想到 顾承不回应则已 一回应 就是就是如此大的阵仗 甚至发了起诉文件 与欢意所发的律师函警告不同 律师函不过是欢意 对目前事件的表态 和舆论公关的警告文件 并没有明确法律效力 但是 起诉是指 检查机关对刑事被告人提起公诉 请求法院对刑事被告人 进行实体审判的法律文书 两者意义天差地别 明明不过是一个素人 却跟背后有团队合作 操控一样 每一招直击重点 此事甚至直接惊动了欢意高层 大老板的电话 直接打到陈文轩这里 陈文轩 我不管这故城有无背景 我要这场风波尽快平息 是是是 好的 陈文轩陪笑道 老板你放心 我会绝不会让舆论再继续发酵 挂断大老板电话后 陈文轩立刻马不停蹄地打电话周旋 公关部吗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我要舆论偏向江峰这边 喂 是王总吗 有件事麻烦你一下 就是关于网上那个热搜的事 欢意那边刚有动作 刘洪光就立即察觉了 卧槽 欢意这是急了吧 居然这么快就花钱车热搜 原本持续上涨的热度 却陡然下沉 十分钟不到 故城的热搜就跌出了微薄前十 不点进排行榜 根本就看不到相关话题 并且支持故城的热评 不是消失就是被覆盖 取而代之的是 吹捧江峰 以及维护他的言论 苏七 老刘 我们现在反击吗 先不急 看看事态发展再说 故城淡定道 刘洪光点头 我赞同 说不定后面还有反转 既然不急着反击 那就填饱肚子吧 苏七揉揉肚子 六点了 你们都饿了吧 不如我交个外卖吧 故城微微皱眉 起身朝厨房走去 吃太多外卖不好 冰箱这么多食材 我去下点面条吃吧 苏七追过去 那我来帮忙洗菜 在故城煮面的间隙 评论区悄然发生了变化 煤车热搜时还好 大部分网友吃观望状态 毕竟新闻跟连续剧一样 天天都是反转 所以网友并不急着站队 但这热搜一撤 网友就跳脚了 我去 故城的热搜呢 吃个饭的功夫就不见了 评论怎么全是水局 是不是玩不起 洗地多少钱一条 能不能带我一起 资本力量太强大了 成哥挺重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这热搜总觉得撤得好心绪 另一边 故城突然接到了林慧如的电话 林学姐 小学弟 不是说 有空给学姐打电话吗 我这都等了几天了 林慧如语气娇俏 故城笑了笑 不好意思学姐 这几天比较忙 小学弟 微博上的是我看到了 需不需要学姐帮忙 林慧如一直在关注微博动向 发现不对劲后 想了想 还是决定给故城打电话 故城一顿 半眯着眼提醒他 林学姐 对方可是欢意 你确定要蹚这趟浑水 欢意可不是小公司 这种情况 正常人基本都选择明哲保身 林慧如迎领般的笑声传过来 我们不是校友吗 而且 你确实被抄袭了 作为学姐知识学弟 完全没问题 那晚回去后 林慧如一直有个疑问 那个熟悉的女人 究竟是谁 直到看见苏七和故城 在微博的互动 她才证实心中的猜测 她就是苏七 林慧如不是傻的 苏七和故城 显然关系肥浅 这个时候伸手帮顾成一把 一个是卖苏七面子 二是 拿个顺水人情 顾成自然也是懂的 林学姐的心意我心领了 这是我自己能解决 等这阵子忙完 我再请学姐吃饭 小学弟 跟学姐客气什么 就这么说定了 改天一起吃饭 挂断电话后 林慧如转发了顾成的微博 支持原创 拒绝抄袭 林慧如转发微博后 王思年紧随其下 并明确站队顾成 作为创作者 原创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广大群众的耳朵不聋 支持原创 拒绝抄袭 ad 顾成加油 与网友不同 王思年作为知名音乐制作人 天王天后御用的词曲人 他的身上贴着一个标签 专业 顾成的热度再度暴涨 抄袭成了热门话题 全民参与其中 风波越演越烈时 一则声名无声地跳出来 被热心网友挖掘 并送上热搜 这是一名素人博主 他在微博公然举证 许半山抄袭他的作品 我叫张胜 我实名举证许半山编曲填词的 自由的风 抄袭我早年的情感语录 本人父母健在 一切辱骂全部反弹 详情请看下文的调色盘对比 调色盘里仔细罗列了他往日语录 还有 自由的风 歌词对比 是否抄袭一目了然 如果说前奏抄袭仅是开端 那歌词抄袭几乎天雷滚滚 网友 顺着张胜微博往下挖 意外发现 张胜俨然是许半山的歌词免费供应商 除了自由的风之外 许半山的早期作品 爱在心底和之前爆火的代表作 我心依旧 两首歌 歌词也疑似抄袭了张胜的情感语录 抄袭千千万 许半山占一半 这哪里是抄袭 这分明是复制粘贴了吧 大家好 我叫许裁缝 我是音乐的搬运工 这不是抄袭 这是盗窃 许半山老音乐裁缝了 疯疯补补又三年 盗窃 必须道歉 网友疯狂涌入许半山的微博谩骂 各种段子及网络红词听出 直接把刘洪光给看乐了 哈哈 网友们也太有才了 话说这张胜也是倒霉 这许半山 完全是逮着他一只羊来号啊 苏七看了一下张胜的调色盘 不能说毫不相关 只能说一模一样 这种程度 基本可以说是实锤了 苏七嘴角不屑地轻撇 我以为许半山只套用故城的旋律 好歹也有几分实力 没想到 填词也是照搬的 刘洪光嘿嘿一笑 磕水来了送枕头 原本还在愁 怎么举证许半山抄袭 有了张胜助攻 这首歌下架 基本是板上钉钉了 故城想了想 关注了张胜的微博 并给他发了私信 晚上八点 故城联合张胜 一起讨伐许半山 起诉欢意许半山 抄袭剽窃原创作品 并要求欢意道歉 并下架 自由的我 微博直接冲上热搜第一 眼见抄袭被实锤 许半山却仍在狡辩 甚至语出惊人 我没有抄袭 我只是从优秀作品中 汲取养分 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赛创造 许半山的无耻 震惊了苏七三观 许半山这次 脸皮都不要了吗 真是丢我们音乐制作人的脸 故城迷起眼 对于抄袭这事 许半山在乐坛 怕已见惯不怪 不到最后一步 他都不可能认错 好在网友给力 疯狂涌进许半山的微博慢骂 直接把他骂到关闭评论 网友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不仅欢意的官博被攻陷 江峰的微博也未能幸免 at欢意传媒 请给原创一个说法 哥哥竟然演唱抄袭曲目 粉转黑了 太失望了 江峰居然会演唱抄袭曲目 无数网友跑到各大音乐平台 呼吁抵制许半山 不下架江峰的新专辑 与此同时 网络上突然爆出江峰的大量黑料 以及以粉丝以往 粉丝纷纷取关 江峰疯狂掉粉 令顾成意外的是 直到李萌带着安然回家了 欢意都没有发表回应 就在顾成以为 今天等不到欢意道歉声明时 华夏音乐协会官博 突然在微博发表文章呼吁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拿着高薪享受粉丝追捧 以身作则是最基本的 若道德的底线守不住 终究走不长远 我们都是华夏音乐的从业者 我们呼吁 严厉打击和惩处 有抄袭剽窃迁违法行为的歌手 制作人 媒体平台应弘扬时代正气 多宣传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不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 从将他们从公众媒体中驱逐出去 这下欢意扛不住了 火速将许半山推出 承接公众怒火 at故城 at张胜 对你们造成的伤害 我郑重道歉 非常对不起 同时 我也要向公众道歉 向所有原创的音乐制作人 和华夏来之不易的创作环境道歉 对不起 我做了非常不好的示范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决定退出乐坛 并下架我名下所有作品 请大家以我为鉴 拒绝抄袭 尊重原创 最后 再次跟所有人道歉 网友疯狂嘀嘀 刚啊 怎么不刚了 还自愿退圈 我看许才凤是被欢意解雇了 分明就是被封杀 刘洪光看得太快人心 哈哈 许半山终于承认抄袭了 苏其冷哼 欢意这是弃许半山 保江峰了 刘洪光 江峰是欢意一哥 欢意自然要全力保他 故城对此早有预料 所以也不惊讶 严格说 抄袭的是许半山 江峰洗白容易得很 事先不知情就可以 欢意还未发布道歉声明 目前没有 但估计快了 故城挑眉 作为华夏三大巨头 欢意这攻关速度 未免太慢 强倒众人推 许半山发布道歉声明后 百万网红瑶瑶突然跳出来自爆 曾被许半山潜规则 如今正身陷一语 瑶瑶还爆出一个惊天大瓜 许半山经常利用身份潜规则 喜欢玩角色扮演 而且男女不计 受害者远不止他一个 一旦激起千层浪 吃瓜网友 纷纷把目光头像 与许半山合作过的艺人 一时间 全网都在发文辟谣 十点整 欢意传媒终于微博上 发布了道歉声明 承认旗下一人许半山抄袭 公司监管不力 并对所有涉事人员致歉 表示将下架许半山的所有作品 并且终止与许半山的一切合同 江峰第一时间转发欢意观博 并对自己演唱抄袭曲目的 不当行为道歉 非常抱歉 新歌上发生这样的事 辜负歌迷 期待我非常遗憾 也向对方原创作者 表示诚恳的歉意 我接受所有的批评和指责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即赔偿 我已委托公司 与音乐平台协调下架处理 再一次对所有涉事方表达歉意 评论区沸腾了 为什么下架哥哥专节 哥哥太倒霉了 出事的确实是江峰的作品 但参与抄袭的并不是他 都是欢意公司审核不言之责 希望大家不要抓着江峰不放 道歉有用要警察干嘛 一句监管不力 就打发我们了 若不是欢意提供温床 许半山抄袭 绝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为什么下架哥哥专节 歌曲好听就可以 抄袭又怎么了 抄袭的歌手这么多 凭什么只抓着江峰不放 当抄袭成为乐台牛皮选 最悲哀莫过于 粉丝愿意给抄袭买单 这些失智言论 把刘洪光气得牙疼 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 顾承淡定道 他们蹦跆得越欢 路人越反感 再优秀的歌手 也扛不住这么毁赂人员 以往遭受过江峰粉丝攻击的 其他明星粉丝 在饭圈团结起来 他们开始集结到江峰的代言品牌下 要求品牌方换掉代言人 或许是被网友怒气所震撼 本该在今日官讯的江峰新代言 临时将江峰代言的所有产品 全数下架 感谢大家对无印优品的关注 江峰无印优品品牌 与江峰理念不合决定终止合作 其他合作的品牌方 也陆陆续续与他终止合作 即日起 青阳终止与江峰一切品牌合作关系 支持原创 拒绝抄袭 感谢大家对尼维亚品牌的关注 我们与江峰的合作已到期结束 这次抄袭事件对江峰的打击非常大 专辑筹备的时间本来就长 新专辑一下架 回归计划彻底被打乱不说 代言被撤换又是巨大损失 甚至秦文带领的新人组合定下的出道节目 也被电视台临时换掉 陈文轩陪着笑脸四处打电话周旋时 一个助理慌张跑来 陈介 出大事了 陈文轩本来就忙得焦头烂额 看见助理这副神态又是头皮一紧 他揉了揉太阳穴 慌慌张张的 又出什么事了 知名奢侈品牌朗情打电话来说 要跟我们解约 朗情 他们不是要跟江峰签订三年的合同吗 陈文轩吼了一声 朗情可是国际品牌 为了拿下这份代言 陈文轩背后可没少周旋 电话又响起 陈文轩忙不迭地接起 喂 您好 什么 你们也要取消代言 可是江峰的合同还有一年 我们 还没等陈文轩说完 对方就直接回了一句 江峰不符合我们的品牌形象 有什么问题 请跟我们公司的法务谈吧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符合 当初签约可不是这么说的 陈文轩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太阳穴突突直跳 助理站在陈文轩身后 静若寒蝉 乌漏偏逢连夜雨 上半年为了筹备专辑 江峰推掉了几个真人秀邀请 如今还在身上的 只有两个常驻综艺 一个是真人户外节目 极限男人帮 还有一个是选秀节目 畅想青春 节目组突然发消息过来 说江峰这边的综艺 先暂停录制 后续有变动在通知 短短半个小时不到 江峰被撤了十个代言 综艺全部暂停下车 还得赔偿品牌为约金 刘洪光直接气得心机梗塞 闹得沸沸扬扬的抄袭事件 最后一许半山被封杀 江峰丢失代言落下帷幕 江峰粉丝不满 偶像代言被丢 跑到顾成的账号底下叫嚣 评论区一片乌烟瘴气 有趣的是 评论区骂得越狠 顾成涨粉越快 微博开通到现在才半天时间 就涨粉五十多万 顾成想了想 给张胜打了个电话 张大哥 刚才欢迎有没有联系你 张胜点头 有 他们给我打了两回电话 第一次说给我五十万 让我把微博撤下 我没答应 顾成差一道 就五十万 欢迎给这点封口费 是打发叫花子吗 没错 张胜语气充满不屑 刚刚又让我在微博公开维护江峰 说他没有参与抄袭 不知者无罪 这次价格涨到了一百万 顾成挑眉 他们没威胁你 他想威胁 但是我没有给他机会 我把电话挂断了 张胜不混娱乐圈 完全不怕 顾成 这件事真的太谢谢你了 张胜声音轻快 要不是有你 以我个人的力量 即便抄袭罪证确凿 也很难与资本抗衡 这并不是张胜首次维权 他的情感语录 也不是第一次被抄袭借鉴 但维权成本极高 而且耗时耗力 张胜付不起高昂律师费 维权到了最后 不是无奈放弃 就是时辰大海 这次要不是顾成 事情不会这么顺利 说起来 我还得谢谢张大哥呢 要不是有你 这首歌不会这么快下架 顾成提醒张胜 张大哥 这段时间你的账号估计会被网爆 反事件到此已告一段落 你暂时就先不要登陆微博了 行 我听你的 张胜毫不犹豫地答应 那我先忙了 后续有什么问题 你再联系我 抄袭事件圆满落幕 刘洪光心情大好 他从苏七的酒窖里 搜刮出一瓶珍藏香槟 整了几个高脚杯 打算喝点香槟庆祝一下 顾成来 喝点香槟压压惊 谢谢刘姐 顾成接过香槟并未品尝 他心里还萦绕着一个疑惑 刘记 江峰这是背后 是不是有幕后黑手从中挑拨 刘洪光舒服地摊在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为什么这么问 顾成皱眉 我是看着事态一步步发展的 总感觉江峰出事到现在 速度太快了 他下午特意上网查过 以华夏如今的娱乐圈 别说演唱抄袭曲目 即便是石锤抄袭 还活蹦乱跳的大有人在 怎么同样的是落到江峰身上 就近乎封杀 苏七轻笑 摇晃着高脚杯 顾成 那你觉得这幕后之手是谁 顾成沉吟了一下 如果没猜错的话 兄弟传媒以及新黄娱乐背后 都参与了 为什么怀疑这两家公司 因为江峰被封杀后 这两家得意最大 江峰共丢了十几个代言 其中几个知名品牌代言 都落到了兄弟传媒旗下一人手里 至于江峰常驻的节目 也由江峰对加新黄娱乐的消气接替了 刘洪光又问 那你觉得江峰无辜吗 顾成摇头 他虽然倒霉 但一点也不无辜 只能说是养虎为患 从江峰演唱抄袭曲目 默认粉丝往报顾成的那刻起 他就不无辜了 本来粉丝基数就大 平均年龄也小 没多少自我一时 江峰只顾着享受粉丝红利 却不曾利用自身影响力 引导粉丝才会被反噬 苏七撇嘴轻横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江峰有今日 都是自己造成的 饭圈是把双刃剑 不是围攻这个 就是拉财贬低那个 自以为是在为偶像冲锋陷阵 殊不知无形中 在给江峰招黑树敌 以至于事件发酵时 路人没有几个支持江峰 只能说欢义这些年太安逸了 危机公关处理完全不及时 才会被人抓住机会 精准打击 刘洪光语气唏嘘 当初江峰是欢义通过买热搜 买营销号 买水军 把他捧上天王位置的 那么同理 他的对家 自然也可以运用同样手段 把江峰拉下神坛 石锤抄袭的时候 欢义只想着 撤热搜买水军控制舆论 而不是第一时间道歉 错过了最佳的公关时机 新黄娱乐 以及兄弟传媒 瞅准时机 出手雷厉风行 水军 热搜 营销号步步紧跟 根本没给欢义半点喘息时间 故城摸了摸下吧 那江峰还有机会翻身吗 刘洪光叹口气 目前难说 别看江峰现在这样 但欢义毕竟是老牌娱乐公司 等此事过了风头 再用点资源人脉 江峰还是有可能 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 江峰粉丝基础不小 犯的也不算原则性错误 欢义肯定不会就这样 放弃这颗棋子 故城陷入沉默 娱乐圈蛋糕就这么大 明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 每一个顶流的崛起 背后都是一场血雨腥风 但即便在难混 依旧有很多人打破头 也要挤进去 刘洪光临走前 故城喊住他 刘介 明天我要录歌 等一下我把五线谱发给你 你帮我找个乐队 录制一下伴奏 故城说话算话 既然答应粉丝 要出录音室版本 那就得安排上 凤凰花开的路口 已经上传到江义观望 还剩下平凡之路 以及启封了两首歌 故城虽然自己会乐器 但他只有一双手 没办法同时兼顾多种乐器 不如交给乐队来做 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录音室 大概是所有歌手的梦想 前天太晚 故城只匆匆看了一眼录音室 只知道装修非常具有情调 今天一看 才知这间录音室究竟有多豪华 故城环视一圈 吉他 钢琴 大提琴 鼓针 各种各样的昂贵定制乐器 以及欧美进口的音乐电子器材 就连小小的麦克风 都是特别定制 故城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这间录音室恐怕造价不低于千万 苏琪眼波流转 请笑道 需要帮忙的话 尽管提 故城也不跟他客气 苏琪 你比我专业 你帮我听听伴奏 看有没有那些细节需要改进的 苏琪点头 没问题 这有拿手 那就麻烦你了 故城将伴奏的U盘打开 两个人低头一起研讨 半想后 一切准备就绪 苏琪眼神问故城 是否可以开始 故城抬手做了个OK的手势 音乐响起 故城无锦耳机 清澈雌性的声音在录音室响起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不禁笑着敬香情窃 好厉害 刘洪光紧盯着投入的故城 眼中满是震惊和惊讶 这是他第一次看 故城现场演唱 起疯了 简直是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成骗气 这首歌现场 远比视频观看 更震撼炸链 唱歌是需要感情以及状态的 哪怕是顶级歌手 一首曲子 都要录制好几遍 才能找到状态 可故城一开嗓 就直接进入状态 音色空灵 唱腔温暖 这嗓音以及唱功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故城的状态非常好 录音室配置都是顶配 录制过程中 也没出现任何意外状况 故城十分投入 录制得非常享受 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 连同指尖弹出的剩下 心之所动 就随风去了 以爱之名 你还愿意吗 随着最后一句歌词 在唇枪唱出 第一遍录制顺利结束 故城摘下耳机 看向盯着他沉默诗语的两人 他嘴角轻痒 怎么样 苏琪之前虽然听故城演唱 Live过 但今天依旧有被故城深深震撼到 他深吸口气递给故城一瓶温水润喉 我觉得效果非常好 刘洪光直接给故城唱跪了 他激动而兴奋道 顾城 你刚才唱得太好了 非常完美 没有半点瑕疵 简直是天类之音 故城摇头失笑 刘继 你这眼的有点太浮夸了 什么眼 刘洪光白他一眼 伸出手臂指给故城看 你看看这是什么 鸡皮疙瘩 从你开唱到现在 我全程都在头皮发麻 到现在还处于震撼中 网上流传的那些弹唱视频 完全不及故城现场演唱 所带震撼的十分之一 那种沐浴在温暖里的感觉 真的是谁听谁知道 故城笑了笑 既然你们都觉得不错 那这一版就不修音直接使用 刘洪光白他一眼 修什么音 这么完美 哪里用得着修音 要是每个歌手 都有故城的唱功水平 调音师就失业了 故城侧头 苏七 你怎么说 我觉得没有问题 苏七笑着点头 信念微量 趁现在状态好 不如把《平凡之路》也录制了 故城觉得可以 那就试试 需要调整一下情绪吗 故城重新戴上耳机 不用 直接上就可以 一切准备就绪 故城朝苏七打了个手势 就开始了第二次录制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你要走吗 Wire Wire 《平凡之路》和 起风了两首歌 曲风意境都不相同 但故城的感情却切换自如 他演唱十分投入 全程唱功再现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光芒 苏七看着他专注的眉眼 看着他温暖坚毅的轮廓 有些出神 这个男人唱歌的时候 能牢牢抓住旁人的视线 真的很有魅力 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在苏七心底悄然酝酿 几分钟后 《平凡之路》顺利结束录制 故城自己觉得挺满意 但他还是非常谦虚地 征求苏七的意见 这次怎么样 苏七没有回答 他盯着故城上上下下的打量 故城被他看得发毛 你干嘛这么看我 苏七目光古怪 故城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音乐怪物 怎么就能做到 两次都是一遍过 他这个录音室 虽然不对外开放 但是经常友情 借给一些业内朋友录制 其中不乏一些乐坛老前辈 不管是新老歌手 他们录制前 总要做各种准备 中途唱错一个音都要重来 然后后期还要修音 调整等等 一首歌曲录取录制 起码得好半天 甚至三五天 都是常有的事 而故城神色轻松 上来就直接录制 在录制的过程中 非常的自然流畅 没有任何瑕疵 完美的不可思议 仅仅一变过 就录制出了完美版本 两首歌录制完成 加起来 也不过才十分钟的时间 这即便是顶级歌手 也未必能做到 故城淡孝 十分高情商的回应 大概是你这里设备太好 体验感很棒 我录制的时候 就比较享受 所以状态就比平日好了些 其实 这些都是练出来的 公司的录音室 不能随便用 得等大牌 跟同事排队竞争 还得卡时间 外面好点的录音室收费 又贵得折舌 他每次都得计算着消费 所以 后来他给自己 制定了严格的要求 只要拿起话筒 就必须专注 要对得起歌手的身份 为了演唱时 能一秒入戏 他经常戴着口罩 去公共场所 观察来往行人 看他们的神色 甚至体验他们的生活 一来二去 这份专注 以及投入 就练出来了 当然了 故城能发挥得这么好 离不开原主出色的嗓音 还有演唱天赋 刘洪光黑黑一笑 工作室那边 现在装修得差不多了 将来那里的录音室 会比这里更大更好 明天带你过去看看 故城点头 好的 来帝都之后 他就一直在苏七家里 还没有出去外面逛过 他确实想出去看看 苏七突然想起一事 故城 明天我想带你 去见我一个老朋友 前阵子 他听了你的平凡之路 挺欣赏的 明天他正好有空 我带你过去认识一下 苏七入行这十年 得了不少前辈指点 也遇到很多人照顾 没有他们 苏七走不到今天 他的心里一直很感恩 没问题 故城点头道 他知道 苏七这是 在给自己介绍人脉资源 好了 闲聊结束 刘洪光看了下时间 竟然录制好歌曲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上传了 故城 现在就可以 我先注册账号试试看线 这个世界的音乐论坛很多 但是大的音乐平台 只有这么几个 剩下的 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小网站 天天音乐 网易云音乐 酷酷音乐 还有虾米音乐 这四家网站 是华夏目前最大的音乐平台 即便是相对娇小的虾米音乐 每天都有几千万的人流量 以及常驻用户 苏七给故城分析了一遍 你打算发表在哪个平台 故城沉吟了一下 既然是免费的 那就这几个平台都发布了吧 故城 现在天天音乐 注册了自己的音乐账号 认证过后 故城开始上传歌曲 新歌上传后 还需要审核 苏七怕故城着急 给他解释 音歌上传审核 起码需要半天 用户想听到这首歌 怕是得晚上 故城淡定得很 没关系 我不着急 传统音乐市场 一首歌从企划 制作 宣传 发行 时间也许要历经数年 互联网改变了音乐载体 也颠覆唱片工业时代的产业链 大大提高了效率 相比那个年代 从录制到歌曲发布 故城仅仅只用了一个小时 速度简直不要太快 反正现在有时间 故城又打开其他音乐软件 打算一股脑注册上传 另一边 故城新歌刚上传 天天音乐后台的工作人员 立刻就发现了 因为故城昨天 在微博说过 要发畅响版 所以高层早就交代 要时刻关注后台 工作人员不敢耽搁 第一时间通知上报 王总 故城刚才在后台上传 起疯了 别动 我马上下来 王耀庆收到消息 立马暂停会议 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快 播放出来给我听听 工作人员点头 按下播放键 旋律一起 就涉住所有人的心神 这首歌的契乐 以及编曲 都完美还原了 温暖的日系旋律 众人瞬间就被拉入 夏天的美妙意境中 然后就是故城 清澈空灵的演唱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抓耳 直击灵魂 所有人都被震撼住了 故城的音色太有磁性 唱腔温暖清澈 畅响版音质 相比网络上流传的 畅响版更干净空灵 加上完整伴奏后 整首曲子直接升华了一个杜布纸 是真正的聆听盛宴 异曲听完 所有人久久不语 都沉浸在音乐的余韵当中 快 王耀年最先回神 把故城的联系方式找出来 现在音乐行业内卷严重 为了影流 几乎每出一首好歌 各大平台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歌手 争夺独播权 天天音乐 作为华夏最大的原创音乐平台 以构建完善的音乐人扶持体系 今年平台正在打造飓风计划 爆款创作者 加潜力新人 加金牌制作人 加酷酷音乐顶级团队 等于飓风暴曲 故城的才华有目共睹 而且热度正高 是当下最具有潜力的网络红人 王耀庆觉得 以故城的潜力 再配上平台海量资源推广 爆款水到渠成 故城接到电话时 刚把歌曲上传完几大平台 喂 你好 你好 请问是故城吗 王耀庆十分热情 故城 你是 我这边是天天音乐的 天天音乐 故城顿住 和苏七他们对视一眼 刘洪光示意他 打开免提 是的 我是天天音乐 宣发布的经理王耀庆 你刚才在我们平台上传 起风了 是吧 故城微微皱眉 是我的歌 有什么问题吗 歌曲完全没有问题 主要是我非常欣赏这首歌 觉得它潜力巨大 想跟你买下这首歌的独播权 故城暗叹 天天音乐反应挺快的嘛 不好意思 这首歌我之前在微博上 就说过是免费的 所以会在各大平台发布 王耀庆一脸遗憾 那真的太可惜了 这首歌若是好好推广 绝对会成为现象级的歌曲 这一点故城承认 起风了 这首歌 前世可是短视频平台爆款单曲 放到这世界 也照样能席卷全网 天天音乐的眼光 还挺长远 这边王耀庆突然画风一转 顾先生 请问你签约经纪公司没有 故城挑眉 王卫道 你们想和我合作 我们平台现在正在打造飓风计划 扶持有潜力的新人 聚焦年轻有潜质的歌手 专注为流行音乐市场 注入新鲜血液 我们觉得你非常有才华 且潜力无限 留红光迷起眼 这王耀庆 居然当着他的面挖顾城 顾城委婉拒绝 非常感谢王经理对我的赏识 不过非常抱歉 我目前并没有签约任何音乐平台的想法 念到后面 他咬字故意加重了些 王耀庆也是聪明人 知道对方这是明确告诉他 不是不签天天音乐 是所有平台都不签 那太遗憾了 顾先生什么时候改变想法了 记得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挂断电话后 后台就提示 起封了 审核通过了 顾城登陆微博 打算官宣一下 苏七挑眉 顾城 微博给你点亮金V了 顾城一愣 果然发现自己 已经获得微博认证金V 顾城V 微博认证 歌手 音乐制作人 代表作 平凡之路 起封了 凤凰花开的路口 没有V 你是人民 有了V 你就是名人 黄金V代表人气 可不是那么容易拿的 有些博主煞费苦心 也未必能拿到 顾城眼神突然变得古怪 刘介 你们帮我充会员了 刘洪光和苏七对视一眼 没有啊 顾城朝屏幕弩弩嘴 那谁给我充的会员 还续费到了114年 114年 扎浪不倒闭 顾城自己也入土了 苏七想了想 你看看评论区 搞不好是粉丝帮你充的 顾城将页面往下拉 评论区热火朝天 除了还在蹦达的江峰水军 有一条置顶评论非常显眼 点赞达到了20万家 泪目 歌神唱歌免费 会员却充不起 也给你充10年 不用感谢 评论被粉丝点赞置顶后 越来越多的粉丝参与其中 给顾城续费 接力续费三年 只求小哥哥单区尽快发布 接力续费一年 求顾城翻牌子 笑死 会员被充到了一百多年了 苏七倾笑调侃 你粉丝挺宠你的 不仅众仇大哥 还给你续费会员 顾城有些哭笑不得 我也没想到 这样另类的粉宠待遇 即便是前世 顾城也未曾遇到过 刘洪光拍拍他的肩 语重心肠道 顾城 我有绝对的信心 你将来绝对能问鼎乐坛 引领华流 刘洪光觉得自己真的太幸运了 他在乐坛青黄不接的时候 遇到了苏七 陪着他从新人一步步走向天后 事业也迎了高峰期 如今又在华语乐坛日薄西山 顾城见证他未出道 就几度图绑热搜的奇迹 没有意外的话 靠着这两大天才靠山 自己这辈子 金牌制作人的身份是稳了 刘洁 你这捧杀得太过了 顾城可不敢当 严格说来 他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食人牙会把了 顾城发了条微博 今天是被粉丝宠爱的一天 无言感谢 我有送上 起风了 免费畅想 大家有兴趣 可以下载收听 微博一出 评论区就爆炸了 卧槽 终于等来 起风了 立马去下载 撤了 听歌去 起风了 刚上线 就遇到网友疯狂下载 就在众多新歌中脱颖而出 拿到了新歌弹窗推荐位 新歌榜一天入库的新歌上签 想要登上这个榜单 可不是容易的事 尤其还是挂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 起风了 正式上线半小时 就占据了天天音乐三大榜单 飙升榜 一 热格榜 二 新歌榜 二 播放量直接突破 五百万大官 下载量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万家 热评数据高达三万家 而且 热度还在持续攀升中 这首歌是不要钱能听的吗 简直秒杀收费歌曲 天赖之音 太好听了 头皮发麻 泪目 卧槽 这上榜速度 是做火箭吗 牛皮 上线就登榜 还有谁 新歌榜才第三 这简直是土榜啊 来来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送 起风了 上榜一 同为江城艺术学院毕业的 必须支持歌神一个 走起 我是江城科技大学的 过几天毕业 我打算晚会就演唱这首歌 正值毕业季 起风了 全网热度高涨 除了天天音乐 这首歌在其他音乐平台 同样战绩斐然 虽然有很多恶意打一心的用户 但是评分依旧很高 全网几乎一片好评 这首歌真的唱进了心看 怀念那个有他的夏天 那张比朝夏还要灿烂的笑颜 破防了 脊皮疙瘩掉一垫 故城不红 天理难容 真的泪怒了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无常如风起 人生不可泣 从未想过 自己会有被一首歌感动 然后哭得像个孩子 完了 听了这首歌 听不进别人的歌曲了 跪求小哥的出道 我已经开始期待 平凡之路 垃圾歌曲收费 这样的好歌却免费 业界良心啊 到晚上八点的时候 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加起来 已经达到三千多万 累计收藏和分享八百多万 热议评论二十万家 歌曲上线才仅仅半天 就有如此逆天的数据 而且涨势越发凶猛 歌手甚至不过是个 名不经传的素人 但无论是词曲还是唱功 都吊打一众歌手 整个乐坛都震惊了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锦号 起封了 各大平台图榜 锦号 锦号 起封了 杀疯一片 锦号 锦号 如何评价顾城和他的单曲 起封了 锦号 热搜 智乎 超话 起封了 顾城的话题全网发酵泛滥 同时 这首歌还在豆芽 B站等平台火速走红 被各大博主用作短视频背景音 起封了 开始封你全网 虽然对 起封了 信心十足 但眼看着这首歌一路图榜 战绩惊人 甚至势头 远超之前的江峰 顾城心里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感受 这样的人气 基本接近他前世的巅峰时期了 这要是收费歌曲 不知道能挣多少 刘洪光着实有些可惜 按照如今歌曲的热度 起码能创造上亿的价值 就连后续的版权费 保守估计赚个一千万都不是问题 顾城看他一脸肉疼 安抚道 刘继来日方长 以后赚钱的机会 还多的是 只是这几首歌免费收听而已 涉及版权的话 还是要另外收费的 顾城现在已经不怎么担心钱的问题 这几首歌 某种程度上来说 替他检验了市场 音乐是人类通用的语言 好歌曲总有听听中买单 而且 顾城并不只有音乐 他脑海里 还有海量的文娱资源 比如爆款网络小说 我儿王腾有大地之资 我们是守护者 也是时刻对抗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 天不胜我李纯刚 见到万古炉长夜 战神归来 发现轻生女儿住狗窝 阿斌的高中成绩并不理想 这些小说 顾城虽然记忆没有音乐来得深 但是大致的剧情走向 还有经典 以及遗憾的情节 他都记忆犹深 不说制霸网文 但是写出成绩 他还是十分有信心的 除此外 还有各种影视剧 什么仙剑奇侠传 甄嬛传 人民的名义 狼牙榜 国外的有 权力的游戏 生活大爆炸 等等 还有经典动画 电影等等 只要顾城想 玩传娱乐圈完全不是问题 一只小手拉了拉顾城 顾城回神 对上一双灿烂的心目 小丫头揉了揉肚子 舅舅 你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眠 我肚子饿了 叫你半天了 顾城无声地叹了口气 走吧 舅舅给你煮面 心黄娱乐 李眉刷着平板 眉头紧皱 起风了 势头太猛了 最重要的是 这首歌是免费的 你估计没机会回榜首了 张晓菱嘟囔着红唇 烦躁得要命 烦死了 这个顾城 到底是哪家公司的 他的新歌 爱的幸运 在各大榜单上挂了一个月 昨天江峰新歌上线后 就截活了所有榜单 本以为之后 自己都会被江峰镇压 谁知峰回路转 江峰被爆出抄袭 新专辑全往下架 张晓菱还没来得及高兴 又冒出一个顾城 她又被碾压了 而且来势汹汹 比江峰变态不止一个级别 具体是哪家公司目前不清楚 但是应该跟华瑜 或者苏七脱不了关系 李眉也气愈得很 顾城 半个月前听都没听过的人物 在苏七的演唱会上 被抽取上台合唱后 凭借一首《平凡之路》 突然爆火全望 然后就成为了热搜常客 热度不仅来得突然 而且势头强劲 以李眉在娱乐圈 混迹多年的经验来看 顾城不是被娱乐神眷顾了 就是背后有推手在营销 李眉更倾向于后者 她觉得这都是华瑜的安排和炒作 想到这 李眉看向看向沙发上 那道心肠的身影 萧綦 初到七年 影视歌三期 是新黄娱乐一个 也是李眉手底下 最具有潜力 最为看重的艺人 萧綦 这个顾城潜力无限 要是她真的往娱乐圈发展 将来极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劲敌 萧綦还没说什么 张晓玲先不乐意了 李眉 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呢 那顾城就一个名不经传的新人 萧氏哥都已经是娱乐天王了 有什么资格跟氏哥比 顾城的音乐实力 还是不错的 萧綦轻声警告 小师妹 你这话以后在外 可别再乱说了 娱乐圈谁的风头都不长久 风水轮流转 今日 你看不起的人 他日有可能就会爬到你头上 张晓玲眉眼不见 我承认 他确实有几分实力 但是这些年 娱乐圈经验 绝财的人还少吗 现在还活跃在圈内的 剩下几个 没背景没资本 终究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他撇撇嘴 转而朝萧綦撒娇 萧氏哥 我现在新歌都卖不动了 你帮忙小师妹呗 声音又娇又萌 萧綦皱眉 我之前不是已经帮你在微博宣传过了吗 再宣传一次 效果也不大 张晓玲俏皮的眨眼 天天道 萧氏哥 你现在不是接手了江峰的节目吗 听说那个 唱响青春的选秀节目 你跟你导演商量一下 让我去怎么样 你这算盘是打得倒是挺响 萧綦闲逆他一眼 食指往他额头用力一点 你当我能耐那么大 可以左右节目的嘉宾 张晓玲抓住萧綦的手 撒娇轻晃 哎呀 你跟导演那边多交流交流吗 以你的人气 导演肯定会考虑的 萧綦半点不松口 小师妹 你别晃了 这是 师哥真的无能为力 李梅及时给他解围 行了 小林 你别吵了 萧綦明天还有大事 萧綦 明天就要去见赵导了 你都准备好没有 萧綦点头 我都准备好了 赵导这部大制作电影 可是要拿去冲击好莱坞的 李梅语重心长 只要你能拿下主题曲 那么你就有机会冲出国门 事业攀登上新的高峰 萧綦被说得热血沸腾 李姐 这首歌你也听过了 金歌铁马热血沸腾 赵导绝对会满意的 希望如此吧 李梅转头看向张晓玲 晓玲 既然输给顾成已成定局 等一下你干脆发个微博 大方地给他宣传一下 顺便营造一下你的有爱人设 张晓玲不情不愿地嗷了一声 一日八点 三人坐在餐厅前吃早餐 七姐姐 昨天萌萌姐带我去吃哈根达斯了 草莓加香草的 还加了坚果 可好吃了 顾安然举着小勺子 跟苏七聊天 苏七挑眉轻笑 是吗 下次姐姐带你去吃一家宝藏甜品 保证你会喜欢 顾安然眼睛一亮 七姐姐 你真好 我下次跟萌萌姐出去 给你带小礼物 顾成打量着对面说笑的俩人 觉得手中的三明治突然不香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沦为背景版 来帝都前 顾成最担心 顾安然会适应不了 但从目前来看 小丫头显然适应得挺好 不过 苏七对她也是真的好 虽然这几天足不出户 但给小丫头买的东西 可半点不少 好比小丫头身上那件粉色改良旗袍 跟苏七身上淡青色的旗袍 就是姊妹同款 这是顾成第二次看见 苏七穿旗袍 效果比上次更加惊艳 旗袍完美勾勒出了 苏七的玲珑曲线 淡青色衬得她肤色银润白皙 加上清新淡雅的妆容 宛若话中 狼桥走出的古典女神 净显东方神韵 不过再没也不能抢小丫头啊 看来要尽快搬出去了 再多住几天 小丫头眼里就没有舅舅了 顾成将最后一口早餐吞下 然后重咳了两声 嗨嗨 一大一小同时望过来 顾成抽起纸巾擦了擦嘴 我吃好了 我先去上船平凡之路 苏七一愣 朱唇微张 这么快 顾成点头 摸了摸安然的头 你慢慢吃 舅舅先忙 顾安然呕了一声 乃声道 舅舅 那你快点去忙 转过头 又开始跟苏七分想昨天的趣事 顾成无声叹口气 转身去了书房 开机登陆各大音乐平台 他顺便查看了一下 起封了的数据 一夜过去 起封了全网播放量 从昨天发布到现在 已经突破了八千万 到中午可能就破亿了 比他预料的数据 还要高不少 顾成插入U盘 开始上传 平凡之路 上传不到三分钟 歌曲就显示审核通过了 嘿嘿 今天审核速度还挺快 顾成退出音乐界面 转而登陆微博 令他意外的是 微博粉丝 已经涨到三百多万了 这个涨粉速度 着实惊到了顾成 评论区热火朝天 网友不是在吵架 就是在线催更 顾成开始编辑帖子 感谢广大网友队 起疯了的支持 平凡之路如约上线 喜欢的朋友 可以到各大平台收听下载 谢谢 微博刚刚发出 评论直接标到了九九家 前排 求成哥翻牌子 沙发 成哥 我想跟你生猴子 终于等到 平凡之路了 泪目 起疯了 太好听了 跪求顾成出道 苏七在门上敲了敲 上传好了没有 顾成抬头 这才发现 他已全副武装 要出发了 苏七轻咽一声 浩子已经到停车场了 马上就好 顾成退出微博 关机起身 然后拿起桌上的帽子口罩 走吧 苏七的工作室 位于帝都三环 一套独栋别墅 占地面积大概有四百多平方 环境不错 距离华语总公司 只有十分钟左右路程 刘洪光并不在 李浩领着他们一层层的介绍 这里的装修 都是我负责跟进的 接待厅 健身区 服装间 练习室 以及录音室等等 楼层区域规划的合理协调 装修风格整体 是中式混搭风格 简约但又不缺情调 非常具有艺术气息 顾成的工作室 就在苏七对面 中式风格搭配灰白色调 雅致又不失个性 令顾成惊喜的是 工作室还配备了 单独的休息室和惯喜室 要是工作太稳 还可以直接在这里 做简单休息 苏七 因为进度太感 可能装得不是很好 你要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我让人帮你改 顾成觉得挺满意 苏七松了口气 然后塞给顾成一份文件 顾成 你仔细看看 顾成接过来 入目就是四个大字 这是 赤壁之战的剧本 苏七点头 这只是初始剧本 下午我要带你去见的朋友 就是赵义德导演 即便是初始剧本 苏七能拿到也不得了 顾成迫不及待地翻开 赤壁之战 是东汉末年 孙权 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 在长江赤壁一带 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 不仅是华夏历史上 第一也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 最为著名的一场 还是华夏历史上 第一次在长江流域 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 这场战争 无论是前世还是现在 都被改编过无数遍 在原主的记忆里 这部电影是十亿大制作 而且阵容强大 不仅由明导赵义德指导 有众多影帝 影后领协主演 以及众多老戏谷加盟 还聘请了好莱坞特效团队 电影两年前就开始准备拍摄了 顾成穿越过来时 还没拍完 是年底的档期 但电影配乐还有主题 赵导因为不满意 所以迟迟都会敲定 顾成瞬间心领神会 你想让我去试试 苏琪点头 赵导之前有让我帮忙 但我接到邀请时 正在筹备演唱会 加上我在这方面不是擅长 所以给挽推了 顾成 这部电影投资巨大 将来会在海外上映 是赵导打算拿来冲击好莱坞的 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而且因为年底要上映 所以配乐那些不能再耽搁了 最迟半个月就得出 好莱坞 这些词语汇聚在一起 这无疑是一个冲出国门 扬名立万的机会 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机会有多难得 竞争有多么激烈 或许是知道这些条件 对顾成目前来说 有些为难了 苏琪又轻声补上一句 机会难得 所以我才想你去试试 但你也别太有压力 这次过去我们 主要是去跟赵导叙旧的 顾成沉默下来 一首好听的配乐 能决定一部电影的境界 甚至级别 尤其是战争题材的电影 高燃的配乐 能将战斗值 直接提升到最高段位 渲染出史诗级灰红场面 而战歌顾成 还真不缺 Victory Starsky I Dora Do 七剑战歌 这些躺在他珍藏里的 史诗级战歌神曲 无论哪一首 都能将豪迈灰红的战争场面 渲染得淋漓尽致 让人一听就热血沸腾 感觉自己重刃在肩 恨不得拿起战刀 冲上战场浴血奋战 最重要的是 顾成对这些BGM太熟悉了 有几首战歌 他甚至曾一个个音符 拆开来研究过 顾成捏着剧本的手 无意识地收紧 他猛然抬头 顺光亮如星辰 苏七 苏七一顿 被顾成眼里的火热吓了一跳 怎么了 顾成深吸口气 苏七 我这里确实有符合 赵岛电影主题的配乐 但我一个人演奏不出那种感觉 必须找团队合作 苏七试探道 你是说乐队吗 华语那边有啊 顾成摇头 凝视着他 我要的不是普通乐队 而是专业级别的大型交响乐队 苏七一下愣住了 苏七还没回神 顾成又提出三个条件 这个交响乐队 起码得拥有国内一流的演奏水平 最好是长射乐团 经常有演出或录音 保持与不同指挥家和独奏家的合作 乐队得有擅长的风格 最好是比较刚性的 而且 乐队要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苏七咬唇 一下子犯难了 交响乐队不难找 难的是找能制作顶级交响乐的音乐工作室 音乐工作室和娱乐公司不一样 专业做音乐的工作室 不仅收费高昂 而且合作什么的都需要预约 而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苏七宁眉 试图跟顾成商量 顾成 国内专业的大型交响乐队可不多 而且时间这么紧迫 乐队还得在帝都 这条件有些困难 顾成点头 我知道困难 但这首战歌要用到的乐器很多 有钢琴 大提琴 小提琴 鼓 销等等 所以 必须要专业的大型交响乐队 才能呈现出曲子的灰红气势 顾成打算演奏战歌神曲 Victory Victory 这首战歌一经问世 就凭借热血磅礴的曲调席卷全球 被誉为全球史诗战歌 这首歌也的确配得上是史诗 灰红的气势引人入胜 风格大气壮观 雄魂有力 又不是细腻 那让人震撼的女声和合唱 激昂的旋律 跌宕的节奏 以及无畏无惧的英雄气概 时时刻刻震撼人心 令人热血沸腾 即便单曲循环几十次 依旧能感受到 那汹涌澎湃的气势 和势不可挡的锐气 这首音乐中的女声伴奏 苏七恰好可以驾驭 而她提出的所有条件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顾成伸之手中的BGM爆发力有多大 所以 合作的乐队必须足够专业 才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她想要的震撼效果 苏七咬唇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见顾成的神色 这么认真严肃 真的能打动赵岛 顾成自信地笑了 苏七 你说我哪次让你失望过 是啊 到目前为止 顾成带给自己的每一次都是惊喜 而且 她心底总有种奇妙的感觉 好像自己可以永远相信顾成 行 我听你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老刘 看有什么乐队在帝都 苏七好不容易脱关系 找到国内最好的交响乐团队 爱乐管学乐队老板的联系方式 电话接通的刹那 苏七语气恭敬谦讯 您好 请问是杨定坤杨老板吗 我是杨定坤 你是 苏七淡孝 杨老曹您好 我是华瑜的苏七 是这样的 她将自己的来意简洁的说明 电话那头听完后 沉默了片刻 苏小姐 你刚才的意思 是让我们为你旗下的新人演奏配乐 去竞选 赤壁之战的配乐 苏七点头 是的 杨定坤不知是该笑苏七天真 还是异想天开 作为国内顶级的交响乐队 爱乐可不是有活救见 他们合作 不仅得看对方身份 还要看演奏的曲目 以及场合 如果是苏七的话 杨定坤还考虑考虑 但若是 他旗下的新人吗 即便是他自己同意 指挥以及乐团成员 都也不会同意 所以他随意找了个借口搪塞 苏小姐 你也知道 交响曲乐团合作 都是要预约的 这单子要得太急 我也是有点太赶了 苏七赶紧道 我这边可以先跟赵导协商 曲子录制的话 我们可以推迟到明天 苏七不死心 放低姿态 杨老师 我们真的很想你们乐队合作 要不我把曲子带过去 给你过目一下 您再考虑考虑 杨定坤这回直言拒绝 苏小姐 很抱歉 我们乐队接了 国外中秋节的演出 要加紧排练 所以最近都没时间接这些 苏七脸色脸上的笑 一点点冷下来 杨定坤虽然没有明说 但话里话外透露的意思都是 这个合作 他们看不上 半想后 苏七沉着脸 挂断了电话 顾城一目了然 碰壁了 苏七嘴角轻撇 冷哼道 大概是我们在人家眼里咖位不够 所以杨定坤看不上 既然看不上 那我们换一下就是 顾城无所谓 反正将来爱乐乐团 势必会为今日做下的决定 万般后悔 苏七捏紧手机 可老刘说 帝都目前只有两个交响乐团在帝都 除了爱乐 就只剩下自由乐团了 自由乐团的话 乐团成员并不是专业院校出来的 是后天培养的 演奏水平的话我没听过 但据说还行 顾城上网查询自由乐团 自由乐团 是宋江在十年前创立的交响乐团 据说现场演绎的效果 堪比录音 即便在极端条件下 例如旅途劳累 缺少排练 舞台音效差等外在因素影响下 都能保持正常水准 自称是移动的录音室 乐队风格比较刚性 作品里经常有风驰电掣 电闪雷鸣 以及万马奔腾的旋律 让观众有酣畅淋漓的愉悦感 在这个时代 搞交响乐团组织的成本可不低 所以对乐团成员要求极高 需要拥有过硬的音乐素质 但自由乐团的入团规矩 就有些奇怪 他们的团员入团前 很多都没系统学过音乐 还有不少是被判定没有音乐天赋的人 宋江本人相比其他指挥大师 性格比较凶 观众秩序不好 会直接发火 而且排练极为严格 达不到他的要求会不停地排 因此 自由乐团的演出门票价格 比相同级别的乐团要低不少 但即便这样 乐团也没倒闭 这两年 反而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 看完介绍 顾成对这个乐团 一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自由乐团看起来还不错 你打电话问问看 苏七点头 拨通了宋江的电话 宋大师吗 我是华瑜的苏七 是这样的 苏七照着之前的说法 跟对面说明了来意 没想到对方一听视苏七 直接就让他们过去 真的 那太好了 苏七挂断电话 兴奋地看向顾成 宋江同意了 而且自由乐团距离工作室 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跟赵导约的是下午五点 动作快的话 时间正好来得及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走 顾成利落关掉笔记本 苏七捏着手机转身 那我去找耗子 顾安然抱着被哥哥姐姐 送的零食进来 舅舅 你要出去 顾成提着笔记本起身 不忘温生叮嘱 舅舅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乖乖地跟萌萌解完 保姆车上 顾成把完整的乐谱 按照记忆一点点整理出来 苏七在一旁看得大受震撼 顾成的大脑是音乐电脑吗 怎么对乐谱如此熟悉 但看顾成神色认真 他又不敢打扰 一个多小时后 保姆车抵达了自由乐团的工作室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在剧院大厅找到了宋江 宋江大概四十岁左右 身材高挑 长相斯文 身上没有指挥家那种刻板的印象 随身都散发着洒脱 以及不拘小节的气息 你们来了 宋大师你好 久仰大名 宋江点头 略过苏七看向顾成 你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火得一塌糊涂的顾成吗 你的歌唱得不错 顾成谦虚一笑 宋大师您过誉了 知道他们时间紧 宋江也不废话 曲子带来了吗 顾成点头 在笔记本 走 先去我办公室 进了宋江的办公室后 顾成第一时间打印了两份乐谱 宋大师 这就是你们等下要演奏的曲目 拿到乐谱的瞬间 苏七和宋江直接被震撼的头皮发麻 越往下看 震撼感就越强 战争即是感 没错 就是战争即是感 一点不夸张 现在的苏七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 他完全没想到 顾成居然能创作出如此激昂的战歌 仅仅只是看谱 就已让他热血沸腾 他的脑海 甚至已经描绘出一副悲壮的灰红场面 一副站在高山之巅 俯视两军交战 战鼓齐鸣 将士们冲锋陷阵 抱着必死的决心 去赢得胜利的壮烈画面 宋江更是直接激动到颤抖 甚至不自觉捏紧拳头 血液沸腾 开始想象起自己扛起钢枪 保家卫国的宏大场面 呼吸在不断急促加快 这样的神曲 就是宋江的毕生追求 他迫不及待 想要演奏这首曲子 宋江目光涌动 激动到 顾成 这首曲子叫什么 顾成轻声道 Victory Victory 胜烈 宋江凝望着顾成 目光火热 顾成 从我十岁接触交响乐队 我已经跟交响乐团 打交道三十多年了 却从未见过 Victory 这样让人震撼的战歌 你这首曲子稳了 别说拿下赵斗 即便去竞争格赖美奖 也不在话下 顾成笑了笑 谢谢宋大师 叫宋大师太见外了 宋江爽朗一笑 我今天跟你一见如故 不若交个朋友 大家兄弟相称怎么样 顾成也十分欣赏宋江的性格 那以后 我就喊你宋大哥了 宋江顺势而上 顾成 既然都叫歌了 这首歌的版权使用权 可以卖给我们乐团吗 条件随你开 宋江知道这首歌的商业价值 他不敢奢望版权 只求拥有版权使用权 将来可以在舞台 尽情演奏这首歌 宋大哥 合作的是 我们可以之后再细谈 顾成右手取起轻敲桌子 时间紧迫 我这次来 主要是给这首曲子打样 然后拿去竞争电影 势必之战的主题曲 差点忘了 还要录影打样 宋江深吸口气 平复激动的心情 你们是几点要 苏七插话道 我跟赵导约的是 五点在山岳居间 这里距离山岳居 最快也要两小时 他看了一眼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不到 三个小时的时间 顾成看向宋江 宋大哥 你们乐队有把握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演奏 宋江笑了 笑容洒脱自信 这个你们放心 我们自由乐团 虽然不是专业出身 但我们的团员 并不比课班出身的差 顾成沉吟一下 宋大哥 事不宜迟 你现在去把所有团员 召集过来 我给他们讲解一下乐谱 宋江立马起身 我这就去 宋江的速度很快 五分钟后 所有团员都聚集到一起 苏七把乐谱 分外到团员手里 看完乐谱后 所有人面面相去 都从彼此的眼里 看到震撼 顾成不管他们 心里什么想法 他轻渴两声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过来 想必刚才来之前 宋大师都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手上的乐谱 Victory 就是你们等下要演奏的战歌 时间紧迫 我不跟你们废话 直接给你们讲解乐谱 顾成把乐谱 投影到了大荧幕上 开局以大提琴做主导 小提琴 以及轻微鼓声伴随 15秒后 在前奏的基础上 我会加入合成钢琴音 增添稍许神秘感 苏七提出疑问 直接使用钢琴演奏 不就可以了吗 不行 顾成直接拒绝 这首曲子合成器的部分 是点睛之笔 单单只是管弦乐的效果太软了 加入合成器音色 才能效果炸裂 宋江开口道 没关系 合成器我们很擅长 我们以前有不少电音作品 经常会添加合成器音色 顾成点头 继续往下讲解 到这小节时 鼓声要落众 然后节奏响起 鼓声伴随着滴答的时钟声 让场面变得紧迫 战鼓一定要够重够狠 要有那种鼓舞提升百万战士 士气壮吞山河的感觉 顾成讲解得非常的详细 什么地方使用什么乐器 什么时候该停止 什么时候该加入新的乐器 所有人听得十分专注 为了避免遗忘 众人不忘在乐谱上做标记 顾成会等他们记好了 才开始往下讲解 到这里 开始进入关键时刻 这里就该你发挥了 顾成看向苏七 苏七 你没有歌词 只有简单的阿吟唱 怎么发挥看你自己理解 反正要把战争的不公 悲壮情绪 用你的嗓音演绎释放出来 苏七郑重点头 好 我会全力做好 顾成点头 看向众人 苏七吟唱结束后 要衔接重将宣誓的誓言 这些誓言必须要铿锵有力 顾成就像是战前将军 给麾下将士讲解战略 直至讲完整个乐谱 你们给我记住一点 顾成环视一圈 视线与团员逐一交汇 这不是单纯的曲子 而是一场热血澎湃 慷慨激昂的血肉战事 鲜血染红滑下大地 战鼓号角 响彻神舟 你们身负重任 哪怕知道会战败 依旧奋勇向前 不把敌人歼灭 势不后退 若战 金戈铁马 若王 马格果施 胜利终将只属于我们 啪 啪 啪 掌声雷鸣 所有人凝望着顾成 心中热血沸腾 顾成 你讲解得太好了 宋江拍拍顾成的肩 半开玩笑道 要不要加入我们乐团 宋江越看顾成越满意 他实在太有才华了 不单是编曲经验 就连对乐团的统筹安排 他都游刃有余 顾成笑道 这个以后再谈 我们还是先排练吧 宋江也知道时间紧迫 量声道 你们现在抓紧熟悉乐谱 等下到剧场集合 作为一流的交响乐队成员 是谱弹奏 都是基本功 在他们研究乐谱的时候 顾成就跟乐团成员合成电音 半小时后 一切准备就绪 宋江看向台下 偌大的观众席 只有一人 顾成对宋江点了点头 宋江深吸口气 转身开始挥动指挥棒 激昂的音乐 开始响彻整座场馆 一开始是大军将至 兵临城下 随后战鼓起 全员备战 各种从单一到交汇 节奏有序的上升到高潮 然后是苏七的灵魂吟唱 众将鼓舞 呐喊宣誓 誓死为国 为最后的爆发蓄积能量 哼 大战彻底爆发 敌军血战 众军英勇 破敌千里 最后胜利女神升起 敌军败亡 众将庆功 气势层层递进 一段比一段激昂 直到最后一段 慢慢归于平静 第一遍排练结束 所有人依旧沉浸在刚才的演奏当中 不错 顾城站起身来鼓掌 虽然有不少瑕疵 但你们配合的 比比我想象中要默契 宋江直言 顾城 不到位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指出 趁还有时间 我们抓紧多排练几次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顾城直接跳上舞台 刚才的鼓声不够激昂 还有前奏的电流声 可以加强一点 时间紧迫 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 自由乐团在顾城的指导下 反复排练了五六次 一直到下午三点 总算排练出一版 效果不错的版本 虽然这个版本 还是有不少瑕疵 但足够顾城拿去竞争 势必之战了 宋江把优盘交到顾城手里 然后拍拍他的肩 给他打气 兄弟 加油 祝你马到成功 顾城点头道 借宋大哥急言 苏七倾笑 宋大哥 我们先走了 改天一起吃饭 宋江哈哈大笑 一言为定 李浩一直在保姆车待命 看见顾城他们相邪走出 立马下车拉开车门 顾城绅士地 用手护住车顶 你先上 苏七笑着点头 谢谢 他扣好安全带 耗子 去山岳居 声音有些嘶哑 连续几小时的高音音唱 是极废嗓子的 他刚想找水润喉 顾城已经拧开一瓶水递过来 辛苦了 喝点水缓解一下 苏七心里划过一丝暖流 谢谢 李浩从后视镜瞄了一眼 七野 诚哥 你们坐稳了 我要出发了 李浩发动车子 一脚踩下油门 山岳居 赵义德正靠在红木椅上 闭着眼聆听萧綦的作品 赤壁之战 乐曲一开场 低沉浑厚的号角声 紧接着就是战鼓重重的一击 海螺和战鼓相互交织 气氛庄严隆重 紧接着古号齐名 加上战事铿锵有力的呐喊声 大军压近的画面感 扑面而来 接着一段悠扬的萧声穿插而入 然后就是萧綦带着正气的演唱 长江两岸 满江战船 惊涛骇浪 赵义德的神态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手指会随着节奏略微起伏起伏 萧綦目光不由下沉 根据他得来的风声 之前他人参选的作品 赵义德听过之后 不满意的 基本都现场退回了 而这首歌 是萧綦为了赤壁之战 量身定做的 足足准备了半年 可以说是他这几年能拿出的最好作品 可眼下看赵义德平淡的反应 萧綦担心自己 也熬不过一轮游 他目光微动 不安地和李梅对视一眼 李梅给他一个镇定的眼神 示意他稍安勿躁 歌曲结束的时候 赵义德缓缓睁眼 取掉震撼雄壮 加上密集的鼓声点缀 非常有金歌铁马的战场感觉 你的嗓音浑厚 歌词也大气磅礴 这首歌不错 萧綦和李梅对视一眼 两个人眼里巨是狂喜 尤其是萧綦 他心底甚至已经不抱希望 惊起来得太突然 他激动上前 谢谢赵导的赏识 赵义德点头 我这边等一下还有事要忙 曲子先留在我这里 我会拿去跟电影视配 有结果了 再通知你们 虽然没有直接征用 但是能有机会留下参加视配 李梅和萧綦已经心满意足 赵导 那您先忙 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赵义德看向身后站着的孙女 思雨 帮爷爷送送他们 赵思雨乖巧起身 嗯 等几人离开 赵义德望着窗外出神 电影中音乐是非常传神的存在 因为电影不能把话说尽 有很多东西 是让观众随之联想的 一部没有配乐的电影 纵使画面无可挑剔 情节真挚动人 也会让观众有所缺憾 好的电影配乐 是造就一部经典电影 必不可少的元素 多数配乐成影片 拍摄时就开始介入 与画面剪辑同步 几乎所有欧美电影 都会把配乐专门做成原声碟 赶在影片供应前上架销售 既达到宣传效果 也提高衍生价值 配乐和电影主题高度契合 电影以及音乐 产生双赢的效果 可以通过配乐增强电影的代入感 协助剧情画面 调动观众情绪 渲染情景氛围 可是赵义德从电影开拍之初 就在寻找能与电影主题契合的配乐 却一直无所获 势必之战这部电影 为了筹备这部电影 他十年前就开始构思剧本 然后拉投资 勘测场地 前前后后 耗费了近十年的时间 乃是赵义德的心血 这样的作品 他必须要找一首 能震撼全球的电影配乐 半想后 赵思雨踩着欢快的碎步进来 爷爷 你又泡茶 人送走了 赵义德动作行云流水 茶香伴随着生腾的蒸汽 在半空飘散 嗯 走了 赵思雨耸动了下鼻子 静止走到赵义德对面坐下 然后扶在暗桌上 看他侦察 此刻屋里没有外人 他也不再顾忌 爷爷 萧綦刚才的作品 我看你好像不太满意 赵义德侦察动作未停 你觉得这首曲子不错 赵思雨点头 还行 此曲质量都不错 气势雄浑 也与电影主题相符 重归重举吧 凑合用倒是可以 拿来冲击好莱坞 还是不够 前年赵义德受邀出席 嘎那电影节 被国外的媒体明朝暗讽 说华夏拍不出好电影 钱都用来请流量明星 不舍得在电影制作多投入资金 连配乐都是粗糙烂制 赵义德承认 好莱坞电影 在配乐方面的确非常出色 但华夏同样拥有好的配乐师 华夏的电影 同样也拥有好的配乐 赵义德想用赤壁之战 狠狠打脸好莱坞那些酸臭嘴脸 萧綦的作品 跟他的预想还是差太多 赵义德叹了口气 我们华夏泱泱大国 总共十几亿人 做音乐的 怎么也得有百万人吧 怎么就找不到一个 能给我电影配乐的人呢 赵思雨说道 爷爷 传道桥投资染植 说不定这个人 下一刻就会出现了 赵义德把一盏茶递过去 要真有这么个人 我绝对把他供起来 当我的御用配音师 爷孙俩就这么你 一句我一句地唠嗑 直到屋外门铃响起 爷爷 我去开门 赵思雨蹭地一下站起来 顾承没有想到 古岳居是个老式的四合院 四合院在帝都意味着什么 那是身份的象征 能在帝都二环 拥有这样一座四合院 可不仅仅是有钱就能办到的事 大门一压一声打开 一个容颜清冷美丽 身材高挑的女人 出现在墓门后 思雨 你不是去拍极光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看见赵思雨 苏七十分惊喜 赵思雨轻笑 清冷的眉眼柔和下来 前两天刚回来的 先进来再说 等等 我还带来个朋友 苏七错开一步 露出身后的顾承 顾承 这是赵导孙女赵思雨 思雨 这是我朋友顾承 赵思雨这才发现 顾承的存在 眼睛一下就亮了 顾承 天 苏七 你把她也带来了 顾承拉下口罩 主动打招呼 你好 赵思雨神色激动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最近经常无限循环你的歌 顾承只能笑着点头 谢谢支持 你们先进来吧 在赵思雨的带领下 顾承走进了这座 古朴雅致的四合院 从外面看不显山不露水 走进去却自成天地 一砖一瓦 都散发出古朴浓厚的生活气息 爷爷 苏七来了 苏七甜笑着走进室内 赵道 许久未见 怎么感觉你身体越年轻硬朗了 赵义德扶了扶眼角的金矿眼镜 招呼道 小七你来了 快过来喝茶 苏七甜笑着点头 不止我来了 我今天还给您带了惊喜 赵义德轻笑 什么惊喜 惊喜待会再跟你说 苏七卖了个关子 把顾承拉到身前 赵道 您前两天不是跟思雨说 平凡之路不错吗 我今天把人给你带来了 顾承礼貌地问好 赵道 您好 我叫顾承 眼前的老人衣着普通 但顾承却打从心底敬佩 因为赵义德 他拍了无数的口碑佳作 而且热衷于传播华夏文化 是真真正正从人命中走出来的艺术家 赵义德上下打量顾承 平凡之路 真是你创作的 顾承厚着脸皮承认 是我创作的 赵义德点头 年纪轻轻就能写出这样的歌 小伙子你悟性不错 顾承谦虚一笑 谢赵道夸奖 赵思雨美目微亮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顾承 苏七 顾承该不会就是你说的惊喜吧 苏七笑容神秘 赵道 您不是一直在给赤壁之战 寻找合适的配音吗 我这里有一个音乐作品 非常契合林的电影主题 保管你听了 绝对会震撼 哦 赵义德兴趣被挑起 小七 你没骗我 顾承上前 拿出U盘 赵道 这首曲子叫Victory 这首曲子一共5分20秒 一共分为10段 每32秒曲风就会骤转 情绪层层递进 一段比一段激昂 直到最后一段慢慢归于平静 赵义德一下来了兴趣 哦 这我可得听听看了 赵思雨把U盘插入音响 御手轻轻按下播放键 属于Victory 激昂雄壮的旋律 便在室内开始流淌 大提琴 小提琴 以及轻微鼓声 搭配激昂有力的节奏感 直接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 开场直接就是王炸 赵思雨为之一阵 鸡皮疙瘩 燃遍全身 他惊讶地看向故城 美目里是浓浓的惊艳与震撼 紧接着战鼓震天一锤 战歌响起 磅礴的气势 刹那间铺垫开来 支支电流 隔空窜入天灵盖 站立的感觉从发丝窜到脚底 遍布赵义德每一条神经 赵义德瞳孔一阵 勾楼的被瞬间挺直 雷鸣战鼓声密集响起 每重锤一记 都恍若敲击在赵义德的心头 呼吸不自觉变得急促 优雅大气的女生 高然登场 灰红悲壮的场面 便破空袭来 这才是他苦心寻找 能震撼全球的原生配音 赵义德哆嗦着唇 激动出声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 赤壁之战的高然场景 寝客间与音乐融为一体 眼前已然铺开一张 灰红的战壕画卷 暗夜当空 东南风起 曹操战船犹如堡垒 凝聚在北岸乌陵 周渔的战船 停靠在南岸赤壁 双方隔长江对峙 战旗在黑夜中飞扬 火光轰然凸起 照亮漆黑的海平面 火船像箭一样向前飞驶 撞向曹军战船堡垒 哄 寝客间浓烟烈火 遮天蔽日 赤壁画作滔天火海 战士们开始呐喊宣誓 在遥远的地方 在群山的深处 在血色的夜晚 在朦胧的睡眼 军队在激战 为国瑜伽 赵义德眼眶发热 急速跳动的心脏恍弱 要跳出胸腔 浑身热血沸腾 这一刻 赵义德仿佛退去年老的躯壳 化身为英勇的战士 在苍茫大火中 攥紧长枪与敌军浴血奋战 死吼着 他身负使命 是要歼灭所有的敌军 敌军 战友 烈火中战士们一个个倒下 一个将士倒下 又有千千万万的将士替上 将士们前赴后继 倒风吟血 直到身躯与船只融为一体 葬身火海 高昂的女婴 逐渐变得悲壮 似乎在抚慰那些逝去的阴魂 声音见识 祭奠壮神 活下来的赵义德 双目赤红 看着倒下去的敌人和战友 孤独地站在火海中萧瑟 这一刻 他没有任何胜利的感觉 战争是残酷的 对于士兵而言 没有胜利者 愿是无战 曲子早已结束 众人依旧沉浸在战歌的余韵当中 赵义德眼眶湿润 钻井把手久久未雨 顾承也没有说话 赵义德他们刚才在欣赏曲子 而顾承则在辨别以及思考 时间真的太紧了 有很多的合成因 顾承都没有完美还原出来 以至于曲子里有好几处地方爆发力不够 为了能更好地融合 赤壁之战的背景 顾承在不影响整首曲子的基础上 稍微做了改动 比如众将宣誓的誓词 顾承改成了中文版 这样赵义德能更好地带入背景 这些中文歌词 还有改善的空间 半想后 赵义德才如梦初醒 他上下打量顾承 睿智的双眼里充满探究 看起来跟思雨差不多的年纪 究竟是怎么创作出如此震撼的战歌 顾承 你刚才说 这首曲子叫什么 Victory 中文名胜利 顾承轻声回道 胜利 胜利 赵义德呢喃重复 好名字 好曲子 他深吸口气 这首曲子 真的是你创作的 原创 是我的原创 顾承点头 赵思雨惊叹道 顾承 你好厉害 你怎么能创作出 这么震撼的战歌 这首曲子 真的燃爆了 整首曲子 从前奏到落幕 每一秒都在燃烧 赵思雨的血液 至今还在不断翻涌 根本无法停歇 苏七看向赵义德 试探询问 赵道 您觉得这首曲子怎么样 赵义德满意的汗手 曲子气势 灰红磅礴 风格大气壮观 从编曲到意境 都震撼人心 顾承谦虚地笑道 谢谢赵道夸奖 这首曲子的背景节拍 平均都在140以上 在古典的带动下 会与心脏产生共振反应 从而热血沸腾 医学上说 心跳超过120次 就会有紧张 激动质胆 所以听这首歌 血液流速就会加快 不自觉地 随着节奏亢奋起来 赵思雨看向苏七 里面的女声 是你吟唱的吧 苏七轻嗡一声 听出来了 赵思雨美目轻颤 忍不住夸奖 厉害了 苏七 你声音刚出来的瞬间 真的太震撼了 把我耳朵都听怀孕了 苏七俏皮倾笑 故意调侃 思雨 我跟你认识这么久 怎么不知道 你耳朵里面长了子宫 反了 几个月不见 你都学会取笑我了 看我无敌魔爪 赵思雨伸手 假装要往他腰间作怪 苏七娇笑着躲闪 思雨 我开玩笑的 赵思雨收回手 脸上的神色恢复正经 故称 这首歌 不是指单纯地表达胜利吧 在赵思雨听来 这首歌开始是出征前慷慨激昂 中途就是战争打响的灰红场面 后面就是战争胜利 在为死者莫哀 现在回想起后半段 赵思雨都能感受到 其中的悲凉与无奈 他甚至能够挠不出一幅画面 战争胜利后 满地尸体 血流成河 战火残烟 天使在其中无力地吟唱 故承轻声道 音乐千人千面 每个人听 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赵义德叹口气 这就是所谓的 一将功成万古枯吧 我们可以遥望战场的悲壮 但是绝对不要渴望战争 赵义德看向故承 没有拐弯抹角 故承 我要这首歌的版权 多少钱 你开个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是华夏电影的黄金时期 那个年代人才辈出 曾涌现过许多出色的音乐制作人 和经典的配乐作品 至今广为流传 可是这些年 华夏电影市场逐渐衰退 已经很久没出一首震撼的影视剧配音了 这首战歌 真的太然了 而且无比契合 赤壁之战中的场景 若能作为电影的原声配乐 绝对能震撼全球 疯狂打脸外媒那群狗东西 赵义德已经迫不及待 想将这首歌剪辑融入到电影里 面对赵导的直接 顾承只是淡淡地摇头 赵导 不好意思 这首歌 我只合作 不卖版权 赵义德皱眉 不卖版权 为何 顾承轻声解释 我创作的所有歌曲 都是只合作 不卖版权 顾承对Victory 这首歌 有长远的规划 前世 Victory作为史诗战歌神曲 不仅在外网爆火 在国内也是风神的BGM 席卷了全网短视频平台 国内随便打开一个音乐平台 这首曲子底下 都有几十万的评论 顾承甚至清楚记得 网易云上的神评 热评第一 我不能保证 你们每个人都能活下来 但世界需要你们 热评第二 我家的狗也听了 从他眼神中看出 他想骑着我去战场 两条评论 都有高达七十多万点赞 足见Victory 受欢迎的程度 顾承想用这首歌 当作欧美音乐市场的 试专时 赵义德虽然觉得可惜 但是也能理解 这样的战歌神曲 歌谁也不愿意卖版权 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谈谈 这首歌的版权使用权 赵导先等等 顾承笑着打断他 合作之前 有件事先跟你声明一下 这首曲子 其实是中午才录制的 在三点钟前 才看看录制完成 因为时间仓促的关系 您刚刚听到的 只是初步的小样 还有很多细节都没到位 赵义德文言倒吸口气 顾承 你刚才说 这首歌只是小样 没错 顾承点头 赵思雨捂着嘴不敢置信 小样听了都这么震撼了 那正品的牛掰成啥呀 是不是听了就一波带走 有些小节的爆发力不够 而且众将勋士合唱 本来是英文 我临时改成的中文 还有很多要完善的地方 等等 赵义德插一道 顾承 你刚才的意思是 这首歌还有英文版本 顾承笑着点头 准确地说 Victory 这首曲子创作 最初就是英文版的 惊喜来得如此突然 赵义德大笑出声 这么说 海外宣传上映的时候 曲子可以直接英文版本 顾承汉首 是这样没错 等我这两天把成品弄出来 到时候 我会把两个版本的曲子 都拿来给您 欧美人本身就排外 加上理解不了歌词之意 所以对中文歌相当排斥 有海外版本的话 以这首曲子的磅礴气势 势必能增加电影的曝光度 到时候宣传效果绝对大幅度提升 赵义德心情大好 顾承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合同的事 顾承看向苏七 这里面涉及人情 所以来之前 俩人就商量好 合作的事 交给苏七来谈 苏七无声点头 赵道 合作的事 我们两个来谈吧 赵义德视线在两人身上转了转 若有所思的点头道 行 都可以 谈完合作 已经是下午六点 赵义德提出要让他们在这里吃饭 顾承考虑到小丫头在等自己 婉拒了赵义德的吃饭邀请 约好等送成品过来的时候 在一起吃饭 临走前 苏七说要去上厕所 顾承便就在庭院等他 等苏七出来后 顾承正站在廊下逗弄着画眉 背后是金红色的夕阳 挺拔修长的身形 被夕阳拉出一道狭长的暗影 恍若波云见日般 天地间都是光芒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不经意间惊艳了时光 很多年后 苏七也没能忘记这一刻的惊艳 顾承的五官本就清俊 此刻笑容和煦 整个人更显温润 饶视见惯帅哥的苏七 也有些阵望 顾承早就听见了身后的动静 怎么不过来 发什么呆 小丫头该等急了 苏七暗吸口气 平复心绪 走吧 回城的路上 苏七问出心中的疑惑 顾承 Victory 这首歌 你是不是打算 之后会和自由乐团合作 顾承侧头 你是指版权使用权 苏七点头 嗯 顾承没有否认 确实有这个打算 而且 你不觉得这个乐团很有趣吗 这一次的合作 让顾承看到了自由乐团的潜力 宋江作为总指挥 不仅音乐造诣非常高 而且擅长打破传统 从他不按牌里出牌 挑选乐队成员 就知道 宋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艺术家 这让顾承想到了 前世著名的普茨茅斯交响乐团 不过相比 能把柴克夫斯基 贝多芬等一众大老棺材板掀开 以屠杀古典乐著称的杀猪团 自由乐团显然要正经得多 宋江创立自由乐团的初衷 是让每个人都能在艺术中 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乐队的成员地域不同 年纪不同 文化不同 但相同的是 他们都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他们演奏的音乐好听 是否先不提 重要的是 他们很快乐 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听众 都非常享受 顾承素来交友 不看家事 只看人品 相处中不看钱财 只看心意 宋江这个人 顾承第一次见 就觉得有演员 相处下来发现他也值得深交 顾承手里诸如Victory 这样的神曲 手里可有不少 反正都需要合作 肯定是选能信任的人合作 想到这 顾承看向苏七 你的新专辑 是不是就剩下隐形的翅膀 还没拍MV 苏七点头 嗯 怎么了 昨天顾承在录制完自己的歌后 就顺便帮苏七一起研究了新专辑 本来顾承想给苏七加两首歌曲的 后来时间太紧 最终决定从苏七自己的存取里 从中挑选了质量最好的九首歌曲 加上隐形的翅膀 一共十首来制作新专辑 顾承沉吟一下 接下来太多事要忙了 明天我们分工合作 你抽空把新专辑的MV拍出来 我把Victory的合成音 还有改编录制出来 后天你跟我一起去自由乐团排练 苏七点头 行 没问题 畅想青春 后台 今晚是萧綦接手江峰节目后的首次亮相 为了能尽快上手 他正在查看选手资料 李梅低头坐在沙发上刷微博 帖子铺天盖地 全是故城的通稿 越往下刷 李梅的神色就越凝重 这个故城的势头太猛了 平凡之路发不到现在 全网播放量突破了一亿 起风了 甚至已经破两亿了 萧綦未知一阵 怎么这么快 李梅微微皱眉 早上的时候才八千万 两天不到就破两亿了 以这样的增长速度 恐怕明天早上就达到三亿了 李梅心敌涌现一股危机感 虽然是免费的 但这成绩 即便是天王 也未必能做到 电话突然响起 一看到来电显示 李梅的心咯噔一跳 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 萧綦看她不动 好奇道 谁的电话 李梅捏紧手机 是赵导的 萧綦眼眸一亮 兴奋到 该不会是作品通过了吧 李姐 你赶紧接 李梅可没她这么乐观 她深吸口气 笑着接听 喂 赵导 不合适是吗 听到这激动的萧綦心 瞬间凉了一半 没关系 希望以后跟赵导 还有合作的机会 电话一挂 李梅脸上的笑 瞬间收敛 萧綦心急开口 怎么样 李梅无奈地摇头 赵导那边说 作品不合适 还有更改的机会吗 萧綦不死心追问道 李梅残忍地打破她的希望 没有机会了 赵导那边说 已经找到合适的 奥斯德了 萧綦身上的静一下泄了 下午的时候 不是很满意吗 怎么突然就说不合适了 到底是被谁截胡了 李梅长叹了口气 赵导没细说 只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萧綦握紧拳头 满心不甘 这首歌 我准备了半年之久 而且是难得的国风音乐 难道就这么放弃 萧綦是练习生出道 这两年开始 有偶像派转型实力派 虽然人气一直不错 专辑销量也还可以 但距离真正的天王 还欠缺一个大宝风神的机会 赤壁之战 是萧綦这些年最好的作品 这么白白放弃 太可惜了 李梅想了想 回头我跟公司商量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发个单曲 萧綦皱眉 发单曲 李梅点头 赤壁之战 年底就会上映了 我们抢先发布 看能不能蹭热度赤波红利 一日早上八点 三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 气氛和谐 故城给安然盛一碗粥放凉 安然 我等一下要去剧院 你等一下是跟舅舅一起 还是跟七姐姐去拍摄MV 小丫头左右看看 宁梅纠结了片刻 才下定决心道 我跟舅舅一起去 苏七用手撕着面包 逗弄她 安然跟着姐姐一起 不好玩吗 顾安然赶紧摇头 小心翼翼地解释 没有 我是怕打扰七姐姐做事 所以才不去的 苏七扑斥一笑 当才逗你玩的 赶紧吃饭 吃完早餐 三人一起下楼 李浩已经在停车场等着了 不过 苏七今天要去华渔 所以要自己开车 上车前 苏七突然想起一事 顾城 老刘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 说在工作室附近 找到了一套公寓 说等你有空了 带你过去看看 顾城点头 等晚上回来再说吧 行 那我先走了 华语总部 苏七昨天提前通知了道具组 造景连夜就修改搭建好了 刘洪光早早就在片场等候 看到苏七脂粉未失 指着一身简单白裙 出现在拍摄现场 差点没惊掉下巴 他直接上前 拽住苏七胳膊 哎呦喂 我的小祖宗 你这该不是打算要素颜上阵吧 苏七点头 顾城说 这手势励志温情歌 说越干净简单就越好 所以我就干脆素颜上阵了 刘洪光无力服额 再怎么简单 那也是上阵 你也不能真素颜上阵啊 女明星在镜头前 都会极力维持自己的妆容形象 入水出汗 都不带脱妆的 有些夸张的女演员 拍摄乞丐逃亡之类的镜头 甚至都还妆容白镜 最差也得是尾素颜 上点薄妆打底 可苏七 这明显是素面朝天 连口红都不抹半点 趁现在没开拍 你赶紧上点薄妆粉底 刘洪光不看好 谁知导演却眼前一亮 等等 导演上下打量苏七 满意的汗手 苏七的素颜干净清纯 正好跟今天的主题背景很大 我觉得完全可以试试 到时候还可以作为卖点宣传 谢谢导演 其实这也是苏七首次纯素颜上镜 心里本来没底的 有了导演这番话 苏七松了一口气 既然这样 就直接开拍吧 另一边 顾成牵着顾安然的手 穿过剧院 在后门找到了宋江 宋大哥 走 顾成 你来了 宋江兴奋地迎上来 看见顾安然愣了一下 这是哪来的小天使 顾成拍拍顾安然的肩 给他介绍 这是我外甥女顾安然 安然 叫宋叔叔 小丫头甜甜一笑 露出两颗可爱的虎牙 宋叔叔你好 顾安然的笑容杀伤力 向来不分男女老少 属于无差别攻击 宋江只一眼就被俘获了 真乖 你是第一次来 我们剧院吧 顾安然乖巧点头 嗯 以前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 宋江闻言 牵起他的手 就往剧院走 走 叔叔带你 去逛逛剧院 顺便给你去拿好吃的 谢谢叔叔 顾成摇头 无奈跟上 传统摇滚三大剑 转向电子音乐 合成器音乐 已有几十年历史 合成器是声音的频率合成仪 可以制作各种声音 改变各种音色 还有一种采样合成器 用来采集某种声音的音色 然后在整个音域里重放 重放时 还可以改调 改速度 改音色 合成器可以解决 相当一部分的歌唱 及舞厅的伴奏问题 自由乐团里 主要负责电子合成器的 有两个乐手 一个叫郭嘉年 以前是个嗨爸DJ 前两年才加入乐团的 还有一个是乐团里 年纪最小的王晨 因为喜欢电音 加上学习不好 所以直接辍学加入乐团 顾成在合成音轨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在旁边学习 两人越看越是震惊 诚哥 看你这熟练的手法 以前没少学完电子音吧 这手法 诚哥怕是玩了十年不止吧 合成器的音色控制 MIDI控制 都是需要精准的机能练习 挑音色 练技法 也都需要时间 可他看顾成的动作 熟练而快速 这可不是短时间就能上手的 顾成笑了笑 还好 以前有段时间痴迷电音 所以跟着学习了点 顾成的电音启蒙 就是西游记的《云工训音》 后面入行后 就接触了更多的电音 比如 Fate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Fate You PDD 洪荒之力 等等 这些电音 顾成都没少研究 很多人说做歌手 最重要是嗓子好 觉得歌手会唱就行 站在舞台上 只要做的就是唱歌 而不是弹琴敲鼓 但顾成却认为 职业歌手 多少要懂点乐器 为此 他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业余时间 去钻研各种乐器 也跟乐坛前辈 学习了很多的音乐技巧 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的 顾成前世之所以在娱乐圈爆红 其实并不完全是运气 更多的是音乐积累 三个小时后 所有合成音制作完毕 顾成开始指导乐团 照着改动的乐谱反复排练 苏七的MV风格主打温馨简洁 不需要华丽的布景 不需要复杂的造型 全程只有苏七单独入镜 导演也知道 MV的最大卖点就是苏七的素颜 所以全方位围绕着苏七的脸拍 好在苏七素颜抗打 无论什么角度拍出来都是美的 甚至镜头对着拍都无死角 导演越拍越满意 拍摄进程极为顺利 很快就进入了尾声 暖阳下 音乐在室内轻轻流淌 苏七站在落地窗前哼唱 窗杀轻舞 墨发随风轻扬 镜头一转 屋内的倒影幻化出一双翅膀 苏七回眸一笑 清纯干净的笑容 眼眸里洋溢着坚毅与勇敢 下一刻 苏七在薇娅的帮助下腾空而起 Cut 太棒了 导演非常满意苏七的表演 尤其最后的回眸 极具感染与张力 给人无尽希望的感觉 等后期剪掉薇娅 再加点特效进去 画面瞬间就活了 导演拿起喇叭 拍摄结束 大家辛苦了 众人欢呼 工作人员迅速上前 协助苏七从威亚上下来 苏七弯腰跟所有工作人员致谢 谢谢导演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苏七 苏七转头 这才发现工作人员当中 站着一个熟悉的圆润身影 来的正是华语老板杨丽勇 别看他现在身材走样变形 二十年前 杨丽勇可是华夏摇滚组合的先驱 让华夏的摇滚文化 进行了180度的变革和冲击 组合解散后 杨丽勇就创办了华语传媒 直到现在培养了众多知名歌手及演员 杨丽勇非常看好苏七 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在力捧 公司的资源也倾斜于他 苏七第一张专辑起 合作的对象就是知名制作人 跟欧美大牌设计师 音乐上就更不用多说了 不仅一直没有干涉他的音乐之路 而且给予他绝对自由的创作空间 苏七能有今日的成就 离不开杨丽勇的栽培以及信任 这也是他愿意继续留在华语的原因 苏七鸣嘴一笑 杨总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今天拍摄新专辑MV 所以过来探探班 杨丽勇回到 刘洪光提醒到 苏七还不快谢谢杨总 他特地给你准备了应援餐车 苏七心头一暖 笑道 谢谢杨总 让你破费了 杨丽勇上下打量苏七 你这是全素颜上阵 苏七点头 顾成说这是励志歌曲 MV不用整得花里胡哨 顾成 杨丽勇最近对这个名字可不陌生 因为这几天打给他的电话 十个有九个是在打听顾成的 苏七 这首隐形的翅膀 也是他的作品 这是顾成根据我的声线 给我定制的 苏七看向杨丽勇 杨总 你比我专业 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杨丽勇点头 我刚才虽然只听了后片段 但却觉得这首歌十分惊艳 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 都给人希望 温暖与安定的力量 而且 你的嗓音极具穿透力 在你的演艺下 曲子听起来直击心脏 更有希望的力量 潜力不小 近半年娱乐圈并不太平 吸毒 出轨 抄袭等违法适得的事件 层出不穷 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娱乐圈的风向 开始悄然转变 据杨丽勇得到的消息 娱乐圈下半年 将会净化不良风气 多弘扬正能量 隐形的翅膀 作为励志歌曲 正好赶上风口 杨丽勇有预感 这首歌推出后 在政策的无形推动下 绝对会风靡全网 苏七 我们很久没见了 既然MV已经拍完了 不如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苏七歉意一笑 这恐怕不行 我等一下还要赶着去录制歌曲 杨丽勇愣住 还要录制什么歌曲 苏七左右环顾一圈 卖了个关子 杨总 这里人多嘴杂 我们换个地方谈 刘洪光提议 到旁边的休息室吧 杨丽勇眯起眼 被勾起了好奇心 进了休息室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口 这下可以说了吧 苏七压低声音 我们拿下了 赤壁之战的Ost 杨丽勇闻言倒吸一口气 怀疑自己听错了 刘洪光黑黑一笑 除了这个 难道还有别的赤壁之战 杨丽勇还是不敢置信 什么时候的事 苏七解释道 昨天晚上的事 本来打算等拍摄结束再跟你说 然后杨总你恰巧来探班 这首歌叫什么 杨丽勇追问 苏七轻声说 Victory 中文胜利 一首史诗级战歌 苏七的眼光 杨丽勇还是相信的 他既然敢用史诗级战歌来形容 想必这首歌曲必有过人之处 杨丽勇盯着苏七 你这里有姻缘吗 苏七摇头 昨天录制的只是小样 正品还没录着 不过 我可以跟你透露 曲子绝对震撼 小样 杨丽勇有些恍惚 以前受时代影响 网络没有普及 通俗歌曲的发展 很仰仗影视剧 歌手红 大部分也都只红在歌迷圈里 但影视剧就不一样了 要是赶上万人空巷的影视剧火了 主题曲 插曲之类的 也会就跟着出圈 成为快智人口的流行音乐 所以 在杨丽勇的那个年代 有许多长辈普通话都说不利索 但却能哼乐语歌 即便到了流量时代 影视剧主题曲的市场 歌手们依旧火热 有些歌手为了演唱Ost 经常会自降酬劳 或者干脆免费演唱 赵义德这部电影《荣资十亿》 是华夏有史以来 投资最大的电影 拿下这部电影的Ost 等于是打开了欧美市场 为了抢这首主题曲 乐坛的歌手和制作人们 明里暗里抢破了头 单单是华语一个公司 结果无一例外被当场退回 这个顾城究竟有多奇才 居然仅凭小样 就夺得赵义德的心 击败了整个乐坛 杨丽勇眯起眼 对顾城燃起了浓浓兴趣 苏七 你这回可真是捡了个宝藏啊 苏七倾笑汉手 十分认同 我也觉得 杨丽勇长叹口气 要不是等下还有事 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 见识见识这个顾城 刘洪光 杨总 来日方长 总有机会的 闲聊半想后 杨丽勇就被电话叫走了 苏七给顾城发了条微信 顾城 你那边怎么样了 顾城收到消息时 正巧是休息的空档 所以 消息回得很快 曲谱已经修改好了 现在正在跟乐团排练 你MV拍摄得怎么样了 苏七 MV拍完了 现在准备过来找你 顾城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点 我们先排练了 拜拜 临走前 苏七随手拍了张侧脸自拍 然后发了条微博宣传 隐形的翅膀 MV已经拍摄完毕 这次我做了大胆的尝试 素颜上阵 大家敬请期待 微博刚发出 评论区就沸腾了 直接吹爆苏七的素颜 卧槽 吴美颜 吴绿镜 这是纯素颜上阵 新专辑什么时候出 等不及了 我说这是淡言天花板 没人反对吧 你们注意到没有 女神连眉毛都没有修饰 这月牙弧度 和眉骨恰好吻合 七爷这张脸 一定是女娲精心捏造的 反观 我们就是藤条甩的泥点子 来之前 刘洪光还不理解 顾承为什么要采用 交响乐团来录制音乐 到了之后 他立马就理解了 你马 交响乐的效果 就是比乐队 要来的大气磅礴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剧院门一拉开 激扬的旋律 热血的节奏 众将对着你庄严的宣誓 战场即是敢扑面来 听着这么劲爆的音乐 拿着公文包的刘洪光 瞬间血液沸腾 有种手里 拎着炸弹包 即将身负敌军战舰 与敌军同归于尽的感觉 曲子结束的时候 刘洪光热烈的鼓掌 好 他好了 刘洪光快步走向顾承 激动的脏话都飙出来了 顾承 这曲子太TM殆尽了 老子这辈子都没听到 这么爆然的战歌 还以为自己在战场 怪不得苏七说是 史诗级战歌 这首歌当之无愧 顾承笑了笑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苏七信念轻眨 刚到不久 看见他 顾安然嘴角一下 也到哪儿后 七姐姐 你们来了 苏七摸摸他的头 剧场好玩吗 好玩 顾安然双顺亮如星辰 凭借可爱的容颜 以及无辜的笑容 顾安然成功俘获乐团众人的心 一天不到 就混成乐队团宠 团员们不仅让他随意触摸乐器 而且还教他很多的乐理知识 宋江走下台来 大笑道 苏七 你是不知道 小丫头多有音乐天赋 不仅乐感 还有音域非常强 音色也十分清亮 宋江这些年走南闯北 见过的音乐人不知何止 小丫头是他难得一见的音乐苗子 刘洪光点头附和 我之前也是这么跟顾成说的 让他趁年纪小好好培养 不过他总说不及 顾成淡笑 安然还小 等他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再说 学习音乐是个漫长艰苦的过程 顾成认为 小丫头学习音乐的前提 是他真的对音乐感兴趣 而不是他强迫性的培养 顾成也不指望小丫头 将来在音乐上有多大成就 只希望他能在他的语意下 无忧无虑地长大 他转身拿新乐谱递给苏七 这是新乐谱 改动的地方都用红笔标注了 你先熟悉一下 嗯 我看看 苏七接过乐谱仔细查看 旋律几乎没有改动 就是歌词做了些微调整 几分钟后 苏七点头 可以了 顾成汉手 那就开始排练吧 众人重新站台 苏七今天的状态不错 或许是 昨天已经合作过 今天的排练明显比昨天还要默契 效果一次彼此好 最后中英文版本都录制了几次 顾成从中各挑选了两个比较完美的版本 打算明天送过具体照到 辛苦录制一天 宋江从附近酒店 特地订了几桌好菜 招待顾成他们 也顺便犒劳团员 吃饱喝足后 合作的事也提上日程 拿出珍藏好茶 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后 宋江拿开门见山 顾成 昨天我就跟你说过 想要Victory的版权使用权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我能满足 会尽量满足 顾成沉吟一下 宋大哥 你是只想要这一次合作 还是长久的合作 宋江闭气眼 你这话什么意思 顾成敲敲桌子 如果只是一次合作 那就只谈Victory的使用权 长久合作 就是我技术入股 这可就要仔细地谈了 这还用问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了 宋江毫不犹豫地回答 肯定是长久的合作呀 顾成满意点头 自由乐团只做交响乐团太可惜了 我觉得 我们可以多元化发展 做商业演出的同时 可以试着潮影视剧音乐方面发展 刘洪光非常惊讶 顾成 你的意思是 让自由乐团进军影视音乐制作 没错 国内目前没有作曲 编曲 录音各环节 都能做到极致的大型团队 我觉得 这是个很大的市场 顾成直指脑海 这里除了Victory 还有很多经典爆炸的作曲音乐 你们有优秀的团队 我有足够的才华 我们一起合作 自由乐团 绝对能成为国内一流的影视音乐工作室 顾成自小就喜欢研究影视剧的配乐 配乐有时候 比影视剧本身更让人记忆犹新 他曾经研究过很多的影视剧配乐 大话西游 片尾曲 一生所爱 蛊惑歹的主题曲 友情岁月 天空之城的同名主题曲 教父 主题曲 Speak Softly Love 有些配乐甚至撑起了整部电影 比如昆廷的 杀死比尔 更是直接画幅 朽为神奇 很多观众会因为一首曲子 特意买票去观看电影 尤其现在是流媒体时代 电影音乐应用场景不仅多元 而且极具传播性 配合企划营销 虽然并非所有影视音乐都具有影响力 但通过营销手段以及宣传渠道 也能让电影在宣传期内通过网络发酵 多层次处达目标受众 助力票房 故承 想要自由乐团 往专门的影视剧配乐制作公司发展 多侧重于影视音乐的制作和版权 再搭配稳定的宣发渠道 宋江并不是很有信心 周梅道 可是如今国内 并不重视影视配乐市场 众所周知 影视行业相对于音乐行业来说 体量更大 产业链更为完善 与高达上千亿的票房市场相比 影视音乐显然还未成规模 欧美在配乐制作的投入 能达到总投入的5%至10% 但华夏却只有1% 一旦拍摄超支 留给给配乐的预算就更低了 好莱坞早已有流水线式的作业模式 但华夏的配乐行业凄凉 不仅没有专门的经纪公司 帮助配乐师宣传 接单 也没有团队专门负责后续的发行 以至于国内的配乐师 都是小团队各自为战 刘洪光也插话道 故称 国内专门的影视配乐行业 现在基本都是小作坊 不仅赚钱少 盗版多 还难为全 你想清楚没有 据刘洪光了解 一部稍有体量的电影 宣发费正常在5000万到2亿元之间 好比去年爆火的商业片 抓腰转 宣发费用就高达2亿 相较于高额的宣发费用 影视剧配乐的资金预算 如同九牛一毛 国内影视剧好的配乐师 正常报价也就百万人民币 即便是苏七这样的顶级咖位 报价上限也就500万 后续基本就没有多少版权收入了 最重要的是 影视剧音乐变现方式原本就少 再加上盗版猖獗 维权艰难 如果不是为了人气 发展影视剧音乐 还不如多发两张专辑来钱迅速 顾承轻叹 国内的影视配乐确实还不够成熟 版权机制也不够完善 说到这 他自信一笑 不过这个形式 很快就会改变了 顾承查过资料 欧美制片方对配乐的重视程度 不亚于对影视剧本身 配乐甚至有可能先于电影开机 相比之下 国内影视剧在配乐方面 显然不够重视 投资方只重视回报 制片人只重视编剧 导演重视的是演员和画面 以至于大多数片方都是在作品成型了 才找配乐师制作配乐 此时 距离片方上映 通常只剩下一两个月时间 甚至只有十天的情况 这样感知而出的配乐质量 可想而知 但如今电影产业发展迅速 配乐产业的重要性 已经在逐渐被行业意识到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 在欧美 配乐师能借着原声碟和音乐会等续命形式 在影视剧播出后几十年 还能从中获得收益 这一次和赵义德合作 顾承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对Victory这首战歌抱以极大的期望 只要这首歌拿下好莱坞的原创音乐奖 或者在海外打开足够的知名度 那么将来自由乐团就能借助作品名气 在全球进行巡演 届时 肯定能带动国内的市场 宋江陷入了沉思 华夏的电影市场日渐庞大 若是配乐行业的环境能够改善 那么进军电影配乐确实大有可为 反正创作方面有顾承 自己只需要管理好团队 做好录制以及演出的工作就好 眼里金光一闪 宋江拍板决定 好 顾承 我跟你合作 顾承满意点头 宋大哥 既然要进军影视剧配乐市场 乐团最好再招募一些电影配乐人 宋江面色为难 顾承 既懂音乐 又懂电影的人才太匮乏了 怕是有点难找 电影配乐人 首先得是个电影人 必须要对电影有足够的认识 才能参与电影音乐创作 而国内作曲人毕业后 很少有人愿意沉下心 学习电影配乐知识 顾承沉吟一下 等乐团名气打出去了 会有人主动上门的 至于这段时间的话 就先在团内 找有兴趣天赋的团员培养 国外的网站上 有很多高校电影音乐的 专业课程讲解 在咨询一些 有一线制作经验的授课老师 反正也不急 慢慢来就是 宋江点头 行 明天我找团员开会讨论 合作协议很简单 顾承技术入股自由乐团 作品版权属于顾承 版权相关收益属于顾承 版权以外的作品收益 比如演出 唱片等五五分成 毕竟乐团开销巨大 场地租赁 签完合同 宋江拍拍顾承的肩膀 合作愉快 顾承笑了笑 合作愉快 宋江点头 突然想起一事 对了顾承 你刚才说 手里还有交响乐曲子是吧 顾承侧头 怎么了 宋江清了清嗓子 是这样的 第十八届世界交响乐比赛 准备要开始了 这是世界级的交响乐团比赛 每两年举办一次 距离初选交稿截止 仅剩半个月的时间了 苏七微微皱眉 宋大师 国内目前好像还没有交响乐队 在这个比赛里 获得过荣誉吧 宋江叹了口气 目前为止 国内最好的成绩 就是帝都的爱乐乐团 在前年的比赛中 拿到了初赛名额 但第一轮复赛 就被淘汰了 苏七点头 毕竟这种国际赛事 每年去参加比赛的管弦乐队 多达几百个 获奖并没有那么容易 交响乐团在欧洲发展 有五百多年历史 但在华夏真正兴起的时间 不过才几十年 国内交响乐团的水准 跟世界名团对比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听到这里 顾成已经明白了宋江的意思 你想让我写一首作品 让乐团拿去参赛 宋江点头 嘿嘿笑道 原本我准备 从乐团的原创作品中 选一首投稿 现在乐团有你了 自然要重新交 这种世界级别的大赛 以自由乐团的实力 宋江是不敢奢望能拿奖的 他之所以报名参加比赛 也只是响应国内交响乐协会的号召 顾成眯起眼 是在哪里比赛 在英勒之城 维也纳 宋江回到 顾成陷入沉默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是所有音乐人 心持神往的胜地 如果乐团能在这种世界赛事里 拿下一定的名次 那么 自由乐团的名气 将在全球一炮打响 乐团的身价 直接水涨船高 届时别说承接影视剧配乐工作了 就是世界巡回演出 都不是问题 顾成沉映一下 这件事交给我 至于用什么作品 我要仔细回去想一想 宋江一脸感激 激动道 谢谢你 顾成 有了顾成这句话 他的心就松了一半了 宋江非常清楚 以顾成的创作实力 拿不拿奖先不提 通过初选 宋江觉得完全没问题 只要过了初选 宋江就能带领团员去国外演出 顺便见见世面 宋大哥 你客气了 大家都是合伙人 乐团好我也能跟着授意 顾成看了一下时间 笑着起身 这段时间 除了定好的演出 乐团就先别急着安排演出了 有空的时候 多排练 Victory 等赵岛那边有消息了 我再通知你们 宋江没有意见 行 听你的 因为还要赶着 去看房 顾成寒暄几句后 就跟苏七他们一起 驱车离开了 刘洪光找的房子位于三环 距离苏七的工作室 不到半小时左右车程 小区的环境不错 安保措施也还可以 刘洪光带着他们 一路坐电梯到顶楼 到了 就是这套房 他打开所有的灯 你们随便看 顾成走进来 细细打量 房子是精装修 简约大气的现代设计风格 家电一应俱全 打扫得干净整洁 拎包就可入住 一共是三室两厅 一间主卧 一间次卧 还有一间大书房 客厅还算宽敞 内外通透 线条简约流畅 刘洪光跟在后面介绍 这里之前是我朋友的房子 他也是音乐爱好者 所以 这套房子隔音做得很好 你平日里写歌作曲什么的 完全不必担心会被影响 顾成坐到沙发上 意外发现 沙发非常柔软服贴 靠在上面极为舒适 他愧叹一声 有种疲惫一扫而空的感觉 苏七跟着坐下来 顾成 你觉得房子怎么样 非常不错 顾成点头 看向刘洪光 刘洁 这套房子不便宜吧 贵倒是不贵 我那朋友他不差钱 刘洪光笑了笑 补充道 这套房子 他本来是不打算出租的 后面得知 是我在给你找房子 而他非常喜欢你的歌 然后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不管是装修还是环境 这里都十分不错 关键这里距离工作室 还有剧场都不远 顾成觉得挺满意 但还得问问小丫头的意见 他喊了一声 安然 舅舅 我在这里 顾成扬眉 起身走到刺卧 没想到刺卧 居然是粉嫩的田园公主风 既梦幻又不俗气 顾安然正好奇地 在房间好奇四处打量 舅舅 这间房好漂亮 顾成摸摸她的头 喜欢吗 嗯 小丫头忙不迭地点头 喜欢 顾成点头 看向刘洪光 刘洁 那就这里吧 十一点半 苏七躺在床上 迟迟睡不着 他回想了一下 最近发生的事 乐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些神级嗓音 实力唱将 基本不会拥有什么创作天赋 而顾成 却是乐坛难得的 既有创作天赋 又拥有唱功的歌手 从演唱会上的《平凡之路》 到今天剧场录制的《Victory》 顾成的作品风格迥异 但手手都是精品 这样的神级天赋 可以说是祖师爷喂饭吃 苏七咬唇 不由想起顾成那张温润的笑脸 自从顾成他们搬进来后 素来沉闷的家 多了欢声笑语 每天起床 都有热腾腾的早餐 白天有安然之的开心果 时间愉快而充裕 到了晚上 三个人一起在客厅看剧聊天 愉快而温馨 只可惜 顾成明天就要搬走了 想到这 苏七叹了口气 突然心生不舍 他一咕噜爬起 决定下楼喝点红酒助眠 扯了件白衬衫套上 苏七开门下楼 楼下客厅 灯光昏黄 顾成正抱着笔记本 坐在沙发上查询资料 对于乐团这场比赛 顾成还很重视的 这场国际赛事 并不局限于古典音乐 参赛的交响乐团 将自己的作品投稿 通过出事后 就有机会去维也纳现场演奏 参加复式比赛 顾成正在考虑 要不要直接使用 Victory参赛 还是另外使用别的作品参赛 顾成曲库里 适合交响乐团演唱的曲目 有很多 光是两部逃离地狱旗下的单曲 就有无数震撼经典 说到这个 顾成发现了一件玄乎式 前世他本就记忆力超群 几乎过目不忘 穿越后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前世原本有些淡忘的记忆 在穿越后居然开始逐渐变得清晰 关于前世的记忆力也越发深刻 那些听过的歌曲 看过的乐谱 甚至是某个路口路过的陌生面孔 只要顾成刻意去想 就能清晰记起 魂川平行世界 这么离谱的事都能发生 记忆力变强这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楼梯口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听到动静 顾成侧手 入眼就是一双无处安放的大长腿 在昏黄的灯光下 笔直修长 宽松半长的衬衫 将玲珑有致的身段展现得淋漓尽致 略微凌乱的秀发 精致红润的小脸 信念熠熠生辉 一股女神淳于风扑面来 顾成视线微顿 苏七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 苏七走下楼梯 苏七睡不着 你不也没睡吗 顾成拍拍电脑 我再查询资料 顺便再想乐团比赛的事 苏七从沙发后弯腰凑近 眯着眼看了一下屏幕 你再查比赛资料 苏七靠近的瞬间 几缕秀发落到顾成身上 夹杂着洗发水的女人心香 钻入顾成的鼻息之间 顾成呼吸一致 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半个身子 我打算用Victory参赛 这样可以起到电影海外宣传的作用 不过具体的 得明天问问赵导的意见 不是传统交响曲也可以吗 比赛并没有规定作品类型 只要求是乐团演奏的原创曲目就可以 顾成查询过 以往的比赛 大部分人提交的 都是交响曲 协奏曲 幻想曲之类的 而Victory气势辉煌 风格大气壮观 雄魂有力 又不是细腻 交响乐团加电声乐团加和声乐团 这样的组合出场 绝对让人耳目一新 既然如此 看一下赵导那边怎么说 苏七侧头 这才惊觉两人距离很近 他脸色微红 若无其事地站直身子 顾成 要不一起喝两杯 顾成挑眉 行啊 苏七转身去酒窖 拿了一瓶红酒 和两个高脚杯 这是我朋友从法国寄回来的葡萄酒 说是什么庄园的珍藏版 还特地选了跟我一年的 也不知道好不好喝 苏七找来开瓶器打开红酒 给自己和顾成一人倒了一杯 来 尝尝看味道如何 谢谢 顾成拖起杯底轻晃 红色的液体像鲜血一样刺眼 然后凑进杯口 深吸口气 感受陈年红酒独有的香气 最后清敏一口 含住酒液并用舌头轻轻搅动 感受红酒在唇齿之间萦绕 最后才慢慢咽下 苏七期待地看它 怎么样 不错 顾成淡笑点头 入口圆润 口感舒适 咽下后 口腔还会留有细腻典雅的唇香 还是你厉害 苏七吐吐舌头 在我眼里 葡萄酒的味道都差不多 老刘总是取笑我没品味 顾成笑了一下 喝酒就是喝个开心 只要开心 喝进去的是葡萄酒 还是葡萄汁 又有什么关系 苏七赞同地点头 说得对 干杯 干杯 两人边喝边聊 不知不觉中 一瓶陈年红酒 就被啄了小半瓶 苏七酒量其实不是很好 属于又猜又饮的那种 此刻她的脸上 已经染上坨红 眼神也开始飘忽 透过光影 苏七看着顾成的侧脸 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顾成 你当初为什么喜欢亲吻 顾成轻哼自嘲 眼瞎 苏七扑斥一笑 看着她的眼神既同情 又有些幸灾乐祸 你现在该庆幸 已经跟她分手了 苏七上下打量顾成 要不 改天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顾成奇怪地看她 一般经纪公司 不都是不允许一人谈恋爱的吗 你怎么反倒要给我介绍对象 因为我是个开明的老板 再说 你是幕后歌手 谈恋爱又不会影响工作 苏七几眉倾笑 怎么样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 顾成瞥她一眼 你自己都是单身 怎么还拔 我往火坑里推 前世被女友背叛的情形 顾成还心有余悸 所以她现在对于感情 处于静械不鸣的状态 我呀 苏七轻哼一声 宁缺无滥 我想找一个志同道合 能陪我到老的伴侣 宁缺无滥 是苏七的爱情观 她身边虽然追求者众多 但是却一直没有心动的感觉 为了恋爱而恋爱 并不是苏七想要的 要么不开始 要么一辈子 苏七叹了口气 他们都说 我太理想话了 我也不知道这样坚持 到底是对是错 这样挺好的 顾成亲敏一口酒 接着道 怎么生活都是自己的选择 没必要在意他人的眼光 两世为人 顾成早已看透感情 婚姻不是随便找个人结婚 而是要遇到和自己认知和三观契合的那个人 因为一时寂寞孤独 凑合解决单身问题 大几率会因为不合拍 导致矛盾重重难以磨合 无异于隐阵止渴 不仅是爱情 交朋友也要三观相互认可 否则交往越深便离疏远越近 苏七举杯 来 尽单身一杯 酒杯轻碰 顾成轻笑 单身万岁 手机屏幕亮起 顾成捞过来一看 是赵冲的微信 老顾 你睡了没有 顾成低头回复 你半夜找我 就为了问我睡不睡 哈哈 准备好迎接阵没有 顾成黑线 说人话 我准备来找你们了 订了后天早上的飞机 伯父那边 你搞定了 我跟我爸做了个约定 三年内要是在娱乐圈混不出名堂 就得滚回家继承家产 赵冲发了一串嚎啕大哭的表情 老顾 以后我就指望你了 顾成只回了一个字 滚 呜呜感情大了呗 我懂 后面跟了一个可怜的表情包 就这么来回 寒暄了几分钟 等顾成放下手机 抬眸一看 苏七已经整个人已经喝得醉太微醺 小脸涂红一片 像是熟透多汁的水蜜头 他单手拖着下巴 迷蒙地看着他 跟谁聊天呢 赵冲 他说后天过来 顾成扫一眼桌面 几分钟的功夫 红酒已经被苏七喝得见底 红酒喝起来不刺激 但后劲可不小 顾成皱眉道 你把红酒都喝完了 嗯 苏七下巴轻点 你要是还想喝 不如我们再开瓶 还喝 顾成看他醉意朦胧的眼 无奈道 你现在都喝醉了 苏七眨眼呢喃 我醉了吗 他朝半空轻哈一口气 然后耸耸鼻子 有酒味吗 没有呀 顾成没想到 喝醉的天后是这样的 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很晚了 明天还得见赵的 你该回去休息了 苏七酒量不行 但酒品不错 喝醉了也不闹腾 让干啥就干啥 好吧 他亮呛起身 对着顾成俏皮眨眼 顾成 碗 话音未落 胶躯一晃 眼看就要摔倒 小心 顾成眼急手快地扶住他 入手一片温软 淡淡的心香 混合着酒气 窜入鼻息 腰针细 仿佛一掌就能掐断 苏七盯着 近在咫尺的帅脸 脑袋越发混沌 这张脸还挺帅的 顾成看他神色正愣 关切道 苏七 你没事吧 回过神的苏七 热气直冲脑门 他只起身子站稳 没事 谢谢 顾成怀疑地看他 要我扶你回去吗 不用 苏七强装镇定地转身 那个 我先回去睡觉了 晚安 顾成看着有些落荒而谈的苏七 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笑声 这声轻笑 让苏七头皮轰然炸开 耳朵嗡嗡作响 上楼的步伐直接加快 一日九点 顾成正在收拾行李 李浩在旁边帮忙打下手 苏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李浩 你怎么上来了 李浩转头望去 我来帮成哥拿行列 七爷 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晚 昨晚太累 睡得久了些 苏七看向顾成 怎么这么急着搬过去 反正顺路嘛 到时候就不用特地回来拿行李了 顾成回到 而且再不走 我怕又得再买个行李箱了 顾成把行李箱的拉链拉好上锁 在这里虽然才住了几天 但是 苏七给顾安然买的东西 就已经有一个行李箱之多 这段时间 谢谢你的照顾 改天再请你吃饭 苏七笑了笑 不客气 两人默契地 没有提昨晚的事 吃过早饭 李浩载着他们如约前往古月居 赵义德早已等候许久 小七 顾成 你们总算来了 苏七环顾一圈 赵道 怎么不见思雨 赵义德叹了口气 这两年 国家地理杂志 不是在筹拍纪录片 美丽华夏吗 美丽华夏 是华夏第一部 表现华夏野生动植物 和自然人文景观的 大型电视纪录片 这个苏七听赵思雨讲过 是拍到长城急紧了吗 赵义德点头 不提那个丫头了 一个拍纪录片的 比我拍电影 都还要忙 天天在外头不见踪影 他看向顾成 Ost录制好了 顾成点头 拿出两个U盘 赵道 这就是完整版的原生配乐 中英文版本 各一个 赵义德激动的结果U盘 当场就播放验收 Victory激昂的节奏 如同钢铁洪流清晰而出 两版Ost播放完毕 赵义德满意的汗手 不错 不错 这次的版本 确实比上次的震撼 不仅节奏感加强了 气势也更为恢弘 而且 英文版本也出乎意料的完美 苏七笑了笑 怎么样 这六百万花的值吧 赵义德用力点头 值 太值了 单论曲子的质量 就远远不止六百万 更别提 还是中英文双版本 这样爆然的战哥 肯定能为电影加分不少 顾成轻笑 赵道 有件事 我想跟您谈一下 他把和自由乐团合作 以及准备参赛的事 简短说了一下 虽然我有其他 可以参赛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 拿Victory 英文版参赛的话 能更好的宣传电影 赵义德侧头 比赛是在什么时候 半个月后 好莱坞经常有主题曲 比电影先行发售 宣传的案例 虽然距离电影上映 还有半年 时间早了点 但有机会 在这样的国际赛事上预热 确实是难得的宣传机会 要是拿奖的话 绝对能达到 意想不到的电影宣传效果 赵义德沉引一下 自由乐团是吧 你让他们好好训练 去参赛的一切费用 都有我们赞助了 等你们过了出事 在维也那演出的时候 我顺势在海内外 推出第一版本的预告 配合宣传 顾成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不愧是国际大导演 有远见有魄力 那我就代表自由乐团 先谢谢赵导了 赵义德上下打量顾成 五官轻峻 轮廓分明 有华夏英气 却又不具备攻击性 站在人群中 犹如鹤立鸡群 如暗夜星辰般惹人注目 但矛盾的是 顾成身上却带着 不符合其年岁的沉稳 乃至略带沧桑的气质 让大众一看 就好感顿生 产生晕伦效应 作为一个资深的导演 赵义德明白 这就是所谓的观众员 观众员 这是十分玄妙的东西 能直接锁定观众的喜爱 拉近跟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顾成 你有没有兴趣拍戏啊 赵导 您再说笑吧 顾成有些受宠若惊 作为华夏为数不多 闯出好莱坞的国际大导演 赵义德捧出了无数影地影后 为了出演他的电影 多少演员厮杀的血流成河 没想到他居然会朝他这个演技小白 抛出橄榄枝 赵义德笑了笑 我觉得你是块蒲玉 好好雕琢 将来必成大切 赵导 您太抬起我了 顾成谦逊回道 我就是个普通人 目前对演戏也没有想法 顾成话锋一转 不过要是赵导 或是您的朋友 需要电影配乐的话 尽管找我 我保证会全力以赴 并且会给您最优惠的折扣 赵义德爽朗点头 一言为定 从谷乐居一出来 顾成就给宋江打了电话 宋大哥 我跟赵导这边沟通了 参赛作品就用英文版的Victory 到时候可以顺势宣传电影 宋江不敢置信 顾成 你说的是真的吗 原本宋江就中意 Victory 毕竟这首史诗级战歌 能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响起 肯定超级震撼 但作为电影Ost 歌曲跟制片方肯定签订了保密协议 所以他一直觉得可惜 现在Victory 可以参赛 宋江觉得拿奖板上钉钉 自然是真的 顾成倾笑 再给他一个好消息 而且 赵导已经决定 赞助我们这次比赛的所有费用 团体海外演出 机票 服装 住宿等等 这些加起来 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一时之间 宋江不由欣喜若狂 顾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带领团员们训练 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挂断电话 顾成转身上车 李浩看一眼后视镜 诚哥 现在是直接回公司 还是 顾成砸好安全带 先去公司接安然 等下再一起回家 好嘞 李浩发动车子 顾成侧头看向苏七 你的新专辑是7月2号发布 嗯 苏七轻吻一声 刚好还剩下一周时间 那新专辑的事 都忙得差不多了吧 就差新专辑的封面没有拍摄 宣发那些 我都交给老刘了 顾成点头 既然如此 那你这段时间要是有空 就到剧场那里 跟宋大哥他们一起排练可以吗 剧里比赛只有半个月了 这首战歌 女生是整首歌曲的灵魂 苏七必须要跟乐队 要有足够的默契 才能保证在赛场上发挥得更好 苏七点头 没问题 对了 刚才老刘发信息给我 赵岛那边 已经打款到公司账户了 顾成挑眉 这么快 苏七点头 我已经跟财务说过了 钱等一下 会跟其他工资 一起结算到你的卡上 等下你注意查收就可以 苏七知道顾成现在缺钱 所以钱款一到账 立马就安排财务结算了 六百万的报酬 和工作室分成扣税后 应该还可以分得三百多万 这是顾成真正意义上的歌曲进账 不由心情大好 苏七 谢谢你 苏七语笑嫣然 一句谢谢就打发我了 不得请客吃饭 顾成满口答应 请 肯定请 不过 今天我家里还乱 明天晚上吧 你们叫上留记他们 一起到我家 来吃火锅怎么样 明天刚好赵冲就到了 既能给他接风洗尘 还能给新家暖居 一群人在一起吃火锅 是最简单方便的 而且也热闹 苏七笑了 那我可要实现和牛 毛肚自由 顾成也不含糊 大放道 行 安排 成哥 行李放哪里 就放客厅就可以了 李浩把行李放下 还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吗 剩下的我 自己来就可以 辛苦你了 李浩点头 成哥 那我先走了 顾成拍拍他的肩 明天下午记得过来吃饭 把门关上 顾成看向顾安然 搬新家的第一件事 小丫头就是把全家福 拿出来摆上 絮絮叨叨地跟妈妈聊天 妈妈 我跟舅舅搬家了 帝都很繁华 这个家也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最喜欢江城 喜欢我们家那个小房子 妈妈 苏七姐姐对我们很好 顾成看向照片 姐 我们在帝都 也算有了短暂的 安身立命之地 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安然的 顾安然仰头望他 舅舅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吗 顾成摸摸他的头 在舅舅买房子之前 我们应该都会住在这里 帝都的房价太高了 顾成预计 起码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舅舅 那我们现在干嘛 顾成环视一圈 卫生方面 刘洪光请家政 上门来打扫过了 就是房子还有些空旷 安然 我们去附近的超市 买一些生活用品吧 两人拿起钱包手机 直奔距离最近的商场 床单 被褥 日用品 顾成挑的 都是质量好的 顾安然看着价格 满脸心疼 舅舅 你赚钱那么辛苦 我们省着点花 不用买那么贵的 顾成心头一软 摸摸他的头 舅舅现在有钱了 安然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不用替舅舅省钱 小丫头将信将疑 真的 顾成点头 别人有的 我们安然也会有 舅舅以后 绝对会让你过上 不用为钱发愁的日子 顾安然笑开了花 嗯 我相信舅舅 买的东西有点多 顾成没办法提回去 只能让超市送货上门 没车到底是不方便 有时间还是得去买辆车代步 商场的速度很快 顾成到家没多久 就送货上门了 摆上绿植 填满冰箱 再把床单备照换新 生旧俩一起忙活了半天 整个家焕然一新 变得温暖而富有生活气息 新家落成 也代表顾成在帝都正式扎根 晚上的时候 顾成打开电脑 登陆了微博 发歌已经过去了几天 顾成的热度不降反增 微博粉丝数 就已经突破了一千万 顾成点开评论区 江峰的水军 相比前几日少了一半 评论区干净了不少 其中最高赞的评论 就是贵求顾成出道 这条评论居然点赞高达五十万家 顾成还是有些感动的 这些网友还是很可爱的 浏览了一下热搜后 顾成退出了微博 时间还早 还不到睡觉的时候 坐在电脑前 顾成突然感觉有些无聊 前世除了音乐 他偶尔也会看看小说和影视剧消遣 空闲的时候 也会玩玩游戏打发时间 顾成下载了排名前三的 一款名为圣者为王的射击游戏 注册完了不到半小时 顾成直接就给劝退了 什么玩意儿 画质倒是不错 不过竞技性这么差 装备系统也这么垃圾 人物角色还这么少 居然还这么火爆 当用户人傻钱多吗 顾成疯狂吐槽 等等 这么垃圾的游戏都能排行前三 自己要是能把前世的游戏复刻出来 岂不是直接碾压 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 魔兽世界 和平精英 梦幻西游 我的世界 这些风靡全网的游戏 随便复刻一款出来 自己岂不是要赚得盘满钵满 顾成热血沸腾 但是 兴奋不过三秒 火苗扑斥一下就熄灭了 一款游戏的研发 游戏策划 美术师和程序员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 项目管理 后期打磨与发行等等 也是游戏整体制作流程里非常重要的 而顾成只有游戏策划 想要把这些游戏完美复刻出来 顾成还需要巨额资金 优秀的团队 而他只有三百多万的启动资金 三百万想要研发一款好游戏 简直是天方夜谭 顾成无奈叹了口气 只能等以后赚到钱了 再去考虑研发游戏了 既然游戏这条路 暂时行不通 顾成决定去试试 不需要成本的小说 隔行如隔山 写小说肯定不能盲目开书 他决定去扫一下榜单 看他热销榜上的 都是什么类型的小说 这是一个全民阅读 和全民创作的时代 顾成查询了官方数据 这个世界的网络文学市场 规模非常庞大 光是去年就累计创收六百五十 九亿元 其中最大的龙头网站叫乐文 用户有两亿人之多 日均活跃用户有一千多万人 顾成点进二十四小时热销榜 穿越之万古神魔 轨道长生智 坠续崛起 娘胎修仙 我把女帝气早产 史上最强岳父 女总裁二十四小时贴身男秘书 玄幻 仙侠 新媒体等等 各种题材百花齐放 顾成挑眉 前五十里 居然一本娱乐文都没有 亏他还以为 这世界娱乐盛行 娱乐文也能在网文界 有一定的市场 结果连前五十都挤不进去 这样的情况 谁他描写娱乐文谁就是傻子 果然 不管什么行业 都要讲究市场经济 在网络文学里 作品越接近市场需求 作者能拿到的导费越多 顾成分析了一下热销榜的题材 修仙 玄幻 以及都市 占了大头 看了半想 他最终决定写一本仙侠小说 写什么好呢 顾成曲只在桌面轻敲 开始回忆前世的仙侠小说的进化 当年 一部名为《飘渺之旅》的小说 横空出世 带领仙侠小说拳打玄幻 脚踢齐幻 撞破武侠限制后 华夏迎来了仙侠小说的大爆发时期 自此以后 优秀的仙侠小说 便如过疆之际 层出不穷 遮天 凡人修仙传 仙逆 这类仙侠神作 虽然搬运过来 绝对能碾压霸榜 但动辄大几百万的字数 对顾成来说 真的太长了 写小说毕竟只是副业 字数长的作品 对如今的顾成而言 太耗费时间 思来想去后 顾成决定抄写字数不长 但是却有仙侠小说 天花板之称的神作 朱仙 作为仙侠小说的里程碑式作品 当年萧顶的 朱仙 连载集发表后 一时间洛阳纸柜 风靡整个华夏 被称之为后 金庸时代的仙侠 整部作品构思巧妙 气势恢弘 以独具魅力的 东方仙侠传奇架空世界 令人积极长叹 不忍试卷 世间文字八万个 唯有情字最杀人 朱仙 以情之一字贯穿全文 烧火棍少年张小凡 与陆雪奇 碧摇的生死绝恋 二十年里 赚足无数少年少女的眼泪 除了爱情外 小说里还有 田不宜小凡的师徒情 金语 曾叔叔对小凡的兄弟情等等 可谓是将仙侠之情 发挥得淋漓尽致 顾承前世也购买了 朱仙的全套实体签名书 他曾一度因为碧摇的死耿耿于怀 又为雪奇的不得 而素页难媚 护短的田不义 斗逼曾叔叔 痴情的兽神 极端的苍松 每一个人物 顾承都能写出一个答案 这部小说 顾承反复看过不下十遍 小说的剧情 细节 他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 不说完全默写照搬 但八九不离时 还是不难的 顾承先是按照要求 申请注册了账号 并把名字拆开成笔名 试诚 后台审核笔名的速度很快 笔名通过后 顾承在仙侠分类 创建了新书 顾承深吸口气 开始在脑海里 回忆整理情节 吕青思绪后 他双手齐发 在键盘上敲下序章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这世间本是没有什么神仙的 但自太古以来 人类眼见周遭世界 诸般奇异之势 电闪雷鸣 又有天灾人祸 伤亡无数 哀红遍野 绝非人力所能为 顾承前世 曾用小号在网络平台 注册了一个音乐公众号 时不时就会在公众号上 分享音乐 发表音乐见解 以及心得 练就了触手怪的手速 他的马字速度并不慢 正常时速是五千 状态好时 甚至能达到时速七千 朱仙 这本书 是顾承的仙侠入坑之作 情节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因为不用构思 顾承马字十行云流水 十分钟不到 序章就敲了出来 写完之后 顾承又重头检查了一遍 这序章的段落 貌似有点长了 毕竟不比出版的纸质书 如今的网文小说 用户大都是利用闲暇时间 在手机上观看 段落太长 读者直接劝退 于是 顾承在不影响情节的情况下 把段落拆分成 更适合手机观看的小段落 确定没问题后 他又开始马不停蹄的马正文 青云山脉威鹅高耸 虎聚中原 山鹰处有大河红川 山羊乃重镇河阳城 呃天下咽喉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两个小时后 顾承一口气马了五张 检查一遍 确认与原著相差无几 流畅度 文笔什么的都在线后 顾承留下了两张存稿 上传了序章加正文三张到网站之上 新书发布之后 还需要审核 现在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半了 沈和早就下班不在线了 所以顾承把章节上传完毕后 就退出热文后台 直接关机睡觉了 一日 天将破晓 顾承就起床了 因为说好了 要请大家吃火锅 为了能让大家吃得开心 顾承一大早就出发 到附近的菜市场 购买新鲜食材 牛肉 牛肚 肉丸 明虾 鹅肠 各式各样的火锅材料 顾承买了一大堆 当然也没忘了 苏七点名吃的和牛 买完菜回来 时间才九点 把东西暂时放进冰箱后 顾承登陆了乐文的作者后台 然后发现有两条站短 第一条消息提示作品 朱仙已经审核通过 并已获得编辑关注 请持续保持更新 第二条就是 作品经过审核 已经达到签约标准 有意向可以联系编辑签约 站短里附赠了签约链接 里面有择级 以及签约编辑的联系方式 签约站短来得还挺快 择编天地 这个编辑还挺有眼光 签约站短来得这么快 完全在顾承的预料之中 朱仙作为仙侠小说 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开局看似平淡 但细读就会发现 细节王诈 编辑慧眼识珠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顾承顺着链接 点开签约合同 看完条款 直接就恶心了 这哪里是什么签约合同 分明是霸权条款 第一条 合同签订后 作品将所有版权授权给乐文 直至作者死后三十年 瓦特 你辛苦生出的孩子 居然在你死后三十年才属于你 第二条 合同里白纸黑字的写了 作者和平台之间是聘请关系 虽然乐文聘请了作者 但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 以防不享受节假日补贴 以及无险一经之类的法定待遇 第三条 乐文随时可以以作品不符合网站要求 为由终止合约 提前完本或是委托枪手续写作品 意思是 平台可以干涉作品的剧情走向 作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作 第四条 合同还规定新作品的优先权 以巨额的违约金和赔偿 迫使作者只能继续在乐文上发表作品 顾成看兔了 这平台的吃相也太难看了 签下这份合同 顾成直接从携手变枪手 等于再给平台打工 抄写 朱仙 顾成指望的可不是订阅和稿费 而是小说背后巨大的IP价值 朱仙并不是传统的修贞打怪升级 小说里的配角非常细腻 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 有立场 有独立人格 前世 朱仙未完结时 就把游戏改编权卖给了完美世界 随后就掀起了全民朱仙的浪潮 一直到顾成出世 各种朱仙游戏依旧在开发之中 朱仙 可以说是网络小说改编游戏最成功的案例 没有之一 除此外 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了漫画 以及影视剧 潜能如此巨大的IP作品 顾成不可能将版权拱手相让 再说 版权本就该是作者的 一纸合同 就把作者的权利给完全剥夺了 变身裸奇者 不是养残人 食指不沾泥 邻邻居大厦 果然资本就是吸血鬼 顾成皱眉 不行 我要问问泽边 看版权还可不可以再协商 他根据战短留下的联系方式 加了泽边的QQ 天帝刚好在线 直接秒回通过 你好 天帝泽边你好 我是过千辛人事成 想咨询一下签约合同 顾成还发了个手捧瓜子 孝敬泽边的表情包 相较于他的谦逊 天帝的态度明显有些高冷 问吧 看出泽边态度冷淡 顾成直入主题 天帝大大 小说签约后 所有版权就都归平台打理了吗 合同上是这样规定没错 天帝回复道 顾成皱眉 可是这合同期限 未免也太长了吧 死后三十年 不就等于作者 没有任何版权自主权吗 天帝 平台所有签约作者 都是签订一样的合约 你要是觉得 版权期限太长 可以考虑一下 平台B版的授权合约 顾成沉默 所谓的B版授权协议 坑点更多 基本合约条款跟A版一样 不同的是 版权授权改成作品 完本后二十年 平台可以提供资源推荐 但不保证一定会提供 言下之意就是 有没有推荐 还得等乐文施舍 顾成其实也知道 想要享受平台的流量 那么部分版权 肯定是要授权出去的 比如电子版权 不然平台不可能帮忙推广 但是核心的动漫 游戏 以及影视等核心版权 他还是想牢牢握在手里 顾成沉映一下 不死心地追问 天地大大 难道版权就没有协商的余地吗 比如 作者保留游戏 影视改编权之类的 大神合约可以协商版权 只针对大神白金开放 新人没有这个资格 天地回复道 版权这玩意 99.9%的作者都用不上 甚至他们的作品赚零花钱都难 更不要说版权了 毕竟多少新人抛个开头出来 就些逼 或者中途太监 就这 新人还总觉得平台吃相难看 想方设法割作者韭菜 但在天地看来 这并不是吃相与道德的问题 而是商业的博弈 顾成皱眉道 这么说 我想要在平台上架 只有签约这条途径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 或许是看顾成新人 天地又补上一句 想要拥有版权归属权 只能免费在平台写文 但是不签约就无推荐 无订阅 没有流量 自然也没有收入 这不就是单计 为爱发电吗 顾成想了想 决定暂时不签约 天地大大 版权我还是想握在自己手里 签约的事 我再考虑一下 如果有意向 再给您联系 不管是哪个平台 合约条款都是大同小异的 如果你一个月内改变主意 再联系我签约吧 退出聊天界面 天地不由吃笑出生 又是一个意向天开的新人 隔壁老牌编辑 清晨侧目 天地 怎么了 天地撇了撇嘴 吐槽道 现在的新人 越来越不切实际了 小说还没写几个字 就开始幻想一书封神 然后卖版权发财致富 可惜了这本小说 以天地多年的编辑经验来看 新人没火之前 谈版权 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写小说就如同孵化鸡蛋 作者需要平台的流量 渠道推广 才有机会把小鸡孵化出来 如果作者一开始 就怕鸡蛋孵化养大了 鸡生蛋蛋生鸡 唯恐自己会被别人占便宜 那么 这颗蛋99.9% 是无法孵化的 每年的市场容量有限 僧多粥少 多少大神的作品版权都烂在手里 哪里还有新人冒头的机会 两个人同为乐文仙侠二组的老编辑 关系还算融洽 闲着无聊 清晨好奇地多问了一句 这新人小说写得怎么样 开头还算有新意 跟传统的穿越升级打怪不同 这本小说有武侠的影子 又不是玄幻的奥妙 文笔虽然有些咬文嚼字 但是还算通畅 天地随手把小说推荐给他 你看看就知道了 反正现在手头无视 清晨直接点开 朱仙 说明不错 如今的网文界流行快餐爽文 书名都是以噱头为主 什么 反派师尊复活 女帝徒弟类崩 我的九个师娘风华绝代 天生见谷 我有一点毒 相比于那些冗长的书名 朱仙 两个精简的字显得耳目一新 简介 这世间本是没有什么神仙的 但自太古以来 人类眼见周遭世界 诸般奇异之势 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又有天灾人祸 伤亡无数 简介是陈素 还是照般序章的开头 清晨并没从简介中看出亮点 更没产生任何期待感 看到这 清晨已经失去一半的性质 但是冲着书名 他还是耐着性子 继续往下看 故事的一开始 先介绍了清云门的背景 作为实力极强的大宗派 清云门现在已然成了正派的领袖 几分钟后 天帝问 怎么样 确实有传统武侠的影子 噱头和金手指目前没完全显现 但行文精简流畅不拖沓 最后 清晨加了一段犀利的点评 整体重归重举吧 运气好的话 能有五百定混个全情 但是精品大火什么的 没指望 天帝点头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一本顶天五百定的书 给天帝带来不了什么业绩 他也懒得再过多关注 正巧有新邮件进来 天帝转头开始忙其他的事了 故城看了一下后台 乐文的小说 新书入库设有推荐入口 根据你的更新时间来排名 发书到现在 新书收藏140 推荐票50 书评褒贬不一 总算不是清一色的 装逼升级文了 小说不错 作者大大加油 咬文嚼字的 当写文言文吗 都什么年代了 能不能整点阳间的玩意 太短了 先收藏养肥了再看 一股武侠风扑面来 这他瞄视修宪 故城理解读者的吐槽 这个世界的仙侠小说 流行装逼升级爽文 朱仙并不是主流风格 现在才三章 随着剧情开展 故城相信 朱仙的魅力 就会彻底展现出来 签约暂时是不考虑了 故城琢磨了一下 还是决定再马几张发出去 看看这世界读者 对于朱仙的反响 回头他打算 让刘洪光帮忙看看 毕竟他在娱乐圈混迹多年 人脉什么的都很广 说不定也认识文学圈的朋友 说干就干 故城直接把自己 关进小黑屋 开始进入马字状态 一边马字 他一边回忆书中情节 张小凡没有过人的天赋 也没有深厚的背景 在命运的安排下 经历了图村惨剧后 辗转败入青云门下 一开始掌教和诸位手作 就看穿张小凡资质平庸 田不易收徒 也是极不情愿的 毕竟青云门遍地天才 收一个天赋普通的孩子为徒 不被他拖后腿就不错了 小黑屋没有干扰 安然也懂事的 没有过来吵他 故城下笔如有神 手速溜得飞起 武章正文没有一点卡顿就码出来了 刚想检查 门铃就响了 故城这才惊觉 已经中午了 门一打开 赵冲就咧着一口白牙 朝故城熊抱过来 老顾 我可想死你了 两个大男人 你肉不肉麻 故城笑着推开他 侧身让李昊进来 李昊 进来坐吧 故城左右环顾一圈 皱眉道 赵冲 你的行李呢 两人之前商量过 赵冲过来后 先跟他一起住 在公司 赵冲叹了口气 刘继说 明天下午会安排我去华语 特训一段时间 所以 行李就留在公司了 这么快 故城诧意道 刘继说 下个月有不战争戏 到时候 想让我去试戏配角 所以要学点基础的知识 赵冲边说 边扑向趴在沙发上 笑嘻嘻的顾安然 安然小宝贝 哥哥想死你了 顾安然哥哥的笑 赵哥哥 安然也想你了 顾城摇头失笑 转身回书房 开始检查稿子 马子太快 还是会有错别字的情况 改修就改 没多久 赵冲好奇地凑过来 老顾 你在干嘛 顾城头也不抬 写小说 老顾 你什么时候学会写小说了 赵冲一脸怀疑道 我也是刚写的 朱仙 我看看 赵冲俯身在顾城身后阅读 越看越是吃惊 风格新颖 文笔剧情都很顺畅 人设也处理得很好 完全不像是个新人写的 行啊 老顾 看不出来 你小说还写得不错 我写的 怎么可能会差 赵冲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背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顾城冷眼瞥他 小说哪天要是影视化了 到时候你可别求我 让你出演主角 还真别说 赵冲气质什么的 还挺适合演张小凡的 赵冲完全不信 全当顾城痴人说梦 你一个新人 小说能签约上架就不错了 还只要改编 要是真的改编呢 赵冲脱口出 这小说要是真的改编 我叫你爸爸 行 你记住今天的话 顾城上传两张 然后把剩下的章节 设置成定时发布 然后关机起身 往厨房走去 和众人约好下午四点 食材这些得提前准备 毕竟人多 也不能光吃火锅 顾城还打算额外准备一些卤菜 凉拌凤爪 以及水果捞之类的东西 赵冲 快拐包打下手 三点钟的时候 门铃被摁响了 顾城提着锅铲去开门 嗨 苏七抱着个大纸箱 对顾城笑得明媚动人 苏七 你新专辑的封面拍完了 上午就拍完了 苏七把纸箱放在茶几 赵冲好奇地凑过来 七总 这是买的什么 这么大一个纸箱 智能咖啡机 苏七边拆包装边回答 同居的那几天 苏七留意到 顾城挺喜欢喝手末咖啡的 所以今天封面拍完后 就特地到商场 给他买了家里的同款咖啡机 顾城皱眉 来就来 你们怎么还带礼物 这咖啡机是意识智能的 质感一流 功能也非常齐全 但是价格可不便宜 暖居不带礼物怎么行 苏七轻笑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顾城摇头 有赵冲和李浩在 你跟安然等吃就可以 苏七露齿一笑 那就辛苦你们了 半小时后 宋江和李蒙前后脚到达 宋江带了几盏限量款夜灯 灯中随机嵌入了零碎的不规则矿石 可调节明暗度 晚上一开 瞬间氛围感爆棚 李蒙送了一套国外带回的创意猫咪杯 一套四肢 不用时可以堆叠成一只猫 放在倒台或餐边柜做装饰 都很别致 这些礼物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 顾城十分感动 谢谢你们 都是兄弟 客气什么 宋江环顾一圈 刘继呢 怎么还不到 李蒙插话 刘继说他还要去接个朋友 应该等一下就过来了 等一切准备就绪 刘洪光才带着朋友姗姗来迟 老刘 你总算到了 就等你们了 不好意思 我们来迟了 刘洪光主动给众人介绍 顾城 这是张忠天 这是他的女儿张如烟 张忠天三十左右的年纪 五官粗犷力挺 一身健子肉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成熟男人 刚毅 浑厚的气质 张如烟跟安然差不多大的短发小姑娘 看起来乖巧水灵 小姑娘非常有礼貌 主动打招呼 叔叔好 我叫如烟 顾城摸摸他的头 如烟真管 我叫顾城 张忠天笑道 顾城 一直听老刘提起你 这次总算有机会认识 刘洪光在一旁插话 顾城 你们现在住的房子 就是他的 顾城愣住 感情还是房东 赶紧伸手道 张大哥 幸会 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 张忠天回窝 并把手中拎着的限量板 珍藏红酒递给他 来得匆忙 没来得及买礼物 所以从家里带了几瓶红酒 别见惯 顾城一眼看出 红酒价值不菲 张大哥 谢谢了 苏七跟张忠天也是认识的 招呼道 张大哥 如烟 火锅都开了 先过来吃饭吧 这就来 热气腾腾又芳香似意的鸳鸯锅底 新鲜干净的各色食材 让人看着就垂涎欲滴 食指大动 吃火锅 自然也少不了喝冰啤酒 以及冰镇饮料 顾城率先举起杯子 这段时间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和安然的照顾 大家吃好喝好 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担待 顾城 你太客气了 来 大家担杯 有人说过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那就两顿 彼此都是熟人 又志趣相投 大家边吃边聊 饭桌上的气氛热闹 火锅吃到一半时 顾城看向刘洪光 刘记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文学圈的朋友 刘洪光筷子一顿 顾城 你找文学圈的人干嘛 顾城解释道 是这样的 我最近在写小说 想找业内朋友咨询一些问题 苏琪吃惊地看着顾城 你还会写小说 刚开始写 原本想签约乐文 但是乐文版权捏得太死 所以想找董行的朋友咨询一下 刘洪光笑了笑 文学圈的人 我不怎么熟悉 随即话锋一转 不过 我知道 有人经常跟文学圈打交道 顾城顺光一亮 刘记 方便介绍给我认识吗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刘洪光拍拍张忠军的肩膀 顾城 你不知道吧 这位可是大院子弟来的 顾城诧异地看向张忠军 张大哥 你是金圈的 张忠军点头 轻描淡写道 我父母退休前都是文工团的 张忠军说得轻松 顾城却不敢小觑 娱乐圈会根据地狱报堂画圈 圈子跟圈子之间又有无数个分叉 帝都出来的就被称之为金圈 金圈又分为仁义 大院子弟以及北义 大院子弟就是以文工团 电影制片厂为基础 大搞电视剧 商业电影的一批人 文工团隶属于部队 大家共同住在一片院子里 逐渐形成复杂的交际圈和人脉关系 他们中的后代大多经商 投资影视剧就是他们最熟悉的赚钱渠道之一 张忠君看着不险山露水 没想到背景居然如此深厚 张忠君 顾城 你是想保留自己的小说版权 是的 顾城汉首 小说的核心版权 我想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有平台都知道IP的价值 都在版权方面拿捏得死死的 作者的书火了之后 投资人 平台 中介 二道贩子中间商都赚得盘满钵满 偏偏最辛苦付出劳动最多的作者 却只能和平台订阅五五分成 张忠天沉映一下 我给你提供几条路 你看一下怎么选 顾城宁神细听 张大哥 你说 张忠天不计不许道 第一个 你自己成立公司 分发给所有网站 不需要单独跟一家平台签约 这样可以保留所有版权 第二个 跟出版社签约 让出版社去平台发布 第三个 自媒体平台 你在智乎 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上发表 顾城仔细分析了一下 这三条路都不太适合目前的自己 没别的路了吗 张忠天想了想 还有一条 有一个网站 他们有一版合同 可以只签电子版权 其他的影视版权 游戏版权等等 权规作者本人所有 电子版权收入 是作者与平台五五分 他们签书不签人 也不用担心 笔名会被网站拿走 是哪个网站 顾城赶紧追问 中恒 中恒 刘洪光皱眉 这不是大神养老院吗 顾城一个新人 怎么有机会抽头 没办法 业内在版权方面 愿意让步的平台 目前就只有中恒靠谱一点 张大哥 中恒流量怎么样 张中天闷了一杯酒 才徐徐道 中恒现在 本站流量不太行 但渠道资源不少 你要是对自己的作品 有信心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 质量这一点 顾城对 朱仙 信心十足 我今晚看看 我有个相熟的朋友 在中恒做主编 而且 刚好是主管仙侠玄幻 你要去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 顾城感激不尽 张大哥 那太谢谢你了 小意思 这么多菜 大家继续吃 来 喝酒喝酒 众人又继续热闹地喝酒吃火锅 一直玩到九点多才散场 收拾完所有的狼藉 已经是晚上十点 先去洗得澡 十分钟后 顾城一身清爽地走出 他打开电脑 登录了乐文的作者后台 评论区依旧是褒贬不一 但有七八个读者留言催更 顾城有些欣慰 收藏427 推荐票265 好像也还不错 退出后台 顾城上网查询了中恒的资料 十年前 中恒也是业内老二 因为挖了众多的大神 直接跟现在的乐文打了一台 只可惜 中恒一直在走下坡路 现在综合内容库 移动流量端 PC权重来看 中恒只能勉强在业内排名15 不过中恒其他的风评还不错 至少没闹出过什么搞费斯吞 大面积风书自查 版权之类的风波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中恒本站流量虽然没有多少 作为老牌网站渠道资源有不少 新人虽然很难杀出头 但不报则疑 一报惊人 顾城觉得 朱仙的实力并不比所谓的大神作品差 而且也符合平台风格 按照张忠平给的账号 他添加了编辑的QQ 对方正好在线 好友直接通过了 大江编辑您好 我是士成 大佬 你好 老张 跟我打过招呼了 你把稿子先发布来看看 好的 您稍等一下 顾城把所有章节整理成文档发过去 老实说 大江对于顾城是没有期待的 毕竟张忠天跟他说了 对方只是新人 让他看在面上签约 到时候适当给点推荐就行 果然 看到稿子的简介后 大江是略微失望的 简介作为未看鲜爽的核心点 好的简介 能让作品的成绩上涨50% 而 朱仙 显然亮点以及期待感是不够的 不过 看完序章后 大江脸上懒散的神色 开始变得认真 他细细往下研读 首先小说开头不是所谓的黄金三章 钻石一章 文笔也有所欠缺 但瑕不掩鱼 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 剧情紧凑 丝毫不拖泥带水 从开篇雨夜 到青云门下的草庙村精变 就埋下诸多伏笔和悬念 普制大师至此追求的 福道之术融合贯通 是否能打破规则 求得长生 这个在天下正道第一门派青云门下修炼邪术 前来抢夺是雪珠的神秘高层是谁 图了草庙村的又是谁 最重要的主角的命运 身为一个平凡人 一夜之间惨遭灭门 身怀天鹰似佛法上山求道 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大江年少时是武侠小说入坑的 当时网络还未盛行 一本实体书会在男生之间相互流转 大江怕挨揍 就会躲在棉被里打手电熬夜看 为书中的快意江湖而热血沸腾 只可惜等他做上编辑的时候 武侠早已没落 他也很久没有因为一本小说感动了 这本《诸仙》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武侠风 又勾起了大江埋藏的回忆 你真的是第一次写小说 是的 有什么问题 江大宁尽管指教 小说写得不错 世界架构和故事逻辑 主浮现都很完整 人物鲜活丰满 夸完之后 大江也指出其中的不足 文笔要注意一下 别写得太过拖沓繁复 容易造成阅读疲劳 故城也知道 诸仙除了后续烂尾 最被人诟病的就是文笔 时代不同 朱仙的文笔在当时算是同批翘楚 不过当下的年轻人静不下心 繁重的文笔确实影响阅读体验 谢谢江大指点 我以后会多注意的 到底是稀才 大江不免有多嘱咐几句 在网文圈发书的那一刻 战争就开始打响了 所以 你的简介那里 可以的话修改一下 最好让读者光看简介就嗨了 大江的态度明显比天帝要耐心得多 还提点了顾承不少写作要领 顾承非常虚心地就接受了 江大 我之前在乐文平台发过 但是没有签约 不影响中横签约吧 没签约没事 你发书后联系我入库就可以 谢谢江大 忙了一整天 又喝了酒 这回困意上涌 顾承有点扛不住了 跟大江闲聊几句后 顾承就关机回房睡觉了 次日 给顾安然做好早餐后 顾承又窝进了书房 他重新书写了简介 并且在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基础上 在正文稍微做了一点改动 修改完后 顾承在后台申请了笔名 并一口气发表了十章 江大 新书已发表 您注意茶烧一下 一分钟后 大江发了份电子合约过来 你看一下签约合同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顾承仔细检查了一遍 重点关注版权条款 作者的电子版权以及有声版权 在合约期间 全权授权给平台代理 授权期限为小说完本后二十年 其他的影视剧 游戏版权等版权属于作者 平台签书不签人 作品不断更的情况下 平台会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推荐 其他的福利待遇 例如全情补贴之类的 中横是比不上乐文的 顾承看了几遍遍 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按照程序 上传身份证签约了 江大 合同已经发过去了 稍等 我核实一下 大江进入后台 看到身份证的时候 大江震惊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这张脸 他实在太熟悉了 因为大江非常喜欢听顾承的歌 每日单曲循环无数遍 所以 事成就是成字拆开 再把土字倒过来吗 大江赶紧发QQ求证 你是顾承 唱 平凡之路 的顾承 嗯 是我 偶像突然成为下属 大江人直接抹了 深吸口气后 他重新审核合同 确认没问题后 直接审批通过 合同已经审核通过了 接下来保持稳定更新 推荐我会尽快帮你安排 十万字后就上渠道 谢谢江大 我会好好更新的 将电子合同下载保存后 顾承就直接进小黑屋 开始码字 中途简单地用昨天剩下的火锅 对付了一顿 下午又接着码字 一直写了五张 平均一张四五千字 顾承上传了三张 留了两张存稿 然后顺便查看了一下平台数据 中横没有乐文新书 入库的流量入口 只有新书榜 顾承上午才发书 目前排在第219名 收藏只有38 推荐票21 还有个1000金币打赏 书评目前还不错 写得不错 大大加油 盲财田莲是女主 赌一包辣条 崔更 加油 小说太对我胃口了 打赏奉上 虽然收藏不怎么样 但是读者反响不错 张平区里也有不少互动 小高潮准备就要来临了 相信随着剧情展开 数据一定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毕竟 朱仙可是经得住考验的经典 顾承顺便浏览了一下中横的排行榜 原本以为平台在业内排名15 本站流量会惨不忍睹 但畅销榜的大神书 粉丝流量也有百万千万集 新人榜虽然凉 但也没凉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还是有不少评论跟互动的 显然比前世的某纵 好的不要太多 此外 顾承还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在这个世界 新媒体平台 以及免费平台 还位居规模 新媒体是一种投放方式 网文内容投放 只是新媒体投放的一种 指的是把网文投放到微信 短视频等平台 新媒体最初不为人所知 很多作者甚至都不了解 后来在短短一年间 就以恐怖的流量和收入 席卷了整个网文圈 引起极大震动 当初顾承写音乐公众号时 就经常看到新媒体的广告 战神归来 发现亲生女儿住狗窝 一生令下 十万华夏战士奔袭而来 也得战神盖了座狗窝 同学聚会 年薪五万一桌 十万一桌 坠续来了却问 十亿做哪 诸如此类的广告满天飞 新媒体巨头 也不乏阅入百万 甚至几百万的神书 比较典型的 就是都市战神 坠续之类的都市题材 至于免费平台 目前仅有几家小型的平台 流量少不提 市场还不稳定 而前世 某番某猫的日活量 加起来直接占据了半壁江山 顾承昨天查看过行业数据 现在付费平台明显进入了瓶颈期 阅读市场已经开发到了极致 接下来的一两年 免费平台极有可能会快速崛起 顾承琢着 等有钱了 一定要趁新媒体 以及免费平台还弱小时 及时投资入股 想到这 顾承长叹了一口气 到底还是太穷了 看似一首BGM就赚了几百万 但是真到要用的时候 这钱还是太少了 顾承这段时间 只锁部写歌接活 除了在等工作室开业外 也在等时机 赤壁之战 这样的机会 可遇不可求 在乐坛 一个名不经传的音乐制作人 一首歌写得再出色 顶天也就卖个百万 只有望川的名头 在乐坛彻底打响 歌曲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顾承在等 等苏七的新专辑发布 也在等自由乐团 在维也纳崛起 到那时 就是顾承之冷起来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 顾承就一直忙着马自存稿 有空时就带着顾安然 一起去剧场 看宋江和苏七 他们一起排练 时间匆匆流逝 帝都迎来火热的七月 随着剧情慢慢的开展 朱仙的数据 开始稳步上涨 收藏 推荐票 每天都在上升 而且每天张平打赏不断 尤其是昨天 朱仙写到 张小凡借助烧火棍 在七脉会舞上大放异彩 令青云门上下刮目相看的时候 读者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疯狂地给顾承打赏 七个盟主打赏 直接把朱仙的排名 送到了新人榜仙侠前五 总榜二十 排名上涨后 收藏也水涨船高 每天都有几百收藏 评论区每天都热闹非凡 大江每天都在追闻 并且对朱仙寄予厚望 最近的剧情写得不错 稳住的话 精品大火不是问题 过两天就给你安排PC强推 谢谢江大 你这本书还有存稿吗 有八九万的存稿吧 顾承回复道 大江震惊了 触手怪他见过不少 但是保质保量的作者 可没几个 朱仙 这本书更得虽然快 但是剧情文笔全都在线 你真的是新人吗 每天发一万二 还有这么多存稿 我最近没什么事一直关在家里码字 加上脑海里有大钢 所以 码字就快些 朱仙 原本一张经常有五千大张 顾承现在学会了卡点断章 基本每张都控制在三千一张 然后每天稳定在晚上十点更新四张 一天更新一万两千 因为脑海里有完整的剧情 顾承每天码字没有压力 况且 他昨天还学会了语音码字 每天码字五万 只发一万二 几天下来 不知不觉就攒了八九万字存稿了 江大 上推荐是要包更吗 你现在每天已经更新一万两千了 上推荐的时候 可以适当更新两张 这样涨收会更快 也可以试着 冲击一下战力榜 我知道了 明天工作室就会正式成立 苏七的新专辑 也进入二十四小时倒计时 新专辑发布后 顾承就要忙起来了 顾承打算 今天多更一些存稿 工作室开业这天 风和日丽 苏七性子低调 并没有邀请圈内好友过来剪彩 也没有邀请媒体前来宣传 但是依旧有很多媒体 以及圈内好友 送来开业花篮 华语传媒老总杨丽勇 也携带华语的高层 亲自到场为苏七的工作室剪彩 为了招待前来 刘洪光特地请了酒店大厨 在一楼大厅设了流水自助餐 招待前来恭贺的朋友 今天的苏七 穿着一身白色的干练西装 俨然一副气场女王 自信地游走在宾客之间 刘洪光以及赵冲紧随在后 顾承并没有往前凑 只是挂上了助理的工作牌 和顾安然低调地躲在角落 吃自助餐 跟着苏七进完一圈酒后 赵冲就找了过来 累死了 脸都快笑僵了 在这些宾客前 赵冲只是一个新人后辈 所以全程都在敬酒 一个都不能少 顾承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苏七和刘津他们呢 赵冲端来一个蛋糕 开始狼吞虎咽 跟杨总去开会了 说是讨论等下的新专辑 新专辑预定是十二点全网发售 顾承点头 赵冲 这几天训练怎么样 太辛苦了 除了要上专业的表演 速成课 形体 礼仪 接人待物等等 这些我也都要培训 说到训练 赵冲不由大土苦水 为了能顺利拿下试镜 晚上回去我还要恶不原住 搞得我游戏都没有时间玩 顾承白了他一眼 你就偷着乐吧 这说明七总他们重视你 七总对我确实没话说 这点赵冲无法反驳 不然刚才也不会全程带着 他在宾客之间游走 并一个一个地介绍给他认识 所以吐槽归吐槽 赵冲的言语之间明显乐在其中 十一点半 苏七的工作室官博 发布了一则微博 新专辑七月雨安生 十二点全网上线 愿所有人都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向着自己的梦想 勇敢飞去 感谢 at忘川 微博附上了新专辑的封面 苏七纯素颜 一袭白裙 眼神里充斥着希望的光芒 恍若掉入凡间的精灵 评论区一下炸开了 感动 终于等到新专辑了 七爷素颜好美 期待新专辑 迫不及待听歌了 十二点 歌迷们期待已久的新专辑 七月雨安生 正式与粉丝见面 华语和工作室 都非常看重这张专辑 前期已经用最大力度营销宣传 微博 短视频等 都已经提前发通稿预热 所以新专辑一经发布 就引来巨大的流量 七月雨安生 在各大音乐平台 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 尤其是其中的主打歌 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但我飞飞过绝望 前奏刚响 温暖的旋律 就让无数网友动容 不仅仅是因为励志的歌词 更因为苏七治愈 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 在他的演义下 带来不一样的力量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 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即使没有拥有美丽的太阳 只要心中拥有希望和信念 你的梦想 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无论是旋律 或者是歌词含义 这首歌都给人 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让梦恒久比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象 尽管我们的一生 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 但是坚实的行动 却可以产生不可小觑的力量 隐形的翅膀 唱出了人们 尤其是青少年心中 那拼搏的斗志 无穷的力量 和不朽的梦想 这首民谣曲风的励志歌曲 触动了人心底 最柔软的角落 所有人听完第一遍后 大受震撼 下意识开启了 无限循环的模式 同时 歌迷们疯狂地 在各大社交平台安利 这首歌满满的正能量 七爷的声音太治愈了 破防了从出道开始粉七爷 整整十年的青春啊 七爷陪着我一步步成长 从未令我失望 但愿我们都有一双 隐形的翅膀 我没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 但我见过凌晨三点半 空荡荡的医院走廊 躺在病床上听到这首歌 让我相信我未来会好起来的 我要勇敢地面对一切 用坚强的意志战胜病魔 高考失败了 想到未来 就觉得很疲惫 很迷茫 听完这首歌 我泪崩了 心底又重新生出了勇气 听见这首歌 我真的气不成声 生活很沉重 未来很美好 加油 一定会努力好起来 你们都给我起开 压到我隐形的翅膀了 苏七这一次 是实体专辑和数字专辑同步上线 数字专辑售价10块 全网发售 实体专辑售价58块 附赠歌词本 以及苏七的夏日精美写真 采取线上预售的方式 打开手机 微博 短视频 朋友圈 到处都是苏七 望川 隐形的翅膀 新专辑七月雨安生 以及其恐怖的速度 席卷全网 与此同时 众人齐聚苏七的会议室 看着疯狂飙升的数据 脸上又惊又喜 新专辑全网购买量突破500万了 酷酷音乐杀疯了 新歌榜 热歌榜 飙升榜 三榜第一 天天音乐 还有网易云音乐 也都霸榜了 实体专辑 上线半小时 预售突破20万张了 隐形的翅膀 上线一小时 全网播放量突破千万大关了 随着捷报不断传来 众人脸上都洋溢着惊喜与激动 潮苏七恭喜的同时 也在探讨接下来的营销方案 杨丽勇很早就想认识顾成了 十年磨一剑 别的音乐制作人 憋上十年八年 都未必能创作一首金曲 而顾成就跟没有创作瓶颈一样 一首一首的往外貌 一个月不到 就创作了五首金曲 而且 每首曲子的风格各不相同 顾成毫无疑问 是个音乐奇才 这小子前途无量啊 华瑜的歌手 若是有顾成操刀相助 华瑜年底的业绩 定能更上一层楼 想到这 杨丽勇的视线 不由看向角落埋头 噼里啪啦打字的男人 顾成 顾成马字太投入 压根没有听见 今天有一个真爱粉 连续打赏了五个盟主来催更 一个盟主一千块 顾成和平台对半分 还可以得五百块 发书到现在 朱仙打赏加起来 已经有五万多的现金 在这些读者的爱护下 朱仙在新书榜的排名 已经一跃进入了前三 照这个趋势 榜首指日可待 顾成决定 今天加更两张 回馈一下这段时间 粉丝的打赏 杨丽勇加大音量 走喊了一次 顾成 所有人都停下了讨论 赵冲见状 赶紧拍拍顾成的肩 顾成 杨总叫你 顾成抬头 这才发现 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杨总 杨丽勇亲切地笑了笑 顾成 你年纪轻轻 在音乐创作方面 就有如此高的的造诣 前途无量啊 杨总客气了 顾成是听过杨乐勇的大名的 这位从摇滚歌手 转变成内于三大巨头的男人 堪称乐坛的传奇存在 杨丽勇倾咳两声 现场邀歌 顾成 什么时候也给我公司的艺人 写几首歌 顾成沉吟一下 六百万 杨丽勇一正 什么 六百万一首歌 版权归属在我身上 歌手只有版权的终身使用权 此话一出 华语高层的人都有些傻眼 杨丽勇还会说话 一同来的江涛先按耐不住呛声 六百万抢钱吗 江涛是华语新晋小天后 蒋一一的经纪人 跟刘洪光以前多少有点不对付 刘洪光自然也不惯着他 什么叫抢钱 江涛 你讲话放尊重点 江涛冷哼 六百万一首歌 就算是乐坛的顶级制作人 都未必敢开出这个价位 华夏乐坛不比欧美市场 只有最顶级的音乐制作人 而且是绝佳的作品 才有可能一首歌开价五百万以上 中层的音乐制作人 顶天也就只有一百多万 至于底层的音乐制作人 养家糊口都难 苏七轻声笑了 笑意却不及眼底 前两天 赵岛 赤壁之战 关轩定下了主题曲 你们知道是谁拿下的吗 江涛迷起眼 苏七 你该不会是想说 那个神秘人是顾成吧 苏七用力点头 没错 就是顾成 满事接近 赤壁之战的主题曲 乐坛多少歌手和制作人 挤破了头 都没能争取到这个机会 前两天制片方 突然官宣配乐已经定下 但是却一直没有爆出 是谁拿下了配乐 整个乐坛都在猜测 这个神秘人是谁 没想到 全是顾成 苏七轻飘飘地补上一句 赵岛那边 我们开的友情价六百万 所以 现在开这个价格 是合情合理的 言下之意是 六百万只是友情价 若是换个公司换个人来谈 就不止是这个价位了 众人一时之间 都陷入沉默 杨立勇直接同意 六百万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我需要一个月内交稿 没问题 杨总 你让底下的人 整理一份歌手资料给我 歌我可以写 但是给谁唱 必须我说了算 顾成才不管谁红不红 他的歌曲 只想给合适的人唱 杨立勇皱眉 六百万一首歌可不便宜 自然要利益最大化 所以他自然也有自己的小算板 他试图商量 能不能指定人选 顾成摇头 杨总 您应该知道 音乐是追求灵感与火花的艺术 好的歌曲 只有遇到合适的歌手 才能迸发出花火 我能保证的 就是交付的作品质量 绝对物超所值 顾成老神在在 完全不担心杨立勇不同意 行 杨立勇拍板同意 随后又补上一句 不过一首歌不够 三千万买五首歌 怎么样 杨立勇能把华鱼 从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室 做到如今那鱼三巨头的高度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的格局不是一般的大 既然人家爽快 顾成也不含糊 杨总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 言下之意 是能啃下这块大骨头 杨立勇眯起眼 试探到 年底交稿行吗 顾成爽快点头 成交 杨立勇 怎么一点都不讨价还价 难道这年头 原创歌曲 已经跟批发大白菜 一样简单了 顾成看出他的顾虑 杨总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烂于充数 而且绝对不会让华鱼吃亏的 所有人都走后 张卫却悄悄地留到了最后 张老师 苏七正想问 张卫就静止 走到顾成面前 顾成 六百万我愿意出 你可以为我写一首歌吗 顾成一愣 看向苏七 苏七给他介绍 这位是张卫老师 之前在华语 对我很照顾 张卫 顾成回想了一下 这才记起 张卫是音乐剧出身 音乐功底非常强 不过这些年 很少出来活动了 张老师 你的意思 是想单独跟我买歌 张卫点头 公司的一人太多了 而我早已经成立了工作室 公司是不可能把资源给我的 下个月 芒果台新一季的 我是歌手 就要录制开播了 我打点了很久 才争取到这个机会 这一次参赛的选手 每一位都是实力唱将 我需要一首足够震撼的歌 来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张卫这些年 他一直在吃老本 已经快五年 都没出好作品了 乐坛更新换代这么快 再没有好作品问世 华语乐坛 就再也没有张卫的地位了 顾成的创作天赋 所有人有目共睹 只要他能让自己翻红 别说是六百万 就算是八百万 一千万 张卫杂不卖铁 也得凑齐了 顾成倾笑 张老师 你相信我 我谢 张义看着顾成 斩钉截铁的点头 顾成 如今只有你 才有机会 让我在节目上一鸣惊人 顾成回想起一件事 张义 曾经在舞台采访上 小唱过一小段的京剧 赢得了满堂贺彩 张老师 你是不是学过京剧 虽然不知道 顾成为什么问这个 但是张义没有隐瞒 我一直就对华夏 传统文化感兴趣 所以认识了 是一些京剧的朋友 这几年没什么机会演出 所以就跟着朋友学京剧了 说到后面 他的语气多了几分唏嘘 顾成迷起眼 上下打量张义 音乐剧出身 学过戏剧 浑身上下都是艺术气息 身段 样貌 唱功 揭示上成 这让顾成瞬间想起李玉刚老师 以及他的成名曲 《新贵非醉酒》 这首歌是著名音乐人狐狸 为李玉刚老师量身打造 即古典 戏剧 流行于一身的歌曲 而张义 显然也非常适合这首歌 顾成试探道 张老师 你可以采用京剧轻衣的 细腔反串女声吗 张义一愣 诧异道 反串女声 而且还是用细腔反串 顾成点头 只是张义的眼睛 我有一首由京剧 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的歌曲 唱的是《贵非醉酒》 这首歌中段部分 就得采用细腔反串女声 使用双声唱法 才能完美演绎这段感情 张义眉头下意识皱起 我虽然学过京剧轻衣 但是没试过反串女声 顾成鼓励道 张老师 你的声线 其实挺适合反串女声的 或者 你也可以采用 尾音假声的方式演唱 我倒觉得可行 苏七复和道 张老师 据我所知 目前市面上 并没有反串女声的歌曲 一旦你做到了 那舞台效果 自然是震撼无比的 赵冲有些将信将疑 老顾 又是男女声混场 又是戏腔的 夹杂在一首歌里面 会不会很混乱 很怪异 你们等等 我把曲部弄出来 给你们看看 顾成知道 眼下的情况是说不明白的 他将稿件保存 退出页面打开word 直接敲起了五线谱 先谱去 再填词 全程行云流水 没有半点停顿 三人面面相去 看得目瞪口呆 十分钟后 一首完整的歌曲 新鲜出炉 目睹全过程的赵冲 目瞪口呆 惊讶的下巴都和布隆了 眼睛看晦了 脑子却看废了 人类进化的时候 是不是又忘记带他了 顾成 你压的 你脑子里都是音符吗 怎么原创歌曲 就跟大白菜一样 这首歌以前就创作了 顾成随口搪塞 然后将乐谱打印了两份出来 张老师 苏七 你们看一下 顾成把乐谱递给他们 张老师 这首歌叫 新贵妃醉酒 歌曲中间的女生 采用细腔轻衣的唱法 张义捏着刚打印出来的乐谱 纸张还带着打印的温度 这种温热 直接顺着指尖 蔓延进他的心 一下就让他站立了 作为专业的歌手 拿到曲谱 就下意识试唱起来 花开枝头 那一年的华青石旁 留下太多愁 不要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 只想梦里 与你一起再醉一回 苏七诧异地看着顾成 这首歌 无论是编曲还是填词 质量都堪称上成 若飞群玉山投剑 会向摇台越下风 那年安禄山发动叛变 贵妃随唐玄宗流亡蜀中 途径马为乱被刺死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立志来的是他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公粉带无颜色的是他 后来 婉转鹅美马前死 花店尾地无人收的还是他 贵妃的美 不知让多少男人动了心 却偏偏碰到了李隆基 轮到女生的时候 张义根据顾成之前给的意见 采用尾音假声的唱法 试探性的反串女生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举杯对月勤四天 爱恨两茫茫 问君何时恋 菊花台倒影明月 效果十分惊艳 女生想起的时候 众人真的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狂起 就连顾成也有些意外 虽然张义的反串不是很稳 但是他的戏腔是真的不错 显然平日是下了真功夫学的 菊花台倒影明月 谁知无碍心中寒 醉在君王怀 梦回大唐爱 异曲唱罢 众人依旧沉浸其中 半想后 赵冲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老顾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我为我的无知道歉 此曲只应天尚有 人间哪得几回文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苏七也深深的凝视顾成 美目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 顾成 你是怎么想出戏剧融合现代风 做出如此大胆的尝试的 充满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涵的词 加上现代音乐的旋律 既体现歌曲的流行元素 还体现了国粹的博大精深 将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唱出了缠绵和别样的韵味 顾成一次又一次带给他惊喜 苏七甚至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 顾成厚着脸皮胡周 那天偶然读了长恨歌 然后做了个梦 梦里高人指点的 苏七 顾成黑黑一笑 转头看向张义 张老师 这首歌你觉得满意吗 张义早已动容 他不确定地开口 顾成 这首新贵妃醉酒 你确定要卖给我 直买版权使用权 顾成郑重强调 歌曲的归属权还是在我名下 你以后还得给我分版权费的 谢谢你 顾成 张义热血沸腾 觉得这一记歌手十拿九稳了 这首歌恍若为他量身打造一般 完美诠释了他的嗓音 又将他的唱功发挥到了极致 张义非常清楚 这首歌对他意味着什么 歌手哪怕在职业生涯中 只有一首歌契合自己的作品 结局都是一曲成名 能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想到这 张义冷不丁地开口 顾成 这样的金曲六百万 是不是太少了 要不我再加点吧 顾成忍惊不惊 张老师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价钱 都谈妥了 自己还往上涨的 张义点头 一本正经地表示 顾成 在我眼里这首金曲 别说一个六百万 就是两个 甚至三个六百万他也值得 顾成喜欢钱 但是他也讲原则 以后还要长久在圈子里混 就当交个朋友吧 张老师 说好六百万就六百万 你把这首歌唱好唱活 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顾成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张义把乐谱抱在怀里 视若珍宝 这一季的 我是歌手 他势必惊艳全场 晚上八点 七月雨安生 全网播放量突破三千万 热评二十三万家 实体专辑已经突破了五十万张 几乎是在实体专辑突破五十万销量的瞬间 各大媒体以及公众号便相继发稿 恭喜苏七 新专辑七月雨安生 销量预售突破五十万张 打破实体专辑的低迷魔咒 苏七创造了乐谈奇迹 天后苏七随着各大媒体的热烈报道 七月雨安生这张专辑在全网掀起巨大的反响 受到了男女老少的喜爱 不比欧美以及日韩 在刘媒体的冲击下 华夏的实体专辑市场不断在倒退 毕竟实体专辑又贵又不易携带 而听流没插上耳机就能走 再加上这些年 Spotify、iTunes的崛起 音质上的不足对于普通人远远没有方便重要 这些年 实体专辑的销量每况日下 大部分歌手都放弃了这个CD市场 转而专攻数字专辑和USB专辑 而苏七才半天时间 实体专辑就被秒了五十万张 战绩斐然 这样的销售奇迹直接置顶热搜 不少博主开始蹭热度 凭借点评故称 硬刚将封疯狂涨粉的博主南北投 俨然成为微博当下最受瞩目的乐评博主 这一次 他同样将目光放到了苏七的新专辑上 在业内 天后的评判有几个标准 唱片销量 演唱会号召力 歌曲传唱度 国民度 以及要有时代的标签 影响过一代人 目前达到以上条件的 只有王云飞 张惠美 以及苏七 王云飞曾经是唱片销量的冠军 缔造过很多销量记录 唱片销量 甚至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张惠美连续两年在宝岛登顶 破百万张销售记录 苏七则是拿过很多次华语区销量女贯 举办的演唱会场场爆满 这三个都是乐坛各个时代的佼佼者 他们凭借超高的传唱度 和作品的卷勇度 一直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歌迷 时光荏苒 王云飞和张惠美 已经处于半饮退状态 目前真正叫好又叫做 且还在活跃的 非苏七莫属 毫无疑问 七月与安生又是一张经唱片 其中最令人惊艳的 莫过于主题曲 隐形的翅膀 这首民谣曲风的励志歌曲 无论是旋律或是歌词含义 都给人希望 温暖与安定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望川 居然是业内新人 当真是年少有为 才华横溢 天才与天才的才华碰撞 造就了隐形的翅膀的成功 苏七清亮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 加上望川温暖励志的词曲 产生了极致的共鸣 给听众带来坚定的力量 洋洋洒洒的都在夸苏七 顺带夸了顾成一嘴 评论区报了 隐形的翅膀 真的满满正能量啊 就连共青团都转发了 共青团转发 不是吧 望川跟顾成同样的才华横溢 这两个人真的没有关联吗 我宁愿没有 两个天才总比一个天才好 有一说一 南北投自从上周放飞自我了 居然说 乐坛只有一个真天后 怕不是想引战 这话把其他天后置于何地 我蒋依依表示不服 拉倒吧 蒋依依差远了 单就体育馆的演唱会就耗不住 网上的纷纷扰扰 郑主苏七一概不关心 此刻 他们正在公司举办小型的庆功宴 恭喜七总新专辑大卖 谢谢大家 苏七站起身 巧笑嫣然 这段时间你们又忙工作室 又忙新专辑 大家辛苦了 我敬你们一杯 干杯 干杯 李蒙眼珠子一转 笑嘻嘻地开口 七总 专辑大卖 月底的分红会不会翻倍 苏七凉凉地瞥她一眼 轻横道 怎么 蒙蒙 我平日里亏待了你不成 在娱乐圈 苏七是出了名的人美心善 不管是在慈善方面 还是对待身边的人和员工 他速来出手阔绰 在他手底下工作的员工 节假日都有各种礼物和补贴 而且 苏七每年都会自费组织他们 出门旅游度假 李蒙赶紧否认道 没有 没有 这不是我刚拿了驾照 想攒钱买辆车吗 苏七看向众人 放心 只要新专辑能突破一百万 别说是月底的分红 年底公司还奖励你们 代薪休假一个月 众人瞬间沸腾欢呼 谢谢七总 苏七看向顾成 目光似水 顾成 谢谢你 这张专辑能卖得这么好 离不开你的功劳 顾成不敢鞠躬 赶紧谦虚道 七姐 你这话夸张了 新专辑有这样的成绩 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总而言之 谢谢你 苏七笑道 隐形的翅膀 单曲购买的用户 远比购买整张专辑的 要多得多 足以可见 这首歌对新专辑的贡献有多大 他笑了笑 顾成 今天看你一直在码字 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顾成怂怂肩 现在数据还不错 明天开始安排推荐 他有存稿 脑海里又有大纲 今天接了这么多单 资金目前也不愁了 若是没有人开发 朱仙的IP 顾成就决定 自己找公司来开发 总而言之 顾成完全不慌 七月与新生的横空出世 震撼了全网 网友看的是 苏七唱功有多好 隐形的翅膀有多励志 新专辑数据有多牛逼 而童强更关注的 是苏七背后那个神秘的男人 一首歌 从艺术价值来说 贡献最大的 就是词曲作者 因为这是源头 毕竟能唱好歌的歌手 比比皆是 能创作好歌的音乐制作人 却屈之可数 在新专辑发布之前 大众对于旺川的创作水平 是颇具怀疑的 但随着隐形的翅膀 在全网爆火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所有的质疑土蹦瓦解 一位顶级的音乐制作人 只用一首歌 就可以打造出一个音乐巨星 兄弟传媒 欢意娱乐 新皇娱乐等等 各大媒体公司 在关注苏七的同时 也纷纷在探听旺川的消息 张晓菱刷着微博 越看小脸 就越起雨 前不久刚跑出一个故城 现在又杀出一个旺川 乐坛这是准备变天吗 张晓菱最初 就是顶着小苏七的头衔出道的 这些年一直在拼命发歌 想拉近跟苏七的距离 苏七新专辑这一报 别说距离拉近 张晓菱直接被甩了18条街 萧綦皱眉 理解 还是查不到旺川的身份吗 李梅摇头 今天苏七的工作室开业 媒体并没有拍到那个旺川 估计并没有露面 倒是有一个正气小声赵冲 不过这个是朝影视剧方面发展的 应该不是网传 萧綦宁眉 这首隐形的翅膀 质量太强了 想必接下来要大火 这首歌是难得的励志歌曲 正能量满满 就连共青团都点名表扬 并转发了 说到这个 李梅想起一事 对了 萧綦 公司高层今天召开股东大会时 决定让你发行 赤壁之战的单曲了 萧綦一正 张晓菱脱口出 李姐 不是说要等电影快上映 发预告时再发行吗 李梅点头 原本确实是那样打算不错 不过最近广电总局那边下达了文件 说要多弘扬正能量 比如国粹古风或者励志的东西 你这首歌正巧处于古风的范畴 所以高层决定 就着这股东风发行 吃一波流量 萧綦追问道 李姐 那我们什么时候发行 李梅想了想 等苏七的热度降下来一点再说 经过一夜发酵 苏七新专辑的热度 没见半点衰减 反而成火箭式上涨中 天才音乐制作人望穿的词条 也在华语和各大营销号的推波助澜下 迅速崛起 望穿的微博粉丝 原本只有五十多万 这一次隐形的翅膀 横空出世 望穿一夜涨粉三百多万 有趣的是 除了微博开通时 转发过工作室的官宣微博外 这个账号就一直没有动静 就连苏七发布新专辑 账号都没有任何发言 点开主页 依旧是空白一片 吃瓜网友简直不能忍 娱乐圈的明星都在蹭热度 这个望穿将月潭搅得翻天覆地后 小哥哥上线营业啊 怎么还是一张背影照 好歹给张侧脸啊 求小哥哥报照 长得丑 所以不敢入真容吗 广大网友强烈要求望穿报照 最高的一条报照点评 点赞高达十万家 顾诚大概浏览了一遍 发现评论里已经很少将望穿 跟顾诚联系在一起了 有也就只是几条零星的评论 下面还会有粉丝主动反驳 这样子下去 真实身份就能隐匿得更好 顾诚满意的下线 转而登陆中横作家后台 今天是朱仙首次上推荐的日子 新书如何崛起 很大程度是靠推荐一轮轮的曝光引流 只有在同期推荐中进入前三 才有机会晋级进入下一轮厮杀 如果在试水推就被腰斩 这本书基本后续 基本就没有多少机会曝光了 所以很多作者为了晋级 才会选择刷书或者打消广告 毕竟数据决定生死 作家后台刚刚登陆 就跳出了99家消息 朱仙数据直线上涨 除了收到了众多打赏之外 收藏首次单日破签 张评更是直接翻倍 故城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不是12点才上推荐吗 好奇之余 他点开评论区 网日的评论区不是打卡催 更何讨论剧情的 就是作者打广告求回访的 今天的评论区画风明显有些奇特 从章鱼哥的章推下慕名而来 我来看看这本书 什么时候被章鱼哥乃死 卧槽 集齐了中横三大独乃之力 朱仙 威 朱仙能不能度过此劫 全靠诸位道有护法了 打赏 投票走起 一万金币奉上 给朱仙支持一下 大大千万不要太见烂尾 故城看得迷惑不解 中横三大独乃 顺着评论区寻求答案 前世 谋点有三大独乃 大眼珠子 乃其还有粉土荒草 这个世界的中横 也有三大独乃 章鱼军 灯塔 姑苏百里 这三位大神粉丝基数庞大 同样喜欢给新人友情张推 但不幸的是基本被他们乃过的人 不是太监就是烂尾 乃谁谁死 毒乃名声在外 顾城好奇之余于顺着点评里 摸到几大毒乃的书去 果然发现几位大神 前后都给了 朱仙 张推 其中毒乃鼻祖章鱼军 更是直接开了单张张推 这次不是友情推荐了 而是真心推荐一本仙侠小说 朱仙 作者士成 这本 朱仙 我昨晚是从头到尾 一字不落看完的 看完之后 夜不能寐 现在的小说装逼成风 长扮无声 朱仙 这本小说并非纯粹涂爽的快餐文 而是属于旧时代的武侠鹿子 他的主角张小凡并非传统的天才 而是诸如我等一类的平凡之人 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写得有血有肉 剧情行鱼流水 丝毫没有拖沓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实用 评论区完全不领情 这是章鱼哥乃过的第几本书了 或者该说是乃死的书 狗头 章鱼哥改名广告歌吧 三天两头给新人推荐 这是收了多少钱 离谱 章鱼哥这次居然开单张推荐 虽然章鱼哥小说不错 但我还是想要说章鱼哥做个人吧 给新人一条活路 嘿嘿 章鱼哥一天不打广告 就浑身难受 卧槽 吃瓜吃到 朱仙 身上 这本书我一直在追的 不想被章鱼哥担死 求章鱼哥删了吧 完了 被章鱼哥乃过的书 估计要不了三天就要断更 断更 顾成看到这不由冷笑 断更是不可能断更的 他直接进入后台 一口气发了十张存稿 一张三千字左右 将近三万字 这一操作 直接把朱仙送上了爆更榜榜首 更新完后 顾成直接退出后台 把自己关进小黑屋 开始码字 推荐有一周时间 之后还要上架 而顾成下周就要忙起来了 这段时间自然是能多存稿 就多存稿 顾成不知道的是 朱仙上推荐的同时 还被粉丝送进了书荒广场 所以数据成景喷噬暴涨 收藏 点击 甚至是打赏 朱仙都碾压同期大神新书 只用了一个小时不到 新人榜排名就从第三跳到了榜首 终止俱乐部 这是一个大处横行 长远满地走 精品多如狗的中横大老群 此刻 几个精品大神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朱仙 实在是 朱仙的势头太猛了 仅用了一周就冲上了新人榜榜首 而且冲上了热度榜前三 爆更榜第一 接连将数位大神的菊花干翻 暴君忍不住爆粗 这事成是谁 他瞄得一路碾压 把老子的菊花都给爆了 暴君经常在书评区对读者 口头缠来来来 比给你 你来写 或者是爱看看 不看滚 他的新书 神话三国 原本在新书榜第一 眼下直接被名不经传的 朱仙 压在底下摩擦 自然忍不住暴躁 乃神这丝 上周不是说 要开新书 这是不是他的新马甲 与暴君相熟的大雕蒙妹开口道 大雕蒙妹的成名座 师娘请自重 曾被几百人联名举报 惊动点横高层 震动了整个审核部 最后却全身而退 不对 这会绝对不是奶神 奶神这逼是写乡村小寡妇的 怎么可能写这么正经的文 暴君不得不质疑 这小子该不会是个大刷子吧 我问过边界 这本书没有刷 数据都是真实的 而且 士成确实是一个新人 暴君再度爆粗 热了狗了 中横不是新人坟墓吗 哪里跑出来的黑马 姑苏杠靶子 我看他数据太好 昨天我 张于君和灯塔 同时给他张推了 姑苏扛靶子 也就是毒奶姑苏百里 中横阅读纪检尾 喷人大地 立志把自己 活成一个段子的棋男子 卧槽 被你们奶过 这新人岂不是要玩 许三水忍不住冒头 那不一定 朱仙 这本书我看过了 写得尾诗不错 如果后续不崩的话 搞不好又是一本精品万定 许三水以前叫许一庚 因为他每日更新一次 一次只更新一张 后来叫许三水 每天水三张 虽然水 但是读者依旧不离不弃 是中横十大未解之谜 大雕蒙昧提议 要不要把这个新人 拉进来聊聊 问问你们的编辑 看看这个新人 是哪个编辑手底下的 直接把他拉进来 编尸布 编测一下 同意 等顾成从小黑乌马丸 两万字出来 正想看看推荐数据 就看见QQ后台的好友申请 点开一看 居然是中横的大老群 顾成 正想多跟携手 多交流交流写作经验 所以没有多想就通过了 谁知道刚进群 就看到奇怪的画风 成绩好 JB差 一周才破万定 无心码字 我们来斗地主吧 来来来 今天新增崩了 只有一万 不如斗地主舒缓一下心情 触手怪乱入 哎 斗地主吗 我今天没有灵感 才码字一万 我也斗一把找找灵感 今天还有两万字呢 斗什么地主 看奶白的学子啊 然后就是一串动图 那叫一个白浪翻滚 刚进群的顾成 这是什么奇怪的群 他是不是进错群了 眼间的许三水 一眼就看到新人进群 新来的是男士女 是罗里的话报个照 是少傅的话 就报个三位 共同学习 欢迎聊S 又有大佬进群 群地位一 蒙新事成报道 各位大佬请多关照 顾成把备注换成笔名 瞬间引来全群围观 咕苏杠霸子震惊 卧槽 你就是事成 朱仙 就是你写的 蒙新事成 是我写的 楼上的可是大神姑苏百里 什么大神 我就是个每天被群里 大神暴虐的小铺剑 姑苏杠霸子自黑道 顾成黑线 感谢大佬张推 我一定会好好码字 不会让大佬失望 姑苏杠霸子沉默 莫名有点心虚 是什么鬼 暴君 事成入群了 许三水搞热闹 不嫌是大 事成弟弟 你太牛了 居然把暴君的书给碾压了 顾成一脸猛逼 暴君是哪位大神 许三水嘿嘿一笑 神话三国的作者 就是暴君 神话三国 不是新人榜榜首吗 这么说 朱仙上榜首了 顾成倒是没想到 自己买了两万字的功夫 朱仙的排名就置顶了 许三水八卦道 事成弟弟 朱仙是你第一本书吗 还是你在其他平台 有其他马甲 没有 朱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 大雕蒙昧惊呼 一书封神 彼人何其有幸 亲眼见证大神崛起 许三水 一书封神 彼人何其有幸 亲眼见证大神崛起 我爱黑SI 一书封神 彼人何其有幸 亲眼见证大神崛起 看来大佬群的画风 基本上与其他群无异 动辄组对形 顾成第一次写书 想问一下推荐数据 问话前 他十分上道地 连发了三个大红包 出来乍到 请诸位大佬多多指教 被艾特进来的暴君 眼疾手快地抢了个红包 吉利的金额八十八块 还是手气最佳 暴君美滋滋 发了个贵谢大佬的表情包 抢了最少金额的许三水酸了 卧槽 暴君全是手气最佳 只抢了个位数的 我爱黑SI 开始拱火 事成弟弟 暴君之前 说你抢了他的新人榜榜首 他要边试边侧你 他还说 要用小拍边 暴君才发现 红包是事成发的 拿人手短 滚 群里谁不知道 我暴君是个 团结友爱的前辈 小拍边抽的是我自己 暴君 你变了 八十八就把你真操不对 节操给卖了 你个扣扣嗦嗦的许三水 老子进群这么久 没见过你发红包 许三水不要脸的回复 要我的感情 要我的身体都可以 想要我的钱别想 顾成发了个大笑脸 然后开始发问 大佬们 试水推正常 涨多少收藏 不知道 反正我大风吹 只涨了一万多收藏 累了 不爱了 羡慕大风吹的大佬 小扑街只有谢免推晚尊 羡慕有推荐的大佬 裸奔小扑街伤不起啊 群出我老的顾成 没记错的话 这个自称小扑街的 ID我爱黑SI 是中横的畅销榜大佬 他的书牢牢的 挂在畅销榜前二十 这年头 大佬们都喜欢装扑街 月报萌新 在顾成和大佬吹水的时候 苏七正在剧团做短暂休息 Victory 这首歌其实挺飞嗓子的 每排练几遍 苏七都要休息一段时间 让嗓子休息恢复 除了音乐 苏七闲暇时 就会刷剧看小说打发时间 顾成的小说 好像是今天上推荐吧 苏七下载了一个中横APP 打开首页 就看到朱仙挂在新人推荐榜上 苏七一开始 只是抱着随便看看的想法 没想到才看了两张 美目就亮了起来 然后就一直看到了 七脉会武的最终比试上 顾成掐点掐得非常好 恰好在张小凡和陆雪奇 比试的时候 张杰戛然而止 苏七眨眨眼 看得意犹未尽 没想到顾成除了会写歌 小说也写得这么好 就是字数太少了 小说的数据看起来不错 读者在猜测张小凡和陆雪奇 究竟是谁胜谁负时 不忘在张杰末尾疯狂催更 苏七点开粉丝排行榜 发现顾成百盟主的进度 已经完成了一半 是字数太少吗 怎么一个至尊都没有 苏七看着数据十分不爽 他直接进入后台 注册了一个名为苏家有女的账号 然后一口气充值了十万块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打赏功能 苏家有女打赏 朱仙一百万金币 苏家有女打赏 朱仙一百万金币 苏家有女打赏 朱仙一百万金币 同样的弹窗 在中横首页连续滚动了十次 接连十次百万金币的打赏 加在一起便是千万金币 折合为十万软妹币 卧槽 朱仙是什么心说 这么大手笔的打赏 我数过了 整整十次弹窗 也就是说 加起来一共打赏了十万软妹币 朱仙是什么玩意 听都没听过 苏家有女 这小姐姐真是威武霸气啊 这是在刷榜吗 小心血本乌龟 一位至尊是一万软妹币 十位至尊就是十万软妹币 经过苏七大手笔的十个至尊 再加上新书推荐和粉丝 在书荒广场的大力推荐 朱仙的数据 如同积蓄已久的火山 彻底被引爆 排名直接攀登至热度榜榜首 要知道 朱仙只是新缘新书 仅仅只用了一周时间 还未上架 就有这样的成绩 已经是真正的大神 才能够有的成绩了 中横网论坛炸开了锅 终止俱乐部的大佬们 自然也收到消息 卧槽 亮下我的太和金苟眼 事成地点 你被富婆保养不对 被富婆打赏了十个至尊 故城愣住 许大神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小说只有盟主 没有至尊啊 新鲜出炉的 整整十个至尊 弹窗滚动了十次 你自己看他后台就知道了 许三水不由酸了 羡慕极度 让我面目全非 身心丑陋 致必分离 张鱼哥 羡慕极度让我面目全非 身心丑陋 致必分离 咕嗽杠靶子 羡慕极度让我面目全非 身心丑陋 致必分离 大雕蒙妹 羡慕极度让我面目全非 身心丑陋 致必分离 我先撤了 改日再向大佬们请教 故城退出聊天群 刚点进中横主页 打赏弹窗就跳出来了 苏家 有女打赏 朱仙百万金币 整整十个弹窗滚动的都是同样的内容 首页往下滑拉 畅销新书推荐首位 就是 朱仙霸气绝伦的封面 书荒榜置顶推荐的宣传语 也是 朱仙的痴情咒 九幽英灵 朱天神魔 以我血蛆 奉为牺牲 三生七世 永堕炎罗 只为情故 虽死不悔 这段痴情咒故城写进了简介 没想到被读者摘取出来 放到书荒广场宣传 底下挂有 朱仙的链接 时时转化数据 着实把故城给震惊到了 半天时间五千多人 书荒广场的流量 恐怖如斯 书荒的流量堆砌 加上至尊打赏带来的曝光 朱仙上推不到三小时 直接暴涨了两万多收藏 加上之前累积的收藏 朱仙现在十万字左右 就已经积累了三万收藏 这个数据对于新人来说 已经是逆天的成绩 更别提至尊打赏会 连续滚动三天 这三天内 只要有用户登陆主页 就会看到打赏弹窗 也就是说 接下来收藏还会猛涨 苏家有女 新注册的号 顾城眯起眼 直接掏出手机 给苏七发了条微信 七姐 你给我小说打赏了 苏七轻恩一声 评论区里说 打赏能提升数据 我看你没有至尊 所以就打赏了 顾城感动 谢谢 这有什么好谢的 苏七笑了 我还想着 等晚上再帮你打赏一波 银银般的笑声 透过手机传过来 顾城也跟着勾起了唇角 不用这么破费 打赏的前平台还要分成 不划算 十万块五五分成 网站拿去一半再扣税 顾城到手 只有四万不到 酒香不怕巷子深 顾城觉得 以诸仙的质量 完全不需要打赏充榜 行 苏七忍不住夸奖 顾城 我原本以为你写小说 是玩票性质的 没想到你写的确实不错 比我以前看的那些 有意思多了 还行吧 顾城转移话题 今天新专辑的数据怎么样 苏七声音轻快 还不错 实体专辑预售突破八十万张了 顾城挑眉 销量不错吗 市场逐年下滑 众人原本预测 这张专辑顶天也就能卖二十万张 看现在的销售趋势 突破百万只是时间问题 若是再猛一点 专辑销量突破二百万 那苏七可就在月谈风神了 苏七不由感激到 说起这个 还得谢谢你 你还记得你那句标语吧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是的 这句话情怀满分 网络上一下掀起了复古风 带动了专辑的销量 苏七好奇追问 顾城 你是怎么想到这句标语的 这句标语出自一首对唱情歌 因为爱情 情歌对唱 苏七的兴致一下就被勾起了 嘿嘿 顾城 你还会写情歌 顾城轻横 别说情歌 不管什么风格我都能驾驭 不过 这首歌起调很高 可没那么容易唱 因为爱情 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情歌 是天王陈奕迅 与天后王妃的首度合唱 天后声音空灵 温婉 而天王相对高亢温暖 和唱既有年轻的情怀 也有岁月的感触 王妃第一次拿到这首时 都直言唱不了 几次现场都唱翻车了 可见这首歌有多么难唱 可苏七显然是不幸 起跳高 要是太简单 我还就不感兴趣呢 改天你把这首歌写出来 给我试试看 顾城失笑 行 那就过几天吧 这几天 我先马自存稿 好 宋大师叫我了 我先去排练了 再见 挂断电话后 顾城点开评论区 新来的读者对于 朱仙好评居多 但是差评打一心的读者 也有不少 所谓众口难调 小说写得再好 也有人不喜欢 有争议都是正常的现象 但小说光吸量还不行 也得留得住量 要不然会影响后续的推荐 以及曝光 所以顾城还是问了下编辑 江大 我看差评不少 小说的留存怎么样 不慌 三流的数据不错 你尽管放手去写 推荐的是不用担心 过两天 我再给你多争取两个推荐 谢谢江大 顾城松了口气 听到数据还可以后 他又开始埋头马字存稿 最后 朱仙上推荐首日 一共暴涨五万家收藏 杀进新人榜 暴更榜 月票榜 以及热度榜四榜榜首 谁都想不到 这一本才新人作品 只用了一周时间 就强势崛起 顾城感到很欣慰 但你说要震惊或者惊喜 其实并没有多少 作为早年仙侠小说的天花板 朱仙的火爆 一直都在顾城的预料之内 接下来的日子 顾城每天抽空马字五万 平均每天上传两万字左右 存稿三万 留待上架爆更 朱仙 稳坐中横各大榜单 收藏也一路高歌猛进 第二日 收藏差不多 同样是五万架 第三日 弹窗效果开始下降 收藏仅有四万架 第四日 大将破格给朱仙 小喇叭推荐 以及编辑利剑 收藏数据又开始上升 中横论坛上 朱仙彻底火爆起来 论坛之上 几乎清一色都是在讨论朱仙的帖子 有质疑作者刷数据的 也有怀疑背后有黑幕的 更多的是持观望状态 观摩 朱仙 崛起的 朱仙的火爆 不仅让读者目瞪口呆 也成了中横网编辑们的讨论对象 都市编辑 严非羡慕坏了 我原以为暴君的 神话三国 已经天下无敌 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 朱仙 这是谁的部将 如此勇猛 大将得意的冒头 这是我一周前刚刚签下的新人 这是他第一本书 玄幻编辑无名点评 这新人能处 日更两万不说 剧情还全程在线 质量都不带下滑的 质量好就算了还稀量 还未上架月票 就累积到了五千多票 这长势太凶猛了 都市编辑 老魏大胆预测 照这样发展下去 朱仙 怕不是要冲击中横年度新人王了吧 无名扎舌了 中横新人王 老魏你还真敢想 新人王这个头衔 从网站创立二十年 网文圈新人最有价值 含金量最高 最难获得的最高成就 就是中横新人王 中横新人王比乐文十二天王 更为难拿 中横虽然有各种榜单 榜单上也都是开创流派的作品 拿下新人王这个奖项 基本代表一部登天 可以拿中横的大神约 获得中横新人王 只有两个简单又粗暴的条件 一是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书 二是这本书要获得中横年度月票第一 二十年前 中横网站刚运营时 大家都是出道 及巅峰的热血小年轻 在各种榜单上 彼此打得有来有回 真要拉出一个新人王 估计作者和粉丝还没有反应 编辑就先干起来 后来网站成熟后 就开始了诸神混战的场面 新人压根没有一丝出头的机会 所以中横创立至今 新人王都没有谁拿下 大江自然也不敢奢望 现在 朱仙刚起步还未上架 谈那些还为时过走 只希望这本书能稳住不崩就行 吴明好心提醒 一个新人日更两万 剧情一不小心就崩了 大江 你得多把把关才行 大江嘿嘿一笑 忍不住又秀一波 不慌 他每天日更五万 上传两万 存稿三万 现在有快二十万左右的存稿 不存在崩的局面 卧槽 一个新人日更五万 我手底下那些 懒批日更四千 都还要我跟在屁股后头死命脆 老魏骂骂咧咧道 严肥牙酸了 以目前这文笔剧情 还有后台的数据分析 朱仙最低上架也有万顶 大江你这才年终就预定了爆款 真他喵幸运 我也是朋友介绍的 他之前原本打算签约乐文的 后来因为版权问题 才辗转签到中横 我才有机会简陋 大江心情舒畅 只要手底下出一本现象级爆款 年底大江就能提新车了 吴明忍不住幸灾乐祸 乐文亲手放过一本爆款 这回怕是后悔莫及 阅读平台之间 大数据基本都是公开透明的 哪个平台有什么风吹草动 其他平台基本都会第一时间关注到 朱仙的火爆 自然也引来乐文编辑的关注 清小说编辑蓬莱感慨道 中横这本朱仙 崛起的速度也太离谱了 这才不过十几万字 收藏居然就破二十万了 可惜了 这本书原本是投稿本站的 没想到被中横截胡了 清晨插话道 天地长叹了口气 这本书第一天发布在后台时 我就关注到了 还差点签约了 蓬莱不解 那怎么被中横截胡了 我关注时小说才一万多字 我和清晨看了一下 觉得鼎天也就五百顶 而那个士诚是个新人 他想要小说版权就没有签约本站 后面我就没再关注了 天地语气唏嘘 一周前 他完全预料不到 随着剧情的开展 朱仙会爆发出这么大的潜能 等到他收到消息时 这本书已经在中横强势崛起了 清晨遗憾道 这一切都是始也命也 以乐文的签约条例 即便小说写的惊天地气鬼神 编辑也绝不可能在签约之初 就为一个新人魄力的 只能说乐文跟朱仙没有缘分 你们是不是对朱仙的评价太高了 玄幻组的另一个编辑飞扬 完全持不同意见 一书风神哪有那么简单 这些年 高开低走的小说还少吗 这本朱仙 五不五仙不仙的 文笔也没有那么惊艳 搞不好上架就血崩了 飞扬说的是 彭来附和道 天地 放宽心 新人的心态向来不稳 只不定哪天就断更烂尾了 天地苦笑一声 没有说话 从目前持续上涨数据来看 朱仙 血崩的 可能性不大 而且 看着数据趋势 后续说不定还有暴涨的机会 只可惜这本书 天地终究是遗憾的错过了 只能看下一次有没有机会合作了 顾成每天 除了照顾顾安然 每天就是窝在书房码自存稿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的流逝 七月八号那天中午 新黄娱乐突然毫无预警的 关讯了一条爆炸性的微博 萧綦要在七月八号晚八点 全网发布单曲 赤壁之战 萧綦还在中午的直播综艺节目里 演唱了新歌的一小节前奏 那激昂的旋律 热血的歌词 迅速引发全民关注 随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各种猜测的通稿满天飞 网友们纷纷猜测 萧綦这首新歌 是不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甚至跑到 赤壁之战的电影制片方下 留言询问 不过无论是电影制片方 还是新黄娱乐官方 目前都未对此事 做出任何回应 刘洪光紧急召开了会议 李萌不解道 新黄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一点风声 就突然就宣布要发单曲 上头说 要整顿娱乐圈的不良风气 让各大媒体公司 多弘扬正能量 刘洪光冷哼一声 新黄娱乐估计是看见 隐形的翅膀 被春晚关注 就蠢蠢欲动了 因为政策的原因 隐形的翅膀 不仅获得共青团转发 以及点赞 还获得了央爸爸的青睐 被列入了春晚节目的候选名单 并且支持率很高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隐形的翅膀 就会亮相今年春晚的舞台 苏七 我问过赵岛那边了 萧綦这首单曲 是根据电影 量身定做的主题曲 这首单曲 比我们早一点送去竞选 不过后来因为 Victory太惊艳 萧綦这首歌 就被刷下来了 刘洪光挑眉 这么说 这首歌的质量不错 苏七点头 虽然跟顾成的没法比 但思雨说 算得上是质量上乘的国风作品 新黄现在这是在蹭电影的热度吗 没事 他发歌对我们没有影响 顾成神色淡定 萧綦的单曲再好 跟Victory也没有办法比 不然也不至于落选 刘洪光看向顾成 都这么久了 你们的作品送去参赛没有 顾成点头 宋江前两天 就已经把Victory的黑胶唱片 邮寄到交响乐比赛的主办房手里了 等三天后初选结束 结果就会出来 刘洪光嘿嘿一笑 前两天帝都爱乐馆咸乐队的采访 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顾成光顾着马字 还真没关注这些消息 刘继 他们说什么了 杨定坤在采访中透露 为了这次比赛 乐队在两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说什么 这次一定为国争光 一定会在比赛中获得名气 刘洪光目录期待 别到十连初选都过不去 那可就搞笑了 顾成轻哼 Victory 这首歌 我们原本是想跟他们乐队合作的 没想到他们杨大师看不上我 不过 也幸亏他们看不上 我们才有机会跟自由乐团合作 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一双大长腿 交叉伸展 苏七的视线 不由自主地从长腿一路上滑 落在顾成的腰间 夏日的单薄服帖 顾成这个姿势 正好露出了隐藏的腹肌轮廓 苏七目光一致 下意识摇头一开视线 在无人关注到的地方 暗呼口气 时色性眼 他刚刚这样 应该算不得什么LSP吧 但苏七又觉得奇怪 以前演唱舞曲时 也跟不少男模合作过 他那时对男模血脉奔张的肌肉 已都是不为所动 今天怎么就突然对顾成的腹肌感兴趣了呢 苏七 顾成面带疑惑 啊什么 刘红光黑线 问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苏七猛然回神 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居然在会议上发呆了 他轻撩了一下头发 若无其事地转移话题 顾成 华语那边 你不是答应说写无首歌曲吗 顾成侧头 怎么 华语那边催歌了吗 那倒没有 苏七抽出一份厚厚的文件递过来 这是华语整理好的歌手资料 还有一份声音歌手录音 那个录音文道 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我看看 顾成接过来 随意地翻看了一下 华语成立了二十年 旗下一人无数 最前面的自然是华语当家艺人 性感花旦徐子晴 田歌教主赵梦梦 心境小费后蒋一一 还有个影视歌三期的全能小生灵战 往下就是公司的二线艺人 潜力新人 和老牌的艺人 练习生的资料排在了最末尾 顾成合上资料 宁神看向苏七 七姐 华语里面有没有你不喜欢的艺人 苏七勾传一笑 怎么 我不喜欢的 你就不给他写歌 顾成理所当然地点头 七姐不喜欢的 我自然不可能跟他们合作 苏七心头一暖 华语这么大的公司 旗下一人众多 私底下自然免不了勾心斗角 但苏七作为华语的摇钱术 杨立勇被他一直照顾有加 那些小摩擦 从来不会真正波及到他的利益 所以自然可以忽略不计 没事 你随便写就行 都是公司前后辈 那一点小摩擦 没什么值得计较的 顾成点头 既然没有的话 那我回去就看着写歌了 刘洪光双手撑在桌面上 顾成 你那天跟杨总谈合作 还没有谈及后续版权吧 音乐版权主要分为 词曲版权与录音版权 词曲版权归词曲作者所有 录音版权或一方 包括唱片公司 歌手 词曲编曲等 顾成之前所说的六百万一首歌 只是歌曲的使用权 还有后续版权没有商讨 顾成沉吟一下 七姐 你以前那些歌曲 跟华语是怎么算的 素七叹了口气 歌曲版权都归属于公司 公司一般都是打包出售的 这一点顾成是知道的 一首歌的版权成分非常复杂 背后设计的权益比较多 根据授权方式 用途 范围 以及年限等的不同 价格也不一样 音乐平台买授权时 对于词曲质量欠佳的版权 基本是打包销售 统一划价 每首多少钱使用期限几年这样 还有一种是音乐平台 同歌曲版权方 会进行五五分成 歌曲版权方分到的一半里 再和歌手 歌曲版权等按比例单辟出来 进行个人结算 而音乐制作人所得的收益有限 以顾成了解的市场行情来看 目前词曲作者的版权收入 大概在2%至8%之间 那现在那些歌曲的版权呢 还在华语手里 苏七笑着摇头 前几年杨总为了让我续约 就把大部分歌曲的版权还给我了 后面发表的版权归属 也属于我 那还差不多 顾成看向刘洪光 刘介 我的后续版权那些 你们看着 帮我跟华语谈吧 尽量要到5%以上 到时候 我会另外开设一个账户 后续的版权费 你们都打到那个卡上 等攒到一定的数目 我就拿来成立慈善组织 用来做公益 刘洪光不简 你想做慈善的话 干嘛这么麻烦 直接捐款给专业机构 做不就好了 苏七也附和 顾成 经营慈善组织 没那么简单的 你可要慎重考虑 顾成点头 我知道 但有些事 我还是想要自己亲身参与 前世顾成爆红后 也曾参加过慈善晚宴 那时他就想着 捐个一百万一丝一丝 到了后面捐款时 经纪人却要求他 只填数字 走个过场就可以 顾成下意识觉得不妥 经纪人白了他一眼 娱乐圈人人都这样 照样名利双收 虽然有所犹豫 顾成最终 还是按照经纪人的建议 上报了一百万 最后顾成一分未出 但还是白得了一份荣誉 或许是乍捐心虚 当晚接受采访时 一向侃侃而谈的顾成 经变得磕磕巴巴 当时的他正式爆红的时期 年轻气盛 后面又埋头于工作和音乐 就没再关注到 那些周边的人 更别说慈善了 那段时间 顾成一直对慈善无动于衷 直到后面发生了一些事 顾成彻底改变了想法 直到出事前 他都一直热衷地投身于公益 因为亲身参与过 顾成知道 其中的内幕有多深 公益机构很多 但也同其他的行业一样 无可避免会出现 孤民钓鱼的 浑水摸鱼的 甚至是嚼屎的 所以有条件的情况下 顾成还是更愿意成立慈善组织 起码他能知道 善款有没有落实到需要的人手里 总之做公益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一个长期坚持不懈的过程 一切都需要从长计议 新皇娱乐此次对于萧綦的单曲 前期虽然翘无声息 但是临近发行的几小时 却下了死力气来营销推广 还未正式发行 萧綦新单曲 就出现在各大音乐平台的首页预热 同时新皇还动用各种人脉 花大价钱 邀请up主和营销号 来为萧綦的新歌宣传造势 微博 B站 直呼 各大短视频平台 随便打开一款社交软件 赤壁之战的引流广告 都无孔不入 在这样的多方造势下 仅仅只用了几个小时 赤壁之战掀起的热度 就引爆了各大音乐平台 晚上八点整 萧綦的 赤壁之战 全网上线 低沉浑厚的号角声 海螺和战谷相互交织 气氛庄严隆重 长江两岸 满江战船 惊涛骇浪 激昂急促地取掉 热血沸腾的歌词 再加上萧綦铿锵腔有力的声音 一首古风歌曲 被他演绎的热血沸腾 网友大受震撼 纷纷被歌曲里蕴含的战役所折服 卧槽 燃起来了 不行 我要去恶补一下历史 萧綦这次的新歌 比以往进步不少啊 这首歌简直是为电影量身打造啊 古风战歌 气势磅礴 哥哥这次的新歌太棒了 这一个月来 乐坛的好歌一首接一首 这是触发机制了吗 一首歌听完 苏七觉得挺意外的 词曲质量都不错 萧綦的嗓音 也比适合这样的国风 整体算是一首上乘之作 刘洪光却微微吐槽 我觉得这首歌 不过是重归重矩 苏七不由白太眼 那是因为 你听过了更好的 这倒是 朱玉在前 自然就不觉得惊艳了 反正这首歌跟 胜利 完全没有任何 可比性 刘洪光无所谓的轻哼 起身道 我要回去了 你们两个要一起走吗 马上 苏七看向顾成 顾成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顾成摇头 今晚我想留在公司 看一下能不能写出两首歌 交给华瑜 刘洪光黑黑一笑 走过来轻拍他的肩 不是年底前交付吗 你这么急干什么 顾成轻叹口气 我最近缺少资金周转 对了 刘介 还有件事 需要麻烦你一下 什么事 顾成清了清嗓子 刘介你人脉广 你帮我打听一下 帝都有没有什么游戏开发公司 或者工作室 就是濒临破产 或者经营不善的 刘洪光不由眯起眼 好端端的 你打听这个干嘛 我想收购一家游戏开发公司 顾成坦言道 但我目前资金短缺 所以只能将目光 对准钟晓晴的公司 他目前的启动资金 只有几百万 华瑜那边 那三千万分成扣税后 顾成到手只剩下一千多万 也就是说 他手里能动用的资金 根本不足两千万 一款游戏从开发到上市 需要多少预算 顾成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想要将梦幻诸仙开发上市 就这点资金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顾成 你最近怎么想一出试一出 苏七带梅微咒 开始掰着手指 跟他细数 先是跟宋江合作影音工作室 然后写小说 又计划慈善 现在又打算开发游戏 前面几个也就算了 游戏这个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顾成黑黑一笑 愁愁满知道 尚无我的编辑 跟我说 有声书那边 正在洽谈 朱仙的有声版权 我琢磨着小说 IP的价值不小 与其交给别人 不如自己开发 便想先从开发 朱仙的同名手游开始 顾成 现在的游戏市场 可不好做啊 刘洪光不得不提醒他 我听我朋友说 游戏市场上 都在拼产品价值 只有做的好的前世民 才有钱赚 其他的游戏 要么将将打平 要么亏到死 你考虑清楚没有 顾成点头 刘津你放心 大表到时候亏本了 我再多写几首歌就是 刘洪光 他竟然一时之间 找不到话反驳 毕竟顾成写歌 就跟批发似的 完全没有瓶颈期 一首歌就卖六百万 确实亏得起 洗漱过后 顾成打开电脑 先是登陆中横 查看了后台的数据 新增三万两千 还有两个多小时 今晚估计 不能破四万收藏了 将新章节设定为定时发布 顾成退出平台 转而登陆邮箱 这个月顾成 只打算先交付两首歌 剩下三首往后推迟 等交响乐比赛结束再说 既然是首次合作 杨丽勇又这么豪爽 顾成自然也要交一份 满意的答卷 五首歌里 起码得有两首 是交给华语一线一人的 而且 歌曲跟歌手 一定要完美匹配 顾成开始仔细翻阅歌手资料 徐子晴被称为性感天后 指的不单是他的身姿容貌 还有他如思如昧的音色 他不是那种搔手弄姿的低俗 而是带着滑下 骨香骨色的高级性感 徐子晴跟黄灵一样 都拥有要打马赛克的声音 赵梦梦走的是软萌的罗利峰 只不过他这种甜美 更多是伪装出来 在嗓音这一点 其实赵梦梦 甚至还比不上 江一学姐林慧如 不过赵梦梦人设很好 他也很擅长 突出自己的优势 懂得怎样拿捏粉丝 至于林湛老家是广府的 一口粤语说的贼奈斯 但是普通话就有些烫嘴了 早年是个正经歌手 发了不少粤语专辑 这两年有些不务正业 开始往影视剧发展了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 小巨费蒋依依 苏琪成立工作室后 华瑜并没打算 从徐子晴和蒋依依两个伪天后里 捧出一个真天后来 而是选择扶持一个更乖 更有实力的新天后来 让他们保持之间 互相制衡的关系 既然是苏琪的接班人 自然是具有实力和天赋的 蒋依依的一嗓音浑厚 唱腔很稳 略带一点鼻音 听她清唱很惊艳 能听出她有很厚的功底 高音 美音 美声 都能驾驭 顾成挑眉 这小巨费蒋依依和金鱼奇宝 简直不要太像 而且杨丽雍眼光倒是毒辣 旗下的艺人各具特色 四个人风格都不带壮型的 这就叫顾成 有些犯男选谁了 他重新翻看了一遍四个人的资料 最终决定 还是选择小巨费蒋依依 顾成也懒得在折腾 蒋依依的话 唱 泡沫 再合适不过 那年祈宝在《我是歌手》上 以一首 泡沫 寂金四座 艳压群芳 就足以说明这首歌的魅力 其中一首有着落了 还剩下一首 两首歌顾成早就想好如何安排了 既然要展现能力 顾成打算把剩下那首 交给新人来演唱 等等 顾成瞳孔一亮 猛然想起 今天刘洪光在会议上提到的话 既然娱乐圈正在推广正能量 那就直接搞一首正能量的歌曲 不就好了 正能量爆棚的歌曲 顾成脑海里的曲库 随便扒拉两下 都能掉两首 久远一些的 有周董的 听妈妈的话 追梦赤子星 红日 我的未来不是梦 阳光总在风雨后 海阔天空 近一点的话 有 雇佣者 星辰大海 万江 时光背面的我 你的答案 守护着我的光 这里随便一首歌 都是能上交国家的正能量歌曲 顾成直接翻到了资料下半部分 开始查看新人的资料 这个许杰 居然还不到15岁 顾成往下看 直接就被惊喜了 履历倒是不错 不仅是全国青少年比赛的冠军 还是个学霸 这个许杰真是年少有为 虽然入圈早 但是并没有荒废学业 顾成最喜欢有天分的孩子了 他找到许杰的清唱录音 声音还不错 赶紧温柔 高音时轻量透彻 震撼人心 低音时又缠绵动人 跟张杰还挺像 少年 正能量 顾成打了个响指 灵感一下就来了 一日一早 顾成在工作室埋头码字时 门被敲开 顾安然扎着两条可爱的松花辫 像只蝴蝶一样 轻巧地朝顾成扑过来 舅舅走 顾成脚尖一点借力 把旋转椅推开 把小丫头抱起来 软声道 吃过早餐没有 七姐姐带我吃过了 小丫头笑着点头 声音软弱可爱 顾成抬眸 看向紧随而入的苏七 谢谢 谢谢你 昨晚帮我照顾安然 有什么谢的 安然人见人爱的 你看公司里哪个 不想套套麻袋 把他带回家 苏七踩着清脆的高跟鞋 把一份快递文件 递到顾成手里 刚才过来时 前台让我捎带给你的 好像是从江城寄过来的 江城 顾成拆开文件 里面赫然出现两个红本 那天签约时 苏七说之后 可能经常去过外旅游或者工作 所以顾成来之前 就带着安然 抽空去了相关单位 办理了护照 苏七挑眉 顾成 你这护照来得可真及时 去维也纳正好用得上 顾安然小脸发猛 舅舅我们要去维也纳吗 顾成点头 顺利的话 舅舅过几天 就可以带你去维也纳 听音乐会 顺便带你在欧洲玩几天 真的吗 小丫头瞳孔瞬间放大 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顾成忍俊不禁 舅舅什么时候骗过你 最近这段时间 他一直忙着马子还有工作 有点忽略了小丫头 就连昨天晚上留在工作室 都是苏七把他带回家 去照顾 顾成一直想着 等这段时间忙完 抽空带小丫头出去玩玩 顾安然感动得要命 点起脚尖巴唧一声 在顾成的脸上亲了一口 舅舅 安然爱死你了 刘洪光进来 恰好瞧见这一幕 自家生了两个孩子 却都是混世魔王 哪有香香软软的小姑娘 来得可爱 一时忍不住 也厚着脸皮凑过来 明目张胆的腰吻 安然 叔叔也要亲亲 顾成哪里会让他如愿 抱着顾安然 直接厚顺移了两个位置 回家霍霍自家的去 顾安然捂着嘴角 咯咯的偷笑 刘洪光白了顾成一眼 我家要有女儿 还用得着眼缠你的 顾成懒得理会他 低头吩咐顾安然 安然 乖 你去找萌萌姐玩 舅舅要工作了 舅舅再见 等顾安然出去后 顾成神色一整 拿出昨晚连夜写出的曲谱 递给苏七 姐姐 这两首曲谱 是我昨晚新写出来的 你看一下 一听到顾成又写了新歌 还一下子就是两首 刘洪光立刻满脸惊喜 忍不住暴粗道 我擦 顾成 你这么快就写了两首歌 顾成汗手 要是曲谱没什么问题的话 等一下就给华鱼送去 我看看先 苏七走到沙发上坐下 开始认真看谱 最上面那首是 泡沫 这首曲子一入手 苏七眼里金光一闪 立即就意识到 这首歌的不凡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 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 追究什么对错 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 美丽的泡沫 虽然一刹花火 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 试唱了几句后 苏七的瞳孔逐渐放大 也谋理尽是惊艳 如歌词寓意那样 爱情是短暂虚幻的 如泡沫般唯美动人 但是用手轻轻一戳就破 经不起考验 抑郁感上的歌词 再配上令人心碎的编曲 这首歌在沉稳低音中 道出爱与承诺的脆弱 以及看透爱情泡沫 从而破解心声 这首歌写得太好了 还没有将整首曲子看完 苏七便脱口而出 刘洪光早已经头皮发麻 他深深地看了顾诚一眼 忍不住再度说出那句 都快说腻的台词 顾诚 你真的太有才华了 有才华的不是他 而是十九岁就能写出 泡沫的起保 他不过是一个文娱搬运工罢了 顾诚没有硬程 而是转移话题 这首歌我想给蒋依依唱 你们觉得怎么样 苏七点头 我觉得没问题 蒋依依的嗓音 具有穿透力 唱这首歌再合适不过 泡沫 其实并不容易唱 这首歌音域跨度极大 高音部分很高 低音部分又很低 必须要有很强的演唱功底 才能驾驭 蒋依依音色很有特点 唱功也不俗 能更好地演绎好这首歌 不是还有一首歌吗 顾诚点头 下一首少年说 我打算给新人许杰演唱 少年星号星号说 是由梁启超 二水作词 许松作曲 张杰在经典永流传演唱的歌曲 张杰给人的最初印象 就是润土 以及靠七上位 但是经过不懈努力 他已悄然蜕变成 上交给国家的歌手 少年说 这首歌当年一经推出 就席卷了短视频 风靡大街小巷 许杰正当年少 由他来演唱 再合适不过 少年说 好歌名 刘洪光迫不及待地催促 苏七 快看看曲子怎么样 苏七点头 开始看下一张曲谱 最初是合唱朗诵的部分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父则国父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苏七的第一反应是古典美 一种九曲回环的美 明显是现代仿古作曲 旋律接近华夏古典的那种感觉 这首曲子的旋律 本身是柔的 但它 对刚却有兼容性 全曲成上起下 连贯顺畅 最惊艳的 当属接下来的歌词 红日出生 其道大光 何出浮流 一泻汪洋 乾隆腾渊 临沼飞扬 如虎啸骨百兽镇黄 少年自有少年狂 身似山河亭几量 敢将日月再丈量 今朝为我少年郎 敢问天地是锋芒 披荆斩棘谁能挡 歌词很有魄力 大量则摘中谷或神传灵物 话用名号或典故 副歌的词 更是气势磅礴浩瀚 整首编曲动静相宜 唯美却又带着大气 似是彰显着泱泱大国 与传承千年历久迷心的 华夏文明的气度 刘洪光浑身一震 直接被带入少年回忆 带入在那个逝去的韶华中 少年自有少年狂 身似山河亭几量 敢将日月再丈量 短短几句歌词 就让刘洪光热血沸腾 浑身充满了力量 谁不曾在少年时期 有过执三尺清风 力不式工业 读万卷诗书 开万世太平的憧憬与热血呢 更何况 男人至死是少年 刘洪光深深地看着顾承 目光涌动 顾承 你确定要将这两首歌 交给华鱼 顾承一眼 就看穿他心中所想 怎么 刘洁你舍不得了 刘洪光重重点头 舍不得 那首少年说 我太喜欢了 歌词正能量直接爆棚 这样的歌曲 以现在的市场 随便推两下 都能成为爆款金曲 给华鱼唱 他真心舍不得 苏七只轻飘飘说了一句 工作室现在就我们两个歌手 还有其他人能唱吗 刘洪光一夜 没有 但随即又不死心地看向顾承 顾承 你说这首歌留着 我立马去招心人怎么样 顾承摇头 等你招到人黄花菜都凉了 我等不了那么久 刘洪光懊悔道 早知道有今天 我之前就该多招几个新人了 顾承哑然失笑 刘继 其实你不必心疼 这种类型的歌曲 你想要多少 我就能给你写出多少 刘洪光瞬间满血复活 那我明天就开始招心人 不论是资历还是实力 我在乐坛都不过是个新人 华鱼总部 苏七和顾承倒到楼下 就见到了一个预想不到的人 华鱼音乐总监莫向东 苏七眉眼上扬 雨笑嫣然 什么风 把莫总监你给吹下来了 我这是特地下来接你们的 苏七摇晃着手里的文件夹 笑着戳穿他的心思 我看莫总监 您这是迫不及待 想见到新歌吧 华鱼苏七都待了十年了 闭着眼都会走 怎么可能还需要见 都一样 莫向东看向顾承 脸上堆满了笑容 这位就是顾承吗 久仰大名 莫总监 您好 顾承表面镇定 内心却有些受宠若惊 乐坛喷神莫亚军 以毒蛇以及鬼才著称 无论是上节目 或者是私底下 素来不苟言笑 每天不是在喷人 就是在喷人的路上 顾承没有想到喷神 居然对自己 笑得一脸讨好 莫向东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走吧 我们先上去 莫向东的办公室在顶楼 顾承他们步入电梯 准备关门时 被一道娇声突然喊住 等一下 一个面容娇好 身材妩媚的女人 走进电梯 顾承微微一愣 眼前进来这位美女 恰好就是华鱼的巨废小天后 蒋依依 近距离看 蒋依依跟资料上 还是有些区别的 她的五官在娱乐圈 算不上精致 但是一双电眼 却很有味道 辨识度极高 蒋依依看见 电梯的里的苏七 同样十分惊喜 莫总监 苏七姐 你们好 苏七轻笑 依依 这要巧啊 是啊 我刚从外面 拍了通告回来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们 蒋依依双眼 兴奋地泛着小星星 苏七姐 恭喜你新专辑大卖 蒋依依的经纪人 江涛跟刘洪光 因为工作有些小摩擦 但是蒋依依却是苏七的迷妹 甚至她签约华语 都有部分原因 是想要见到苏七 谢谢 苏七轻笑 我听老刘说 你最近接下了 音乐达人秀的导师通告 恭喜啊 蒋依依羞涩一笑 谢谢苏七姐 顾成有些意外 音乐达人秀 是国内关注度最高的 平民选秀节目 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季 普通人通过这个舞台 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艺 晋级到最后的 除了会赢得巨额的奖金外 还有机会 获得额场一箭直签 能拿下这档节目的导师 说明蒋依依的歌唱实力 在业界已经获得高度认可 顾成在用眼角余光 打量蒋依依的同时 对方同样在偷偷地打量她 以蒋依依现在的咖位 顾成就是望川 以及杨立勇重金邀请 他写歌的事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他也憧憬着 自己能有机会 演唱顾成的作品 毕竟顾成至今为止的作品 每一首都是流行爆款 若是自己有幸 能演唱顾成的歌 演唱事业 肯定能再攀上一个高峰 蒋依依正犹豫着 要不要跟顾成套近乎时 电梯门钉的一声打开 蒋依依暗叹一声 莫总监 苏七姐 我先走了 依依 等等 苏七喊住她 蒋依依心头重重一跳 期待地看向苏七 苏七姐 什么事 苏七轻笑一声 依依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一起过来吧 这里有一首歌等一下 需要你试唱一下 莫向东瞬间心领神会 既然这样 蒋依依你跟着一起过来吧 惊起来得猝不及防 蒋依依美目蹭地亮起 忙不迭地点头音韵 好 一进办公室 苏七就把手里的曲稿递给了她 莫总监 这里一共两首歌 你看看怎么样 我看看 莫向东激动地接过曲谱 作为华语的音乐制作总监 莫向东的专业能力自然不俗 两首曲子 一首是伤感情歌 一首是正能量的励志歌曲 两首歌曲 从此到去 都完美地无可挑剔 莫向东拿着曲谱的手 激动得都有些颤抖 他十分清楚 这两首歌 无论是哪一首 只要操作营销好了 绝对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金曲 苏七 莫总监 你觉得这两首歌怎么样 好 好 好 莫向东连续用了三个好 来表达 他对这两首歌的满意 这两首歌 真的写得太好了 没有任何瑕疵 莫向东拍了拍顾诚的肩 顾诚 你真的太有才华了 我自愧不如 试问乐坛有哪位首首经典 首首爆款 只有顾诚 最重要的是 顾诚才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就已经达到 别人穷极一生 都达不到的高度 莫向东深信 假以时日 顾诚定能成为乐坛半壁江山 顾诚谦虚一笑 莫总监 您太自迁了 谁不知道 您是乐坛奇才 这些年不知道创作了多少经典佳作 莫向东无奈地探声道 我已经老了 华语乐坛以后 就靠你们年轻人撑起来了 顾诚可不敢当 莫总监 捧杀无异于棒杀 不论是资历还是实力 我在乐坛都不过是个新人 以后需要向您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苏七忍不住笑着插话 你们两个别商业胡吹了 依依还在这里等着呢 莫向东哈哈一笑 把手里的泡沫递给蒋依依 蒋依依 你好好发挥 发挥好了 这首歌就是你的了 蒋依依虔诚的接过来 是 莫总监 顾诚开口提醒他 蒋依依 这首曲子非常的难唱 高音 低音 真假音都有 不过 我相信 以你的实力能驾驭得住 你先熟悉一下曲子 觉得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直接试唱 好 拿到曲谱后 蒋依依止一眼 就直接被惊艳了 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 质量都 完全不是市面上那些流量歌曲 可以比拟的 最重要的是 这首歌简直像是 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样 能把它的嗓音特色 完美地展现出来 歌曲寓意 大概是一个女子失恋 触景生情后 心底开始反抗挣扎 和自我救赎 但是估计感却徘徊不去 蒋依依也是失恋过的 年少时 她曾有过一段 懵懂美好的初恋 对方也曾给她山盟海誓 她也满心满眼都是对方 但是 两人变为异地后 关系就随着时间和距离 慢慢变得疏远 直到她亲眼看见 对方怀里摟着别的女人 一切美好 戛然而止 蒋依依下意识地跟着曲谱 开口演唱起来 阳光下的泡沫 是彩色的 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 仅仅是开头两句 画面感就扑面来 美丽的泡沫飘在阳光下 在最绚丽的时候破碎 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 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 但爱像泡沫 如果能够看破 有什么难过 蒋依依的嗓音深厚 赢掉高低起伏跌宕 演唱的时候 或许是感同身受 蒋依依不知不觉 已经泪流满面 故城挑眉 十分惊艳 不可否认 蒋依依在歌唱领域的天赋很惊艳 还有对感情的掌握的高度 都比顾城想象的还好 很丰盛很澎湃 唱出了泡沫的音乐精髓 在他的爆发演绎下 泡沫的旋律瞬间绽放开来 在雨下的泡沫一处就破 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没 说什么你爱我 如果骗我 我宁愿你沉没 一曲弊 众人感觉鱼音绕梁 心绪久久不能平复 山盟海誓 终究敌不过时间的侵蚀 因为曾经用力爱过 所以他会记得他背叛自己的模样 蒋依依抹掉眼角的眼泪 不好意思地看向三人 苏七最先发表意见 依依 你的嗓音浑厚 正适合这首歌 唱得比我更有感觉 蒋依依脸上一喜 谢谢苏七姐 墨向东也非常满意 唱得确实不错 情感表现得很到位 非常具有爆发力 音乐是传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这首泡沫 此曲本身就非常抓二 再配上蒋依依几句穿透力的嗓音 直击听众的灵魂 迅速让人产生共鸣 以墨向东专业的眼光来看 这首歌爆发力极强 绝对能成为乐坛爆款 虽然非常满意 但墨向东还是要听顾成的意见 毕竟唱得好不好 此曲作者才最具发言权 顾成 你觉得怎么样 墨总监 我有什么 就说什么了 顾成倾咳两声 开始点评 部分低音没到位 过度高音时有明显气息不稳 真假声也处理得不够完美 但蒋依依你试唱时很投入 歌曲情感处把控得非常到位 尤其 是你的颤音让我很惊艳 留有余味荡然质感 男的能唱的洋葱 女的能唱泡沫 都是技术上说有所成的歌手 这首歌有三个跨度 从前段胸腔引到鼻腔的共鸣 过度时边缘震动唱法 瞬间高两个八度 到最后高音头部的共鸣 这首歌一般人难以驾驭 如果是男生唱要降二到三个key 而女生基本也要降一个key 所以很多翻唱都惨不忍睹 第一次试唱能达到这种效果 已经非常不错 顾成给出最后结论 狭不掩鱼 整体而言唱得不错 你这的心终于落下 谢谢 莫总监满意的汗手 既然如此 这首歌就交给依依你演唱了 蒋依依激动地点头 谢谢莫总监 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轻声敲响 不好意思 莫总监 是您叫我吗 众人侧头望去 一个挺拔寿靴 见眉心目的阳光小声 不卑不亢地站在门口 莫向东心情正好 难得亲切地招手 许杰你过来 许杰腼腆一笑 逐一向众人问好 莫总监 苏琪姐 依依姐 最后视线落到顾成身上 心目里闪烁着崇拜 请问你是顾成吗 顾成点头 你好 许杰神色瞬间化为激动 语气兴奋 诚哥 我是你的粉丝 我非常喜欢你的歌 每一首歌 我都会唱 没想到 华语还有自己的谜地 顾长玩耳一笑 是吗 谢谢你的支持 莫向东倾可两声 把一份曲谱递给许杰 许杰 这次喊你过来 主要是让你来帮我试唱一下这首歌 曲谱一入手 许杰就被震撼到了 歌词极然 又振奋人心 泱泱华夏一撇一捺都是几两 神州大帝一丝一念皆是未来 浩浩九州一文一墨 君事交扬 许杰 身为华夏儿郎 也有华夏先辈蒸蒸骨气 发奋图强做动量 不负年少 他目光灼灼地看向顾成 诚哥 这是你写的新歌吗 顾成淡笑汉首 这首歌 是写给正在成长中的华夏少年 也是送给正在崛起的少年华夏 你先熟悉一下曲谱 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演唱 好 许杰重重点头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陆哥式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有些练习生甚至熬几年 都没有跟高层见面的资格 而许杰进华语才不到一年 所以这次试唱的机会 对许杰来说 你一族珍贵 他暗暗告诉自己 一定要好好发挥 把真正的实力展现出来 许杰不敢奢望 这首歌能落到自己身上 只希望能给莫总监留下深刻印象 将来能获得更多机会 几分钟后 许杰抬头 我准备好了 是现在就开始吗 顾成点头 拍拍他的肩鼓励道 不用拘束 试唱而已 随心所欲就好 嗯 许杰点头 深吸口气后 他开始认真朗诵 少年志责国志 许杰一开枪 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 他试唱的状态极好 刚才那十几分钟 许杰除了在熟悉曲谱 已经顺便把歌词记熟 所以他演唱时完全没有看歌词 而是专心去找歌曲中的情感 红日出生奇道大光 何出浮流一泻汪洋 乾隆藤渊临沼飞扬 如虎啸鼓百兽镇黄 少年自有少年狂 身似山河亭几两 敢将日月再丈量 今朝为我少年郎 敢问天地是锋芒 披荆斩棘谁能挡 世人孝我我自强 不负年少 声音激昂 字句吭腔 磅磅气势如东升旭日映照四方 不断抨击着众人的内心 顾承目光涌动 许杰身上充满了他这年纪 特有的青浪少年感 一首少年说 被他唱出了 华夏前途四海 来日方长的壮丽前程 也唱出了中国少年 身似山河亭几两的朝气蓬勃 以及今朝为我少年郎的奋斗精神 美哉我少年华夏 与天不老 壮哉我少年华夏 与地同荒 歌曲和歌手激烈碰撞后 绽放出的炫目火花 能让人产生共情 情绪不自觉地随着词曲翻涌 这就是顾承寻找的感觉 发奋图强做栋梁 不负年少 许杰演唱完毕后 目光忐忑地看向众人 好 向来严格的莫总监满意汗手 少见地夸奖一个新人 情绪饱满 声音里充满希望 跟阳光 励志的歌词搭配在一起 正能量瞬间爆棚 他欣慰地拍拍许杰的肩膀 许杰 你很不错 得了肯定 许杰忍不住眼眶泛红 谢谢莫总监夸奖 莫向东十分看好许杰 萧綦那首赤壁之战 上线后 全网爆吹什么国风 弘扬滑下文华 莫向东只想呵呵搭 这一曲 少年说 无论是歌词或者寓意 比赤壁之战 高了几个维度不止 顾承 许杰没问题吧 他自己选的人选 怎么可能有问题 顾承点头 许杰跟歌曲相得一张 唱出了我要的感觉 这首歌交给他没问题 许杰一下愣住 给他演唱是他想的那样吗 巨大的惊喜 瞬间淹没许杰 又很快被他否定 应该是他听错了 毕竟这么好的歌曲 怎么可能会给他一个新人演唱 他甚至还没公开出道 他应该是听错了吧 看他神色积攀轮转变化 苏七忍惊不惊 许杰这新人 真是天降大欲 才来华语一年 就得到了这么大的资源 整整六百万的金曲呢 没有意外的话 之后公司就会全力扶持他上位 遇到顾承 许杰真是太幸运了 许杰 这首少年说 是顾承为你量身定制的 还不赶紧谢谢他 许杰不敢置信地看看顾承 又看向墨向东 墨总监不是试唱而已吗 是试唱不错 墨向东点头 但是这首歌确实是给你写的 你试唱通过了 这首歌就属于你了 这么说 他可以出道了 许杰狂写 谢谢墨总监 谢谢诚哥 我一定会好好唱好这首歌的 顾承非常看好许杰 这个少年天赋不低 将来不走偏的话 乐图肯定一片坦荡 他难得提点几句 许杰 你现在还年轻 路还很长远 他任你功成名就后 不管任何时候 都别触碰违法犯罪的事 别毁了你的乐图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许杰重重点头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牢牢记住你的嘱咐 坚决不干违法犯罪的事 泡沫 这首歌最终作为讲一一的单曲 将在十天后全网发布 至于少年说 墨向东原本打算在开学的前一天发表 后面考虑到 新歌发布后要宣传上通稿 会影响到许杰的学业 众人商议过后 决定改在七月底首发 歌曲顺利被采纳后 顾成和苏七 并没有在华语过多逗留 后天就是交响会比赛 初选结果公布的日子 所以 一离开华语 两个人就马不停蹄地前往自由乐团排练 刚上保姆车 苏七就给顾成一个好消息 财务说 那两首歌的钱 华语已经结算到公司的账上了 顾成黑黑一笑 华语的速度还挺快 两首歌分成扣税后 顾成可以分到近七百万现金 再算上卡里那三百多万 顾成的账户加起来 就有千万的余额 想到这 顾成瞬间就有了动力 他打开笔记本 打算在车里上传 诸仙的最新章节 自从苏七给小说打赏至尊后 诸仙就如同钉子户一般 牢牢地占据着首页打赏榜榜首 除此外 小说的所有数据都在爆发性增长 还未上架收藏 就已经高达三十万架 如此傲然的成绩 以至于诸仙在卫上渠道前 就已在网文圈掀起惊涛骇浪 如今点开评论区 质疑的声音已经少了很多 大部分都是在讨论剧情 以及催更打卡的 读者划分成了碧瑶 陆雪奇 以及田莲三大女主阵营 各有各的忠实拥护者 顾成打开后台 开始上传章节 考虑到小说字数不多 他这几日又恢复日更一万 等上架之后再恢复爆更 目前小说已经更新到 张晓凡和碧瑶在滴雪洞的剧情 章节上传完毕 顾成给编辑大江发了条信息 江大 渠道推广的数据怎么样 小说满十万字后 大江立马就安排了渠道推广 现在刚好一周 渠道战首轮数据应该已经反馈回来了 大江直接秒回 各大渠道站的试水推数据 反馈都不错 刚上渠道时 朱仙数据反响频频 但随着读者深入阅读 接受小说里的剧情人物后 读者年性开始不断提升 刘存一路走高 小说迅速圈粉的同时 也使得朱仙杀进各个渠道的榜单 不过短短三天 朱仙在渠道站便在各大榜单中独占凹头 在同期作品中一起绝尘 因为朱仙的数据泰然 大江也跟着有些飘了 他从顾成身上 看到了中恒新人王的可能 顾成 你好好加油 后期一定要稳住 千万别崩 谢谢江大提点 听到渠道反响热烈 顾成顿时心情大好 江大 那有声书的版权谈妥没有 谈崩了 因为对方价格给的太低了 大江随后又补上一句 不过 你也别失望 公司最近正在研究入住有声市场 到时候有了自己的平台 你能获得的利益更多 知道了 江大你先忙 有事再联络 顾成退出聊天 苏七好奇问道 顾成 你小说现在怎么样了 目前各种数据还不错 不过一切得等上架了才知道 顾成黑黑一笑 转移了话题 七姐 赵冲新剧什么时候开盘 制片方说月底开机 苏七回道 那没多少时间了吗 顾成笑着挑眉 也不知道这小子方言 究竟学得如何了 这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 跟前世基本一致 重大的历史变故 曾经同样在这片大地上演 赵川这次参演的新剧 是根据真实抗V战争改编 无川不成军 巴蜀作为天府之国 无论是哪个年代 都是战时兵援大神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 十万兵 巴蜀人在战争中全民皆兵 数以万计的川军将士 魏国捐躯 马格果师 赵冲在新剧拿到的角色 就是来自四川的新兵担子 对于人生的第一个角色 他极为看重 为了能更好地贴近角色 赵冲特地跑到巴蜀去学习当地方言 苏七对此自然是全力支持的 还给他配了一个随身助理 王助理说他学得很认真 现在开口已经有那位了 两人就这么 你一录我一句聊到了剧场 宋大哥 看见他们 宋江爽朗一笑 你们来得正好 来帮我检验一下 尽其我们排练的成果 苏七一笑 那我也来吧 顾城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位置 宁神观察着舞台 乐手们早已聚集到位 等候着宋江的指挥 随着宋江双手一扬 不需要多余的交流 乐器就是他们沟通的媒介 近百号人严阵以待 浩荡的气势充斥着在整个剧场 恍惚间宋江成了战前将军 在他的指挥下 团员化身成战场上的勇士 乐器在他们手中化作致命的武器 他们齐心协力 用生命再演绎一曲慷慨激昂的战歌 顾城真的被演出震撼到了 为了演出效果更佳 最近宋江到音乐学院 招募了一批新人 这半个月 宋江每天都会带领着团员们认真排练 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 聘请了专业的乐器老师来对部分团员 进行一对一讲课以及培训 短短半个月 自由乐团的整体实力提高了一个台阶 从最初嘈杂的噪音 到如今蜕变磨合成美妙的旋律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大家在宋江的一指挥下拼命磨合 打磨着各自的棱角 力求配合到极致完美 这一次 顾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胜利 随着交响乐大赛的临近 各大交响乐团都纷纷受到了媒体的采访 唯独自由乐团 乏人问津 因为自由乐团之前 并没有参加国际赛事的经验 因此外界并不看好 而呼声最高的则是爱乐乐团 爱乐乐团全称帝都爱乐管弦乐团 它和国家交响乐团 都是政府或政府的延伸机构设立的国家级交响乐团 帝都爱乐大剧院 国家级音乐大厅 规模如同皇宫般华丽辉煌 乐团首席指挥官陆荣诚 正在舞台上指挥团员们排练 异曲排练结束 陆荣诚走下台 杨总监你来了 杨定坤满意的汗手 明天初选结果就出来了 这段时间辛苦陆大师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 爱乐有陆荣诚这样的大师指挥 一定能杀出重围 在大赛中夺得名次 陆荣诚看向杨定坤 目光深沉 杨总监 这次自由乐团 好像是用新作品来参赛 杨定坤摇头 自由乐团是半个月才做的新曲 而且还是一个乐团新人叫什么队了 望穿作曲的 作品一完成 宋江就直接游递给主办方了 所以我也没机会看见 陆荣诚下意识皱眉 宋江这是怎么回事 如此重要的国际赛事 怎么能轻易选用新人的作品呢 杨定冷声轻哼 这有什么 还有更离谱的呢 听说 自从宋江招募了那个望穿后 自由乐团突然开始对外承接影视剧配乐了 说什么要效仿好莱坞 打造专业的影音工作室 陆荣威差一道电影配乐 他们有接到单吗 确实有找上门的 但据说收费极高 所以目前并没有真正接单 杨定坤语气轻蔑 流行音乐跟交响乐可是两回事 况且 这个望穿在乐团 不过是个出处茅庐的新人 有几斤几两 还是未知数呢 音乐圈也是存在笔试练的 音乐流派笔试 古典爵士摇滚 民谣电音流行说唱 音乐专业笔试 作曲指挥 管弦 明乐 声乐 音乐教育 古典乐和流行乐是互骂傻逼的 比如摇滚乐诞生之初 就要被多分滚蛋了 杨定坤其实心底也看不起流行音乐 对于宋江把自由乐团 变成音乐工作室的行为 在他眼里 属于自降身价 杨定坤的内心是极为鄙视的 陆荣诚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在他眼里 音乐没有界限 也没有高低之分 杨总监 话不能这么说 毕竟宋江入行时 可是以鬼才著称的指挥家 宋江年纪虽然不大 却已经拥有十年的交响乐指挥经历 十年的音乐沉淀 宋江身上除了拥有沉稳和深思熟虑外 还拥有另老一辈指挥家 心持神网的刚猛 创新以及不怕失败 宋江再有才华又怎样 杨定坤不屑一笑 被这样一支乐团拖着 终究成不了大气候 要知道 为了这次比赛 爱乐整整准备了两年之久 而自由乐团 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如此仓促的准备 能交出什么好作品 总之 杨定坤完全没有将自由乐团 当成竞争对手 陆大师 纵观华夏目前的乐团实力 真正有实力在比赛杀出重围的 只有我们帝都爱乐乐团 杨定坤威扬下巴 满脸笃定 只有帝都爱乐 才能给华夏的管弦乐队争光 撑起华夏交响乐的未来 虽然外界对自由乐团并不看好 不过团员们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士气 在团员们看来 入入了强悍的新鲜血液 而且乐团除了有故乘坐镇之外 他们还拥有宋江稳定军心 因此团员们依旧一个个斗志昂扬的 为比赛全力训练 自由乐团的目标 已经不单单只是通过初选 而是期待杀入决赛 进入更大的舞台 在那个梦想的圣地领奖 次日下午四点 大赛主办方在油管 公布了通过初选的乐团名额 出乎外界意料的是 华夏共有两个初选晋级名额 一个是帝都爱乐管弦乐队 还有一个杀出重围的黑马自由乐团 消息传回华夏的那一刻 整个交响乐团都大跌眼镜 宋江到底交了手什么作品 居然闯过了初赛 自由乐团哪有什么实力 凭什么自由乐团能胜出 这里面肯定有猫念 宋江毕竟是以鬼才著称的指挥家 也许 我觉得挺好 多一个比赛名额 国内拿奖的几率就更大了 初选结果公布的刹那 苏七工作室当即发布了一条新微博 恭喜Ed自由乐团 在世界交响乐大赛的初选中拖一而出 三天后 我们维也纳金色大堂不见不散 自由乐团立刻转发支持 所有相遇都是场美丽的邂逅 感谢Ed苏七给我们的注入了灵魂 谢谢 两条微博迅速让娱乐圈大地震 苏七居然作为自由乐团的歌手 一起参加世界及交响乐比赛 瓦特 是我断网了吗 苏七什么时候是玩古典乐了 你们发现没有 自由乐团的作品 是由苏七工作室旗下的艺人望穿创作的 现在的新人都这要牛吗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次苏七参加的是一场世界级的交响乐比赛 这个比赛 我们华夏也参加过好几届 但遗憾的是 至今没有获得过好名次 最好的成绩也就是闯入复赛 就在全网热议时 赤壁之战的制片方 毫无预警地发布了一条一分多钟的先行预告 开局一面带写的曹字旗帜 迎风飘扬 伴随着东风何时会来 和天机不可泄露 两句沉重的配音 电影在战鼓被拉开序幕 黑夜中 一句咆哮的点火 紧接着密密麻麻的火箭 破空射向翻船 大火轰然燃烧 赤壁化作一片火海 大气磅礴的战歌BGM Victory 各种高燃的剪辑场景 穿插着影帝影后的精彩交锋 直到结尾时 一只火箭破空向着镜头袭来 屏幕一片赤红 熊熊烈焰 最后化作几行字 赤壁之战 一月一日与你不见不散 第二条 微博艾特勒自由乐团 以及苏七工作室 恭喜自由乐团 通过了世界交响乐的大赛的初选 预祝电影主题配乐 胜利 英文Vitory 能在维也纳夺得好名字 全网瞬间沸腾了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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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影预告也太然了 从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会跪着看预告 预告震撼爆然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三国是历史上最惨的时期 十世九空 最后说一句 BGM不错 虽然只是片段 但这BGM真的震撼心灵 抵挡灵魂 简直是史诗级战歌 萧琴的手 直接被秒称了渣渣 这手BGM在维也纳参赛是吧 我现在买机票 还来得及吗 炸裂的预告 震撼的BGM 赤壁之战 瞬间燃爆全网 预告片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全网泛滥 并被网友配上了各种激情文案 正在送外卖的我 刷到这个预告 顿时感觉在给国家送油燃料 听着这首BGM 我感觉 我不是在写数学题 而是在敲算原子弹的数据 马德 我一烧电汗的 感觉自己在汗兴剑的赶脚 二龙征战绝瓷雄 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 周瑜与此破曹弓 好一步 赤壁之战 好一首 Victory 星皇娱乐高层气炸了 萧綦这次的新歌 是奔着年度金曲去的 因此 星皇可谓是投入巨资来营销造势 萧綦也不负众望 单曲一发布 销量便几下苏七登顶各大音乐榜单 个别平台一度面临崩溃 星皇甚至不要脸的买好了 萧綦力压苏七的通稿 各种捆绑营销后 星皇的股价一路上涨 结果自由乐团凭借Victory 通过国际赛事初选的消息 突然全球官宣 星皇被打得触不及防 十分钟不到 萧綦的话题就跌出热搜前五 星皇还没来得及 想出对策力挽狂澜 苏七以及赤壁电影制片方 又一则联合声明 再度让全网一片哗然 这下热搜前二十 都没了萧綦的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黑马自由乐团 天后苏七 神秘望穿 电影赤壁之战等相关话题 热度骤降后 萧綦新歌日销量断崖式下跌 星皇的股价又猛然回落 把一众星皇高层气得吐血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这不过是开始 赤壁之战的预告 是海内外同步官宣 驾六龙 乘风而行 酒和诸侯 一筐天下 这一句话不仅燃炸华夏 在海外同样反响热脸 作为四大名著之一 三国演绎跨越了国界 无论是在欧美 还是亚洲人气 都极为火爆 再加上前几年三国游戏 在海外盛行 因此 欧美也有三国的小圈子 海外网友不仅能熟络说出 曹操 张飞 诸葛亮等三国人物的名字 甚至对三顾茅庐 草船借鉴等故事 侃侃而谈 不求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死关 与刷爆论坛 被万众敬仰 血气方刚的外国小伙 幻想自己化身长山赵子龙 在长坂坡进出个几回 各种海外游戏论坛 都时常讨论三国剧情 全球都忙着匡扶汉市 拥有如此庞大的粉丝基础 海外版的电影预告 在油管一经发布 就引爆油管 三国粉丝坐不住了 纷纷惊呼 Oh my God 预告片时长很短 但上线仅仅一小时 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 就达到惊人的三百万人次 瓦特 谁说华夏电影寒酸 这场面 这特效半点不输好莱坞 东风不语周廊变 同雀春身锁二桥 如果三世纪的华夏军队 对战罗马军团 抱歉 我选择华夏 预告片绝了 只是 为什么一月才上映 现在就放出预告 征服海外的 除了预告中的英雄气概 以及各种宏大的战争场面外 战士们一生生的Victory 同样点燃老外的血液 震撼 冲击 富有进攻性 豪气直冲消汗 令人热血沸腾 BGM宏大 史诗 铁血的风格 再加上让人震撼的女声和合唱 以及气势磅礴的旋律 同样惊爆挑剔的海外网友眼球 预告片的结尾 声明电影主题曲 Victory 将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参加国际交响乐比赛 请大家多多支持 电影距离上映虽然还有半年 但是这场国际比赛却只剩下一周时间 电影等不及 不妨先去听主题曲一保尔福 不分国籍 只要是三国的粉丝都铁呀 他们开始涌入主办方官网 关注 留言 咨询 外网这么给力 华夏也不能输不是 华夏网友申请翻墙出战 赛事的主办方 成功迎来官网系统的首次崩溃 宋江的电话被打爆了 各种朋友恭喜 媒体采访 媒体公告 电话实在太多 宋江最后干脆利落的关机 胡总算清静了 这样爆火的局面 宋江始料未及 一时间喜忧参半 喜的是 Victory为赛鲜火 忧的是 歌曲火过了头 眼下全球的目光都放在 Victory上 关注度远远超出宋江的预期 这代表乐团 不再是单纯为自己而战 宋江表示 压力山大 虽然他对歌曲 被乐团都抱有信心 但这次比赛准备匆忙 是不争的事实 一旦演出搞砸了 宋江浓眉紧锁 不敢再往下想 故城安慰地轻拍他的肩 宋大哥 不用有压力 以乐团目前的实力 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顺利完成演出 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跟乐团结缘到现在 他们的表现 故城一直都看在眼里 有宋江在 故城信心满满 看他笃定的神色 宋江也稍微松了口气 但愿如此 等下训练前 我会给他们好好打气 苏七插话 我已经把接下来的工作 全部都暂停研 全力配合乐团一起训练 宋江点头 既然这样 我们吃过饭后 就开始训练 帝都距离维也纳 有7453 66公里 飞机时长7个小时左右 因为有电影制片方赞助 机票住宿 都不需要他们操心 众人计划提前一天 抵达维也纳 剩下的时间团员 就全力训练 为赛事做准备 这次比赛 是乐团成员 首次海外演出 宋江担心的是 个别成员是最近才培训的 还没有正式登台演出过 不论是新老团员 抗压能力 都有待加强 宋江只能开始给团员们打气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比赛 而是一场 关乎乐团生死的荣誉之战 我们不只是代表乐团 更是代表华夏出战 所以 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你们有没有信心 先翻金色广场 打造华夏传奇 先翻金色广场 打造华夏传奇 先翻金色广场 打造华夏传奇 在宋江的引导下 成员们化压力为动力 各个像打了鸡血般亢奋 宋江满意的点头 现在开始训练 眼看没什么事了 顾成就不在剧院逗留 而是选择先行回家 因为他还有一件 更重要的事要做 朱仙要上架了 经历了各种推荐 以及粉丝自来水宣传后 朱仙的收藏 就达到了50万 这个数据吊打一众大神 终止俱乐部里的大神 对朱仙从一开始的戏血调侃 到中途数据碾压的眼线追捧 再到后来取到爆炸的沉默麻木 夜内混到这个级别的 没有一个是眼皮子浅的 各个浑身都是心眼 看着朱仙一路崛起 心酸之余 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 事成真有可能打破中横神话 成为中横新人王 考虑到朱仙篇幅不长 顾成在跟大江商议后 决定提前上架 回家后 顾成开始上传新章节 为了提高订阅 他正好卡点高潮 没有长篇大论卖惨求手订 顾成随手手写了一则简单的上架感言 坚持正版 杜绝盗版 朱仙 凌晨开始正式上架 大神们说有要是9万订 就集体女装黑丝 老夫是正经人 自小熟读 春秋 岂会被区区黑丝蛊惑 主要是接近4比1的订阅笔 事成想都不敢想 那就折中一下 把9倒过来 来个6至9吧 上架保底报更三万字 守定超过6900后 每突破1万订阅加更1万 以此类推 最后 感谢编辑以及读者的一路支持 这则骚气十足的上架感言一出 书评区瞬间沦陷 胡说 什么正经人 我看 明明就是性情中人 车咕噜都黏我脸上了 兄弟们 不能惯着他 全定 必须全定 订阅是不可能订阅的 白条党听我号令 全员撤退 转战比去楼 一路看着诸仙 崛起 势必追到完简 敢太监 记刀片 懂 就只有我注意到作者说的 每过万订 就加更1万吗 这究竟是有多少存稿 格局小了 50万家的收藏 高低得有10万订阅 大大要是不认账 我穿制服半夜爬床 有万订就偷笑了 要是10万我女装直播 狗头 评论区刷一圈下来 顾城发现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正在看着本书的读者 都是绝世率逼 第二个就是 读者比他这个作者还要骚 虽然上架感言里 顾城对于订阅 好像浑然不在意 但不同于唱歌 这好歹是他第一次写作 心情难免还是有些忐忑 50万收藏 里面有多少僵尸粉 白嫖档 顾城无法估算 但是根据后台显示的数据 这本书无论是本站还是渠道 追读和留存都不低 催更打赏 也是一路走高 总之 万订绝对不止 顾城摇了摇头 算了 不想了 先马自存 万订加更一万 这要是读者给力 有个五六万顶 自己存稿 可就一下去了十万 他还打算 到时候在欧洲陪安然玩几天呢 得亏穿越后 记忆力莫名变强 不然这小说质量不但不保 估计还得扎羹 顾城开始埋头马字 除了偶尔陪安然玩顺便休息 其他时候 顾城都关在小黑屋 在此期间 为了庆祝 朱仙 上架 铁粉还给打赏了几个至尊 宣传造势 直接一步到位 首次上架不能预约发布 顾城只能守着时间 在凌晨十二点准时开始上传章节 复制 粘贴 顾城直接大爆发 整整十张 每张三千字左右 一共三万字左右 顾城一下 发了数据 刚上架 后台的数据就跳个不停 因为卡点断章的剧情 正好是黑石洞大战 一段小高潮 从这里开始 张小凡开始埋下到心不稳的伏笔 读者订阅情绪非常高 订阅的数字 不断刷新 朱仙 稳了 这是顾城的第一想法 果然 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订阅就突破了万定 史无前例 大疆按捺不住 给顾城发了QQ弹窗 大佬 睡了没有 朱仙 手定破万了 大疆语气止不住的兴奋 顾城有些好奇 张大 朱仙这样的数据 算是不错了吧 何止不错 大佬 你可知道 一个小时手定过万 是什么概念吗 中恒至今没有这个记录 大疆乐得不可开支 最重要的是 现在可是深夜凌晨一点钟 凌晨并不是读者阅读的最高峰 还有23个小时 大疆大胆预测 照这样的趋势 手定五万是没跑了 甚至十万也不是没可能 要真是这样 大疆在编辑群 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数据稳了 顾城也就放松了 马自一天 心态一泻 倦意当即上涌 既然这样 我先睡了 大疆可睡不着 大老晚啊 我再守一段数据 一日一早 顾城陪着安然吃完早餐后 才不慌不忙地打开电脑 此时 才将将九点 朱仙 手定数据 已经两万加 想不到这些读者这么给力 顾城黑黑一笑 背线承诺 又发了三张 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 加更三张奉上 接下来报更多少 就看兄弟们够不够硬了 读者兴奋了 这作者能处 存稿是真有啊 立马开始在各大论坛奔走相告 勒文编辑组 随着中横那边 朱仙的订阅数据传来 各大编辑就时不时地撇向角落沉默的天帝 听说不到一小时就破了万定 直到现在 数据已经直逼三万了 天帝 你还好吧 你说呢 天帝苦笑一声 心情确实难以言表 这几天 他又重新了一遍 朱仙 看完之后 天帝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仙侠剧著 怪只怪自己当时看走眼 怨不得他人 卿尘有些愧疚 你后来不是说 再联系他下一本吗 联系上没有 天帝朝他翻了一记白眼 如果你是中横 这样的天纵奇才 你会放过吗 业内谁不知道 中横自从由阶梯上任后 可谓是野心勃勃 不仅试图进军有声市场 也在暗中开拓其他新市场 虽然目前风声蛮得紧 但无论是 想要开拓什么市场 中横都必须要有足够能吸引 读者的好书来引流 所以 试成这样的作者 中横势必会用尽代价挽留 朱仙 上架 关注的何止是乐文这群编辑 此时此刻 整个网文界都将目光放在了中横 上架仅一个小时 就突破了万定 朱仙 可谓是来势汹汹 这不禁让人想起 另一本网文天花版 苍越的 蜀山传奇 说起苍越 这位堪称是网文界的传奇人物 苍越最开始在乐文 第一本书就拿下了五级作者 第二本书直接封神 成为十二天王之一 第三本 蜀山传奇 使得天下皆知 一举拿下乐文的白金称号 是最近几年崛起最快 成神最快 知名度最高的仙霞鼻祖 同为仙霞题材 但与朱仙 不同 蜀山传奇 是网络文学巅峰时期的产物 创下仙霞上架 首定七万家的逆天记录 至今仍无人打破 众人都想知道 朱仙能否完报 蜀山传奇 引领一次让人震撼的巅峰 终止俱乐部 群里大神不断催促顾成发订阅截图 咕苏杠把子 大佬 多少军定了 发个最新截图来炫一下 顾成进入后台 截取最新数据 现在还差三千定左右 就突破五万了 众人 尼玛 这还让不让人活 看到截图上这恐怖的数据 一众大佬目瞪口袋 中恒创立至今 书库超过百万本网文小说 超出三千军定 仅有八百本左右 超出一千军定的不足五千本 军定达到三千的作品 在网文界就可以算上精品 许多老作者 就在这个水准线上扑腾挣扎 至于军定过万 不仅在中恒 在整个网文圈都已是神格的标志 虽然群里几乎个个都拥有大神头衔 但他们的新书上架 也不敢保证军定过万 而 朱仙 不过半天不到 军定就已经临近五万 距离 鼠山传奇的七万记录 还差两万 这年头 写作已经像种菜一样容易了吗 大吊蒙昧又毒又险 恭喜大佬 一书封神 我爱黑SI 五十万收藏 五万军定 十比一的数据 大佬恐怖如斯 不止五十万收藏 故承纠正道 上架前一天 大疆就给朱仙上了导读 精准推送前在受众 再加上大风推 以及书迷至尊打赏 朱仙在上架前夕 收藏就突破了六十万 许三水忍不住 慢慢咧咧 哥哥自数是你二十倍 收藏却还不及你一半 收定比更是惨不忍睹 哥哥说什么了 水神你少卖惨 你天天水文渣 更还有读者买账 老子天天几万更新 月票榜一次都没拿过 触手怪忍不住呛声 最后更是嚷嚷着封笔 曹 越想越伤心 扑接封笔 回家要饭 扑接封笔 回家要饭 扑接封笔 回家要饭 顾承非常识相地 发了十个大红包 大佬们抢红包的手速 半点不比马自慢 交流群的画风瞬间突变 十二点 顾承去吃完午饭回来 就看到 朱仙的手定已经突破五万 手定五万一千零一十八 均定三万五千零四十二 这个数据 可以说是大大超出了顾承的预期 原以为 朱仙 手定 能够达到四万 那就已经是奇迹 眼下时间才过去一半 朱仙 就突破了五万 顾承笑了 看来这个世界的网文 还是有稿头的 右下角跳出了大江的聊天弹窗 一般新书刚上架的几个小时 是订阅增加最快的时候 接下来的时间 均定增加速度 会逐渐慢下来 但朱仙除了半夜数据正常下滑外 其余时间数据一直呈上涨趋势 大江简直要乐疯了 赶紧给顾承发订阅截图 均定破五万了 大佬 你真的太牛逼了 朱仙能有现在的成绩 还得感谢江大一路提醒 顾承诚心道 相识之初 大江就传授了他不少写作技巧 并且一路给予推荐支持 朱仙能交出如此令人亮眼的成绩 大江功不可没 大江黑黑一笑 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不管是哪个平台 小说想要爆火 都离不开推荐 以及课金加持 但没有足够坚硬的实力 就算课金也不过是打水漂 毕竟扶不起的阿斗 大江这些年早已见怪不怪 照这个趋势 打破鼠山传奇的记录 已经是板上钉钉 顾承有些好奇 江大 中横的守定 一般多少才算是及格 万定很难吗 废话 别说万定 就算是签订 都是不易的 这个答案 顾承属实没想到 签订都难吗 写作这行 是十分吃天赋的 大江给他发了个长长的截图 你可以看一下 中横收藏榜提供的统计数据 上一批上架的新书 一共有三百多本 然而守定方面 却是大滑坡 新书守定破签的 寥寥无几 顾承皱眉 怎么守定最高才6300家 置顶的这本神豪文 中旨俱乐部里曾经讨论过 据说上架前收藏 就有十八万家 没想到收定比这么不理想 大江唏嘘不已 这本神豪文 中横同样安排了 上架推广活动 而且各项数据都不错 按理说 守定破万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而现实啪啪打脸 收藏十八万手 定仅六千三百 军定更是才看看过五千 数据实在是冷清 业内有句话 劝人写作 天打雷劈 外人总以为写作这个行业 没有门槛 提笔就能写 写了就有钱 其实写作哪有那么简单 顾承这样的怪物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想到这 大江不由提醒 大佬 你好好加油 千万不要断钢 争取拿下中横新人王 谢谢江大鼓励 我先去更新了 顾承进入作家后台 按照与读者的约定 守定每突破一万他 就要加更一万 加上之前还欠两千字 所以这次 他发了一万二 直接上传了四张 恭喜 朱仙 守定顺利突破五万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 朱仙的极限在哪里 泪目 总算突破五万定了 冲冲冲 上架至今 更新七万字了吧 突然好奇 大大手里 还有多少存稿 半天五万定 刷的吧 刷什么刷啊 没看到打赏弹窗吗 这都是实打实的数据 才五万定 帖子们 送朱仙上十万定 至尊奉上 送朱仙上十万定 至尊奉上 朱仙迷沸腾了 作为新人新书 五万定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成绩 但朱仙迷却还觉得远远不够 论坛 书荒圈 书友群 为了创造记录 读者化身自来水 四处宣传 除此外 还有真爱粉 还发起了月票 送红包的活动 在书迷的支持下 朱仙 月票遥遥领先 甩第二名五倍之多 风头碾压 一众大神 除了闪亮的月票成绩外 吸爆眼球的 还有读者打赏这块 外加众多大小盟主 真金白银的打赏 让朱仙在打赏榜单上 一骑绝尘 朱仙坟已经杀疯了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朱仙的收藏 竟直朝七十万标去 订阅也一路走高 首定破六万 首定破七万 十二点最后一刻 朱仙的首定 最终定格在八十六万三千五百十四 均定七万八千二百五十八 数据出来的那一刻 整个中横都炸了 故成长呼了一口气 八万家的首定 七万家的军定 果然 经典永远不会过时 即便换了个平行事件 朱仙依旧是仙霞天花板般的存在 数据爆了 故成后续 只要按照脑海的记忆 持续更新就可以了 总之这一次跨行试水的成绩 故成相当满意 这么多订阅和打赏 换成订阅 也不知道能换多少钱 当然 故成并不care订阅的这点钱 他真正看中的是 朱仙的IP开发 只可惜 这里的IP开发 都是一锤子买卖 这样会导致后续开发的质量 没法获得足够关注 比如一些潜力 IP被随意的影视化 结合当红鲜肉 赚取一波流量 就匆匆下场 浪费了许多IP存在的潜力价值 对于朱仙的IP 故成打算优先开发动漫 游戏方面的版权 等IP升职之后 再寻找最好的资源 来进行影视化改编 毕竟优秀的影视化改编 才是IP向普罗大众传播的最好方式 版权改编 这是急不得 得从长计议 故成伸了一记懒腰 他今天一共加更了七万字 加上上价出的三万字 故成今天整整爆更了十万字 守在电脑前整整一天 他早就累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睡觉 故成不知道的是 凌晨之际 朱仙的守定截图 在各大论坛疯狂传播 整个网文圈都被震动了 守定八万家 毫无疑问 朱仙已经预定今年网文爆款 了解行情的人都知道 随着剧情慢慢铺展开来 闲侠 玄幻这类长篇题材字数越多 往后的订阅也会越高 以目前的趋势 朱仙十万定触手可及 十万定这是什么概念 整个网文圈均定超过十万定加起来 单手都数得过来 十年前 那时盗版横行 正版并未推广 白嫖党站在智商高地 经常嘲讽正版书游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十万均定 是所有网文作者想都不敢想的天花版存在 直到前几年 乐文用一本玩梗神书 师娘请饶命 把这道天花板撬开了一道缺口 然后冲破十万军定的关爱 朱仙的爆火 宣告着一个网文新时代的来临 果然时代碾压的时候 从来不会打招呼 八万家守定 确定不是大神马甲 爷的订阅 连朱仙的灵头都没有 哭着躺平 兄弟 你好歹还有订阅 老子还在为爱发电 摆烂 月入一块八 整天笑喊 马什么字 进场打螺丝不香吗 你们以为 朱仙的守定 只能到这个成绩吗 有大神开口点醒 一众扑街 那是因为中横的天花板 就这么高 众扑街这才幡然领悟 网上不是流传一个段子吗 你能考九十分 是因为你就能考九十分 别人能考一百 是因为卷子就只有一百分 中横本身流量小 日活量远远不如其他平台 付费读者就这么多 你写得再好 你也翻不过天花板 但凡中横天花板有乐文这么高 朱仙就还能再判一个高度 这才是他真正的恐怖之处 这么说 是中横限制了 朱仙 这小说要是换个大平台 守定估计就破十万了吧 那收定比 岂不是七比一 死 恐怖如斯 总之你们记住一点 守定八万加并不是 朱仙 真正的实力 这一波降维打击 狠狠地刺激了扑街们 不少作者暗地对比了一下 自己和 朱仙的差距 最后默默打开软件 拿起键盘开始更新 接下来的日子 顾城又恢复每天马自五万 上传一万的规律 保持稳定更新 比赛的前两天 顾城他们开始准备出发维也纳 十点的飞机 李浩很早就过来了 接他们到剧院会合 头一次出国 顾安然兴奋的不得了 在车上时 嘴角的笑容 一直就没下过 小嘴还不时 哼记着不知名的小调 舅舅 维也纳漂亮吗 漂亮 等比赛结束 舅舅带你去玩一圈 一到剧院 顾城就被惊到了 乐团所有成员 抱着各自的乐器 再加上工作人员 以及随信人员 组成了个将近百人的队伍 乌泱泱一片 场面确实有些壮观 顾城 小安然 你们来了 宋江走过来 皱眉看着顾城手里的行李箱 怎么就带这么点行李 这些就够了 顾城在人群里搜寻 没瞧见那某亮丽的身影 苏七呢 说是怕引起围堵 他和刘继比我们早一个航班 顺便到维也纳那边 提前帮忙打点 顾城收回视线 宋大哥 你们都准备好没有 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你了 赞助商那边考虑十分周到 安排了好几辆大巴车接送 一行人顺利抵到机场 成员刚一下车 就引起机场的轰动 周围的观众先是惊呼 随后爆发出今天的欢呼和尖叫 天 自由乐团 自由乐团 真的是自由乐团 自由乐团加油 这场国际音乐赛事 华夏首次有两个乐团入围初选 再加上Victory为赛先火 导致这次比赛的热度 远远超过众人的预期 人群里还埋伏着收到风声的媒体 宋大师 苏七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同行 你们是分开走吗 宋大师 请问您这次出发维也纳 有信心拿奖吗 宋大师 请问 因为人多 部分镜头甚至直接对到宋江的脸上 面对媒体和粉丝围追堵截 宋江一律笑着拒绝 抱歉 我们赛前暂时不接受采访 顾成对此早有先见之明 因此并没有选择跟着大部队下车 顾成默默安然的头 温声嘱咐 安然 机场人多 等下记得跟紧舅舅 知道了 走 出发 给安然戴上帽子口罩 顾成低头护着他 绕开人群进入贵宾通道 迎乐之都 果然名不虚传 穿梭在维也纳的街头 顾成处处都能看到浓重的欧洲古典音乐影子 即便经过罗马时期 以及巴洛克时期的辉煌 饱受风雨犀利的维也纳 依旧能看到战火硝烟的遗痕 但对于顾安然而言 这一路的风景却美丽梦幻 舅舅 维也纳的建筑 就像西方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好漂亮啊 他趴在车窗里 杏眼瞪得溜圆 眼里倒映着绚丽光彩 顾成摸摸他的头 喜欢吗 喜欢 顾安然重重点头 看着窗外景色一路倒退 看着各色人群在街道穿梭 小丫头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她的心中第一次开始向往 众人口中所说的英乐圣地 考虑到乐团是第一次出国演出 个别成员不会英语 赵义德特地吩咐工作人员 找了一家当地的华人机构 专门负责所有接洽事宜 街机 酒店下榻等等 顾成他们完全不用操心 机构就已经处理得妥妥当当 为了方便你们演出 我们特地在金色大厅附近订的酒店 说话的叫莫兵 是此次负责接待他们的机构人员 宋江点头致谢 谢谢 莫兵笑了笑 应该的 一进酒店大堂 宋江突然顿住了脚步 顾成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不由挑眉 两个同为华夏的乐团 在一国他乡的酒店大堂相遇 爱乐乐团同样订在了这家酒店 作为晚辈 宋江主动上前打招呼 杨老板 陆大师 陆荣诚汉手 面露惊喜 宋江 你们也订的这家酒店 宋江笑着点头 赞助商帮忙订的 我也不知道这要求 这番话听在杨定坤那里 听起来更像是炫耀 他们一起眼看了一眼宋江 突然笑了 宋江 我怎么听说 你们乐团转型为音乐工作室了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语气再笑 却不难听出里面潜藏的讥讽 不错 自由乐团现在确实开始对外承接电影配乐的工作 宋江不仅没计较 反而大方点头 杨老板要是有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以介绍给我 我到时一定会看在同行的面子上 给对方打骨折的 杨定坤笑容一噎 宋江这番话 无疑是在暗讽 他没有同祥之情 他转看向苏七 又患上爽朗的笑容 苏小姐 上次真的是抱歉 那次乐队真的很忙 所以 杨老板 不用说对不起 苏七直接打断他的话 一有所指道 说到这事 我还要谢谢杨老板呢 杨定坤一正 什么意思 怎么 我刚才没说吗 苏七俏皮一笑 笑容明媚不已 我们这次比赛的曲目 Victory 就是我之前想找爱乐合作的曲目 只可惜杨老板说 没空 给推掉了 杨定坤的笑容 一点点变冷 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在人群里搜寻一圈 最后落到苏七身后那个挺拔的身影上 固承大方地任他打量 杨定坤眯起眼 这么多人 就只有他全副武装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那个神秘的忘川 正想开口询问 宋江却没给他机会 不聊了 坐了一天的飞机 我先带成员们去房间休息 宋江最后朝露荣城点了一下头 就领着众人离开了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杨定坤脸上的笑 彻底挂不住了 这场交响乐比赛 已经延续了十七届 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音乐比赛之一 通过富士的 一共有四十多个乐团 而冠军的热门人选 共有三个 柏林爱乐 费城交响 以及芝加哥交响 其中柏林爱乐乐团呼声最高 其技术水平和表现力 绝对是登峰造极 演奏技巧的重要性 无庸置疑 去年的冠军没来 柏林爱乐被外界给予厚望 费城交响乐队的实力 同样不容小觑 乐团不以爆发力见长 但音色优美平衡 极具高冷女神范 芝加哥交响乐团最初的强项是同管 后来换了首席指挥官后 弦乐也逐渐变得细腻 这三个乐团 无论是录音还是现场演绎 实力都不分伯仲 各有千秋 除了这三个夺冠的热门乐团外 最受瞩目的 就是黑马自由乐团 而自由乐团之所以如此备受海内外关注 就是因为 那首据说被誉为史诗极战歌的 Victory 如果当初没有拒绝苏七 那现在备受瞩目的 是不是就是 他们爱怨 想到这 杨定坤心中不由五味杂陈 一日一早 固承他们吃完早餐后 就开始到主办方那里办理比赛的相关手续 以及抽签 因为这场国际比赛并没有彩排 出场次序是以抽签决定 参赛乐队只有15分钟的表演时间 从乐团演奏第一个音开始计算 要是超时还会扣分 金色大厅并非独立的建筑 而是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楼 众多音乐厅中的一个 外墙黄红两色相见 屋顶上树立着许多音乐女神雕像 古雅别致 在成群结队的古建筑中 这座金色大厅其实并不起眼 但这并不影响 宋江对这座金碧辉煌的音乐圣殿的厚爱 毕竟这里是毋庸置疑的世界级音乐殿堂 能在这演出绝对是音乐家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就是金色大厅吗 太漂亮了 宋江目光涌动 从1960年代起 这里每年都会邀请维也纳爱乐乐团 在这里举办新年音乐会 接下来三天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交响乐团 将会在座音乐大厅一展音乐才华 跟对手展开激烈熬战 而他宋江也将带领着自由乐团 一起为荣誉而战 顾成看着眼前的金色大厅 面色古怪 前世商业性的金色大厅 只要场地费给够 就算是都可以去当地演出 卖座基本靠送票 宋大哥 这里可以自费来演出吗 宋江还未来得及回话 身后就传来刺耳的嘲笑声 哈哈 那里来的土包子 这可是音乐圣地金色大厅 你以为是你们那的大会堂吗 来的人有三男一女 顾成猜测他们应该也是参加比赛的乐手 顾安然下意识地靠近顾成 顾成轻拍拍他的肩安抚 没事 女人妆容精致 衣着高贵 身上带着一股傲慢的艺术气息 他围台下巴 审视般打量他们 看到苏七那张精致的小脸时 眼里闪过一抹极度之色 你们是华夏来的 没错 宋江挺直腰杆 我们是华夏的参赛代表团 华夏代表团 领头的瘦高男人一正 突然开口 我们是外国伦敦爱乐乐团 我是队里的首席指挥官埃里克 伦敦爱乐 顾成眯起眼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昨晚在酒店 顾成他们就看过了所有参赛乐团的资料 前世的伦敦爱乐乐团成立于1902年 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895年成立的女王大厅管弦乐团 曾被女王赞誉 起为现代世界的奇迹 当年在奥运会上 伦敦爱乐演奏了奥斯卡音乐电影 烈火战车的主题曲 演奏电子琴的是 憨斗先生 全程只按一个键就嗨爆了全场 这场反差挥斜又完美配合的表演 给顾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世的伦敦爱乐 虽同样是外国年代久远的演奏团体 但知名度跟前世的相比 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埃里克居高临下地打量他们 听说你们华夏这次有两支乐团入围 你们是帝都爱乐 还是自由乐团呢 我们是华夏帝都的自由乐团 我是指挥官宋江 宋江回道 一听是自由乐团 几人的神色瞬间就变得古怪 原来你们就是自由乐团 埃里克面带微笑 但心底却嗤之以鼻 这次比赛 主办方在油管 发起了最受观众喜爱的乐队投票 皇家乐队在官网仅仅排名第五 而榜首就是这个在国际上 没有任何知名度 也没什么代表做 能拿得出手的自由乐团 一个业余的三流乐团 把他们皇家交响乐队 以及所有参赛的交响乐队的脸 都踩在脚下摩擦 最讽刺的是 这个乐团甚至大部分乐手 都不是科班出身 这叫素来高傲的埃里克如何服气 他阴阳怪气地开口 提娜 华夏参加这项比赛 好像至今为止 都未获得过奖项吧 不应该啊 我记得这项比赛 华夏从创立之初就开始参加 怎么可能一次奖都没拿过 是不是我记错了 提娜扑斥一笑 你没记错 华夏至今为止 确实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 埃里克看向宋江 怎么 华夏觉得一支队伍赔跑不够 这次两支队伍一起来结伴丢脸 一行人哈哈大笑 埃里克 你怎么能这么说 提娜抿着嘴笑 明目张胆地讽刺 他们又没有 说是来这拿奖的 兴许人家就是来这见见世面的 宋江赤红着眼 嘲讽他尚且可以忍 但侮辱他的国家 绝对不行 宋江刚想教教这群约翰牛们 学学怎么做人 却被人一把拽住 故承示意 他别冲动 宋江恨恨地看了一眼埃里克 到底还是后退了 埃里克见状更加得意 看来 你们也有自知之明 华夏虽然强大了 但古典乐这块 国际上依旧有很多大师 对华夏有着深入骨髓的蔑视 故承沉着脸 心头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他深吸口气 把满腔怒火抑制住 才开口回怼 埃里克先生 话别说得太满 比赛还没开始 谁胜谁负 还是未知数呢 就你们 埃里克冷哼 眼里的笔毫不掩饰 在他眼里 古典音乐里 浸透的是西方文明的惊魄 因文化基因不同 欧美人骨子里 就不相信白人之外的种族 可以演绎出古典乐的精髓 华夏的古典乐什么水平 全球都有目共睹 你们华夏真要是胜出了 就该怀疑 主办方他是不是有什么猫腻了 华夏音乐水平怎么了 顾承气笑了 看着埃里克满眼同情 我没有想到 现在都21世纪了 还有人愚蠢地认为 华夏的古典乐不行 我实在为你们感到悲哀 埃里克危险的密切眼 你说什么 听不懂吗 我说我为你们感到悲哀 顾承改用流利的英文 历声回对了一次 堂堂皇家交响乐队的首席 居然还会存在这样的偏见 难道伦敦爱乐的首席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胜任 你们懂什么叫古典乐吗 埃里克冷哼 满脸俱傲 我出身古典音乐世家 毕业于科蒂斯音乐学院 是皇家交响乐队的首席钢琴家 而你一个华夏不入流的业余乐团 有在国际上获得过什么奖吗 你用什么身份 有什么自个来质疑我 顾承从容不迫地点头 我确实不是什么名校毕业的 也没有什么牛逼的身份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华夏古典音乐不行 顾承站出来 开始有理有据地反驳 世界各大音乐院校 学习钢琴 小提琴的 亚裔尤其是华裔的比例 已经高达70% 你们古典音乐会的现场观众 基本是老年人 而我们华夏 却大多是年轻人 你们的年轻人 已经不再关注古典乐 说明你们的古典乐 已经日渐适威 而在东亚在华夏 古典乐的热度却不断提升 指着身后的金色大厅 顾承置地有声 不只是金色大厅 将来卡内基音乐厅 悉尼哥剧院 还有莫斯科大剧院 我们都会去 古典音乐的未来在华夏 我们华夏人演奏的古典音乐 将来势必要响彻全球 啪 啪 啪 在场的华人用力地 给顾承鼓掌附和 甚至还有不少口哨声 说得好 说得太棒了 宋江激动地拍了顾承一记 从未像现在这么解气过 古典音乐的未来在华夏 兄弟 你说得太棒了 或许是顾承的气势太足 埃里克背对得哑口无言 眼看围观群众越聚越多 但他又不想就这么离开 只能不甘地朝顾承丢下一句 但愿你们在比赛 实书的惨不忍睹的时候 还能这么笑得这么开心 宋江朝他们的背影 不屑地催了一口 呸 什么东西 简直是丢 我们音乐家的脸 顾承见怪不怪 英伦敢吗 绅士只不过是他们 对女性的礼仪 其实骨子里自大得很 约翰牛自认为 是被上帝选中的民族 觉得他们注定会做出别的民族 不能做出的贡献 这是他们文化中 深入骨髓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顾承侧头 冷不丁对上一双专注的笑脸 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我 苏七深深地凝望顾承 美目洋溢着崇拜和爱慕 你刚才的表现非常帅气 不过 你刚才有一点说错了 顾承不减 哪一点 苏七轻哼 内涵道 年轻人不关注古典音乐 真不是他们的错 毕竟谁不知道 外国是个默契沉沉的国家 三人相视一眼 同时笑出声来 顾安然也跟着咧开嘴 咯咯咯地傻笑 苏七低头 安然笑什么 你知道我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不知道 小丫头诚实地摇头 嘿嘿道 看你们都笑了 所以我也跟着笑了 顾承失笑地摸摸她的头 走吧 该进去抽签了 等他们离开后 角落的高宇放下相机 激动出声 古典音乐的未来在华下 自由乐团真的太TM帅了 高宇是这边的留学生 利用客余时间拍摄这边的风景 做旅游博主 这次国际比赛 在海内外的关注度比往年高 高宇自然也不会错过这种流量 只是金色大厅从昨天开始 就不对外开放了 只允许参赛选手 以及工作人员进出 华下的媒体 只有一小部分 获得了场内采访许可 没有官方邀请函的媒体 像高宇这种小OP主 只能在场外徘徊 期盼抓住一些热度信息 没想到在这里蹲点 反而误打误撞拍到了刚才 发生冲突的那一幕 伦敦爱月刚才真的是欺人太甚 这一次 我一定要曝光他们丑恶的嘴脸 在海外留学遭受歧视 对高宇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 他一直都反感心好心好歧视 但他孤身一人在外 为了稀释宁人 他一般都装听不懂或者不理睬 但刚才 伦敦爱月那几人 嚣张傲慢的嘴脸 高宇看得血液沸腾 简直恨不得上去手撕 因为这几人侵犯的 不是他的个人尊严而是民族尊严 想到这 周宇毫不犹豫地将刚才拍摄的视频 完整上传到自己所有的社交账号 视频一经发布 就炸开了 先不说里面自带流量的苏七 以及最近风头正盛的自由乐团 光是歪国人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的态度时 直就让网友们气得原地爆炸 卧槽 这老外目中无人的嘴脸 实在太让人恶心了 这老外有病吧 原以为搞艺术的素质不会太差 结果就这 土豆国对于阶级区分非常重视 也特别敏感 一般只跟同阶级的人交往 如我中华 虽远避刚 华夏人民骨子里自带血性 看到自家的乐队 在国外被人如此贬低看不起 他们感同身受 血气方刚的他们 看得一份甜音 高宇的粉丝开始不断上涨 而且还不是一点点的涨 而是以火箭的速度在疯涨 弹幕更是紧喷噬爆发 密密麻麻地挡满了屏幕 不到十分钟 视频就冲上了热门 同时 这条视频被转发搬运 开始在各大平台传播 随后以迅雷之势空降热搜 引发全民愤慨 维也纳是约翰牛家开的吗 太让人愤怒了 在土豆国旅游时 有人朝我做咪咪眼的动作 当时孤身一人 只能装作不懂 要是哥今天 老子把他做成咪咪眼 老外就是欺软怕硬 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歧视 都不要怂 正面刚他 有一说一 那个小哥哥正面刚的时候 真的摔毙了 如果说华夏乐团在外被贬低 被歧视 让网友们感到无比愤怒 那顾成对那些外国老 奋起反击的模样 就让网友看得热血沸腾 大呼解气 中华儿女 永远都要挺直腰杆 如有人主动挑衅 犯我泱泱中华民族尊严 我必拍案而起 以直抱怨 古典音乐的未来在华夏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自由乐团好样的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自由乐团的粉了 这个口罩小哥哥 是自由乐团的吗 好帅气啊 只可惜口罩封印了颜值 看不到他长什么样 看不惯伦敦爱乐 嚣张的嘴脸 希望华夏的乐团争气点 狠狠地打脸这群傲慢的嘴脸 可惜去不了维也纳 没办法现场支持他们 等自由乐团比赛那天 我一定请假在家支持 虽然知道华夏这边的热度 在疯狂发酵 顾成他们却无暇分心 比赛在即 自由乐团的成员 都紧张地进入了备战状态 顾成倒是没怎么紧张 带着安然在维也纳 到处游玩喝咖啡 万众瞩目中 第十八届世界交响会国际比赛 在金色大厅拉开了序幕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早就飞升世界 这次虽然不是新年音乐会 但全世界的观众 还是想一睹金色大厅的风采 由于金色大厅的位置有限 为了照顾不能观看比赛的观众 主办方采用了全网直播的方式 虽然这个国际比赛高端上档次 但往年关心这个赛事的 其实并不多 毕竟交响乐这种高雅的音乐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 还不如一曲广场舞来的实在 但是今年这场比赛 在国内获得空前的关注度 所以华夏媒体也第一时间引进 在网络转播 交响乐比赛不同于一般比赛 准备和演奏的时间都比较长 所以比赛分三天进行 按照赛前抽签的结果 帝多爱乐是第一天下午出场 而自由乐团是最后一天出场 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主办方特意安排 排在自由乐团前面出场的 恰好是今年的冠军热门柏林爱乐 而排在自由乐团后面出场的 恰好是跟他们有过节的伦敦爱乐 顾承特意看了一下节目单 大部分参赛团选择的 都是圆舞曲和协奏曲 尤其是顾承前面的乐团 连这三个都是演奏圆舞曲 伦敦爱乐倒是不同 选择了旋律雄魂刚进的进行曲 只可惜 排在他们前面的 是自由乐团 顾承已经可以想象 评委在听完Victory后 再去听伦敦爱乐的进行曲时 估计已经入不了耳 今天是第十八届国际交响乐比赛的最后一天 也是自由乐团比赛的日子 今天一共有十五场比赛 上午八场 下午七场 自由乐团是上午第五个出场 每场比赛算上准备 以及中场休息的时间 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说 自由乐团的表演时间是十点左右 但华夏的网友们 八点就开始守候在屏幕前 生怕错过自由乐团的出场 原本没有多少人 在线的国际转播平台 瞬间人气暴涨 网友们纷纷留言支持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金色大厅 真的太华丽了 我是学习民族音乐的 毕生的梦想 就是能站在金色大厅 演奏华夏传统的民族音乐 听流行乐就感动 听古典乐就打瞌睡 难道是我太俗了吗 打瞌睡的不止你一个 要不是 为了支持自由乐团 打死我都不会听这些催眠曲 所以 自由乐团到底什么时候才出场 再不出场 我就要睡着了 期待宋江大师和苏七 带领自由乐团 狠狠地碾压伦敦爱乐 为华夏争光 休息失礼 自由乐团的成员 已经全部都换上了崭新的黑色礼服 临近上台 乐手们检查自己的乐器 擦拭的擦拭 保养的保养 涂松枝的涂松枝 要不就是利用谨慎的时间复习乐谱 顾承正跟宋江在商讨 赛前要注意的细节 就在这时 咔嚓一声 化妆间的门被从里推开 七姐姐出来了 顾安然稚嫩的声音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顾承寻声望去 随即呼吸一顿 视线再也无法抹开 昏黄的灯光下 苏七提着裙摆 静直朝顾承一步步走来 一袭银白色的高定鱼尾服 将交好的曲线包裹其中 银色丝线穿插在衣服裙摆 湿滑落士气的钻石流光溢彩 末发高高晚起 露出了曲线优美的后背 以及精致的天鹅颈和蝴蝶骨 精致干净的妆容 完美无瑕的容颜 整个人宛若高冷女神 渴望而不可及 哇 太美了 七姐 你好漂亮 谢谢 谢谢 苏七笑着点头 向着顾承一步步靠近 不知为何越靠近顾承 她的心跳就越快 站定在顾承前 苏七微微仰头 看着顾承目光如水 小丫头轻拉顾承的衣袖 舅舅 七姐姐好看吗 顾承由衷地点头 好看 苏七脸色一红 谢谢 宋江夸张地调侃 苏七 你穿这一身上台 观众哪里还有心思听音乐 眼珠子全顶你身上去了 宋大师 你也太夸张了 苏七扑斥一笑 无奈地补充道 其实我也不想穿这身衣服 只不过 这是赞助商的衣服 不能不穿 她看向顾承 说起来还是托你的福 我才有机会 站在金色大厅的舞台上演唱 顾承笑了 感觉怎么样 紧张吗 怎么可能会紧张 苏七傲娇地轻哼 我可是华语乐坛 出道十年的流行天后 怎么可能还会怯场 顾承笑了 今天过后 你就不是华语天后 而是国际流行天后了 苏七换视一拳 你们听见没有 我能不能成响于国际 你们能不能成国际交响乐团 就看你们今天的表现了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众人都笑了 上场前的紧张气氛 瞬间轻松了不少 宋江拍了拍手 言归正传 距离我们上场 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比赛没有彩排 所以我们每个环节 都绝对不能出错 现在 全球都在等着看我们的比赛 一旦我们出现了失误 并将沦为全球笑柄 宋江扬声质问 你们说得起吗 华夏说得起吗 输不起 团员们双目赤红 大声回应 故成健壮 也站出来出言鼓舞 兄弟们 这次 我们不仅是为了乐团的荣誉而战 更是为了华夏的尊业而战 在我眼里 你们是全世界最棒的交响乐团 我相信今天 你们一定能夺冠维也纳 我们要证明 给全世界的人看 我们华夏的乐团 并不比任何一支乐团差 今日就让我们为乐团的荣誉而战 为华夏的尊业而战 故成的灵魂鼓舞 让众人热血沸腾 他们激动地重复 为乐团的荣誉而战 为华夏的尊业而战 为乐团的荣誉而战 为华夏的尊业而战 这时 一道浑厚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说得好 只见刘红光 领着两个令众人意想不到的身影进来 故成 苏西 你们看看 是谁来了 赵导 思雨 苏西惊喜地迎上去 你们怎么来了 赵思雨嬉戏一笑 你在金色广场比赛 这么重要的时刻 作为你的好姐妹 我怎么可能会缺席 故成朝赵义德微居一躬 感谢赵导亲自过来捧场 辛苦了 赵义德爽朗一笑 侧头看向宋江 这位就是宋大师吧 宋江激动一场 赵导 您叫我宋江就行 谢谢赵导对乐团的支持和赞助 这话说得见外了 赵义德并不认同 你们来维也纳比赛 也算是为我的电影宣传 我支持 那都是应该的 故成笑着插话 这应该叫互助共赢 对 小顾说得对 互助共赢 赵义德看向乐团 这段时间 大家辛苦了 身为华夏的艺术家 我知道华夏艺术要走出国门 有多么艰难 为了支持华夏的古典艺术 所以我决定 不管你们等一下 能不能在比赛上获奖 接下来三年 你们乐团的演出 我都赞助了 赵导威武 惊起来得太突然 众人立即欢呼 故成和苏七见状对视一眼 都不由感慨 赵义德精明 自由乐团今日 无论是迎是书 在金色大厅回去 都会镀上一层精 找上门的赞助 只多不少 但不得不说 赵义德的到来 给自由乐团 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 有华于天后苏七驻镇 以及稳定军心的宋江坐镇 一时间 自由乐团信心大增 下一位上场的是 自由乐团参赛曲目 Victory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 自由乐团在万众期待中 正式开始上场 这场国际交响乐比赛 在出赛时 是采取盲听评审的方式进行 决赛 则采取现场打分 量分的形式进行 自由乐团之前是柏林爱乐 算上今年 柏林爱乐 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项国际比赛 因此 柏林爱乐表现得很成熟 各个环节轻车熟路 整体的表现非常稳健 高调 而又不失优雅的表演 震惊全场 最后拿下95的高分 与第二名之家歌乐队 以三分之差 暂居榜首 想要拿下金奖 自由乐团必须要 拿到95分以上 观众洗礼 杨定坤和陆荣诚 端坐在下面 在心里默默地 为自由乐团祈祷 帝多爱乐 前天就已登台比赛 虽然演奏非常顺利 但今年的比赛 每支乐团都发挥得出色 他们这次的表现 只能算是重归重矩 帝多爱乐 夺奖无望后 杨定坤放下了心底 所有芥蒂 将华夏所有夺奖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自由乐团身上 宋江加油 华夏古典乐的尊严 就靠你来捍卫了 与此同时 国际转播平台的在线人数 开始疯狂暴涨 短短十分钟的时间里 无数网友涌进平台 弹幕上清一色 都是来给自由乐团加油打气的 不仅是国内 外国网友对于自由乐团的关注度 也非常的高 创立该比赛直播以来 最为逆天的收视记录 从赤壁之战那边过来的 电影看不到 BGM先一听为快 我敢打赌 等下一定会是场景为天人的视听盛宴 三国弥特来支持 自由乐团加油 总算到自由乐团出场了 期待夺冠 乐手们各自拿着自己的乐器 走到自己的演出位置 开始赛前准备 当苏七脚踩恨天高 落落大方地走上舞台的时候 摄像机的镜头 全部跟着他移动 全场都惊艳了 直播间里弹幕狂飙 疯狂刷屏 卧槽 女神今天也太美了 七爷气场好强 女神加油 单论颜值 女神已经压倒性胜利 宋江是最后一个上场的 他站在指挥的位置上 看向自己的乐手 本来还担心 成员会因为紧张 而影响等下的发挥 结果一个个脸上眼里写满期待 近百人身穿战袍 如同一支军队一样整齐 气势浩荡 这不是一场比赛 而是一场战争 乐手就是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 他们手中拿的乐器 就是他们的武器 宋江腰板挺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点头示意 准备开始 灯光 摄影 一切准备就绪 宋江挥动了指挥感 激昂的音乐瞬间响彻金色大厅 大军将至 兵临城下 战鼓震天 全员备战 灰红磅礴的气势 刹那间在金色大厅铺垫开来 如果把流行音乐比喻为一道 让人垂涎欲低的美食 那么焦响乐音色的表现力 就犹如一座精致的宴席 菜品繁杂 目不暇见 当你真正了解焦响乐后 你就会知道 现场焦响乐演出的震撼程度 是其他任何媒介形式 都无法传达的 尤其这里是金色大厅 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之一 那个音响效果 完全不是别的音乐厅所能比拟的 随着宋江手臂的起落 宋江每回出一个线条 都能汇聚成一段激昂的旋律 表演完成度 比之前任何一次的练习 都要完美 然后苏七犹如幸运女神般 张开双手 发自内心的吟唱 穿透所有人的灵魂 将战争上的悲壮 表达的淋漓尽致 然后是众将鼓舞 呐喊宣誓 誓死为国 大战轰然爆发 众将浴血奋战 破敌千里 激昂的气势层层递进 彼此呼应 仿佛命运中绝望与昂扬的交响 将战场的悲壮 完美传达给了所有的观众 急促的滴答声 始终如影随形 仿佛生命在哀嚎 现场观众头皮发麻 热血沸腾 感觉自己不是坐在会场 看着比赛 而是被音乐引领到了战场上 屏幕前的观众 也没好到哪里去 开屏爆击 耳机挡原地去世 太震撼了 我感觉周围的空气 都充满了血腥 爱了爱了 真的太让人震撼了 完全就是一场试听盛宴 只可惜 我不在现场 全城都在头皮发麻 热血沸腾 仿佛千军万马 在我身前踏过 史诗级战歌 没有之一 前方高能 固承的血液 在体内疯狂地流动 那种感觉 无法用言语描绘 你想象一下 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 从左至右的声部 犹如多米诺骨牌 倒地那般水银泻地 酣畅淋漓 不仅是对听觉的冲击 更是一场视觉盛宴 乐团的每一位成员 都表现得非常完美 没有瑕疵 这是乐团迄今为止 最出色的一次演奏 虽然演出还未结束 但是固承知道 今日的维也纳 属于自由乐团 属于华夏古典乐 苏气高昂的吟唱 逐渐变得悲壮 似乎在抚慰那些逝去的音魂 声音见识 祭奠壮事 当最后一个音符 缓缓飘逝 宋江双手捧胸 鞠躬谢幕 这一幕 真的感动了孤城 也传染了现场的所有人 音乐结束后将近半分钟 整整三十多秒里 全场都在静谜 啪啪啪 掌声犹如雷鸣般 轰然响起 观众完全没有 领悉自己的掌声 掌声如浪 久久不息 这一幕 同样让直播间里的 无数网友泪目 不到六分钟的演奏而已 却感觉已经在战场上 走了一声 听了这首歌 我一脚踢翻身旁的黄牛 打算独自跟玩三母爹 泪目 苏气声音响起的时候 有种直击灵魂的感动 金色大厅 虽然演奏已经结束 但是观众 依旧沉浸在刚才的演奏中 激昂的旋律 依旧在耳边萦绕 他们激动地站起身来 这一幕 深深地震撼了陆荣诚 他声音哽咽道 定坤 自由乐团成功了 杨定坤重重点头 是 他成功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 这才发现 彼此都激动地红了眼眶 定坤 你怎么哭了 杨定坤黑黑笑道 老子感动 丢脸吗 不 杨定坤只觉得自豪 早在苏七开始吟唱时 他的眼泪就移植不住 泪如泉涌 灰红而悲壮的战歌 是永恒的 演奏一开场 史诗画面的壮丽感很强 各种重音乐器 从单一到交汇 节奏有序地上升到高潮 苏七的高音 急剧穿透力 像子弹一样直冲而来 直接把人打穿 让你的身心 你的灵魂 都跟随着音乐的节奏占领 全程气势辉弘 所向披靡 犹如可主宰世间万物 这场演奏 真他妈屌爆了 杨定坤当时就在心底疯狂爆粗 他看向台上的宋江 陆大师 宋江比我们厉害 我们做不到的事 他带领自由乐团做到了 华夏自由乐团 这是初次征战维也纳 仅用一首战歌 Victory 就敲开了西方古典艺术的大门 想到这 杨定坤 还是忍不住遗憾地叹了口气 这首歌原本有机会属于我们 洛容成不置可否 属于谁有什么关系 只要台上 站着领奖的乐队来自华夏 那么 是谁领奖 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 他们亲眼见证了 华夏古典乐的风神演唱 掌声整整持续了一分多钟 主持人开始上台 一番几厉呱啦的介绍与赞美后 开始进入最令人激动的打分环节 三分钟的评分环节 全场默契地保持静默 直播间的网友疯狂祈祷 希望维也纳的评委 不要让我失望 自由乐团要是不能夺冠 老子就杀到维也纳去 无论输赢 在华夏人民心中 自由乐团已经是冠军了 满分走起 自由乐团的成员们 忐忑地看着评委席 一个月的辛苦训练 现在就是验收成果的时候 所有成员都不自觉地屏住呼吸 顾承完全理解他们 出发前夕 国内有人嘲讽 说宋江毫无才华 乐团里没几个科班出身 去维也纳演奏 就是去给华夏丢脸 到维也纳后 又被别人当面贬低 说自由乐团名不经传 说华夏音乐不行 华夏怎么不行 华夏明明是礼乐之邦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历史 也曾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一把琵琶能弹出悲壮的该下之围 一架鼓针就能奏出连海之春江潮水 一只鼓勋就能吹出千鼓兴衰之忧思 古城知道 他们不服 所以 今日自由乐团才能发挥这么出色 因为他们想用实力证明自己 虽然乐团超常发挥 但评委可能会因为国籍立场 而暗地里搞小动作 毕竟除了华夏人民 现场估计没人希望华夏夺冠 所以只要评分未出 团员们悬着的心就无法落下 好在主办方找的评委足够专业 并没有让顾城失望 全场十位评委依次亮牌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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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打一次分 现场都会爆发热烈的鼓掌 因为分数实在是太高了 最重要的是 自由乐团完全配得起这样的掌声 当最后一个评委打完分之后 主持人不可置信地宣布到 恭喜华夏自由乐团 你们获得的总分是 98分 让我们掌声恭喜自由乐团 98分 比柏林二月的成绩还要再高三分 现场一片沸腾 掌声伴随着欢呼声响彻在整个金色大厅 评分出来后 成员们激动欢呼 宋江热泪盈眶 他做到了 他没有辜负顾城 没有辜负赵道 没有辜负华夏人民的期望 他带领自由乐团 用实力向全世界证明 华夏的古典乐 已然崛起 苏七笑得明媚动人 主动上前拥抱了宋江 恭喜宋大师 谢谢你苏七 两人同时看向顾城 顾城朝他们竖了一个大拇指 顾城的肯定 比评委的满分还要让人动容 宋江瞬间破涕微笑 他朝着观众席 朝着顾城的方向 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评委 谢谢大家 苏七上前拥抱宋江的时候 屏幕前的网友感动坏了 弹幕密密麻麻 七爷YYDS 自由乐团YYDS 七爷好男性 98分 剩下的比赛不用看了 自由乐团基本夺冠无疑 是谁说华夏古典乐不行 给老子站出来 约翰牛被狠狠打脸了吧 伦敦爱乐必输无疑 伦敦爱乐道歉 伦敦爱乐道歉 自由乐团的下场后 下一个出场的就是伦敦爱乐 此刻 后台安静如鸡 伦敦爱乐的乐手们面面相去 神色复杂 恐惧 震撼 惊恶 退缩 还未上场 伦敦爱乐的士气 就已经全面溃败 埃里克阴沉着脸 望着上台的入口 一语不发 因为在后台后场 埃里克没看到 自由乐团的现场演奏 但他的大脑 却自动补全了 所有的演奏画面 虽然埃里克不愿意承认 但自由乐团刚才的演奏 确实非常的震撼 堪称史诗级表演 埃里克对华夏古典乐的藐视 早已深入骨髓 他无法理解 古典音乐 明明是西方艺术的音乐之魂 他们的作品历经千百年而不衰 并随着时间的沉淀 越发意义生辉 而华夏的古典乐才发展几年 在埃里克的记忆里 华夏不过是一群乡下土鳖 只会追在他们的屁股后面 食人牙会 吃人剩饭 华夏在古典音乐方面 压根没有天赋 可自由乐团却用一曲战歌 Victory 狠狠地扇了埃里克一耳光 这一耳光 打碎了埃里克从一几十年的傲慢 打碎了 他对华夏的偏见 打得他的大脑嗡嗡作响 舞台上 眼见伦敦爱乐 迟迟为上场准备 主持人又催促了一次 乐手们看向沉默的埃里克 大气都不敢喘 提娜顶着压力上前提醒 埃里克 轮到我们上场了 埃里克深吸口气 上场吧 Victory 逐一在前 伦敦爱乐演奏的进行曲 风格相近 就再也无法经验现场观众的心 加上乐手们心态受到影响 出现了几次明显的失误 勉强拿到八十分的成绩 惨淡收场 可谓是输得彻头彻尾 之后出场的乐团 无论表现如何 最终没有一个分数 超过八十五 最终冠军毫无悬念 自由乐团以九十八高分的成绩 力压所有乐团摘下桂冠 拿下比赛金奖 柏林爱乐 以三分的微弱之差 区居第二 获得赢奖 芝加哥交响 则以九十分的成绩排名第三 获得同奖 华夏自由乐团 夺冠维也纳 消息令全球哗然 杨爸爸第一时间 在新闻插播了这则喜讯 并播放自由乐团 现场演奏的画面 下面插播一则好消息 华夏自由乐团 携手华语女歌手 苏七日前征战维也纳 刚刚以一首战歌 Victory征服海内外 拿下了第十八届 国际交响乐比赛金奖 Victory 是由音乐制作人 望川创作 是电影 赤壁之战的战争主题曲 最后再一次恭喜自由乐团 恭喜苏七 与此同时 华夏交响乐协会 连发了三条相关微博 庆祝Victory夺冠 并大赞自由乐团 恭喜Ed苏七 恭喜Ed自由乐团 荣获第十八届世界 交响乐比赛金奖 华夏之光 恭喜Ed自由乐团 夺冠维也纳 金色大厅一战成名 Ed自由乐团 用史诗及战歌 Victory 向全世界宣告 华夏古典音乐正在崛起 整整三条微博全部置顶 第一条微博 挂上了国际转播平台的链接 并放上了现场演奏的 剪辑短视频 最后一条微博底下 放上了自由乐团和苏七 手捧金奖 在金色大厅和业界大师的合影 三条微博以惊人的姿态 空降热搜 全网掀起热议 恭喜自由乐团夺冠维也纳 恭喜苏七唱响金色大厅 苏七在维也纳拿奖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我特意翻墙看的直播 你们能理解中二病青少年 在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吗 这首歌的旋律 简直屌爆了 正在撒尿的我 差点没直接提枪上阵 我不会告诉你 刷了Victory 闷变后 我下班硬是扛着电瓶车 走了三个站 Ad苏七 Victory 什么时候才能听到纯音乐版 华语传媒的动作慢了一步 但其官宣的消息 却令所有粉丝惊喜不已 恭喜Ad苏七工作室 成为华夏首位 在金色大厅演唱并获奖的女歌手 恭喜Ad自由乐团 荣获第十八届国际交响乐比赛金奖 为了回馈粉丝 Victory中英文单曲唱响版 将在明日十二点全平台上线 黑胶唱片 海内外同步开启预售 同时由望川编曲作词 蒋依依演唱的情歌泡沫 以及许杰演唱的单曲 少年说将在月底全平台同步上线 敬请期待 因为Victory现在的热度太高 所以 华语改变原来的计划 将泡沫推迟 跟少年说一起同步首发 接二连三的发歌消息 把网友都炸猛圈了 连着三首歌 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 而且风格各不相同 牛逼 这音乐制作人确定是新人 新不新人不知道 可以肯定的是个僵尸博主 确实 两千多万的微博粉丝 主页上却只有一条孤零零的微博 神秘的一批 博主还活着吗 活着的话 麻烦支个生 没多久 苏七工作室 以及自由乐团 同时转发认证了华语的微博 感谢at望川 感谢华夏人民的支持 今后 我们在音乐的探索道路上 将继续携手前行 感谢支持 打铁趁热 赤壁之战 电影制片方 趁着热度上传了一条长达三分钟的新预告 预告片海内外同步首发 每一帧都是特色大片 预告的末尾 制片方打上恭喜自由乐团夺冠主题曲 Victory 黑胶唱片海内外开始同步预售的字样 预告一出 微博再次地震 评论区疯狂调侃 他来了 他来了 制片方带着预告走来了 活该制片方大火 这么有眼光 到时候电影上映 杂锅卖铁都得支持 黑胶唱片消费不起 我还是静静地等待数字专辑吧 黑胶唱片的主要受众 其实是欧美市场 所以预告一发 油管那边瞬间就爆了 上帝 这首歌曲太燃了 我必须要订购这张唱片 余生太震撼了 他是谁 声音美得惊心动魄 不管是编曲还是旋律 Victory都完美得无可挑剔 唱片已经订购 坐等发货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主题曲 天 跟电影场景完美融合 我已经对电影产生了浓浓的期待 这首歌用在战争场面 真的燃到爆炸 不只是外网网友的反应激烈 国内明星 更是恨不得和顾成 直接沾亲带顾 明星们纷纷蹭起顾成的热度 一个个都在微博喊话支持 也不管熟不熟 随便点进一个平台 都能刷到相关的话题 有一个人按耐不住了 别人不知道 望川是顾成 但是林慧如知道 从全网爆火的《平凡之路》开始 林慧如就注意到了顾成的才华 凤凰花开的路口 起封了 隐形的翅膀 再到现在火出国际的 Victory 首首经典 区区爆款 林慧如被地理 早就对顾成垂涎已久 再加上最近芒果台 正在准备一档热门的音乐综艺 这对于迫切想要转型的林慧如来说 是个绝佳的露脸机会 所以他等不了顾成联系他了 林慧如决定主动出击 他按下了顾成的电话 客服冷冰冰的电子声 却交了林慧如一桶冷水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播 又试了几遍 还是同样的结果 怎么打不通 林慧如不死心 改为微信留言 小学弟 恭喜你的VICTORY 拿下国际金奖 什么时候看到信息了 记得给学姐回个电话 学姐等你 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这种国际级别的交响乐比赛 对于顾成来说 是古典乐交流学习的绝佳机会 毕竟受邀出席颁奖里的 都是在古典乐里 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是某某高等音乐学院教授 就是知名管弦团首席 或者某某大赛获奖得主 这些人对于古典乐 对于艺术 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些大师一听到顾成是 VICTORY的词曲创作者 都刮目相看 尤其震惊于顾成的年纪 对他的态度 出其的热切和友善 短短两个小时的交流学习 顾成受益匪浅 期间乐团 还接到了各种演出邀请 什么秋季音乐会 私人邀请演出 下半年巡演 答谢音乐会 等顾成看到林慧如消息时 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 林学姐 顾成一正 脑海里浮现一个又唇忧郁的性感身影 江义的毕业典礼上 林慧如大胆采用了歌舞形式 改编了《红楼梦》的春梦歌 呈现了一个惊艳的国风舞台 那个时候 顾成就想着 有机会要跟他合作一次 之后发生江峰抄袭事件 林慧如顶着公司压力 主动为顾成发声 这份人情顾成也一直记着 只不过后来忙起来 顾成就把这茬给忘了 顾成给林慧如回来的电话 林慧如几乎秒接 小学弟 你总算接电话了 恭喜你们夺冠获奖 谢谢林学姐 小学弟 我看你们的演出直播了 简直是视听盛宴 林慧如遗憾地叹了口气 只可惜我买不到票 没办法亲自看现场 这个没事 等下次乐团演出的时候 我送学姐几张票请你看 自由乐团下半年的演出 现在定下的就有好几场了 顾成别的不说 票还是管够的 几张票就想打发我了 林慧如娇声提醒他 小学弟你别忘了 你还欠学姐一顿饭 学姐可一直都惦记着呢 顾成赶紧到 那等我回国了 立马给学姐安排 吃饭的事 学姐现在倒是不急 林慧如直切正题 小学弟实不相瞒 学姐这有件事 要麻烦你 而且只有你能帮忙 顾成 学姐你只管说 林慧如清了清嗓子 是这样的 芒果台新一季的 我是歌手 不是准备开播了吗 你也参加了 这种热门节目 哪里会轮到我这种小咖上 林慧如吐舌自嘲 倒是蓝媒台 最近新推出一个英宗 歌手或爱豆戴上面具 褪去平日的光环 用歌声来证明自己 同时制造神秘感 引人入胜 顾成越听越觉得熟悉 蒙面上台唱歌 让评委以及观众猜歌手 这不就是蒙面歌王吗 小学弟 这可是江湖救急 林慧如撒娇道 学姐能不能成功转型 全指望你了 顾成不吃她这一套 林学姐 你想让我写歌就直说 少给我戴高帽 林慧如也不拐弯抹角了 直接道 那这个忙 你到底帮不帮学姐 帮 林学姐的面子 我自然是要给的 顾成随后补充 不过 这是得等我回国再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国 林慧如追问 节目没多久 就要开播了 留给她的时间可不多 顾成想了想 看情况 最吃不过一周 林慧如松了口气 娜娜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等回国后 学姐请你吃饭 到时候再跟你谈合作的事 好 顾成挂断电话 苏七 有人找你写歌 顾成汗手 林慧如想要转型 报名参加了蓝梅台新推出的殷宗 想让我帮忙她写歌 苏七挑眉 你答应啊 顾成点头 嗯 毕竟是学姐 再说她的业务水平也不错 我看不只是这样吗 苏七一有所指导 认识顾成这么久 那个秦文不算的话 林慧如算是苏七 见过跟顾成关系 比较亲近的女人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林慧如看顾成的眼神 让苏七莫名不喜 顾成纳闷 除了这个 还能有什么原因 苏七轻横 这点就要 问你自己了 刘洪光插话 有一说一 蓝梅台这个殷宗 虽然是新节目 但毕竟是对标 我是歌手的 节目质量 应该不会太差 这个节目的核心 是让观众摒弃歌手身份 资历 年龄 长相等等一系列标签 去欣赏并评判一位选手的表现 林慧如想要转型的话 参加这个节目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顾成耸肩 我直观写歌 能不能转型 就看学姐自己了 这时 赵思雨带着赵导上门 一屁股靠近苏七 顾成 你们在聊什么 没什么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事 赵导左右环顾 没看见宋江 宋大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苏七解释道 主办方那边 还有事要跟他谈 我们就先回来了 赵导点头 那小七你等下 跟宋大师说一声 我们明天就要离开维也纳 苏七一正 不是吧 赵思雨补充 明天一早的飞机 所以现在过来道别 顾成皱眉 怎么这么结 赵义德解释 我这趟出国 还有其他的事 时间比较紧 所以只能明早走 赵导 您该不会是要去 嘎那参加电影节吧 顾成大胆预测道 这个世界的嘎那电影节 是在七月下旬开始举办 算算时间 就是这几天开始 既然赵导拍摄 赤壁之战 就是为了冲击好莱坞的 那肯定不会错过嘎那 赵义德点头笑了 嘎那那边 邀请我过去做颁奖嘉宾 顺便过来宣传一下电影 想着距离维也纳不远 就先过来支持一下你们 顾成真诚道 恭喜赵道 刘洪光八卦道 赵道 这次的嘎那电影节 华夏电影有入围的吗 一部都没有 赵义德微叹了口气 华夏电影想要走出国门 哪有这么容易 顾成皱眉 赵道 我们明明这么多电影素材 为什么华夏 还是烂片评出 欧美这边的电影市场 比较排华 另一方面 我们自己也不够争气 赵义德对华夏的电影市场 其实是有些失望的 流量换钱 水一军洗白 影帝世袭 现在甚至沦为了资本洗钱的工具 导演们挥霍投资方的钱 翻着女演员的牌子 蹭着流量明星的人气 周而复始地割韭菜 为观众吃多了屎 观众自然变成了狗 如今的观众只认流量明星 所以电影要用流量明星 再加上国外加片进不来 国内烂片市场就越发庞大 赵义德语气唏嘘 华语电影跟华语乐坛在某些方面很像 可以说 华夏电影业正在复制唱片业走过的老路 虽然顾成目前并没有踏足影视 但不代表他对影视没有兴趣 别的不说 以诸仙目前的热度 版权很快就要影视化 再说顾成的脑海里 拥有海量的影视资源 我不是要神 无见到 流浪地球 长津湖 大化西游 霸王别姬 无论是范俗还是范雅 只要给顾成时间 他都可以完美复刻 主要是这些优质的影视资源放在脑海 顾成担心自己说不定就给忘了 要是把他们拍出来 不仅能重现经典 还能造福大众 所以 难得有机会跟国际民导面对面交流 顾成自然要把握机会 他挣了正脸色 开始虚心求教 赵导 我对影视这方面不是很懂 您能不能跟我讲讲 华夏目前的电影和好莱坞差距在哪里 好莱坞电影已经市场化 比我们更容易抓住观众的聚焦点 见顾成确实感兴趣 赵导挺直背 开始给他细细分析 好莱坞其实是个象征性的词语 在我们业内人的眼里 这是个有着丰富电影 制作经验的人才聚集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好莱坞这个平台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 已经拥有一套完备的电影产业链 程序 镜头 故事 人物 包括商业推广行业运作等等 好莱坞几乎把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个效率 目前华夏还做不到 说到这 赵一德不得不感慨 拍摄赤壁之时 为了更好地呈现战争效果 特效方面 我都是找的好莱坞团队 每分钟经费都在燃烧 既然赤壁之战 是为了迎合好莱坞市场拍摄的 特效这方面 就不能太粗糙 所以 这部电影除了演员外 最烧钱的就是特效 不过为了还原三国的精粹 这些经费都是必不可少的 故城这下有点理解了 假如你要拍一部商业片 想要拍出高水准 不仅需要导演的指导实力过硬 还需要一个好平台 就像一台跑车 当它所有配件都采用业界最好的 性能无可挑剔 外观符合大众审美 那么自然会成为一台畅销的跑车 当好莱坞制造的影片足够优秀 就可以在全球收割票房 赚到的钱再用来完善自身体系 不断循环 就能保持高水准的影片 源源不断地输出 但故城对于国内电影的前景 还是非常看好的 华夏历史悠久 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比方说 把华夏古史 拍成全游那种大气的风格 来个专业的导演 犀利的编剧 再找专业的演员和特效团队 故城觉得 拍出的东西 一定觉得不比全游差 再说 除了商业片 不是还有文艺片吗 赵导 商业片 我们现在比不上 那文艺片呢 文艺片很少设计特效 更看重导演和剧本 这个华夏总可以拿得出手吧 赵导笑了 文艺片怎么说呢 国产文艺片早些年拍的 确实是有那么点水准 还有不少走出了国门 只不过每个导演 都有自己的职业黄金期 很少有人 能避免在巅峰期后 还能不走下坡路的 以前电影讲究三要素剧情 人文和情怀 现在的电影有什么 有流量小鲜肉 有沉芝麻烂骨子的老梗 有狗屁不通的剧情 就连赵逸德自己 同样无法保证 自己下一部影片 能拍得足够走心 听起来残酷 却是不争的现实 赵导长叹一口气 随着老一辈的退休 新锐导演又不够服众 影坛也进入了青黄不接 无以为继的状态 加上现在市场变化太快 我们跟不上脚步 而国外的电影 却在不断地进步 所以我们的文艺片 也逐渐走向没落 刘洪光深深地皱眉 赵导 难道偌大的华夏 就没有能够接棒的 电影人才了吗 赵导还会说话 顾承却突然笑了 我们泱泱华夏 人节地灵 刘继 我们缺的是电影人才吗 众人面面相去 我们华语影坛 实际上并不缺人才 缺的是其他的东西 顾承斩钉截铁道 赵导笑着眯起眼 小顾 这话怎么说 顾承笑了 诚然如赵导所说 华夏电影行业的发展 确实离不开平台和环境 但是时代再变人也再变 我们华夏不可能一直停滞不前 华夏观众 不可能一直看五毛钱特效 吃黑暗的垃圾料理 他们除了会看烂片 也会为好电影买单 我们的华语电影会日渐成熟 我们的平台 创作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到时候 华夏的电影人 才自然喷涌而出 顾承信心满满的开口 接下来十年 我们的华夏影坛 一定会走向反思 摸索和创新 进而突破的道路 华语电影迟早会并肩 甚至超越好莱坞 顾承的这番话 直接镇住了在场的人 回去的路上 赵义德一直在回想顾承的话 思雨 你觉得顾承是个什么样的人 顾承 赵思雨想了想 活得很通透 在音乐上才华横溢 不止 除了才华之外 赵义德觉得 顾承身上还有 不符合他这个年纪的睿指及眼光 他的身上总感觉怀揣着什么秘密 叫人捉摸不透 他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赵思雨眉头微宁 作为华夏国际名导 他从来只见别人对爷爷阿谀奉承 却很少见爷爷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如此看重 赵思雨承认 顾承确实很有才华 但在娱乐圈 多少人在经验了时代后 又翘无声息 爷爷这样的长青树 在娱乐圈 那就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而顾承才多大 能走多远还是得未知数呢 爷爷 你对顾承是不是太看重了 思雨 你还小 赵导眯起眼 语重心长地开口 你往后且慢慢看 顾承踏而的成就 绝对不仅局限于音乐 顾承 你今天怎么突然 对电影这么感兴趣 苏七盯着顾承的眼睛 信念为咪 你别告诉我 你想转行去做导演吧 顾承一顿 你还真想去做导演 刘洪光一口水喷出来 想起顾承说 写小说就马字 说搞影视配乐 就搞工作室 虽然做得都挺好 但这些都是不务正业 顾承我跟你说 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 做导演可不是这么容易的 刘洪光把水放下 苦口婆心地劝阻 好电影讲究氛围 讲究细节 需要对每一个镜头 推敲和把控 顾承笑了 刘继别紧张 我没想做导演 刘洪光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要转行做导演 顾承坏心眼地补上一句 我要做的是制片人 刘洪光一下噎住 看顾承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不由深深皱眉 顾承 你是认真的 顾承点头 认真的 苏七皱眉 开始给顾承分析利弊 顾承 制片人不仅要会来是会来钱 更需要会花钱懂创作 一部影片从策划到最后的放映 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工程 前期策划找投资 找导演 找编剧 传剧组 中途还要把控拍摄进度 后期还要考虑审查等等 这些东西 制片人都需要全程跟进的 苏七眼神紧锁住他 发出灵魂拷问 既费时 费力又费钱 你确定你可以胜任 顾承 写小说就算了 毕竟这个花不了多少时间 但制片人他真的不一样 顾承点头 七姐 你刚才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那你还做 这又写小说 又当制片人的 还怎么有时间写歌 苏七还指望顾承引领滑流呢 顾承笑道 七姐 朱仙 现在热度暴涨 前不久 圈里有人跟我接洽 想购买朱仙的影视剧改编权 苏七瞠目结舌 我记得 朱仙才写了不到一个月吧 差不多 这么快就有人联系 你卖版权了 顾承点头 小说上架的时候 就有人联系了 八万首定的网文作品 圈里十年都不出一本 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这块肉 刘洪光好奇问道 对方开价多少 顾承撇了撇嘴 给了八百万 我嫌太低 直接就给拒绝了 刘洪光 这年头写小说 都这么赚钱的吗 她现在改行 还来得及吗 苏七想了想 提出一个折中之道 不想卖版权的话 也没必要做制片人吧 做编剧也可以啊 顾承摇头 编剧在剧组 没有话语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影视剧初期 女星都是 找制片厂领导 为艺术现身 然后演变成 找导演玩夜光剧本 后来市场经济化了 女星开始一窝蜂找投资商 富商贴身探讨人生 女星唯独没找过编剧睡觉加戏 从女星陪睡进化史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编剧没前途 再说这本小说的 IP潜力巨大 除了影视剧改编 还有游戏改编 顾承看向苏七 一字一顿道 我不想交给别人开发 更不想破坏这个IP 所以我想自己亲自来 苏七提醒他 可是顾承 你要跟宋大哥搞配音 又要做制片人 哪里还有时间写歌 这一点你们尽可放心 顾承笑了 写歌这个 对我而言轻而易举 我不会因为其他事 耽误公司的工作的 苏七和刘洪光对视一眼 顾承都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日 等Victory发布的时候 顾承抽空和苏七一起 带着安然去莱茵河游玩 维也纳这边的湖光山色 宛如仙境 就是天气不是很好 下了一点毛毛小雨 但是小丫头却更兴奋了 因为烟雨朦胧的维也纳街道 别有一番风景 尤其是漫步在莱茵河畔 烟雾缭绕 更是说不出的浪漫 临近中午 顾承他们进了一家小店 点了咖啡 还有甜点 服务员走后 顾安然扯了扯苏七的手 七姐姐 你看 那里有小提琴 不止 你看壁纸 花瓶和天花板 都有音乐元素 要不我们拍张照纪念一下吧 顾承 拍照 一大一小 快速摆好姿势 顾承 苏七这一路上使唤自己 好像使唤自己 使唤上瘾了 之前还客气一下 后面发现他拍照很好看后 就开始不客气了 见顾承不动 苏七直接拍他手 嚼声催促 顾承 你发什么呆呢 快点拍照 顾承低头 现在都直接上手抓了 拍完照片 服务员上了两份巧克力蛋糕 小丫头小声惊呼 七姐姐 你看碟子上 居然都用巧克力画了音符 我的也有 两颗头颅又凑在一起 吉里呱拉 被冷落的顾承 女人就是容易满足 一个巧克力果酱音符 都能让他们觉得是惊喜 这时 泽编给顾承发了条微信 大佬 中衡稿费发了 你看下到账没有 我看看 中衡的稿费 确实已经到账了 不过只有一万多块 江大 稿费已经收到了 这个月 因为你没有上架 所以这次 只是发打赏的费用 等下个月 稿费就多了 顾承查看了一下后台 现在才半个多月 光是打赏 折合下来 就有三十多万 到时候再加上订阅和渠道费 说不定能破百万 这个收入 顾承非常满意 谢谢江大 感谢江大提闲 我还没谢谢你呢 你不知道 编辑部的人有多羡慕我 大江最近真的是春风得意 朱仙上架后 定月一直在稳步的上涨 十天左右时间 现在军定已经接近九万 距离十万军定越来越近 作为一个编辑 能在有生之年 带出十万军定的大佬 这成绩 真的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大佬 最近在忙什么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把老张叫出来 我请你们吃饭 老张 指的是房东张中天吧 顾承还真想找他 毕竟张中天是大院子弟 对于影视剧改编这块书 顾承正想借机请教 哪能让江大请客 要请也该是我请 不过 我现在在维也纳 等回国后 我再请你们吃饭 维也纳 连想到现在挂在热搜上的事件 大江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顾承该不会就是忘川吧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大江直接顿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大佬你先忙 记得标断更 顾承进入作家后台 因为怕忙起来 会错过小说的更新 所以他直接设置的定时更新 不管什么时候进入后台 就是久久家的消息 尤其最近小说剧情大爆发 写到了张小凡 为救青梅竹马 在田莲即将命丧于奎牛之口时 不惜暴露其 偷偷修炼的大饭波热针法 福到不容 身份暴露后 张小凡因为闭口不言 被师父填壁关起来 碧瑶偷偷潜入 并对张小凡告白心意 总之剧情高潮迭起 读者简直看得欲罢不能 尤其是碧瑶和张小凡之间关系的进展 让碧瑶党看到了正宫的希望 评论区疯狂催更 一天才三章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闲 剧情越来越精彩了 想知道青云山如何处置张小凡 弱弱地问一句 碧瑶不会真的是女主吧 那陆雪奇怎么办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自然是全都要 碧瑶小凡大婚之日 就是我打赏至尊之时 看到这 顾成不由同情碧瑶党 因为接下来的剧情 就是朱仙义难评 碧瑶为张小凡挡朱仙剑 顾成已经可以预见 碧瑶党给自己寄刀片的情形 在各大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Victory上线前 热度高的一塌糊涂 锦号华语天后苏七 与自由乐团强强联手 打造神曲 Victory锦号 锦号苏七 进军古典乐 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 锦号 锦号史诗集战歌 Victory霸榜拳王 锦号 各种话题牢牢占据热搜 话题量更是不用说 从维也纳夺冠到现在 仅仅一天时间 Victory的微博阅读量 就已接近七亿 讨论量更是超过150万 足以见这首歌人气多高 12点 Victory中英文 全网同步上线 英文版是金色大厅比赛的现场版 中文版是出发之前就录制好的 歌曲已经上线 就引发全民下载热潮 多个音乐平台都被挤爆了 由于销售行情实在是太过于火爆 仅仅上线半个小时 单曲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大关 随便点开一个平台 你都能刷到Victory的背景音乐 知名乐评人南北投早已掌握流量密码 但凡是跟苏七有关的歌曲 他一律没有放过蹭热度的机会 听了这曲Victory后 我体内的洪荒之力无处宣泄 差点没抄起拖鞋 扇自己两个嘴巴子 滑稽 言归正传 Victory虽然只是纯音乐 但旋律触动灵魂 给人的超脱感极其强烈 战争感极是扑面而来 早起闹铃听Victory迎接清晨 失恋听Victory 治愈疗伤 升职加薪听Victory 庆祝 面试听Victory 加油打气 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 拥有怎样的心情 当你听这首曲子时 你会发现这首歌能横扫负面情绪 让你内心沸腾 激发斗志 华语乐坛最近的歌曲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友情提示 晚上最好不要听这首歌 省得晚上失眠 网友们被南北投说得热血沸腾 纷纷在博文底下评论转发 这首歌战争感扑面而来 听得我热血沸腾 恨不得背上长枪上战场 战 金戈铁马 王 马格果实 莫名想起秦始皇 朕统六国 天下归一 驻长城以朕九州龙脉 为我大秦 护我设计 朕以始皇之名 再次立誓 朕在 当首土开疆 扫平四夷 定我大秦万事之机 朕王 一将生化龙魂 又我华夏永世不率 此事 日月为正 天地共建 仙魔鬼神共听之 听到这首歌百感交集 一天前刚刚报名参军 立志海空 现身国防 飞天巡海 为我中华 开国大典的时候 飞机不够 您说飞两遍吧 当年送您的十里长安街 如今已是十里繁荣 山河犹在 国泰民安 这盛事 如您所愿 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世院在中华家 无辈自当勤勉 持书仗剑要中华 听完歌后 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军 顺利的话 九月份 我就要拿起枪去保护他 顺便说一句 他家有963多万平方公里 他家浴室 有470多万平方公里 不仅是媒体 和博主为其宣传 就连央视文艺部 都亲自发微博支持 Victory 这首歌 乐曲之体层次分明 宏大的和声 大编制的管弦乐 再加现代乐器 带来的高质量重低音效果 曲子节奏强劲 画面感强 具有极佳的听觉冲击力 值得反复聆听 博文的最后 还特地点名表扬了顾成 前有顾成 后有望川 两位都是经得起市场 和艺术两重考验的音乐人 是华语乐坛 几十年难遇的旷世天才 央视文艺部再次呼吁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得意双修 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 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 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做事 希望文艺工作者 试问这样的牌面谁有 可见 Victory这首歌 在国内的热度 以及其影响力 已经完全无庸置疑 顾成曾经说过 Victory 是他用来敲开 欧美音乐市场的试砖石 所以相比国内市场 他更关注海外市场 对于这首歌的反响 好在结果并没有让顾成失望 Victory震撼的女声和合唱 气势磅礴的旋律 已经完全征服了海外网友 在国外最大的视频网站 YouTube上 仅短短一天时间 Victory 视频的播放量 就突破了一千万 直接打破华夏视频 最快突破千万的记录 一首亚洲歌曲 不仅击败全球交响乐团 拿下维也纳交响乐金奖 而且还持续占据 M国热搜榜第一的位置 这让海外网友 根本无法置信 一首亚洲歌曲 在美国热搜第一 感觉很酷 我超爱这首歌 忍不住单曲循环 我大概是疯掉了 但我完全不想清醒 上帝 这首歌 是我听过最好的歌曲 我已经把它设置成我的铃声 Victory 打破我对华夏的偏见 华夏居然创造了 如此震撼磅礴礴的歌曲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史诗级战歌 因为这首歌 我对华夏的电影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没有歌词 但女生真的很有穿透力 直接洗刷了我的灵魂 可惜 没有听到这首歌现场演奏 如果自由乐团来欧美开演唱会 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会去捧场 这首歌里击中了我的灵魂 我为它疯狂 已经预定了黑胶唱片 期待尽快拿到唱片 百听不厌 还有没有类似的歌曲推荐 毫无疑问 Victory已经风靡全球 这验证了顾成的猜想 音乐无界限 虽然跨越了一个平行世界 但大众的品位都是基本一致的 经典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流传 按照这样的情况 自由乐团的海外演出 应该不会出现冷场的情况了 这首战歌 主要是用来开拓影视剧配乐的市场的 顾成在等 等这首歌曲传播的再广些 影响力再扩大一些 让那些大制作的影视剧 关注到Victory背后真正的价值 到时候 自由乐团的影视剧配乐工作室 就能在海内外全面开花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宋江带着团员 跟来自世界各国的大事交流 毕竟现在乐团有顾成股份 刘洪光比较上心 所以跟着宋江一起 帮乐团接洽国际业务 顾成和苏七 这俩不负责任的 带着顾安然 从早到晚都在玩 原本想带小丫头 打卡一下欧洲的其他国家 但小丫头很喜欢奥地利 尤其是对维也纳情有独钟 想到以后出国的机会多的是 顾成也就随便他了 在此期间 朱仙 剧情进入大转折 鬼王 独神等带领魔教攻上青云门 道玄祭出朱仙剑后 两败俱伤 随即普治大师杀了草庙村的世纪曝光 张小凡心魔倾斜 此时 规则与正道 尊师与好友 都无法给予张小凡安全感与信任感 他心底唯一的温情 来自于那个绿衣如水的少女 碧瑶决定不顾一切张小凡离开 道玄拼着重伤 祭出了朱仙剑斩杀张小凡 九幽英灵 朱天神魔 以我血蛆 奉为牺牲 三生七世 永堕炎罗 只为擒故 虽死不悔 即使我是邪魔歪道 你为青云正门 也不妨爱 我为你挡下这朱仙一剑 碧瑶以自身精血与魂魄破为代价 催动痴情咒 宁成血强 为张小凡逆天挡下朱仙剑致命一击 这个少女血活了 即便是那些战队血气的读者 都曾为碧瑶所打动 所以这个剧情杀一出 所有朱仙书迷都要疯了 部分激进读者开始在评论区 疯狂谩骂作者无耻 表示要弃书 傻屁作者 居然拿我碧瑶挡剑 弃书弃书弃书 重要的是说三遍 痴情咒原来是这样用的 看见碧瑶挡剑 我心脏疼得快要窒息了 大无语事件 居然把女主给写死了 这书还有追读的必要吗 太毒了 这是为了扶征陆雪奇 把我碧瑶挟死吗 我占反雪派的 但同样觉得 可惜估计这些都是 作者安排的俗套剧情杀 碧瑶绝对不可能死的 后面绝对会复活 要是复活 我连夜刀了作者 就连大疆看了文之后 都忍不住微信问他 大佬 你这样安排剧情 订阅有可能暴跌的 碧瑶之后还会复活吗 故城没有隐瞒 结局钱都不会复活 你这样写 会劝退很多读者的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江大你放心 后面的剧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有分寸的 故城知道 大将在担心什么 碧瑶这个角色 塑造得太成功了 甚至当年不少追连载的读者 都是为了看碧瑶复活 故城曾经也对此一难评 但是碧瑶这个角色 对张小凡的成长 有着决定性影响 即便是后面躺下了 还在不断 也推动小说的剧情发展 万物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严格来说 所有故事的脉络 都是围绕着这把诸仙剑展开 碧瑶的死 击碎张小凡心中 对于青云山的眷恋 也打破其正道信仰的 最后一道防线 碧瑶死后 张小凡真正和青云山 划开界限 鬼力就此诞生 而且碧瑶都未能复活 恰好加持了 他的超高人气 彻底让他美丽痴情的形象 永远定格 大将让顾城 做好心理准备 碧瑶挡剑死后 接下来的订阅 有可能会疯狂下跌 结果订阅不跌反涨 直接从八万多的军定 一下暴涨 到了九万五 贴吧 论坛等等 书友们疯狂讨论诸仙的剧情 在这样巨大的热度冲击下 小说的数据一路上涨 以目前的上升趋势 只需要再来几个大风推 军定就能突破十万了 顾城乐坏了 这样一来 这个月的稿费 很快就百万了 得知顾城订阅不跌反涨 终止俱乐部的大神们 极度的质币分离 暴君牙腾道 事成你压的都把女主写死了 订阅没跌成狗不说 居然还暴涨 咕苏杠把子总结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书中 无女人订阅自然神 大雕蒙昧物了 现在的读者 口味都这么变态吗 懂了 老子这就去改文 许三水可没有这群人的兴致 他也是朱仙的书迷 还是忠实的碧瑶党 兄弟 跟哥们剧透一下 碧瑶还有机会复活吗 顾城卖关子 欲听故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简 许三水骂骂咧咧道 兄弟 我跟你说 你可一定要复活碧瑶 别让我们碧瑶党韩星啊 我爱黑SI发表观点 这样写不是挺好的吗 碧瑶一死 剧情直接原地升华了 有一说一 小说的人物刻画的确实好 代入感很强 有争议才有热度 你小子入行才一个月 就摸出了网文精髓 活该你活 毕竟是老江湖 果然眼光毒辣 众人就这么讨论了几句后 突然开始画风突变 兄弟们 发点色图 马子没动力了 我需要补充能量 整天色色 我营养都快跟不上了 没有点精神粮食 哪来灵感呢 兄弟们 快点把你们的存货发出来 经过这些日子相处 顾成已经看穿了 这些作者的品行 一天天不是看色图 就是墨鱼斗地主 没一个正经人 发了个再见的表情包 顾成默默退出了群聊 在奥地利玩了一周左右 顾成他们终于踏上了 回城的班机 回国后 顾成第一时间 给了林慧如电话 把他约到工作室 小学店 你这办公室够大够舒服啊 林慧如四处打量一番 打去道 看来苏琪很疼你嘛 还行吧 林学姐 你随便坐 顾成清了清嗓子 林学姐 你对于转型 有没有什么特殊想法 可以说出来 我们交流交流 林慧如在顾成对面坐下 我的人设 小学弟 你都知道吧 顾成点头 知道 性感 因为傲人的身材 公司给林慧如的定位 就是性感 林慧如也将这个人设 经营得很好 在娱乐圈 素有人行春药 人间独要的的性感之称 但他现在显然不满足于这个标签 性感可以是特色 但要是歌手和演员一样 被贴上标签后 会限制以后的发展 毕竟性感是有保质期的 林慧如望顾成 目光灼灼 顾成 比起身材 其实我更希望别人关注的是我的生意 关注我的业务能力 你懂我意思吧 我要以全新的面貌 站在舞台上 惊艳所有人 不同以往 顾成摸摸下巴 有些犯难 他之前收集了林慧如的资料 首先从以往风格上来说 林慧如必然是性感出逼 他的专辑不多 大多都是翻唱居多 多数单曲嗓音词性 但不逆味 歌词含蓄又挑拨 若有四无 如同羽毛聊拨的性感 最近林慧如确实在尝试转型 试着往多元化发展 但显然效果不明显 即便是王思年教授帮忙改编的 《春梦歌》 以国风为主 没有以性感作为核心 但是那首歌 却依旧诸多性感元素 无论是舞台或是编舞 在顾诚眼里 歌手转型无非是转风格 对于风格 他自己完全是不纠结的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 顾诚只做想做的音乐 顺其自然地发展 而不是限制在风格的框子里工作 但是主流艺人会比较在意 所以大部分偶像歌手 在积累人气后 都会尝试转型实力歌手 但林慧如如此迫切地想要转型 顾诚还是有点意外的 不怕你没本事 就怕没人记得住你 在娱乐圈想要出头 必须个性鲜明 林慧如在性感歌手这条道路上 急速狂飙了几年 虽然没继身一线天后 但在业内的知名度 辨识度 都是很多当红花旦无法比拟的 转型可是一条曲折之路 压力可不小 故城清了清嗓子 林师姐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就没想过一条路走到底 将性感走到极致 林慧如轻捂着嘴 笑得明媚娇俏 小师弟 娱乐圈可从来不缺新鲜血液 性感什么的 可是会随时凋零 或者被取代的 性感就像一把双刃剑 她让林慧如迅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但同时也让她的职业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现在找林慧如的通告都是真人秀 以及影视剧音乐配角居多 音乐通告几乎没有 很显然 制作方显然只看中她的身材 而非她的专业 年轻的时候可以当偶像 但是容颜退去的时候 又当如何 林慧如并不想犹如昙花一线般 急速衰败 故城提醒她 转型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学姐你可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林慧如肯定的点头 歌手终究还是需要靠作品来说话 学姐相信你 她需要一个震撼的新作品 来突破人们的固有印象 话都说到这份上 故城自然没有什么好推举了 林师姐 你自己有没有想要走的风格 林慧如点头 故城 你别看师姐这样 其实我是非常传统的女人 我喜欢华夏的传统文化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走民族风或者国风路线 故城皱眉 民族风和国风 林慧如点头 狐狸眼上扬 我是少数民族 最初就想走民族风路线 只不过这几年 民谣风市场低迷 公司没什么前景 才规划的性感路线 后来 转型我又尝试往国风发展 但是效果却不太明显 故城右手微曲 只见在桌面 有节奏的来回轻敲 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民族风这个 故城没有见过 林慧如这方面的作品 不过 当初在江义看林慧如表演时 她的国风舞台不错 戏腔十分有味道 这让故城连想到了一首歌 赤灵 不过相比真正下功夫 学习戏曲的张艺 林慧如的戏腔 整体还是差了一点 民族风和国风 故城白光一闪 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人 萨鼎鼎老师 作为从清歌赛走出来的 像萨鼎鼎 姚贝娜这些歌手 在歌坛被誉为奇才 实力吊打一众同行 萨老师的咬字 既不像学院派那样 自证腔圆 也不像欧美派那样扁平 拿捏得十分恰当 而且 她的发声机能变化很大 声音宛若一条线 纤细绵长丝滑而富有韧性 轻柔地穿梭于各个音区 扎实的唱功 是对一个歌手的基本要求 林慧如的话 毕竟是专业出身 还是江义的学霸 唱功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她的声线颗粒感十足 高频突出 对于气息的把控很到位 强声质量也不错 弱声也处理得很好 柔和而富有弹性 由她来演绎 左手指乐 虽然有难度 但是要是唱好了 效果也是十分惊艳的 顾承停下右手 看向林慧如 林学姐 民族风先不提 国风你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我这里有一首歌 能让你出场 就惊艳众人 只不过 这首歌的音域很高 音域高 林慧如美目一亮 狐狸眼上扬 小学弟 你别忘了我可是你师姐 在江义的时候 我的专业课全部都是A家 再说我可是唱山歌出来的 音域高怕什么 顾承打开电脑 你先等我一下 我现在 把这首歌写给你看看 顾承的速度很快 林慧如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她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把一首歌敲了出来 写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容易了 还没等她回过神 顾承已经把歌曲打印了出来 这首歌叫 左手指乐 师姐你先看一下 左手指乐 这首歌层层高音 能不降调唱好这首歌的歌手 屈指可数 所以她提醒了一句 你先试唱一下 如果不行我再想别的办法 林慧如接过曲谱 我看看 半想后 林慧如诧异地抬头 小师弟你这何止是高 你这都变太高了 不光高 而且广 一般一段题的歌曲 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平淡的 不会用这么宽的音域 因为篇幅有限 无法用更多的乐句来舒展情绪 而且音域太宽 在这种相对短小的句子中 唱起来容易出现音区不统一 歌劣感比较重的情况 可这首歌强声的发音极高 同时要求高密度的F5咬字 但是一点也不及卡 除气息外 无论是强声还是弱声 都考验歌手对共鸣腔体肌肉的控制 林慧如捏着曲狗 觉得要窒息了 在苏七DN4看着对面的门发呆后 刘洪光把手里文件啪的一盒 想看就过去啊 苏七宁眉茫然道 什么 刘洪光忍不住吐槽 自从林慧如进了公司 你就开始心不在焉 这份文件我看你一页没翻 但纸张都快被你画烂了 他一把抽掉他手中被画得惨不忍睹的资料 怎么 担心林慧如吃掉故城 苏七一顿 若无其事地丢掉手里的笔 你瞎胡说什么 我刚才只不过是在思考 看他眼神多闪 刘洪光撇了撇嘴 死牙子嘴硬 两人一起工作了十年 要问最了解苏七的人 全公司里刘洪光说第二 就没人敢说第一 大概苏七自己都没有察觉 他的视线总是有意无意地追随故城 眼里还时常流露出 欣赏以及崇拜的目光 一看就知道是春心萌动了 到底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姑娘 刘洪光也不想拆穿她 给她找了个台阶下 苏七 林慧如好歹也是你后辈 人家上门来寻求合作 你这个做老板的余情余理 也该去看一下 苏七朱唇一鸣 就想回对 但转而想到 林慧如到公司后 男员工集体兴奋的样子 以及故城和他见面时 嘴角那抹刺眼的笑容 苏七小脸一鸣 倾壳了两下 老刘 听你这么一说 我不过去 好像确实不太合适 他装作勉为其难的起身 那我过去看一下 顾城的歌写得怎么样了 顺便帮忙把把关 赶紧走 别影响我工作 刘洪光不耐烦地挥手 重新打开了手里的文件 他要抓紧时间 筛选一批练习生 要不看顾城 一手手金曲往外送 他摘心甘地疼 另一边 为了让林慧如更加理解 左手指约里的感情 顾城直接把整个故事的磅 用言语勾画出来 然后再手把手地交 苏七过来时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两个人挨着坐一起 顾城一段一段的细心讲解 林慧如一句句的认真学 两个人都全情投入 以至于连苏七过来了 都没有察觉 苏七嘴角淡淡地一撇 心底没来由地 生出一股莫名的火气 交唱歌就交唱歌 用得着挨得那么近吗? 苏七暗吸口气 抬手轻扣了两下门 嗨嗨没打搅到你们吧? 没有 我们都讲得差不多了 林慧如站直身 巧笑嫣然地招呼 苏七姐 恭喜你在维也纳获奖 苏七牵了牵嘴角 谢谢 不过不用叫我苏七姐 我们都差不多大 所以叫我苏七就可以 她抬脚走过去 撞似不经意地走到两人中间 顾城 给我看看乐谱 顾城把乐谱递给苏七 同时还自觉地起身 另拉一把椅子给她 苏七自然地挨着顾城坐下 这首歌叫什么? 顾城 左手指月 林慧如意味深长地眯起眼 视线在两人之间流转 苏七方才这一系列的动作 像是在宣誓主权 又像是小孩子 在保护自己喜爱的事物 这俩人有点意思 林慧如勾唇笑了笑 重新做回自己的位置 并跟他们微微拉开了一些距离 乐谱一入手 苏七的专业性就上来了 忍不住深深的皱眉 歌词写得不错 但音区怎么这么高 而且音域还宽 开头的音域跨度 就高达两个八度 这首歌很难唱啊 音乐里两个八度等于十五度 三个八度等于二十二度 普通歌曲一百三十四左右的音域度 已经是大哥了 而手里的乐谱 音域跨度高达二十度 简直就是大哥级别 尤其是男歌手 假声能整到B5 就算条件不错了 假声高到G5到A5都没几个 这首歌一般歌手很难驾驭 林慧如忍不住补充 超高音就算了 这首歌居然还有多种唱法 高音还有花枪唱法 花枪女高音 具有繁华似锦的灿烂音色 与令人折舌的超高音 是抒情性女高音中最仙巧 最灵活的声部 她所要求的声乐技巧 必须极为娴熟 而她本身是 具有独特艺术魅力 又最具有难度的声乐演唱技巧 整个华语乐谈 能做唱花枪的女歌手 寥寥无几 上来就是地狱难堕 林慧如看着顾诚 敬佩道 顾诚 乐谈也就只有你 才能这样达破常规 创作出这样的曲子来 这首歌确实很难 但正是因为难 所以才更令人惊艳 才能给观众呈现震撼的视听盛宴 在顾诚眼里 这首歌很华夏 很典雅 也很气派 萨老师可以说是凭借万物声出圈 凭借左手指月 奠定江湖地位 几乎每次在不同场合表演这首歌 都能引发热议 更是凭借这首歌上了多次热搜 可见这首歌的舞台效果 有多惊艳 顾诚看向林慧如 林师姐 转型不如直接蜕变 我们挑战不一样的高度 给观众呈现一个焕然一新的林慧如 才能撕掉你身上的标签 歌曲要注意的点 好 林慧如点头 深吸口气便开始挑战 左手握大地 右手握着天 掌纹列出了十方的闪电 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 三千世如所不见 左手捏着花 右手捂着剑 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血 左手指月这首歌 全篇三段都是同一段旋律 层层递进 萨老师当初演唱时 在最高音采用的并不是纯头声 保留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音色 和清晰的咬字 而且 他拥有顶级的声线压缩能力 演唱时 真假声转换毫无痕迹 一条线从头到尾贯穿始终 整个歌词从歌曲 到编配 到演唱 都浑然一体 给人一种宿命 哀怨 怜悯 以及看穿和不悔的奇特纠结感 至于林慧如的话 苏七和顾成对视一眼 都听出林慧如唱破了音 左手指着月右手取红线 赐予你和我如愿的情缘 月光中你和我 左手画成与右手成灵片 有几个高音部分 林慧如没能唱上去 从高音转低音时 也有明显的断气感 真假音转换 感觉有些生硬 没能做到轻松自如 但毕竟是第一遍试唱 能唱成这样 也算不错了 我左手拿起你 右手放下你 合掌时 你全部被收回心间 一注香啊 你是我无二无别 异曲结束 林慧如看着顾成 二话不说 就直接道歉 对不起 我刚才的试唱 很多地方都没有唱到位 第一遍唱成这样 其实已经算不错了 顾成没有指责 因为他能看出 林慧如非常努力地 想唱好这首歌 开头唱的不好的部分 在中断时 他就开始尽力地调整 结尾已经能稍微拉回一点 林师姐 这首歌我不说 相信你自己都知道 哪个声部唱得不到位 顾成提醒他 你师姐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你演唱时太顾着技巧 从而忽略了歌曲本身的感情 这首歌不光是重技巧 更要重感情 不然无法唱出 荡气回肠的感觉 林慧如重重点头 我知道了 那我再来试几遍 在顾成的静心指导下 林慧如着了魔般的练习 练习十几遍后 他已经能掌握曲子的 大部分中高音 最后林慧如的嗓子 实在不行了 才终于肯停下来 苏七重肯的点评 这最后一次 唱得明显 比之前好多了 大部分声部都到位了 林慧如捂着胸喘气 还是有些不满意 高音虽然勉强唱到了 但是我唱得很费力 没办法转换自如 以前林慧如的歌 只追求旋律 基本没有什么难度 而左手指乐 却极其考验歌手功底 拿到曲谱时 他整个人几乎无从下手 好在顾成指点了 不少演唱技巧 不然林慧如 不知道要摸索到什么时候 顾成笑道 熟能生巧 林学姐回去后慢慢练习 以后自然就能唱得 灵活自如了 林慧如双眼放光 有了这首歌 这次转型不出意外的话 基本是稳了 即便是林慧如自己 都不相信他能驾驭 这类高难度的演唱风格 观众就更不愿意相信了 只要比赛里 不遇到什么皇族 那么拿歌王都是极有可能的 想到这 林慧如红了眼眶 小学弟 真的太谢谢你了 师姐这次欠你一个大人情 以后你要是需要帮助尽管提 师姐一定义不容辞 师姐客气了 顾成笑着打趣 能帮助到学姐 我也很高兴 之后学姐要是比赛胜利了 要是还需要歌尽管开口 学弟别的忙帮不上 写歌还是在行的 林慧如眉眼一亮 笑得明念动人 小学弟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到时候可别耍赖 比赛要是顺利进入义宫 他肯定还需要其他歌曲继续参赛 有顾成这句话 林慧如的心瞬间定了一半 你看我是这种人吗 顾成打趣笑道 你看我不光帮忙写歌 还包交包会 这样服务周到的音乐制作人 你去哪里找 林慧如扑斥一笑 狐狸眼里流光练艳 眉眼俱视风情 麻烦了你们一天 这回都快到饭点了 我请你们出去吃饭吧 怎么能让慧如你请客呢 一直沉默的苏七突然起身 站到顾成身边 你难得来这一趟 于情于理都该是我们做东 对吧顾成 苏七亲碰顾成的肩 特意咬中了我们两个字 林慧如笑了笑 谁请不是请呢 顾成直接拍板决定 我来请吧 师姐 之前就说要请你吃饭 现在正好补上 苏七眼珠子一转 笑着提议 顾成 要不带林师姐 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吃吧 那里是会员制的隐私性强 菜品也不错 安然也喜欢那里 林慧如点头 我没意见 既然这样 我去叫刘继 还有安然一起 顾成一走 两个女人同时看向对方 林慧如挺了挺胸 率先打破沉默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不太喜欢我 苏七淡淡地否认 你想太多了 两人四目相对 眼里都在暗暗较劲 这时 顾成牵着顾安然进来 可以出发 你们两个在干嘛呢 顾成觉得气氛有些怪异 林慧如若无其事地否认 没什么 苏七展颜一笑 餐厅已经定好了吗 顾成点头 定好了 苏七静止走过去 牵起安然的手 那走吧 聚完餐回家 左手指约的稿费 也打到了顾成的卡上 这首歌 他最终收了 友情价六百万 再加上之前写的那几首歌 顾成卡里 如今已经有了 一千六百多万的余额 一千六百八十五万多 距离目标又更近了一步 看着卡里的余额 顾成心里美滋滋的 浑身都充满了动力 马子 马子 顾成打开电脑 进入中横作家后台 上架前 顾成有四十几万的存稿 几十万的存稿 听起来很多 但光是上架 就用掉了九万 然后在维也纳期间 顾成都没有时间马子 所以现在存稿 已经所剩无几 不能再继续偷懒了 得赶紧置冷起来 关进小飞屋两个小时 顾成直接干了一万五出来 更新完章节 顾成点进订阅后台 订阅整体 还是呈上升趋势 只不过 可能是已经接近天花板 上涨幅度明显比之前慢不少 顾成不由感慨 还差三千军左右 就十万军订了 看着订阅一步步接近十万 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看看评论区怎么样了 碧瑶死的时候 顾成直接被骂成了响 现在评论区的戾气 明显比前几日少了很多 显然经过几天的缓和 读者基本已经接受 碧瑶党剑的事实 碧瑶党开始扛起复活大旗 整日在评论区 书圈呐喊 让顾成将它复活 甚至盖起一座高高的碧瑶复活楼 每日众筹打赏 只求让碧瑶复活 可见碧瑶人气之高 看见顾成更新 大江给顾成发了微信 大佬 你是不是回来了 嗯 回来了 今天又有一家公司联系我 想跟你买 诸仙的游戏改编版权 对方这回开价到了一千万 要是不满意的话 价格可以面谈 顾成直接拒绝 没必要面谈 江大 你帮我拒绝了吧 大江有点费解 大佬 你是对价格不满 还是真的不想卖 顾成直言道 不想卖 江大 诸仙的游戏版权 我想留着自己开发 大江这回真的诧异了 你想留着自己开发 你想怎么开发 自己找游戏公司 不是 我打算自己开一家公司 或者收购一家 现成的游戏公司 大江人骂了 现在的大佬 都这么好横的吗 好吧 老张前几日 刚从外地回来 这几日要是有空 我们组个局怎么样 行 江大 以后要是还有这种 询问版权的 你直接帮我推了吧 诸仙的版权我不卖 退出聊天后 顾成开始看着荧幕发呆 让刘继帮忙 打听游戏公司的事 都半个月了 至今都还没有眉目 当初两部仙侠 天花板飘渺和朱仙 都卖了游戏版权 飘渺卖给出了 金庸群侠传的志冠 朱仙第一部 以120万的价格 卖给了完美世界 众所周知 在网游时代 宝岛的公司 几乎全军覆没 没有任何一款爆火网游 所以 飘游游戏没机会 更进一步 而当时完美的 网游原创能力 在业内属于顶级 朱仙因此大火 推动了简体销量 顾成对于朱仙 是信心十足的 前世朱仙的游戏 生命力极为顽强 甚至带动 朱仙这本书的销售周期 也延续了十多年 本来还想着 明天再打电话给张中天 结果 对方主动先联系他了 顾成 恭喜你们乐团 维也纳获奖 谢谢张大哥 顾成笑了 这段时间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正想打电话 约你抽空一起吃饭呢 吃饭什么的不急 张中天爽朗一笑 顾成 我听大江说 你想自己开公司 开发朱仙的游戏 IP 顾成心神一动 张大哥 你有认识这方面的朋友 我有个朋友 正是开游戏公司的 这几天 他正准备开招标会 条件应该符合你的需求 顾成一喜 急忙道 什么公司 在哪里 你先别急 这是背后有些麻烦 电话里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张中天提议 这样吧 我们找个时间 见面戏谈怎么样 顾成想了想 没问题 我们明天见怎么样 那就这么说定了 顾成在刘洪光的介绍下 找了家口碑不错的私房菜馆 开了包间 除了张中天 顾成也叫上了大江 两个人是一起到的 大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国字脸 身材很高大 一进包厢看见苏七后 大江直接愣在原地 两眼发直 苏苏苏七 苏七笑着起身 伸手打招呼 江总编是吧 很高兴见到你 大江激动上前 大手在裤管上 用力地抹了几把 才敢伸手回握 苏天后 你好 虽然知道顾成和苏七关系匪浅 但是大江压根想不到 自己今天有机会见到他 毕竟苏七可是华语步 现在已经是国际天后 天后怎么会随随便便就能见到 早知道苏七会来 他就带专辑过来了 苏天后 我们全家都是 你的粉丝 你等下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苏七笑着点头 没问题 江大 你先坐 见人到齐了 顾成招手 让服务员上菜 等菜的间隙 张忠天随口问了一句 顾成 朱仙现在有多少订阅了 还差三千就十万军订了 众人动作一顿 刘洪光更是倒抽了一口气 顾成 你小说的订阅居然有这么高 顾成点头 不出意外的话 月底之前就能突破十万军订 刘洪光咋舌道 十万军订 乖乖 这一个月的多少稿费啊 大江直言 月入百万不是梦 网文作者绝大部分都是在温饱线上挣扎 十万军订的成就 即便是龙头老大乐文 目前能达到这个成绩的也不过单手之数 最重要的是 朱仙是完全没有课金 是用绝对实力获得这个成绩的 在连载期间就能突破十万军订 这成绩足以载入网文史册 大江测头 说到这 还得感谢老张 要不是你介绍 我也没机会签下这本神作 张忠天也不有感慨 我自己也没想到 朱仙 这本小说 张忠天全程都在追的 还给顾成打赏过几个至尊 他当初压根没想到 顾成随手写的小说 居然能在网文界掀起那么大的动静 顾成谦虚道 都是读者厚爱 闲聊的过程 餐厅依次上菜 顾成招呼道 先吃饭吧 大家边吃边聊 酒过半巡后 顾成这才切入正题 张大哥 你之前跟我说的 那家游戏公司叫什么名字 闪电游戏公司 大江脱口出 这个公司不是倒闭了吗 张忠天皱眉 谁说倒闭了 之前新闻不是都说 闪电的资金链断裂了吗 年初时闪电的游戏产品多不下价 之后 媒体又撰写闪电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经营不善 连年亏损的消息 大江以为这公司倒闭了 还跟同事惋惜了几句 没曾想这家公司 居然还在苟延残喘 那些新闻 都是不良媒体杜撰的 张忠天叹了口气 不过闪电现在的情况 也基本跟倒闭差不多了 顾成给他倒了杯酒 张大哥 我对这些游戏公司了解不深 麻烦你 给我讲讲闪电的真实情况 张忠天点头 闪电游戏公司的大名 想必你们都曾听过 除了旗下开发的绝地突击 密室逃杀等热门游戏外 闪电最为著名的 还是其公司一手研发打造的虚幻引擎 关于这点顾成还是知道的 虚幻引擎曾是最受第三方厂商欢迎的游戏引擎之一 目前市面上有部分端游以及手游 都曾以虚幻引擎打造作为卖点引流 顾成属实没想到 创造出这个虚幻引擎的 居然是闪电游戏公司 虚幻引擎在每一个方面都具有极高的易用性 尤其侧重于数据生成和程序编写的方面 而且操作便捷 如果这个引擎用在开发朱仙上 那么美工只需要程序员很少的协助 就能在完全可视化的环境中 尽可能多地开发游戏的数据资源 故城不解 张大哥 闪电竟然有虚幻引擎在手 又怎会沦落到破产边缘 因为市场市场占有率太低 张忠天给他分析 大公司都各有自己研发的引擎 小公司又用不起昂贵的虚幻引擎 导致闪电明明拥有核心技术 却依旧连年亏损 古城了解了 虚幻引擎作为商业引擎 随着技术的研发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可是售价高销量低 资金无法回笼公司 自然就会连年亏损 张忠天接着补充 真正导致闪电支撑 不下去的还有一点 暴风集团盯上了闪电的虚幻引擎 年初时 暴风挖走了闪电的技术骨干 然后利用公司的资源 准备研发同款引擎 这直接导致闪电新一代引擎的研发 胎死腹中 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大江听得一脸气愤 暴风集团不愧是日资企业 只会搞挖人抄袭的行当 手段卑劣 刘洪光以见怪不怪 资本就是这样的 小公司没有足够实力 只能被大公司玩弄于股掌之间 闪电目前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三天后就会举行公开招标会 拍卖公司股权 张忠天看向故城 如果你想要自主研发朱仙的话 买下闪电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这个成本 可能跟你的预算有出入 故城陷入沉思 张忠天这话的意思是 收购闪电所需的资金 明显会超出故城的能力范围 但相对而言 闪电也拥有其他游戏公司 所不具备的核心技术 以及专业的技术人员 如果故城能顺利收购闪电 那么朱仙 游戏的研发以及上市 效率要比之前故城预想的要快得多 现在 朱仙正是热度最高的时候 自然也是越快越好 故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 张大哥 收购闪电的话 至少需要多少资金 不爹 张忠天直言道 闪电这次竞标 暴风集团也参与其中 知道为什么吗 故城皱眉猜测道 因为闪电拥有虚幻引擎的核心技术 张忠天点头 没错 虚幻引擎真正的核心技术 还在闪电手里 所以 即便闪电资金链出现问题 但按照公司目前的市值估算 七八千万的资金是少不了的 故城沉默了 因为他手里只有一千多万 心有余而力不足 刘洪光见故城还真有异象 忍不住开口 故城 你疯了 你该不会真的打算 花几千万去收购闪电吧 原本以为故城收购游戏公司 只是小打小闹 小投个几百万试水玩玩 可是眼下 要收购闪电的话 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 只是开发个游戏 砸七八千万进去 这风险太大了 我确实想要收购闪电 故城斩钉截铁道 他对于朱仙网游 信心满满 当年朱仙最火的时候 全网点击破译连续 可谓是皆知相闻 也就是这个时候 国内诞生了第一仙侠网游 朱仙OL 以网文改编的网游数量绝对不少 但能够像朱仙一样 火爆的 真的是一款也没有 当年完美世界 更是凭借朱仙这款网游 成功在游戏圈站稳了脚跟 并且顺利上市 故城有绝对的把握 让朱仙这款网游 在这个世界发光发热 将其打造成现象级的爆款游戏之一 想到这 顾城侧头看向苏七 认真地开口 七姐 我能先跟公司遇之前吗 或许是怕苏七为难 顾城还补充了一句 我可以跟公司签对赌协议 顾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苏七知道 他是真心想要收购闪电 作为游戏绝缘体 苏七平时最心于音乐 仅有的闲暇时间 不是看书就是发呆 顾城对于游戏的执着 甚至为此不惜主动提出 跟公司签对赌协议 他是不太能理解的 顾城 钱不是问题 但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七姐 我早就考虑清楚了 顾城神色前所未有的认真 收购游戏公司 是我一开始就有的计划 闪电虽然超出我的能力范畴 但是我对这个项目 有绝对的信心 刘红光皱眉 还是有些担心 顾城 平日里我也没见你怎么玩游戏 你对游戏行业真的了解吗 这可不是小钱 刘继你放心 开游戏公司 我并不是心血来潮 顾城给他们详细分析 我观察过国内的游戏 目前比较流行的是 圣者为王 这类的射击游戏 要不就是 我是传奇 三国英雄 这种角色扮演游戏 古风网游基本都是以武侠为背景 仙侠市场目前尚处于空缺的阶段 所以 朱仙一旦顺利上市 就属于首创 在网游市场占有绝对的优势 刘红光这下 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大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全程在一旁默默地干犯 网文他了解 网游他也知道 但是网文改编成网游 然后还涉及到前后的利益 他就真的一窍不通了 张忠天算是这群人里 对于游戏行业了解较深的人 见顾成态度坚决 不由出声提醒 网游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不是由游戏玩家本身来决定的 而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 顾成 仙侠网游目前没有市场 也一定能在市场上 顾成笑了 你们该不会以为我收购闪电 就只打算开发朱仙这款网游吧 众人一乐 苏七信也密起 顾成黑黑一笑 除了朱仙 我还有其他的游戏策划 而且全部都是市面上并未研发 稳赚不赔的游戏 刘洪光忍不住 什么游戏还能稳赚不赔 目前计划尚未成型 所以具体的我先保密 等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顾成笑道 刘洪光气得暴粗 那你现在说个球 七剑 你最了解我的情况 顾成难得流露出几分哀求之色 想要收购闪电 我身上的钱真的不够 公司可以先借给我一些吗 苏七白他一眼 在你眼里 我是这样冷漠的人吗 顾成来公司才一个月 就帮公司进涨一千多万 按照这个赚钱速度 这点钱对他而言 不过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不就几千万吗 这点钱 我私人就可以借给你 到时候要钱的时候 你说一声就是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 这还是头一回 有人这么慷慨地对顾成说话 怪不得世界上总有人 对于吃软饭恶此不彼 这被人宠着的感觉 真的是妙不可言 顾成大为感动之余 忍不住激动道 谢谢七姐 我真的爱死你了 以后我一定会卖名为公司 为七姐好好工作 明知道顾成只是向征信一言 苏七还是忍不住翘脸一红 他性慕一员 用力瞪他 好好说话 少凭嘴卖乖 顾成自己也不习惯这样卖萌 他面色整了整 张大哥 你是生意人 对于说过公司这些流程比较熟悉 到时候 你方便陪我一起去吗 张中天倾渴两声 顾成 实不相瞒 闪电的总裁消遣我认识 这一点顾成早就猜到了 因为张中天对于闪电的情况太了解了 基本就是内部资料 张中天敲敲桌子 如果你想要收购闪电 我还可以从中周旋帮忙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想资金入股 顾成眯起眼 张大哥 你想仓谷 张中天点头 对于朱仙的前景我比较看好 再加上我相信你的能力 顾成沉默了 在他的概念里 闪电以后绝对会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游戏公司大户 如果可以的话 顾成想全权控股 但是这里是帝多 顾成如今就属于单枪匹马 在帝都闯荡 毫无背景可言 而张中天是金圈大院子弟 金圈是娱乐圈所有圈子里 抱团最为严重的 顾成的公司 要是有他仓股 就等于在帝都打开了人脉圈 之后 无论是公司的发展 还是顾成自己 在帝都的路都会顺利的多 毕竟有时候 人脉是社会竞争里 最容易成功的捷径 而且顾成看得出 张中天想入股 更多的不是徒利 而是想帮他一把 这份人情 他高低的领了 陈寅半想后 顾成终于试探性的开口 张大哥 闪电目前不过是小公司 参股10% 你可以接受吗 张中天总监 没问题 谢谢张大哥 顾成暗松了口气 随即笑道 不过张大哥 你入股就不怕我把公司 给亏没了 张中天无所谓的笑了 顶天也不过就一千万 赚了皆大欢喜 赔了不过是个零花钱 全当是完了 众人 顾成笑了 果然是有钱就是任性 张大哥霸气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顾成举杯 来 预祝我们收购顺利 我们干杯 干杯 聚完餐回去 顾成第一时间就回到了书房 三天后就是闪电招标的日子 虽然苏七已经答应借钱给顾成 但是在此期间 他还是打算尽可能地去筹钱 一千五百多万 在卡里都还没五热 就准备要交出去了 顾成不由深深叹气 只有两天的时间 我看看要怎么赚钱 华鱼那边还签了三首歌 要是一次性交付了 就有一千万左右的入账 顾成打算明天就交出他们想要的歌曲 这么一算 来这里也给别人写了好几首歌曲了 想想这一个月来 他都是只给别人写歌 自己还没有出过一张专辑 经过维也那一战 现在望川的名气已经打了出去 顾成琢磨着 什么时候也要抽空为自己筹备一张专辑 毕竟现在他真的太缺钱了 还是等过阵子吧 先把手头的手忙完再说 怎么没见七姐 一份牛皮纸文件 啪的甩到刘洪光的桌上 惊得他一口枸杞喷不而出 你忘了 央视那边给他安排了个音乐专访 今天一早他就过去了 顾成这才想起 凭借这个月国内外出色的音乐表现 苏七备受央视青睐 特地给他安排了一期十年专访 央视专访的牌面 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即便苏七在佛系 这种访谈也不能随便推的 刘洪光朝文件努努嘴 这是什么 顾成揉了揉太阳穴 之前跟华语约定的歌 不是还欠三首吗 全在这了 三首 刘洪光瞳孔一阵 枸杞都顾不得补了 顾成 你这该不会是熬夜赶出来吧 至于这么拼命吗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文件 入目就是一张日语乐谱 刘洪光眉头发紧 这怎么是日语 顾成掀了一下眼皮 哦 那是写给赵梦梦的日语歌曲 打上花火 赵梦梦是典型的蒙媚萝 在岛国的人气很高 前不久 华语跟顾成要了 启封了的改编权 将这首歌改编成日语版 让赵梦梦演唱 顾成出发维也纳前 日语版的启封了 刚刚在岛国上线 据说 那边的反响不错 拿下了好几个流行榜单的榜首 所以 这次顾成干脆投其所好 直接给赵梦梦来了一首 八爷的经典日语歌 既然七姐不在 那刘继等一下 陪我去一趟华语 把这几首歌 给莫总监过目一下 不用去华语那么麻烦 莫总监上次就说过了 只要你的歌写出来了 给他个电话 他立马就到 刘洪光给莫向东 发了条微信 知道是顾成把歌写出来了 莫向东直接秒回 他现在开始赶过来 估计半小时就到 刘洪光把乐谱 塞回去收拢好 除了风靡全世界的动作片 所有跟岛国有关的他 都鉴赏不了 剩下那两首歌 他打算等莫向东来了再看 毕竟要论音乐 那位才是专业的 顾成 这三首歌你用了多久写出来的 刘洪光重新端起水杯 随口问一句 一个小时 破 刘洪光直接喷了 你干什么国际玩笑 这是花一个小时能写出来的 顾成纠正他 准确地说是半个多小时 不过 那些歌曲的资料 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的 顾成不只是提供一份曲谱 他缓给每首歌 都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资料 比如打上花火 这首歌是巴爷为动漫电影 樱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顾成不厌其烦地 将电影情节盖束成大纲 只为让歌手更容易 带入歌曲中的情感 不要埋没经典 毕竟搬运就算了 要是再毁经典 顾成实在对不起 另一个世界的歌手 刘洪光沉默 两久后吐出一句 顾成 你上辈子 怕不是个键盘吧 顾成黑脸 你才是键盘 刘洪光理直气壮 不是键盘成精 那你怎么马字谱曲 都不带思考的 关于这点 顾成已经懒得再解释 一转头 视线落在那杯枸杞上 顾成直接整个傍住 好家伙 一杯水半杯枸杞 这致死量 是拿命拼三胎吗 顾成无语吐槽 刘介 你喝枸杞 大可不必配水 年轻人 你懂什么 刘洪光瞪他 语气唏嘘 他又不像正在看书的读者 说的就是你 看完小说后 还能再战七八个回合 个个天赋一饼 男人的夏至三寸 要是没了底气 命也就去了一半 可怜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抛枸杞 顾成 话说你昨晚不是熬夜了吗 我这还有枸杞 正宗宁夏无流的 要不要给你整一杯大的 刘洪光大方分享自己的补肾力气 顾成白了他一眼 我谢谢你 我身好的很 这辈子 下辈子都用不上这东西 刘洪光语气唏嘘 年轻人 当年我比你还嚣张 当年你嫂子夜夜都是拂强走的 顾成开始暗暗祈祷 墨向东早点到 大凯是听到了他的心声 原本半小时的路程 墨向东只花了二十分钟就赶到了工作室 墨总监 你来了 墨向东目光灼灼 曲谱呢 刘洪光把牛皮纸递给他 三首歌全在这了 墨向东兴奋的拆开文件带 居然还有日语歌 这首是给赵梦梦的写的 顾成点头 赵梦梦最近不是在岛国人气很高吗 所以我再接再厉 给他再写一首日语歌 顾成 你这首曲子旋律很治愈 非常符合现在岛国的主流风格 墨向东不得不承认 在流行乐方面 日韩都领先华夏前面 太多太多 岛国目前拥有世界第一大的实体音乐市场 与世界第二大的总流行音乐市场 华鱼早在前几年 就开始试图打进岛国市场 只不过一直没起什么水花 直到出了一个赵梦梦 华鱼才勉强算是躋身岛国市场 这首打上花火 要是爆了 那么华鱼就能在岛国站稳脚跟 墨向东向下翻 情人呢 是写给谁的 你们公司那个灵战 不是很久没发单曲了吗 顾承笑了笑 考虑到灵战的普通话烫嘴 我根据他的嗓音 给他安排了粤语歌 情人 顾承 这首歌绝了 墨向东越看越激动 拿着曲谱的手不断在颤抖 无论是编曲 还是填词 都完美虚假 简直是绝配 这首歌怎么可能不好呢 顾承勉强笑了笑 没有回答 Beyond的 情人 曾被无数歌手翻唱过 这首歌是Beyond 乐与怒里的作品 是皇家居的七美绝唱 同时也是歌迷心头的一道疤痕 情人之后再无情人 在Beyond为数不多的情歌中 情人的地位很重 流传度极高 影响力极大 是很多人K歌的B唱曲 在绝大部分歌迷心中 都认为 情人是家居写给所有Beyond歌迷的 不管是与不是 顾承每次听 情人都恍若看到 家居在挥手告别 这告别 既是向情人 也是向着所有人 顾承陷进回忆时 墨向东看向了下一首曲子 《千丝戏》 这首歌还融入了戏腔 你打算给谁唱 顾承深吸了口气 千丝戏 让许子晴来演唱吧 虽然三首歌是一下子赶出来的 但是 顾承不会轻易砸了自己的招牌 为了让华鱼痛快买单 这三首歌 顾承选择给华鱼三位顶流写歌 刘洪光皱眉 许子晴 他这声音那么魅惑 能唱好这种戏曲风格吗 怎么不行 墨向东倒是觉得可以一世 许子晴出身江南 阴色缠绵翡测 魅而不俗 跟这首千丝戏搞不好 真能碰撞出火花 顾承补充道 千丝戏 有两个版本 墨总监你到时候让他都唱一下 看哪个更好 就用哪个版本就是 千丝戏原唱迎铃 奥提阿杰 讲述一个老翁 平生用他的美人木偶演傀儡戏 可是却落个寒酸落魄的下场 后来梦幻西游邀请黄灵魏潘思洞 演唱了改编版的 在B站播放量高达千万 唱述了无数网友的骨头 两个版本各有特色 顾承干脆都写了出来 让华瑜自己决定 至今为止 顾承出手的歌 没有一首不是爆款精品 刘洪光神色古怪 顾承 你究竟是什么音乐鬼才 鬼才 顾承可不敢认 他连鬼才都不是 墨总监怎么样 这几首歌没问题吧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三首歌全部看完 墨向东浑身血液都在沸腾 顾承 你这三首歌 无论是艺术还是质量都极高 我找不出任何毛病 墨总监满意就好 搞定墨向东 顾承松了口气 接下来就等着尾款到账 然后收购闪电了 今天是去闪电竞标的日子 头一回去收购公司 也不知道有多少竞争对手 别的不说 起码气势上得拿捏到位 苏七特地给顾承 弄来一套藏蓝色的名牌西装 顾承站在镜子前捣翅 满意地点评道 衣服很合身 质感也不错 人靠衣服 马靠安 顾承原本就相貌周正 穿上西装后 整个人更显挺拔硬朗 霸总的犯一下就起来了 尤其是那挺翘的臀部 苏七呼吸一致 视线划过那条湛蓝色的领带 眼里有了几分跃跃欲试 顾承 要不我来帮你打领带吧 顾承侧头 神色古怪 苏七他知不知道 一个女人给男人打领带 究竟意味着什么 看他只是一脸欣慰 显然并没有多想 想想前世出道后 化妆师什么的 也经常帮顾承打领带 估计苏七也习惯这种事了 顾承干脆摊开双手 一副任军彩鞋的架势 七姐 你来吧 苏七璀璨一笑 玉手在桌面一条 就顺其领带 他微微点起脚尖 仰头低垂视线 给顾承认真打起领带 对今天的收购有把握吗 顾承下意识低头配合 有张大哥在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淡淡的心香窜入鼻息 纤细的手指 在顾承的胸口翻飞折腾 撩人而不自知 别动 顾承不敢再动 看他在胸口一点点捣咕 动作缓慢而细致 七姐 你这是头一回 给人打领带吧 嗯 苏七轻恩 顾承皮笑打巨道 那我岂不是很荣幸 七姐的第一次给了 苏七挑眉 用力一拉 死 七姐你这是系领带 还是谋杀呢 苏七美目瞪他 你瞎说什么呢 虽然苏七的眼神 没什么震慑力 但顾承还是实相求柔 七姐我错了 再有下次 头给你拧下来 荡球踢 苏七轻哼 给他松开重新调整 好了 顾承转过身 照了照面前的镜子 点头满意 记得不错 苏七围台下巴 那是自然 也不看谁记得 想起什么 他又正色道 我听说一般大公司并购时 都会请专业的机构做尽调 等下 把公司的财务带过去 围绕闪电公司的几个维度 做一下尽调 可以帮忙排查一些风险 苏七自己没有收购过公司 所以跟朋友打听了一些 听说网游公司现金流很容易出问题 同行之间会相互合作 谁家要并购增资了 就帮忙充值 虽然苏七不知真假 也不懂这些弯弯绕绕 但是江湖险恶 利益当前 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关于这一点 顾承其实并不担心 毕竟流程风险什么的 张忠天要仓股 肯定也会上心 但苏七一番好意 顾承还是十分感激的 知道了 谢谢七姐 闪电游戏公司 肖贤站在落地窗前眺望 窗外阳光明媚 他的心底却是一片阴霾 十年前 闪电只是一家规模 不到50平米的小工作室 由肖贤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 一起创立 这些年来 他们共同研发虚幻引擎 一点点将闪电做强做大 鼎盛时也曾被评为 国内十大最有潜力的游戏公司 因为研发虚幻引擎 闪电走向辉煌 为了维持虚幻引擎 闪电走向末路 肖贤苦撑了半年 如今公司已经再也无力支撑 过了今天 他就要亲手将自己一手 创立的闪电交出去 门被轻声扣响 李秘书抱着文件推门而入 肖总 你怎么站在窗边 肖贤淡口气 我还是今天才知道 窗外的景色这么好看 可惜以后没机会看到了 李秘书看着憔悴的肖贤 心头不由一阵犯酸 肖总将前半生都奉献给了闪电 甚至为公司耽误了人生大事 到头来 却换来这么个结果 是竞标的公司到了吗 到了 李秘书补充道 不过 好几家之前 约定好要来竞标的公司 都没到场 肖贤深深皱眉 这都快十点了 竞标都快开始了 怎么还没到 赵秘书面色愤慨 我打电话过去问了 据说有竞标商 收到了暴风的警告 所以退出了竞标 暴风 暴风 又是暴风 肖贤忍不住暴粗 真他妈气人太甚 肖贤双手撑在办公桌上 深吸几口气后 竭力平复情绪 赵秘书 你先把带他们到会议室吧 等一下我就到 萧总 出去吧 把门带上 等陈秘书离开后 肖贤再也控制不住 他气怒地将办公桌上东西 一股脑扫落 然后又苦笑着滑落在地 潸然泪下 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只在一瞬间 肖贤不甘心 但却别无选择 他自己可以无家可归 但却不能让为他打拼的员工 跟着吃苦 五分钟后 肖贤重新整理好表情 恍若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往会议室走去 另一边 会议室里的气氛却出奇地诡异 顾承原以为以闪电的实力 来竞标并购的公司 应该会有不少 结果除了他们之外 就只有两家公司 而且还有一家公司 见过暴风的代表团后 闲聊几句后 直接就表示弃权了 张忠天不由大笑出声 所有人都为之侧目 张忠天嘴角轻便 顾承 你知道对面暴风的代表是谁吗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被暴风集团 从闪电挖走的二股东 兼程序员 想当初 肖贤对他 可谓是当兄弟处的 陈强赌博出谦被抓 还是肖贤熟的他 到头来去被背叛 顾承属实是没想到 那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毕竟活得白眼狼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张忠天点头 要不怎么说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呢 陈强完全不为所动 张先生 据我所知 你们张家的业务 好像并不设计游戏吧 不知 你这次是要来凑什么热闹 你可别跟我提张家 张忠天不屑地冷哼 因为你不配 陈强勃然大怒 你 一道怒喝从身后传来 陈强 你他妈的 居然还有脸回闪电 肖贤咬牙切齿 恨不得一口唾沫吐在陈强的脸上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我是暴风并购的代表 怎么不能了 陈强无耻道 肖贤看着西装笔挺的陈强 只觉无比陌生 陈强 闪电曾经也有你一份 虚幻影情你也全程参与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 肖贤指着门外立声质问 你这样做 对得起昔日一起加班熬夜的兄弟 对得起虚幻 对得起闪电吗 正因为我不想看见 虚幻在市场上消失 所以我才要让闪电加入暴风 陈强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没有庞大的资金注入支持 虚幻影情根本无法打动市场 肖贤太过迂腐 不懂得变通 只要虚幻影情能够顺利研发 闪电属于谁又有什么关系 肖贤双目赤红 要不是你 闪电会有今日吗 要不是陈强在闪电最艰难之际 跳槽暴风 带走了虚幻影情的部分核心技术 闪电起码还能再支撑一段时日 见肖贤暴怒 暴风的另一位眼镜男代表王家军 赶紧打圆场 肖总息怒 俗话说何气生财 今天我们暴风集团是 抱着诚意来合作的 个人恩怨先暂时放一边 竞标才是今天的正式 肖贤深吸口气 走进会议室 看到张忠天时 神色总算有所缓和 忠天你来了 张忠天摇头笑了 今天主角可不是我 而是我兄弟顾成 他给两人互相介绍 顾成 这位就是闪电创始人肖贤 顾成站起来伸手 肖总你好 肖贤勉强笑了笑 回我道 你好 期待我们接下来能顺利达成合作 一番寒暄过后 竞标正式开始 那天在跟顾成确认收购需求后 张忠天就开始派人跟闪电接洽 双方对收购早就达成了初步一项 顾成之前就提供了大致的出价 交易结构 初步条件以及禁调范围 根据要求 肖贤提供了相关的公司资料 让顾成他们从法务 财务和业务技术方面 做禁止调查 顾成这边的禁调还在进行 陈强就已开始直奔主题 肖贤 反正也没几个人竞标 不如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 肖贤侧头看向顾成 顾成点头 没事 肖总可以跟暴风集团这边先谈 陈强忌惮的只是张忠天 至于顾成他并未看在眼里 轻蔑地看了顾成一眼 陈强把并购合同递过去 肖贤 这是我们暴风集团的收购合同 闪电的真实情况 我非常清楚 你们引以为傲的虚幻引擎 如果能顺利研发改进 确实前景巨大 但就目前而言 虚幻游戏画面表现力不算优秀不说 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优化问题 经过我跟公司极力争取后 我们最终给出了这套收购方案 肖贤捏紧合同一页页翻看 没有吭声 暴风最初出价7000万左右 这次一次性加了2000万 并且优化了不少条件 收购意向表现得非常强烈 老实说 这份合同基本符合肖贤的心理预期 顾成健壮和张忠天对视了一眼 来之前 他们根据预判 提前准备了几套方案 虽然顾成不清楚暴风出价多少 但是对方明显有备而来 陈寅半想后 他决定启动最后一套方案 肖总 先看看我们的合同再做决定吧 顾成抬手 财务事实递上一份合同 肖总 这是顾先生的收购合同 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警管题 我们可以再协商 我先看看 肖贤接过合同 越往下看就越诧异 顾先生 你这 顾成笑了笑 肖总 我不是生意人 也玩不惯你们商业扯皮那一套 你手上这套收购方案 是我这两天熬夜想出来的 是我对闪电最大的诚意 顾成目光诚挚 我真心想跟贵公司达成合作 希望肖总能好好考虑 两份禁标书 其实出价相差不多 但是顾成这份禁标书 对员公司的人员管理安排 更为妥善 此外还有一份诚意十足的聘请合同 以及对新公司整合后的具体规划等等 闪电以闪电的员工 是此次竞标 肖贤最为看重的东西 别的不提 这份合同实实在在戳中了肖贤的内心 熟知肖贤的陈强 一看他目光松动 就预感不妙 虚幻引擎虽然目前有许多不足 但是新一代虚幻 一旦研发成功 市场潜能真的不低 所以收购闪电 是暴风下半年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暴风布局半年 一路将闪电逼到这个境界 如今就要收盘了 绝对不能被人中途截胡 肖贤 你我都清楚一件事 陈强双目灼灼 虚幻引擎 要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 根本就撑不起来 你要是卖给他们 就是彻底毁了虚幻 肖贤不为所动 陈强 我想我比你更清楚 虚幻引擎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他清了清嗓子 几位的竞标书 我都已经详细看过了 顾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虽然决定收购闪电 但他却没有任何的商业管理经验 张忠天见状传授了他一点 比如交易完成后 该如何整合公司 包括业务怎样继续开展 上下游渠道的建设 以怎样的人力系统 来管理新公司等等 顾诚听得一个头两个大 他也抽不出这么多时间来管理 所以他决定 干脆找个信的过 有能力又足够了解闪电的人 才来管理公司 闪电是肖贤一手创办 某方面来说 这家公司已经相当于他的孩子 所以在这份竞标上 顾诚跟张忠天商议过后 加了一份成聘合同 用公司10%的技术股份 成聘肖贤做公司的总经理 敢为工资另算 张忠天合伙收购闪电 本就占据了10%的股份 苏七慷慨解囊 顾诚给他也留了一些 所以10%的技术股 已经是顾诚目前能给的最大诚意 好在结果没有让他失望 我宣布 此次竞标顾诚胜出 肖贤扬声道 顾总 合作愉快 顾诚笑着点头 合作愉快 张忠天直接大笑出声 肖贤 你真有眼光 陈强对这个结果完全无法接受 肖贤 你真的要把闪电卖给他们 来之前 陈强跟暴风高层信誓旦旦的担保过 一定拿下闪电 要是竞标失败 他回去如何交差 陈强忍不住追问 是暴风开的条件不够 还是你对我心存怨恨 你还不了解我吗 肖贤冷笑 我从不将个人情绪带入工作中 之所以不选择暴风 纯粹是因为跟暴风的经营理念不同 如此官方的借口 陈强压根不接受 肖贤 暴风可是业界数一数的游戏厂商 你确定要得罪暴风 顾诚不屑地冷哼 竞标不成就威胁 这就是贵公司的做派 肖贤直接送客 陈强 竞标已经结束 闪电不欢迎你 请你带着你的人给我离开 肖贤 你迟早会为今日的决定后悔的 赵强撂下狠话 狠狠地瞪了顾诚一眼后 拂袖而去 竞标结束 双方就合同的各个细节进行落实后 顺利签署了转让协议 紧接着顾诚办理了 一系列交接的相关手续 一直忙到下午 顾诚终于成为闪电游戏公司的最大股东 张忠天拍拍他的肩 恭喜你 顾诚 谢谢张大哥 没有张忠天 收购不会如此顺利 顾诚默默记下了这份人情 肖贤主动开口 顾总 我带你认识一下公司和同事吧 顾诚点头 麻烦肖总了 闪电属于中小型公司 公司规模跟顾诚想象的差不多 肖贤召集了所有员工 加起来大概有50人左右 公司的经营状况 员工们心知肚明 看见肖贤带着顾诚出现 众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就是新老板 怎么那么年轻啊 我怎么感觉有点眼说 好像哪里见过一样 好帅 最后这一句 是团队里最为年轻的女生说的 顾诚倾咳两声 低声道 肖总 公司全部的人 都在这里了吗 肖贤点头叹气 顾总 其实公司团队 本来有百来个人 可是这半年 公司越来越不景气 随时面临崩溃的边缘 已经陆续走了好几拨人了 肖贤接了两下手掌 公司的情况 你们想必都知道了 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你们的老板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顾总 以后就是公司真正的决策者 将会带领你们 带领闪电走向辉煌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顾总的到来 欢迎顾总 众人大喊 掌声雷动 谢谢大家 顾承的视线一点点的移动 记住这里的每一张面孔 以闪电现金的处境 还能留下不走的 都是对公司忠心耿耿的职员 他们对闪电不离不弃 顾承自然也要记着这些人 顾承打量着众人的同时 这些人也在观察着他 虽然顾承穿了正装 但是那张脸 一看就是刚毕业的学生 就连公司最年轻的美术师姚姚 年纪都比顾承要大几岁 这样一个小鲜肉 居然就成为他们公司的顶头上色 说实话 众人的眼神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失望 原以为公司卖了 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但是如此年轻的人 如何会管理公司 只不过让公司 再苟延残喘一阵罢了 看到众人质疑的目光 顾承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他扬声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公司新总裁顾承 大家对于我的到来 估计十分失望吧 因为我看起来太年轻 你们担心 我无法带领闪电走出困境 对吧 说到最后的时候 顾承的语气故意加重了 众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顾承 直接就点破众人的心思 实不相瞒 我是搞音乐的 并不是专业出身 也没有相关的游戏从业经历 但年纪并不代表眼界 阅历更不代表能力 对于闪电的未来 我有一套完整的规划 顾承穿梭在员工之间 声音质地有力 我知道 华夏目前的网游欠缺什么 未来的市场走向是什么 我有信心能带领你们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让闪电成为行业领域内顶尖的游戏公司 不得不说 顾承化大饼的能力 并不比他唱歌差 众人被他说得热血沸腾 但也有清醒的人 顾总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下半年的计划 顾承笑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实不相瞒 闪电整合之后的下一步计划 就是研发仙侠小说 朱仙的同名网游 程序员张磊激动到 朱仙 是不是中恒那本爆火的小说 没错 有人提出质疑 这本小说现在全网的热度都很高 这样的大IP 作者会同意卖版权吗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买版权 张中天黑黑一笑 因为这本小说的作者 就是你们顾总 张磊震惊 顾总 朱仙 是你写的 顾承点头 是的 我知道小说的所有剧情和细节 也有关于这个仙侠网游的详细规划及设计 国内目前并没有仙侠网游 一旦我们顺利研发上市 就抢占了市场先机 顾承的声音穿透了所有人的心脏 接下来的三个月 我们公司上下要齐心协力 打造一款市面上绝无仅有的仙侠良心网游出来 让闪电犹如真正的闪电 给华夏的游戏市场雷霆一击 华夏目前的游戏市场 无论是对研发商还是消费者而言 游戏都是一款商品而非作品 作为商品 玩法将不再是游戏商考虑的核心 一切只以数据为中心 因此作为游戏之初 游戏商就已经将用户分成了二玩家和非二玩家 游戏受众有区分后 游戏平衡就有了倾斜 所谓的良心游戏 只不过是倾斜度维持的相对平衡一些罢了 闪电鼎盛时期都做不到的事 如今的闪电又怎么可能创作得出来 所以顾承的这番话 众人根本就没有信心 萧嫌适时地站出来 我看过顾总的游戏策划 非常的详细而且完美 是我见过最震撼的策划 我相信以顾总的实力 一定能带领大家打造一款良心网游出来 你们只需要听从顾总的安排 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即可 张忠天也跟着附和 相信你们顾总 他的才华 散会前顾承问道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姚姚迟疑地开口 顾总 那个你是不是唱平凡之路的歌手 顾承点头 嗯 姚姚脱口出 这么说我们公司的游戏音乐 岂不是以后都不用愁了 背景音乐也是游戏成功的重要因素 每一款热门游戏 都少不了经典的背景音乐 顾承笑了 游戏策划 以及游戏音乐可以交给我 但是其他技术方面的东西 还是得靠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每个游戏制作公司 在分工细节上都有所差异 但从工作类型上大致分为三类 游戏策划 美术师 和程序员 游戏策划就是为游戏搭建龙骨 是游戏的灵魂 负责规划整个游戏的体验 设计游戏的各个环节 比如镜头的转动 抽奖的物品 失败的惩罚 剧情的转折等等 美术师就是游戏的皮肤 从另一个角度给游戏注入生命 程序员让游戏成为可能 让游戏能顺利运行 过程对于程序和代码这种专业技能 并不精通 他接下来能做的 就是按照强大的技艺 将游戏尽可能完整地复刻出来 再根据具体情况 做出适当调整 然后将这个游戏世界 清晰地传达给美术师与程序员 引领整个团队 向设想中的目标展开游戏制作工作 以闪电如今的团队规模 如果做一款换皮游戏 公司有现成的代码修改 换UI 换人物 那么游戏在三个月内上线 完全不成问题 但故城要打造的是梦幻仙霞 朱仙 不是那种体量很小 关卡较少的单机游戏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东西 从底层代码到角色建模等等 故城他们都要从头开始制作 这对目前的闪电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工程 好在故城拥有明确的游戏目标 也有清晰的策划方案 当年迷上小说后 故城从游戏公测就开始玩 在那个年代 去网吧就要两块的年代 游戏仅仅上限一周 注册人数就超过了百万 火爆程度可用一句口号 全名朱仙来形容 胡锡山地宫里的碧谣 是朱仙粉碧打卡圣地 还有望月亭那个能被推倒的陆雪奇 日常组队做任务 和阳城摆摊 青云山砍竹子 以及彻夜不眠聊天等等 故城至今回想起来 都是满满的故事 经历了众多版本的朱仙端游 故城留下美好回忆的同时 也记下了游戏的绝大部分细节 故城想要创造的朱仙世界 虽然不敢说和3A大作相比 但依靠出色的美工 以及虚幻引擎的加持 再加上绝对贴合原著的改编 绝对保证能给玩家 带来绝佳的梦幻体验 有了详细的策划后 接下来就是快速构建游戏原型 并验证相关技术 虽然三个月把游戏研发出来 目前可能还做不到 但是我们也不能拖个一两年 现在小说处于连载中热度正高 但小说只有一百多万字 在连载三个月左右 就会完结 小说完结后 热度就会下降 我们必须要在小说的热度消退前 让游戏以最快的速度上限攻测 故城双手撑在会议桌前 环视众人 你们有什么想要说的 可以提出来 众人面面相去 肖贤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顾总 现在我们公司的技术团队人员太少了 想加快进度的话 我们是不是考虑扩充团队 故城直接吩咐 人师部的 等一下你们就安排人去人才市场招聘 收到 顾总 人师部回到 肖贤不忘提醒 尽量招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应届生可以适当招一些 现在是特殊时期 新人没有技术积累 该踩的不该踩的坑一个都不会少踩 本来现在技术人员就少 也没空带新人 应届生太多的话 公司就乱了 摇摇大声道 肖总 别忘了要先招美术师 我们美术部现在最确认 动作 原话 交互美术师都没人 模型设计师 目前就我一个 如果朱仙只是换皮的话 网上的游戏 UI资源取之不竭 但朱仙要的是精细的画面 这就代表要见高模 见高模就算是专业的美术师 也要花一周才能出一个 这还不算那种 更为精细的高模 不想耽误游戏进度的话 美术部必须要快速引进人才 张忠天健壮 淡淡地开口 我认识一些猎头 我可以让他们多留意 游戏美术师这方面的技术人才 张忠天的人脉 那自然是不用怀疑的 顾城点头致线 辛苦张总了 你们要是有认识的美术师 也可以介绍过来 工资待遇方面 可以从优 游戏美术师决定了给玩家 对朱仙游戏的第一印象 是游戏世界与玩家的第一道桥梁 作为一款仙侠网游 朱仙的人物角色 必须要飘逸灵动 游戏技能一定要足够酷炫 这些都需要美术师 用心用技术呈现 姚姚想了想 小兴问道 顾总 之前从公司离职的同事 他们有些想要回来 要不把他们都招回来吧 离开闪电的员工 大都是为了生活 大家有过合作的经验 工作效率事半功倍 顾城对此并不戒怀 只要他们是真心想回来 就可以随时回来 闪电欢迎每一个技术人员的回归 姚姚惊喜道 谢谢顾总 会议解散后 员工散去 顾城对肖贤道 肖总 游戏初步的研发策划 我已经交给你了 接下来公司大部分决策 你做主就可以 不用经过我 肖贤一愣 赶紧推举道 顾总 这怎么可以 我现在只是 顾城直接抬手打断他 没什么不可以的 肖总你也知道 我除了公司外 还有其他业务要忙 没有那么多时间留在公司 肖贤下意识侧头看向张忠天 看我干嘛 我自己家族的公司都不管 你还想指望我 张忠天两手一摊 让他拉投资出钱都可以 让他来这管理公司 就别指望了 肖贤 顾城拍拍肖贤的肩 理直气壮道 我们都没有时间 而且对公司运作也不熟悉 就只能辛苦肖总多费心了 将闪电的工作交接给肖贤后 顾城以后 只要时不时抽空过来 跟进监督游戏的研发进度 以及方向就可以 毕竟技术层面的东西 他也帮不上忙 然后顾城开始思考 怎么赚钱 虽然张忠天拉来了投资 但研发游戏 真的每一分钟都在烧钱 顾城自己 又欠着苏七的钱 看来新专辑这件事 真的可不容缓了 还有一件令顾城欣慰的事 那就是 朱仙还差一千军 就要突破十万军这个天花板了 从上架开始 这本小说就获得中恒的高度重视 为了让小说的订阅 尽快突破十万军 中恒可谓是动用了所有资源 推广 朱仙 全渠道推广部说 各种打广告 请推出博主安利宣传 在中恒的全力推广下 7月26号 也就是朱仙 发出正好一个月后的那天 朱仙正式突破了十万军定 朱仙突破十万军的那天 中恒直接全战官宣 恭喜 朱仙 在发出一个月后 达成军定突破十万的成就 公告出来后 整个网文界都为之一阵 距离上次网文十万军定 已经过去了两年之久 作为第五部达成十万军定的网文 朱仙 从发出到现在 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成为有史以来最快达成这个成就的小说 对于 朱仙 此次进入十万俱乐部 应该算是在读者的意料之中 毕竟小说上架时 首定就达到八万家军定 打破了众多网文记录 除此之外 朱仙还创造罕见的全网热度 微博朱仙超话阅读量超六千万 贴吧帖子超过四百万 相关话题阅读量近一千二百万 成为罕见的网文出圈作品 众多读者纷纷跑到小说底下围观 点评蹭蹭上涨 来个吊大的说说 这个订阅换算成 R妹必是多少钱 日收高低破十几万 恭喜作者君实现财富自由 嫩魔自由 大老牛鞭 这是要拿中横新人王的节奏 这是我唯一不跳张 全定看完的小说 朱仙实至名归 破记录还不多更几张祝贺一下 这特么不得暴更几百张 暴更几百张没有 但是加更还是很有必要的 顾承一口气发了十四张 其中一张是感谢善章 他顺便利用这次机会 官宣了游戏改编的消息 6月26号上传 7月26号 朱仙正式突破十万军定 说实话 小说能有这个成绩 真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感谢书迷一路支持 一路陪伴 一路力挺 为了祝贺朱仙 突破十万军定 今日加更十丈 对了 还有一件喜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朱仙的游戏版权 已经交由闪电游戏公司改编 全程由我亲自监督研发 敬请期待 朱仙的书迷集体炸了 朱仙居然要改编网游 闪电是哪个游戏公司 没听过 网文改编网游 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一个改编成功的吧 这是要换种方式圈钱吗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 发现了盲点吗 作者居然说亲自研发 这么说他 岂不是闪电公司的 读者迅速就顺着 这条线索深挖 跑到了闪电游戏公司的 官方微博下面 恭喜仙侠小说 朱仙突破十万军定 天地不然 以万物为出口 朱仙改编的同名仙侠网游 梦幻朱仙 正在火热研发中 敬请期待 眼见的网友 很快就发现 闪电公司刚刚经历过大换血 公司刚刚才换了股东 而且最大股东 居然叫顾成 卧槽 闪电公司的股东 居然叫顾成 顾成 是唱平凡之路的 那个顾成吗 一个唱歌的 一个做游戏的 领域完全不相关 应该只是同名同姓吧 看头像就是同一个人 等等 朱仙 作者比明事成 两个人有什么关系 网友沸腾了 开始爱特闪电官博 或者跑到顾成的微博底下 寻求答案 爱特闪电官博 朱仙 是不是你们老板写的 怪不得这段时间不见踪迹 原来歌不唱 跑去写小说了 快说 朱仙 是不是你写的 朱仙 闪电 顾成等相关话题 热度直线暴涨 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上了热搜 微博那边沸沸扬扬 顾成却没空关心 因为他上传完章节后 就接到了苏七的电话 顾成 我在你楼下 快点下来 下楼之后 顾成就看见 苏七正靠着车头 拿着钥匙在那里转圈 今天他开的不是自己 那辆红色超跑 而是一辆白色全新的奔驰车 顾成挑眉 七姐 你今天怎么换车了 苏七勾传一笑 怎么样 你觉得好看吗 还不错 顾成点头道 这辆车跟奔驰UNCT非常像 要知道 UNCT则是梦想中的最高信仰 因为这辆车不仅外观炫酷 内饰精致 车内还有着超高的驾驶舒适性 苏七直接将钥匙抛开它 上车试试看 顾成直接上车 去哪里 苏七扣好安全带 先去工作室 老刘有事找你 顾成来到这世界 还是第一次开车 感觉还不赖 怎么样 这车好开吗 还不错 七姐 这车多少钱 一百多万吧 一百多万 那性价比不错 这辆奔驰不光是须有其表 无论是空间 性能 手感什么的都很不错 尤其是发动机卓越的性能 让人惊叹 百公里加速也只需要五秒 到了工作室后 顾成把钥匙还给苏七 苏七没接 明嘴笑道 你的车钥匙给我干嘛 这是公司送你的礼物 顾成一震 惊讶到 车是送给我的 苏七点头 俏皮一笑 车子买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因为帝都上牌 需要点时间 所以担得到了现在 今天送给你 正好当作你朱仙 突破十万军定的礼物 顾成最近忙前忙后的 原本还琢磨着 去买辆车代步 没想到苏七 居然提前送给自己了 顾成心下 不由划过一股暖流 谢谢七姐 苏七摆了摆手 你喜欢就好 顾成突然道 七姐 我想出张专辑 苏七一正 猛然转身 顾成 你说的是真的 顾成点头 自从签约进公司后 都是给别人写歌 我自己还没有唱过一首单曲 反正歌曲肯定是不愁的 出张专辑 看看市场效果 如果成绩火爆的话 他在华语乐坛 也算拥有一席之地 苏七继续追问 那你打算出一张什么专辑 歌曲有了吗 苏七现在的心情 可谓是激动万分 早知道给顾成买车 他就愿意出新专辑 那他肯定早就给顾成买了 从签约的第一天起 苏七就想让顾成出一张专辑 尤其是经过这一个多月来的宣传 顾成 在华语乐坛的人气 已完全不输任何当红歌手 现在出专辑 完全不愁销量 顾成肯定的点头 歌曲自然是有的 苏七想想也是 别人写一首歌 需要天赋以及灵感 而且可能花一年半灾 都未必能写出来一首 顾成写歌 就跟市场批发大白菜一样 丢出来就是一大箩筐 总之谁缺歌 顾成都不缺就是了 他一把抓起顾成的手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去录音棚录制 顾成简直哭笑不得 平日的苏七 性子慵懒如猫 懒洋洋的 好像对什么 都提不起兴趣的样子 一旦涉及到音乐 整个人气质就变了 做什么都特别积极起劲 娇美的身躯 仿佛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抓他的手 力气半点都不小 七姐 今天不行 我还没想好专辑 具体要什么歌曲 再说今天我跟宋大哥约好了 下午要去剧院 苏七带眉微醋 剧院不是还在装修吗 去那里干嘛 顾成抽出手 现在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 宋大哥让我过去 看看还有哪里不到位 刘洪光顺着声音找过来 你们在这干嘛呢 我在办公室等半天了 都不见你们过来 苏七一拍额头 欠一道 老刘 刚才顾成说要出专辑 我一激动就忘了 你还在等我 顾成 你要出专辑 刘洪光惊喜到爆粗 卧槽 你小子总算愿意干点正事了 我提妈还以为你光顾着搞副业 音乐都扔一边了 怎么可能 这不是前期在积攒人气吗 顾成笑着转换话题 专辑这是暂时不提 刘介 你找我有什么急事 刘洪光吻了文语气 才道 公司最近新招的练习生理 有个新人天赋不错 我想要你帮忙带带 顾成一愣 带新人 刘洪光把手里的资料递给他 你先看看他的资料 我去叫他过来 顾成翻开资料 刘洪光所说的这个练习生李莫子 刚马22岁 是网络翻唱主播出身 因为刚入行不久 人气不是很高 目前也并没有什么代表做 这次 他本来是陪朋友来面试的 结果在外打电话时 刘洪光 然后极力推荐他进去参加面试 然后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杀出重围 成为工作室成立后 除陈重外的另一个新人 资料上写着 这个姑娘阴色出众 拥有一副天生甜美的嗓音 几分钟后 刘洪光带着一个肤色白皙 长相小巧玲珑的姑娘走进来 看见顾成后 他脸色胀红 腼腆拘谨的打招呼 谢总 顾老师 你你们好 我叫李莫子 顾成说实话 这个李莫子 长相并不出众 但好在拥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波光灵灵的 非常灵动 颜值在普通人里 整体算是中等偏上 但放在美女遍地的娱乐圈里 就盼若云泥了 顾成轻轻嗓子 尽量放柔了声音 李莫子是吧 不用紧张 唱几句歌来听听 随便什么都可以 李莫子抬眼看一眼刘洪光 看见他点头后 就轻唱了几句 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绝望 留红光看向顾成 怎么样 顾成满意地点头 音色确实不错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 必定给你打开一扇窗 李莫子颜值上虽然要差一些 但他的声音 却是非常难得的天生罗莉音 和小孩子那种黏糊劲儿不同 成年人这种嗓音 只是声带发声格外的甜脆 要知道 罗莉音对男人的杀伤力 是很大的 以前顾成就有个朋友认识的罗莉 听到对面喊小哥哥 喊爸爸后 直接色令置婚 网联半年内 前后给对方赚了十几万的钱 每次对方都是直语音 发照片 死活不同意见面 最后察觉 不对劲报警了 才知道对方是抠脚大汉 朋友当场射死 更是形成了一辈子的阴影 而李莫子这种罗莉音 完全不是那种脚柔作作 故意加嗓子说话的夹子音 能比得了的 也正是凭借其 独特亮眼的音色 李莫子才能经过层层选拨 从众多练习声中脱颖而出 顾成 莫子虽然音色出众 但他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 唱功方面 要比专业的要差一些 虽然李莫子天赋不错 但到底是个萌新 想要获得流量与关注 还是得靠作品 以及实力说话 刘洪光拍拍顾成的肩 你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 让他尽快成长起来 来见顾成之前 李莫子就被刘洪光反复叮嘱 说顾成天生鬼才 让他好好把握机会 要主动地表现自己 这副嗓音对李莫子而言 曾经是非常苦恼的 他玩游戏时 从不敢开麦 不然就不再是单纯地玩游戏了 就连接到推销电话 对方都会问他小朋友 你爸爸在家吗 乖 让他接电话 朋友偶尔也会故意打去笑他 说每天看他 都被填出了糖尿病 没想到有一天 这个嗓音会成为他的特色 不仅因此得到出道的机会 还有机会被偶像教导 李莫子其实是顾成粉丝 顾成的所有作品 他都会跟着唱 不过越是练习 才知道顾成的唱功有多厉害 才华有多么出众 顾老师 请你收下我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用心学习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顾成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看得李莫子心头忐忑不安吼 顾成才终于淡淡地开口 你先找个位置坐一下 然后静止走向办公桌 抄起一支笔 开始粪笔集书 苏七和刘洪光对视一眼 然后一起凑了过去 李莫子被独自晾在一边 在这期间 他一动也不敢动 更不敢出声打扰 几分钟后 顾成停笔 把一张稿纸递给了他 李莫子垂头一看 立即瞪大了双眼 原来不过短短几分钟 顾成就已经写了一小段乐谱出来 顾老师 这 看出李莫子的紧张 以及窘迫 顾成放缓了音调 作为翻唱歌手 试唱你应该会吧 唱来听听 我看看效果怎么样 偶像亲手写的歌 纸张甚至还带着温度 李莫子心底 突然生出了无限的勇气 他深吸口气 释放所有的紧张不安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没你的甜 八月正午的阳光 都没你要演 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没你的甜 八月正午的阳光 都没你要演 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不得不说 李莫子这个甜美的罗莉英 杀伤力真的非常的强大 这首前世在抖音 被玩坏的爆火广告曲 在他的甜美演绎下 甜而不腻 让人一听就觉得 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感觉十分上头 一曲唱完 李莫子的嗓音 征服了在场三人 刘洪光直接露出了姨母笑 唱得太好听了 又甜又清新 还该死的上头 甜知道 刘洪光才听了一遍 旋律就开始在脑海里 不断旋转跳跃 他感觉自己 可以现场哼出来 苏七也点头认可 唱得很甜美 我反正是唱不出这样的声音 谢谢 李莫子腼腆地笑了 他忐忑地望向酷成 唱得很好 声音甜而不腻 有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非常清新洗脑 刘洪光好奇道 顾成 这首歌怎么感觉这么短 是没有写完吗 这首歌就这么短也 顾成不要脸的瞎便 这是我偶然喝蒸流水时 突然闪现的灵感 蒸流水 刘洪光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歌词说什么105度 原来是这样 顾成提议 如果你们觉得这首歌不错 可以找一个蒸流水的品牌商 让李莫子唱歌代言 这段曲子的亮点 在于电子风的编曲和混音 第一秒就很抓二 《热爱105度的你》 和《蜜月冰城甜蜜蜜》 两首歌非常符合广告曲的定位 能带来不小的品牌效应 现在的顾成 对音乐有了更多的理解 因为自觉有话语权 所以他之前非常地排斥流量歌曲 一边缅怀着华夏过去的经典歌曲 一边鄙视着这里的流量口水歌 觉得不堪入耳 但存在集合里 现在的顾成 已经抛却了优越感 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的音乐 等李莫子出去后 苏七这才问顾成的真实意见 顾成 你觉得李莫子前里怎么样 值得培养吗 顾成点头 他的嗓音确实很亮眼 唱歌也有些天赋 至于唱功的话 这些可以后天慢慢提炼 刘洪光叹了口气 可惜就是长相差了点 不上镜的话 在娱乐圈很难出头 现在的娱乐圈 就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顾成仔细想了想 建议到 可以先攒攒人气 让他先从直播做起 直播时只唱歌 不露脸 虽然李莫子谈不上丑 但比起颜值 李莫子显然声音更占优势 朦朦胧胧看不清的 才是最美的 像李莫子这样 嗓音甜美的姑娘 蒙着面纱保持神秘感 才是最好的选择 通过甜美的声音 让人产生美好的联想 既更能吸引人 也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 听了顾成的建议 刘洪光瞬间眼前一亮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我抽空跟李莫子说一下 有了自己的车 顾成这次去剧团 都没有让李浩接送 而是自己开车过去 自维也纳夺金后 自由乐团身价暴涨 国内外一共接了十几场大型演出 乐团下半年的行程 基本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给听众呈现更好的视听效果 宋江大手一挥 决定将剧团的各种老旧设备 全部都换新 顺便重新翻新了一下剧场 他领着顾成 绕着顾成一点点介绍 神色中带着自豪与得意 怎么样 现在剧场大变样了吧 顾成满意的点头 整体都不错 你这是下血本了吧 没办法 这些成本都是不能省的 宋江无奈道 顾成想起一事 对了 团里的女高音招到没有 苏七毕竟不属于乐团 不可能跟着乐团到处演出 所以 宋江回国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乐团招一个女高音 宋江点头 招到了 我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 等晚上再介绍给你认识 顾成摇头 下次吧 我等一下还要回去 宋江一正 什么是这么急 顾成笑了 我要回去忙新专辑的事 所以这段时间会比较忙 乐团要是有事 再打我电话就行 想到自己要出一张专辑 顾成记忆里各种经典曲目 瞬间奔涌而出 光辉岁月 青花祠 江南 红日 因为爱情 十年 听海 当岁月流转与时光轮回 漠然回首 顾成发现有一样东西 藏在时光长距的背后 每一首歌曲 每一个旋律的背后 都有一幕幕掩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 那时候 网络还没有普及 顾成小时候听歌途径 只有广播 电视 MP3 还有随处播放的街边喇叭 然后又经历了盗版 音乐数字化 直到后来 自己走上音乐的道路 顾成曾经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买到心仪专辑后 小心拆开 然后听到喇叭飘出音乐的瞬间 顾成回忆的不是老歌 而是失去的青春 一张专辑十首歌曲 顾成想出一张回忆杀的专辑 祭奠他的青春 和回不去的时光 有人说电影界 功夫 音乐界 夜曲 都是拿奖 拿到手软的作品 他们都姓周 他的电影怎么都不会腻 他的歌怎么听都是经典 第一张专辑周董绝对拥有一席之地 说到周董 必然不能不提青花词 青花词是国风集大成者 是国风歌曲传唱度的巅峰之作 这首歌当年在宝岛金曲奖上 同时掌获了年度最佳歌曲奖 最佳作曲奖 最佳作词奖三项大奖 青花词 是周董所有音乐作品当中 成就最高的一首歌 这在整个金曲奖历史上 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好成绩 很多媒体口中所谓的天王天后 一辈子都拿不到三个金曲奖 而周董仅仅凭借青花词 这一首歌就拿了三个奖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这首真正地得到了国家认可 权威奖项认可 大众认可的超级金曲 是顾成决定放在专辑里的第一首歌 除了了青花词 顾成还记得歌迷津津津乐道的夜曲舞杀 06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颁奖里上 出现了一个名场面 周董一晚上获得了五个奖 每次领奖式播放的都是夜曲这首歌 这五个奖包括 年度最佳男歌手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佳创作歌手 年度最佳歌曲 年度最佳MV 因此专辑《十一月的肖邦》 也被歌迷戏称为《十一月的肖章》 论在华语乐坛的行业地位 周董自横空出世以来 一直都是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 断层统治了二十年 至今无人能撼动 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音乐本身 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文化符号 除了周董外 顾成之所以走上音乐道路 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偶像H家居 Beyond的音乐同样影响了几代人 他们是七零后的怀念 八零后的经典 九零后的遗憾 零零后继承的信仰 媒体称Beyond L宗盛 L大佑 都是独具风格的音乐魔法师 他们将音乐当成一种媒介 并将自己的感悟封印其中 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 你脑海里会读取到这种感悟 那些与之相关的记忆画面 便会一一浮现 顾成之所以怀念Beyond 不单纯只是因为歌曲多么好听 而是在那个都是翻唱的年代 Beyond可谓是娱乐圈的清流 他们最出色的 就是在保证歌曲深度 以及传唱度的同时 又尽力拓展了歌曲的广度 这在财富 荣誉唾手可得的娱乐圈 尤为可贵 追逐自由的海阔天空 呼吁和平的 Amani 至今曼德拉 光辉岁月 心怀家国山河的 长城 歌颂母爱 真的爱你 每首歌的背后 都有一颗对音乐的赤诚之心 你也许不会说粤语 但你肯定听过这首 海阔天空 当年家居出世之后 全世界都在用这首歌怀念他 共鸣 回忆 都在这首歌里 这首歌感染力极强 低音清澈 高音悲壮 把失望 悲凉 和决绝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那份不羁和决绝 不仅到进家居自己的心路历程 也浓缩了乐队十年的挣扎与呐喊 顾承想唱一曲 海阔天空 向前世那段黑暗堕落的日子 挥手告别 他拿起笔 在草稿纸上一一记下歌名 青花词 夜曲 再加这一首 海阔天空 已经有三首歌 还差七首歌 说到情怀 八十年代 真的神仙被出 歌神X冠杰 歌圣T永灵 歌仙Z国荣 歌侠M燕芳 歌后X小凤 只可惜顾承出生时 这些八十年代的巨星 已经开始逐渐隐退 紧接着 是四大天王 开始接棒继任 顾承最喜欢的是 逃犯克星张学友 年少不听刀疤有 听懂你是狱中人 这位让逃犯明知有危险 却还要前赴后继 去看他演唱会的男人 跳起性感潦草的舞蹈 依然能引发男女青年 阵阵尖叫 那一年 刀疤友 以一首 吻别 年度销量超过四百万张 打破华语乐坛专辑销售记录 囊括了众多音乐奖项 当时华夏流行一句话 有风吹过的地方 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 这位被唱歌 耽误演戏的影帝 出道后大大小小 共计获得二百六十余座奖杯 仅一个人获得的音乐成就 就是现在一百多位顶流加在一起 都无法想象的 所以 吻别 这首歌 自然也被顾承填在草稿纸上 顾承叹了口气 真不容易啊 这才选了四首 不过却首首都是经典 虽然 只选了四首歌 顾承却花了两个多小时 因为他在回忆这些歌手时 脑海里会情不自禁地 想起一首又一首的金曲 一遍又一遍 有时甚至忍不住流泪哽咽 第五首歌还没选出来 门锁就咔嚓一声响起 李蒙牵着顾安然推门而入 舅舅 我回来了 诚哥 顾承点头 李蒙你先回去吧 明天早上再来见安然就可以 那我先走了 李蒙一走 顾安然就凑到顾承跟前 一双大眼睛 眨巴眨巴 舅舅 你在干嘛 顾承抱起他 舅舅在忙新专辑的事 再选歌曲 九月份 小丫头就要上一年级了 刘洪光在附近给他找了一家私立小学 这个小学的师资 环境等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秀 就是入学名额有些难搞 光有钱还不能进 后来还是凭借张中天的人脉 小丫头的入学名额才得以搞定 为了让他提前适应小学的节奏 在跟小丫头商量后 顾承把他提前一个月送去学前培训班 今天是第一天 安然 第一天上培训班感觉怎么样 小丫头点点头 眼里带着兴奋 学校很漂亮 老师很和小朋友 也都对我很好 我在里面交了好几个朋友 他们还说要送我礼物 顾承文言松了口气 那安然饿了没有 小丫头摸摸肚子 早就饿了 舅舅 今晚你给我做饭好不好 我很久没吃舅舅做的菜了 来帝都后 很多经常在江城能吃到的饭菜 都没怎么见舅舅做过 加上舅舅这段时间很忙 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下厨了 小丫头开始想念顾承的手艺了 顾承宠溺的点头 行 那舅舅今晚给你做几个拿手菜 小丫头咧开嘴笑了 拉着顾承的手就要走 那我们现在去超市买菜 舅舅俩去超市买了一堆菜 整了一桌美食 吃过饭 又一起下楼散布消食 回来洗了个澡后 顾承又开始坐在桌前 为新专辑的曲目头疼 十年初一位陈奕迅 百年初一位灵溪 千年难遇张国荣 世间再无皇家居 05年后 香港乐坛逐渐走向下坡路 几乎所有男歌手的资源 都留给了两个歌手 古巨基和陈奕迅 后者更是占据80% 时势造英雄 Ethan承接了香港音乐 这个门派的大部分希望 是一个时代的守门人 他的音准极佳 音域宽广 音色醇厚 天生就是唱歌的料 老天爷赏饭吃 人们常说 X冠杰是香港乐坛的开辟者之一 张学友 是香港乐坛最繁荣时期的流行天王 而陈奕迅 是香港乐坛示威时的中流砥柱 他的歌神是媒体 以及乐坛前辈封的 是音乐圈媒体圈公认 顾承最喜欢Ethan的 不仅是他的唱功 还有他的敬业以及认真 为人没有半点明星架子 当年顾承就是因为翻唱 十年才有机会跨入娱乐圈 十年对顾承来说意义非凡 所以专辑里也少不了这首歌 顾承开始犯难 想了半天也才无首 这还差无首 原以为自己拥有整个华夏的音乐宝藏 出张专辑不过是弹指的事 结果光是选歌都耗费了几个小时 这要是水字数 都水两千字了 不怪顾承 华夏的好歌手 经典的曲目 实在太多太多了 顾承一时之间真的难以取舍 虽然他只是一个搬运工 但终究是第一张专辑 他真的不想随便应付 还是根据自己的嗓音 随便再选几首歌吧 本来顾承有考虑过 加天后歌曲的 比如 听海 勇气 欲见 等等 这些歌曲顾承其实也不是不能唱 但终究是受嗓音所限 唱不出记忆中想要的那种味道 经过反复权衡后 最后顾承最终选了 江南 红日 黄昏 倔强 以及因为爱情 这五首歌曲 其中最后一首 是合唱情歌 因为之前在公司 大家就商量好了 新专辑里 顾承和苏七两个人 一起合作唱一首歌曲 这样既能为新专辑宣传引流 也可以弥补 初次见面时没有合唱的遗憾 男女合唱的话 自然是首选情歌 这首由歌王陈奕迅 天后王妃合作的 因为爱情 成为顾承的第一选择 新专辑的曲目定下后 顾承微信联系苏七 七姐 你睡了没有 苏七直接秒回 还没呢 怎么了 信息下还发了个 俏皮打滚的表情包 顾承玩耳一笑 想跟你商量一下 新专辑的事 新专辑的曲目 已经定下了 顾承把草稿纸 拍了发过去 这是新专辑的歌曲 一共十首歌 国语 粤语都有 最后一首 就是我们要一起合作的情歌 苏七发了个 收到的表情包 顾承 这张专辑 你打算拍MV吗 自然是要拍的 而且 我要自己亲自拍 这么多的爆款金曲 不可能指出数字专辑 一首歌没有MV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自己拍 那你打算出镜吗 顾承摇头 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具体的到时候再说 先录制歌曲 明天你帮我找支 专业的乐队 我明天就去工作室 开始录制 这个没问题 我等一下就去联系 聊完新专辑的是 苏七开始跟顾承闲聊 小说更新了吗 中午就更新了 还加更了十张 说到朱仙 顾承想起一件事 七姐 你也看过朱仙了 有没有喜欢的人物角色 肯定有啊 我喜欢碧摇 在苏七眼里 陆雪奇和碧摇的性格 完全不同 陆雪奇表达爱的方式 比较内敛 而碧摇比较热烈 两个都是难得的好姑娘 但是从碧摇为张小凡 撑散的那一刻起 苏七就开始偏爱 这个角色 碧摇为男主挡剑时 苏七也忍不住 为碧摇心痛 不过他也不会 因为一个小说角色 而特地找顾承质问 不过 你问我这个干嘛 顾承给他解释 七姐 为了感谢你之前帮助我 朱仙的角色建模 我想着 以你的形象 作为角色参考 苏七一正 随即美目一亮 谁都可以吗 碧摇也可以 自然是可以的 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 明天我就跟公司那边商量 苏七不忘提醒 要把我那个角色 做得好看点 要是太丑了 你给钱 我也不会给你代言的 顾承失效 七姐你尽管放心 朱仙的网游 视觉效果是绝对不会差的 苏七想起一试 你那个微博都被挤爆了 读者已经猜出你 就是小说作者了 迟早都会知道的 顾承发布公告前 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小说跟娱乐圈不同 读者虽然日常系刀片催更 但是也没见哪个读者 真会找上门的 很晚了 七姐晚啊 你也是 你明天还要录制专辑 记得早点睡 晚安 零睡前 顾承还是决定 进入中横的后台看看 评论区里热火朝天 书迷对于朱仙 要改编成网游 反应非常热烈 仙侠网游 听着就觉得没戏 闪电这个公司太小了 我怎么感觉 让他们改编 朱仙 不太靠谱 改编还是乱编 谁知道呢 就怕毁了我心目中的必要 作者亲自研发 总不会胡乱改编吧 我还是很期待仙侠网游的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这么个破公司 两三年都不一定能研发出来 勉强做出来的 估计也是粗糙烂制 是骡子是马 到时候牵出来 溜溜就知道了 顾承之前就做过市场调研 网文小说 IP改编游戏 在这个世界 早已不算什么新鲜的事情 纵观整个国产游戏圈 有不少有网文 IP改编来的网游作品 只不过绝大部分 都是套着各种武侠皮做的快餐游戏 基本都只是 借着小说名头 炒作 IP细菁割韭菜 太多这种昙花一现的例子 所以 即便是顾承亲自研发网游 书迷依旧不抱期望 顾承没有发表什么 毕竟闪电公司 目前的规模 确实小了点 读者不信任是很正常的事 只能日后再以绝对的实力 狠狠打脸 发专辑的流程非常麻烦 首先是音乐人 词曲创作 制作人收录词曲 然后进行歌曲编配 歌手以及乐手一起进行录音 最后还要再对歌曲进行修音 混音 母带进行后期处理 再合成母盘 然后要对专辑进行版权登记 把作品拿去送审 获得发行许可后 再登记上税 进行这些操作的同时 还要同步进行专辑宣发 比如在网络平台宣传专辑主打歌曲 MV以及专辑封面海报 邀请平台主理人进行新闻撰写发布 进行媒体专访和专题报道 或者进行落地活动 配合宣传 进行各类商业演出 进行一演 各地歌迷见面会 以及歌友会活动等等 当然这些宣发的工作 有公司和刘洪光着手安排 顾承完全不用操心 但所有曲子的编曲 填词 还有音乐制作 都是顾承自己 所有事 他都得亲力亲为 所以 光是录制歌曲 就够顾承忙的了 更别提后续 还要拍摄MV 顾承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己绊来用 好在苏七给顾承找的这支乐队 是华语经验十足的老乐手 每个人都很敬业 以及认真 这让顾承省了不少功夫 与此同时 望川要发新专辑的是 整个乐坛都收到了丰盛 没有哪个唱片公司 或是圈内音乐人 敢忽视这张专辑 虽然论资牌被望川 不过最乐坛新人 但却没有谁敢否认他的实力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望川用自身实力 让整个华语乐坛 都见证了他的天赋 以及才华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意识到 华语乐坛即将要迎来一场 史无前例的音乐风暴 顾承能力再强 独自做一个团队工作 效率以及质量都大打折扣 因为从编曲合成到歌曲录制 程序既繁琐又细致 为了加快专辑进度 顾承还是决定 听从苏七的建议 找之专业的音乐制作团队 有团队合作 顾承不用再事事亲力亲为 他只要把曲谱写出来 丢给团队 再指导他们 按照自己的想法 来完成作品就行 不过苏七找来的人 属实让顾承吃了一惊 他慌忙放下耳机 起身迎接 莫总监 你怎么来了 苏七美目轻眨 笑道 莫总监经验丰富 我特意请他过来帮忙的 莫向东在华语乐坛的 任何一条履历 拿出来都足够高谈扩论半生 由他亲自操刀 顾承这张专辑 将更具含金量 我一听苏七说是 给你新专辑帮忙 立马就丢下手里的火 赶过来了 莫向东嘿嘿一笑 这要是别人 花钱请我都不来 顾承赶紧恭维 莫总监您能来帮忙 真是我的荣幸 刘洪光插话 莫总监 杨总怎么愿意放你过来 蒋依依和许杰的单曲 再过两日就要上线 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 都是泡沫 少年说 这两个的宣传通告 可见华语对这两首单曲 高度重视 按理说 莫向东这个音乐总监 应该很忙才对 莫向东爽朗一笑 公司那边的事 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 丢给下面的人处理就行 他左右环顾一圈 发现乐手 已经做好了录制准备 我没有来晚吧 顾承晃晃手里的耳机 刚练习完 正准备开始 那还等什么 直接开始吧 莫向东兴奋到 他早已被顾承的才华折服 忍不住想先听为快 专辑总共十首歌曲 顾承打算 每天录制两到三首歌曲 第一天就先录制 《海阔天空》 以及《红日》 这两首粤语歌 都是经典励志歌曲 被无数歌手翻唱演绎 不过却都唱不出原唱的感觉 尤其是《海阔天空》 这首歌本身就超越了 音乐本来的范畴 在无数人心中回想共鸣 想要模仿容易 想要重现经典难度 可就大了去了 适应没什么问题后 顾承晃众人比了个OK的手势 录制正式开始 今年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风雨里 追赶物理分不清影踪 天空海阔 你与我可会变 顾承一开嗓 录音是所有人为 都为之一阵 因为顾承粤语真的太好了 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的感觉 《海阔天空》 是歌迷们公认 非常难演绎的一首歌曲 不仅难在感情 还有音调高 这首歌很多地方 都达到了A2的高音 而且是连着重复 没有一定的演唱技巧 很难顺利地 把歌曲演唱下去 即使是三子时期 他们演唱这首歌曲时 也要由F降为E调 否则根本就演唱不了 好在顾承这时的音域较宽 无论低沉或高昂的歌曲 他都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 顾承捂着耳机全情投入 他将情感 回忆 以及自身经历 全部都揉碎 在歌声中 尽情缅怀释放 原谅我这一生 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Oh no 背弃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哪会怕有一天 指你供我 莫向东浑身站立 在业界摸爬打滚几十年 他见证了乐坛的兴衰起落 唱功好的歌神天后 他也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顾承身上 那股巨大的推动力 莫向东却从未在 其他歌手身上见过 顾承不是单纯用嗓子在演唱 而是将丹田之气 和情感一并输出 气质和力量 全部都萦绕在旋律和歌词间 尤其是透过耳机聆听 那种感受最为直接 你压根就无法做出任何思考 只有被歌声深深感染 和共鸣的份 莫向东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震撼听歌的绝妙体验 分明是触摸到灵魂的回音 刘洪光和苏七的情况 同样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们已经虽然不是第一次 看顾承唱歌 但是每一次都还是 忍不住震撼以及深思 顾承 他究竟是如何创作这些神曲的 录制结束 全场竞技 顾承取下耳机 怎么样 苏七目光涌动 夸奖道 顾承 你唱得太好了 不论是副歌的高音 以及结尾的颤音处理 都非常完美 天籁空灵一点都不刺耳 顾承笑了 有唱得这么好吗 莫总监 你觉得呢 莫向光点头 你的高音非常具有穿透力 不仅圆润稳定 还自带金属性质 所以 你刚才的演唱非常有雌性 字字入耳 句句入符 谢谢莫总监的夸奖 不过 我觉得 刚才唱得还不够好 顾承知道 苏七他们没听过原唱 所以才对自己的演唱这么推崇 这首歌技巧 是到位了 情感上还是欠缺了点 有些细节没处理到位 我再继续录几遍 顾承又重新投入录制 反复录制了七八遍 他才录制到满意的版本 中午大家吃饭 顺便休整了一下 到了下午两点 顾承就又投入到 红日的练习以及录制 一直忙到下午五点 顾承才终于将这两首 粤语歌录制完毕 莫向东今天真的感触颇深 顾承 不论是上次那首 情人 还是这首 海阔天空 和红日 这几首粤语歌的编曲 以及填词都写得非常走心 上线后我敢打赌 他们一定能掀起粤语歌狂潮 粤语歌在填词时 为了适应曲子 通常都会做出相应的妥协 词曲之间互不迁就 又互相妥协 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莫名的和谐 是国语歌很少做到的境界 莫向东在华语乐坛 已经很久没见 这么制作精良的粤语单曲了 顾承笑了 莫总监 这得等上线了才能知道 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 苏七好奇道 会粤语也就算了 高音还能唱得这么游刃有余 气息都不带浮动的 刘洪光忍不住抱粗感慨 这唱功简直是老母牛坐飞机 牛逼轰轰 苏七信念微眯 众所周知 粤语拥有九声六条 而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 因为语言环境有差异 所以 粤语歌比国语歌要更难演唱 加上粤语的腔体 转换幅度要比国语小 共鸣指向的变化也更为复杂 要求歌手的咬字状态更精准 国语可以通过咬字浊化来辅助发声 更好地操控侯卫 保持音质 不会产生严重的听辨问题 而顾成唱粤语这种受限语种 还能表现这么完美 唱功简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顾成 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们 顾成一顿 随意找了口借口搪塞 我就是小时候经常看港片 然后对粤语比较感兴趣 练习多了 自然就会了 苏七将信将疑 就这样 顾成睁着眼说瞎话 就这样 有了第一天的合作 顾成和乐队的合作开始变得默契 录制专辑的速度开始加快 第二天 顾成录制了《青花词》 《夜曲》 以及《江南》三首歌曲 第三天录制了《十年》 《绝匠》 以及《黄昏》三首歌曲 《吻别》 以及《因为爱情》 这两首演唱难度极高的歌曲 留到了最后一天录制 好不容易录制完高音的《吻别》 顾成就只剩下 要和苏七一起合唱的 《因为爱情》 七姐呢 刘洪光朝角落努努嘴 在那里润嗓 顾成侧头就看见苏七窝在角落 捏着乐谱皱眉 他笑了笑 抄起一瓶矿泉水拧开递过去 七姐喝点水 谢谢 苏七笑着接过来 仰头惯了几口 顾成不自觉地放软声调 七姐练习得怎么样 有把握吗 起调太高了 我很容易唱破音 苏七微叹了口气 他还记得顾成之前跟他说 《因为爱情》 这首歌起调很高 非常难唱 当时他还不知死活地说想挑战 直到拿到曲谱后 苏七才知道顾成半点都没有骗他 顾成对此非常理解 这首歌最初其实有三个版本 王妃直接排除了男中女中调 这个调虽然对于双方来说 更容易驾驭 但是对听众来说 却不享受 剩下的就是男高女低调 和女高男低调 为了迁就搭档陈奕迅 王妃选择了唱男肯的高调 由于并不在自己的舒适音区 所以那年春晚王妃演唱时 虽然勉强维持着气息 但是声音还是抖得很明显 几次都接近破音被朝车祸现场 能难倒天后的歌曲 对苏七来说自然也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练习时间这么紧 顾成轻轻嗓子 提到七节我们先录制 唱完到时候再修音就可以 苏七内心并不接受这个主意 出道到现在 他录制歌曲时从来都不会修音 一遍不行那就两遍 直到录制到满意为止 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难唱 苏七拿到乐谱到现在 他练习了一天 还是无法轻松驾驭这首歌 我先试试再说吧 墨向东拍拍两人的肩 鼓励道加油 进入录音室 两个人对视一眼 顾成朝他鼓励的点点头 苏七勾唇笑了一下回应 两个人同时都打出OK的手势 舒缓优美的旋律 开始缓缓在耳边流淌 顾成轻唱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苏七恰如其分的衔接上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顾成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顾成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 演唱时 他的视线全程都在注视着苏七 目光深算温柔 苏七却没有丝毫回应 因为光是飙高音 就用尽了他的所有心神 根本顾不上和顾成交换眼神 苏七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顾成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合唱 人来人往 一曲好不容易录制结束 苏七摘下耳机 立马长舒一口气 顾成笑了 立马就开始鼓励 七姐你唱得不错 唱得 比我想象中要好 虽然没有破音 但是气息太不稳了 声音感觉快要破碎了 破坏了这首歌的美感 苏七戴眉紧促 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顾成 这次合唱 我表现太差了 我们再多录制几次 墨向东安慰他 这起调那么高 你能唱成这样不错了 苏七摇头 顾成发挥这么稳 我不能太拖后腿 顾成知道苏七对待音乐 想来追求完美 七姐 那我们再录制几次 不过 你要注意点嗓子 唱一首就要休息一下 苏七点头 两个人就这样反复录制调整 一直录制到天黑 因为爱情 这首歌 他们前后一共录制了不下十次 但是苏七始终 都有一点唱得气息不稳的地方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能从录制好的曲目中 从中选一版 双方发挥的相对稳定的 再进行后期修音处理 苏七情绪有些低落 这是他和顾成第一次合作 但是自己的表现的却不尽人意 让这首动听的情歌有了瑕疵 这是苏七成名以后 第一次在自己引以为傲的歌唱事业面前 产生了些许挫败感 不成 对不起 听着他明显挫败的语气 顾成赶紧安慰道 七姐 是我写这首歌时 女生的调编得太高了 而且 你这才练习一天 唱成这样已经发挥超长了 苏七摇头 抿着朱唇自责道 这首歌词曲都很好 只不过是我没有唱好 莫向东见状 忍不住宽慰 苏七 但凡今天换一个女歌手 跟顾成合作 我敢打赌他们普遍都要降屁 他捏捏手指 展示一个 而且 你只是有那么一丁点气息不稳 不是专业的 压根就分辨不出来 等我后期给你修音 保证没有一点痕迹 对一个歌手来说 修音的意义能一样吗 苏七抬头深深的凝视 顾成 语气坚定 顾成 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唱现场 这首歌 我保证绝对不会出现气息不稳的状况 顾成笑了笑 七姐 这个我相信 如果不是为了赶专辑进赌 以苏七的实力 这首歌 她是完全可以驾驭的 今天已经录制完专辑所有的歌曲 接下来就是拍摄专辑 MV以及封面 顾成转看向刘洪光 刘继 等一下你发个微博 向全网征集情侣的甜蜜影像视频 刘洪光不解 征集这个干嘛 顾成给他解释 这些情侣的爱情故事 我打算剪辑成 因为爱情的MV 刘洪光点头 行 等一下 我就用官博发微博 搞个征集活动 墨向东心头一动 眯着眼揽住顾成的肩 顾成 你要亲自拍摄MV 顾成一个弯腰闪身拉开距离 同时抖了抖肩膀 墨总监 你有话就直说 别笑成这样 甚得慌 墨向东不再拐弯抹角 直言道 顾成 你拍摄MV时 能不能用华鱼的一人 顾成文言松了口气 就这个 他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这几天 墨向东在帮忙录制专辑 每天都忙到了凌晨 顾成也记着他这份的人情 墨总监 我选谁都可以吧 墨向东直接拍板点头 只要是华鱼的一人 不管是流量小花还是天后 都随便你选 经过这几天的录制 墨向东知道顾成这张专辑 艺术水准究竟有多高 每一首歌都是艺术与内涵兼并 都是可以拿来做专辑主打歌的存在 这张专辑 绝对是张震惊华语乐坛的神专 如果能在专辑的MV里出镜 绝对是一个积攒人气的绝佳露面机会 顾成沉吟一下 觉得这合作算是互惠互利 彼此共鸣的举措 墨总监 等我回去考虑一下MV的拍摄内容 到时候再找你妙人 墨向东大写 那就这么说定了 要想MV拍摄进展顺利 顾成必须要制定出一个详细完善的拍摄计划 整个公司在拍摄MV这方面 也就只有苏七具有话语权 苏七建议到 想要加快进度的话 你可以先集中拍外景拍 室内的留到最后 顾成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先到景德镇拍摄青花祠 再顺便在江南找个古镇吧 江南也拍了 刘洪光赶紧插话提醒 顾成 你去江南的话 到时候可以让赵冲做MV男主 肥水不留外人田 赵冲是郑小生 形象完全符合古风MV的男主 顾成对此完全没意见 不过听说赵冲演技很好 导演还给他加戏了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七姐 赵冲的拍摄档期紧不紧 他能出来拍MV吗 他是配角 请假几天不影响 苏七淡然道 到时候 我跟导演说一声就可以 顾成点头 那就没问题了 这时 顾成的电话突然响起 来电的是林慧如 自上次给他写了 左手指乐后 两个人私下经常讨论 如何演唱这首歌 不过前几天 林慧如去录制综艺后 就没有联系了 顾成刚按下接听 林慧如甜软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小学弟 在干嘛呢 顾成挑眉 林学姐 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 林慧如 苏七微微凝眉 下意识地竖起雪耳 我打电话来 跟你分享喜悦啊 林慧如声音轻快中夹着喜悦 蒙面歌王的第一期录制 已经结束了 学姐顺利进入复赛了 不过第一期是二重唱 所以我暂时没有演唱 左手指乐 顾成有点疑惑 林学姐 上次我就想问你了 上这种节目 一般不都是翻唱吗 怎么还可以唱新单曲 当然可以 林慧如开给顾成大致讲解了一下节目的相关规则 节目是类台制 卓队厮杀 顾成了解了 这里的蒙面歌王 跟前世国内略有不同 倒是跟H国的规则类似 第一轮采用二重唱形式 16位蒙面唱将抽签进行两两对决 第二轮复赛 8位选手两两PK 独唱进入复赛 第三轮半决赛 4位选手角逐半决赛 第四轮决赛 两位选手现场直播PK 分数最高的将走上舞台成为荣耀歌王 等待下一轮歌王PK 按照每周一期的进度 1月就有一代歌王 周而复始 林慧如 节目现在是试播阶段 所以对于唱什么歌目前没有硬性规定 只要求风格颠覆以往就可以 顾成点头 学姐 我还是那句话 你到时候 要是需要帮忙 电话联系我就可以 林慧如打趣道 你放心 我会尽情地使唤你的 对了 听说你要发专辑 进展怎么样了 歌曲已经录制完毕了 准备开始拍摄MV 拍摄MV 林慧如眼睛一亮 瞌睡来了送枕头 她最近正愁 怎么还顾成人情呢 需不需要学姐给你客串一下MV 顾成勾传一笑 林学姐 你不是要忙着录制节目吗 再忙给你录个MV的时间 学姐还是有的 林慧全网粉丝加起来 有三千万 而且 她的号召力也不错 帮忙录制MV确实能引流不少 最主要的是 林慧如是赵冲女神 这小子要是知道有机会跟她合作 只不定有多兴奋 所以顾成没有拒绝林慧如的好意 那就太感谢林学姐了 我们什么关系 你还跟我客气 学姐我这还有事 那我们该日再聊 顾成笑着挂断电话 抬头却对上一双意味不明的信念 顾成一顿 七姐 干嘛这样看我 苏七眯起眼 你好像对林慧如特别热情 你该不会也喜欢她吧 顾成无语 七姐你想多了 我跟她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苏七轻哼 我以为你跟她们一样 也喜欢林慧如这种类型的女人 据她所知 林慧如是圈内很多男性公开的理想型 顾成摇头否认 我对她真没有那种意思 苏七悄悄地松了口气 转移话题 我听你刚才的意思 她也要帮你拍摄MV 嗯 顾成点头 我打算让她跟赵冲一起拍摄 青花词的MV 顾成看过林慧如的古装造型 她虽然走得性感风 但是古风扮相 却意外地不错 刘洪光不由感慨 有一说一 顾成你这张专辑别的不说 光是MV的拍摄阵容 就很强大了 林慧如客串 华语那边的小花又随便用 如果苏七再帮一下忙 那真的是美女云姐 MV人选是不愁了 但是有件事还没定下 苏七看向顾成 专辑名称 你到底想好没有 之前琢磨了几个 不过 我觉得不太满意 都给否决了 顾成求救式的看向她 七姐 你专辑发得多 有没有好的意见 那你想要什么风格的 是文艺的 还是霸气的 都可以 符合专辑主题就行 刘洪光灵光一现 这张专辑的音乐水准这么高 每一首歌曲都那么完美 不如专辑就叫传世金曲吧 顾成哭笑不得 传世金曲 这是不是太高调了 有没有接地气点的名字 他在业界 到底是个新人 顾成怕专辑还没发布 就已经被全网群嘲了 刘洪光嘟囔道 传世金曲 哪里高调了 萝卜开会倒是接地气 但你能用作专辑名吗 苏七五语瞪他 老刘 顾成是说接地气 不是让你接土气 顾成想了想 就叫流金岁月吧 刘洪光满意的点头 这个不错 又文艺又怀旧 不说那个了 我们接着制定拍摄计划 大致制定了拍摄计划后 顾成去了一趟闪电公司 这几天忙着录制新专辑 公司这边都没空过来 所以过来看看 一进公司 众人纷纷打招呼 顾总好 你们忙 不用管我 顾成直奔萧贤办公室 没想到张忠天也在 张大哥 你也在 张忠天递给他一杯茶 有个朋友 比较擅长游戏美术 我就让他过来这边帮忙 顾成看向萧贤 萧总 我怎么感觉几天没来 公司多了这么多人 确实多了 都是朱仙热度高带来的效应 萧贤解释道 自从那天公司官宣了 要为朱仙研发网游后 公司人气暴涨 短短几天 公司的人员规模 直接扩大了一倍 现在已经有90多个员工 张忠天看向顾成 你专辑怎么样了 专辑已经录完音了 明天开始准备要拍MV 顾成叹了口气 拍摄这方面 我经验不足 只能边拍边学 前世他是翻唱出道 经常在自媒体上发布视频 只懂一些基础的拍摄 以及剪辑 但拍摄专辑MV 可不是小打小闹 顾成不光要懂灯光 摄影以及表演 等等这些技术硬质标 还得熟练掌握镜头语言 尽可能地与粉丝 以及市场接轨 张忠天不解 你干嘛不直接交给专业的人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我想要给观众 呈现什么样的内容 顾成解释道 朱仙 网游的研发在顿序渐进中 小说的剧情 也发展到了五分之二 之所以要亲自拍摄MV 除了想更好的还原景点外 也是借此机会了解影视剧如何拍摄的 张忠天看他一脸疲倦 我有个朋友是导演系的 他对拍摄这方面很有经验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介绍给你们认识 到时候我让他辅助你拍摄 再指导你一些速成的拍摄技巧 金圈就是八百九十年代 一群部队大院红二三代搞文艺的人组成圈子 这些人因为业务以及艺术理想笼络到一起 有的文字渐长 有的擅长摄影 有的可以拉来投资 所以张忠天这个朋友 自然也是不简单的 有人知道自然是再好不过 顾成略有迟疑 就是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对方了 这有什么麻烦的 张忠天理所当然道 都是自家兄弟 用不着客戒 顾成笑了 那就谢谢张大哥了 天气预报说 景德镇这两天有小雨 赵冲的剧组就在江南下游一带 顾成在跟林慧如确认行程后 第二天就带着拍摄团队赶到了景德镇 在剧组拍了一个月的战争戏 赵冲黑了不少 不过精气神很足 古风扮相特显阴气潇洒 林学姐 没想到我还有机会能跟你一起拍MV 还是情侣合作 看见林慧如 赵冲很兴奋 不过大概是入戏太深 一嘴的川普 逗得林学姐娇笑不已 我也没想到 跟我合作的是赵学弟 嘿嘿 这要是让周也知道 非得羡慕死我 赵冲眉飞色舞 难得有机会跟女神有对手戏 他已经开始迫不及待 顾成 MV什么时候拍 要怎么拍 顾成把剧本交给他们 这是一段围绕着极品青花词展开 关于前世今生的感情纠葛 大致就是 师姐扮演的美女被反派掳走 陈冲扮演的大侠 想要救心爱的女人 必须拿西式珍宝 青花词去交换 反派拿到东西后为约 师姐死在陈冲怀里 时空流转 师姐这是反派的女人 你们在现在的古董拍卖场谢后 竞标 青花词 石陈冲让给了师姐 你们私下优惠被反派发现 再度酝酿了一场悲剧 陈冲听的后槽牙都酸掉了 顾承 这MV太狗写了吧 顾承笑了 你们都是配角而已 拍摄主题是青花词 赵冲 行吧 林慧如并不关心拍摄内容 他只在意一件事 拍什么都行 小学弟只要把我拍美了就可以 顾承失笑 保证把师姐拍得美若天仙 那我先去化妆换衣服 等林慧如走后 赵冲用肩膀轻撞顾承的肩 老顾 你知道我在剧组看见谁了吗 顾承小心地摆弄着镜头 头也不抬得到 谁 赵冲左右环顾一圈 低声道 秦文 顾承动作一顿 秦文 赵冲点头 他在我们剧组 饰演一个女配军衣 虽然是走后门进来的 但他确实能吃苦 那次拍爆破的戏 一大块爆炸碎片 意外插进他大腿 他硬是忍着拍完了才去处理 演技也比那些流量小花像样多了 顾承并不奇怪 秦文素来有野心 这两个月 他一直没听见秦文出道的消息 想来应该是当初江峰抄袭 对欢意影响很大 波及到了秦文的组合出道 以秦文的野心 既然暂时无法从歌坛出道 转战影视剧也像他的作风 他现在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身上的傲气全都不见了 赵冲唏嘘不已 还主动找我道歉 说什么以前是他不识好歹 让我代他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其实严格来说 他并不欠我什么 顾承淡然道 他虽然不认同 但却理解秦文的所作所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秦文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手段偏激了一点 这鬼天气 穿古装也推热了 赵冲撸起袖子 找了个扇子凉快 老顾 你说的那个导演朋友 到底什么时候才来 顾承抬手看了一下表 应该差不多到了 定位一个小时前 我就发给他了 那我们是要等他来了 才开始拍摄吗 顾承左右环顾一圈 看道具不仅 已经差不多搭建完毕 不等了 我们先拍一下清华词吧 民间有言 家财万贯 不如柴词一片 为了弘扬华夏传统文化 向观众呈现 清华词真正的艺术之美 顾承特地找到 清华词的 非遗传承人 翁继红老师客串出演 并且租借翁氏古宅 用来拍摄MV 翁继红老师 还把自己最满意的 柴窑清华词作品 借给顾承拍摄 于过天青云破除 这般颜色做将来 顾承想把清华词 本身所具有的质感 美感 历史感 都通过MV完美地 呈现出来 但顾承试了好几次 都没呈现出 清华词那种 华夏艺术品的精脆感 一道声音 突然从后方插进来 你应该用 90毫米的镜头拍摄 不然 你这样会把瓷器拍变形 一个穿着黑色运动套装 背着登山背包的男人 朝着顾承静止走来 顾承还没来得及反应 赵冲率先惊呼 徐晶导演 你们好 徐晶咧开嘴 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你就是顾承吧 老张说你拍摄 MV没什么经验 让我过来帮帮你 顾承一脸震惊 徐晶 他完全没想到 张忠天给自己介绍的导演 全是徐晶 如果说赵义德 是德高望重的大世纪导演 那么 徐晶就是最特立独行的 天赋型导演 徐晶拍摄的电影相对小众 不是文艺片 就是纪录片 虽然票房都不是很高 但在国内外 都没少拿奖 但顾承想说的是 他要拍的只是专辑 MV 不是要拍大荧幕电影啊 让天赛导演来给他指导 这不是大才小用吗 顾承表示 压力山大 徐晶却比顾承想的要随和 不过几分钟的功夫 就跟顾承熟人起来 拍摄艺术品时 要用中长焦距90至120毫米镜头 这样的焦距 能更准确地表现瓷器器型 你这个是短焦距镜头 又是近距离拍摄 会让青花瓷的口部 腹部显得比较大 顾承恍然大悟 怪不得我怎么拍 都拍不出青花瓷的韵味 还有拍摄单色瓷器时 要想表现它光洁晶莹的质感 就不要使用艳色做背景 否则色彩会反射到瓷器上 按照徐晶的指导 顾承换了背景 又换了拍摄设备 再重新调整运镜 再拍出来的效果 不仅完美呈现了 青花瓷独有的明镜素雅 还融入了华夏水墨画的精气神 此外 徐晶还会指导顾承 怎样抓拍人无微表情 如何更好地呈现 天青色等烟雨的江南意境 除了基础的拍摄技巧 徐晶还会教顾承 如何塑造人物 如何塑造情景 如何将自己的想法 揉碎在镜头里 传达给观众 在徐晶的细心指导下 原本为期两天的MV拍摄 只用了一天就结束了 青花瓷拍出的MV效果 非常的唯美 大气 完全超出顾承的预期 按照这样的拍摄进度 顾承预计 只要半个月 就能完成整张专辑的MV拍摄 7月31日 今天是蒋依依的《泡沫》 以及许杰的《少年说》 全平台同步上线的日子 由于Victory在海内外的热度 还在持续不断地攀升 连带着两首新歌的热度 也在疯狂暴涨 歌曲还未上线 新歌预告 就抢先占据了 各大音乐平台的首页推荐位 加上华瑜身为一线传媒公司 对于歌曲营销这一块 简直是玩得炉火纯青 不光是安排两位歌手 参加各种活动增加曝光度 还砸重金 一曲少年说 对话两起超先生 锦号 锦号震惊 老老一辈子 泡沫 只要还能唱歌 锦号 锦号全民期待 一代音乐鬼才征服维也纳后 再出新曲 锦号 众多热门话题 在各个社交平台泛滥 在巨大的流量冲击下 泡沫 以及少年说 未出现火 十二点 泡沫 以及少年说 在各大音乐平台同步上线 新歌一上线 立即引发全网粉丝点击 下载热潮 最先受到网友关注的 是巨费蒋依依演唱的 《泡沫》 歌曲开始 钢琴高单阴起 营造出一股尖锐中 带着撕裂的氛围感 情绪渲染到位后 蒋依依抓耳的低音 恰如其分地滑入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 就像被骗的 我是幸福的 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 基于你还爱我 开口贵 在死机压抑的钢琴声中 蒋依依极辨识度 以及穿透力的嗓音 唱出了一股 演唱风格 随着音乐层层递进 听众被拉入一个 压抑的境界 随着歌声感受 情感的煎熬 就像是暴风雨前 那种乌云密布 带来的窒息感 心脏不自觉的 越揪越紧 所有人都在等 等待暴风雨 倾盘下的那一刻 当歌曲进行到大半 听众的情绪 压抑到几点时 蒋依依终于使出 洪荒之力 全都是泡沫 虽然一刹那花火 你所有承诺 全部都太脆弱 而你的轮廓 怪我没有看破 才如此难过 哼 酝酿已久的暴风雨 终于在一声霹雳作响中 倾盘下 所有的压抑 在这一刻尽情释放 汗畅淋漓 人声 旋律 以及歌词 和歌曲主题 完美契合在一起 网友彻底被蒋依依的 铁肺折服 卧槽 这个高音 真的太炸裂了 泪沫 已经被铁肺征服 我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听歌 蒋依依这TM 就是传说中的天然电音吧 这首歌简直就是为蒋依依量身定制 如果你不喜欢苦情歌没关系 还有一首励志歌曲 少年说 在等着你 开头就是一段整齐有力的朗诵 配上庄重的鼓声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父则国父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稚嫩之声 送少年之志 朝气蓬勃 辉弘大气的基调 由此拉开序幕 让人心头为之一震 紧接着就是许杰干净清朗的演唱 红日出生奇道大光 少年自有少年狂 身似山河亭几辆 敢将日月再丈量 今朝为我少年狼 敢问天地是锋芒 披荆斩棘谁能挡 世人笑我自强 不负年少 声音激昂 字句吭腔 温柔似水的旋律 与副歌的刚烈硬朗 形成了强烈对比 激荡大气的歌词 加上许杰精准俐落的咬字 清朗豪迈的演唱 与歌曲主题相得一张 给人一种奋发向上 干净十足的感觉 然后就是高然的集体合唱 少年自有少年狂 似骄阳万丈光 千难万挡我去闯 今朝为我少年狼 天高海阔万里长 华夏少年意气阳 发奋图强做栋梁 不负年少 震聋发聩 歌曲情感洋溢得体 层层递进 从头到尾都在凸显少年的胸怀大志 对头身致力国家鼎立富强的热切盼望 网友听得热血沸腾 点赞 下载 分享 各种花式夸的弹幕 犹如滚烫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身似山河亭几两 敢将日月再丈量 敢问天地是锋芒 披荆斩棘谁能挡 真的太霸气了 天高海阔万里长 华夏少年意气阳 我们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听得我热血沸腾 立马爬起来 拿出了十张卷子 这才是少年该听的歌曲 怀念梁启超先生 世事大会上 要是演唱这首歌 真的太合适了 别忘了 还有开学点脸 两首风格迥异的单曲 在拳网掌获一片好评 先有 《隐形的翅膀》和《Victory》 两首爆款热歌做铺垫 再加现在 《泡沫》 以及《少年说经验拳网》 望川鬼才音乐制作人的名号 彻底响彻华语乐坛 无数网友都在好奇 这个年仅二十多岁 就有如此恐怖音乐造诣的望川 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个望川词曲能力 真的太强了 每一首歌 都写到了我的灵魂 宝藏音乐人 被小哥哥实力圈粉 我现在疯狂期待望川的个人专辑 不知道究竟是 何等的传世乐章 华夏要是再多几个望川 这样的天才音乐人 华流就真的要崛起了 我们华语乐坛 被欧美 被日韩按着碾压了十几年 总有一日 我们会大声告诉世界 华流才是醉调的 杨丽勇乐疯了 两首新歌一上线 就以飓风之姿 登顶各大平台新人榜 热歌榜 时时销售榜前三 而前五的作品里 就有四首是望川创作的 往下的 就是顾诚自己演唱的 那几首免费歌曲 换句话说 顾诚这两个月创作的作品 几乎占据了所有榜单的前十 恐怖如斯 当初杨丽勇用三千万 一口气就跟顾诚买了五首歌 如果剩下那三首 也能成为像现在这两首歌 这样的爆款 那么 华语年底的业绩 搞不好直接翻一翻 现在杨丽勇 简直无敌佩服自己的高瞻远律 向东 顾诚不愧是音乐鬼才 要爆了 墨向东点头附和 杨总你还真别说 顾诚确实有可能引领滑流 我前几天帮他制作专辑 以我多年的职业生涯来预测 顾诚这张 流经岁月 极有可能成为钻石唱片 杨丽勇吃惊 钻石唱片 向东 你这是不是太夸张了 钻石唱片在世界各地的认证系统都不同 但一般指的都是国际独立唱片协会 简称IFPI IFP设立的唱片销量认证标准为 银唱片十万张 金唱片五十万 白金唱片一百万 钻石唱片一千万 衡量唱片水平 最直观的就是销量 一千万张销量的钻石唱片 是唱片销量的最高等级 也是所有歌手的终极梦想 只不过 即便是唱片最鼎盛时期 华语乐坛也没有哪个歌手 能达成这个成就 更别提现在实体唱片越来越萧条 别说是钻石唱片 就连白金唱片都很难拿到 所以杨丽勇觉得 顾诚想要拿到钻石唱片的认证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向东 苏七上张专辑 七月宇安生 卖得够火爆了吧 卖到现在 专辑一共卖了多少张 莫向东想了想 二百七十万张左右 杨丽勇笑了 二百七十万张 也就是说 连三百万张都没突破 苏七是谁 他可是在月谈 火了十年的华语天后 有坚实的国民基础 和庞大的粉丝号召力 你说说 顾诚才出道多久 满打满算 也才两个月 杨丽勇敲击着桌子 断言道 苏七都做不到的事 顾诚即便再有才华 他一个新人 也绝对不可能能卖出 一千万张专辑 莫向东摇头 爽朗一笑 光卖实体专辑确实不行 但是现在 IFPI那边的统计规则 已经改了 随着数字音乐销售的主流化 数字平台的销量 IFPI现在已经决定 进入专辑销量 杨丽勇一正 怀疑地看着他 不可能 什么时候改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今天 IFPI刚在官网发布的声明 莫向东黑黑一笑 接着补充道 按照IFPI的官宣公告 一张数字专辑销售 等于十首歌下载 等于一千五百首歌 在线收听 等于一张专辑销量 杨丽勇换算了一下 还是觉得不可能 就算是把流媒体的销量 计算在内 钻石认证顾诚 还是很难达成 莫向东也不反驳 只知道 杨总 我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等顾诚的专辑出了 你就知道 我有没有夸张了 如果他做不到 别人就更做不到 在莫向东的眼里 顾诚是华语乐坛 最有可能拿下 钻石认证的歌手 IFPI将流媒体的销量 纳入统计 意味着音乐市场 即将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让全世界的音乐公司 都为之震荡 根据权威媒体统计 流媒体在去年 就占据音乐市场份额 将近七成之多 黑胶 CD 以及数字下载 这三个领域 已经被压缩到 非常可怜的境地 三者加起来 只有30%的市场份额 这些年 在流媒体的强烈冲击下 传统音乐市场 早已日薄西山 全球已经有十年 没有一张钻石唱片了 要是哪个歌手 能第一个拿下 钻石唱片认证 那就将是破天的荣耀 一时间 不光是国内歌手 蠢蠢欲动 就连国外的歌手 同样也心思活络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上头突然下达了一份文件 放宽了对日韩方面的 影视限制条款 允许国内平台 适当引进一些 制作精良的影视剧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代表着日韩 即将要进攻华语市场 收到消息的苏七 第一时间通知在古镇拍摄 江南的顾成 顾成 告诉你两个消息 一个是 IFPI将流媒体的销量 纳入统计了 这意味着 很快就会有一张 钻石唱片诞生 顾成挑眉笑道 七姐 这不是挺好的吗 苏七叹了口气 但还有一个坏消息 上面放宽了日韩方面的 限制政策 虽然目前放宽的 只是影视剧 但这代表着日韩 将目光投放到了 华语市场 顾成 娱乐圈这下 怕是要变天了 虽然苏七不愿意承认 华夏的音乐早期 是与世界脱轨的 前十年有一半 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所以音乐也一直在原地踏步 欧美别的不说 在音乐市场上 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预计未来 仍然保持稳定发展 特别是M国 对全球音乐的发展影响巨大 岛国本身 就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市场 是除了英语外的 音乐工业最强国 论多点开花 以及质量水平完胜其他对手 很多人觉得 岛国人只听日文歌 这是明显错误的认知 岛国人愿意为了音乐付费 而且接收能力很强 愿意容纳接听外国的音乐 所以 欧美或者H国歌手 在发布专辑时 基本都会出日语版 就是为了照顾这个 全球第二大的音乐市场 早些年岛国的音乐 甚至养活了半个华语乐坛 而H国这些年 音乐势头十分强劲 流水线培养出大量的明星歌手 在海外市场 也开始逐渐得宠 华语乐坛造成强烈冲击 顾诚微微皱眉 七姐 你是在担心什么 苏七叹了口气 顾诚 你也知道华夏的音乐环境 与欧美日韩来比 其实是有差距的 我担心遭受日韩冲击后 我们华语乐坛那些音乐人的处境 会更加艰难 顾诚十分理解苏七 他之前就针对这个做过调研 结果发现 华夏的音乐市场 算是畸形的 欧美的歌手靠音乐 就能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 在华夏 因为消费观念习惯的不同 大部分用户的付费意识都不强 为音乐买单的都是大学生居多 而且大部分只是为偶像打榜 真正愿意为音乐买单的少之又少 加上免费和盗版横行 无形中又摧毁了音乐工业的基础 总之国内音乐人 单纯靠音乐赚钱是不现实的 而是靠衍生的粉丝经济 比如歌手红了以后 上综艺 卖周边 演唱会等等 依托这些粉丝经济来生存 而很多音乐人 是没有机会获取这些流量 以及曝光资源的 所以很多音乐人 只是兼职做音乐 但日韩的入侵 顾承却完全是不担心的 他自己可是拥有一整个平行世界的文娱底蕴 只要顾承想的话 他把脑海里的文娱资源合理化利用 不说绝对吊打日韩 让华流立足世界是完全没问题的 顾承笑了笑 宽慰苏七 七姐 我们华语音乐 以前或许是差了点 但现在国内的音乐观念早就不同了 华夏市场改变 只是时间问题 七姐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相信有一天 我们华流也会入侵其他国家 但愿如此吧 苏七摇摇头 不再想这些烦心事 顾承 你的MV拍得怎么样了 顾承点头 有虚导指点 我进步很大 估计半个月就能把所有MV拍完 苏七软言提醒 那你注意这点身体 别太拼了 顾承心头一暖 谢谢七姐关心 我先去忙了 这段时间 顾承和徐晶一直忙着拍摄专辑MV 他们不仅在景德镇 摩都 江南谷镇等地取景 甚至辗转到了香港 最后又重新回到帝都 历经半个月的辛苦拍摄 《流金岁月》这张专辑终于进入尾声 只剩下最后一首 吻别的MV还没有拍 对于吻别的MV 顾承真的是记忆深刻 当时家里来的客人 一群人坐在客厅 电视机一打开 恰好就在播放 吻别 大人们都在调笑 顾承直愣愣地盯着电视 女主角周海妹扎着丝巾 穿着条黄黑色的裙子 像只小蜜蜂一样 在小巷子里 跟张学友来来去去的嬉戏缠绵 当时顾承年纪还小 只觉得女主漂亮得不像话 就是人太坏了 一直都不给男主亲 等后来顾承看了电影《望角卡门》后 在看这个MV时 已经直接带入了乌云哥的名场面 总觉得张学友在周海妹耳朵亲吻时 是在说 屎屎啊你 她从此再也无法直视这个MV 不过周海妹当时正处于颜值巅峰 顾承确实被狠狠惊艰了一把 以至于后来找女朋友都是照着她找的 这个MV女主 顾承除了苏七就没想过其他人 为了呈现主题 这支MV顾承同样设计了亲吻的镜头 但是据顾承所知 苏七至今还没有献出荧幕初吻 所以这首歌就一直拖到了最后 现在她站在苏七的办公室门口 愁愁半天了 还是没赶进 身头是一刀缩头也一刀 万一七姐直接爽快地答应了呢 顾承安慰自己 然后深吸口气一把推开门 七姐 在看电视剧呢 苏七掀起眼皮 朝电脑弄母嘴 再看继承者恋人 顾承附身凑近 七姐 怎么连你也看这些狗血甜宠剧 我哪可能喜欢这些东西 苏七嘴角轻撇 最近这句不是大火吗 李英明的七婚八素的 我也跟着看看这部剧 究竟有什么魔力 怎么只用几天就爆成这样 顾承在她旁边落座 炮菜国对市场嗅觉很敏锐 最擅长拿捏观众心理 加上这句又是他们挑出来 主打华夏市场的爆火不稀奇 这次现日韩另一松绑 一直对华夏这块肥肉 虎视眈眈的炮菜国 动作最为迅速 第一时间跟各大播放平台接洽合作 引进了几部当红的炮菜综艺 以及甜偶剧 虽然之前受政策影响 艺人无法来华活动 但这些年 他们早就通过互联网渠道 在华各种曝光艺人积攒人气 凭借强大的创新能力 以及高精度的专业制作水准 这些影视剧一上线 就迅速在华破圈 除此外 岛国的艺人 也开始频频在国内的活动亮相 日系动漫 推理剧等等 也开始在国内各大平台上线 长腿欧巴 甜美萝莉 俘获年轻人芳心的同时 连带着那些主题曲 也都在各大平台活了起来 苏奇感慨道 日韩这波来势汹汹 对娱乐圈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故城不以为然 一时冲击而已 外来文化终究无法再华形成气候 苏奇挑眉 一下就来了兴致 这话怎么说 对华夏娱乐公司而言 日韩入侵 必定会有一定的阵痛 故城轻哼 但终究是外来文化 受CC因素影响 上面绝对不会放任 这些外来文化 在华猖狂肆虐 他最后做出总结 适当刺激一下他们也好 有竞争才有进步 国内艺人要是因此 产生危机感 从而磨练自身 将来华流崛起 就不是梦 苏奇深深地看着故城 不得不说 故城看待问题 还是很透彻的 他刚才说的话 也确实是有先例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岛蜜月七时 大量岛国作品涌入 导致C日爆发 后来双方关系破裂 风靡南北的岛国影视 音乐 综艺 动画 直接封杀腰斩 总之 无论你文化输出多少年 只要触犯华夏底线 华人血腥一起 这些努力 全部都会化作乌有 不说这个了 扫兴 苏奇一边关电脑一边道 不过 你怎么来公司了 是MV拍完了吗 还差一支没拍 七简 江湖就解 顾成凑近苏奇 俊脸一片真诚 这支 MV需要个绝世美女客串 我觉得 除了七简 世界上 就没人能胜任这个女主 这句话 让苏奇心底 就像是抹了蜜似的 甜丝丝的 但是 明面上却没有半点显露 他娇俏地瞪了顾成一眼 脆道 少平嘴 还剩哪支 MV没拍 吻别 顾成右手大拇指和食指 捏出一条狭窄的缝隙 这个MV 需要七简做出一点点的牺牲 虽然顾成神色诚恳 但是苏奇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那我跟谁合作 顾成黑黑笑着摇头 那个我还没订男主 期间你看剧本就知道了 这男主得你自己选才行 整这么神秘 苏奇伸手 剧本拿来给我看看 顾成赶紧把剧本递过去 这就是拍摄内容 苏奇翻开剧本 剧情大概就是 男主和女主约好见面 但是女主有意躲着男方 男主找得好辛苦 在男主找得几乎绝望之际 女主却犹如妖精一样 突然出现在男主面前 男主如获至宝一样疯狂 女主却表现得若即若离 和男主缠绵了一下后 女主聊完就跑 两个人反反复复地 徘徊在亲密以及冷漠之间 男主完全被女主 玩动于鼓掌之间 全程像风一样 琢磨不透 最重要的是 这MV居然有亲密戏份 苏奇静静地看着顾成 一直看到他心虚地躲开视线 才一字一句地开口 这个叫做一点点牺牲 顾成呵呵干笑 七姐 这个女主我从头到尾 就只考虑过你 苏奇眯起眼咬牙冷哼道 我还没有初吻知道吧 为了你一支MV搭进去 我不亏大了 顾成赶紧道 七姐 主要是这首歌 有个英文版的 苏奇一下就愣了 他顾不得生气 赶紧问道 这首 吻别 居然还有英文版 顾成点头 英文版 Take my toy or heart 我打算在海外发行 然后看看海外市场的音乐 吻别 这首歌 是顾成这张专辑 非常重要的一支MV 吻别 当年热销135万张 创下了宝岛史上最高销量唱片 全球更是狂销450多万张 至今仍是华人歌坛销量最高的一张大跌 之后 这首歌在04年 被国际知名流行乐团麦克学摇滚 翻唱并收录于专辑 Take my toy or heart 并风靡全球 这首英文歌 是国内每个英文老师必放的歌曲 不分中学 大学 同时 这首英文歌 也是固成除了字母歌外 第二首会唱的英文歌曲 七姐 只要你拍摄这支MV 国外要是爆火 你也能跟着增加流量暴涨 苏七沉吟半想 才虚虚开口道 想要我拍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顾成瞬间大喜 七姐 你尽管提 苏七突然笑了 静静地凝视着他 我要求男主那个人必须是你 不然我不拍 顾成傻眼 苏七是华语流行天后 全网加起来有几千万粉丝 以他在国民心中的地位 他要是把苏七的迎评出稳拿走 这不得成全民公敌 仿佛预感到被全网跌死的画面 顾成抖着胆子拒绝 七姐 我怎么可以 剩下的话 在苏七陡然变冷的目光中 又生生咽了回去 苏七是真的生气 怎么说 自己也是在全球权威美女榜上 排名前十 被外媒誉为东方维纳斯的美女 虽然身处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但是他二十三年来 一直洁身自好 没有跟任何男星 传过半点桃色绯闻 跟他拍吻戏 不知道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顾成到底是有多瞧不上他 居然想都没想就拒绝 他觉得挂不住脸 苏七嘴角一牵 笑得明媚如蓝 顾成 顾成暗中咽了一下口水 觉得这笑容说不出的甚人 刚想起身 苏七却单手压在扶手上挡住退路 扶身一点点欺净他 然后口吐如蓝 你不愿意和我拍吻戏 是嫌弃我 顾成脱口而出 我怎么敢 嗯 苏七眯起眼轻哼 明显不满意 是不敢还是不会 顾成斩钉截铁道 是绝不可能 苏七轻撩了一下额前的发丝 魅惑的视线紧锁住顾成 眉眼俱视风情 还是 你觉得我不够美 顾成求生欲爆发 无比真挚地回答 没有 在我眼里 就没有比七姐更美 更好看的女人 我发誓 这句恭维明显让苏七火气消散不少 她松开玉手 实实然地坐了回去 那你说说看 为什么拒绝和我拍吻戏 顾成暗舒口气 七姐 主要是我在MV里露脸的话 不就等于告诉全网 顾成就是望穿吗 那不露脸不就好了 你肯定有办法 不入真面目的吧 顾成一噎 无法反驳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MV 是歌手不露脸完成的 而且视觉效果还不错 苏七直接拍板决定 就这么愉快地说定了 我们一起拍这支MV 下午就开拍 顾成 还愣着淡马 苏七不满瞪她 嚼声催促 还不快去准备 顾成不再挣扎 妥协道 七姐 那我去跟徐岛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拍摄 赶紧走 等顾成离开后 苏七脸上的不耐烦 却瞬间破功 不说荧幕初吻 就是现实中的初吻 她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滋味 对于恋爱 苏七也不是没有过期待 只不过一直没有心动的对象 顾成如玉如竹的笑颜 悄然浮现在眼前 江城舞台上初识 同居时默契 塞纳河畔共游 彼此相处的点滴画面 一幕幕划过 苏七的嘴角 不自觉地笑起来 转念想到 坚守了23年的初吻 今天就要交出去 而且对象还是顾成 苏七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 脸上更是染上一抹飞色红韵 不不仅没有任何排斥 相反一种深深的期待感 还莫名地跃上心头 反应过来后 苏七双手猛地捂住双颊尖叫 啊 要命 我一个女人 怎么可以这么期待这种事 说是这么说 想到这个初吻要给顾成 感觉还真的不赖 臭小子 初吻就便宜你了 苏七背齿轻咬 拿起桌上的手机 开始在网上查询 与初吻有关的注意事项 出了工作室后 顾成直接找到徐晶 商量拍摄方案 既不能自己露脸 又要完整展示苏七的美 顾成想出了两个拍摄方案 一个方案是搭建一个舞台 顾成带着面具和乐队 在舞台谈唱 吻别 苏七穿着华丽的礼服 围绕在他身边挑逗跳舞 还有一个就是利用拍摄技巧 比如打光 剪影 再加后期剪辑 来呈现高大上的视觉 MV 徐道 你怎么看 徐晶完全没有犹豫 用第二个方案 效果会更好一点 幕布放中间 主光源在苏七这里 你则背光打轮廓 合体时采取背光 或者找特定的角度拍摄 顾成也觉得 第二个方案更好 别的不说 徐晶的拍摄技术 可是行业顶尖 这半个月 有他贴身指导各种摄影技术 顾成真的受益匪浅 那我们就选第二个方案 就是这次 要麻烦徐道指导MV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 这张专辑的拍摄以及剪辑 徐晶其实算是全程参与 因为早年未成名时 欠了张忠天的人情 所以徐晶最初才会屈尊 来指导顾成拍MV 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还人情 最后自己却非常享受这次拍摄 不仅手把手地教顾成指导 甚至有时候还放下身段 给他打下手 全音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 徐晶都爱不是手 毫不客气地说 徐晶是被顾成的才华 和灵性折服的 他非常看好专辑未来的前景 觉得这张专辑 一定会大爆特爆 徐晶嘿嘿一笑 顾成 专辑上市了 记得多给我几张签名专辑 我要送人和珍藏 顾成爽快答应 只要徐导开口 别说几张 就是几箱也不在话下 徐晶点头 你准备在哪里拍摄 是找场地 还是自己搭建场景 顾成沉吟了一下 我公司附近有条老旧的巷子 非常适合这次的拍摄 等一下我让刘继去帮忙交涉 徐晶点头 如果场地是巷子的话 大部分镜头都只能晚上拍 行 我跟苏七说一声 另一边 苏七要跟顾成要一起拍MV 而且还要合作吻戏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整个工作室 等他到拍摄现场的时候 工作室上这经纪人 夏至扫地阿姨 全部都跑来围观 苏七看着吃瓜的众人 不由黑脸 刘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看戏啊 刘洪光理直气壮道 眼里全是兴奋的目光 苏七翻了一记白眼 不就拍的MV 有什么好看的 李音暧昧一笑 齐总 这可是 你的荧幕初吻呢 我们怎么可能错过 刘洪光最清楚 苏七对顾成的心思 他忍不住调侃道 苏七 要跟顾成拍吻戏 你是不是很期待 苏七被戳中心思 抛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 无聊 第一次拍吻戏 两人都没有经验 徐晶拿着剧本 给两人讲解 苏七 知道什么最性感吗 友情最性感 带有感情的投入 才是最性感的 苏七求之若渴 徐道 这话怎么说 这个剧本主题就是 女主将男主玩弄于鼓掌之间 徐晶给他打了个比喻 那你就把顾成 想象成你掌心的宠物 然后想象自己 随心所欲的动动爱宠 记住要随时掌控主权 苏七扑斥一笑 对着顾成挑眉 听见徐道的话没 顾成 顾成剧本是你写的 你应该知道 剧情里 你对苏七是带着迷恋的 徐晶清了清嗓子 等下开拍时 你的眼神可不能这么疏离 要带点炙热和欲望 知道吧 顾成点头 知道了 徐道 这个亲密戏 有时候要反复拍很多遍才能过 你们要做好准备 徐晶提醒道 你们先熟悉一下 找找情侣的感觉 徐晶一走 两个人对视一眼 同时陷入沉默 顾成清了清嗓子 主动开口缓解尴尬 七姐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苏七不想认怂 嘴硬道 有什么紧张的 不就是一场吻戏吗 顾成却大方点头 我有点紧张 怕你觉得我口臭 我特地刷了好几遍牙 还吃了口香糖清洁口气 苏七完全不吃他这一套 顾成分明是 有过前女友的 而自己一点经验都没有 这么一想 自己好像很吃亏 他不是滋味的轻横 你不是 有过前女友吗 怎么还可能紧张 顾成一看踩雷了 忙不迭地解释 我跟秦文是清白的 我没有碰过他 苏七怀疑地看着他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为了哄我高兴 故意骗我 我跟秦文真的是清白的 我没亲过他 顾成睁着眼 一脸真挚 园主有没有不提 反正他自己绝对没有碰过秦文 苏七也不打算深究这个 免得给自己找不痛快 他转过头去 姑且细腻这一回 顾成暗松了口气 姐姐 我很高兴这次能跟你一起拍吻戏 剪影需要突出被拍摄主体的分明轮廓 空间立体感相对较弱 因此需要降低其他杂乱元素 确保拍摄背景尽可能的简洁化 苏七和顾成先彩排了几遍走位 寻找镜头感 工作人员跟着在反复调整机位 还有拍摄角度 一切准备就绪后 MV正式开拍 皎洁的月光洒落在漆黑的巷子里 折射出斑驳的光影 凌乱焦急的脚步在昏暗的巷子里 寻找跑动 苏七躲在转角窥视偷笑 镜头一转 昏黄的路灯响 一个挺拔的男子靠在墙角 落寞的身影被光线拉得悠长 一个女人迈着妖娆的步伐 静止朝着男人的方向走过来 她高挑性感 眼神迷离 笑叶如花 身上带着蛊惑人心的妩媚与艳丽 脚下的每一步都踩进了男人的心扉 月光下的苏七 看起来简直就是夺命的妖精 这就是真正的性感 简单的对视 没有任何肢体接触 然后就是措身而过 擦身而过的瞬间 顾承闻到苏七身上的淡淡心香 若有肆无地撩拔着她的心神 她起身想要追随 同时苏七悠然转身回眸一笑 路灯下围观的众人 不由屏住呼吸 嘴角不约而同挂上乙母笑 则则诚哥的眼神好欲 两个人亲密的动作好自然 完了 我的女神就要被亲了 我还莫名期待是什么鬼 有一说一 七总和诚哥 颜值配一脸 诚哥和七总 要命 我已经开始期待 两个人的孩子长什么样了 皇帝不急太剑急 两个人刚开拍 都还没亲上围观的 已经挠补了一堆 另一边 苏七望着顾承 隐隐喊水的眼眸里 倒映着她的身影 顾承追上去 拉住苏七的手 从背后慢慢贴近 两个人静若咫尺 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甚至还有心跳声 太帅了 顾承完全长在自己的审美上 苏七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 小脸染上薄红 她鬼使神差的抬手 摸在顾承的脸上 指尖在轮廓上一点定滑动 从顾承的角度 能看到苏七睫毛轻垂 以及半张的烈焰红唇 她眼神一暗 低头在她的耳垂 轻点一击 苏七下意识英明一声 声音又焦又软 两个人四目相对 空气突然变得稀薄 暧昧的电流 在彼此的视线中 噼里啪啦燃烧绽放 太近了 近到苏七能清晰感受到 她呼出的温热气息 还有口香糖的清新气味 苏七心底有如猫抓 总觉得她下一刻就会轻上来 果然 顾承目标直指朱唇 看着不断逼近的薄唇 苏七残存的理智 想起徐晶说过 要掌控主权 她抬手用食指 轻轻抵住顾承的靠近 然后推开她 转身离开 顾承从后面将人拉住 又再度暴露怀中 两个人就像相互嬉戏打闹 期间顾承几次清静 都被苏七狠心推开 后来傲娇顾承上线 苏七又嬉笑着回来 不过是勾勾手指 顾承又再度沉溺其中 两人反复拉扯纠缠 最后顾承聊起她的长发到耳后 看着女人面色飞红 猪唇轻起 下巴被食指挑起 苏七的心蹦蹦乱跳 感觉下巴一样的烧灼 恰到好处的灯光 再配合放慢的动作 顾承最终低头 对着猪唇印了上去 戏 软 不过是蜻蜓点水碰了一下 温度都没完全感受到 苏七又再度推开了她 苏七最终笑着转身离开 独游固承在原地黯然神伤 cut 徐晶兴奋招手 你们两个默契太好了 过来一起看她回放 这就拍完了 苏七有些茫然 她之前就听说过 亲密戏份很少拍一遍成功的 要反反复复地拍摄 然后从中再挑取最好的一段 结果两人只拍了一遍 她还没有完全感受到轻吻 这场吻戏就结束了 一时间 苏七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 顾成笑着走过来 七剑 你刚才表现得很好 苏七深吸口气 你也拍得很好 要不是知道是演戏 顾成眼神那么炙热 苏七还以为她眼里真的有自己 走吧 一起看看回放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不拍的镜头 出乎意料的是 两个人虽然是第一次拍吻戏 但是彼此合作默契 动作非常自然流畅 徐晶全程没有喊NG 而且镜头之间的切换 工作人员的流动配合 都像流水一样自然 音乐很有氛围 镜头也拍得很带劲 最为带劲的是 整个MV所把握的节奏 月下与人物表情交相呼应 徐晶完美捕捉到 两人反复交锋 情感推拉之间的那种美感与张力 和歌曲主题浑然一体 顾成夸奖道 不愧是徐岛 这场吻戏拍得真漂亮 徐晶摇头笑道 是你这场戏设计得太妙了 这场吻戏 妙就妙在 苏七几度去而复返 两个人反复纠缠 就像是一颗糖掉在眼前 看得到吃不着 让观众和顾成一样 经历失落 再猝不及防 喂一小口 此时 众人脑袋空白 就只剩下尖叫了 最后 就在所有人以为 糖可以吃进嘴里时 这颗糖轻轻一碰就消失了 而且 苏七演的是 真的很勾魂 几度让顾成 忘记周遭的一切 顾成不由侧头看向他 与此同时 趁着没有人注意 苏七意犹未尽地 轻摸着自己的嘴唇 影视剧果然没有骗人的 初吻真的很难忘 虽然只是轻轻一碰 但顾成的唇 是真的很软 带着温润的气息 想到这 苏七下意识地抬头 然后就对上顾成 投过来的目光 两个人四目相对 片刻后 又同时避开视线 拍完收工后 也不知道众人有意还是无意 送苏七回家的任务 最终落在顾成的头上 刘洪光意味深长地 撞撞顾成的肩 顾成 我们还有事 等一下麻烦把苏七送回去 顾成点头 刘记 路上小心 时间还早 你们不用急着回家 可以去吃个夜宵 看个夜景什么的 我先走了 临走前 刘洪光还不忘朝苏七 使了个你懂得的眼神 苏七 迟早有一天 他要撒点资然粉烤了 这颗碍眼的卤蛋 顾成摇摇头 转身看向苏七 七姐走吧 我送你回去 嗯 辛苦你了 上车后 两个人一时无话 苏七坐在副驾驶 用眼角余光 暗中打量顾成的侧脸 顾成也不是木头 苏七的小动作 自然也瞒不过他 他的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弧度 身心格外的舒畅 七姐 你在看什么 是我脸上有东西吗 既然正主察觉了 苏七不再避讳 索性大大方方地看 顾成 你是不是经常聊女孩子 顾成黑线 七姐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那今天拍戏 我怎么感觉你这么熟人 顾成赶紧到 这主要是七姐 你太美了 所以我才能这么快入戏 其实他没说的事 他入戏的速度太快了 导致这场吻戏 少了很多快乐 这还是非常遗憾的 苏七轻哼 你现在嘴月发甜了 我说的可句句都是实话 苏七没在追问 而是转移话题 顾成 车里怪闷的 放点音乐来听听 放什么音乐 随便什么都可以 顾成打开音响 放了一些轻音乐 大抵是心情好 苏七长腿微曲 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跟着音乐节奏 小声的轻哼 顾成的视线 下意识地 从那双长腿掠过 苏七这样的女人 在娱乐圈 真的打着灯笼都难找 首先颜值绝对没得说 然后三观正 双伤高 说话办事 都挑不出半点差错 为人热情善良 身上也没有什么明星架子 顾成觉得 跟他在一起时 感觉非常舒服 两视为人 苏七对自己的特殊 顾成也不是全然没有察觉 好比在他家 短暂同居的那段日子 还有那些时不时投向他的目光等等 都在传达一个信号 苏七对自己是有好感的 要说顾成经常跟苏七相处 心中没有一点想法 那绝对是骗人的 今天的吻戏顾成也是全情投入了 吻上的那一刻 他心底也是有所动情的 但就目前而言 他跟苏七的身份差距 相差太大了 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顾成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传道桥投自然直 等时机合适的时候 该出手时再出手 现在就先保持现状 反正人就在眼皮子底下 顾成是绝对不会让他跑掉的 MV拍完接下来就是剪辑 根据歌曲类型 素材类型 以及歌曲的节奏走势 顾成和徐晶一起确认剪辑手法 剩下的就交给专业的剪辑团队 顾成他们开始商量 专辑什么时候上市 今天是14号 21号是七夕 只剩下一周时间 苏七看向顾成 顾成 整张专辑所有东西制作完成 最起码要多少天时间 明天晚上应该就差不多了 为了赶进度 顾成是边拍边剪辑 所以早期拍摄的MV 基本就已经剪辑完毕 现在只剩下一些收尾工作 刘洪光大概估算了一下 后续的版权登记 以及宋审这些 我算他三天时间 也就是说 这张专辑大概18号就可以完成 正好赶在七夕前 顾成点头 七夕不仅是情人节 还正好是周五这个时间 发专再好不过 各大榜单有各自的更新时间 但是国内比较常见的 就是周五更新 因为专辑是要打榜单的 一周的数据截止周五 榜单一般周二出来 如果遇到法定节假日 顺延一天 到了更新那天的零点 榜单会刷新 重新统计这周的流量 如果周四零点发歌 那这周的成绩 就只有一天流量的累计量 如果选择周五零点发歌 那就可以累计七天的流量 到下周五 榜单成绩数据会好很多 所以绝大部分歌手 都会选择周五发专 或者单曲 其他时间发都是不太明智的 苏七鸣嘴笑了 七夕那天确实是好 敢在七夕发新专的 都是实力歌手 只不过倒霉碰上你 只能说是时运不济 顾成这张专辑 是苏七见过质量最高的专辑 每一首歌都是王炸几遍 无论是谁撞上 都只有被吊打的份 刘洪光也有些幸灾乐祸 听说港台那边的亚洲舞王吴一龙 这次是发第七专 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宣传了 还有情歌王子刘震 听说这张专辑 是他时隔三年的复出之作 内地的还有一支当红女子组合 Sister 这支单曲 据说还是重金拼请金牌制作人陈涛打造的 顾成 你这次发砖 怕是会得罪不少人 顾成毫不在意 他们发他们的 我发我的 大家各凭本事 苏七想到另外一件事 顾成 你那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到外网 国外不比国内 很多大牌的实力歌手 都是这个时候发歌 你要是一起发的话 得做好心理准备 顾成知道苏七的意思 在欧美那边 一般来说 春天是淡季 大牌歌手很少选择春天发专辑 夏天则是旺季 尤其是青春张扬的歌曲 都会选择在夏天发布 最重要的是 夏末秋初有 AMA全美音乐盛典 AMA与格莱梅奖 公告牌音乐奖 一起被称为 M国三大班奖礼 其现场效应是非常震撼的 单曲爆火的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一般大牌歌手的首单 都会再选择在这个世界上市 冬季的话 就只剩下一个圣诞周 一月份就更少有歌手发单曲了 因为马上就是格莱美 等到格莱美结束 基本上就过去了一年 不过顾成现在的目标 还是主打国内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等在国内站稳了脚跟 顾成再去开拓国外的市场 七剑 你不用担心 这首英文歌 我目前只是打个先锋 就当丢在那里试水 并没有指望 他能翻腾出什么水化 那就好 苏七松了口气 顾成起点太高 在国内同龄段的歌手里 基本没有任何对手 他怕他要是在欧美遇冷 会自信心受挫 现在看来 顾成比自己想得要稳重 对了 顾成 刘洪光还有一个疑惑 你的嗓音这么有辨识度 基本发专辑就等于曝光了 你到底打算 还要在幕后藏匿到什么时候 折合这几个月的经历 顾成其实已经没那么排斥 走到荧幕前 只不过 现在他没有曝光的必要 如今他并不缺乏人气 也完全不靠脸吃饭 与其在镜头前被人平头论足 不如隐匿在暗处 让大众直接认可他的音乐 顾成坐直了身子 正色道 猜到就猜到吧 刘记 我现在不走偶像路线 路不露脸 都不影响这张专辑的销量 而且你们不觉得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偏偏不给你看脸 某种程度来说 也算是一种反向营销对吧 刘洪光 他一时尽无法反驳 毫无疑问 顾成的唱功和创作能力 在华语乐坛当中 已经处于顶尖的水准 两首爆款金曲 尤其是Victory 维也纳夺金 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关注度 相比顾成的真实身份 网民现在更在意的是 他的音乐和才华 只不过顾成的这种走红方式 绝对是空前绝后 且无法炮制的 苏奇小脸威宁 顾成 那你就打算一直这样 不走到公众面前 看时机吧 具体的以后再说 顾成怂怂间 没有把话说死 说到不露脸 他想起另一个人 刘记 李莫子不是送去华语特训了吗 现在训练得怎么样了 刘洪光满意道 还不错 他虽然基础不牢 但好在天赋不错 练习也刻苦努力 现在不仅唱功有所改善 唱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估计再训练半个月左右 就可以包装出道了 顾成点头 让他好好训练 我手里有适合他的歌曲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督促他的 就是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刘洪光曲起手 轻敲桌子 距离顾成发砖 现在只剩下一周时间 时间非常紧 已经来不及再做什么宣传 顾成直接道 那就不宣传了 刘洪光下意识反驳 不宣传 这怎么行 顾成解释 我的热度这段时间来居高不下 要是营销过度 激起大众反感 就适得其反了 俗话说过油不及 顾成最近一直挂在高位热搜上 就连日韩那些人和事 也没能掩盖他的风头 顾成到底还是个新人 这样空前的热度 已经不需要额外再做宣传 顾成想起什么 又接着补上一句 而且蒙面歌王第三期 明天晚上就要播放了 苏七心目一正 你的意思是 林慧如那首 左手指月 要亮相了 顾成点头 前两期是合唱 林学姐没机会演唱这首歌 所以就留到了复赛 录制完复赛后 林师姐就跟我透露过 演唱现场非常炸脸 她顺利晋级了 按照林慧如所说 等节目播出后 节目组肯定会买热搜 到时顾成免不了也跟着沾光 热度自然又会赢一波大爆发 苏七捕捉到一个关键的信息 顾成 你又给林慧如写歌了 顾成淡淡点头 嗯 给她写了一首 苏七轻横 你对这个师姐 倒是格外关照 顾成一顿 失笑道 什么关不关照的 我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吧 刘洪光嘿嘿一笑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回又能省一大笔营销费 蒙面歌王这档殷宗 蓝莓台整整筹划了半年 耗费了大手笔来制作 甚至特地邀请业内 黄金搭档林申编曲 加沈腾音控 只为打造超越 我是歌手的剧院士吴美体验 选手通过戴上特制面具 使用特别代号 话筒采取变声等方式 来隐藏自己真实身份 抛弃年龄 性别 职业 资历 只凭歌声 进行真正的对决 现场听审团在听完歌手的精彩演唱后 为歌手投票的同时 还需猜测 歌手到底是谁 新颖的节目形式 以及金阳的制作 首播当晚就引发强烈关注 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 位居同时段第一 如今 蒙面歌王 俨然已成为当下最火的综艺节目 晚上八点 蒙面歌王准时开播 顾承跟着小丫头一起 坐在客厅收看 令他意外的是 选手从头到脚都裹得很严实 就连手都戴上手套 蒙面倒是非常彻底 看得出来 道具明显是花了心思的 看面具装扮 顾承并没有看出那种很廉价的感觉 歌手一上台就唱歌 比赛完也并没有太多的人物采访 或者后台故事之类的 节目整体显得很紧凤 观众全程参与度也更高 听听还可以猜猜猜 神秘的面具会引发听众好奇 在听歌的过程中 不断试图猜测歌者的真面目 悬念揭晓的刹那 也比一般殷宗的胜负 有更多期待兴奋之感 总体而言 节目做得不错 顾承一直等到节目最后 林慧如才姗姗出场 他的代号 浴火凤凰 一袭火红色的凤凰羽毛长裙 霸气 艳丽无比 着装比前面的所有选手都要出彩 小丫头甚至惊艳地喊出声 舅舅 这支凤凰好漂亮 短暂寒暄过后 主持人笑着问道 请问你要演唱什么歌曲 左手指约 这个歌名完全没有听过 是你的新歌吗 林慧如点头 这是我朋友为我量身定做的歌曲 容我先卖个关子 等唱完了再告诉大家 他是谁 加油 台下一片掌声 新歌可比老歌翻唱 更有神秘感 以及期待感 舞台确实打造得十分华丽 林慧如站在舞台中央时 身后的大荧幕 会随着音乐节奏 发出绚丽的灯光 左手握大地 右手握着天 掌纹列出了十方的闪电 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 三千事如所不见 抓二 空灵的嗓音 一开口就俘获了所有人的心神 镜头扫带而过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惊艳之色 故成挑眉 这段时间 林慧如确实进步不小 他的声线压缩能力明显变强了 在真假声转换方面 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痕迹 演唱不说浑然一体 但是情感以及演唱技巧 林慧如都算是全是到位了 毕竟不是人人都是萨老师 这首歌 林慧如能演绎到这种程度 已经超乎故成的想象 左手捏着花 右手捂着剑 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血 一滴泪啊呀呀 那是我啊呀呀 声音拔高的刹那 舞台开始绽放光芒 现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歌手的嗓音急剧穿透力 加上磅礴激昂的词曲旋律 直接震荡所有人的灵魂 实在太强了 网友们在强烈的共鸣之下 当场献出了天灵盖 天灵盖先飞为镜 左手摁住天灵盖 右手推平鸡皮疙瘩 杜劫不易 神仙卖艺 国内什么时候 有这么厉害的女歌手 这是什么神级演唱 谁捡到我天灵盖了 掀起我的头盖骨 我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听歌戏脸 观众们全程都在惊艳 直至演唱结束 主持人一番采访恭维之后 林慧如举着话筒 对着镜头 对着所有人高声致谢 谢谢大家喜欢这首歌 我还要谢谢一位朋友 同时也是这首 左手指约的词曲作者 望川老师 此言一出 全场竞技 不管是现场观众 还是评审团 或者是在休息区的参赛选手 每个人在听见这句话后 脸上的神色都极为精彩 所有人都在风中凌乱 我没听错吧 又是望川 Victory维也纳夺冠才几天 我怎么又出一首 左手指约 听说他最近在准备新专辑 而且快要上市了 特么的 望川都没有创作瓶颈的吗 全死了 这是压根不给童强留活路啊 娱乐节目的宗旨就是火 怎么火就怎么来 只要能提升收视率 任何能够博取热度和关注的事物 都会成为节目组利用的对象 望川这么劲爆的话题送上门 节目组自然没有放过炒作的机会 几乎是林慧如演唱刚结束 左手指约的媒体通稿 就在各大平台发布 锦号音乐鬼 才望川再创新作 左手指约 舞台炸链 锦号 锦号欲火 凤凰涅槃重生 左手指约 掀翻你的天灵盖 锦号 节目本身就自带流量 再加望川本身的热度 直接引爆热搜 连带着望川之前创作的歌曲 在各大音乐平台的销量 也跟着蹭蹭上涨 仅仅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左手指约的炸裂舞台 就冲上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热门 弹幕如同雪花般飘过 此曲气势磅礴 唱出了荡气回肠 百转千回的感觉 很有故事和画面感 翻遍华语歌手 都想不出这个歌手是谁 歌手声音空灵婉转 加上炸裂的舞台 仿若展开一幅细腻的斑斓画卷 全网几乎一致好评 就在这时 知名乐评人丁大声 却突然跳出来 也不知道说为了蹭热度 还是真的打心底 看不上这首歌 丁大声居然公开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对左手指约 这首歌以及望川 都进行了犀利的评价 后台一直有人催我点评这首歌 真的烦不胜烦 这分明是一首极度无聊的歌 装神弄鬼 和声也十分低俗 歌词随意堆砌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音高 就跟胸口碎大石一样 完全就是典型的杂技型歌曲 不知道这个音乐制作人 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纯纯拿来炫技的作品 简直无任何美感可言 也就看个热闹 丁大声这番言论一出 整个网络就轰然炸开 网友纷纷开始质疑 他的专业能力以及为人素养 这年头 是个人都能做乐评了 吹几下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歌词明明有很多佛家典故 在你嘴里却被批判得一无是处 华重取重 一颗石子居然去质疑王者 可笑 脑子被驴踢了吗 旺川的才华 可是得了姜妈点名认证的 丁大声这番点评 个人主观色彩太强烈了 完全就不是一个专业的乐评人 博初我也不用这样吧 心疼旺川 好端端的作品 却被人碰死炒作 顾成虽然从未露面 但他两个月连续四首爆款热曲 在全网已经累积了不少路人粉丝 粉丝维护偶像 几乎是毫不留情 或许是脊梁鼓 被网友戳得太狠 丁大声被骂起肝火 直接在微博回对 操 不过是一个刚出道两个月的新人 一个只敢躲在镜头后的缩头乌龟 我用得着蹭他热躲 完全搞不懂 你们为何对他如此推崇 写了几首歌 就放任粉丝目中无人 我为华语乐坛的未来感到悲哀 这回连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丁大声已经不是单纯的乐评 而是充满戾气的人身攻击 网友纷纷跑到他的账号底下回对 直接把丁大声骂上了热搜 摆明了是在蹭热度 恶心至极 点评犀利又没有足够支撑言论的依据 纯粹只会哗众取宠 批判别人钱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什么玩意儿 蝙蝠身上插鸡毛 你算什么鸟 人家出道二个月 就有几首爆火单去 而你出道二十年 却连一首代表作都没有 真是可笑 丁大声这波扫操作 直接引来网友围攻不说 还给顾承目刷了一波好感 这可把刘洪光乐坏了 又可以省一波营销通稿 顾承不解 他干嘛这样针对我 我是跑他祖坟了 还是挖他墙脚了 刘洪光嘴角不屑的一撇 丁大声也不光是针对你 他这个人在业界风评素来差得很 就因为他足够毒舌 所以近几年很多英宗 喜欢请他去担任点评 借他犀利的点评来炒作 乐评人最初是乐坛之边 鞭策着所有音乐人砥砺前行 是乐坛重要的音乐风向标 丁大声却沦为靠拉彩碰瓷明星大咖 来博取眼球和热度的跳梁小丑 刘洪光打心底看不上这种人 顾承 我还以为他是个专业乐评人 专业 那你可太抬举他了 苏七不屑一笑 丁大声早年举办过几场小型音乐节 也做过两年音乐企划 对流行音乐这个行业的传播规律 有点了解 不过 在音乐的生产和传播端 丁大声的业务水平不算高超 有点成绩 但又称不上加紧 还没那个南北头的博主点评有料 流行音乐领域 是娱乐行业里 仅次于影视领域的名利场 背后涉及巨大利益 产业链 相关获利者一环扣一环 哪个环节都不容小觑 这就导致流行音乐的乐评 不免受到资本的影响 甚至可能是操纵 用来吹捧 或者引导舆论 顾承仔细想了一下 我跟他也没有利益交集吧 他怎么死咬作不放 苏七倾咳了两声 提醒他 丁大声的资源背靠新黄 这次蒙面歌王的选手里 就有两个新黄公司的艺人 跟林慧如PK输掉的那个选手 就是新黄的艺人 顾承瞬间心领神会 他前世也录制过不少娱乐节目 在这中间 因为各种利益交错 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暗箱操作 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 不过是节目组想要让你看到的 台前幕后 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就因为这个 刘洪光接着补充道 根据内部消息 蒙面歌王这个节目 在开拍之前 就跟新黄达成了内部协议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节目最后的歌王妃吴晨宇莫属 吴晨宇 顾承想起来了 这个是新黄公司的当红偶像 早年在炮菜国发展的归国练习生 据说唱跳实力都不错 在国内外都有不小的人气 娱乐圈有个东西 叫资源置换 比如赞助商赞助节目时 会将某一人塞到此节目中 然后代言赞助商的产品 或者签订合作条款 顾承挑眉 我把他冠军之位搅黄了 差不多吧 苏七斟酌了一下 你给林慧如写的 左手指约 由于反响太好 节目组现在正在考虑修改方案 不过还没确定 顾承不由沉默 资本看重的永远只是利益 谁带来的利益更大 自然是选择谁来合作 苏七看他沉默 以为他还在纠结丁大声的事 感动他的人 势必要叫他知道代价 顾承 你不用纠结丁大声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我纠结他干嘛 顾承笑了 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又翻不起风浪 苏七没有回应 心中正在思考 怎么给丁大声一个足够深刻的教训 望川的话题在全网热度极高 为了赚取几率和流量 各大营销后 犹如文哲卫的猎狗 抓着丁大声批判望川的新闻 大肆报道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丁大声不仅没粮 甚至越来越火 仅仅半天时间 微博就涨粉了五十万 大凯是涨粉膨胀了 丁大声趁着热度居然开直播 直播期间几度内涵诋毁故城 一个新人出道就有大资源 这里头没内幕 你们信 一个月不到就赶出来的专辑 想想都知道什么质量 这专辑别说买 送我都不带药的 白金专辑 我怕是白银吧 他要是能拿白金认证 我丁大声立马退却 实在要听歌的话 你们可以听猪一龙的 那才是花钱听的歌 丁大声这狗东西 这是打算要咬着顾城不放 刘洪光看得快要气死了 月评人毒舌顾城 其实不反感 但是 拿不出专业的月理点评 却只会像疯狗一样 对着自己互咬乱吠 顾城就不爽了 七姐 丁大声在业界有什么黑掉吗 苏琪笑了 我还以为你不打算理会他呢 顾城冷哼 本来确实懒得理他 但他蹦打得太欢了 他之前之所以不打算理睬丁大声 一个是因为要忙专辑没空 还有一方面是 人红是非多 没有名气 谁嫌得蛋疼 去黑你啊 有价值才会被媒体营销 如果这一次被骂到这个份上 还不做任何反击回应 将来各大媒体以及营销号 甚至路人会以为他是 可以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既往不救 实在太虚伪 顾城喜欢风水轮流转 而且是给他往死里转 苏琪抽出桌子下的文件递过去 我刚才就托朋友收集丁大声的黑料了 不过现在才收集到一部分 顾城挑眉 七姐 原来你早有准备 苏琪摆他一眼 废话 你是我的人 感动你就是明摆着跟我作对 我肯定不会让他继续留在圈子 顾城接过苏琪递过来的资料 丁大声在业界以言语犀利著称 对于一些社会事件蹭热点很积极 但他总是以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评价他人 多次在网络引发争议 在业界有喷人大地之称 这份资料就涵盖他之前所有对人 以及一些行为不端的资料 丁大声曾在宝岛及帝都多个音乐公司 做企划 宣传以及推广等相关工作 这些工作都需要频繁与人打交道 他的攻关能力 人际交往都很强 内地背靠新黄 宝岛那边又与苹果快报 以及一周刊关系不错 这是丁大声之所以如此毒舌 还能在娱乐圈蹦搭的原因 这些资料 顶多能让丁大声短暂闭嘴而已 杀鸡警候 只有彻底封杀丁大声才能达到震慑之力 刘洪光打了个响指 丁大声是宝岛那边的 没来内地发展前 在宝岛那说了不少信号信号言论 我找朋友深挖一下他的黑料 麻烦刘继了 等刘洪光走后 顾承突然道 七姐 你陪我去录个音吧 苏七一脸茫然 专辑都快好了 还录什么音 顾承笑了笑 一手回队丁大声的歌 作为歌手 没有什么比用歌曲低死回队更有犯 苏七瞪他 神色古怪 你还要给丁大声写歌 顾承点头 这首歌就当提前送给歌迷 送给媒体的见面里吧 明星跟狗仔之间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明星也有受不了狗仔的时候 周董就曾写过一首四面楚歌 来怒对狗仔 词曲都是现成的 稍微拿来修改一下就可以用 所以全程只花了一小时不到 一首四面楚歌就诞生了 苏七一脸崇拜地望着顾承 这已经是一首完整的说唱歌曲了 你确定要把它发在微博而不是加在专辑里 顾承摇头 专辑已经录制完成了 再说 这首歌跟专辑风格不符 再说我只在微博发其中一届片段 意思到了就行了 由于丁大声在全网四处蹦达拉踩望穿 众多的粉丝路人聚集到望穿的微博下方围观 坐等等挂 这博主是有多怂 人家对着喷 都不带之声的 我是来看撕逼大战的 结果就这 一天了 我究竟在期待什么 死心吧 这个博主至上线开始就已经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你们说这个账号是不是假的 要不怎么被骂成这样 都没见现身 或许望穿根本就不存在 我朋友说 业界都在怀疑 那些作品不是一个人写的 卧槽 我也觉得 这几首歌风格天差地别 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 类似的言论 在评论区里扎堆出现 久不登陆微博的故城 近来看到这些评论 真的是哭笑不得 网友哪来那么多阴谋论 苏七却突然拍拍他的肩 吃惊道 顾城 你这个账号的粉丝 居然已经快两千万了 顾城扭头一看 果然发现账号的粉丝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涨到一千八百多万 我都不发言 这些人究竟在关注什么 你要是活跃点 经常跟粉丝发言互动 估计粉丝就不止这个数了 要知道 公司是没有给顾城买粉的 也就是说 这近两千万的粉丝 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真人粉丝 作为一个开通才两个多月 近乎白板的账号 这个涨粉速度 已经可以用逆天来形容 顾城皱眉 太麻烦了 不管是歌曲还是小说 他都懒得互动 再说了 多说多错 媒体和黑字最会扣字眼 在歪曲解读一番 来制造新闻热点 你还是先发微博吧 顾城点头 开始编辑帖子 非常感谢大家的问候与支持 最近一直在忙着录制 首张个人专辑 现在专辑 《流金岁月》 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 会在七夕十二点 与大家正式见面 在专辑上市之前 先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 这是我即兴创作的一首rap四面楚歌 这只是歌曲其中一小节 完整版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以后 我再发布出来 祝大家生活愉快 顾城将专辑封面 还有刚才录制好的部分音频 一起上传上去 评论区炸开了 卧槽 我抢到了前排 这就是专辑的封面 看起来好高大上 七夕就要发布专辑了 期待 让本大少看看 是首什么rap 粉丝们激动地点开链接 我的生活像拍了一出戏 有超多导演跟编剧只说了台词一句 而他们配了八百个语气 操控着我的情绪 冲出来好几只狗 我心想我什么时候任养这么多只狗 他们咬着苹果手里敲击着键盘 好像要对着我诉说什么阴谋 会说话的狗 他说 他是为了狗周刊 看能不能骂我多换几根骨头 如果伤害我是你的天性 那怜悯是我的座右鸣 狗狗狗狗 这一小节说唱 不仅透露出顾城无奈的情绪 也让大家看到 他幽默面对媒体的一面 直接让网友给听贵了 MB 简直就是rap之神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哼 桀骜不驯的歌词 被小哥哥圈粉了 这还是第一次 有歌手硬钢媒体 真的是太狂了 狗 就你清高 第126章 《流金岁月》正式发布 丁大声批判故城时 苹果以及某周刊两家宝岛媒体 是完全站在丁大声这边 支持他言论的 所以 四面楚歌一发出来 网友就知道 这首歌的主要 this对象是谁 不过这样的表述方式 还是有可能会让新闻同行 觉得不舒服 如果因为这一首歌 而激怒了全体新闻从业者 搞不好 顾城真的会陷入 四面楚歌之中 为了避免媒体误解 苏七工作室 在顾城发了歌之后 第一时间发布了官宣声明 大意是 这首歌是望川 有感而发写着玩的 写给某些抹黑 诋毁望川的人和媒体 绝对不针对任何正派的媒体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好在顾城更改了部分歌词 所以媒体基本没有对号入座 丁大声气得咬牙切齿 操 居然公然发歌 骂我是狗 老子今天就教你重新做人 丁大声正打算去微博回对反击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账号 因涉嫌违规发表不当言论 直接被封禁了 而且还是永久封禁 怎么回事 我什么时候发表不当言论了 以为封了这个账号 就能阻止我发言 丁大声冷笑 打算换个平台发声 结果却发现名下所有的自媒体账号 全部都因涉嫌违规被封禁了 包括之前的直播间 操 这是谁在搞老子 丁大声费都快要气炸了 气愤之余 直接把电脑鼠标给乱砸一通 还没发泄完毕 公司一通电话打过来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丁大声 你个智障 居然在社交平台发布新好新好言论 你是脑子有坑吗 惹什么人不好 居然去惹苏气 公司这下真的被你害死了 丁大声瞳孔一阵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王总 什么剃毒 你自己上热桌去看 丁大声慌忙拿出手机登陆微博 这才发现自己以往在宝岛节目 发表的那些影射信号信号的言论 全部都被媒体集中爆了出来 网民的关注度 还没从故城发歌回对丁大声中回过神 就被丁大声剃毒的消息给冲击了 大概是他平时太毒蛇 败光了路人员 以至于出事以后 媒体网友一边倒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公众人物更是谨言慎行 终于被封号了 这是我听过最令人振奋的消息 哈哈 双标狗丁大声翻车了 明明半桶水晃的叮当响 还总是装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这种人早就该被封杀了 触犯民众底线 不能原谅 我日他奶奶的 是哪个归孙在搞我 丁大声破口大骂 到了这个程度 解释已经停息不了网友怒火 他只能快速借用公司账号 发布相关的道歉声明 但是网友却并不买账 封杀来得又快又狠 不仅丁大声现在参与的节目 要与他终止合作 就连下半年接洽好的节目 也全部都解约泡汤 同时还要面临诉讼 以及巨额违约金 网友觉得大快人心的同时 又开始觉得是有蹊跷 这个丁大声上一秒 才被望川发个怒对 下一秒就被封杀 细思极恐 这祸毒蛇不是一两天了 早年对流行天王刘叶华 都能全身而退 这次落的这个下场 怕是碰到硬茬子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险 这种只会博眼球的乐评人 风沙了落的清净 有一说一 那首四面楚歌 唱的是真好 我开始期待望川的专辑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预售 解决完丁大声后 顾成又开始投身专辑到后续工作 8月18号 刘金岁月刚顺利审查完 实体专辑正式开始投入流水线量产 就等七夕上线 原本按照刘洪光的宣传计划 发专辑之前 是要先炒作预热一波 现在不必了 蒙面歌王 节目组以及丁大声事件带来的热度 早已经让顾成要发新专辑的消息 传遍整个华夏 作为顾成的首张专辑 刘金岁月 真的可谓是诚意满满 撇开歌曲质量不弹 专辑每一首歌都制作了MV 这在华语乐坛就属极为罕见 因为MV制作成本很高 所以一般歌手是出了专辑后 公司在看市场反应 在考虑拍不拍MV 只有大牌歌手 才会从一开始就拍MV 有徐晶的拍摄以及指导 不说每个MV都堪比大片效果 但是其艺术以及水准 基本都在同类型MV之上 比如拍摄《青花瓷》的古装戏份时 为了完美还原古代的氛围 顾成全部采用了蜡烛来打光照明 出来的效果简直是惊艳无比 顾成捏着新鲜出炉的专辑 眼里感慨万分 现在的人可能理解不了 十几年前偶像新专辑一出 几个同学一起凑钱上网买CD的热情 这是顾成的个人首张实体专辑 也是他全程参与制作完成的专辑 七简 这张专辑你打算定价多少 苏七沉吟了一下 整张专辑一共十首歌 数字专辑定价18元一张 单取两元一首 实体专辑定价78一张 顾成点头 价格还算合理 苏七上次发的是迷你专辑 只有六首歌 数字专定价10元 实体专辑58元 所以现在 这个定价其实很合适 刘洪光插话道 其他歌手早就开启预售了 他们还搞了个预售排行榜 我们要不要也开启预售 亚洲舞王无一龙第七专 龙卷风 从去年11月份开始宣传到现在 在全网预售 已经超过35万家张 秦歌王子刘振 时隔三年 带着全新专辑 以爱之名 付出 全网预售20万家张 当红女子组合 Sister 写夏日清新单曲 我在老地方等你 预售则达到了60万家 现在无论打开哪个平台 到处都能看见 这些歌手的通告 甚至还有公众号 罗列上架首日的时候的销量 来做一个公开投票 目前顾成的票数并不高 而且 乐坛对于这张专辑成观望状态 没有谁多加之言 顾成摇头 预售不及 等七夕那天上线就是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夕 别的歌手都忙着宣传 做节目 敢通告 增加曝光率 顾成这边 却什么也没干 从出道开始 他就闪烁着耀眼的天才光芒 他敢于打破市场格局 创作风格多变 且不受拘束 这才能在一众歌手中 脱颖而出 顾成对这张专辑信心满满 十二点整 顾成的个人首张专辑 《流金岁月》在全网强势发布 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 对华语乐坛来说 都是颠覆性的单曲 除了国风 清花词 情歌 因为爱情 以及 吻别 励志的 海阔天空 和 红日 两首乐语外 还收录了让人朗朗上口 旋律悦耳的 夜曲 十年 江南 以及 黄昏 四首风格各异 但却优美动听的单曲 所以 专辑一上线就以一鸣惊人的姿态 惊艳整个华语乐坛 也是从这一刻起 华语乐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情人节这天 整个乐坛都在关注一张专辑 《流金岁月》 原因只有一个 旺川是华语乐坛的音乐鬼才 自他横空出世以来 首手精品 首手爆款 就算是随手写的一小段disc歌 都是别的音乐人拍马都追不上的高度 旺川凭借一己之力 风头盖过 所以准备发专或者单曲的歌手 成为华语乐坛当今最受瞩目的歌手 天天 酷酷 网易云 无论你点进的是哪一家音乐平台 听的是哪一个榜单 青花词 吻别 海阔天空 十年 放眼放去 从第一名到第十名 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专辑 《流金岁月》的歌 以酷酷音乐为例 新歌榜榜首是 吻别 第十名是 黄昏 新歌榜前十的歌曲 无论是点击 评论 下载等数据都高得吓人 而且几乎相差无几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专辑的每一首歌 歌迷都雨露均沾 而从第十一名 以爱之名开始 其试听数据 连第十名的 黄昏一半都没有 下载数据更是少得可怜 只有三分之一都不到 由此可见 《流金岁月》 完全就是断层式碾压 除了试听和下载比例 远超同期专辑 这张专辑 其评分同样令人震撼 九 六的超高评分 就那样赤裸裸地挂在榜单上 一场闪耀夺目 从评论区里一水的好评 就知道 这评分不是粉丝们弄虚作假 而是十万人实实在在打出的真实评分 华语音乐近些年越做越烂 土嗨DJ 口水歌泛滥成灾 很久没听到质量如此之道的专辑了 这才是花钱厅的专辑 这个情人节有流金岁月不孤单 太喜欢这张专辑了 虽然风格迥异 但是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 已经预定实体专辑 我是梁广的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海阔天空 以及红日 这两首粤语歌非常正宗 不愧是乐坛公认的音乐鬼才 华语乐坛这下后继有人了 每一首都是主打歌 这张专辑绝对的神传 今年的京唱片 流金岁月 我不看 别的不说 这张专辑光是豪华的MV阵容 就已经是神专辑别 对 这张专辑简直堪称是女神收割机 网友眼尖得很 墨向东监制 徐晶协助指导 苏七 林慧如 许青 以及蒋依依等众多女神 在MV里客串出镜 流金岁月这张专辑 无论是音乐水准 作品内涵 制作团队 乃至MV合作的大牌阵容 都达到了一个罕见 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高度 清唱片 这届的网友真有眼光 刘洪光捧着手机 笑得合不拢嘴 顾承停下马子的手 抬头道 刘继 实体专辑的预售 现在有多少了 刘洪光统计了一下 现在预售突破十万了 这才一个小时 实体专辑 现在就已经突破十万了 顾承一证 他知道这张专辑会火爆 但却没料到这么火爆 毕竟现在实体专辑 销量连年下滑 就连苏七上张专辑 到现在也才卖了两百七十多张 苏七微微皱眉 按照专辑销售的火爆程度 供应商那边 怕是赶不出订单 筹备专辑的时间太紧凑了 所以 实体专辑目前为止 只制作三十万张了 按照目前的销售趋势 三十万张专辑 估计很快就会断货 这个问题 刘洪光早就留意到了 我已经跟供应商那边联系过了 他们说 会全天候24小时加班加点 尽快将订单赶制出来 苏七还是觉得不太稳妥 刘继 现在专辑供不应求 你再找联系几家工厂 赶制 要不然让粉丝等久了不好 刘洪光点头 那我现在就去联系工厂 这一边 专辑的热度还在持续上涨中 每一首歌底下的评论区 都热火朝天 但其中点评最火热的 当属 吻别 一个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这首歌在今天非常有意见 还有一个是华语天后苏七 在这首歌的MV里 贡献了荧幕初吻 你们看 吻别 没有 七个的荧幕初吻 全送出去了 我也看了 七哥在MV里 是真替娘的美啊 搞笑的是 对方居然连个正脸都没有 七姐吻了个寂寞 我觉得这样顶顶吼 瞬间就带入了自己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 望川和顾诚的声音 是一模一样的吗 顾诚的声音 太有辨识度了 很快就有粉丝发现这个问题 对对对 我在听第一首歌的时候就发现了 不过因为太离谱 所以不敢相信 卧槽 望川是顾诚 我说怎么似曾相识 感情是同一个人 不会真的是一个人吧 怎么可能 立刻有粉丝 跑到顾诚和望川的微博账号求证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苏七工作室这边 倒是给了一句模棱两可的回答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音乐就好 不用太关注歌手本身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就当是默认 这两货是同一个人 盖章认证完毕 望川是不是顾诚我不知道 但是他是真狗啊 居然夺走了女神七哥的荧幕初吻 如果真的是一个人 那他这三个月加起来 岂不是发行了十八首歌 卧槽 十八首歌 这是批发大白菜吗 原来这位才是华语乐坛的卷王 最可怜的还是刘震 在巅峰时退出乐坛 好不容易三年后复出 却又遇上望川 网友没有猜错 刘震心中 此刻确实是五味杂陈 在望川没出现前 刘震是整个华语乐坛 最受瞩目的情歌王子 歌迷最期望复出发专的歌手排行榜里 刘震整整霸榜三年 歌迷更是说杂锅卖铁 卖血卖肾来支持他复出 时隔三年 刘震终于在歌迷乔首以盼中 选在七夕情人节复出发专 新专辑以爱之名 不仅延续刘震以往的抒情风格 而且专辑无论是质量还是艺术 都更胜从前 刘震一度对自己的专辑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一定能够凭借新专辑 再创辉煌 但这份超强自信心 遇上望川后 就碎成了玻璃渣渣 说好的 只要他付出发专 卖血割妖子 不要买专辑支持他的粉丝呢 销量就这 就这 刘震想要骂街 都说华夏人不骗华夏人 结果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以爱之名 连新人榜前十都上不去 让他情歌王子的脸忘哪歌 刘震一边暗骂自己手剑 一边还是忍不住登陆音乐排行榜 想要描一眼 刘金岁月的时时销售成绩 没办法 他压根做不到无动于衷 不看不知道 看完后 他直接人麻了 看着这逆天的数据 刘震瞳孔一阵 嘴唇不由地哆嗦 实在是这数据 太特么变态了 我的祖宗 这数据是认真的 刘金岁月 数字专辑的销量 居然已经突破了一百万张 卧槽 这才三个小时 就卖一百万张 这数据 是打算把华语乐坛的天筒破吗 人早就已经把天筒破了 经纪人 蔡翔沉着脸走过来 不光是数字专辑销售惊人 而且他实体专辑的预售同样火爆 现在已经突破了五十万张了 刘震皱眉 蔡姬 是计 经济得计 蔡翔脸一抽 咬牙切齿道 我跟你说了几遍 你普通话不标准 就别这样叫我 行 我记住了 刘震换了副口吻又道 蔡姬 那个忘川 就是故城吧 算了 跟他计较 只会把自己气死 蔡翔深吸口气才道 根据我打探的消息 这就是一个人 这么说 他真的三个月内 就写了十八首歌 蔡翔摇头 应该不止十八首 前阵子 我跟歌手的节目总监聊过 他透露说 故城给张义写了一首 新贵妃醉酒 据说首期录制的时候 全场都被惊艳了 现场的震撼效果 完全不输那首 左手指月 刘震不由吸了口气 现在的新人 都这么变态的吗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 事业巅峰期 就跑去隐退 蔡翔狠狠地白他一眼 现在好了 休息三年后重返娱乐圈 乐坛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谁会料到 内地会凭空冒出这么一个音乐鬼 才出来打破局面 刘震语气唏嘘 港台乐坛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宝岛的华语金曲奖 在很多年里 都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含金量的奖项 凭借主场优势 港台在前几十年 涌现大批乐坛巨星 几乎垄断了国内的音乐市场 所以在华语乐坛里 港台歌手向来是领先于内地的 虽然现在新生代理 没几个接班人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自己好歹也曾是港台殿堂级歌手 回归怎么也不会遇冷才是 结果现实狠狠抽了刘震一耳光 沉寂三年再复出的他 撞上顾城后直接泯然众人 刘震现在想想 都忍不住为自己拘一把把心酸泪 猜想咳了咳 我听说港台有经济公司 正在试图跟顾城接洽 想将他挖到港台去发展 刘震无语讥笑 我看他们分明是看中顾城 在粤语歌这方面的天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 自内地经济经济崛起后 加上没了港台影视剧的推波助澜 粤语歌逐渐在音乐市场没落 如今好不容易看见一个粤语的好苗子 这些人就像恶狼一样眼冒绿光 刘震 你也听了顾城的专辑 你觉得他才华如何 当得起音乐鬼才之称吗 那自然是有的 刘震打心底 折负于顾城的才华 像他这样的歌手都有御用作词 作曲人 有长期固定合作的制作团队 这样可以保证歌手的定位合适 以及专辑整体风格路线相同 为了体现所谓的爱情主题概念 刘震的新专辑 以爱之名 就在音乐形式 内容 唱片封面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而顾城却将十首不同风格 不同概念 甚至不同唱腔的歌曲 全部收录在一张专辑里面 按理来说 这应该是张不伦不类的专辑 但流经岁月 却没让你联想到突兀 摇滚 爵士 国风 风格迥异的曲风 在顾城逆天唱功的演绎下 巧妙的揉碎融合成一张多元化的传世专辑 是的 在刘震眼里 这张《流经岁月》每一首歌都可圈可点 被顾城演绎的丝丝入扣 完全能扛得住岁月侵蚀 成为一张流传百年的经典专辑 蔡姬 目前新生一代的歌手里 没有一个唱作人能与顾城比肩 刘震无视蔡祥的黑脸继续感慨 现在整个华语乐坛 没有人能挡住顾城的崛起 面对顾城的崛起 如果说刘震是坦然面对的 那么朱七龙就是其中不甘心的人 《龙卷风》是他第七张个人专辑 除了亲自操刀监制演唱专辑外 他还花了很多心思在加强歌唱技巧上 甚至破天荒接受公司的安排 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利拼极限去演唱了两首抒情歌 为了专辑《龙卷风》更完美 朱七龙从去年年底 一直拖到今年八月下旬才正式发行 原本以为这张专辑会像专辑名《龙卷风》一样 席卷整个华语乐坛 结果酝酿已久的潮流风暴 遇到顾成之后 直接土崩瓦解 整张专辑 最好的成绩就是主打歌《独一无二》 在天天音乐新歌榜排行第十一名 网易云排到第十五名 总之全部都在十名开玩 而且 这还是粉丝们以全力打投的结果 顾成这张专辑 五分制打分的 几乎都在四 六分以上 十分制的也都九 三以上分 而朱七龙的主打歌 《独一无二》 仅仅只有三 八 或者八 五 无论是销量还是平分 顾成简直是从头到尾的碾压朱一龙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里 除了顾成就是忘川 朱七龙连微博前史都挤不进去 他最热的话题 还是一个影射他江郎才净 才华远不如顾成的话题 这让素来心高气傲的朱七龙 如何能忍 明明是江城土包子 出道不过三个月 凭什么专辑销量比我高 操 老子不服 朱七龙愤愤不平地呐喊 随即好像想到了什么 眼前一亮 这个顾成这么喜欢藏着掖着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朱七龙直接打电话给香港著名渔记葛思琪 葛思琪可谓是港台第一狗仔 一个人就可以把娱乐圈搅得天翻地覆 到目前为止 一共抱过十个大瓜 瓜瓜致命 总之 娱乐圈就没有葛思琪挖不出的秘密 葛思琪 我这里有份轻松的活计给你 你要不要干 帮我来帝都丁顾成 机票住宿伙食 我给你出 一个月再给你十万 如果拍到有用的东西 价钱我们可以商量 就一言为定 挂断电话 朱七龙露出得意的笑容 顾成 我看 你能嚣张到几时 庞大的网络点击量 还有惊人的音乐才华 让顾成在全网广为传播 著名节目主持人马卫 在社交平台发文 我在百家讲坛讲了十几年 都不如顾成一首青花词 香港著名作词人周磊 点评 流经岁月 再丢二十年 我也创作不出 这样这样一张完美的专辑 一篇篇报道分榻而来 而其中报道最多的 就是旺川首张专辑在各个榜单的销售数据 直接惊掉了网友的下巴 流经岁月 数字专辑突破三百万 流经岁月 实体专辑预售五十万 流经岁月 全网点击量破亿 这些仅仅只是刚上线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还在持续暴涨 等到结束的时候 不知道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更有媒体放言 八月的华语乐坛是旺川的天下 所有音乐榜单的冠军只有一个 那就是旺川 媒体更是不忘打去调侃 能打败旺川的只有顾成 总之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 旺川这张处女专辑《流经岁月》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会牢牢霸占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前十 将其他歌手图的片甲不留 随着顾成专辑销售月发火爆 刘红光的电话一度被外界打爆了 因为顾成现在人气正火爆 而且入圈后 从未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录过面 所以她的露面首秀 自然就在娱乐圈高度抢手 各大电视台为此展开邀请顾成的激烈竞争 综艺节目广告代言等等 各种五花八门的合作邀约 都打电话到刘红光这里寻求合作 大部分合作刘红光都是直接推了 但是大伙的资源会跟顾成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 歌手节目组那边刚才打电话过来 极力邀请顾成去节目做踢馆嘉宾 顾成一正 我没记错的话 歌手的嘉宾不是一向都邀请老唱将的吗 我一个新人 节目组怎么也破例了 刘红光嘿嘿一笑 这不是看你现在热度高 苏七颇感兴趣地问道 他们开价多少 三百万 苏七微微挑眉 那还不错 三百万听起来好像不多 但是顾成到底是一个新人 参加节目又只是去唱一首歌 开出这个价位 其实已经完全不算低了 三百万还不是目前最高的 刘红光伸出五根手指 蓝梅台那边 刚还发出中秋晚会的邀约 说五百万让顾成上台唱三首歌 而且安排在压轴出场 苏七跟圈内艺人对比了一下 顾成如今的身价 已经完全算得上 是圈内二线艺人的水平了 要是出到时间再长点 就不止这个价了 顾成并不觉得意外 五百万邀请他唱三首歌 听起来只用十几分钟 就赚五百万 好像这个钱赚得很容易 实际上节目组赚得更多 以他现在的热度 撇开晚会卖票那些不说 光是晚会直播的网络转播权 以及节目广告价格上调等 都足以让节目组 赚翻几个五百万 所以顾成笑了笑后 就直接拒绝了 刘纪 这些节目邀约都推了吧 刘红光对此早有预料 大部分艺人爆红后 不是接广告代言 就是接商演通告之类的 争取在高热度的时候 及时将人气变现 但是顾成对于这方面 却表现得兴趣缺缺 顾成 你现在不是很缺钱吗 怎么对这些商演通告之类的 完全不为所动 目前我确实没有 上综艺节目的想法 再说 我现在也没那么缺钱 顾成一边回答 一边把今日份 诸仙的新章节上传 再说 我现在也没那么缺钱 说到这个 刘红光猛然想起一事 老张前几天跟我说 你把 朱仙的影视剧版权 卖给他了 顾成笑着点头 托张大哥的福 朱仙的部分影视剧 以及动漫改编权 都卖出去了 张忠天家里 本身就是搞影视圈的 圈子里也多的是 从事影视剧 相关行业的朋友 知道顾成对于 朱仙影视剧版权的重视 所以 在跟家里的公司 评估合计过后 张忠天和世纪影业公司 一起合作买下了 朱仙的影视剧改编权 除此外 张忠天还帮顾成 跟玄机科技 有限公司牵线 把 朱仙的动漫 改编权 也一起卖了出去 把 朱仙的版权卖完后 再扣完税 顾成一共进账了 一千多万 再加上他最近给张艺 以及林慧如 都写了歌 以及中横的搞费到账 顾成在经济方面的压力 现在已经卸下很多 刘红光深深地看着他 一本正经的感慨 顾成 讲认真的 论才华你真他妈是个变态 刚开始他还以为 顾成写小说 就只是玩票性质的 结果才短短一个月不到 顾成的小说 就在中横掀起 飓风大浪 直接让整个网文圈 未知地震 现在才两个月的时间 小说的IP 又几乎被他开发殆尽 果然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顾成嘿嘿一笑 这一切 不过都是因为 我身上有主角光环罢了 刘红光摆他一眼 刚想说话 等等 苏七却突然举起手机 打断两人 十点了 发行商那边说 顾成的专辑 已经在油管音乐上架了 我看看 顾成立马打开翻墙软件 一开始 顾成只打算上传 吻别的英文版 但因为 Victory在油管大火 所以顾成这张专辑 不仅在国内受到众多追捧 也引起部分海外媒体 粉丝的关注 嗅到商机的海外发行商 主动找上门合作 要帮顾成代理 运营海外的音乐事业 考虑到专辑后续宣发 最终把专辑全全交给发行商代理发行 因为时差关系 海外专辑的上架时间 定在了晚上十点 也就是现在 顾成直接翻墙 登陆自己的音乐账号 三个人紧紧盯着后台的数据 刘洪光颇为期待 不知道顾成的专辑 能不能也在海外引发潮流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 顾成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欧美作为现代音乐起源地 音乐市场基本是饱和的 音乐质量一直遥遥领先 POP 乡村 HIPHOP TRAP R&B等各种风格层出不穷 牛X的音乐人遍地都是 就华语音乐目前而言 很难在海外激起什么水花 没有人对所有的文化与艺术 做到完全包容与接纳 人们通常只会在自己的世界观内 去认可自己认为的美 就跟华夏人几乎只听本土音乐 不会特地关注外语歌曲一样 国外网友对于华语音乐 其实也并不感冒 再加上华语音乐的歌词 讲究押韵 导致歌词质疑老外 根本无法理解 好比 青花词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句 天青色是谁 烟雨又是谁 他为什么等烟雨 他等烟雨跟你等别人有什么关系 这歌词直一过来 老外不得当场猛逼 无法理解歌词含义 还能指望华语音乐 怎么在海外打开市场 除非是迎合欧美风 不然华语音乐在海外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果然十分钟过去了 专辑只有三万左右的视听下载数据 而且明显都是听 Take me to your heart的居多 顾诚怀疑这些用户都是被Victory引流过去的 苏七觉得是欧美那边时间还早 加上专辑刚上线 所以下载听歌的人并没有很多 可能是刚上架 加上没有多少时间做宣传 所以还没多少动静 苏七安慰顾诚 你别灰心 顾诚早有准备 我不灰心 等再过段时间 吻别的英文版应该会慢慢火起来 刘洪光不死心 总会有那么几首华语歌会火吧 顾诚想了一下 《海阔天空》以及《吻别》这两首可能有点热度 其他的顾忌学 国外对华语音乐的认知 基本停留在八百九十年代 也更偏向于古典风 除非是非常优秀和流行的作品 他们有可能会去了解和吸收 不然他们不太可能主动去了解这些 这张专辑的歌曲里 前世也就《海阔天空》以及《吻别》这两首歌 在油管上播放破译 顾诚转身看它们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苏七看它 那你呢 我今晚留在公司休闲 那你早点休闲 怎么还在马刺啊 苏七端着红酒杯 笑意盈盈地走进来 走到沙发上开始倒酒 随着他弯腰的动作 那件路腰的休闲短屁 微微上滑 露出春光一片 顾诚敲击键盘的动作一顿 视线不自觉地落在那双银白的长腿上 随后视线一路上移 在可爱的肚脐眼上铸流片刻 掠过傲然的事业线 最后对上一双水光炼焰的信念 顾诚笑了 壮若无事地开口 我最近不是一直忙着专辑吗 都没什么时间写小说 存稿都快用光了 所以抽空码点存稿备用 苏七点头 小说大概还有多久可以玩见 还有一个多月这样 顾诚把文档保存 然后退出后台 七姐 你方才不是跟刘基一起回去吗 怕你晚上一个人无聊 寻思着回去也无事可干 所有就留下来陪你 苏七挑眉 举杯香腰 喝一杯 既然七姐开口了 但顾诚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顾诚长腿一脉 在他身边坐下 苏七明显是在休息室洗过澡才过来的 脸上白净脂粉静泻 末发还有些微湿 身上散发着若有四无的淡淡方向 顾诚眼眸微暗 转头看向桌上的红酒 华伦天使限量版珍藏黑镖 七姐 你哪里搞来的 顾诚眼睛一亮 有些见脸欣喜 看平身 华伦天使产自上里奥哈的心脏地带 纳瓦来特地区 布尔多、李奥哈这两个产区的葡萄酒 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所以 百年来都坚守着自己的风格 葡萄酒的口感几乎不会出错 工作室开业时 朋友送的 苏七用纸尖把红酒杯轻推过去 他们说是去西班牙旅游带回来 你尝尝看好不好喝 香气不错 我尝尝看 顾诚先是观察了一下红酒的颜色 然后才开始慢调丝里的品尝 先是优雅清新的复杂果香 接着是淡淡的橡木气息次第绽放 最后是芬芳的可可 伴随着成熟浓郁的水果风味 层层展开 顾诚满意的点头 入口有天鹅绒般的优雅感觉 口感丝滑柔顺 丹宁适中 带有特别的辛辣味 整体非常不错 苏七玩耳一笑 你喜欢喝就好 他没有像顾诚这样细细品尝 而是直接端起酒杯 一口饮尽 喝完后 苏七柔柔地注视着顾诚 顾诚 你终于成功了 这还得谢谢七姐 没有你的话 我现在估计还在江城呢 顾诚给他再倒了一些红酒 七姐 我们一起为新专辑干一杯 干杯 酒杯亲碰 两人相识一笑后 同时清理一口 苏七知道自己酒量 也不敢多喝 所以喝了两三杯后 就把酒杯放下了 顾诚 你上次给林慧如写了什么歌曲 悟空 苏七抬头不确定道 悟空 齐天大圣 顾诚点头 这是一首古风融合流行摇滚的歌曲 你听过他演唱吗 顾诚点头 这首歌同样很难演绎 我没什么时间教他 是他自己领悟练习的 具体效果 还得看节目播出效果 文学作品也好 艺术作品也罢 有时候 不在于华丽的词枣 不在于眩目的外表 不在于经验的展现 而在于一发入魂 而在于直戳人心 而在于激发共鸣 顾诚第一次听到戴拳的悟空时 起先只是觉得曲调不错 是他喜欢的鼓风 结果那一句叫一声佛祖 回头无暗 顾诚就像被千金顶重锤撞击 放肆极傲 顾诚听得可谓是酣畅淋漓 自此下巴就再也没合拢过 之后再听这首歌 就已经有各种改编版本 每版悟空都风格不同 所以顾诚每次听 都能产生新的感悟 一千个人心中有 一千个悟空 放眼望去 云云众生里哪个不是悟空 就算铁棒在手 武力高强 总能七十二遍 上天入地 悟空的头上 终究带着紧箍咒 他们都活着 也仅仅只是活着 没有一个悟空 可以再回到花果山 苏七心疼地望着沉默的顾诚 手不直地抬起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 苏七从顾诚身上 看到了无助 无奈 孤独 悲伤 她的心中涌上一股冲动 想要紧紧地抱住她 然后在她耳边告诉她 别怕 我在 想是这么想 自己跟顾诚 只不过是上司下属的关系 又怎么行使女朋友的权利呢 苏七背齿轻咬 手抬到半空后紧了紧 最终还是无声地放下 她默默地转移话题 顾诚 专辑现在已经发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顾诚侧头想了想 先把这段时间 积攒的配乐单子完成 自由乐团这段时间 接了几张配乐的订单 其中有一张订单 还是好莱坞那边的 虽然只是小成本的电影 但是顾诚觉得大有可为 对了 七姐 我过阵子要回江城一趟 苏七一正 回江城 什么时候 顾诚想了想 月底吧 安然九月就要入学了 我打算在小丫头开学前 带她回去一趟 出来三个多月了 有时候忙起来 顾诚都没有空管安然 就像今天 她又把她送到刘洪光的家 托嫂子帮忙照顾 小丫头虽然懂事的 什么都没说 但是估计一个人的时候 也经常会想家 她打算带她回去看看 顺便给姐姐顾云扫墓 倦意上涌 苏七打了个哈欠 眼泪泛在眼眶边沿 还揉着眼强撑眼皮的样子 瞧着还有几分可爱 顾诚轻笑 七姐很晚了 你该回去休息了 苏七确实也熬不住了 那我回去睡觉了 走到门口时 她还不忘转身提醒 顾诚别熬太晚了 上身 知道了 七姐晚啊 目送那抹娇俏的身影 消失在对面 顾诚低声笑了笑 傻瓜 一日 中午十二点 顾诚的《流金岁月》 上架二十四小时后 专辑图榜了各大音乐排行榜 在超高的曝光率下 专辑也是犹如坐火箭般 销量节节攀升 仅仅只用一天时间 《流金岁月》的数字专辑销量 就达到了三百多万张 实体专辑预售也超过了一百六十万张 恐怖如斯 明眼人都知道 这张专辑拿到钻石唱片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华语乐坛 已经很久 没有因为一个歌手这么热闹了 所以这两天 整个音乐圈有一个算一个 几乎全部都在讨论这张《流金岁月》 专辑里的每一首歌 都被人拿出来仔细研究分析 越是分析 众人越是对固成五体投地 太完美了 每一首歌都各具特色 每一首都有金曲之姿 有歌手感慨 怎么办 我已经可以想象 他领着麻袋上 颁奖台批发领奖的画面了 往年金曲奖神仙打架 今年的金曲奖同样是神仙打架 不同的是 今年神仙只有一个 也不知道 哪一首才是金曲奖 金曲奖评选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难 难选是因为今年的好歌 实在太多难以抉择 不难选是因为所有的好歌里 随便选一首都是当之无愧的金曲 众歌手纷纷被宁蒙金附身 怎么就有人什么都坏 而且什么曲风都能创作 难道他吃音符长大的 创作什么的 完全不需要灵感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 蓝枚台迎来 蒙面歌王的首季半决赛 节目组在官网的前一个小时 还发布了重磅预告 最新的预告里 节目组用八个金字重重 打出了望川立作 敬请期待 的标语 也就是说 《玉火凤凰》今晚还要唱新歌 而这个作品 依旧还是望川操刀创作 如此亮瞎眼的噱头 让全网又是未知一阵 游戏科学公司 制作人尤卡走进来 扬声宣布 大家不用忙活了 今晚我们不加班 大家一起蹲手 蒙面歌王的直播 众人欢呼 老大英明 好不容易有一首悟空的歌曲 但愿《玉火凤凰》 不会让我们失望 你们别忘了 悟空 这首歌 可是望川创作的 但凡那个男人出手 哪一首不是精品 悟空 肯定也不会差 老大 你觉着呢 有卡笑了 好不好的 两个小时候看节目 就可以见分享 游戏科学公司这几年 一直在开发一款动作 角色扮演游戏 黑神话 悟空 这款悟空致力于 还原东方神话中 一直存在的魔幻世界 谱写充满东方韵味的 超级英雄史诗 打造华夏专属于 自己的战神游戏 斗战圣佛 当然是游戏里 当人不让的主角 有卡一直想要 悟空的专属音乐 所以对这首 悟空 他是寄予厚望的 关注悟空的 其实又何止他们 这段时间 顾成已成为音乐人 最崇拜羡慕的对象 任何关于他的风吹草动 圈内都是密切关注着 华夏的音乐人 都恰好点准备收看 蒙面歌王 节目开播前 苏七一身家居套装 熟门熟路的 走进顾成工作室 顾成 专辑在油管上加一天了 情况怎么样 顾成查了一下 跟之前预料的差不多 吻别的英文版有些起色 播放量已经有25万家了 剩下的那些歌曲反响频频 差不多都是四五万左右 苏七皱眉 还没开始进入推广吗 顾成点头 官方推荐还在排队 发行商自己的渠道推广 目前还没见成效 每天入库的新歌这么多 刘亮自然是先紧着自家的歌手 苏七凑过来 我看看评价怎么撕 话没说完 他就被桌上的材纸刀 划了一道口子 鲜红的血 从白嫩的指腹鼓鼓流出 顾成眉头一皱 立马起身按压止血 别动 流血了 苏七不以为然 就一点小伤口而已 这伤口这么深 出血量也不小 过来 我给你消毒 顾成却不由分说地 把他拉到沙发上 找出备用药箱 顾成用点敷棉球 给伤口消毒 同时自责地道歉 对不起 怪我没有把刀具收好 没关系 苏七觉得 顾成小题大做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 再说就一点小伤 怎么没事 再小的伤口 也有感染的风险 顾成皱眉低齿一声 包扎纱布的动作 十分麻利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 智商为零 看他低头认真处理伤口 苏七嘴角擒着甜笑 觉得这一刀挨得真直 半点都不疼 顾成最后在纱布上 绑了个蝴蝶剪 接下来这三天 你注意不要让伤口碰到水 不然容易感染 苏七俏皮的吐舌 嗯 知道了 他拿起遥控器 找到蓝妹台 顾成 节目已经开播了 顾成把桌面收拾干净 你先看 我去给你拿点饮料 蒙面歌王 自试播以来 在收拾上就屡创佳绩 三度蝉联收拾冠军 由于上七零会如 左手指月的舞台大爆 再加上顾成的热度加持 节目刚开播 收拾率就一路狂飙 直接打破上七一 8%的收拾率 第一个出场的是小丑 正是节目组 原本内定的皇族选手吴晨宇 他今天带来的是一首摇滚民谣 乐队配合得十分默契 至于吴晨宇的表现 顾成只能勉强说是重归重矩 如果没有暗箱操作的话 以这个实力拿奖 恐怕难以服众 苏气皱眉 顾成 吴晨宇不对劲 顾成点头 口型有一点点差异 有些节奏没跟上 不是修音 就是假唱 这种音乐竞技类的 还搞这些手段 说实话 顾成对这个节目 有了几分失望 林慧如是最后一个出场 当那身标志性的 火红羽毛长裙 出现在舞台时 我是浴火凤凰 全场欢呼 无论是评委还是观众 全部都打起了精神 腰板直立起来 来了 正片来了 浴火凤凰加油 好期待 因为上期表现炸裂 所以 不论是主持人还是评委 对林慧如的态度 都十分热情 镜头比上一期 多了几倍不止 苏气忍不住吐槽 这些评委也太多废话了 顾成笑了 节目的收拾密码吗 自然多聊几句 一番漫长的寒暄过后 主持人终于进入正题 不知道今天浴火凤凰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是有望川老师创作的歌曲 悟空 仅以此曲 献给桀骜不逊的孙大圣 那我真的太期待了 大家掌声欢迎 灯光熄灭 舞台昼暗 随即大荧幕陡然亮起 背后是灰红磅礴的特效 林慧如走到舞台中央 月见星河 长路漫漫 风烟残尽 独影阑珊 抓二 观众对于孙悟空 再是熟悉不过 加上这首悟空本身就具备感染力 所以台下观众迅速产生了共鸣 所有人都在认真的聆听 苏七众肯的点评 此曲都不错 林慧如也唱得很好 感情技巧都到位了 节目此时已经接近尾声 此时正需要这样一首歌 来给观众提神 点燃现场的气氛 顾承笑了 别急 精彩的还在后面 话音方落 歌曲的高潮亮点 也是情感迸发点 恰如其分的出现 叫一声佛祖 回头无暗 跪一人为师 生死无关 林慧如唱到这里 略作停顿 眼前时时浮现一个手握金箍棒 在山巅石上蹲着的惆怅身影 心中猛然燃起一团熊熊烈焰 林慧如仰起头 高声开唱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我有这变化又如何 还是不安还是低筹 金箍当头欲说还休 几句高音把斗战胜服的矛盾心理 展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们站立不已 汉毛全部都竖了起来 卧槽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直接破防了 泪奔 太震撼了 然而等待他们的 却是更猛烈的风暴 林慧如开始火力全开 真正是唱出了 悟空不能 踏碎灵 得无奈失落 我要这铁棒最武魔 我有这变化乱迷拙 踏碎灵箫放肆桀 是恶到险终究难逃 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 随着最后一个假音灭 这首歌在意犹未尽中结束 全场掌声雷动 不少观众更是当场落泪 这完全不是演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真情流露 这首歌无论是利益 填词 编曲或者演绎 都是一首上乘之作 踏碎灵箫 放肆桀 豪气 金箍当头 欲说还秀 挣扎 是恶到险 终究难逃 束缚 还是不安 还是低仇 访黄 最自由的灵魂 带上最沉重的枷锁 字字无悟空 句句唱悟空 从大闹天宫 意气风发的齐天大圣 到日夜被妖怪战士 欺负的悟空 再到最后修成正果的斗战圣佛 佛门不过是多了一只猴子 天地间 少的却是一股再无来者的热血 西游 至今已经几百年了 但那只猴子一出来 还是能带给众人无尽的震撼 顾承感谢吴承恩老爷子 是他为华夏创造了一个 刻进DNA的西游与悟空 至于林慧如 对于悟空的演绎 说实话 是让顾承眼前一亮的 原唱戴全的悟空 在他看来更像旁观者视角 眼看那猴子法力滔天 世间诸多不平一棒扫过 旁人为之神望 有形的禁锢 无形的枷锁 若不反抗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所以大喊佛祖 回头无暗 提棒打上天庭 戴全全是的是 猴子的愤怒及反抗 而林慧如则将自己带入了悟空 世间诸多无奈与不甘 猴子欲语还修 这金箍棒太重 拿得起却砸不下 无力反抗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回头无暗 也只能不甘地喊一声佛祖 林慧如最初唱的是猴子的无奈 不甘 但后期随着歌词变化 即使前途迷茫 也要冲破束缚 林慧如的演唱开始更有气势 展现了洒脱以及勇往直前 斗天斗地斗空气 这才叫斗战圣佛 苏七也忍不住赞叹 这首歌真的太绝了 词曲我就先不说了 林慧如的演唱非常有爆发力 唱出了悲凉不甘 每一部分的感情都全是得淋漓尽致 演唱时戏腔 颤音以及真声等都完美的过渡 没有听出一点气息不稳 林学姐的唱功 确实有了明显明显进步 一个月前 林慧如窒息地捏着曲稿 那幽怨的小眼神 顾承历历在目 不过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她的唱功像 简直是质得飞跃 性感女神由此华丽蜕变 成为实力女王 苏七信念微眯 眼神有一丝危险 顾承 你是不是经常偷偷地给林慧如开小灶 顾承哭笑不得 我哪有时间给她指点 不都是在忙专辑吗 苏七若无其事地转头 恭喜你 又多了一首带饺座 顾承摇头暗道 女生吃飞醋都没有逻辑 就连天后也不例外 同一时间 尤卡对着电视激动大喊 好一首 悟空 这是她第一次听这首 悟空 仅仅只是开头两句 就摄取了她的全部心神 紧接着 叫一声佛祖 回头无案 跪一人为师 生死无关 这两句高潮和点睛之别 犹如炸弹轰然在胸口爆炸 一下子就把尤卡炸猛 反应过来时 她已潸然泪下 早知道就买票去现场听歌了 这首 悟空 太贴合黑神话了 也不知道这个浴火凤凰 究竟是哪一个实力歌手 若是能拿下版权 游戏里的齐天大圣 就拥有了灵魂 广告回来后 评委们依次点评 进入刺激的打分环节 最后众望所归 浴火凤凰顺利晋级 将和无尘与扮演的小丑 一起割王争霸 现场掌声如浪 绵延不绝 观众对着台上的浴火凤凰 疯狂的鼓掌 口哨声 欢呼声 震耳欲聋 林慧如双手紧握着话筒 看着眼前这一幕 面具下的她 早已泪如泉涌 她情难自意地弯腰鞠躬 哽咽着致谢 谢谢节目组 谢谢评委老师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最重要的是 谢谢望川老师 这一曲 悟空 完全符合林慧如当下面临的处境 她带着涅槃重生的信念参加节目 只为斩获新生 左手指月给了她爆棚的信心 谁知道迎接她的不是鲜花掌声 而是经纪人周姐略带抱歉的笑容 慧如 表现不错 下一期不用那么拼命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 你要稍微收敛着点 吴晨宇不想跟你在决赛队上 这是变相提醒她给皇族让路 林慧如当场猛了 她反复调整呼吸 才组织好语言 周姐 你知道这节目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我们只跟节目组签了三期合同 我以为你 撑不到三期的 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后面的话就听不清了 参加节目之初 林慧如还庆幸经纪人 以及节目组 没找她私下谈话 她天真的以为 节目可能处于世播之初 所以没有内幕 她不甘心 明明她有实力 却因为身处娱乐圈 不得不受资本规则裹挟 放弃触手可及的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首 悟空 这席火红长裙 是她的战袍 固承就是林慧如的拿手底牌 是她搅弄舞台风云的金箍棒 她的对手 不是寻常的妖魔鬼怪 她要对抗的 是黑暗森林的潜规则 从开始迷茫 到决然 再到最后看破一切 不顾一切 终究抵不了一个灭子 灭子火上那一横 恰如五指山与金箍 压灭了齐天大圣的桀骜 那一声佛祖 喷勃的怨气而发 还有放肆桀骜 是林慧如最真实的情感外露 这一棒 叫你灰飞烟灭 是林慧如发出的灵魂呐喊 苏七边壳瓜子边吐槽 想不到 想要一个人输赢太简单了 反向修赢什么的 能动手脚的地方 简直不要太多 顾成淡淡一笑 不过是利益共赢罢了 资本永远都是逐利的 节目组才不关心 冠军是实力派 还是偶像派 当才华可以让资本 获取更大利益时 资本自然会选择才华 林慧如身上有足够多的商业价值 所以节目组才会选择给她的机会 苏七做出总结 所以说 要不是有你 林慧如不会那么顺利 诚然 林慧如是个有才华的 但真正让她走到现在的 是顾成的人气加持 顾成无所谓 不管怎么样 林学姐终究是拿到了 歌王的下章入场券 节目结束后 蒙面歌王再次冲上热搜 这场悟空的神级现场 全网几乎零差评 再次验证顾成出手必经的铁律 悟空来势汹汹 几乎是一夜之间 全网就突然掀起了一股西游浪潮 网友们纷纷在各大社交平台感慨 悟空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龙王还给我 唱不来这首歌 我要这嗓子有何用 有种一无所有 叫做齐天大圣 这歌一般般 我也就听了一百多遍 而已 声音绵唇无力 节奏完全跟不上 发音全程标准 他喵的还跑掉 这就是我跟浴火凤凰的区别 你敢信 我刚才去新华书店买西游记 他们告诉我断货了 卧槽 刚想明天去买西游记 白账 除了这种恶搞耍宝的 还有不少网友化身哲学家 发表自己对歌曲的理解 以及人生的探讨 九九八十一难 对唐僧来说是磨难 对孙悟空来说是驯化 何人不是陈玄壮 你我同为孙悟空 将物为物 四空非空 金箍扎头 欲语还修 却道 天良好歌秋 直到悟空除妖绝 方之背后六尘苦 笑看世道险恶丑 抬起头灰飞烟灭 佛门三千 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猴头 天地间却永世一枪 敢于齐天的热血 当年哪个不曾撞至凌云 意气风发 看得见的是驰木勾楼的身影 看不穿的是 肩上扛起的人声 锋芒太露 容易被打压 倒碎太重 容易压弯腰 故城除了音乐事业 一番风顺外 朱仙的订阅数据 也持续稳步上涨 现在小说高定有十六万家 均定在今天 也突破了十一万 大江特地打电话来恭喜他 顺便跟他探讨了一下 小说的剧情走向 朱仙在渠道的反响热烈 三流 点评什么的都不错 等下个月 你就可以领渠道费了 除了部分渠道是季度结算外 大部分渠道 都是在跟稿费一起结算 月底可以在后台查看数据 江大 渠道费大概能有多少 扣除运营成本什么的 再加上个月累积的 高低也有个三四百万 上个月本占稿费扣税后 是一百多万 要真是三四百万 那渠道费 可就比稿费还高 故城着实吃了一惊 江大 渠道费这么高的吗 其他人肯定是没这么多的 全网渠道费超过百万的 不过凤毛麟角 大江给他解释 你是中横头部作者 又是全渠道运营 再加数据火爆 所以才能有这么高的渠道费 怪不得扑街天天嚷嚷要图神正道 原来这些大神赚这么多 不管怎么样 这笔渠道费 对故城来说是个意外之喜 谢谢江大 等发稿费了 再请你吃饭 大江嘿嘿一笑 趁机游说 吃饭的是好说 你这本小说要是完结了 新书还在我这写就行 大江想让故城签长约不是一两回了 逮着机会就会游说 提出的条件也很优温 但是故城一直都还没有答应 老叔还没完结 新书过阵子再说 大江一下就捕捉到关键信息 这么说 你还真有新书的想法 有是有 不过目前不急 总之 我要是动笔了 第一个告诉你 一言为定 大江的心瞬间落定 对了故城 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整两张签名专辑 江大 你也想要专辑 你嫂子是你粉丝 一直想要你的签名专辑 怕故城为难 大江又添了一句 当然 要是麻烦的话 不麻烦 故城打断他的话 其实我早上刚让前台给你寄了一箱 我和苏七的签名专辑都有 应该下午就到了 到时候你签收就行 因为约定好专辑出来后 要送徐京几张 恰好周爷早上也打电话过来 要专辑 故城干脆给熟师的朋友 全部都打包送了几张 还有苏七的 大江倒吸口气 语气兴奋 编辑部那群人 这一下不得羡慕死我 不行 我现在就要到编辑部炫耀去 故城 我们改日再聊 电话被匆匆挂断 故城无奈地摇摇头 然后就看见终止俱乐部 在疯狂艾特他 想着这段时间都没水过群 他就点进去看了看 令他意外的是 这群老色批 今天不讨论学子和黑SI 反而在一本正经地讨论西游记 许三水感慨 小时候看西游记 我百思不得其解 孙悟空取经路上 为何战斗力越来越弱 现在才知晓 悟空他不知不觉 已经开始成熟 变得动名逝世起来 暴君疯狂吐槽 什么妖魔鬼怪 到头来只分两种 一种是天上没人的妖怪 比如白骨精 直接一棒打死 还有一种天上有人的妖怪 比如月兔经结局 根本不会死 我爱黑SI负义 越往后的妖怪 都是有背景的 师托领血腥的 让猴子都犯处 结果三个都好好的 小雷音寺 更是皇城跟下装潢上都没事 姑苏杠靶子 有集一堆木妖 把唐僧抓了没吃 跟他一起论道 结果猪八戒把他们跟斗刨了 千年道行 就这样窝囊的死了 大雕蒙昧唏嘘 西游记最可惜就是狮子精 不吃人 买东西还给钱 结果因为偷钉耙被打死了 死了 还被分尸吃肉了 暴君总结 前面直接打死 后面打之前 都让对方自爆家门 打无底洞那个白鼠精 直接进洞查底细 摸清背景 都不用自己动手 轻轻松松 就可以救出师父 看到这些信息 顾承瞬间想起 前世在微博刷到的西游记盗序版 盗序盗序 就是将整个西游记彻底颠覆 师徒四人和白龙马 受如来之命东去传教 一路的妖魔鬼怪 官官相护 绝望之下 八戒躲进高老庄 沙僧钻入流沙河 只剩下悟空一路斩妖除魔 护送唐僧 结果引得天庭大为不满 纵能七十二遍 上天入地 孙悟空终究还是败在权谋下 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五百年 逃出来的悟空 将天庭搅得天翻地覆 又因兄弟相残 而心灰意冷 最终封印修为 回到花果山 化作一颗石头 盗序的西游记 其实更加反映社会 也更贴近现实生活 所以那句 他应该再闹一次天空 故城至今记忆犹深 群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歪楼了 徐水花风突变 我小时候最羡慕唐僧 他都不用自己洗澡 每过两集 就有一个妖怪说 小的们 把那个唐僧洗干净了 大雕蒙妹甜不知耻 要是女儿国国王 给我洗澡受不了了 兄弟们你们先聊 我半小时候再来 咕嗦杠把子打死不幸 撑死也就三分钟 多一秒算我输 章鱼哥冒头 老夫修雨儿等为五 章鱼哥 听说你要搞新书 打算写什么题材 现在悟空大火 我正在琢磨 要不要开一本西游同仁 写本颇后逆符 卧槽 章鱼哥你这流量蹭的 说到悟空 大雕蒙妹又忍不住跳出来 什么西游同仁 恰饭记得带兄弟一个 大雕蒙妹 话说事成去哪了 艾特半天都没见人 顾承回来的探头的表情包 群里立马沸腾 大佬 你这曲悟空写得太好了 我现在编码字编单曲循环 我满脑子都是那句佛主 我告诉你 这是没三五个红包解决不了 顾承先发了几个八十八的红包 等几个人抢完了 才开口道 大佬们打算开西游题材的小说 章鱼哥瞬间秒回 大佬 你该不会对西游也有兴趣吧 群里这群人对他不错 所以顾承也没把话说死 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 不过 我最近比较忙 先等手里 这本完结再说 暴君一下就嗅到了风向 我记得你说过 你这本不久就完结了 这么说 西游题材再过些十日 岂不是要大报 朱仙报了后 仙侠题材集体跟着喝汤 你要是写西游 那大家岂不是也跟着起飞 章鱼哥立马回道 卧槽 那我现在就去开书 顾承的 朱仙火成这样 按理来说 同行是会嫉妒的 但他在写作方面的天赋 实在太过逆天变态 优秀一点 还有可能赶超 优秀太多众人 就只剩下仰望的份 就好比你也许会嫉妒 你们某个朋友很有钱 但你却不会嫉妒马云 再说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朱仙 大伙 为中横带来了大量流量 他们这群人或多或少 都跟着吃了顾承的红利 自然也就不会对顾承有什么不满 暴君暗戳戳的试探 大佬 你打算写什么风格的 暗黑的 我写的是个短片 其他的就不方便透露了 章鱼哥将信将疑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西游9981难 你居然只打算写短片 确实是短片 大佬们要是有想法 可以早日开书 助你们起飞 恰好此时刘洪光进来 顾承顺势退出聊天群 我有事要忙 改日再跟大佬们讨论 游戏科技公司 顾承挑眉 你说 你们这次来 是打算找我谈合作的 有卡诚恳地点头 我是游戏科技公司的制作人 有卡 这位是美术指导杨琪 我们对悟空 这首歌非常感兴趣 但节目组那边不透露原唱 所以今日 我们才冒昧上门寻求合作 游戏科技公司顾承 其实听肖贤讲过 这家公司的内部核心人员 之前全部在国内 第一大游戏厂商讹厂工作 曾在讹厂开发一款名为 斗战神的游戏 五年前这款游戏公测时 激活率达到了99% 用户满意度高达90% 可谓是火爆全网 可惜游戏前期设定没有课金 使得游戏入不敷出 后期添加课金元素后 游戏直接从天坛跌落谷底 研发游戏的团队成员 不愿意看到这一款优秀作品 沦为平庸 于是 游卡带着部分技术人员 一起辞去相应的职位 成立游戏科学工作室 这几年一直在前行研发 黑神话 悟空 中间为了筹集研发资金 还出了几个爆款游戏 所以一听刘洪光说是游卡上门 固承第一时间就过来了 你们想要用悟空这首歌 做黑神话 悟空的游戏背景音乐 游卡点头 黑神话 悟空 我们已经研发了几年 这款战神角色扮演游戏 是东方神话为背景的3A单机大作 因为悟空这首歌 跟我们游戏主角的形象十分贴合 所以想要获得悟空的音乐授权 固承所有弱斯 3A大作 虽然每个人定义不同 但通常指那些高成本 高体量 高质量的大型游戏 固承曾经不懂东方的神话 背景那么深厚 而且还有真实的历史 可延伸的架空内容 为什么却少有公司 以东方神话为背景 去做单机3A大作呢 后来才知道 3A游戏需要超高的成本和周期 前置成本沉没的风险 比想象中的高 换句话说 参与3A游戏的立项 必须要扛得住生死压力 这个生死压力指的是 在成本上耗费巨资 却连基本的目标 用户是谁 这个用户群体 能不能支撑盈利都不清楚 前景一片渺茫的事情 谁敢立项 立了像谁能扛亏损的风险 即便真做了一个3A出来 并且叫好又叫做 也不代表能赚钱 看这段对话就可以知道 老玩家A 兄弟 巫师三最近打骨折 赶紧买一个玩玩 玩家B 卧槽 一百多这么贵 谁买谁傻屁 老玩家A 一个皮肤居然敢卖299 这特么是抢钱吧 玩家B 滚 你懂毛线 这么炫酷还全特效 简直超值好吗 老玩家A 国内目前并没有成熟的生态环境 几年前费典小周折 就能在网上买到正版游戏的激活码 甚至作弊码 在电脑城 只要以低廉的价格 就可以买回集合最新游戏的盗版碟 在华夏的市场环境中 难以诞生3A大作 结局就是 十年努力打水漂 所以厂商更倾向于做手游 毕竟手游压对保了 不仅赚得盘满波满 他们还管你叫爸爸 所以顾诚别的不说 要真的是国内3A大作 还是以东方神话为背景 他绝对佩服这个公司的勇气 游先生 合作之前 我有件事非常好奇 顾诚坐直了身子 你们公司为什么放弃更赚钱的手游 而选择做风险巨大3A游戏呢 而且还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 杨奇爽朗一笑 顾先生 你也是做游戏的 对游戏市场应该也十分了解 全球游戏市场规模约1600亿美元 华夏市场收入占比约34 5% 但这么大的游戏市场 几乎都是课金手游 单机游戏 却少得可怜 游卡紧接着补充 华夏已经是游戏大国 但距离游戏强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退去浮躁 陈前开发一款3A将星大作 一直是所有游戏从业者的愿望 游卡眼神带光 语气坚定 而且我们团队一直希望 华夏也有自己的战神游戏 不用玩战神时 还去了解西方神话背景 不用去查那些boss的来源和渊源 他只要往那里一站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所有人都会指着他说 看 这是孙悟空 这番话说得固承热血沸腾 他真的太理解有卡了 国外对东方神话 不能说一知半解 只能说一窍不通 萌芽于唐颂 定性于明代的孙悟空 到了当代 却告别东土大唐 东渡岛国寻找起了七龙珠 因为岛国动漫以及游戏 在全球的火爆输出 知道孙悟空的 压根没有知道龙珠的多 这就是锚定效应 先入为主 以至于在海外视频网站上 无数海外网友留言 认为这只神通广大的猴子 来自于岛国 明明是华夏的传统文化 怎么变成了岛国的 华夏现在真的太需要一部 像《黑神话》 悟空这种 有东方传统文化的作品 走出国门 让悟空从龙珠走向西游 让华夏传统文化绽放光辉 弘扬世界 所以故城大掌一拍 豪气万丈的 既然两位今日如此有诚意 我决定将悟空 免费授权给你们公司 做背景音乐使用 而且 如果你们公司有需要的话 我还可以为游戏量身定制一首主题曲 就当作是为宣扬华夏传统文化 略进一份绵薄之力 尤卡和杨琪瞬间大喜 音乐授权这个好说 毕竟这个只是背景音乐授权 十几二十万就可以搞定 但是游戏主题曲的意义 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每一款爆火的游戏 都离不开一首足够经典的主题曲 以故城在音乐上的造诣 他创作的作品 绝对不可能是世面那些口水歌能比的 所以这番承诺 直接让游卡激动的腾的站起来 紧紧地握住顾城的手 顾先生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顾城笑道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为众人开录者 不可使其受困于经济 国外电影以及游戏 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 疯狂捞金 我们也是时候 向世界输出华夏的软文化了 毕竟写歌就是搬运 对顾城而言 也就十分重的事 而且 游戏要是爆火 带给他的利益比那点创作稿费 要多得多 对了 你们的游戏什么时候 开始上线公测 说到这个 游卡瞬间就笑不出了 这款游戏研发 目前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最起码还要三五年 顾城一正 那你们怎么快就急着要音乐授权 游卡长叹一口气 说实话 现在我们公司目前并不缺资金 但我们现在太缺人才了 我们想着 先在网络放上一段实际演示做宣传 对外招揽一些技术人才 顾城表示理解 一款游戏 从研发到上架 这中间需要的时间 金钱 智慧 甚至运气 远非一日之功 就像文化输出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需要慢慢熏陶 毕竟太极两仪三清四欲 五老六四 七元八级九要十度 就连很多华夏人都捋不清 所以顾城鼓励地拍拍游卡的肩 不管怎样 希望这只美猴王可以撒豆成兵 启发更多有志之士 开发出征服中外受众的破圈之作 游卡重重点头 我们团队一定会克服九九八十一难 创造出一支不负众望的齐天大圣 早上八点 顾城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 昨晚闪电公司那边出了点小差错 顾城赶过去陪着消闲 他们一起修改方案 忙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家 现在还困得很 顾城低咒一声 迷迷邓邓地捞起手机接听 喂 是 顾城 你的专辑 吻别 在海外报了 苏七兴奋的声音 差点没把顾城的耳膜洞穿 流经岁月 专辑是多元化风格 按理来说 短时间内是不是不会出成绩的 顾城一咕噜爬起来 打了个长长的喝歉 七姐 你刚才说 吻别 在海外报了 是怎么回事 听着电话那头略带低雅的雌性嗓音 苏七耳朵一酥 声音不自觉放软 顾城 你猜猜看 顾城叹了口气 七姐 我昨晚凌晨三点多才睡 现在正困着呢 你就别给我卖关子了 苏七不再逗他 一脸崇拜道 顾城 你太厉害了 你的专辑 被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 在油管推荐了 而且他还在推特上 公开向全球发言表示 说有机会 想在他的演唱会上 邀请你一起合作 吻别 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 去年刚拿了格莱梅奖的那个迈克尔 顾城目瞪口呆 七姐 你不会再骗我吧 我骗你干嘛 你的专辑数据已经上涨了 你上网查询一下就知道了 顾城略带怀疑地 打开电脑查看 专辑的数据确实涨了 而且涨的速度 堪比火箭喷发 昨天顾城最后一次看数据时 是在晚上七点左右 当时除了 Take my try or heart 有五十多万的点击率外 其余的都是在十万上下浮动 而眼前这数据 让顾城不敢置信 七姐 吻别 怎么从十万暴涨到五百万了 而且所有的歌曲都跟着涨了 最低都有三百多万 这才一个晚上的时间 数据涨得也太邪门了吧 苏琪扑斥一笑 因为 吻别 被迪拜用音乐喷泉帮你宣传了 这件事 国内外的热搜都爆了 国内新闻还上了头条 具体的 你稍微搜一下新闻就知道了 顾城查了一下 原来是昨天晚上七点左右 吻别 被迪拜的音乐喷泉 拿来做开场的音乐主题曲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音乐喷泉 一直以来播放的 都是世界各地的名曲 而这首 吻别 是迪拜音乐喷泉 首次使用华语歌曲 喷洒的水柱 随着 吻别的旋律 跳着优雅的舞蹈 在夜色和璀璨烟花的照耀下 美轮美奂 这一幕 恰好被在迪拜度假的 世界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看见 惊为天人的迈克尔 当即把录下的视频 发布到油管上 同时发了一条推特 上帝 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 华语歌曲 虽然我听不懂歌的什么 但却觉得这首歌 散发着神秘感 歌手的嗓音 也让这首歌曲 格外具有东方美 我真的太爱这首歌曲了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这首歌的名字 重金筹献 推特发出去 不到一分钟 就被华夏粉丝 郭杰森刷到 我的偶像居然会亲自推华语歌曲 等等这首歌 怎么这么出现 只不过听了两句 郭杰森就听出这首歌的来源 卧槽 这不是忘川的 吻别吗 他当下想也不想的 就在推特下留言回复 这首歌我听过 来自华夏歌手 忘川的首张专辑 流金岁月 叫吻别 迈克尔 这首歌还有英文版的 叫 Take my tie all heart 你绝对不容错过 害怕评论被淹没 郭杰森连着回复了好几条 并且不忘附上专辑的链接 这个歌手叫忘川 是华夏音乐鬼才 前段时间在维也纳夺冠 油管大爆的 Victory 就是他亲自创作的 这几条回复迅速置顶 Victory 居然也是这个人创作的 演出视频我看了 简直是视听盛宴 Victory 现在正躺在我的歌单中 这是一首史诗级的战歌 从未听过华语歌曲 我决定要去听一下 迈克尔看到后 同样倍感吃惊 这首歌 可是狠狠地惊艳了欧美乐坦 我的天 Victory 居然是他创作的 我可太喜欢这首歌了 迈克尔迫不及待地下载专辑 首先听的就是吻别 随后就是英文版 Take my tie or heart 听完后 迈克尔当场沉醉 尤其越往下听 就越发着迷 他完全折服在固城的嗓音中 无法自拔 这个歌手的嗓音太有特色了 具有神秘的东方力量 不行 这张专辑 应该被更多人看保 迈克尔转身就把这张专辑的链接 挂到推特上置顶 这张专辑流经岁月的歌曲风格多变 我真的非常欣赏这张专辑 希望有机会 能跟这位歌手在演唱会上 一起演唱 吻别 来一曲跨国的友谊合作 迈克尔在油管上 有近五千万的忠实粉丝 而且他粉丝 号召力极强 推特发完后 迅速冲上热门 然而 这一切不过是刚开始 海外网友很快发现 这张华语专辑质量非常之高 每一首歌都是金曲 固承全程没有露脸 其神秘的特质 也引来海外媒体津津乐道 接下来短短几天时间里 专辑在各种热度加持下 在油管爆火 不仅Take my trail heart 受到东南亚热烈追捧 专辑剩下的歌曲 也跟着在欧美火出圈 海阔天空的粤语 被诸多外国歌手 在社交平台翻唱 甚至被岛国盯上 改编成日语版的 海阔天空 在岛国悄然扩散 因为爱情 同样被浪漫的F国歌手 用法语深情翻唱演绎 那种悠然缓慢的节奏 不禁让人想起巴黎 优雅的F国女人 玫瑰一样的红酒 微醺的夜晚 浪漫的爱情 改编后的 因为爱情 散发着法语浪漫的无穷魅力 在油管一推出 就深受西方年轻人的喜欢 专辑其他歌曲 在东南亚地区 也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 流经岁月 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在短短几天内 风靡全球 顾成在低脸不露的情况下 就获得了国际流行乐坛 及媒体的关注 试问全球乐坛 谁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国际上对顾成的评价是 只要望川前进一小步 整个华语乐坛 就前进一大步 国内对此现象哗然一片 锦号 流经岁月 风靡全球 引起海外翻唱狂潮 锦号 锦号 望川带华语音乐走出国门 在全球掀起华流 锦号 锦号 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 邀请望川一起合作 锦号 各大营销号疯狂的营销 在热度加持下 专辑的销量 也开始蹭蹭上涨 这样下去 白金认证很快就可以拿到了 泪目 没想到有一天也能看到 华语音乐被国外歌手改编 被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 邀请合作 这韩金亮 华夏歌手望尘莫及 期待两人的跨世纪合作 只有我期望 国内能拿一个格莱美奖 全网粉丝都在为之狂欢沸腾时 却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 对这一切极度的面目全非 粉丝掐架上热搜 顾诚猛逼地看着苏七 他们没事干嘛掐架 苏七幸灾乐祸 因为你狠狠地打了朱七龙的脸 顾诚想了片刻 朱七龙 跟我同期发砖的那个 就是他 我跟他好像没有过节吧 怎么没有 你看一下微博就知道了 顾诚上网开始查看 事件的来龙去脉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如果说同期发砖被全方面碾压 是朱七龙因顾诚 间接承受的第一个耳光 那么顾诚在海外意外走红 就是狠狠地给了朱七龙第二个耳光 而且是打出血的那种 华夏歌手 闯美都是伪命题 除了那几个特色民族腔 能偶尔能吸引西方的关注外 其余华语歌手 在国外基本没有任何市场 开演唱会 都是华语捧场 但凡谁能在国际 闯出点知名度 那回国 无疑会身价暴涨 去年朱七龙公司 也心勃勃地 替他规划海外镀金 甚至不惜赤重金 为其打造一张全英文专辑 在他生日前夕 全球上线 上线不到六小时 专辑里七支单曲下载量 杀进榜单前十 登M国iTunes四大榜单 Top1 并且碾压三度 获得全美音乐奖 四度提名格莱美 万众瞩目 最有可能夺冠的麦克尔 消息传回国内 一度沸腾 但这空降盛况 引来麦克尔粉丝的 强烈不满与嘲讽 因为专辑很快就被扒出 存在严重刷榜的违规操作 欧美官方民间群潮一片 谁是朱七龙 的话题 不到半小时 被骂上海内外热搜 朱七龙通过杂钱运营 以及鼓动粉丝灌水的行为 最终导致专辑的数据 被清零下架 同样是闯美 同样遇到麦克尔 全网都忍不住 拿两人对比调侃 笑死 一个被骂滑下水军 丢脸丢到国外 一个受全球追捧 被竞相模仿 朱七龙当初 可谓是丢脸丢到国外了 跟旺川有什么可比性 这是旺川别黑的最惨的一次 龙卷风 终究是熬不过 流金岁月 各种铭记暗讽的言论 玻璃心的粉丝坐不住了 朱七龙粉丝后援会 居然亲自带头下场开思 我奉劝全网酸鸡 找出任何一家教程 做得比我多 比我全面细致 比我涉及得广 再来酸勤勤恳恳 堂堂正正努力打榜的朱七龙粉丝 粉丝为爱豆打榜 真金白银天金地义 堂堂正正 理直气壮 你家爱豆没有这样的粉丝 你羡慕极度恨也罢 都不是你指责 朱七龙粉丝的龌龊理由 iTunes本身就是 花钱就能上的榜 我们粉丝一没抢二没烧 我们有钱我乐意 看到这 顾成就知道 风波为何发酵得这么大 普通粉丝没理直掐架也就算了 官方后援会下场 撕是什么鬼 这是想引起全民公愤吗 果然如顾成所料 朱七龙官方后援会这举动 不光触怒顾成粉丝 还引发路人不满 朱七龙部分粉丝的言论 简直是大型反制现场 你觉得音乐好听 为偶像打call不要紧 可你一个人不停换VPN 想尽办法买几百几千张专辑 真情白银买下来的 笑死了 有句话叫得不配为之道吗 没有实力 硬是让脑残粉顶上去 然后到处鼓吹华人之光 丢脸丢出国外 从没见过后援会下场撕逼的 这简直是侮辱了后援会 双方粉丝一番你来我往 战斗力惊人 朱七龙的脑残粉丝不仅疯狂谩骂 甚至无差别攻击路人 风波愈演愈烈 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朱七龙这边迅速做出回应 不提倡任何网报行为 劝粉丝理智追星 并且暂时解散 整顿这个官方后援会 与此同时 微博所有激进粉丝的账号 一律封禁处理 这场粉丝掐架的风波 才逐渐落幕 故城挑眉 七姐 这不是平息了吗 这得亏朱七龙那边 彻热搜加攻关及时 不然这场危机 不会这么轻易下去 苏七好奇地看着故城 故城 你现在海内外人气这么高 一般人早就膨胀上天了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完全无动于衷一样 故城笑了 我身上一个奖项都没有 这人气都是虚的 关于海外走红 很多人担心 故城会被人气冲昏头脑 但实际 他却清醒得很 欧美十年出一辈 每一辈都会出现 世界范围内都很火 且具有十足影响力 且能打开 全世界音乐市场的歌手 无论是实体时代 电台时代 下载时代 还是如今的流媒时代 在世界乐坛来看 欧美歌手销量 知名度 影响力 以及榜单 都处于完全制霸的地位 世界艺人总销量前100名 亚洲地区一个都没有 更别提华语乐坛了 国内虽然吹得天花乱坠 但故城知道 那点微末成绩 在欧美完全不值一提 而且故城有预感 欧美这块音乐蛋糕 绝对不好啃 估计要表多久 自己就会被外疯狂 没抹黑打压 但是故城却不知道 针对他的舆论风暴 在国内暗处 早已悄然酝酿 风波虽然及时得以制止 但朱七龙的口碑 却开始直线下降 专辑龙卷风 被拳王抵制 朱七龙气疯了 操 我他妈都道歉了 这群键盘侠 还不依不饶的 这些媒体吃饱没事干嘛 屁大的是天天宣扬 整个华夏就这么点是包刀吗 狂郎一声 朱七龙越想越气 直接一脚踹向化妆桌 整个化妆镜直接碎裂 桌上的瓶瓶罐罐掉落一地 化妆师下的尖叫出声 叫什么叫 经纪人周同沉着脸走进来 淋漓地扫了化妆师一眼 今日的事 但凡外面传出一点风声 我都会算到你头上 周同在业界素有铁娘子之称 行事雷厉风行 不择手段 而且听说他在香港背景深厚 得罪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化妆师下的脸色苍白 哆哆嗦嗦地点头 处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我收拾 是 周姐 解决了化妆师 周同把朱其龙拉到一旁教训 说了你多少遍 千万别当着外人的面撒谎 你是嫌我事情不够乱 还想上一次头条是不是 周姐 对不起 朱其龙还是觉得气愤难当 他骂的 这姓顾的 简直就是天生来娱乐圈克我的 人家确实有实力 朱其龙不满道 周姐 你究竟是站哪边的 要不是站你这边 我会给你收拾烂摊子 周同摆警告他 现在你口碑下滑 对方却风头正盛 短期内你千万别整什么妖蛾子 不然我也就不了你 朱其龙转道 周姐 葛思奇不是号称香港最牛狗仔吗 这都几天了 他那边怎么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故城每天三点一线 不是窝仔公司 剧院 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 这几个地方都安保森严 他出入时 又有意识地躲避镜头 周同邪逆他一眼 你总不可能让葛思奇拿着镜头 对着人家的脸拍吧 朱其龙沉着脸 难道就一点东西都没拍到 也不是什么都没拍到 周同冷亨 故城身边有一个小女孩 两人关系匪浅 而且据传他跟苏七也举止亲密 朱其龙一喜 消息属实吗 八成错不了 不过目前就是一直没拍到十只照片 朱其龙嘴角轻撇 满脸不屑 我就说他一个新人 怎么出道就获得这么多资源 感情抱上苏七的大腿 要是让网友知道 他们吹捧的那个音乐鬼才 是吃软饭才换来这些成就 不知道该是什么脸色 看他这模样 周同不得不眯起眼警告 朱其龙 我警告你 故城的事 我来负责就行 你少插手 朱其龙故作顺从 知道了 对不起 之前取名不周 可能冒犯到某位明星 此朱其龙就是之前的ZO 渠道可能无法修改 这里备注一下 在蒙面歌王决赛的前一天 游戏科技公司在微博刊登了 《黑神话》 悟空的游戏宣传广告视频 视频紧跟时事 采用的背景配乐 正是火爆全网的悟空 千年以前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9981难 为东土大唐取得真经 开创佛学圣事 游戏科技公司研发3A大作游戏 《黑神话》 悟空 只为传承东方神话文化 延续西方取经之路 为将东方神话故事的黑暗风格具象化 游戏主美杨奇带领美术团队 把全国所有的寺庙 石窟 石刻以及道观全都走遍 整个视频全部使用 院线电影预告常见的24帧秒输出 视频内容来自游戏内 现成资源剪辑而成 华夏苦等3A9以 所以视频发布后 就引来游戏爱好者的关注 等了这么多年 游戏科技公司总算推出游戏了吗 这游戏看起来好劲爆 跟悟空 简直是绝配 画面真的制作得太精美了 你们也不看看 美术制作是谁 那是游戏美术大神杨奇 常年混迹游戏圈的就没有一个不知道杨奇的 因为杨奇入行游戏美术15年以来 一直孜孜不倦地奋斗在制作人和原化生产第一线 他参与制作的游戏都是叫好不叫做 美术零差评 只要看见杨奇这两个字 无疑就是品质的保证 虽然视频画面精美 场景精良 网友也一片赞叹 但是 令尤卡绝望的是 视频的点击率就是上不去 两个小时过去了 连一万点几率都没有达到 要知道这个视频制作多么不易 是公司通宵熬夜了几天才制作出来的 杨奇一拍桌子 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宣传 不能让视频就这样埋没 杨奇看向尤卡 要不我们联系一下顾成帮忙宣传一下 尤卡有些不确定 他会同意吗 试试吧 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尤卡只能厚着脸皮 试着联系给顾成 顾成 游戏的宣传广告视频已经制作完成了 顾成挑眉 这么快就出来了 你把视频发给我看看 一条时长不到五分钟的视频 很快传播来 视频虽然只有短短四分多钟 却展示了悟空的七十二遍 定身法 童头铁壁 也看到灵须子 四大天王 天公神将等稀有人物 各种人物动作流畅自然 光影效果精准细腻 流体模拟效果 更是堪称一绝 简直完美还原了那个 辽阔狂野浪漫 充满神秘感和想象力的东方魔幻世界 一个从未有人开辟过的世界 从游戏画面的细节之处都可以看出 游戏科学工作室有着蓬勃的野心 他们不仅想要做一款游戏 更想要做的是一款国产好游戏 一款讲述华夏故事的好游戏 但顾成很快也发现了问题 这条视频发布两个多小时了 怎么才这么点播放量 尤卡苦笑一声 叹气道 因为现在正值暑假 所有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视频 官方一律限流 顾成下意识皱眉 限流 视频制作再精美 也顶着游戏大旗 我本来还准备了其他宣传视频的 现在这情况发也没用 尤卡正琢磨 怎么让顾成帮忙宣传 谁知道他却主动开口 要不我现在用微博帮你们宣传一下吧 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引流 黑神话 悟空这款游戏 严格来说是第一场关于国产3A的梦 不是讹厂不是主场 而是一个小公司不做客金手游 却做吃力不讨好的大制作 顾成觉得自己的帮忙做些什么 尤卡大喜 顾成 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举手之劳 顾成登陆网川账号 直接转发游戏科技的宣传微博 我在埃及当刺客 在一世界当猎魔人 当猎龙者 当骑士 什么都当了 现在我终于看到一丝希望 我能在自己国家的东方玄幻世界当猴格 结尾特地爱特了游戏科学公司 并附上宣传视频链接 顾成建立微博以来 大部分处于潜水状态 发微博的次数趋之可数 这突如其来的微博 犹如核炸弹 把全网给炸猛逼了 网友第一时间觉得 这是被盗号了 卧槽 怎么突然宣传游戏 博主 这是接游戏广告了 还是被盗号了 还国产3A大作 估计又是赵虎花猫的玩意 这是要开始要割韭菜 掐烂钱了吗 不管怎么说 小哥哥总算发微博了 必须支持一波 不管是支持还是质疑 所有人都下意识点开视频链接 把豪猫变猴子猴孙 如意金箍棒 金斗云 以及大闹天宫 这些西游场景 早已融入每一个华夏人的DNA里 几乎每个男孩 在年幼时 都梦想成为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 随着年龄增长 梦想逐渐淡化 但黑神话 悟空 精美的画面 精细的场景 以及完美适配的背景音 瞬间唤醒所有人的西游记忆 卧槽 这真的是华夏人自己研发的游戏吗 不敢置信 这游戏的画面 做得也太棒了 小时候做梦都想当齐天大圣 这或许是国产单机游戏复兴的第一炮 有本事就放游戏 拾击眼 是 花钱雇个真妖怪 来拍算某本事 好家伙 差点受不住刀 哎 你脖子怎么流血了 来人 换上敌衣 要说全网当下人气最高的明星 非固城莫属 他的一举一动 都是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仅仅三分钟不到 黑神话 悟空 就空降热搜 游卡反应速度非常快 几乎是第一时间转发固城的微博 并晒出沉默 游戏科学公司 感谢ed望川友情帮忙宣传 黑神话 悟空 本公司再次立贴承诺 只要这条宣传广告视频 在B站点击率突破千万 那么游戏科技公司 就会发布一条12分钟的实际测试视频 故城点赞了该条微博 并留言道 花果山猴子 收到请回复 这番梦幻联动 立即引发全网热议 才千万 这也太小看我们了 偶像发话 高低整他一个亿 就是就是 兄弟们 冲 冲冲冲冲 在故城强大的号召力下 网友打了鸡血般 四处宣传视频 花果山猴子 收到请回复 今天你黑了吗 花果山征集令 半小时不到 视频点击率 就从初始的一万数据 直接飙升到了两百万 网友如此给力 游卡的心情 可以说是五味杂陈 一方面担心内容质量太高 不断跋升大家预期 让制作组背负太多不必要的压力 另一方面又担心硬货不足 引发大家对制作组的质疑 导致留言满天飞 仅仅半天之内 黑神话 悟空的宣传广告 就引爆突破全网千万级播放量 播放量突破千万的那一刻 游戏科学立即上传第二弹 黑神话 悟空的十级演示视频 踏过三界宝岔 越过四周繁华 笑过五蕴痴蝉 舍过六根牵挂 怕和欲念不休 怕和浪迹天涯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短短13分钟 一进到底五简级的十级演示 开局悟空幻化成金蝉 飞入阴森的狼人阵地山林 拉开游戏序幕 游戏途中 悟空多次幻化 时常切换战斗 冲刺 招架等棍树进攻架驶 动作丝滑流畅地 将楼落 首领和妖怪一一打死 游戏官方的神转折势 结尾打出了招聘广告 故城发现 西游记忆中的诸多设定 例如 把毫毛召唤猴子猴孙 还有定身术 变身术等技能法术 都被运用到游戏中 游戏上在开发 最终的操作体验 它暂时无法预估 但场景中如落叶 青苔等植物都清晰可见 地面积水的倒影与反光 包括仙豪必见的毛发 婆娑稀疏的阴影 都十分逼真自然 总之 无论是建模还是战斗效果 都让无数网友 从中看到了 国产单机游戏的希望 故城不由深深感慨 僵局总是由小公司打破 利益总是由大公司拿到 不管这个游戏最终成功与否 国产3A应该是不会远了 网友也纷纷赞不绝口 跟看电影一样 简直是史上最强招聘广告 这游戏要是成功了 将会是国产游戏的里程碑 兄弟们 游戏出来直接买爆 老婆不愿意的话 换老婆也要买 总之买买买 吹爆悟空 我是游戏公司的 整个公司无心工作 全在刷这条视频 冒昧问一句 死亡画面是什么 这可能是我以后 看到最多的画面 替朋友问一下 有没有女儿国的剧情 黑神话 悟空 黑主公 曹操 黑恋爱 宝玉 嘿嘿嘿 西门 这条实际演示视频 被各大媒体转载 数据穿升得更快 相关讨论占据 一众榜单之首 仅仅一个小时左右 该条视频的播放量 就突破了500万 直接打破国内 最快突破500万的 游戏视频记录 估计不久 就能突破千万播放量 如果说 黑神话 悟空 能成功突围破圈 是吃了故城 以及西游记的 国民度红利 但真正让网友吹爆上头的 还是游戏本身 拥有精妙剧情 精细画质 以及精彩战斗 无数网友 跑到故城的微博下留言 询问他 对于这部游戏的看法 潮水退去 才知道谁在裸泳 这句话 不仅适用于生活娱乐 同样也适合游戏圈 唯有当热点退去 才能更清晰地 看清事物的原貌 在故城看来 非神话 悟空 并不是造梦神话 而是华夏国产单机 走向正规工业化的第一步 无论是棒杀还是捧杀 游戏科学目前都不需要 故城想了半天 最后在微博留下这么一段话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现在吹捧或贬低 黑神话 悟空 都为时过早 想要成为国产游戏之光 游戏科技公司未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请大家多给猴哥一些时间 多给游戏科学他们一些时间 最后希望 黑神话 悟空 未来正式发布之时 能成为国产3A的药颜里程碑 评论区翻腾了 大圣说得太棒了 花果山大长老 无条件支持 听大圣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大圣真是人间清醒 给他们时间可以 给大圣不行 故城无奈摇头 也不知道哪个粉丝起的头 自从给 黑神话 悟空 点评后 故城就因为神秘莫测 加音乐风格多变 被粉丝系称为乐坛的齐天大圣 粉丝则自称是花果山的猴子 微博这里 成为粉丝打卡的花果山基地 同为游戏 故城不免想到 正处于研发中的朱仙 希望朱仙 研发上市的时候 也同样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黑神话 悟空的火爆 故城没有半分极度 以及艳羡 有的只是欣慰 他衷心希望 悟空不止在国内掀起热潮 而是能走出国门 与全球的年轻人 都形成共鸣共振 让全世界从中 看到华夏文化出海的可能 这时 门被轻声扣响 故城 我们该出发了 故城抬头望过去 只见苏七已在门口 比直修长的双腿 无处安放 纤长微翘的睫毛扫过他 带着几分慵懒与魅惑 故城近来发现了 一件有趣的事 自从上次拍过吻戏后 两个人的关系 不知不觉间 就起了一种微妙的化学变化 苏七在他面前 开始不加掩饰地 释放自己的魅力 就连说话 都会下意识娇软几分 聊拔的力度不重 就像是哪根羽毛 若有似无地 在拨弄着他的心弧 看顾城望着自己发呆 苏七笑意止不住地上涌 你到底走不走 再不走 等一下你林学姐 就打电话来催了 故城回神 我收拾一下 马上就好 明天就是 蒙面歌王总决赛 到时候将直播上演 精彩的歌王巅峰对决 他们要一起 要去给林慧如 做赛前指导 两人相邪离开公司的时候 都没有留意到 邪后方的异样 他们的车子 驶出去不久后 一辆黑色的面包车 也翘无声息地尾随而上 蒙面歌王总决赛当天 官方晒出了最新预告 透露了节目几个关键的看点 首先在总决赛的舞台 节目的几名评委 也将依次上台亮嗓 贡献视听盛宴 其次除了成功晋级的小丑 以及浴火凤凰外 节目组还另外安排了一位神秘嘉宾 来决赛踢馆厮杀 这个神秘嘉宾是男是女 是反场选手 还是节目组另外安排的 目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观众想要知晓 只能死守节目直播 才能见分晓 按照节目组设定的规则 三位蒙面唱将会强强争霸 在角逐中胜出得分最高的选手 最终荣耀登顶歌王王座 锦号蒙面歌王 首届歌王 究竟花落谁家 锦号 锦号巅峰对决 视听盛宴 锦号 锦号音乐挑战 歌王争霸 锦号 几乎所有媒体以及社交平台 都打出了最显眼的广告 在全网铺天盖地的疯狂营销下 蒙面歌王 热度一路飙升 各种节目论坛综艺贴吧 都在畅聊总决赛的相关话题 泪目 第一期追到现在 终于等到歌王总决赛这天 第一届歌王争霸塞 太激动 太期待了 不知道浴火凤凰这一次 会带来怎样震撼的现场 求一张蒙面歌王总决赛的票 价钱好商量 在蒙面歌王的疯狂营销下 决赛现场一票难求 全网到处都充斥着各种球票信息 网友开出的价位极高 基本上都是双倍起 甚至有人开出五倍的天价 这代表着 即使最普通的位置 市面价格也得上千元以上 至于贵宾席 更是被炒到上万一张的天价 五倍高价球入场票 有意的请联系我 谁有总决赛联号票 祭球 任何位置都可以 十倍购买 妹妹祭球任何位置的票 有票的小哥哥 可以添加妹妹微信私聊哦 这些网友疯了吗 就一个阴赠 门票居然炒到上万 关键是一万还没人愿意转让 他喵的 这价位都已经是天王天后的演唱会级别了 赵冲在沙发上疯狂吐槽 他首部电视剧的戏份已经全部杀青 在剧组拍了两个多月的战争戏 戏份一结束 他就马不停蹄地飞回工作室 半个多月未见 赵冲明显比之前拍摄MV的时候 又黑了好几个度 坐在白的发光的李莫子旁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画面 故城怎么看 怎么滑稽 以蒙面歌王的热度 完全可以说是今年夏季综艺的塔尖明珠 再加上节目组有意无意地放任炒作 卖这个价位不足为奇 终究是我太穷不配 赵冲流泪着羡慕 节目组当初定价太低了 这一波黄牛怕是赚翻了 这点门票钱算什么 不过是迎头小利 故城笑着轻横 对节目组来说 真正赚钱的是广告赞助 因为具有成熟的表现模式 以及超强的观众互动性 选秀以及真人秀类型的节目 是当下最具吸睛效应的综艺节目类型 随着综艺节目蓬勃发展 植入广告也层出不穷 不少品牌商不惜重金捆绑各大综艺节目 冠名费自此开始节节攀升 部分大热节目递冠名费 达到一元价码早已成为业内常态 故城看向刘洪光 刘介 我记得你说今晚的直播中 节目嵌入的广告有12家之多 推掉的据说有百家之多对不对 刘洪光汉手 没错 赵冲和李莫子瞠目结舌 这么多的吗 刘洪光给两个菜鸟详细科普 蓝媒台前两年创办的蓝媒超媒 在招商策略上和自家电视台达成紧密合作 能向广告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蓝媒TV和蓝媒卫视上同时投放广告 这即降低广告主成本 又提高了广告转化率 所以备受金主爸爸的青睐 听说光是第一期节目就获得了11个赞助 5个合作伙伴以及3个行业赞助 赵冲则舌 品牌方起抢破头 那节目组岂不是赚妈了 15秒广告多少,6秒广告多少 然后冠名权多少 每期节目口播一次多少 底下滚动字幕多少 然后广告切回来的时候 片花的大logo又是多少 这些都是被量化的 刘洪光伸出两根手指 总之 这个节目所有广告费用 加起来不低于这个数 像今晚的总决赛直播 最贵的就是其中的插播广告 听到这 李莫子忍不住脆声声开口 刘介 那我在节目中插播的那条15秒广告 大概需要多少钱 刘洪光淡淡地吐出一个数 三千万 仅仅只是十几秒的广告 广告费就狂懒三千万 赵冲倒抽一口气 15秒广告就要三千万 抢钱吗 莫子代言的是一家蒸馏水广告 品牌方跟节目组谈的 就是三千万的价格 刘洪光黑黑一笑 那条广告我已经看过了 绝对会成为今晚节目中的 又一重惊喜 赵冲满脸疑惑 就一条蒸馏水广告 还能有什么惊喜 因为那条广告曲 是故成为莫子量身打造的 广告出道曲 说到这个 刘洪光一颗心 依然忍不住兴奋战力 这广告真的太他妈绝了 他忍不住暗暗暴粗 刘洪光不知道故成的脑袋里 到底是什么构造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蒸馏水广告 居然都能够被他玩出花样来 他敢打毒 今天晚上这则魔性广告一放出来 肯定能在全网爆火 节目组后台 林慧如正坐在休息室一角 为赛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他捏着曲稿 在脑海里一遍遍地演绎着今晚的曲目 他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浮现这几天 跟着故成苏七一起练歌的画面 故成这个人看着漫不经心的 但对于音乐 态度真的是一丝不苟 不光是歌唱技巧 还有感情上的演绎 甚至就连唱歌的动作 故成都对林慧如做了详细的指导 至于苏七 林慧如笑了一下 总之今晚的决赛现场 林慧如并不是孤军奋战 突然 休息室的门被推开 抱着小丑头套的吴晨宇 冷着脸走进来 林慧如礼貌地起身打招呼 吴晨宇 晚上好 却见迎面来的吴晨宇 竟然脚步没有半点停顿 就这么无视他走到对面落座 期间 连一个眼神都懒得奉劝给林慧如 这种高傲无视的行为 简直就像是小孩子任性取闹一样 自己虽然人气不如他高 但好歹出道比他走 也算是他的前辈吧 现在娱乐圈的后辈 这么没礼貌吗 果然还是故成更可爱些 林慧如怂怂间 懒得去热脸贴冷屁股 直接坐回原位 继续低头研究曲谱 眼角余光瞥见这一幕的吴晨宇 心头越发不爽 这个蒙面歌王 从节目筹备之初 吴晨宇身后的团队 就看出节目有爆火的前置 他的公司本来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 借助节目的热度宣传造势 给吴晨宇提升一下咖位以及人气 谁也不曾想到 会冒出林慧如这一匹黑马 从第二期开始 林慧如这只刺眼的凤凰 就一直压着吴晨宇 抢占了节目组的大部分热度 此消彼长 总之 浴火凤凰的热度越是暴涨 吴晨宇的流量就越低 甚至动摇了 原本属于他的冠军之位 这代表吴晨宇团队之前的所有努力 全他妈废了不说 还打乱了他下半年的所有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 那道赤红色的身影 吴晨宇简直是怎么看 怎么刺眼 也就在这时 门再度被推开 一个俊朗的身影走进来 晚上好 你们辛苦了 熟悉而温柔的雌性嗓音 让林慧如和吴晨宇一阵 同时站起身来迎接 晚上八点 绚丽的烟花绕着舞台冲天起 在烟花的轰鸣声中 观众疯狂地欢呼呐喊 气氛直接嗨到爆炸 除了现场观众外 还有无数观众 怀着激动的心 在屏幕前蹲守节目开播 一身白色晚礼服的美女主持明星 笑容满面朝着舞台中央走来 拉开了歌王的决赛序幕 最先出场的 就是节目组的大咖评委江夜 江夜是民谣出身 早年一曲远方的家 唱火大江南北 自此开创民谣时代 手里代表作无数 今晚江夜演唱的 就是成名曲远方的家 作为摇滚鼻祖 江夜的唱功完全无庸置疑 不仅听不到他的唤气声 甚至能面无表情地标道 强混避四 刘洪光忍不住感慨 江老师这唱功 真的是稳如老狗 而且出道这么多年了 嗓子几乎都没见退化 苏七点头附和 不管是演唱音色 语气 还是情感表达 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 江老师都很强 而且他发声的方法 独特科学 不怎么伤嗓子 所以即使年龄渐长 声音也不会有多少退化 节目组请他坐镇评委 真的是太明智了 故城边说边从果盘里 拿个桃子出来削皮 从评委人选这点就能看出 节目组是用了心思的 虽然个别评委 在乐坛已经过气 但这些评委 都是乐坛前辈 资历和音乐素养 在业界可圈可点的 对比那些请流量小花 担任评委的音赠来说 蒙面歌王 完全称得上是良心音赠了 赵冲突然好奇道 老顾 你给灵学姐写了什么歌 阿雕 一首直击灵魂的民谣 赵冲眯起眼 老顾你老实说 是不是因为有江老师在 所以你才会让灵学姐唱民谣 故城头也不抬 江老师是评委里最具韩金量的 拿下他就代表成功了一半 赵雷给了 阿雕生命 张韶涵又为其注入了灵魂 这首歌原本顾城是打算留给苏七的 但苏七出道已有十年 在国内的根基已经足够扎实稳固 所以他打算下半年 试着去开拓一下国际市场 在问过苏七的意见后 这首 阿雕 还是到了灵慧如手上 希望这首让张韶涵站上神坛的歌 也能让灵慧如涅槃重生 顾城 把消好的水蜜桃递过去 赵冲自然而然地伸手去接 谁知那颗水灵灵的水蜜桃 静止越过 他朝苏七而去 赵冲 顾城对苏七温柔笑 宠溺道 七姐 看你喜欢吃桃子 早上路过就买了点 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苏七确实喜欢吃桃子 但他没想到 顾城有留心到这个细节 苏七甜笑着结果 然后 看着半空中尴尬顿住的手 假装客气地问了一句 赵冲 你要吃吗 赵冲还没说话 顾城抢先道 七姐你吃就好 赵冲他桃子过敏 那我就不客气了 苏七直接张嘴咬了一口 封印的桃汁从唇齿间 顺着喉咙一路甜到心扉 这水蜜桃很好吃 很脆很甜 顾城宠溺一笑 那下次我还给你带 这一幕赵冲看得十分扎心 最重要的是 他桃子过敏他 自己怎么不知道 赵冲转头 丁锈顾城 想刀人的眼神藏都藏不住 兄弟 你重色轻友 顾城视若未见 随意塞了串葡萄给他 葡萄也好吃 你吃葡萄吧 赵冲忧愿地 把葡萄塞入口中 觉得这葡萄酸到了后草芽 节目将近过半时 终于迎来今晚真正的巅峰对决 率先出场的是 踢馆嘉宾 东坡居士 这个东坡居士 身着古装面具 包裹岩石 一上场 就将节目效果彻底拉满 你们觉得 这个东坡居士是谁 能被节目组安排在决赛中踢馆的 绝对是乐坛一线歌手 网上之前呼声最高的 就是朱祁龙 之前定的 确实是朱祁龙 刘洪光幸灾乐祸地笑了 不过受粉丝波及 节目组当天就把它调换了 一番寒暄结束后 东坡居士终于开始正式演唱 令固成震惊的是 他要演唱的 居然是苏氏水调歌头的配音版 不过这首 水调歌头 跟前世邓丽君 王妃他们唱的并不是同一首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东坡居士一开嗓 一股熟悉的感觉 就迎面来 刘洪光皱眉 这声音该不会是刘振老师吧 苏奇笑着点头 就是他 这个嗓声非常温柔 又具有辨识度 加上刘振最近为宣传新专辑 频频在综艺节目中亮相 所以听众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 立马爆发剧烈的掌声 曲子的旋律古典优美 加上刘振本身音色出众 咬字清晰且辨识度高 不管是演唱技巧 还是对歌曲感情上的表达 这首水调歌头 都被刘振演绎的丝丝入扣 镜头扫过台下 能看见现场观众陶醉享受的表情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是缘别是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绢 异曲结束 观众席掌声雷动 宁心情的笑上台 非常感谢东坡居士 带给我们的精彩演绎 谢谢大家 就在这时 台下突然有个男粉丝大喊一句 刘振老师 我爱你 观众席跟着欢呼起来 刘振 刘振 刘振举着话筒 笑而不语 从台下的反应 就知道 观众已经猜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今天本来就不是奔着夺冠来的 就是来露脸蹭个热度 间接宣传自己新专辑的 没办法 那个顾成 简直太变态了 流经岁月的数字 专买了500万家张 实体专辑买了400万家 眼看顾成就要拿下 IFPI制度改革后 第一个暂时认证了 而同一天发专的刘振 专辑却只卖了人家零头 再不积极点营业 他连西北风都没得喝了 宁星勤着笑 看来观众已经对东坡居士的身份 有所猜测了 至于他究竟是不是刘振老师 稍后投票再见分晓 广告回来 精彩继续 刘洪光兴奋不已 莫子广告要出来了 电视镜头切入广告画面 由于上一期节目综合收视率和影响力 大幅度增加 所以 总决赛这一期 明显比半决赛多加了几个新广告 观众的耐心濒临极限时 蒸馏水的广告终于跳了出来 八月正午的阳光洒落在花园 折射在茶几上的蒸馏水上 镜头一转 茶几上还摆着一排高矮不一的玻璃杯 小姐姐拿着小棒 在玻璃杯上 在规律地敲击 伴随清脆抓耳的敲击旋律 清新甜美的嗓音流淌而出 瞬间驱赶了夏日的炎热 Super Idol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要眼 热爱105度的你 滴滴清纯的蒸馏水伴随着结尾水滴落下的悦耳声 小姐姐拿起蒸馏水贴脸眨眼 同时还不忘对镜头比了个开枪狙击的可爱手势 无形的子弹直接打穿屏幕 精准命中屏幕前的观众 广告效果瞬间拉满 卧槽 这广告拍得好魔性 赵冲下意识脱口而出 刘洪光下巴微扬 得意道 我早就告诉你了 这个广告绝对是个惊喜 甜而不腻 清新自然 旋律和歌词都很上头 只听一遍就忍不住在脑海里单曲循环 这是赵冲头一回看广告 不仅不反感 而且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 他朝李莫子比赞眨眼 莫子 你这广告杀伤力太强了 李莫子腼腆一笑 谦虚道 这些都得感谢成哥 赵冲转头瞪向顾城 别告诉我 这个广告创意也是你想出来的 顾城微微偏头 有什么问题吗 赵冲一噎 随即面色又转为平静 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总之在顾城身上 不管发生什么都是合理的 直播间里 弹幕早就炸开了 卧槽 这居然是蒸馏水广告 好魔性好上头的广告 我恋爱了 小姐姐是人工唐经吗 唱得好甜美好清新 确定这是广告 不是蒙面唱将 广告已经卷成这样了 头一次这么想看广告 一人血书 求歌曲的完整版 第二个出场的是 小丑无尘语 或许是前几期看灵慧如标高音 获得了评委以及观众的肯定 为了证明自己 一点也不比灵慧如差 这一期 吴晨宇选择了一首经典抒情名谣 但却不顾经纪人反对 对编曲做出了大幅改动 刚开始还好 老歌新唱 观众听起来觉得突兀 大部分观众都表示 还可以接受 进入副歌后 问题马上就来了 一首原本低沉伤感的歌 吴晨宇标了高音之后 就像是要死要活一样 那些高音 就像是为了炫技在卖弄 这明显是 表现得太过刻意了 炫就炫罢 关键是你他喵的 唱破音是什么鬼 全场鸦雀无声 现场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愣愣地看着台上 穿着一身魔性服装 在台上唱到身体扭曲的小丑 他们不是被音乐震撼到了 而是被这个现场给整傻了 直播间里疯狂吐槽 我刚刚究竟在期待什么 知道的说我在看 蒙面歌王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在看杀猪视频 这魔音惯耳的 还不如刚才广告里的小萝莉 唱得好听 大家都散了吧 去看蒸流水小姐姐跳舞 比这好看多了 明明是小丑在演唱 弹幕被被蒸流水小姐姐给承包了 甚至有网友直接丢下节目 转而根据蒸流水的品牌 去搜官方广告 然后他们惊喜地发现 官方广告 居然长达三分钟 虽然小姐姐不露脸 但是她声音甜美啊 而且小姐姐跳舞 也可爱得爆炸 还是萝莉小姐姐的声音质语 隔壁小丑唱得什么鬼 从隔壁 蒙面歌王 过来的兄弟 麻烦这里集合一下 我也来听听小姐姐甜美的声音 来洗洗被魔鹰贯穿的耳朵 冠军是谁不重要了 小姐姐才是今晚最大的赢家 另一边 就在观众集体愣神的功夫 舞台上又响起了一道刺耳的高音 差点没把人给唱出心脏病 绝大部分观众 都忍不住都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部分收钱上班的拖 反应过来后 开始疯狂地鼓掌欢呼 画面怎么看 怎么突兀 刘洪光大皱眉头道 好好一手抒情摇滚 被改的面目全非不说 居然还唱得稀碎 吴晨宇他这是痴疮犯了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多了顾承的神级演唱 再看这条大神的表演 刘洪光觉得比便秘还要难受 顾承笑了 刘剑 你这点评也太毒蛇了 吴晨宇的唱功还是有的 不过太急于表现了 用力过猛才会这样 赵冲吐槽 这算个屁的唱功 连老顾你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 不就先浅唱低音一下 然后再突然炸裂 拳头紧握不然没有灵魂 如果有主题的话 在跪地嘶吼一下升华主题 不是赵冲吹 他觉得自己上去比小丑强多了 演唱在赵冲的吐槽中结束 观众们非常配合 热烈的鼓掌 魔音贯耳总算结束 个别观众甚至感动到落泪 唱得太好了 下次别唱了 感谢小丑先生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宁星的笑容明显不如刚才真挚 一首歌发泄完毕 吴晨宇心中暗自叹气 冷静下来后 他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这次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虽然发挥有一点失误 不过比赛还未结束 吴晨宇并不认为自己 就一定会输给林慧如 朝观众聚了一功后 小丑丢下一句谢谢 就转身下台 广告过后 万众期待的浴火凤凰 终于要登场了 宁星嘴角地笑 这回格外地灿烂 他对着镜头 大声地介绍 让我们掌声欢迎浴火凤凰 为我们带来歌曲 阿刁 当火红的战袍 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林慧如一步步地朝舞台走去 上台前 他是兴奋中夹带着紧张的 上台后所有的紧张 随着掌声消逝 这一刻 脚下不再是禁忌的舞台 所有的输赢 对他来说 好像突然间就不重要了 林慧如和舞台融为一体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他脑海中只记得 故乘上台前 跟自己嘱咐的那句 林师姐 想要唱好这首歌 就把自己彻底交给舞台 交给音乐 你不再是林慧如 你就是阿刁 那个破空自由飞翔的鸟 灯光突然熄灭 一记轻中敲响 伴随着空灵幽荡的旋律 三个小孩的和声 在黑暗中清脆响起 嘿 一呀一呀哟 一呀一呀哟 灯光随着稚嫩的和声 一点点亮起 所有人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 突就一样栖息在山顶上 开口柜 一声高幽远 还有些缥缈空灵的阿刁 顶刻间就把所有人的心调动起来 那是一种心灵被洗涤的感觉 江叶一下子坐直了身体 脸上的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没有人鼓掌 全场默契的禁忌 就连呼吸都下意识放轻 生怕给这首歌带来一点点瑕疵 演唱还在继续 震撼也还在继续 阿刁大招四门前铺满阳光 打一壶甜茶 我们聊着过往 唱到这里 林慧如停下来 双手放开 随着音乐摇摆挥舞 说唱从四肢百孩一点点的涌上来 这一刻 林慧如觉得指尖好像有风拂过 她开始闭上眼享受 放任自己化身为鸟 然后就是神圣缥缈的高音和声 拉克 红 这是灵魂共鸣的声音 台下的观众震撼的发现 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动弹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顺从 放任灵魂一点点被音乐勾出来 然后追随那空灵的嗓音 飞去美丽的西藏 飞去那个天堂的故乡 和声的主人来自西藏 是自由乐团新来的高音女主唱阿米娜 她的嗓音空灵 极具穿透力 能让你的灵魂随着她的嗓音跳舞 给阿刁 和声再是适合不过 所以顾称 把她介绍给林慧如 再让她引荐给节目组的 林慧如的演唱实在太拽了 声声入耳 字字入心 歌曲既像是萦绕在耳间 又恍若想在灵魂深处 现场震撼的观众头皮发麻 直播间里 自节目开播以来 屏幕一直都是密密麻麻 连人头都看不清的 此刻却罕见得干净 一条灵星的弹幕都没有 现场观众 评委 屏幕前的观众 所有人都沉浸在林慧如打造的 视听盛宴中 音乐的魅力 在这一刻 展现得淋漓尽致 感动并没有停 随着音乐还在继续 阿刁你总把自己打扮得像 男孩子一样 可比格桑还顽强 阿刁虚伪的人 有千百种笑 你何时下山 记得戴上啄马刀 林慧如觉得自己是格桑花 是西域圣城漫山遍野 生命力最顽强的野花 在空气细薄的高原上 他们能熬住漫天风雪 也能抗住阳光暴晒 在格桑花柔嫩的枝叶下 是对命运的不屈与顽强 有了情感上的认同 林慧如的演唱就有了灵魂 她好像是在唱自己 又是在唱你 唱我 唱所有在生活中陷入迷茫困苦中的人 评委席上 江夜目光灼灼 双手撑在台上逐渐交握 作为摇滚十足 摇滚就是她的生命 阿雕这首歌 在旋律响起的瞬间 就让江夜体内的DNA开始疯狂躁动 自从民谣风被流行音乐取代后 她已经记不清有多久 没有在乐坛听到 让她感动的民谣了 江夜的视线 紧紧锁住那道火红的身影 她的灵魂仿佛追随着音乐 翱翔于西藏之巅 感受着山巅上的瑟瑟寒风 和漫山遍野的格桑花 就在这时 林慧如的情绪开始变得激烈 演唱时的肢体动作也逐渐变大 紧接着就开始进入震撼的说唱 接受放逐困惑自由 就像风一样吹过坎坷 不平的路途 受过的伤疤 开出无比美丽的花 林慧如恍若用灵魂在吟唱 声音带上了一丝丝颤音 阿姨娜在身后默默地用脏音伴唱 两人配合得无比默契 歌曲的情感在慢慢铺垫 林慧如的力量渐渐积攒 观众的情绪也在步步推进中 就像是叙事待发的火山 岩浆在内部翻腾酝酿 疯狂上涌 只带压力凝聚到最高点 然后就是火山彻底被引爆 命运多喘痴迷淡然 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 但于平凡却不甘平凡地腐烂 你是阿雕 听到这里时 众人仿佛感觉心脏被钻紧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部分观众忍不住双拳紧握 后排的观众甚至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力量在林慧如的身躯里尽数汇聚 紧接着 便是一声嘹亮的呐喊 拔然而起 你是自由的鸟 黑夜黑夜 注入灵魂的歌声 将观众轰然炸开 仿佛一缕光芒刺破云层 黑暗退去 辖光万丈 一只鸟穿云而出 击穿了灵魂 全场都被这句冲上云霄F5的自由的鸟 与呐喊感动 不少观众更是当场落泪 世界艰难走过一遭 难免受伤 但怎可轻易举气投降 粉肝溃背而逃 生命不屈 即使风雨飘摇 只要坚强勇敢 也能雨过天晴 彩虹当空 休息失礼 灵魂如那高亢独特的嗓音 不仅征服了现场 也惊呆了刘震和吴晨宇 尤其是那一具自由的鸟 刘震身体仿佛被电流刺重 灵魂受到强力重击 两人对视一眼 都知道今夜冠军与自己无望了 不甘 嫉妒 震惊 愤恨 羡慕 各种情绪在吴晨宇心中反复交杂 如果说吴晨宇是五味杂陈 那刘震就是欲哭无泪了 发专辑被顾成疯狂吊打就算了 上个节目还被顾成的作品碾压 顾成简直就是刘震的克星 不 顾成应该说是华语乐坛 所有歌手的噩梦 谁撞谁死 舞台上 林慧如的演唱逐渐进入尾声 伴随着渐缓的节奏 她的声音也由紧而松 就像是溪流缓缓流淌 阿刁 爱情是离悲伤的种子 你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哭 演唱结束 林慧如仰头逆光 看向摄像头 目光仿佛透过镜头 看到了顾成 小学弟我做到了 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你看见了吗 台下鸦雀无声 没有一丁点的掌声 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听众还沉浸在音乐中 久久不能回神 直至江夜清脆的掌声响起 唱得好 唱得太好了 观众 这才如梦初醒 紧接着全体观众自发起立 无数掌声汇聚成雷 响彻整个演播现场 他们热烈欢呼着 疯狂叫这浴火凤凰 所有人都清楚 这个歌王 非浴火凤凰莫属 林雪姐唱得太好了 冠军要不是她 绝对是黑幕 赵冲看着电视里的林慧如 露出一脸谜地的表情 苏琪点头 今晚确实是林慧如至今为止 发挥最好的一次 夺冠已经是众望所归 刘洪光撇撇嘴 蓝眉台既然让她参加总决赛 就不会蠢的 在决赛搞什么内幕 顾承笑了 夺不夺冠 对林雪姐来说都不重要了 反正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说实话 顾承其实非常惊喜 林慧如的嗓音不错 但是音色没有那么清亮 穿透力跟苏琪比 还是弱一些 她没有想到 她能把阿雕 唱得如此的传情 铿锵有力地说唱 将那种撕心裂腐的力感 演绎到了极致 然后就是那句 你是自由的鸟 嘹亮的声音穿透云霄 像挣脱一切之后的飞响 从左手指约的尝试突破 再到悟空的挣扎呐喊 最后到阿雕的涅槃重生 林慧如用一个月时间 在舞台完成了蜕变 所以夺冠自然是锦上添花 不夺冠 也不影响她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舞台上 如鸣的掌声 让林慧如感动异常 这一次她没有流泪 而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深深地朝舞台鞠了一躬 谢谢望川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迂火凤凰 带给我们的这一场试听盛宴 真的太感动了 宁慧红着眼再次登上舞台 三位蒙面唱 现在已经全部表演结束 接下来就是最令人振奋的投票环节 现在让我们邀请小丑先生 还有东坡居士上场 旋律响起 舞台开始绽放火焰 观众席爆发出掌声以及欢呼声 直播间的弹幕喷涌而出 刚才的演出太震撼了 歌王绝对是浴火凤凰 那句你是自由的鸟的高音一出 我突然就忘了呼吸 眼泪止不住往上涌 全程高能 鸡皮疙瘩 现在都没有消下去 翻遍了娱乐圈的女歌手 我找不到有谁可以带入浴火凤凰 要是他不见面的话 我真心猜不出来 虽然我很喜欢小丑 但是冠军是浴火凤凰我服 突然不想浴火凤凰夺冠 我太想知道他是谁了 如果冠军不是浴火凤凰 从此歌王一声 嘿 小丑先生 东坡居士以及浴火凤凰三位选手 齐聚舞台 五位评委一次做出点评 江夜毫不犹豫 把票投给林慧如 并对他大肆赞扬 这首民谣阿雕开头用同声隐唱 加上独特的藏风枪名 以及串烧说唱 这种融合民族元素的开放唱法 非常大气 营造了宏大的世界感 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不像命运低头 追求灵魂以及自由的人 我觉得阿雕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每一个在自我的人性和神性中挣扎着的人 江夜目光涌动 语气真挚 浴火凤凰 在熟悉的女歌手里 我找不到能与之对应上的 我对你的真实身份非常好奇 但相比让你见面 我觉得更应该让你留在这个舞台 继续带给观众感动和惊喜 观众疯狂的鼓掌欢呼附和 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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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慧如朝江夜深深居了一躬 谢谢江夜老师的点评和支持 江夜看着林慧如 怎么看怎么顺眼 民谣所唱的孤独与浪漫 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故事 阿雕 对抗命运的勇气 也是每个人都想拥有的坚强 希望在下一季的蒙面歌王上 我还可以看见这样惊艳的民谣舞台 林慧如重重点头 一定会有的 最终他获得评委习一致的赞扬 六个评委 他拿下了一半的评委投票 剩下的评委 为了照顾剩下的选手 有两个选择了刘震 还有一个将票投给了吴辰宇 紧接着就是现场投票 你们手里掌握着冠军的命运 你们支持哪位选手 就把你们手中的票投给他 最终得票率最高的 将会成为首剑蒙面歌王 冠军 大家都知道怎么投票了吗 全场观众齐声回答道 知道 现在开始进行投票 投票环节虽然激动人心 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浴火凤凰已高达289票的观众票 碾压东坡居士 还有小丑先生 成功拿下了首剑蒙面歌王的冠军 刘震和吴辰宇在欢呼中接面离开 而浴火凤凰在漫天的烟火中 高举金色面具 未免首剑歌王 蒙面歌王第一季 以良好的口碑圆满结束 阿雕也通过节目顺利出圈 开始在各大短视频疯狂传播 我以前也是自由的尿 后来被我妈痛打了一顿 就再不敢了 阿鸟 你是自由的雕 狗头 听完这首歌 我想辞职去一趟西藏了 这个世界不全是被钢筋水泥包围的 还有原野和山海 刚从西藏回来 对这首歌真的感同身受 随着阿雕在全网爆火 全网都在猜测 原唱《浴火凤凰》的真实身份 能让旺川卫 《浴火凤凰》联写三首歌 这关系绝对不一般 如果旺川就是顾城 那你们说 这《浴火凤凰》会不会是苏七 不可能是苏七 以他的咖位 绝对不会随便参加综艺 虽然我很喜欢《浴火凤凰》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唱功跟苏七比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有没有可能 是跟旺川合作过的艺人 比如他MV里的女主角 华语那几个音色不太像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 就是林慧如 许慧如可是偶像歌手 而且和《浴火凤凰》风格完全不同 要真的是他 我倒立窜息 那唱功绝对不可能是新人 乐坛是不是有什么老歌手 要出来活动了 网友翻遍了娱乐圈 不管跟顾城有没有关系 只要是女歌手 就算是隐退的 都被网友拿来猜了个遍 但每列出一个女歌手 无数网友就会在下面反驳 最终也没讨论出一个结果 最后跑到了旺川的账号底下 寻求真相 顾城更新完小说章节 顺便上微博看看时 吓了一跳 他的微博粉丝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暴涨到了八千多万 各种留言挤爆了评论区 粉丝不是在刷雨火凤凰 就是在刷阿刁 要不就是在刷西藏 顾城轻叹 西藏啊 还真是有点怀念 这个让灵魂升华的天堂 顾城前世也是去过的 也在途中 认识了很多来自西北的民谣歌手 这个里的音乐环境 开始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而民谣这些年 却偏安易于 一直活在被人们忽略的角落里 像野草一样生长着 顾城突然有些感慨 他忍不住在微博发了个长长的帖子 非常感谢你们对阿刁的喜爱与支持 这世界不只有平凡的人 也不只有阿刁 你们听到的民谣 不过是冰山一角 华夏还有许许多多的民谣音乐人 在大众看不见的地方 坚持着走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他们就像是千禧的候鸟 喜欢背着吉他 行走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 他们在流浪中创作 以生活为信仰 以音乐为伴侣 以歌唱为记录 在这时代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和故事 最后 我想跟你们再说几句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生活就像一个圈 你不爬出来看看 永远不知道圈子外面有多大 有机会 大家可以适当地停下脚步 去新疆 去云南 去西藏 随便去哪里 都可以 总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哪怕只是一次 相信我 一路上会有昂着头的青春 也有看见数不经夜的星辰 顾城微博发完 就直接睡觉了 完全不知道这番话 触动了多少人的内心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说得太好了 听说西藏是 洗涤心灵的地方 有生之年想去一次 我才三十岁 但感觉人生已经停滞了 我找不到活下去的目标 我今年刚刚毕业 简历投了无数份 全部石山大海 我非常害怕自己最后还得啃老 我非常的迷茫 他妈的 这辈子我一定要去自驾游 去新疆 去西藏 随便去哪里 评论区沸腾了 即使知道是心灵鸡汤 粉丝仍旧忍不住热泪盈眶 结婚 工作 车贷 房贷 孩子 现在的涉压力真的太大了 多少人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谁不渴望为自己活一次 但他们有亲要养 有家要抗 生活已经被工作 家庭占据束缚 只能无休止地工作 无止境地加班 他们不敢停下自己的脚步 今夜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另一边 由于没有见面 所以 浴火凤凰热度再高 林慧如短期内也无法将这些人气变现 所以 有网友调侃 蒙面歌王 这个节目 最大的赢家是在节目中 只出尽了十几秒的李莫子 是的 凭借甜美的嗓音 和模型的广告 李莫子将自己 以及背后的品牌方 成功带出了圈 刘洪光打铁趁热 在节目结束当晚 工作室就发微博 公布了李莫子的新人身份 热爱105度的你 是望川亲自创作 旗下新人李莫子演唱的作品 非常感谢网友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目前正在准备新单曲 再过段时间 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微博一发 热爱105度的你 热度再度暴涨 光是B站一晚上的播放量 就突破了500万播放量 并且引发大量明星 UP主的二次创作 这首歌不仅在短视频平台走红 在流媒体音乐平台 以及K歌平台 同样大受欢迎 极度冲上各大音乐热歌榜榜首 和我爱K歌翻唱榜前舞 就连姚妈新闻 都忍不住下场玩梗 这波官方整活充分反映了 这首歌目前的火爆程度 而这个时候 顾成已经在飞往江城的飞机上了 PS 最近在忙着家里人七七的事 已经处理完了 我也收拾好心情 以后好好更新 飞机落地江城的那一刻 顾成心情有些五味杂陈 家里所有的一切 还跟他们离开前一模一样 就好像他们不过是昨日出门 今天回来一样 看着客厅里熟悉的摆设 顾安然鼻头一酸 眼眶就红了起来 妈妈 我们终于到家了 真的好想念家里 虽然帝都很好 自己这两个月也玩得很开心 但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 顾安然从小到大都在这里生活 家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回忆 安然 我们先把家里收拾一下 顾成把行李放下 打开窗户透气 几个月不回来 空气非常的闷 嗯 那我去拿扫吧 两个人齐心合力 一直忙到下午五点 一大一小才总算打扫完毕 安然 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帝都读书了 就不在家里开火了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舅舅带你出去吃饭 顾安然把全家福拿出来摆好 小手轻轻地抚摸着妈妈的笑脸 舅舅 很久没吃巷尾那家百年卤水了 我们要不去吃巷尾 那家卤水吧 顾安然说的是 老街那家百年卤水 是妈妈顾云生前的最爱 小丫头自己也很喜欢 自从妈妈走后 她就没有吃过了 顾成心疼地摸摸她的头 那走吧 舅舅现在带你去吃 而且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 小丫头眼睛一亮 那我还要吃糖葫芦 草莓和山楂的 每样要一串 顾成宠溺点头 买 都买 太久没有回江城 吃完饭后 顾成又带着安然 在江城老街逛夜市 顺便买些江城特产 打算等回帝都的时候 给苏七带一点 同一时间 苏七窝在羊毛地毯上 百无聊赖地摆弄着香薰灯 在维也纳旅游时 塞纳河畔有家古董小店 里面有各种香薰灯 英弗笔 八英盒 以及莫扎特碑等精巧的纪念品 他们淘了不少小玩意 这个香薰灯 是顾成亲自给他选的 苏七先是往灯上面的小碗里 加了一些纯净水 又滴了两滴玫瑰金油 然后看着烟雾慢慢缭绕升空 玫瑰的香气 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屋子 以前一个人住习惯了 苏七从未觉得 有什么孤独 现在不知怎便 苏七只觉得偌大的公寓 满眼都是冷清 他不禁有些怀念 之前和顾成他们 短暂同居的那段日子 苏七咬咬唇 也不知道这个时候 顾成在干嘛 他凑在香薰灯前 斑驳的光影 打在天鹅井 以及蝴蝶骨间 氛围感十足 苏七找了个完美角度 自拍一张照片 发给顾成 然后又编辑一段文字发过去 还记得这个香薰灯吗 我加了玫瑰金油 味道真的很好闻 点的时候 也特别有氛围感 顾成大概在忙 苏七没等到回复 握着手机思绪 开始飘个不停 然后就飘到 和顾成拍吻戏的那碗 网上都说 初吻很甜很美好 会食髓之味什么的 遗憾的是 苏七什么都没尝到 就那么倾听点水一碰 苏七就只记得 顾成的唇很暖很润 嘴角不自觉的弯起 苏七抬手摸摸唇半 微微的抿了抿 似在回味当初那温暖的触感 当初应该 NG多来几次才对 不然 这一由未尽的 她就一直在心里惦记着 经过这些天的试探 苏七确定了一件事 顾成 肯定是喜欢我的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动作 要不自己干脆化手为功 比如霸气地堵住她告白 直接扑上去 吻个天昏地暗 欲罢不能什么的 不过 自己吻记太青涩了 打住 她拍拍脸颊 羞愧地捂住脸 不能再往下想了 矜持 对 女人一定得矜持 绝对不能表现得 自己好像饥渴一样 苏七一咕噜起身 决定 让自己忙起来 去洗个澡清醒清醒 不多久 苏七边揉擦着头发 一边拿起手机 点开屏幕 就看到顾成回复消息了 七姐 刚从外面回来 洗澡没看见信息 你的照片拍得很漂亮 早知道当初买一对香薰灯了 这样我就跟你拥有同款香薰灯了 苏七嘴角清沟 你还没睡 没有 当当在更新 你呢 我也刚洗澡 正在吹头发 两个人就这么你来我往的聊天 从小说到工作 到安然的开学典礼 一直聊到凌晨 苏七才依依不舍道 很晚了 你明天还要早起去扫墓 早点睡吧 七姐也早点睡 晚 临睡前 顾成想了想 还是翻出苏七的那张照片 然后毫不犹豫地 设置成了平保 这才心满意足的眯眼睡去 一日一早 顾成他们很早就起来 吃完早餐后 顾成在花店买了一束 顾云最爱的香水百合 就打车去了顾云的墓地 地方不是很远 打车一个小时就到了 两人一起 把墓碑打扫干净 顾成拿起纸巾 温柔地把墓碑上的照片擦干净 然后在墓前放下花 看着照片上那个笑容温婉的女人 顾成觉得有些心酸 又有些感慨 他从未见过顾云 但却对这个女人熟悉而心疼 在圆主的记忆里 顾云是个温柔而坚强的姐姐 无论生活有多么困苦 顾云从来都是自己咬牙扛着 从来都没有想要让圆主担心过 即便是病魔缠身 身体已经疼得不行了 他也总是面带微笑 姐 我带安然来看你了 顾安然小眼通红 泪水忍不住涌出来 他擦拭掉泪水 努力挤出微笑 妈妈 我是安然 我想你了 我们现在去帝都了 舅舅现在已经是大明星了 我也过得很好 姐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 给安然在帝都找了个很好的学校 你放心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会好好照顾安然 让他开心快乐地长大 安然 别哭 你妈妈最喜欢你笑了 顾安然吸吸鼻子 舅舅 我知道了 他抬手擦掉脸上的泪水 然后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妈妈 你放心 我也会好好照顾舅舅的 给他找一个漂亮的天后舅妈 顾承忍俊不禁 揉了揉他的头 天后舅妈 你打算找谁 小丫头理所当然道 当然是苏七姐家 顾承被他逗乐了 为什么是苏七 因为 他又漂亮又温柔 对我又好 最重要的是他喜欢舅舅 顾安然抬头 嘿嘿笑道 舅舅 你也喜欢苏七姐吧 顾承没有否认 人小鬼大 问这么多干嘛 小丫头咳咳小嘴 不满道 我过两天就上小学了 不是三岁小孩了 顾承失笑摇头 然后转身离去 走吧 你还没说喜不喜欢呢 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帮你 九月一日 今天是顾安然第一天上小学的日子 顾承早早起床准备早餐 安然 你动作快点 第一天上学 可不心迟到 舅舅 我知道了 顾承今天没整什么花样 就简单的弄了点三明治 蒸饺子和豆浆 等安然洗漱完出来 他又麻利地给他编麻花便 然后就开启老父亲模式 嘴里絮絮叨叨的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小学生了 在学校要好好学习 跟同学们要友好相处 要是有人欺负你 一定要告诉舅舅 顾安然鸣嘴投笑 这些话从昨晚到现在 舅舅其实都说几遍了 他的耳朵都听得起简了 但知道舅舅最是疼他 所以安然没有半点不耐烦 等顾承绑好头发后 安然埋进 他怀里撒娇 舅舅 虽然现在我没有爸爸妈妈了 但是却一点也不觉得孤独 因为安然有你 你在安然的心里 永远是天底下顶顶好的舅舅 顾承心都被暖化了 从传来那天起 小丫头真的给顾承太多的温暖 他心底一直把他当做女儿疼的 想到雏鸟即将脱离他的羽翼 开始独立成长 顾承既欣慰又担心 他握住小丫头的肩膀 温声叮嘱 安然 帝都不比江城 你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非富即贵 但舅舅想说的是 我们现在不比从前 安然也不比任何人差 所以你 完全不必再趴时躲视 舅舅以后会竭尽所能 做你身后最坚强的后盾 让我们的安然 成为华夏人人羡慕的小公主 顾安然敢动点头 嗯 我相信舅舅 顾承宠密地抱抱他 好了 快去吃早餐 等一下要早点出发 要不路上堵车 两人开始埋头干饭 等他们下楼准备出发时 一辆熟悉的车拦住他们的去路 车窗摇下 露出一张明媚的笑颜 上车 我送你们去学校 顾承心目微眯 七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有美女给你做司机还不好 苏七笑着打趣 主要是安然的入学典礼 一辈子只有一次 我怎么能错过 顾承文言下意识低头 对上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 小丫头双眼 血满无辜 七姐姐是我邀请的 我就是想让她来给我们拍照 顾承 让天后给他们拍照 以苏七的人气 进了学校后 谁拍谁还不一定吗 或许是做贼心虚 顾安然一溜烟爬上后座 事到如今 顾承只能妥协 麻烦七姐了 坐稳了 我们要出发了 等他们系好安全带 苏七一踩油门离开 他们不知道的是 方才三个人有说有笑的一幕 全部被蹲守这十多天的 葛思琪给抓拍了 她早就打听过了 那个小女孩叫顾安然 跟顾承一个姓 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不言而喻 看着苏七那张天使的容颜 葛思琪不屑地轻横 堂堂华语流行天后苏七 在外打着纯情少女称号 没想到背地里 居然舔着脸 给人当后骂 真是讽刺 葛思琪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方便吗 有些有趣的东西 想跟你谈谈价格 顾安然就读的是 帝都国际学校 京华国际学校 京华开设 全日制幼儿园至高中课程 采用美式教学 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相结合的独特教育模式 非常重视学生学习兴趣 个性品格方面的培养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京华小学为了弘扬华夏传统文化 入学典礼采用了古代的入叛礼 入叛礼一共四个步骤 正衣冠 拜师礼 敬手敬心 开笔礼 顾安然换上汉服 乖巧地在老师的引导下 完成正衣冠 敬茶拜师 朱砂开制等活动 为了不引起轰动 苏七口罩 假发 以及鸭舌帽齐上阵 全程低调地站在顾城身侧 两人就像是普通夫妻一样 偶尔交头接雨 偶尔给小丫头拍照 为她记录下人生的重要时刻 没想到现在上小学 还有这么多仪式感 现在时代不同了吗 顾城小时候 年龄一到 就自己拎着书包去上学了 压根不需要家人接送 谢谢 今天谢谢你了 苏七失效 这有什么好些的 我又不是因为你才来的 我是因为真的喜欢安然 才出席这场活动 她环顾一圈 意外在人群中 发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看来这里有不少明星子女 就是这样才好 顾城笑道 我之前就担心安然 因为我被特殊关注 无法融入校园生活 现在反倒放心了些 入学一世逐渐进入尾声 击鼓明智后 就只剩最后的环节 描红开笔 有老师或者家长 指导学生使用毛笔写人字 苏七借着拍摄 光明正大的躲在镜头后 观察顾城指导安然 顾城握住安然的小手 提笔战墨在红模上描字 人的一生就好似这个人字 一撇一纳相伴行 一撇代表品格 一纳代表学识 逆风起笔 藏而不露 中风用笔 不偏不倚 停滞迂回 缓缓出头 顾城松开小丫头的手 一个端正的人字 跃然而出 安然 虚心学习 踏实做人 希望你以后 能静下心来机材时 也能耐得住 磨难攒人品 安然郑重点头 我记下了 舅舅 这时 一道亲切的声音 从身后插入 都说字如其人 顾先生这个字 写得真好看 来的是顾安然的 班主任林文松老师 顾城礼貌的招呼 林老师 您过奖了 林文松看向苏七 越看越觉得熟悉 认出人后 林文松瞳孔一阵 你是苏 顾城赶紧打断他 林老师 苏七主动伸手打招呼 林老师你好 你你好 林文松还有些精神恍惚 入学典礼这种活动 出席的基本都是家人 那天后 苏七怎么会在这 顾城和苏七 是什么关系 居然亲密到 出席这种家人活动上 林文松的视线 在顾城和苏七的脸上 来回打亮 眼神逐渐变得考究暧昧 这两个人 该不是情侣吧 林文松兴奋不已 感觉自己可能吃到 一个惊天大瓜 顾城见状倾咳几声 低声提醒 林老师 麻烦不要让安然 获得过多关注 我希望他能在贵校 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 学习生涯 林文松心领神会 顾先生 这点您放心 我们学校只会关注 学生本人的身心学习 其他的老师都会保密的 顾城松了口气 谢谢林老师 以后我们家安然 就麻烦林老师多照顾了 应该的 林文松寒暄几句后 就离开了 入盼礼结束后 看着顾安然 兴奋地跟着同学 进入教学楼 顾城神色复杂 这代表小丫头 正式跨入人生新篇章 顾城接下来能做的 就是放她自由飞翔 然后在身后默默地守护 顾城一到工作室 静止走向冰箱 然后随意取听汽水出来 拉开拉环 仰头猛贯 看见苏七紧随其后进来 顾城又拿了瓶常温的矿泉水 顺手帮她拧开 七姐 你喝常温的矿泉水可以吗 可以 苏七心里划过一丝甜蜜 她有公寒 一到生理期就容易 疼得脸色发白 自从被顾城撞见过一次痛经后 她递给她的水 不是温的 就是常温的 总之绝对不可能是冰的 这份细致入骨的关心 比甜言蜜语 更让苏七感动 这时 刘洪光兴奋地推门而入 一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告诉顾城一个好消息 顾城 你给赵梦梦写的单曲 打上花火 前阵子不是在岛国上架了吗 顾城仰头灌了一口汽水 才道 刘继 这首歌怎么了 岛国素有春季欣赏樱花 夏季观看烟火的传统 具体时间因地域不同而差异 但通常都在七八月份左右 打上花火 这首歌本身就是描写烟火 以及青春恋爱的 非常适合夏日发行 所以顾城曲子一交给墨向东 就提醒他这首歌要尽快发行 华瑜用时一周不到 就让赵梦梦发行了 不过这首歌在岛国上架时 撞荡了岛国本土醉活女天团AKB88 再加上华瑜宣传力度不够 以至于这首歌在岛国虽然口碑不错 但遗憾的是并没打爆 刘洪光嘿嘿一笑 岛国最大的大区烟花盛会 在上周末举行 主办方在盛会前 在网络发起了大型投票活动 让岛民评选出 最适合烟花盛会的歌曲 打上花火 上周不仅成功上榜 并且甩第二名一倍之多 压倒性夺冠 这首歌如今备受年轻人里喜爱 前天更是几下AKB88 拿下了岛国公信榜榜首 顾承眯眼 公信榜 苏琪给他解释 公信榜就是岛国最有影响力 最有权威的音乐排行榜 顾承挑眉 前世打上花火 这首歌作为烟花 电影主题曲 治愈了全球无数青春心灵 这一世兜兜转转 这首歌又以烟火盛会为契机 在岛国爆火 温暖浪漫了整个岛国 这证明什么 证明即便跨越平行世界 经典依旧不可磨灭 打上花火 在岛国爆火 华瑜怕是高兴坏了吧 可不是吗 苏琪想起来 还觉得好笑 这首歌在公信榜夺冠时 杨总还特地打电话通知我时 那笑声差点没震破我耳末 为了攻克岛国的音乐市场 华瑜不惜砸重金 在那边成立了经纪公司 可惜一人投了一批又一批 都没见起钉点水花 一首日语翻唱起风了 再加这一次的打上花火 顾成只用两首歌 就让赵梦梦在岛国成功站稳了脚跟 苏琪觉得自己当初真是慧眼石珠 挖掘了这么个音乐鬼才 顾成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顾成挑眉 有些不要脸道 七姐 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厉害吗 这点苏琪完全无法反驳 因为 她想起了另一件事 顾成 你知道 流经岁月 从上架到现在 一共卖出多少张了吗 多少了 顾成随口一应 顺便打开电脑 准备更新 最近 朱仙写到了一个小高潮 读者疯狂打赏的同时 也在不断催更 他打算加更几张 回馈一下书迷 苏琪直视顾成 一字字念道 数字专时销 加实体专辑一起 现在差不多970多万张了 是980万张 刘洪光更正道 来之前 我看了一下实时统计数据 已经突破到980万张了 顾成动作一顿 忍不住择舌道 这才一个月不到 销量就突破980万张了吗 说到这 苏琪不由冷哼 要不是欧美不纳入统计 你的专辑销量 早就突破千万大关了 自从迪拜温泉带火 吻别后 顾成这张专辑 就在欧美大热 只不过欧美市场 见不得滑流崛起 虽然专辑能正常收听下载 但欧美音乐协会 总以歌手认证不通过 或者其他莫须有的理由 拒绝将国外的销售数据 跟国内一起纳入统计 顾成忍不住感慨 这么说再过几天 我岂不是就能拿到 IFPI钻石认证了 刘洪光嘿嘿一笑 目光兴奋 哪里需要几天 眼看就要突破千万大关 现在你的粉丝 正在全网疯狂号召打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最迟明天你就能拿下钻石认证了 顾成等着吧 很快 你就会是全球地表最强的 滑流天王 关注流金岁月 时时销量的 其实何止是顾成他们 钻石唱片 整整十个百万级的 白金唱片之和 这对歌手来说 可谓是至尊的音乐荣耀 在华语乐坛的历史上 即便是在唱片最黄金的时代 华语乐坛也没有歌手能创造这个成绩 就算是放在世界乐坛 能获得钻石唱片这份荣耀成绩的 至今也是寥寥无几 最重要的是 自从实体市场受到市场冲击 逐步衰退后 全球已经有15年 没有歌手获得钻石认证了 如今 IFPI认证规则开始改革 不仅代表数字音乐开始正版化 同时也让钻石唱片认证 这个早已经进入博物馆的音乐荣耀 又重回大众视野之中 谁要是第一个拿下 这份音乐殊荣 谁就是全球当之无愧的 地表最强音乐天王 可以载入世界流行音乐史册 地位无可撼动 所以整个世界乐坛 都对首个钻石唱片认证 虎视眈眈 谁知在全球音乐人摩拳擦掌 月月欲试时 一张华语专辑 流金岁月 却在这个接骨眼 横空出世 这场名为固承的音乐风暴 不仅强势扫平各大音乐榜单 打得整个华语乐坛 毫无招架之力 还从华夏一路席卷至世界各地 让全球乐坛都为之一阵 眼看钻石唱片 触手可及 几乎全球的目光 都忍不住汇聚到这张专辑上 不管内心究竟怀揣着怎样的算盘 所有的音乐人都在等待数据出炉 今天是流金岁月 销售数据最为关键的一天 未见证月坛里程碑的诞生 整个工作室都聚在会议室 紧盯着IFPI的实时销售数据排行榜 当数据刷新之后 整个会议室室都爆发出了剧烈的欢呼声 卧槽 破了 刘洪光激动大喊 兴奋到飙赃 真的破了 总销售达到了一千 六十八万张 一千万张 一个跨时代的数字 没有灌水 全部实销 所有数据都是粉丝们一张一张 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流金岁月 凭借实力 成为华语乐坛有史以来第一张钻石专辑 同时也是 IFPI制度改革后 全球第一张钻石专辑 顾承创造了音乐奇迹 顾承 恭喜你成为 华夏首歌拿下钻石唱片认证的流行天王 恭喜诚哥 诚哥威武 华流醉掉 干翻全球 众人围着顾承欢呼庆祝 一个亢奋上头的男员工 甚至激动到当场脱衣热舞 一时间口哨 掌声四起 欢闹钟 顾承下意识侧头 眼神锁住那个 自己最想分享喜悦的女人 苏七嘴角含着笑凝视着顾承 美目泛着吟吟秋水 倒映着她的身影 两个人静静地四目相对 与周围的嘈杂 形成鲜明对比 顾承笑着开口 七姐 我做到了 苏七轻恩一声 顾承 恭喜你获得 IFPI暂时唱片认证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 却重击在顾承心头 比世上任何恭维 都要让她身心愉悦 这或许就是别人口中的 千言万语 不仅你春风一句 去她的阶级层次 去她的身份差距 去她的财富悬殊 这份感情 顾承此刻再也不想压制衡量了 她一把抓起苏七的手 然后拉着反应不及的她 静止往外走 等刘洪光他们风舞一场后 才恍然发觉 郑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顾承人呢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啊 刚才还在这呢 齐总人也不见了 李浩提 刘继 要不我去找找 刘洪光狠狠地白他眼 找什么找 浩子 你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这一对磨磨蹭蹭的 好不容易有点进展 你去掺和个什么劲 李浩猛逼 什么意思 李鹰扑斥一笑 拍拍他的肩 浩子哥 齐总跟诚哥有猫腻 你不会不知道吧 李浩彻底傻眼 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 齐总和诚哥 无论是颜值 还是才华 都旗鼓相当 在乐坛再般配不过 上次拍吻戏 这两个人看向对方的眼神 明明都浓得拉丝了 可就是不告白 就是就是 天天搁那玩爱情拉锯战 看得我皇帝不及太见解 我磕这对CP很久了 我特地见了个齐成夫妇的超话 你们要不要进 卧槽 齐成夫妇 拉我 拉我 刘洪光轻轻嗓子 言归正传 自己人说说没事 对外尤其是媒体记者 一定要守口如瓶 我可还等着这一对修成正果 然后喝他们的喜酒呢 你们别让媒体给搅散了 媒体最擅长捕风捉影 胡编乱造 天天乐此不比的拆CP 但凡被媒体盯上的 就没有几对明星能走到最后的 刘洁 我们知道了 来 大家接着庆祝 另一边 苏七被顾成稀里糊涂地拽着 跑上楼梯 穿过过道 最后被拽进他的办公室 开门 关门 最后咔嚓啰嗦 所有动作一气呵成 等苏七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顾成扣着一只手 堵在门上进退不得 阳光微透 从窗外照射进来 打落在两人的身上 画面暧昧至极 顾成束缚的力度其实不大 但苏七也没试图挣脱 两人的距离静若咫尺 顾成呼出的鼻息 甚至浮到了苏七的睫毛上 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 两个人之间那层窗户纸 即将要被捅破了 苏七犹如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雪耳蹭的一下就红透了 心脏更是不争气地乱跳 好像随时准备破体而逃 不行 气场不能说 苏七暗吸口气 仰头直视顾成 完全不知道此刻的自己 对顾成来说该死的致命 顾成就像是饥饿的猎豹 由上至下 一点点打量基于已久的猎物 红透的雪耳 粉嫩的双颊 水润的珠唇 精致的锁骨 还有起伏不定的雪子 顾成猴头滚动了几下 眼神陡然变得忧深 七七 嗯 只是一句沙哑的昵称 苏七便揉了声音 我们认识多久了 七十七天 话一出口 苏七就懊恼地咬住唇 如此精确的数字 她的心思已昭然若揭 顾成低笑出声 喜欢这东西 就算捂住了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流露出来 山有木 西木有枝 星月君 西君不枝 顾成直视着苏七的眼睛 不知道七七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当世界上有一个人出现过 那么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 我不愿意将就 七七 我星月与你 做我女朋友吗 哼 烟花在星湖 轰然绽放 白光过后 就是极致耀眼的绚烂 此刻苏七的心 咕咚咕咚甜蜜冒泡 你想清楚了吗 她用食指戳了戳 顾成的心口 杏目闪过一道脚匣的光 我若是答应了 你这辈子 致死都要跟我绑一起 因为在我苏七的人生字典里 没有分手 只有丧偶 你怕不怕 顾成握住她的手 按压在心口 我怎么会怕呢 我求之不得 因为从始至中 我想跟七七谈的一直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 情话我今日只说这几句 余下的 我将用一生来补偿 她目光灼灼 质地有声地重复 七七 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掌心隔着衣物 苏七能清晰感受到藏在胸腔下 那颗雀跃跳动的心脏 炙热 真挚 她的心脏 也不自觉跳动起相同的频率 心跳共鸣的那一刻 苏七彻底沦陷 顾成 余生请多指教 七七 余生请多指教 顾成勾纯笑了 心情说不出的欢喜与激动 救命 笑起来的顾成如玉如竹 仿佛暖阳都跟着亮了几分 惊艳无比 苏七根本招架不住 告白完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亲吻了吧 怎么办 她该闭眼 还是点脚 苏七诸唇微张 忍不住呼吸急促 提前在网上做的接吻攻略 此刻竞数在脑子里糊成了一团 完全派不上用场 恍若自带亏心功能一般 顾成附身低头 做了彼此都惺惺念念想做的事 一阵温暖息向朱唇 苏七的双眼陡然睁大 又在顾成敲开背尺后 瞬间转为涣散迷蒙 面对顾成的攻城掠地 苏七能做的 只是闭上眼 被动地配合 沦陷在顾成交织的温柔里 在两人窒息前 顾成终于舍得放开朱唇 苏七靠在她的怀里 气喘吁吁 胸口云起伏不停 本来抵在顾成胸口的御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勾住了她的脖梗 原来这就是轻吻吗 此味如此让人心惊摇荡 她的行动力 完全跟不上大脑运转的速度 苏七中间一度认为 自己的灵魂 在唇齿间被顾成给勾走了 她完全不知道 此刻双眼迷离 瘫软如水的她 落在顾成眼中 有多么勾忍 尤其那抹猪唇 在经过爱的洗礼后 变得更加饱满水润 娇艳欲滴 荷尔蒙在空气间躁动 男人的本能 欲望驱使着顾成将家人就地正法 但苏七不是那些随便的女人 她值得被尊重呵护 顾成不能唐突家人 反正来日方长 不急一时 顾成额头亲抵苏七 抬手在她的耳阔来回轻抚 七七 你很甜 沙哑雌性的嗓音 让苏七耳间一颤 微微愣神片刻后 苏七十岁之位 吐出一句可爱至极的话 顾成 那个刚才的体验很棒 可不可以再 顾成低笑出声 笑意在胸腔轻轻震动 朕的苏七面色一片肥红 正在她按摩自己不够矜持时 听到顾成低声说了一句乐意之志 随即 就被一吻风间 在他们耳并撕磨 忙着哨而不移的时候 华夏网络炸开了锅 在顾成的专辑 流经岁月 突破千万销量的那一刻 杨妈新闻 在播报新闻快讯之时 第一时间报道了此事 现在插播一条娱乐新闻快讯 华夏歌手望穿的出道手砖 流经岁月 成功突破千万销售记录 拿到 IFPI权威钻石唱片认证 成为华语乐坛首张钻石唱片 华夏之光 音乐鬼才 希望望穿在音乐道路上 能越走越远 让华流走向世界各地 华夏新闻 可是国家新闻媒体 从来都只会报道 国内外科技名声大事 娱乐圈的事迹 基本不会播报 这次居然为了顾成破例 甚至用上华夏之光这样的字眼 来评价它 足以可见顾成的音乐成就 有多荣耀 官方下场赞扬后 各大媒体也开始疯狂发通稿 全网铺天带地 都是钻石唱片的新闻 跨时代的唱片 华夏首张钻石唱片诞生 流金岁月 创造巅峰奇迹 华夏音乐鬼才 世界顶流天王 钻石唱片四个字溢出来 华夏网友未知一阵 都说百万封神 在此之前 网友耳熟能详的 只有白金唱片 这是从奶冒出来的钻石唱片 结果点进去一看 还真有钻石唱片这么个评级 十个白金等同一个钻石 不仅华夏至今 无歌手获得 放眼全球 这个钻石认证 已经十几年 没有歌手获此殊荣 望川恐怖如斯 卧槽 千万笑量 望川牛逼了 这张专辑 我说是神砖 没人反对吧 没想到 华流也有吊打欧美的一天 泪目 华流终于崛起了 一砖风神 吹爆望川 千万笑量 钻石唱片 神砖等各种风神字眼 这一刻全都成为 顾城的标签 从此以后 月迷只要看到这些字眼 首先想到的那个人 一定是顾城 顾城不仅实力征服网友 他在音乐创作领域的深耕 同样获得不少 优质音乐人的认可与支持 在网络时代 明星上不上热搜 成为艺人火不火的评判标准 但老一辈音乐人始终认为 歌手一定要出专辑 销量才是衡量 歌手火不火的标准 而以顾城的销量来看 毫无疑问是火出了天井 祝贺望川 刘金岁月 拿下钻石唱片认证 恭喜华夏诞生首章钻石专辑 华夏之光 音乐才子 王思年 林慧如 张艺 不管跟顾城熟不熟悉 不管是蹭热度 还是真心祝福 无数艺人在微博祝贺顾城 刘震发完微博后 对着蔡祥拈酸吐槽 蔡基 实在不行我还是退休吧 我已经老了 实在没办法跟顾城这妖孽抗衡啊 蔡祥冷哼 退休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没看媒体 现在都怎么写我的 说什么秦歌王子吃老本 卖秦怀 不提前退休 难道等着被市场淘汰吗 顾城这丝 简直就是吃音符长大的 也就是刘震运气好 赶上了巴勒苦秦歌的时代 熬了几年 获得了今天的地位 这要是晚出到几年 他估计连冒头的机会都没有 你也知道自己在吃老本 蔡祥白了他一眼 难得华语乐坛行情转好 你居然想着退休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幕后音乐人 开始转战荧幕筹备专辑吗 据说不少隐退的天王天后 都打算出来活动捞金 没猜错的话 下半年会举办不少演唱会 刘震不由感叹 这个故城真是个音乐变态 以一己之力带动华语乐坛的市场 蔡祥黑黑一笑 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现在倒是真心想看看 年底的颁奖典礼 会是怎样的盛况 国内权威的音乐奖项 基本都是由港台举办的 内地就没几个拿得出手的 但宝岛那边 尤其讲究论资排辈 故城大概率只能拿新人奖 至于香港这边 特别保护乐坛文化 尤其非常保护乐语歌手 内地歌手很难打进去 故城一个内地新人 港台那些老顽固 未必会买账 虽然故城完全不需要 靠奖项证明自己 拿不拿奖其实也无所谓 但要是华夏首张钻石唱片 都无法在港台拿到半个奖 那可就搞笑了 如果港台那边还是抱团 那以后那些颁奖典礼 我宁可不去了 在刘正看来 故城这张专辑 《流经岁月》 共收录十首首曲 专辑无论是主题 制作还是音乐风格 都完美的无可挑剔 是华语乐坛跨时代的专辑 要是还得不到 那群所谓专业音乐人的认可的话 那只能说明 那些颁奖典礼有问题 其实两个人真的没有猜错 港台乐坛对于故城的崛起 确实是心有忌惮 明明华语乐坛 港台歌手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国内多少天王天后 都是出自港台 故城不声不响地拿下钻石认证后 内地媒体各种故城碾压 天王天后的通稿满天飞 无形中惹怒了不少港台歌手 其中最不爽就是朱气龙 见不得故城春风得意的他 直接打电话给葛思琪 时机到了 可以动手了 当欧美歌迷 还在各大音乐排行榜挤破头 为自家偶像争抢顶流头衔的时候 故城不宣发 不打单 不声不响地拿下IFPI的钻石唱片认证 消息瞬间冲上海外热搜 引发油管热议 华夏歌手 我以上帝的名义打赌 数据绝对是灌水作假的 我对IFPI太失望了 他们怎么能不考察事实 就颁发钻石认证 望川是谁 凭什么拿钻石认证 哦 上帝 吻别 居然是这张钻石专辑的 迈克尔发推特说想合作的华夏歌手 居然就是这个男人 兄弟 Victory听过吗 这首史诗级战歌 就是望川创作的 海外网民对顾城不熟悉 但对他的歌却不陌生 半个月来 《流金岁月》这张专辑 不仅横扫华语乐坛各大榜单 同样也在欧美各大榜单狂破纪录 登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 不仅销售实力强悍 还引来全球歌手竞相翻唱 油管上到处都是 Victory 吻别 海阔天空 因为爱情等翻唱视频 半个月不到 就拿下钻石认证 还是处女专辑 这种出道及巅峰的逆天战节 即便是在欧美地表无敌的流行天王天后 也未知惊叹 同时也让欧美歌手 看到华夏音乐市场拥有的舞台和爆发力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华语乐坛一直被欧美 被日韩碾压吊打 如今华流终于扬眉吐气 可就在顾城这个名字 响彻全球之际 华夏港媒 却突然联合曝光一则惊天秘文 锦号震惊 音乐鬼才 还是音乐浪子 顾城 望川 私生女曝光 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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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爆 苏琪与顾城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 锦号 锦号 惊爆 华语天后苏琪舔着脸 给小白脸当后妈 锦号 锦号 热 华夏之光 顾城 全球他防现场 锦号 在港媒口中 顾城就是望川 而所谓的音乐鬼才 其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浪子 直言顾城私生活十分糜烂不检点 年仅22岁 就欲有一女顾安然 生母不祥 至于顾城如今 所获得的一切荣耀 全部都是华语天后苏琪 疯狂杂资源捧出来的 两人昨日还以父母身份 一起出席了 其私生女顾安然的入学典礼 港媒猜测 顾城之所以不出面 是得到泰国高人指点 还怀疑苏琪被他下了降头 所以才会放下天后高贵的身段 疯狂跪舔一个小白脸 甚至甘愿去做一个六岁孩子后骂 无论是私生活 吃软饭 还是封建迷信 港媒都说的煞有其事 而且有图有真相 不仅晒出三人在停车场的照片 还有顾城和苏琪早期吃饭 疑似亲吻的照片 甚至还有一家三口 参加入学典礼的照片 照片全程不打码 不光是顾城和苏琪 就连顾安然这个小孩子 五官居然都清晰可见 新闻一出 国内外热搜同时爆炸 华夏网络更是直接瘫痪崩溃 望穿是顾城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不过私生女士咋回事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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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城22岁就有个6岁的女儿 有一说一 小女孩的眉眼跟顾城 还是很相像的 如果爆料属实 那诚哥就是16岁生女 真是无辈楷模 他防了 没想到苏琪和顾城 居然是这种关系 居然说顾城小白脸 他不是平实力走到现在的吗 就是就是 华语乐坛哪个小白脸 能在半个月内拿到钻石认证 才华再出众 也掩盖不了其人品不行的事实 瓜之大 一口吃不下 有吃瓜的网友 自然也有理智的网友 不幸摇不传摇 坐等官方回复 你们没发现都是港媒吗 八成是为了爆上次故城的 四面楚歌 知仇 人红是非多 港台见不得内地歌手风头太盛 所以整这么一出 别自欺欺人了 没看到爆料 出自风暴工作室吗 全网谁不知道 葛狗亲自爆料的 基本就等于实锤了 葛思琦这狗仔能处 每次跟拍爆料 都有图有真相 且说爆就爆 不怪网友如此反应 风暴工作室是香港狗仔工作室 团队有十个人左右 主要以葛思琦和冯科为中心 葛思琦负责跟踪和偷拍 冯科则负责文字撰写部分 这个暴风工作室 究竟有多牛板 几乎每个月都有猛料爆出 消息快上不足为奇 关键料是猛 而且所有爆料有图有真相 揭露了香港娱乐圈 各种内幕和丑态 什么流行天王集吻门 金马影后夜宿门 流量小花车阵门 知名导演超声门等等 装装渐渐 均出自风暴工作室 葛思琦更是让整个香港明星 谈之色变 粉丝恨不得众筹胖做爆锤的 第一狗仔 他甚至已经打造出品牌效应 不管什么爆料 只要是出自他口的 网友基本性了一半 葛狗 白天出入高档场合 晚上写八卦猛料 每次都雷声大鱼点小 打着顶流的噱头 回回都是十八线狐咖 严重影响我的吃瓜体验 葛哥真是娱乐圈宝藏 知道一切 且乐于分享 有盲目拥护的 也有强力质疑的 尤其顾承刚拿下钻石认证 才被姚妈评为华夏之光 所以 顾承怎么可能有污点 不提他粉丝有多庞大 就算是路人盘大的很 粉丝们开始自发维护顾承 他们疯狂涌入葛思琦的微博 想要为故城讨回公道 结果这狗东西 早有先见之名 为了避免被网友骚扰谩骂 居然无耻地设置了 关注七天可评 换句话说 你想要骂他 必须要关注他的账号满七天 才可在他的账号下发表评论 在这七天里 你什么都不能做 等七天过后 舆论早就不知道 发酵成什么样了 网友积攒的愤怒 早就在这个过程中磨没了 葛思琦这一举动 让所有带着愤怒而来的网友 就像是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 玉器无处宣泄 他们只能在微博 新闻等平台下 批判葛思琦 葛思琦这是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 是违法犯罪 不管爆料是真是假 我都对葛思琦 没半点好感 一个贩卖明星隐私获利的人 被你们捧上了天 悲哀 大家吃瓜归吃瓜 吃瓜虚谨慎 发言要三思 面对网友的谩骂嘲讽 葛思琦这个疯子 不仅不生气 反而在微博出言挑衅 我是狗仔 但我不是丧家犬 而且别忘了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当记者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觉得我至今为止 无愧于我的职业人生 粉丝们为爱豆献上膝盖 为爱豆双手奉上工资卡 所以明星是来前最快的职业之一 高收入自然要承担高责任和高风险 我们狗仔的社会意义 就在于揭露 在于批判 最后葛思琦甚至厚颜无耻地表示 我们没有侵犯任何隐私 明星身上本身就有商品属性 我们不过是在 维护公众对商品的知情权 我们是在发挥正能量 这些话不仅让粉丝 看得火冒三丈 同样让顾成看得咬牙切齿 除了华语传媒 以及自由乐团外 赤壁之战的出品方 蒙面歌王节目组 加上已经录制完戴波 歌手 还有中横 以及购买 朱仙 影视剧版权的公司 都与顾成有利益往来 牵一发而动全身 顾成要是出事 所有人的利益都跟着受损 马克思曾经说过 如果有100%的利润 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 如果有200%的利润 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 如果有300%的利润 那么资本家们 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顾成身上有多少价值 华夏首位专辑销量 过千万的歌手 而且专辑才上架半个月 后面还会继续创造辉煌 钻石认证不是他的终点 而是他的起点 所以新闻曝光后 顾成的电话就不断响起 都是来了解情况 然后提供解决方案的 朱其龙也参与了 一周刊 苹果怪不得最初爆料的那几家媒体 都是香港那边的 亏我还以为是巧合 原来都是早有预谋 哪有什么多巧合 说到这 张忠天顿了一下 顾成 上头最近打算整顿业界不良风气 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枪打出头鸟 你懂我意思吧 感觉成瞬间心领神会 谢谢张大哥提点 葛思琦太不识趣 今天对顾成来说意义非凡 不仅拿到了钻石唱片认证 还成功牵手告白素器 居然感动他最爱的两个女人 这直接触及到了顾成的底线 他绝对不会让这两人全身而退 会议室 苏七一下就认出吃饭那张吻照 是餐厅界位拍摄的 这张照片是一周前的 想来我们被跟踪不止一周了 清华小学的入学典礼 怎么也被曝光了 顾成走过来解释 校方说活动当天 有家长带无人机来拍摄 估计是那时候混进来偷拍的 他也完全没想到 香港狗仔这么丧心病狂 不仅公然进入学校偷拍 而且还不给小丫头打码 刘继 小学门口有媒体蹲守 我暂时不方便去接人 不过 我跟校方打过招呼了 等一下你让人直接开车 进去接安然 请让别让媒体吓着他 刘洪光点头 放心 等一下我亲自去接他 不会让媒体伤害他的 顾成沉着脸细数了一下 各家媒体的爆料都不不一样 虽然标题劲爆 但内容都是寒沙摄影 多以引导为主 他们这次事组织有预谋而来 葛思奇的爆料都会规避风险 且留有余地 这就是他在狗仔圈 屹立不倒的原因 刘洪光不屑道 娱乐圈也是以利益为主 有人爆料 有人潜规则 就有可能被抓住把柄 那么就会有收买和交易 葛思奇为了利益最大化 故意夸大噱头 但明里暗里的就是不点破 然后等着他们公关收买 坐收余力之力 总之 只要是他的爆料 就会引发娱乐圈中一番看不见的腥风血雨 虽然偶尔会遭受各类明星的攻击和报复 但他却每次都能全身而退 堪称是娱乐圈明星最讨厌提起的名字 即便是和他毫无瓜葛的小明星 对他也唯恐避之不及 想到这 刘洪光不由叹气 在国外 葛思奇这样搞 就是行业败类 但在华夏 却成了网友眼中的清流 说来说去 都是同层衬托 故城眯起眼 刚才张大哥跟我说 这件事出葛思奇外 朱七龙也残了一脚 刘洪光气愤不已 这朱七龙真他妈是有病 像疯狗一样 咬着我们不防 我已经让张大哥 帮我调查朱七龙生平 看有没有可以让突破的点 故城看向苏七 七七 你让法务收集风暴工作室 以及所有造谣的媒体料 等下就给他们发律师函 起诉他们侵犯我们的名誉权 不管有没有效果 咱们也得要先表态 明星的隐私权 本来就是被模糊界限的东西 作为公众人物 明星需要外界带给他们曝光和讨论度 接受社会舆论监督 某种程度上 也就需要让度自身隐私权 所以起诉什么的 对这些人来说完全不痛不痒 故城皱眉 脑子里的思绪转了几圈 刘介 暴风工作室有几个人 有十个 故城沉吟了一下 刘介 你等下让相熟的媒体发些通稿 挑拨工作室的关系 标题就采用类似葛思奇和他九个跟班 这种带有挑拨性的噱头 既然外力无法摧毁 那就设法从内部入手 只要让风暴团队成员离心 工作室便分崩离析 刘洪光将信将疑 这有用吗 故城点头 你没发现吗 风暴工作室明明有十人团队 但只有葛思奇一个出名了 一个合伙团队 却只有一个人鞠躬 长此以往 你觉得其他成员会没有怨言 我这就去联系 刘洪光风风火火就走了 苏七看向故城 接下来是开发部会澄清 还是怎样 不急 我们先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什么意思 顾城冷笑 葛思奇不是喜欢玩火吗 我们再给他添把火 让他玩火自焚 苏七 那你打算怎么办 顾城看向苏七 郑重开口 七七 我们要不要趁此机会 公布恋情 公布恋情 苏七一正 反应过来后打拒道 我自己倒是无所谓 不过 你就不怕疯狂掉粉 顾城直视他的眼睛 你直得 苏七心头一甜 那你想怎么公布恋情 顾城抬眼窗外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熙熙烈烈地下着小雨 有点烟雨朦胧的感觉 顾城心神一动 拉起苏七的手 七七 我们走 苏七一正 去哪 去楼下拍张官宣照 现在 你疯了 现在外面下着雨呢 没关系 虽然是数据造假的年代 虽然流量遍地跑 但都是水均居多 真流量是非常少的 但顾城却是其中之一 全网粉丝蹲守在顾城的微博 想第一时间吃到最新鲜的瓜 没等到他漂亮的反击 反而等到了顾城趁机坐实练情 并在微博高调表白任爱 今天有人告白吗 没有的话现在有了 ad 苏七 余生请多指教 微博贴了一张 两个人在烟雨中撑伞 甜蜜护士的情侣合照 合照还配了一句诗 从此烟雨落京城 一人撑伞两人行 那股甜蜜的幸福感 直接溢出了屏幕 苏七第一时间转发微博 不想公之于众 你是我私有的浪漫 ad 顾城 余生请多指教 两位都是华语乐坛顶流偶像 影响力不是一般的巨大 官宣微博一发 瞬间让吃瓜群众集体高潮 在评论区里激动的嗷嗷叫 卧槽 这就公开了 现在是公布恋情的时候 这叫不想公之于众 杀狗诛心啊 我磕得七生夫妇 终于发疼了 觉得官宣是假的 请点赞 不愧是华语乐坛最掉的男人 狗爷们 我失恋了 要命的是我还忍不住想祝福他们 别慌 七千多万人一起陪你失恋 不得不说 这顿狗粮的含糖量实在是太高 网友吃起来有点噎得慌 就连微博都卡住了 欢意某化妆肩 小助理突然大喊一声 卧槽 居然当仲官宣恋情 这也太甜了吧 秦文戴眉一皱 佳佳 你怎么老是一惊一乍的 不知道我等下有个重要的试镜吗 上部剧杀青后 陈文轩又帮他争取到一部 都市情感剧的试镜机会 虽然是个不讨好的恶毒女配 但是戏份却不小 所以秦文非常看重这次试镜 刘家吐吐蛇 秦简 对不起 我就是意识激动 秦文边化妆 边随口问了一句 谁公布恋情 让你这么激动 顾承和苏七啊 他俩在微博官宣恋情吗 你说什么 眉笔一抖 秦文的眼线瞬间出界 顾不得话歪的妆容 秦文一把夺过刘家的手机 映入眼帘的 就是顾承和苏七的情侣照 那张魂音梦谦的俊脸 此刻正对着苏七笑得深情款款 秦文一致 正正地点开评论区 13点14分发的官宣微博 这也巧合还是特意选的时间 用脚趾头想 也知道是特意选的了 这对CP真的太甜了 没想到顾承发专辑都藏着掖着 首次露面 居然就是官宣恋情 这波操作 我给满分 吹爆顾承的颜值 碾压小鲜肉 跟七哥 简直是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顾承苏七这对CP好友夫妻像 秦文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没想到兜兜转转 这两人还是走到一起 而且收获了全网祝福 瞬间就让当初的自己变成笑话 看出他面色不对 刘家小心翼翼地开口 文简 秦文勉强一笑 却愣是挤不出一句话来 另一边 顾承和苏七官宣公布恋情后 华语传媒官博 立即转发两人微博 并发文祝福 林慧如 蒋依依 许青等人也紧随其后 游戏科技公司转发微博 还顺势发了一波游戏预告来祝福两人 宋江最离谱 直接让自由乐团在户外免费公演一周来 祝福他们长长久久 最有趣的是 葛思奇抹黑顾承的那些爆料 内余的媒体几乎没怎么报道 但顾承和苏七官宣恋情的新闻 却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报道 朱七龙见状费都要气炸了 自葛思奇爆料后 他全程都在关注网络动向 一直关注到微博陷入瘫痪 等朱七龙再次点开 就愤怒地发现全网只剩一个公布恋情的话题 微博是祝福 论坛是祝福 就连各大媒体 头版头条也全都是祝福 朱七龙完全没料到 顾承和苏七这博官宣恋情 所获的关注度 竟然碾压了之前葛思奇的所有爆料 什么私生活乱之类的热门话题 全部被恋情压了下去 完全就是大面积图版的节奏 全民谩骂顾承的时候 朱七龙有多爽 此刻就有多憋屈 祝福 祝福 祝他妈的福 这些网民只有七秒记忆吗 键盘侠 黑子水军都去哪里了 周姐 华瑜是不是给他买水军 还把之前的热搜全部都撤了 周同无语冷笑 你在想什么呢 完全一面倒的祝福 是水军能操控的吗 这分明就是那鱼再带节奏 集体维护故城呢 周同估摸着 内地乐坛大概是常年被港台碾压 现在好不容易出个故城 那鱼媒体全都当宝贝蛋饰的护着 所以葛思奇的那些爆料 对故城是一点伤害都没造成 朱祁龙抓头崩溃 故城怎么想的 出事之后不是应该第一时间紧急辟谣 然后求锤得锤的吗 公布恋情是什么鬼 最离谱的是 居然还绝望祝福 这反向操作 我确实看不懂 周同眯眼 对此也表示不理解 蓝明星尤其是顶流男明星 大部分都需要女粉 为其各种轮薄 打榜 刷数据 买专辑 杂志 代言等等 只要想让粉丝继续送钱 就别想搞什么 正大光明谈恋爱这一套 就算有女友也只能搞底下恋情 主动公布恋情 那就等于事业自杀 故城的作品总会以各种渠道爆火 正面撞上她的歌手 无论中外都是被碾压的粉 好像娱乐圈的气韵 围着故城转一样 简直邪门得很 香港就是迷信界的杠靶子之地 港圈不少艺人为了走红 什么抹石油 请小鬼 下降头之类的数不胜数 周同耳如目染之下 觉得故城八成也是 请了厉害的大师 搞了什么歪门邪道 吸取气韵 他语重心肠 拍拍朱其龙的肩膀 其龙 听周姐一句劝 故城现在气韵旺得很 你还是先别跟他对着干了 我知道了 周姐 朱其龙表面硬成 心底却压根不信这个弦 什么狗屁气韵 谁红谁就是气韵 我就不信这么多黑料 故城真能全部压下来 朱其龙大概是气昏了头 周同不帮他 他干脆自己私下联系水军黑故城 还注册了一个名为 其龙的小号 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蹿下跳 各种引导舆论 大家千万不要被水军带节奏啊 别忘了故城私生活乱成一团的世界 别被故城的脸骗了 圈内人都知道 他年轻时做的事情不堪入目 神圣叨叨的评论刚发上去 就引来大批网友围观 明明这些东西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瞎编乱造 胡说八道的 但确实有人看 有人信 有人传播 而且有不少缺心眼的网友 支持这些言论 并给他点赞转发 网友的认同 瞬间让朱其龙找到组织 他干劲十足 一条接一条的发 怎么诋毁怎么来 养小鬼 这种离大谱的消息 居然还真的有人相信 苏七越看越无语 何止有人信 你看那点赞和评论 网友显然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 故城收集证据的同时 还不忘边反手举报 这时 桌上的手机响了 七七 帮我看一下信息 可能是张大哥发截图过来了 苏七抓起手机 随即动作一顿 你什么时候 把我照片设置的锁平 那天晚上我就设置了 苏七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解锁密码是多少 故城倾笑 一生一世气气 说正经的呢 你少拼嘴 苏七小脸蹭得一红 抡起胶拳 就往故城身上锤 那点力道落在故城肩上 除了让他心仰难耐外 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故城低效 真的是十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七 苏七将信将疑的输入 果然顺利解锁 是张忠天发过来的截图 除了朱七龙跟水军的聊天截图外 还有转账的交易记录 居然使用自己银行卡 来跟水军做交易 苏七不由撇撇嘴 就这智商 朱七龙是怎么在娱乐圈走到现在的 你看他小号的昵称 就知道他不太聪明 自从微博广为流行后 明星被扒出小号的事件屡见不鲜 明星的小号 有半数几率会互关 有几率会触发连报 于是故城顺藤摸瓜 还真就扒出了朱七龙的另一个小号 这个小号建立的时间比较长 里面的内容可就丰富多了 今日吃瓜网友的幸福指数飙升 一大早就有故城专辑 突破千万销量 拿下钻石唱片认证的喜讯 随即又有港媒疯狂 爆故城的黑料八卦 然后就是故城自爆恋情 高调任爱苏七 新鲜出炉的瓜田 网友还没肯明白 网络上又突然爆出一串 陈年旧瓜合集 内余的媒体 将葛思奇以往的丰功伪迹 全部集合到一起 做成一长串的旧瓜合集 将葛思奇吹嘘成华夏第一狗仔 引来无数网友驻足为官 什么狗黄 狗仔之神 无个不成黄等各种头衔 网友疯狂往葛思奇身上贴 捧得葛思奇飘飘然 内地的网友 看起来比港台的更要给力 葛思奇破天荒开直播 引来百万网友为官 法无禁止即可行 只要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事 那就是能做的 所以我拍到恋情之后 我也会顺便提醒明星 不要怪我偷拍 要怪就怪你没拉窗帘 我还不够牛批 等我哪天挖人家 能挖到对方祖坟了 那我就可以退休了 有图有真相 求锤的锤绝不含糊 这狗东西 果真是厚颜无耻啊 居然还有这么人给他打赏 网友钱多得没出花吗 赵冲恨不得冲进直播间 把葛思奇的狗牙打碎 故城耸奸 不用这么大的力气 葛思奇现在有多月猖狂 等下就有多狼狈 反正也就再蹦打两下 他的末日很快就要到了 风暴工作室虽战绩飘悍 但是华夏可不止他一家狗仔工作室 后面还有内地的娱乐侦探围追堵截 以及多个后起之秀的狗仔团队 等着爆料一夜成名 刘洪光已经找娱乐侦探 去接洽游说风暴工作室的团队成员 在葛思奇沉浸在狗簧中无法自拔的时候 他身边就有人开始准备自立门户 在故城高调公布恋情一小时后 相关话题热度达到巅峰 然后一则轰动整个娱乐圈的爆炸新闻 突然毫无征兆地炸了出来 直接置顶热搜 故城开始拿起武器反击 在微博发布了一则严厉声明 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爆料 我公司郑重声明 以上全部都是虚假爆料 所谓的私生女是外生女 吃软饭也是假的 所有爆料全部都是造谣 没条是真实的 风暴工作室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 捏造旗下一人 顾城私生活泛滥 育有私生女等虚假事实 并在网络肆意传播散布 使得故城社会评价降低 是对故城的诽谤行为 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 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 at风暴工作室微博 以及各大港媒发布的相关言论 侵害了我私故城的名誉权 应当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 除了这则长文声明外 工作室还晒出一堆 控告港媒 以及风暴工作室的诉讼文件截图 而且所有文件都盖上了公章 顾成这是直接一国端 一次性把所有造谣诬陷的港媒给告了 同时并让所有侵权方停止侵权 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 这则严厉声明一出 港媒惊呆了 娱乐圈惊呆了 全国网友都惊呆了 葛思琪的脸色由青转白 又由白转红 又由红转青 气得一口气差点没上去 风暴工作室准备进军内地发展 顾成是他们在内娱打响的第一炮 结果却踢到了铁板 不可能 这孩子怎么可能不是顾成孩子 葛思琪明明让朋友查过 顾成和顾安然在同一个户口 除此外就没有别人 顾成一定是利用无舆论来混淆视听 吃瓜群众对于狗仔 揭开娱乐圈乱象的行为 原本还是喜闻乐见的 但是葛思琪明显就是狗仔败累 借爆料之名行敲诈之时 果然人红是非多 为了蹭顾成热度 居然造谣诬陷 滚回香港去 造谣一张嘴 屁咬跑断腿 葛思琪这种狗批就该封号处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娱乐圈只要有顾成 就永远不会清静 原来顾成之前沉默 是在收集资料诉讼 无条件支持成哥 这种狗仔就应该封号处理 大家帮忙点点举报 此刻的葛思琪 犹如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就在他想着 怎么快速扭转局面时 葛思琪的后宫 突然着大火了 合作伙伴冯科 带领风暴工作室的摄影师 以及工作人员 送给他一份惊喜大礼 他们发微博 抱怨葛思琪鞠躬自傲 集体宣布辞职 锦号风暴工作室成立至今 走过无数风雨 一直以事实真相 作为行业准则 爆料不是个人的舞台 需要整个团队通力协作 近期葛思琪在各个平台的个人秀 已经人生鼎沸 如火如荼 我们想说 华夏第一狗仔 是团队结晶 承载着风暴工作室 对娱乐圈的视角和态度 风暴工作室 是我们集体血汗凝结 我们辞职后 将组成新风暴工作室 继续奋斗在娱乐圈前线 为大家呈现出 最为真实的娱乐行业万象 锦号 这篇名为 山高水远 初心不变的辞职报告 将葛思琪彻底砸猛了 素来只有 他将明星推向风口浪尖的份 没想到 自己也有被工作人员 集体送上头条热搜的一天 而且过程如此充满了戏剧性 一时间群情哗然 哈哈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得道多重 师道寡重 才会被公司踢出来 刘屁 员工居然集体把老板给开了 没有摄影师 我看葛思琪这光感司令 还能翻出什么大浪来 是不是某位大佬 把除了葛思琪以外的整个团队 还挖走了 细思极恐 葛思琪在香港混得风生水起 一到内地就遭遇滑铁炉 这就是得罪我们成哥的下场 冯科带领风暴工作人员集体出走 且离职的 都是跟着葛思琪创业之初 就打拼过来的元老 这无疑是卸掉他的左膀右臂 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巨额损失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葛思琪忙的焦头烂额之际 微博突然发公告 称公众平台需要传播积极的正能量 要营造良好的 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 要开始大规模清理违规账号 更是点名批评风暴工作室的账号 刻意渲染明星的隐私和绯闻 不利于传播正能量 因此被微博判定为低俗的违规账号 而被直接清理 两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风暴工作室的事业遭到重击 葛思琪犹如双打的茄子 一下就淹了刚谈恋爱的情侣 总是恨不得时时刻刻腻歪在一起 顾成抱着笔记本在沙发上马字 苏七就挨在边上吃零食 时不时还会投喂顾成一口 两个人你来我往 偶尔还会默契的对视倾笑 刘洪光进来十分钟往 这两人都没拿正眼瞧他 打进来就被强行喂狗粮 他忍不住敲桌子抗议 你们两个秀得有点过分了 再说这里还有小孩子呢 能不能稍微顾虑一下 我和安然的感受 苏七头尾的动作一顿 下意识看向顾安然 安然 你介意吗 三人的目光都会聚到顾安然身上 刘叔叔 那只代表你自己的观点 我是完全不介意的 你们要是觉得我在场不方便 我还可以到外面写作业 他睫毛轻眨 脆生生的对苏七声明立场 舅妈 你们想做什么完全不用顾忌我 什么舅妈 安然 你下次可不许站腕喊了 苏七下意识反驳 然后娇羞地看了顾诚一眼 顾诚忍俊不禁 一个称呼而已 反正结婚后 也得喊舅妈 都是迟早的事 谁要跟你结婚 你想得没 苏七娇称 伸手在顾诚腰间亲民 顾诚微吸口气 七七 你轻点 苏七赶紧放开手 对不起 谁让你乱说 刘洪光 是他草率了 最希望顾诚和苏七在一起的 就属顾安然了 这两个人感情越甜蜜 这小丫头 估计就越兴奋 刘洪光轻轻嗓子 识相地转移话题 这次没能把葛思奇送进牢房 只是退圈 倒是便宜他了 顾诚 葛思奇这严格来说 也不算是退圈 而是行业封杀 没有平台施展 团队又分崩离析 娱乐圈的艺人又联合抵制 这辈子他都别想再付出了 葛思奇实在太猖狂了 在白天的直播中 还搞什么打赏付费问答 接连报了十个大量 除了顾诚起头的律师函外 听说葛思奇下午还接到了七张律师函 创下了业界神话 顾诚倒是因祸得福 收获圈内同行的一片好感 付不付出 估计人家也无所谓了 就这几年赚的钱 足够他下半身挥霍了 刘洪光插话 语气羡慕 我今天去找娱乐侦探的时候 他们透露了一句 风暴工作室去年光是明星买回的爆料 就进账不止一个亿 苏七目瞪口呆 一个亿 一个狗仔工作室 这么赚钱的吗 只多不少 刘洪光肯定的点头 而且这些钱都是私下交易 还不用交税 你以为风暴工作室 为什么这么容易瓦解 其实就是因为团队分赃不均 这才是导致团队集体离职的主要原因 风暴工作室这些年 偷拍的猛料不少 部分明星会花高价 将偷拍买回 比如放出某顶流男星丑闻前料 然后手握石锤等男星主动联系 要是风口费合适 第二弹爆料随之消失 或者原本打算爆料某一线花弹出轨 但是放出风声后 对方要是诚意满满 最后就会变成别的女星 莫名其妙上头条 故程响起另一件正事 刘洁 朱七龙的料你跟媒体联系好没有 刘洪光点头 我找了十多家媒体 并且都跟他们商量好了 等明天朱七红会出席活动时 我们再发通稿 不过 我真没想到朱七龙看着挺正派的 没想到私底下居然如此不堪 朱七龙人面兽心 人前一套 被地里一套又一套 让见惯娱乐圈黑暗的刘洪光 都忍不住则舌 故程挑眉 朱七龙这样的 其实在娱乐圈还少吗 只不过没被曝光罢了 生意都是从酒桌上谈下来的 明星谈资源 大佬谈情色 声色场所纵情久了 耳濡目染下 自然什么东西都跟着沾染 甚至有人越玩越上瘾的 所谓的明星塌房 只不过是娱乐圈冰山一角罢了 朱七龙的粉丝可不熟 明天这些东西曝光后 不知道会有多少脑残粉丝心碎 朱七龙的粉丝就像邪教一样 在网络横行霸道地 冲各种工作室和论坛喊话 觉得自己主子天下第一 可以预见明天这些爆料 会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一阵 故程 你说等朱七龙的是曝光 媒体对我们的关注 会不会消下去点 两人刚公布恋情 热度正高 公司和小区外面都挤满了媒体 都想拍摄两个人的合体照 苏七难免有些厌烦 朱七龙在港咖位不低 而且他估计会带出一片瓜田 媒体就没时间关注我们了 故程想了想 安慰道 等过两天热度稍退后 我们出国去散散心 顺便带你去看看音乐节 苏七美目一亮 随即又看向顾安然 那安然怎么办 顾安然赶紧道 这件事舅舅跟我提过了 我一个人可以照顾自己 你们尽管去好了 回来记得给我带礼物就可以 顾诚解释道 我之前不是接了好莱坞的配乐单子吗 曲子已经写出来了 这次就是去跟制片方交涉的 刘洪光和苏七对视一眼 赵一德上次写作品 赤壁之战 参加好莱坞的颁奖礼后 Victory就引起了好莱坞 一些制片方的注意 顾诚前阵子也在赵岛的引荐下 接到了好莱坞的配乐订单 其中一个电影 还是好莱坞超级大制作 竞争力不言而喻 刘洪光正色道 顾诚 你有把握吗 顾诚轻叹口气 我只能说 我出手的作品 曲子质量肯定是有所保障的 但你们也知道 大制作的电影背后 涉及众多利益 制片方最后用不用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 苏七对此倒是不担心 你不用着急 海外市场不比华语乐坛 我们慢慢来 就算这次不行 还有下次 我也是这么想的 顾诚看向苏七 七七 这次出去参加音乐节 我们顺便查看一下海外市场 然后就可以着手筹备 你的海外专辑 苏七再度一正 不敢置信道 你给我写好歌了 顾诚只是笑道 这个等去了音乐节再说 四日十点 朱七龙头一次碾压顾诚 以龙卷风的姿态 席卷热搜 锦号震惊 朱七龙极度心作祟 购买水军造谣诋毁顾诚 锦号 锦号报 疑似朱七龙小号曝光 亲自下场造谣开思顾诚 锦号 锦号冤家路窄 细数顾诚和朱七龙之间的恩怨 锦号 朱七龙的小号骑龙曝光 可谓是让吃瓜网友大跌眼镜 因为这个名为齐龙的小号 近期发表了大量诋毁顾诚的言论 足足上百条之多 到底是多大愁什么愿 朱七龙至于要这么针对顾诚 想不到外表温柔谦逊的朱七龙 背地里居然如此醋鼻不堪 究竟是有多嫉妒 才会这么轻力轻微地诋毁顾诚 虽然账号删除了所有的动态 但是已经被我迅速截图了 顾诚这是挖他家祖坟了吧 咱就是说 不招人度视庸才 朱七龙原本正在参加新砖 龙卷风的宣传活动 小号事件一出 他只能被迫终止活动 一进入休息室 那张原本帅气的脸瞬间扭曲 变得争鸣不已 砰的一声 朱七龙一脚踹向椅子 将其踢得四分五裂 然后语气中满是不愤道 我草 究竟是哪个王八归孙曝光老子的 真他妈找死 一时间 整个休息室静若寒蝉 若真可闻 无论是化妆师还是工作助理 全部都心惊胆战 不敢上前出他的眉头 他们都十分清楚 虽然在外界眼里 朱七龙看似温柔少年 但私底下却拥有魔鬼的面孔 疯狂暴躁 喜怒不定 刚跟高层教授完的周同挂断电话 然后冷着脸把所有人都赶出去 然后一巴掌甩在朱七龙脸上 我之前怎么跟你交代的 叫你谨言慎行 结果 转头你就给我整这么一出玩意 你不想在圈里混了是不是 朱七龙捂着脸 满不服气 不就是一个小号吗 花点钱把热搜撤下 再找点水军洗洗就是了 你嘴皮子上下一碰 说得倒是轻松 周同狠狠地白了他眼 你以为这是香港吗 这里是内地 我刚才给你撤热搜 根本就行不通 不就一个热搜 怎么可能撤不了 朱七龙完全不信 五十万不行 那就一百万 五百万 多砸点钱 我就不信撤不下来 你以为现在是钱的问题 周同恨铁不承担 这是摆明是有人在对付你 所以我说要撤热搜 微博那边直接说什么热度太高了 撤不了 一定是顾成 朱七龙眼神很虐 除了他 不会有人这么搞我 看我不整死他 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周同狠眼轻横 你别忘了身上有多少黑料 一旦被媒体挖出来 不用别人动手 我亲自整死你 周姐 那怎么办 朱七龙这下慌了 他在港整日流连声色场所 干得糊涂事可不止一桩两件 要是被媒体曝光 星途直接断送 那鱼就是麻烦 这事要是割香港没 我一个电话就给解决了 周同烦躁地抓头 随即猛然响起一事 等等 七龙 你只背着我创了一个小号吧 朱七龙眼神躲闪 周姐 还有几个比较久远的 不过好在没有被媒体挖出来 你真的想把我气死 周同气得五额倒痒 你现在立刻 马上 去把你所有小号给我注销 一个也不许给我留 我现在就去注销 周同动作很快 花钱找了个工作人员顶包 随后 以公司立场 发表严肃声明 表示 一切都是误会 总之打死不认这个小号 是属于朱七龙的 虽然周同他们想要稀释宁人 只可惜 风波却愈演愈烈 先前这些 不过是些开胃小菜 故城一通电话打出去 媒体开始正式上菜 朱七龙的第二个小号 被媒体火速曝光 这次不仅有大尺度聊天记录 还透露了很多缺德的事迹 朱七龙经常借着明星的身份之辩 约粉丝私下见面 骗屁 约屁 不仅不带 替还在互联网发文炫耀 为了杜绝后患 渣男甚至会提前往女生饮料 加避孕药 一旦激起千层了 一盒避孕 替才几个钱 这么大的明星买不起吗 朱七龙太不尊重女性了 白屁还下药 这就是道德问题了 虽然我是个男人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骂一句 渣男 面对蜂拥而至的谩骂 朱七龙这边猝不及防之下 还没想好应对措施 又再度被媒体疯狂爆锤 朱七龙的微信聊天记录被曝光 什么路股短信 还是其次的 最严重的是 朱七龙涉嫌剧重XD 如果说之前那些只是道德问题 那么他这一次 就是触犯了法律 一旦情况属实 朱七龙不仅要面对偶像人设崩塌 以及合作方的巨额赔偿 全网封杀的境况外 他还要面临行政处罚 和喜提英手镯一对的结局 周同这边彻底慌了 火速召开发布会发表声明 聊天记录纯属伪造 朱七龙是香港禁地大使 绝对不可能执法犯法 朱七龙这些年 不仅在港活跃 在内地也凭借帅气逼人的长相 以及专业的唱跳能力 混得风生水起 各种代言 综艺纷纷向他投来橄榄枝 前年 朱七龙被邀请参加 禁毒之战特别节目 在节目的录制现场 他被聘认为 香港禁地宣传形象大使 他在节目里 向广大青少年 发出拒绝毒品 拥有健康的倡议 并承诺 今后将在日常生活 和各种演出活动中 积极宣传毒品危害 倡导全民禁地 所以爆出 XD丑闻的时候 粉丝是完全不幸的 朱七龙怎么可能吸电 造谣之前 麻烦打听一下好吗 就是 哥哥可是香港禁地大使 怎么可能执法犯法 绝对是对手的诬陷 等一个真相 朱七龙对着镜头 质地有声 我是朱七龙 绝对没有 XD 言由在耳 可惜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狠狠打脸 朱七龙的尿解没有通过 证据确凿 粉丝求锤的锤 朱七龙只能拒着腰 在镜头前对着公众道歉 对不起 为了寻找艺术灵感 我鬼迷心窍之下 做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辜负了粉丝 以及民众的信任 对不起 在朱七龙酒店蹲点的狗仔 第一时间将他带着银手镯 被抓上聚车的视频 发布到了网上 可即便是这样 依然还有大量脑残粉丝 为朱七龙打抱不平 不就是XD吗 哥哥花自己的钱 又没伤害他人 凭什么抓他 我觉得哥哥XD的样子 好有个性 颜值极正义 哥哥这么帅气 做什么我都支持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熟能无过 他都道歉了 哥哥别怕 我们会永远等你回来 这些扭曲稀碎的三观 更加印证 XD一人 对社会的恶劣影响 看到这些脑残言论 顾承气愤之余 又心痛不已 在娱乐圈 XD早已迷然成风 明星们 XD甚至不再满足于地影 而是已变成一种 新型的社交方式 出现群体性XD现象 但是顾承是坚决不会XD的 若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他也是二话不说 断情绝交 美攻和行动里有个细节 顾承一直记忆犹身 众人给牺牲的警犬立了碑 却没有为牺牲的基地紧立碑 活着怕被人报复 死了 也怕连累家人 可让顾承痛心的是 即便如此小心 很多基地警的家眷 仍会遭到丧心病狂的毒贩 打击暴富 曾经一位基地警察 执行公务时 在街上偶遇了女儿 孩子不过是 喊了爸爸 全家就被毒贩点燃煤气罐 活活烧死 在各种血泪教训中 基地警不敢让孩子随父性 在外不敢和亲人相认打招呼 手机里不能有亲朋 乃至好友的合影和通讯信息 XD不是小打小闹 这个行为 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 居然还会有脑残的粉丝 陷入盲目的自我感动中 库承看不下去了 此刻他若是沉默不发声 愧为华夏人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你们知道吗 华夏的基地警 平均寿命只有40岁 比全国人均寿命低30岁 牺牲比例是 普通民警的5倍 受伤率则是到达数十倍 基地警就是脑袋 别在裤腰上的一种职业 对他们来说 多活一天都是赚到的 他们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 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 努力铲除社会毒瘤 再多的道歉 再多的苦和不容易 都无法换回英雄们失去的生命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 没有资格代替那些英雄 原谅XD的艺人 你们肆意纵容 XD明星的行为 会转化为一颗颗子弹 射向基地警察的心口 我再次声明 坚决抵制XD 坚决抵制XD艺人 微博一出 全网哗然 网友们感同身受 点赞 评论 转发 说得对 世人都会犯错 错误可以原谅 但XD绝不可以原谅 基地警穿上制服那一刻起 半只脚就踏入了鬼门关 再给朱七龙一次机会 我想说 谁又给基地英雄一次机会 再抱抱亲 再为父母尽孝呢 民族英雄 才是我们最应该崇拜的偶像 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 是因为无数勇敢的人 把黑暗挡在了 你看不见的地方 坚决抵制XD艺人 在娱乐圈 明星XD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他们的观念里 溜冰才算是 XD 非叶子之类的 不过是住信的算不得什么 朱七龙原本还怀着侥幸心理 以为自己顶多拘留15日 出来后痛哭流涕 认错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但他低估了法律 也低估了帝都警务的办事效率 华夏近代史悲剧的源头 就是从歪片战争开始的 所以华夏人民 对地品深恶痛绝 经过严格审查 警方从他的住处 搜出100多颗地品 而且查出 他多次融流他人XD 朱七龙最后对所有XD事迹 供认不讳 最终法官判定 朱七龙构成融流他人 吸食地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判决结果一出 全网哗然 这判得也太轻了 出来后重新做人可以 做一人就别想了 一次吸食 百次不容 一招XD 终身不赦 永不复出 永不原谅 在大众拍手称快时 娱乐圈却谈龙色变 凡是跟朱七龙沾边的事 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唯恐惹祸上身 朱七龙的被捕入狱 敲响了流量时代的丧钟 资本自此使用流量艺人 开始变得慎重 与此同时 各大影视剧剧组 纷纷开始自查 网友很快发现 短视频上多部作品 悄无声息地下架 部分准备上映的作品 也突然宣布延期上架 网友从中嗅到了不一样的风声 娱乐圈怕是要有大动作了 这是准备肃清娱乐圈吗 从一先从的 娱乐圈早就该整治了 说起来这一切的起因 都是因为一个男人 如网友所料 娱乐圈确实有了大动作 由于近来娱乐圈乱象频出 广电总局正式下达清朗通知 整顿娱乐圈 其中明确规定 不得邀请有XD PC等违法犯罪行为者 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不得制作 播出以炒作演艺人员 名人明星等的违法犯罪行为 为看点 噱头的广播电视节目 暂停播出 有XD PC等违法犯罪行为者 作为主创人员 参与制作的电影 电视剧 各类广播电视节目 以及代言的广告节目 还点名批评了 近几年劣迹斑斑的艺人 劣迹艺人封杀令一出 全网拍手叫好 华语传媒率先带头 和帝都演出行业协会签订了 帝都市演艺界禁地承诺书 承诺绝不录用 不组织涉毒艺人 参加演艺活动 苏七和顾成带领华语艺人 现场宣读了禁地倡议书 并号召粉丝理智追星 众多艺人工作室也紧随其后 纷纷发表声明 号召理智追星 求生欲就插写在脸上了 在娱乐圈人人自威时 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却悠闲地窝在办公室马字 做海外攻略 现在顾成的身份已经全面公开 不光是望穿的马甲彻底暴露 就连士诚这个作者马甲也藏不住了 顾成和苏七官宣恋爱的那一天 粉丝一窝蜂涌到中横 跑到朱仙底下PK打赏 由于人气过于火爆 点击量实在太高 几度让中横的网站服务器当机 最后在凌晨一统计 朱仙居然在一天之内 共计获得517个至尊打赏 一天之内500多万打赏 不仅打破中横多项历史记录 还缔造了网文圈的神话 顾成以一己之力 带动了整个中横网站的流量 凭借朱仙的爆火 大将更是一举从主编容身为中横总编 现在大将对顾成 比对自己老婆还要热闹 顾成什么时候找他都是秒回 顾成 你真的太牛皮了 现在朱仙的军定已经突破14万定了 高定已经有25万定了 按照这个订阅趋势 等到小说完结 说不定就能突破20万军定 大将越说越兴奋 20万军定 整个网文圈 至今都没有一本小说 有这个订阅 顾成若是做到了 那就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江大 没那么夸张吧 顾成觉得不太可能 最近涨的订阅 都是歌迷友情订阅的 他们不是真正的书迷 应该不会一直全定 再说 小说就快完结了 一个月时间 怎么可能涨到20万军 怎么不可能 顾成 你对你的号召力 一无所知 大将信心满满 粉丝的购买力 速来无敌 尤其一本百万字小说 全定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你看看这半个月的数据 全面上升 20万我觉得 还是很有把握的 就算20万军没法突破 中横新人王 已经非你莫属了 大将算过 光是昨天一天的月票 顾成就已经奠定了 新人王的头衔 这个得年底 才颁发 还早得很呢 跟大将聊了几句后 顾成进入中横后台灯心 甩了三张上去后 他点开了书屏区 发现里面除了反摇党 反雪CP外 居然还有大量的 齐成夫妇穿插其中 磕CP居然磕到小说里来了 为了不影响 正常书迷的阅读体验 顾成见了个骑程打卡楼 让粉丝进里面磕CP 顾成 你在干嘛呢 苏七勤着笑进来 热恋中的女人 果然是最美的 气色红润 嘴角带笑 美目里 萦绕着爱情的甜蜜光芒 顾成一时都移不开视线 刚刚在更新 苏七把一份文件递给他 这是什么 华夏禁地基金会的邀约 他们想邀请你 帮忙拍摄禁地公益广告 顾成诧异地翻开 他们怎么会请我 大概是你这次发生 他们觉得你身上有正能量吧 顾成这次发生抵制劣迹艺人 其实明里暗里得罪不少同行 苏七好奇问道 顾成 你不是一向形式低调 这次为什么会在微博高调发生 顾成斟酌了一下 其实那个时候 我没有多想 就是看见那些脑残的失智言论 觉得我不能光看着 却什么都不做 退一步来说 我享受了社会资源带来的明星福利 自然就得付出相应的引导义务 演艺行业是抛头露脸的行业 演艺人员时刻活跃在大小银屏和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 他们的影视剧作品 以及镜头外的一言一行 会对社会舆论 社会风气 尤其是青少年习性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别人怎么想的 顾成不清楚 但他觉得 无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 还是自身职业发展 自己都应该做正确的事 来引导粉丝 苏七满意地笑了 不愧是他看上的男人 正义感爆棚 顾成 那这个广告 你要接吗 接自然是要接的 顾成将文件放在一边 握住苏七的手 趁机讨堂 不过公益广告没报酬 七七是不是要给我补点奖励 苏七忍不住黑线 你想要什么奖励 顾成挑眉 高低地来个相吻吧 两人在一起后 耳濒丝膜 全部都是顾成在主导把控 苏七一次都未主动过 他也不扭捏 落落大方地凑过去 随即巴唧一声 朱唇在顾成脸上香了一击 这样满意了吧 顾成明显欲求不满 就这 苏七脸红 脆塌 那你还想怎样 顾成勾唇一笑 冷不丁把苏七扯进怀里 然后按住他的后脑勺 结结实实地来了一吻 一直轻到苏七喘不过气了 顾成才舍得将人放开 下次奖励 七七记得 按照这个标准来 你好坏 就会欺负我 苏七用力瞪他 眉目寒春的模样 却没半点威慑力 顾成眼眸一身 压着人开始可敬的欺负 帝都禁地办 顾成是自己开车过去拍广告的 禁地办的杨勇警长亲自出来迎接 你好顾成 我是禁地办宣传部的杨警长 顾成看了眼对方肩上那排荣誉勋章 恭敬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杨警长 您好 杨勇满意地点头 忍不住问出心中的疑惑 顾成 你怎么就一个人过来 杨勇原以为以顾成现在在娱乐圈的咖位 司机 助理什么的应该配备好几个 结果没想到他 居然穿着体恤牛仔裤 孤身一人就来拍摄 连一个助理都没带 这年轻人也未免也太接地气了 就拍个广告 用不着带助理吧 顾成环顾四周一圈 杨警长 我们今天的广告就是在这拍摄吗 杨勇点头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公益广告 是华夏禁地办和华夏禁地基金会 共同合作拍摄 旨在帮助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增强禁地意识 自觉抵制地品危害 积极投身新时代禁地人民战争 顾成挑眉 那还等什么 现在就去拍吧 这则公益广告 多以介绍地品为主 顾成要出镜的镜头其实不多 只需要念几句台词 然后再多拍几张宣传海报就可以 在拍摄的间歇 杨勇和顾成闲聊 顾成 非常感谢 你今天能来帮忙拍摄这个公益广告 杨警长应该的 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顾成一直觉得流量要配得上正能量 难得可以拍这种公益广告 做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他感觉很荣幸 杨警长 我刚才看广告词 说我国西地人员有300万左右的人数 差不多 其中1835岁的占55% 其中青少年是滥用的主体 养有语气有些惋惜 他们之中有九成 都是稀里糊涂开始的第一口 所以我们国家对于普及禁地教育 一直都很重视 顾成闻言沉默 新型地品层出不穷 甚至只靠皮肤接触就能使人上瘾 在敌厅里面磕边蹦就能轻易染上 甚至有人不知死活的主动尝试 他们以为介绍很容易 却也不去想想 大部分人就连介S都做不到 借地的几率又能有多大呢 老话说得好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那些鱼龙混杂的地方 顾成基本都是不会去的 杨警长 这个广告为什么要找我来拍摄 杨勇叹了口气 实不相瞒 经历了朱七龙的事件后 确实有同事反对邀请明星来拍摄广告 不过考虑到公益广告邀请你们来拍摄 所产生的明星效益 能大大提高曝光度 广告才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杨勇看向顾成 最终在经过大家多次开会商议后 一定要选一个明星的话 就选择让你来拍摄 顾成侧头 是因为我在微博上的发言 因为你那些话 字字句句都戳进我们的心里 杨勇神色突然变得悲哀 顾成 你知道吗 在朱七龙被爆出XD前 我刚看到一份边境基地警的尸检报告 他跟朱七龙是一样的年纪 在临死前遭受到地藩的地狱折磨 五根肋骨被敲碎 膝盖以下被包皮削肉 鼻子被韧气割掉 两个眼球被捣碎 下巴被钝气击碎 八根手指被砍掉 最残忍的是 为了让他在受虐过程中保持清醒 那些丧心病狂的地犯 给他注射了大量的安非他命 说到激动处 杨勇双手颤抖 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们整整折磨了他五十二个小时 在这两千七百分钟里 你可以想象那种 想死又死不了的绝望 让杨勇更加痛心的是 刚看完尸检报告后 转头就得知朱七龙织法犯法 不XD怎么说唱 哥哥是因为艺术 才误入歧途 其他国家吸食 DEM是合法的药品 为什么国内 要对哥哥赶尽杀绝 朱七龙这么帅 即使杀人了 也可以被原谅 这些话像无数道次一样 深深扎进杨勇的心口 在这些粉丝眼里 自家偶像犯错 就只是误入歧途 心眼不坏 他们不会意识到 自己为偶像痛心惋惜的时候 那些默默用鲜血守护他们的无名英雄们 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后 杨勇哽咽着问了顾成一句 XDE人什么时候被原谅 怎么不去问问 在基地战线上牺牲的无名英雄们 什么时候可以复活呢 顾成的胸口 就像被巨石重重堵住 心痛 压抑 愧疚 静养 他数次想要张口 最后都无法成言 说什么呢 他能说什么呢 说什么可以挽回英雄的命呢 广告拍摄结束后 杨勇带着顾成 在禁地半游走 到宣传栏时 发现那里贴了很多组 吸地前后的对比照 每一组照片背后 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每一个吸地者的背后 都供养着穷凶极恶的敌范 他们用吸地者提供的资金 购买枪支子弹 再一颗颗射向我们的警察 杨勇感慨道 面容哭狗 行销鼓励 他们的样子很恐怖吧 顾成点头 这些照片确实很吓人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 对于DP控制的如此严格 杨勇在大荧幕放了一段短片 顾成一眼就看到了 国境线上的戒碑 这是西南边陲 一道戒碑隔开了华夏和东南亚 这边是华夏戒碑森严的边防警察 随着镜头转动 在边境线的另一头 兽谷凌寻的东南亚人民坐在地上 甚至有孩子 堂而皇之的已在戒碑上XD 注射 烟熙 鼻秀 他们无人管束 无人制止 他们的国家放弃了他们 这一刻 故城如梦初醒 原来我们之所以觉得 世界充满正义和功力 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看不到的人 在用鲜血 在保卫我们 保卫国家 杨警长 这些都是真实的画面吗 杨勇点头 这是上个月在边境拍摄到的 你可以清楚地 看到地品的危害 它可以轻易摧毁一个国家 一百多年前 华夏因为地品 被踩在地上摩擦 一艘艘军舰 从珠江口前驶过 天朝瞬间崩塌蹉跎 从此背上东亚病夫的耻辱 我们之所以对地品林容忍 就是因为毒品 差点打垮了中华民族的解样 我们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要对人类的未来负责 故城心中热血沸腾 毒不除则待害 这一刻 他的内心发疯的想为禁地 也做点什么 然后他就听见杨勇说 其实拍这个公益广告 只是我们宣传的第一部 我们下半年的计划 是打算拍几部禁地影视剧 不过就是 他们交上来的 一直都没有碰到好的剧本 剧本 故城心头一动 杨警长 你们现在缺乏好的禁地剧本是吧 杨勇点头 禁地的作品 其实年年有 就是不怎么吸引年轻人 若是有一部能影视作品 能让年轻人从中反思 成长就好了 别人没有 故城他有啊 电影 湄公河行动 电视剧 破冰行动 网剧 鱼醉 纪录片 中华之剑 全部都是经典的禁地作品 杨警官 若是我写一个好的剧本出来 你会给我通过审核不 杨勇目光 有些将信将疑 你还会写剧本 故城不要脸的吹嘘 众所周知 我目前 是华夏歌手里 写作最好的 我写出的剧本保证 让杨警长满意 就是可能尺度方面 会有些大 这种抗战军律题材 国内把控很严 故城有些吃不准尺度 杨勇爽朗一笑 夸下海口 你要是真能写出 让我满意的剧本 我亲自给你审核 然后跟上级打报告 给你放宽权限 故城眼睛一亮 君子一眼 四马难追 杨警长 你可千万别反悔 因为无人机偷拍事件 金华加强了安保 以及门禁 再加上朱七龙 供出了一片瓜田 所以故城去接安然时 就发现 这周度 在校门口的狗仔媒体 明显比之前少了很多 安然 学校还有人 对你指指点点吗 今天少很多了 顾安然知道 故城担心什么 置身置气地安慰他 舅舅 你别担心 我现在都把他们当做蘑菇 一点也不觉得困扰 故城忍俊不禁 蘑菇 是谁教你的 舅妈 他说 若是活在别人的眼里 必将死在别人的嘴里 小丫头俏皮的吐舌 所以我就把他们 当做各种各样的蘑菇 这样 他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 我就都不会在意了 照片被媒体曝光后 安然走到哪里 都备受瞩目 不过苏七 给他做完思想工作后 他就对这些目光 就免疫了 故城低效 勾勾他的鼻头 就属你鬼灵精怪 回到家 故城就开始张了晚餐 其实苏七给他们 安排了生活助理 家务 买菜做饭这些 他是不用亲自动手的 但故城喜欢生活的烟火器 所以只要有空 他都会亲自下厨 小丫头也帮忙打下手 清蒸食斑鱼 糖醋排骨 油闷大虾 蒜蓉空心菜 还有一道松茸鸡汤 色香味俱全 看起来让让食指大动 故安然朝门口张望 舅妈今天怎么这么晚还没来 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故城摘下围裙 不急 应该快到了 两人正处于热恋期 自然是抓着所有时间来约会 所以这几天 他们都是一起吃饭 说曹操曹操就到 咔嚓一声 一张明念的小脸 推门而入 好香啊 怎么这么晚才到 苏七提起油纸带晃了晃 前两天安然不是说 想吃小街糖炒栗子吗 我就绕了点路去买 谢谢舅妈 还是你最疼我 故安然迫不及带接过来 抓一个静嘴 好香好甜 而且还是热乎的 小丫头其实只是周末随口嘟囔了两句 估计她自己都忘记了 没想到 苏七却记在了心上 故城无奈道 你这样会宠坏她的 苏七不以为意 一个糖炒栗子而已 哪有什么宠不宠的 先吃饭吧 饭后 苏七教安然学习乐器 故城则进书房 开始投入到剧本的创作当中 基地题材 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说太深奥了 又过于灰暗 冷血残忍 说浅显了点到为止 说叫胃浓 领导在这个度上把握得恰如其分 将基地井与毒贩之间命悬一线的斗智斗勇 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 故城考虑再三后 还是决定写 湄公河行动 万事开头难 故城第一次写剧本 有些无从下笔 小说和剧本 还是有差距的 虽然都是在讲故事 但小说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 主要通过描绘人物细节 以及人物内心等 让读者进入人物的世界 产生共鸣 而剧本是服务于影视拍摄的 是写给导演 演员 摄影 美术等一系列剧组工作人员的 不仅需要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 剧中人物的形象特征 形体动作 及内心活动的描述 甚至对场景 气氛的说明 以及对布景 灯光 影响效果等方面都有要求 好在别人写剧本 是抽象化的 而故城 则是根据电影还原剧情 他只需要把脑海中的电影细节 用文字具象化叙述出来 把画面转换成镜头语言就行 还是先从到尾 回忆一下电影吧 故城闭目 在脑海里反复回忆 梳理电影的情节发展 直到剧情脉络梳理得差不多后 故城才开始着手动笛写开头 先把电影开头写出来 再把主要的剧情继续出来 那些遗漏的 不到位的细节 故城再到回去一点点填补 也不知道忙碌了多久 直到苏七端着切好的水果进来 打断了他 故城 写这么久累了吧 还行 故城伸了记懒腰 顺便活动一下筋骨 安然呢 苏七轻笑 快十点了 他回房睡了 故城这才惊觉 自己把家人晾了几个小时 对不起 七七 冷落你了 说什么呢 我像是这么爱计较的女人吗 苏七把托盘放下 插了一口西瓜 喂她 尝快西瓜 看看甜不甜 故城张口咬住西瓜 顺势将人扯进怀中 抵着她的头清秀 七七 你好香 炙热的呼吸 扶过苏七的耳后 激起一阵阵电流 她面色飞红 伸手想要推着故城 想要起身 故城 放我起来 不要 我想你一天了 故城扣住苏七的手 反简直身后 迫使她微微仰起头配合 然后她的稳心心点点斑落下来 额头 鼻头 下巴 最后是微起的猪唇 故城的动作非常灵巧 就像是滑热的泥丘一般 四处游离 缠着苏七来回嬉戏 毕竟是座屯纱 又是夜深人静 孤男寡女的 故城也不敢逗弄得太过分 要不然 最后吃苦受罪 冲冷水澡的 还是自己 故城强迫自己 在失去理智前抽身 她抬起大拇指 指负细细妈撒猪唇 七七你简直甜得要命 我才没有 苏七搂着故城的脖子 语气交称 不过是微微一动 却察觉有意 苏七戴眉微皱 这是什么 她被轻的脑子发猛 下意识地磨了磨 故城倒抽口气 嘶哑制止 七七别动 苏七如梦初醒 身子一僵 触电般就想要跳起 故城的大掌 却牢牢牢牵住她的腰 头埋进苏七的末发里 努力平复呼吸 乖 别动 我一会就好 那个故城 你悠着点 千万要忍住 苏七如坐针毡 却完全不敢动她 深怕激起故城的狼心 自己不能全身而退 半想后 两人识相地保持安全距离 但分开坐故城也没闲着 食指勾住苏七 一缕秀发不住地把玩 苏七也不管她 她现在对剧本更感兴趣 故城 这就是你写的剧本 嗯 还没写完 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 要修改填补 我看看写的什么 苏七兴致勃勃地点开 这个剧本现在虽然还很粗糙 但是大致的故事脉络 故城已经写出来了 故事以湄公河为背景 用华夏十三名船员的血腥渊案 拉开悲剧序幕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剧本的尺度 还是超出了苏七的想象 故城笔下的娃娃兵 异常残忍是血 简直是生命如儿戏 逼真 形象的画面描述 让苏七不寒而栗 故城 这个剧本剧情非常好 既逼真又热血 但就是这尺度这么大 你怎么通过电影局立项 拿到拍摄许可证 我也知道尺度大了点 故城叹了一口气 但艺术来源于生活 事实远比我的剧本更加残酷 而且剧情方面 我已经很收敛了 要是再删减故事 就不完整了 苏七健壮也不打算多说什么 故城素来形势有章 他相信他心底有分寸 所以 不管故城打算做什么 自己都只管 无条件知识就好 那你就尽情地写 到时候 要是真被上头打回来 我们再做 删减修改就是 故城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熬夜写好剧本后 故城并没有急着去找杨勇 而是第一时间找张忠天 因为光有剧本还不行 传统的军事题材 都是小制作 成本就是在几千万上下浮动 五千万成本的 至今没有 但煤工和行动不同 这是一部好莱坞式大片电影 制作经费 保守估计两亿 若想要促成这部电影成功上市 那就需要多方认可合作 市场 军方 资本 缺一不可 肥水不流外人田 张氏家族背后 是海纳影业集团 海纳早年 只做电影发行 这几年开始拓展业务 朝电影产业的上游投资制作领域 开疆拓土 立志打造跟钟影一样的电影制作 发行 放映完整的产业链条 现在已经逐步积升 国内电影投资制作领跑行列 所以完成剧本后 顾成第一时间找的就是张忠天 顾成 这么急着找我干嘛 张大哥 我昨天不是去拍禁地公益广告吗 然后得知 他们正在扶持筹拍禁地作品 顾成把剧本拿出来递给他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剧本 你先过目一下 看看有没有兴趣投资 没想到你还会写剧本 张忠天笑着接过剧本 但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愤怒 激情 热血 张忠天逐字逐句的研读剧本 脸上的表情也随着剧情不断发生着变化 他常年跟各种电影打交道 剧本这东西再是熟悉不过 这个剧本明显是用港片最纯熟的双雄戏套路 剧情以个人英雄主义为影子 以两个人物的性格碰撞为焦点的主旋律 禁地题材 眼看张忠天把剧本看完半天了都没动静 顾成试探性叫了一声 张大哥 叫一声没反应 顾成又喊了一遍 这回张忠天反应过来了 他松开手里的剧本 顾成 你这剧本写得确实不错 将犯罪动作题材与国内主旋律进行了巧妙的结合 剧本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方式上 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唯一的问题就是 尺度太大了 张忠天委婉道 这剧本要是不修改 我觉得怕事难以过审 众所周知 即便是好莱坞大骗 反派杀小孩 杀宠物的镜头都要尽量避免 自然灾害 怪物袭击之类的情节 也很少会让小孩死亡 这并不是什么圣武 而是要考虑观众的情感本能 射伤小孩逼供递犯 脏话粗口 厮杀犯人 以广电的尿性 张忠天觉得这个剧本 过审的几率为零 顾承对此却完全不担心 既然上辈子能过审上映 那么这个世界就有机会 所以他也不拐弯抹脚 张大哥 你就直说 要是我能拿到军方支持拿下审批 你就说 你投不投资吧 多少预算 顾承淡淡道 预算不高 也就两三个小目标 两三千万 张忠天琢磨了一下 有官方扶持的话 算下来也差不多 顾承抬手打断他 纠正道 我说的是义 顾承 你疯了 张忠天脱口而出 你知不知道 国内这种军事题材的电影 几千万预算都顶天了 你张口就是两亿 是打算拍好莱坞商业大片吗 没错 我不打算拍过佳佳 顾承轻机桌子 既然要干 我们就干票大的 找最合适的导演以及演员 拍最真实的场景和战斗 张忠天还想再说什么 顾承接下来的话 却堵住了他 张大哥 基地警察用生命和鲜血 为我们撑起一片蓝天 我们拿什么来告慰阴魂 我们既然不能拿枪干地贩 就把湄弓河行动拍出来 把这些浓窗赤裸裸地摆在太阳底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 意识到地品的危害 让华夏人民把禁地刻进骨血 刻进灵魂 对于地品 我们华夏永远有 且只能有一个态度 不 行 张忠天被顾承说的热血沸腾 顾承 只要你能拿下军方支持 投资的是我来搞定 成交 顾承去找杨勇的时候 杨勇和公安部禁地办主任陈江和 恰巧就在办公室挑选剧本 这都是些什么垃圾剧本啊 陈江和皱眉 把手里的剧本重重一丢 下面怎么筛选的 居然一部像样的禁地作品都没有 杨勇淡定喝茶 老陈 这么多剧本 你就没有一个满意的吗 现在那些编剧脑子里都是水吧 剧情一个比一个写得离谱 我也不说 要怎么经典好看 起码要合情合理 对得起观众吧 陈江和指着桌上的剧本 开启疯狂吐槽模式 这里面不是什么手撕鬼子 裤裆藏围的雷人桥段 就是头抹发胶 带装上阵的男女主 出任务居然都不忘谈情说爱 知道的以为是拍禁地交易片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在拍什么偶像剧呢 杨勇也叹了口气 没办法 现在是流量时代 那些小鲜肉丢不了形象 所以拍出来的剧情 就偶像化 娱乐 上头今天还下命令 让我们赶在明年的国际禁地日之前 搞一部像样的禁地作品出来 陈江和忍不住发火道 把这些垃圾拍出来糊弄观众 那还不如不拍 顾城就是这个时候 敲门进来了 杨警长 你们在忙 顾城 你来了 杨勇看见顾城 立马就笑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禁地办主任陈江和警长 顾城赶紧行李 陈警长 您好 陈江和点头 顾城 你这是来看广告成品的吗 我是来给两位警长排忧解难的 顾城笑了 把手里的剧本递上去 没攻合行动 这是剧本 杨勇有些不敢置信 顾城 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 你还真的写了剧本 这剧本我昨晚连夜写出来的 顾城不要脸的自夸 杨警长 陈警长 二位看过就知道 剧情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只用一页写出来的 杨勇和陈江和对视一眼 将信将疑地翻开手中的剧本 谁知这一看 两人就彻底入了神 两个人都是公安部高层 对于金三角 禁地都知之甚深 顾城的剧本 完美展示了地品的巨大危害 真实还原了地贩的凶残 以及基地警察在背后的 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 从顽腔赌博西地的孩子 阴险残忍的地贩 到隐藏背后的高官 所以人都在为地品 带来的强烈快感 和巨额利益 铤而走险 剧情虽然是虚构的 但却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主角在异国他乡办案 遭遇到的种种极端情况 陈江和全部都感同身受 最重要的是 电影暗藏的主题 让陈江和非常满意 当国民在海外遇到危险时 华夏就是他们最强大的靠山 即便是远在海外 祖国也能够为他们伸张功力 陈江和激动到暴粗 这他妈才是我要的禁地剧本 刚才看的那些剧本 简直就是狗屎 他用力地拍了两下顾城的肩 顾城 这个剧本简直是摔爆了 杨勇同样激动地附和 剧本确实写得好 情节曲折生动 破案 打斗等各种各样的元素都有 追车 直升机扫射 游艇追逐 炸弹 火箭筒 丛林作战等都写得扣人心弦 说到这 杨勇叹了口气 剧本好倒是好 但是华夏电影没有分级制度 这电影尺度怕是有点大了 杨警长 我觉得这尺度完全没有问题 顾城解释道 华夏人民在和平年代待久了 已经被生活的美好 蒙蔽了被战争牺牲者最基本的敬畏 他们不知道 每一份耀眼的基地成绩背后 都是基地警察们的青春和生命换来的 热大的办公里 顾城掷地有声 所以相对于政治正确 我觉得 观众可能更希望看到真实 陈江和拍案同意 说得好 老杨 我赞成顾城的话 我们不能整日拍那些勤勤哀哀的军事片 我记得公安部还有一个内部名额 我们可以向上级申请 直接绕开广电 自己审核 好 就这么办 杨勇豁出去了 就算拼着伟光正的形象 不要了 也要让这些梵蒂的知道 地品的危害 华夏的强大 顾城 剧本我可以给你搞定审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你这电影 能不能敢在明年的国际禁地日之前拍出来 顾城算了一下 还有九个月 足够了 杨警长 为了告为那些 整日与地犯殊死搏斗的英雄们 电影我已经跟海纳影业达成了合作 我们打算赤字两页 导演以及演员 我们都找最合适的 场景也全部实拍 总之要拍一部史无前例的大型军事 禁地大骗 杨勇当即朗生硬道 好 顾城 就凭你这句话 这剧本 你就放在我们这里 我去给你打报告搞审批 去给你拉军方支持 陈江河也附和道 拍摄要是遇到搞不定的麻烦 我去给你们处理 要是我处理不了 我就找上级领导 总之 只要这个电影 你给我拍好了 定当 上映之类的 你们都不用担心 谢谢两位警长的大力支持 顾城定不辱命 得到两位警长的认可 担开手脚去干了 既然剧本敲定了 接下来的 就是剧组的筹备组件 和演员的选配了 有海纳影业的背景和关系 剧组筹备这件事情 顾城用不着插手 顾城发愁的是导演和演员的选拔 演员和剧本 往往是相互成就 美工和行动 相比其他电影 角色其实一点也不多 人气 流量什么的 并不在顾城的考虑范围内 他的挑选宗旨 只要精的 所谓的精致的是 光有演技还不行 演员本身的气势形象等 必须得要完全贴合角色 在此之前 顾城还要回公司 再梳理一遍剧本 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90%的剧情及人物都有原型 他要给主角和所有重要配角 都准备一份专属于他们的剧本 顾城前脚刚回到公司 收到消息的刘洪光 后脚就到 不是 顾城你还真的要拍电影 你什么时候 瞒着我写的剧本 刘洪光不敢置信 不是就去拍个公益广告吗 怎么就冒出了个禁地电影 而且剧本都出来了 拍广告时 杨警长说他们有投资电影的计划 我就顺便写了个剧本 顾城边说边打开电脑 而且拍电影我还没有玩过 所以想拍一部来玩玩 玩 刘洪光黑线 你当拍电影是过家家呢 苏七只关心一件事 顾城 你是打算自己亲自上阵拍吗 顾城摇头 虽然我很想亲身上阵 但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干 我经验不足 还是不折腾了 免得浪费这么好的题材 《煤宫和行动》前世上映时 口碑炸裂 斩获了近十二亿的票房 现在顾城有机会 把他搬上这个世界的大荧幕 又获得了官方的大力支持 那拍出来的成品 不说超越原版 起码绝对不能毁经典 林洪光好奇地追问 顾城 那你想要找哪个导演来拍 叫好又叫做和主旋律 在某种意义上是冲突的 拍主旋律电影 既要兼顾政治导向 又得保证市场收益 和观众口碑 这个难度不亚于镣铐下舞蹈 能做到的导演 可谓是凤毛麟角 顾城 赵导给我推荐了一个导演 他香港的林青 刘洪光倒吸口气 魔鬼导演林青 林青是一个狂热的军事迷 最擅长拍摄警匪题材影片 为了影片镜头的真实可信 他可以说是拼了命都要亲自上 演员训练和实拍时吃过的苦 林青通常都会提前去尝一下 这样疯狂完命 又敬业执着的导演 圈内就找不出第二个 顾城看重的 也正是这点 林青为了让观众看得过瘾 拍片一直都是力求真实 拒绝澎湃 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让林青来指导 想失手都难 林青确实是不错 苏奇迷起眼 但据我所知 领导自港片没落后 就已经半饮退了 顾城 你想要请领导出山 怕是不容易 顾城叹了口气 也为这是发愁 所以我打算 明天得亲自去请 让顾城意外的是 见到林青的时候 他正在品名 对于自己的到来 早有预料 今日一早就有喜鹊落窗台 我还寻思是什么好日子 原来是有贵客上门 顾城淡定上前放下礼品 领导这是未卜先知 知道我要过来拜访 老赵昨天就打电话给我了 林青也不卖关子 给顾城蒸了杯茶 尝尝看 我去云南带回来的普尔茶 领导是个爽快人 既然如此 我们就开门见山 顾城把剧本恭敬地递过去 领导 这是我的剧本 看看能不能入您的法眼 没攻何行动 林青翻开剧本时 开始只是很随意扫过 可是不到三分钟 他便正经危坐 认真仔细地研读起来 电影围绕华夏船员 在金三角遇害事件展开 讲述一支行动小组 为解开华夏商船 船员遇难的阴谋 深入危险的金三角区进行调查 期间主角遭遇各种闹事飙车 丛林潜伏 汽艇大战 以及空中支援等艰苦作战 成功将罪魁祸首 抓捕回国受审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精神 在于回归了警匪片的基础 那就是为正义而战 所以 华夏已经崛起 我们有能力保护每一位华夏公民 为他们讨回公道 这让海外的华夏公民 更加有具有归属感 安全感 建立民族自信 对于拍了半辈子警匪片的林青来说 光看剧本 他就能大概判断出 这不具的受欢迎程度 这电影 要是真能按照剧本拍出来 票房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林青把剧本放下 神色捉摸不透 这样的好剧本 圈里不少人都有兴趣吧 实不相瞒 电影的消息放出后 确实有几个导演找到海纳 说愿意免费指导 但是我一律拒绝了 顾承视线锁住林青 目光灼灼 因为我觉得整个华夏 只有领导 才有能力胜任这个电影 林青你卓眼 我已经几年不拍戏了 你们就不怕我手生 拍出的东西 跟不上市场节奏 顾承笑了 我相信领导的实力 领导 好剧本常有 但合适的剧本却难求 我们这部电影 你可以放开来拍摄 不管是雨中肉搏 还是水中枪战 还是空中追捕 我们全部使用真实场景拍摄 拒绝使用特效手法拍摄 而且 我愿意用总票房的 5%分成酬劳 承邀领导助力指导 导演和明星的片酬 没有比例可言 若是分成的话 基本就是3%到5% 有时要是遇到合适的剧本 为了追求所谓的艺术 还有可能免费拍摄 说实话 顾承开的这个价位 对于隐退几年的林青来说 已经是相当有诚意了 说实话 你这个剧本确实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既然你不嫌弃 我这把老骨头诚心邀约 那我就接下吧 顾承大喜 那真的太好了 领导 合作之前我要声明一下 电影既然是实景拍摄 我们就要去东南亚拍摄 拍摄条件可能比较艰苦 不就是东南亚吗 那里我熟悉得很 香港弹丸之地 去大陆拍片太麻烦 欧美又费钱 东南亚又迷烂又混乱又便宜 最适合拍景匪片 林青早年经常去那边拍电影 简直就跟逛自家后院一样 不过顾承 你确定这个剧本能过审 顾承轻笑 领导放心 剧本不止顺利过审 而且还获得了军方的大力支持 您拍摄要是遇到有什么问题 尽管提 我跟上级反应 那我就放心了 老大难 老大难 老大说话就不难 既然电影有上级领导的推动 林青现在就没有任何顾虑了 帝都某星级饭店 周易捏着剧本半天不翻 心里直犯处 因为他面前做的是林青 领导 我上部戏才刚完结 还没来得休闲 你就找上门来了 这说明我们有缘啊 林青朝剧本努努嘴 笑得人畜无害 周易 你怎么不翻开剧本看看 我怕又被领导坑 魔鬼导演的称号 可不是白叫的 当年林青就是用这个无害笑容 坑他拍了一部电影 剧本上要是要求123 林青拍起来 就会要123456 拍戏的时候 是要多玩命 就要多玩命 就连一个简单的自行车戏份 周易骑车 都要从白天骑到黄昏 差点没骑到心脏衰竭 更别提什么40度高温飙车 火车湾爆破 零下低温潜水 虽然最后 周易凭借那部电影 圆了影帝梦 但是周易从此也落下了暗集 想跟林青拍戏 就得做好事 得先做好牵一招的准备 周易 这可是获得军方权力支持的剧本 我拿到剧本时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林青极力劝他 你先看一眼剧本 你看了再拒绝也不迟 那我先声明 我看了剧本 可不代表一定会见 林青老神在在 你看吧 我保证你看一眼 就会改变主意 周易硬着头皮翻开剧本 仅仅只是翻过一页 他就当场愣在原地 这个剧本是顾成单独为高刚写的 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的队长 智勇双全的基地警察 儒雅睿智经验丰富 被上级为以重任 负责查清案件真相 为遇难同胞讨回公道 周易完全被剧本中 有血有肉的高刚吸引 看得他心潮澎湃 感慨万分 当着上司面抽烟 对着女儿的视频微笑 干脆利落地解决敌人 尤其是最终战 高刚对齐夫说 如果诺卡死了 你一定要干掉我 剩下的你看着办吧 周易为此产生了浓厚的渴望 他冥冥之中 有种奇异的感觉 那就是剧本中那个高刚 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 接 自将骗仇都要接 拍戏条件再艰苦 动作再危险 也没有那些真正的基地警察艰险 周易希望自己 能用影片 来为基地英雄加冕 领导 这个角色我接了 片酬你们看着给就行 戏什么时候拍 我随时都可以进组 林青对此完全不意外 我就说 这个剧本你 只要看一眼 就会毫不犹豫地跟我进组 两人寒暄几句后 周易当场就爽快签约 约定好进组的时间后 林青便先一步离开了 等人走远 小助理才低声道 一哥 您之前不是说 打死也不跟领导一起拍戏了吗 怎么还自将片酬出演 周易无奈地叹口气 别说自将片酬 要是剧组实在没有资金 我还想说 可以代资进组 因为这个角色 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 若是我不出演 我下半辈子 绝对会遗憾 思 小助理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他没想到 周易竟然对这个角色如此看重 用得着吗 不过 既然周易已经做出决定 还跟领导签了合同 现在他再说 什么也晚了 另一边 海纳影业和军方 要合拍大型军事片的消息 早已传遍整个影视圈 拍摄主旋律电影 是有风险的 因为体制关系 随即一个偶然因素 作品就会面临流产 所以 投资人不会轻易涉水 但顾成这部电影 竟然获得了上层领导的推动支持 明显属于特事特办的类型 电影由海纳出品监制 由香港民导林青付出指导 剧本又出自音乐鬼才顾成 甚至还获得了官方支持协助 这电影还没开拍 就已经可以预见 未来上映的火爆场景 最重要的是 这是官方支持的电影 要是有幸在电影中出镜的话 那就是一种极大的认可 尤其是小鲜肉 为了镀金转型 说不定甚至愿意贴钱镜组 一时间 整个影视圈都躁动起来 来视镜的演员络绎不绝 顾成印象最深的 就是女主的视镜 发视镜通知的时候 他特意说因为角色需要 有可能要剪短发 大部分女演员都不愿意剪 说是可以佩戴假发 只有一个叫王牙利的女演员 直接剪了板村过来视镜 这个狠镜 别说是女演员了 就连男演员都做不到 顾成当场就定了他的角色 忙活一天下来 大部分的角色都定了 就差主角方心舞没有定 领政达人彭于燕 当初为了拍好方心舞这个角色 特地去学习枪械训练等各种技能 甚至自学泰语和缅甸语 他在小飞屋里 行讯逼供的那场戏 给人头上套着麻袋 然后快准狠地出击 再到割断敌人脚静脉 整个人阴狠气场全开 帅到颤抖 而且在与金牌硬汉张寒宇的对抗中 没有处于下风 反而有种越战越硬的态势 方心舞这个角色 被他演绎得太鲜活了 直击内心 唯一被诟病的就是宝岛枪 面试临结束时 顾成上下打量 眼前一脸妆容的韩非 想不到还真有娱乐圈的当红流量小声 主动找上门试镜 这个韩非是选秀出道的 影视歌三期 在国内人气不算低 韩非的长相是俊美的 身上也因为练舞有些有肌肉 但气质形象不大符合顾成的要求 毕竟拍摄不仅要忍受极端天气 还要背负六十多精重的装备 进行各种爆破打斗 翻车等真实戏份 让滑破手指都要上医院的小奶狗上 这不纯纯搞笑吗 但顾成还是礼貌地走一遍流程 韩非 你说 你想挑战方心舞 韩非肯定的点头 没错 顾成 我也算你前辈 以我目前在圈内的咖位 也不能做配吧 主角 野心倒是不小 顾成眯起眼 请问你看过我们的剧本吗 自然是看过的 说到剧本 韩非就有话说了 你这个方心舞落腮胡子 猥琐的眉毛 拉里拉遢我觉得 卧底也没必要这么老和丑吧 顾成嘴角忍不住抽动了一下 角色还没选上 就已经开始对剧本指手画脚了 这要是开拍了 岂不是要上天 那你会缅甸语和太语吗 这个后期配音不就好了 韩非诧异地看着顾成 等等 你该不会还想要我为了拍戏 特地去学缅甸语和太语吧 那你知道我们都是实景拍摄 真枪真弹上吗 顾成上下打量他 毫不客气道 你觉得 你能演得了吗 这简单得很 你们到时候 给我多找几个替身不就行了 韩非笑道 他毕竟是靠脸吃饭的 绝不可能为了一部戏就毁容 顾成懒得再飞唇舌 不好意思 我觉得 你完全不适合方心舞这个角色 韩非笑容瞬间军裂 为什么 我哪里不适合 不止方心舞 我这个剧你没有任何角色能胜任 韩非见状不装了 眼神开始变得高傲而计窍 人气方面我暂且不提 我可是能给你们剧组 带来三千万投资的 你确定不用我 居然想在我面前弹人气 顾成不屑地笑了 蝙蝠身上插鸡毛 你算什么鸟 韩非一夜 完全无法反驳 顾成接着道 再说 你代资禁足了不起吗 别说剧组完全不缺投资 就算再缺 也不找你这种演技堪忧 没有演员职业道德的艺人 你们这什么破电影 拍出来能不能上映 还不一定呢 韩非气急败坏地看了顾成一眼 你看不上我 老子还不稀罕眼呢 说完随即拂袖而去 顾成无语 哪里找来的垃圾玩意 被资本粉丝捧两两下 就不知天高地厚 你们擦亮眼睛 以后这些小鲜肉什么的 就别随意放进来了 这一边 赵充得知消息后 就舔着脸来找顾成 你也要演方兴武 顾成眯起眼 赵充 你现在才二十多岁 方兴武已经三十多岁了 顾成 我可以的 赵充直指他 晒得有黑沧桑的脸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 哪里还有二十多岁的样 顾成 暴晒了几个月去拍战争戏 眼下的赵充 确实不像二十多岁的 加上赵充热爱健身 身材惹火又不张扬 是无数男人追求的目标 就连林慧如这样的女神 在和赵充拍摄MV时 都忍不住上手摸两下 赵充 方兴武需要熟练的慧免 地语 太悦 官军能学方言 这些我自然也能学 顾成终于松口 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再过两日 我就会和苏七去国外 大概半个月回来 顾成两手一摆 在这期间 你要是能获得领导认可 那你就能参演 要是不能 你就只能等下一次了 赵充狂喜 一言为定 出发国外前 顾成跟林青商讨一份拍摄计划 金三角地区各种势力错综复杂 即使是当地Z府 也对这些不可说的势力束手无策 电影自然不能把敏感问题拍出来 容易上升到外交问题 为了最大程度的 避免任何涉及政治及国际关系的话题 转而用十分隐晦的手法 对在实际案件中干扰抓捕行动的第三方势力进行讽刺 因此 顾成干脆把几个重要的抓捕场景 搬到各个城市中的三不管地带 当然 这活得林青干 顾成只负责动嘴 影片中还有雨中肉搏 飞车狂奔和空中追捕的火爆场面 顾成干脆就让所有演员 在拍摄前到边防特种部队 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专业训练 例如 枪械训练 学习与缉毒犬相处 射击近身格斗等等 搞定这一切后 顾成又列出一系列的拍摄要求 张中天暗暗咽了口吐沫 看着如此多的要求 眼睛有些发直 这厚厚的一打指 究竟是有多少要求 直升机五架 游艇十艘 还要一只真的军犬 张中天竭力保持着面色平静 声音有些发颤 顾成 你这军犬怕是有点难搞 要不我们搞一只表演犬 应付一下得了 不行 顾成直接回绝 这只警犬需要演示赌场接应 跳雷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只有真正的军犬 才能拍出我想要的效果 嫉妒犬笑天 在电影播出后 受到观众的一度好评 是电影里除了主角外的灵魂配角 绝对不能用表演犬来将就 张中天继续往下念 一直到最后 拍摄过程中 要配备一支专业的医疗队 随时候命 对 安全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领导当初拍摄就出了意外 被蜈蚣咬伤一度陷入休克 所以 安全措施绝对不能马虎 顾成必须保证 所有人全须全意地回来 张中天哭丧着脸 你自己和女朋友 跑去国外潇洒游玩 我却要在这边当牛坐马跑腿 顾成低笑 你自己都结婚了 总不忍心看着我孤家寡人吧 交代完所有的一切 顾成和苏七踏上了海外飞机 众所周知 漂亮国是个活在车轮上的国家 不开车寸步难行 但在洛杉矶 你会发现 开车也寸步难行 一个在凌晨四点都会堵车的城市 堵车界的无冕之王 可不是白叫的 不过帝都西二环 没能将苏七征服 洛杉矶自然也不能让他崩溃 再说 此刻的苏七郑 心潮澎湃 他挽着顾成眉眼笑得弯弯的 乘车的毛子里 盛满细碎的光芒 二人世界啊 他期待已久的独处时光 没有狗仔 也没有粉丝和熟人 他们可以像普通的情侣一样约会 肆无忌惮地牵手 漫步 拍照 区区堵车 半点不影响他的性质 接顾成他们的是酒店司机 他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 堵车的间隙不断地跟他们攀谈 你们是华夏明星吧 顾成和苏七对视一眼 他亲了亲嗓子 你认识我们 不认识 不过我在酒店工作 接过的明星太多了 什么奥斯卡影店 影后我都接过 我一看你们身上的气质的 就知道你们是明星 司机抽空看一眼后视镜 尤其是小姐 您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 简直就是东方维纳斯 跟这位先生郎才女貌 般配得不行 最后一句夸得苏七心花怒放 谢谢 你们来好莱坞是来拍戏 还是来旅游 我们是来旅游的 好莱坞的粉丝 总是不肯放过 见明星的任何一个机会 就是连明星们的鬼魂 也不愿意放过 这点从故城预定的 罗斯福酒店就可以看出 耀眼的红色标志 葱绿的棕榈树围绕 这座LA地标 可谓是见证了 好莱坞星光璀璨的历史 它始建于1926年 在奥斯卡奖项成立后的 第十天开业 首届奥斯卡颁奖礼 正式在这家酒店举办 酒店至今仍是 每年颁奖礼期间 明星们入住的首选之地 也是好莱坞旅行 必不可少的一站 这家位于好莱坞中心的 五星级酒店 住在这间房的客人 会不会莫名其妙地被拍肩 据说那是巨星蒙哥玛丽 克里夫的鬼魂在房间游荡 玛丽连 梦露初到酒店 就住在酒店246房 她用过的穿衣镜 就放在大堂 房客经常能看到奇怪的影子 酒店是一幢古老风格的 白色的多层建筑 吊灯下的三层许愿喷泉 漂亮的瓷砖 格子天花板 还有酒店内随处可见的 奥斯卡元素 酒店的每一处角落 都吸人眼球 苏七几乎走不动到 这时候就显现出 顾城的体贴了 她不仅不会催她 还会在苏七停下来时 主动放下行李 为她拍照 很快看到梦露那面镜子 苏七驻足停留观看 镜子没有半分变化 显然他们今日 与女神并没有缘分 苏七嘟囔了一句 不是说这镜子 可以看到梦露女神吗 顾城忍俊不惊 或许是因为 今天不是中元节 苏七煞有其事地思考 外国人难道还过华夏的节日 你怎么知道没有 顾城失笑地揉揉她的头 丢下一句后 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服务员的笑容很甜美 你好 请问先生有预约吗 顾城报上名字和电话号码 你好 这是您的房卡 谢谢 顾城接过房卡 随即顿住 怎么只有一间房 因为您只订了一间房 顾城这段时间比较忙 所以订房的事交给了苏七 七七 只预订了一间房 一间房 突如其来的惊喜 砸猛苏七 她皱眉凑过来 神色似乎比顾城还要激动 不好意思 麻烦你再帮我们查一遍 看看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请稍等 服务员重新核对了一遍信息 没有弄错 您在一周前 预定了酒店的顶楼的豪华套房两天 苏七眯起信念 想起临走前 刘洪光那个有些猥琐荡漾的笑容 苏七 你们两个这次出去 只管尽情地玩 最后 还语重心长地提醒她 听说洛杉矶又美又乱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别去一趟洛杉矶就玩出人命 合着这安全驾驶 是在这等着 是老不正经的 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黄色肺料 苏七羞愤交加 台某小心地瞄了顾城一眼 两人四目相对 顾城逗弄她 七七 你故意的 苏七娜娜地解释 不是 定房这些琐碎 我向来都是老刘负责的 虽然希望不大 她还是转头朝服务生问了一句 请问 还有别的房间吗 我们想再开一间 不好意思啊 罗斯福酒店一般都需要提前预约的 临时定房是没有房间的 希望彻底落空 苏七看向顾城 一颗新卡在嗓子眼 她张了张口 想说 要不要再换一家酒店 顾城却先发致人 七七 你担心什么 难道 你会对我图谋不轨 苏七下意识反驳 怎么可能 那就没事了 一间就一间吧 顾城抓起房卡 推走所有行李 七七 我们先上去再说 苏七眼珠子一转 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乘坐电梯的时候 苏七安静地站在顾城身边 头埋得滴滴的 脑海里各种思绪翻飞 怎么办 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 她虽然很喜欢顾城 也认定了她是下半生的良人 但压根没做好 交出自己的准备 可独处一试 顾城会不会忍不了 她还听说 难得憋久了 容易出内伤 影响作案工具的使用功能 都怪老刘自作主张 回去看她怎么收拾她 叮的一声 电梯就到了十二楼 酒店内部很奢华漂亮 既带着好莱坞声色全马的气息 还加入了新世纪独特的 艺术设计和观念 苏七却没有任何心思欣赏 进房后 看着那张大道 可以肆意翻滚的大床 苏七的手心 更是紧张地攥出了一把汗 心脏砰砰加速不说 脑海里更是不自觉 冒出一些限制级的粉色的画面 为了缓解尴尬 苏七开始找话题 那个 顾城 我们什么时候 去找史密斯导演 我预约的是明天上午 顾城四下检查打量房间 马丁 马吉拉毛毯和毛巾 豪华睡床和沙发 巨大的电视墙 重点是那个自带降雨时 喷头的豪华淋浴间 所有摆放和装潢 都让顾城感到惬意和舒适 老刘定的这间房不错 顾城坐上床 目光直视苏七 空气开始莫名的变得危险 苏七完全不敢直视那张床 顾城 我饿了 我们出去吃点东西怎么样 顾城看他目光躲闪 低笑道 确实 堵车这么久 我也饿了 那 我们出去吃饭 不急 填饱你肚子之前 先喂饱我另一个欲望 话落 顾城大手一拉 苏七只觉天旋地转 转瞬就被他压在身下 然后迎接他的 就是密密麻麻的吻 两人撕混了半想 直到苏七的肚子 不合时宜地响起 顾城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他 真饿了 苏七驮红着脸推开他 起身背着他 整理凌乱的上衣 我在飞机上就没怎么吃 自然是饿了 顾城低笑 那你洗漱一下 我带你到对面的 Musso Frank烧烤厅吃饭 苏七眼睛一亮 Musso Frank 这可是好莱坞最古老的餐厅 是查理卓别林 玛丽莲 梦露等大明星的常驻之地 餐厅的牛排和酒 举世闻名 甚至有人千里迢迢来此 只为一瓶马提尼鸡尾酒 或吉布森鸡尾酒 顾城自然也不会错过 我在那里预定了晚餐 那我要换套衣服去 苏七一跃起身 打开行李箱 拿出一套全新的气袍 进浴室前 他飞红着脸警告 顾城 你不许偷看 顾城一本正经 七七 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的人 苏七被齿轻咬 我不管 你转过身去 行吧 顾城妥协地转身 听到身后的浴室门 咔嚓啰啰嗦 他才无声地叹了口气 这大凯就是传说中 甜蜜的折磨 PS 有时候会有违禁词和章节被屏蔽 你们也可能会看到少字的现象 这都是系统审核的结果 请多包含 罗斯福酒店门外 就是著名的星光大道 马路对面 就是地面印着各大影星名字 和首印的华夏大剧院 几步开外 就是顾城预定的百年餐厅 虽然还不到晚餐时间 但是 餐厅内依旧生意爆棚 座无虚席 好在顾城提前预定了位置 餐厅的服务理念 就是把每一位普通人 当做明星来对待 把每一位明星 当做普通人来对待 从顾城他们进来后 帅气的服务生 就领着他们到 指定位置点餐 七七 你想吃什么 我想要十六支牛排 谢谢 一份十六支牛排 还有一份菲利牛排 顾城翻开菜单 再来一杯马提尼鸡尾酒 和吉布森鸡尾酒 在顾城用英文流利点菜的时候 苏七拿起手机 寻找了一个合适的角度 偷拍了一张合照 趁顾城不注意 还悄悄地在两人中间 比坏了一个小爱心 等服务员走后 苏七才低声咋舌道 不愧是洛杉矶 就连一个餐厅的服务员 颜值都这么高 顾城轻笑 洛杉矶毕竟是梦想天堂 年轻人总是怀揣着梦想来这里 期盼能在这片土地圆梦 没人敢轻视梦想 也许今天 给你上菜的小伙子 明天就有机会问鼎奥斯卡 只因为 这里是好莱坞 苏七撑的下巴 指了指一个靠窗的角落 顾城 就是卓别林亚作吗 顾城顺着视线看过去 嗯 好莱坞有个传说 卓别林和道格拉斯 费尔班克斯 曾在好莱坞大道上赛马 输的人就要为餐厅消费买单 而卓别林在吃饭时 总会看着窗外的马 后来那个角落 就被称为卓别林亭 顾城静静注视着窗外 时光荏苒 这条好莱坞大道 不再能够赛马 汽车在街道来回穿梭 咖啡馆的人行到 上街头一人在卖力地表演 纪念品商店里 摆放着各种时髦单品 一窗之隔 却恍若两个世界 餐厅里古朴典雅的气氛 从未改变过 奢华的红色隔间 以及颜色鲜亮的 八台高凳格调雅致 复古与流行 完美交汇融合 坐在餐厅里 顾城既可以感受到 好莱坞的复古传承 也能呼吸到 洛杉矶的时尚潮流 吃完饭后 他们就顺着 星光大道上游走 比起镜头里的五光十色 镜头下的好莱坞 才更耐人寻味 他们像普通情侣一样 漫步在好莱坞的街头 看各种街头艺人表演 画情侣肖像 逛纪念品店 快到落日的时候 顾城带苏七上了 天使之城的约会圣地 格里菲斯天文台 这里不仅可以看到 好莱坞的logo 还可以俯瞰整座洛杉矶 落日余晖中 晚霞笼罩了整个 格里菲斯天文台 洛杉矶披上了一层 绚烂的青纱 分外归零迷人 哇 好漂亮啊 苏七站在台上 俯瞰落日 一点点没入海岸线 夕阳洒落在他身上 苏七紧了紧身上的外套 任由微风带起他的发烧 在风中清扬 顾城在他的身后 摆弄着镜头 将眼前这幕的静谧与美好 捕捉进镜头里 晚霞退去后 夜幕降临 万家灯火开始逐一点亮 一个繁华璀璨的巨大城市 展现在眼前 那种强烈的视觉震撼 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两人宛如身处 浪漫电影场景之中 将洛杉矶繁华璀璨的都市夜景 和四闪烁的银河星戏 爱乐之城的经典桥段 米亚和塞巴斯蒂安 飞进穷木上的人造星空里 翩翩起舞 也由此成为恋人 那一段天文台之舞 是爱乐之城里 唯一使用了特效技术的桥段 电影上映后风靡全球 横扫了百余像电影大奖 等每天 顾城在全球 拥有足够的影响力了 就可以尝试 把爱乐之城拍出来 再现好莱坞影史奇迹 苏七小跑过来喝水 顺手递给他 顾城自然地接过来喝了几口 两个人同喝一瓶水 现在已经是再熟悉不过的操作 顾城 怎么感觉你总在拍摄 回去不是就准备拍戏了吗 我想多练习一下拍摄技巧 顾城温柔地解释 再说 我的七七这么漂亮 我自然得用镜头留住你的美丽 给我看看 拍得好不好看 苏七倒回去细看 发现顾城的摄影技术舰长 在他的镜头下 他不管是静迷不动 还是肆意张扬 或者是搞怪刷宝 眼眸里都装着漫天星辰 所有的镜头 无一例外都是美的 怎么样 我拍得好看吗 苏七勾唇娇笑 故意道 也就马马虎虎吧 顾城不要脸的俯身讨赏 这么美的星空 七七像一个 顾城 大庭广众的 你要点脸行不 七七 你别忘了 这里可是洛杉矶 情侣亲密再坦然不过 你也不跟着学学 顾城直指周围 与七略显委屈 苏七顺着视线看过去 确实有几对情侣 在星空下亲吻 周围人也完全见怪不怪 趁苏七没有防备 顾城大掌一按 也来一场情侣小游戏 苏七刚想挣扎 眼角瞥见他手里 还举着价值十几万的镜头 一个迟疑 就被顾城成功偷乡 等到他燕足放开自己 苏七已经没力气去指责他了 顾城 这怎么全是我的镜头 因为在我眼里 七七就是最美的风景 油腔滑掉 苏七心下止不住的甜蜜 但性眼却危险的眯起 以前你明明挺清冷的 怎么最近甜言蜜语张口就来 这情话功夫 是不是在情文那里练就的 情话还需要特意学吗 顾城挑眉 脸部红心不喘辩解道 情真意切 心知所向 情话自然也就脱口而出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女人远比男人想的要疯狂得多 也更加感性一点 所以 顾城跟苏七在一起后 从不吝啬甜言蜜语 只为让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心意 看顾城一脸真挚 苏七放过他 这关就算你勉强过了吧 顾城再度俯身 那七七再轻一个 你想得美 苏七啪的一掌推开他 顾城摇头失笑 看他嬉笑着跑开 看他俏皮的拥抱星空夜景 这趟出国 他自己东西只装了个背包 偌大的行李箱里 装的全是各种专业摄影设备 之所以镜头里全是苏七 是因为顾城心中 有一个浪漫的想法 他想在苏七生日的那天 给他准备一个惊喜 为他制作一张全球告白专辑 一张MV里只有苏七 用全世界各种语言书写的情歌专辑 苏七环胸抱着双腿 坐在浴缸里 他已经维持这个姿势 鸵鸟地窝在浴室十几分钟了 只要想到顾城在外面等着自己 还有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他就迈不动腿出去 另一边 顾城回复完所有的工作消息 然后一抬头 才发现浴室已经许久没有动静了 某人这是打算缩在里面一挽不出来 顾城低笑 毫不犹豫地起身 七七 你还打算躲在浴室多久 他突然换了个暧昧的语气 还是我误会了 七七一直不出来 莫不是再邀请我进去 苏七倒吸口气 完全想不到顾城还有这样无耻的一面 赶紧三连否认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胡说 我不管 顾城暗含威胁道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可就进去了 你别进来 我马上就好 苏七深吸口气 疯狂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你耸个鬼 不就是点男女之间彼此心照不宣的小游戏吗 都成年人了 两眼一闭 咬牙一人 很快就完事了 再说了 顾城自制力这么强 不一定会对我动手的 想是这么想 苏七还是借着吹头发的功夫 又在里面磨蹭了十分钟 才裹得严严实实地出来 那个我洗好了 到你了 苏七的声音很细 带点语音不详 好似言语都含在喉咙里 顾城看着僵头垂到胸口的女人 七七 你在怕什么 谁谁怕了 苏七虚张声势地回应 却全程不敢指示顾城 那你怎么不敢看我 很晚了 你赶紧去洗澡 我困了 先睡了 苏七顾左右而言其他 然后静止踏上床 掀开被子埋进去 只露出一张精致侧脸 顾城透过他如墨的秀发 瞥见他烟红如血的耳尖 薄唇青钩 从喉咙里滚出一串低沉的笑声 这声低笑 让苏七的头皮轰然炸开 耳朵嗡作响 脸直接烧起来 真的不夸张 他觉得自己头上快要烧得冒烟了 甚至有种强烈想把被子闷过头的冲动 偏偏又意识到 这行为很蠢 只好攥紧了被子 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祈祷他快点离开 好在顾城并没继续让他难堪 抓起换洗衣物 就进了浴室 听见浴室哗啦啦的动静 苏七悬着的心 才稍稍放下 他松开被子 三下五除二吞去浴袍 露出底下 是相对舒适保守的真丝睡衣 然后苏七又快速躺回去 缩在自认为安全的角落 水声还在继续 他忍不住往浴室那偷看了一眼 两眼 三眼 浴室看不真切 只能看到一个若隐若现的身影 苏七咬唇 明明心里害怕 但他居然鬼迷心窍地在想 早知有今日 我就带漂亮的睡衣出来了 这套睡衣 一点成熟魅力都没有 女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可爱 都这种要命的场合了 他始终最在意的 还是自己在心上人面前的形象 浴室动静间歇 浴室门拉开的一瞬间 苏七猛地闭上眼睛 闭着眼躺在那一动不动 开始装睡 弱大的床 顾成看着缩在床沿 快要掉下去的残佣 七七 苏七充耳不闻 努力装睡 只可惜 那红得低血的耳间 和颤动的眼睫毛 却出卖了他 即使是华夏天后 也会在喜欢的男人面前怯场 顾成摇头暗笑 灯光啪地熄灭 苏七心头一跳 心又不自觉地提到嗓子眼 他清楚感知到 床的另一边陷了下去 黑暗中 一双结实的大手探过来 救命 苏七身子一僵 无声大喊 顾成连人带被把苏七挪入怀中 然后在他额头映了一击 苏七下意识屏住呼吸 然后 预想之中的动作并没有袭来 顾成低笑出声 七七 你这是打算把自己憋死吗 苏七小心地松开被子呼吸 你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装睡 还是知道你害怕 苏七红着脸又不吭声 顾成愧叹一声 七七 我不是留下慧 不可能对你无动于衷 我确实很渴望你 但我也知道 你没有做好准备 这种事讲究你情我愿 在你同意之前 我不会随便动你 苏七将信将疑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不愿意 你就不会强迫我 嗯 顾成会等 等水到渠成 柴池入腹的那一天 苏七闻言松懈下来 至今为止 顾成向来言出必行 隔着被子 他感受不到炙热的威胁 所以防备心意松懈 苏七居然不知死活地疗把 顾成 你真的能忍住吗 会不会很难受啊 顾成额脚跳了跳 我觉得我有必要在刚才的话 再加上一句 想我不动你 前提是 你别引火烧肾 苏七睁着眼 一脸无辜 我刚刚什么都没做 顾成深吸口气 警告道 赶紧睡 再啰嗦 我就把你就地处决 苏七乖乖地闭上眼 不敢再言 原以为自己会很难睡着 结果在顾成的怀抱中 苏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安全 倦意席卷上 不多久 苏七就呼吸绵长 沉沉睡去 看着苏七的甜美的睡颜 顾成神色复杂 伸手来回妈撒她的耳廓 苏七咕弄一声 头下意识地贴近顾成 然后满足地勾唇笑了 睡得更加安稳 顾成瞬间被闷雷击中 心下说不出的柔软 姐姐 你这是信任我 还是真的累了 与恶狼同处一世 你居然都敢睡觉 而且还睡得这么像 怀抱佳人 顾成却不能下手 那种痛病快乐者的感觉 真的是无法言喻 没良心的小东西 居然撇下 我独自睡了 早晚有一天收拾你 让你扶床跪地求饶 顾成泄愤地 在苏七唇上轻咬一口 却又不敢大动作 身怕吵醒她 长夜漫漫 自作孽的男人 独自苦苦地天人交战 次日 苏七在顾成温暖的怀中醒来 抬眸就对上一张 干净帅气的容颜 英气的健眉 挺立的扇根 性感的薄唇 还有几乎看不见毛孔的皮肤 苏七轻声呢喃 真帅 怎么能刚好每一寸 都长在我的审美上呢 顺着刀销的轮廓 一点点在半空临摹 温热的吐息 伴随着清浅的呼吸 喷洒在她的指腹上 铃声十见路 海澜十见惊 梦醒十见你 说不出的幸福 在苏七心头萦绕 鬼是神差的 抑或是早已按捺不住 心中的冲动与喜欢 苏七凑上前去 朱唇温柔地盖在薄唇之上 顾成的嘴唇温暖中 带着些许干燥 她心中更多的却是甜蜜与紧张 偷亲顾成什么的 苏七只在午夜幻想过 却未曾实施过 感觉还不赖 然后 她不经意抬眸 对上一双饶有兴致 富含侵略性的眼 漆黑如深潭 仿佛要将她吞噬 苏七眨眨眼 下意识要逃 顾成一个翻身 将她欺压在身下 她其实早就醒了 一直就着微弱的晨光 打量女人甜静的睡颜 直到苏七睫毛轻颤 顾成才悄无声息地闭上眼 她猜测着小猫会不会对睡着的自己做些什么 并且翘首以盼着 直到如愿以偿被亲 七七 早安 偷亲被抓包 苏七羞红了脸 早安 一大早家人在怀 还用稳教我起床 我大概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 顾成倾勾她的鼻尖 嗅到危险信息 苏七下意识想起身 苏七呼吸一致 清晰感受到对方的威胁 顾成 你 余下的话被吞没 顾成眼眸幽深 开始转移目标 苏七瞪大眉眸 不自觉叫她的名字 顾成 嗯 我在 顾成动作却越加放肆 苏七眼角翻着水雾 看着无辜又可怜 安分手挤了二十三年 她从未有过这样极致的体验 苏七有些惊慌失措地 抓住顾成的末法 顾成 乖 七七放轻松 顾成百忙之中 樽樽又哄 苏七只觉天旋地转 全面溃败 忍不住一口咬在她的肩上 七七 你好可爱 顾成愉快沙哑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恶劣地令人发指 苏七松口用力瞪她 羞愤不已地指控 你太过分了 是 是我太过分了 顾成哄着她 胸口一阵阵发胀 她忍不住将她按压在心口 这一刻 顾成想抽自己一巴掌 心中是止不住地后悔 昨晚她是疯了 才想要等 顾成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 更低估了苏七对自己的杀伤力 七七 我后悔了 昨晚的协议 我们作废吧 苏七埋在她的胸口 红着脸倾听她蓄乱的心跳 没有吭声 也没有反驳 两个人都清楚地知道 眼下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但又都有共同的预感 这趟海外旅程 在回去之前 总会发生点什么 顾成最后没办法 还是在大清晨去冲冷水 早冷静 等两人收拾妥当出门 时间已经将近九点 罗斯福酒店的咖啡厅 有提供早餐 苏七切着牛排 就着美味的酱汁送入口中 顾成 你说我们的曲子 会得到杰克逊导演的赏识吗 我跟杰克逊导演沟通过曲子方案 他好像对我的曲子挺感兴趣的 顾成轻戳一口咖啡 而且这首 Tennessee 完全就是为了对方的电影而生 如果环球方面真的看不上 那我只能说 这将是他们的损失 没错 顾成这次承接的好莱坞订单 就是环球影业 赤资三亿美金打造的战争大片 珍珠港 前世珍珠港的影片 是以岛国偷袭珍珠港为背景 讲述两个飞行战士和战地护士之间的爱情故事 Tennessee便是以男主雷夫和丹妮的家乡填纳西州命名 那里充满了他们纯真的童年回忆 兄弟相争 莫如有生 外遇起舞 莫如弟兄 一双兄弟 一对恋人 三个人的情感纠葛 随着家国战火不断摇曳 虽然电影有不少槽点 但一点不妨碍顾成喜欢这个电影 而且他欣赏雷夫勇敢自信的性格 雷夫守护了丹妮和他儿子两代人的童年 从出生牛独到无所畏惧 最后经历生死穿越沧桑 雷夫和丹妮都深爱女主 但个人得失必须让位于国家兴衰 爆炸倍的珍珠港 虽然上映时饱受争议 但却无人否认 汉斯、继默为电影奉献了极为出色的配乐 尤其是尼尔和女主开着飞机在云上翻滚 然后Tennessee音乐响起 这一段简直完美 作为配乐比电影更出名的典型 Tennessee究竟有多经典 网友直接戏称 珍珠港就是爆炸倍花衣 4亿美元为汉斯继默拍的一部超长MV 这首曲子真没有什么 不过是被各大视频 用作背景音乐都快引用烂了的水平 《环球影业》这部史诗集大片 因剧情保密协议 所以故城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整体剧情 主角和前世的珍珠港有所区别 但同样也是以爱情 亲情和灾难结合作为卖点 所以这首Tennessee 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环球影业》看不上 那故城表示非常遗憾 他们损失了一个让自己电影 在全球爆火的机会 苏七接着问 那两首曲子都是给环球吗 故城想了想 如果他们对Tennessee非常满意 那么另外一首再考虑 要不要给他们 除了Tennessee以外 故城还准备了主题曲 这首曲子还是苏七亲自演唱的 那等一下 我们可以顺便去环球影城玩吗 你想要在环球影城玩 苏七点头 有几分期待 还行吧 因为我还没去过那里 还有迪士尼也没去过 故城斟酌了一下 我们等一下 还有一首曲子要交给迪士尼 不如结束后 我们去迪士尼怎么样 苏七点头 我听你的 PS已经重新删减很多了 以后尺度还是小心点 好莱坞光鲜亮丽 星光璀璨 是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名利场之一 环球 华纳 福布斯 迪士尼 这里有无数个资本盘球扎根 环球影业在这片名利场上 一直都是处于中游位置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为了占据更多的电影市场份额 环球影业高层野心勃勃 决定赤巨资和美军国防部合作 以爱情和灾难结合作为卖点 打造一部史诗集剧片 因为在好莱坞 永远不用担心战争题材的吸睛能力 有关于战争的素材实在太多 随便一个切口 一个角色都能染上时代浓烈的硝烟味 环球影业将目光放到了二战 最终 珍珠港在众多方案中应运而生 在好莱坞诸多导演中 杰克逊毫无疑问是最具争议的一个 他的电影常常过于主旋律 但却拥有在战争相关类型领域最好的电影 杰克逊在影迷当中 是个一边赚钱 一边被喷 还一边吸粉的神迹存在 但在制片人劳伦斯看来 杰克逊是天才导演不假 但更是一个偏执狂和烧钱的机器 这一点 从他在片场专横 苛刻的暴君行为就可以看出 为了一首背景音乐 劳伦斯前后整整被杰克逊折磨了一年 他寻找了半个好莱坞 找了一家又一家的配乐工作室 但不管多少配乐方案打过来 都被杰克逊给退了回去 杰克逊 我受够你了 劳伦斯快被杰克逊逼疯了 他气急败坏地扯开领子怒吼 从电影筹拍到现在杀青制作 前后已经过去了一年 你说说看 在这期间 我给你找了多少家配乐公司 不就一首背景音乐吗 上次你说不够热血 这次你又说太热血 显得单一 一天变换一个标准 杰克逊 你是不是在耍我 面对劳伦斯的私歇底里 所有工作人员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但凡是制片人来找导演 只要是讨论配乐问题 两个人就要上演一次干家的场面 所以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杰克逊同样也是波澜不惊 劳伦斯 我说了他们曲子确实很好听 但是做珍珠港的背景音乐不够 我想要的不是单纯的热血 也不是空洞的悲鸣 这些曲子都达不到我的要求 杰克逊自小就喜欢电影 他看电影的习惯 培养了自己对音乐的敏感 音乐和电影是双生花 影像是电影的骨架 配乐赋予电影灵魂 好的主题曲或背景音乐 是一部电影的点睛之笔 珍珠港是杰克逊从业以来 指导过的制作成本最大 也是最满意的影片 他不想这部职业生涯里 最完美的影片 最后毁在背景音乐里 这也是杰克逊 一直不肯妥协将就的原因 劳伦斯却无法认同 这种战争片的背景音乐 不都是激昂热血吗 因为你磕磕变态的要求 我这次还给你找了约翰 威斯 好莱坞最好的动作配乐大师 约翰 威斯 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作曲家之一 曾获得过两次奥斯卡奖 三次格莱美奖 两次金球奖等各种奖项 他在动作电影配乐方面最为擅长 他独特的音乐形式已经微微风尚 柔和电子乐的绚丽紧凑 和交响乐的磅礴气魄 在全球屡次缔造亮眼成绩 这几年成功的商业片配乐 大多由约翰 威斯 亲自操刀 但就是这样一位 在好莱坞声名鹤起的配乐大师创作的作品 却依旧征服不了杰克逊 劳伦斯越想越气 杰克逊 今天我化料在这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找配乐了 你要是还不满意 那你就自己写吧 杰克逊只是淡定表示 不用你帮我 我自己在华夏找了个歌手合作 华夏的歌手 杰克逊 你疯了 劳伦斯脱口出 半个好莱坞的配乐大师都满足不了你 你觉得区区华夏一个歌手 能做出你想要的背景音乐 歌手跟电影音乐人虽然都是做音乐的 但两者性质截然不同 杰克逊反驳 这个华夏歌手不一样 那首VICTORY就是他创作的 而且据说 他最近刚拿下IFPI的钻石认证 那又怎样 华夏的歌手最擅长数据作假 钻石认证不能代表什么 劳伦斯苦口婆心的劝阻 杰克逊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不能凭借个人喜好乱来 这部影片 不单关系到你我的口碑 还关系到整个环球影业的利益 总之华夏歌手的能力 我信不过 背景音乐要找 就找好莱坞之根之底的 杰克逊还没回复 一道声音却突然插入 看来劳伦斯先生 对华夏的配音 对我都非常不看好 劳伦斯猛地转身 只见一对年轻的华夏情侣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相斜着朝他们走来 你们是谁 顾承笑着自我介绍 劳伦斯先生 杰克逊导演你们好 我是顾承 这是我的女朋友苏七 苏七礼貌轻笑 很高兴见到你们 看见东方美女 杰克逊笑容满面 你们好 很高兴见到你们 劳伦斯上下打量顾承 你就是杰克逊口中 所说的那个华夏歌手 刚拿了钻石认证那个 顾承点头 是我 听说你们华夏歌手 最喜欢刷榜 想必这次拿到钻石认证 你们公司砸了不少钱吧 顾承还没说什么 苏七就先冷了脸 杰克逊导演 这世界如您一般 会演十英才的手 狗眼看人低得多 后一句 苏七故意看向劳伦斯 劳伦斯一怒 你 杰克逊却一把将棋扯到身后 然后笑着打圆场 美女消消气 劳伦斯出言不逊 我带他向你们道歉 他期待地看向顾承 顾先生 请问你们的曲子带过来了吗 顾承把音频递过去 这首曲子叫 Tennessee 是根据田纳西州的 风吹麦浪获得的灵感 杰克逊导演 您试听一下 看符不符合电影要求 谢谢 杰克逊迫不及待地插入播放器 当初出席嘎那电影节时 偶然听到了顾承的 Victory 杰克逊惊惊为天人 这种触动人心的配乐 就是他一直想要寻找的感觉 既然好莱坞达不到他的配乐要求 所以他当即决定赌一次 原以为顾承交上来的 也是类似于Victory 那种激昂恢弘的旋律 但当Tennessee旋律响起时 哄 这是灵魂被击中的声音 杰克逊瞬间就挺直了背 就连满脸不屑的劳伦斯 都瞬间收敛了脸上的不耐 乐曲以钢琴和弦乐配合演绎 将交响乐的沉郁悲壮 大气磅礴 与命运纷繁变迁后的沧桑 演绎得令人动容 犹如缓慢而辉煌的人生旋律 凝聚成一波又一波直击心灵的伤感 杨刚宇坚韧的旋律 就像是插上了正义的翅膀 引导着勇敢与正义的战士们 为了自由与和平而战 他代表着爱国主义 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 也是甘愿为祖国牺牲一切的豪情 杰克逊胸口振挤激荡 他仿佛看见夕阳下 一架又一架的双翼妃 承载着战士的悲壮之情 掠过夏威夷的云层奔赴战场 唯美的爱情颂歌 在风火连天的战壕中响起 为天地献上最真挚 最写意的祈祷 沧海桑田 家国情怀 深情悲怆 震撼心灵 这使人脱离肉体 驾驭灵魂的旋律 杰克逊忍不住泪流满面 谁说战争的背景音乐 只有热血 他们可以纯真而美好 也可以雄壮而震撼 是守山河的蒸蒸铁鼓 还有浪漫刻骨的风月柔情 异曲结束 全场静静 工作人员集体放下手中的工作 沉浸在音乐当中 杰克逊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对不起 顾先生 请你们稍等一下 请容许我再听一遍 我想好好感受一下这首曲子 当然可以 顾承没有理由拒绝 于是 Tennessee的旋律再度响彻全场 将所有的浮躁都打落在地 顾承和苏七默契的对视一眼 苏七信念轻眨 朝顾承无声地竖起了大拇指 顾承被他俏皮的模样逗笑 经典终究是经典 他无声无息 恍若血液一般 流淌近人身体的每一处血管 犹如空气般 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不怕你岁月沧桑 不为你区域国籍 同样也不惧你世界变迁 Tennessee第二遍播放结束 杰克逊百感交集 眼前的华夏歌手 看起来年纪轻轻 跟他大学的儿子差不多年龄 他究竟是拥有怎样的阅历人生 才能创作出如此让灵魂振战的音乐 杰克逊紧握住顾承的手 激动无比地表示 完美 顾先生 这就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背景音乐 我太喜欢这首曲子了 沉稳 大气 磅礴 直击灵魂 他展现出来的静谧与大气 和珍珠港的画面相得一张 完美 无可挑衅 谢谢 很高兴您能喜欢我的作品 顾承调侃道 杰克逊导演 我现在算是通过考验了吧 当然 再也没有比他更适合 珍珠港的背景音乐了 杰克逊毫不犹豫地点头 他甚至还打算为了这首曲子 在单独家拍几个大气的镜头 因为他实在太欣赏这首曲子了 苏泽看向沉默的劳伦斯 劳伦斯先生 不知道你对这首曲子有何高见 劳伦斯身为制片人 对电影音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曲子里的钢琴和提琴 有着娓娓到来的力量 就像是经过战争硝烟弥漫 经过时代变迁的跌宕起伏 他无法说出违心的评价 曲子写得非常好 灰红的气势非常富有感染力 和电影主题也完美匹配相容 说是为珍珠港 而声也不为过 苏泽微扬下巴 还记着刚才他刚才对顾成的出言不逊 劳伦斯先生 现在您知道顾成的钻石认证是如何来了吧 劳伦斯能说什么 他还能再说什么 劳伦斯对华夏歌手的偏见 已彻底被顾成用音乐才华粉碎 他总算知道杰克逊追求的是什么 也完全理解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靠什么征服了IFPI的评委 他由衷诚恳地向顾成道歉 对不起 我问我刚才的鲁莽言行道歉 你是个非常棒的歌手 有机会 我一定会去购买你的专辑 谢谢 顾成大方地表示 您要是不介意 我可以让经纪人帮忙记几张专辑过来 那真的太好了 劳伦斯非常满意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酬劳 在谈酬劳之前 我还有个问题 顾成倾笑 不知道珍珠港 是否已经有主题曲 主题曲已经定下了 怎么了 顾成一脸遗憾 当初在创作Tennessee的同时 我还顺便创作了一首歌曲 现在看来是与电影无缘了 劳伦斯惊喜道 你还创作了主题曲 曲子带来了吗 可以给我们试听一下吗 杰克逊追问道 顾成点头 拿出另一段音频 这首曲子叫Daryl B 是由我原创 和我女朋友苏琪演唱的 杰克逊文言更期待了 他是见识过苏琪的嗓音的 那首Viktory 被他演绎的大气磅礴 悲壮婉转 他迫不及待地拿去播放 When you think back in 50 times 当我回首往事 And see dreams we left behind 还有那些 我们没有完成的梦想 I'll be glad cause you watch bullshit target 我是多么的庆幸 To have you in my life 我的生命中有你 前奏刚刚响起 优美玉尔的钢琴旋 就成功抓住全场的心神 然后是苏琪清澈空灵 婉转大气 极具穿透力的神级嗓音 惊艳 完美 杰克逊的脑海 被这两个词充斥 他从未想过 一个东方嗓音 居然能将英文歌曲 演绎得如此荡气回肠 感人至深 曲子以古典浪漫气质乐音为核心 从柔情似水的钢琴音调里 缓缓带出悲壮悠扬的古典弦乐 他听起来 就像是人们心中 爱情最美的样子 甜淡轻柔 却无比真挚感人 固承细细观摩众人的反应 有些歌曲不是因为烂大街才优秀 而是因为优秀才烂大街 Daryl B 由美国乡村国民天后费斯 希尔演唱 被用作战争让位爱情的史诗级电影 珍珠港的主题曲 他的嗓音浑厚 幽远 辉红的气势 完全不亚于习林 迪翁当年的My Heart Will Go On 因为歌曲实在经典 当年阿妹还买断了这首歌的外语版权 唱了一首中文版的 排山倒海 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 那些粗织烂造的音乐 在Daryl B 这样的经典面前 真的感觉不值一提 歌曲逐渐进入高潮 In me dreams I'll always I'll sorry about the test 在我的梦里 我总是看见你在空中翱翔 In me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real for all my life 在我的心里 永远都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I'll keep a part of your wing 我会一直珍藏对你的记忆 Andy very where I am Daryl B 不论我到哪里 你都会如影随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当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 顾成都会莫名地恍惚 与其说是在听歌 不如说是 追一起当时的人和事 顾成第一次听到 Daryl B 是在环球流行电影精选的 电视节目上 那时电视机还是黑白的 顾成虽然年纪小 但也为音乐里的旋律 和嗓音深深着迷 那蓬松的金色短发 但褐色的眼睛 还有美丽的交融和身材 也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印记 或许是心有灵犀 当那句 Andy very where I am 3Ruby 响起时 苏七下意识侧头寻找顾成 眸光清澈如水 清晰倒映着顾成的身影 陈其两人胡作非为时 被他咬的尖头 突然开始隐隐作痛 疼痛一路蔓延至心口 丝丝麻痒 盘踞在他的心口作祟 顾成遵从本心 无声地扣住苏七的手 与他食指交缠 时光流逝 那个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兜兜转转 在另一个世界 找到了属于他的命定女神 随着音乐段落起伏 苏七的亲情演唱 也进入尾声 Andy very where I am 3Ruby 不论我到哪里 都有你相依 Daryl B 有你相依 这首歌歌词简单而深刻 却划过了所有人的心灵 唱出了他们的恋伤心声 多少人想拥有一份 牵手就能结婚的爱情 却活在上了床 都没有结果的年代 杰克逊也为歌曲里 倾注的情感 而深深动容 这首 Daryl B 我们也要了 顾成故作惊讶道 可是影片不是已经有主题曲了吗 谁说有主题曲了 劳伦斯看向杰克逊 两人视线交替 我们的影片 有主题曲了吗 杰克逊肯定的附和 之前没有 现在有了 两个老伙计默契一笑 自珍珠港拍摄以来 他们头一次在配乐方面 达成一致的共识 主题曲是电影综合艺术的 有机组成部分 在能突出影片的抒情性 戏剧性和气氛方面 起着特殊作用 优秀的主题曲 还能起到宣传电影的作用 Daryl B 这首曲子 值得他们破例 歌曲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音乐酬劳的问题 在好莱坞 一部电影普通配乐师 大概能拿到100万美元 顶级配乐师 则通常在300至400万美元 还不包括后续的版税收入 严格来说 顾成在好莱坞影视配音 只能算新人 但他刚拿下钻石认证 而且现在在全球 都有不俗的人气 而且 两首曲子质量又高 双方经过协商后 顾成最终以250万美金 和环球影业达成合作协议 这个价格 双方都满意至极 因为顾成这两首歌曲 直接升华整部影片的主题 这200多万美金 能给环球换来几千万 乃至1亿美金的票房 签完合同后 顾成还和杰克逊导演 聊了一下音乐创作的灵感 以及对电影的感想 珍珠海太漂亮了 我建议您可以在影片里增加 可以一些云海的镜头 来做宣传卖点 杰克逊正有此意 他诧异道 你怎么知道 我打算增加镜头 所谓的战争片 不就是把所有美好呈现给观众 再打破 他不是吗 顾成抬头看了一眼对面 苏七正在劳伦斯的带领下 兴致勃勃地观看电影后期制作 他压低了声音 杰克逊导演 如果您打算加珍珠海镜头 我有个不情之情 就是 您到时候去夏威夷补拍镜头的时候 能不能顺便带我们一起 杰克逊眯起眼 你想带你的女孩去看云海 顾成笑着点头 我们预计会在这边待半个月 我想在回去前 送给他一个特别又浪漫的回忆 杰克逊也是过来人 也曾经为博心爱的姑娘一笑 制造各种浪漫和惊喜 所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乐意之至 离开环球后 苏七忍不住感慨 没想到 他们还真的买下了两首歌 几百万美金 却能为他们带来几十倍的票房 他们没有理由不选 说到底 还是你厉害 苏七跨住顾成的胳膊 顾成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顾成想了想 我们先去迪士尼交稿 结束后 我带你去吃饭 然后再去迪士尼游玩 那我们可以去鬼屋吗 你还有这个爱好 苏七吐吐蛇 我没有去过 听他们说 很好玩很刺激 所以有点好奇 看他不知天高地厚 顾成决定 丑话说在前头 我先声明 去可以 哭了可别怪我 我绝对不会哭的 不就是鬼吗 都是人假扮的 怎么可能吓得到我 大言不惭的苏七 还不知道 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地狱画风 迪士尼电影公司 在全球动画领域拥有绝对的统治力 但是迪士尼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想要开拓更多电影市场 在17到18世纪期间 欧洲资本主义海外扩张 远洋商贸活动频繁 海盗劫略猖獗 所以 海盗文化在欧美流行文化中 一直具有根深蒂固的深远影响 自电影媒介诞生之初 海盗黄金时代的传奇故事 就是全球观众喜闻乐见的冒险动作素材 海盗电影在大荧幕和小银屏上层出不穷 故城接到的好莱坞另一个配乐订单 就是迪士尼奇幻冒冒险大片 加勒比海盗 跟着杰克混 三天饿酒顿 海上亡灵千千万 杰克船长惹一半 迪士尼这部 加勒比海盗 主角自然也是海盗 主角遵守的是海盗法典 追求的是财富自由 喜欢的是狼母酒和女人 虽然同样是奇幻家冒险题材 剧情跟前世却有天壤之别 但巧合的是 船长同样叫杰克 导演史密斯也是听了Victory后 觉得顾城的作品灰红大气 能为影片主角打造一首出场BGM 所以对顾城抛来了橄榄枝 迪士尼对BGM只有一个核心要求 那就是霸气 自由 既然是海盗的BGM 没有哪首比杰克船长专用BGM He is a Pirate更适合 每当杰克船长将剧情推向高潮时 这首音乐就会随之响起 这是一首感人的 有气势的自由之歌 他将自由诠释的天衣无缝 顾城是在影棚见到导演史密斯的 男人越老越有味 这句话用在鬼才导演史密斯身上 再合适不过 他不仅能创造奇迹般的电影票房 更是能将商业与艺术并驾齐驱的鬼才导演 史密斯跟顾城早就视频交流过多次 也听过一小节BGM 他对顾城非常欣赏 一见面 史密斯就先恭喜顾城 顾城 我的好兄弟 恭喜你获得IFPI的钻石认证 谢谢 顾城为他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苏七 史密斯导演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史密斯一眼就认出苏七 我听过你的歌 你本人跟你的声音一样美丽 谢谢 一番寒暄过后 顾城把音频交给了星级的史密斯 这首曲子叫 He is a Pirate 是我根据您的要求创作的自由之歌 也就是您口中所说的海盗专属 BGM 拿到音频 史密斯迫不及待地拿去播放 旋律一起 所有人都有些失神 这首曲子 太他妈惊艳了 这哪里是音乐 这首歌简直就是索马里国歌 乐曲整齐雄壮 整体欢快激昂 犹如狂风骤智 巨浪摔下甲板上般震撼 将那千军万马的磅礴 惊涛骇浪的狂怒 体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有种令人无名的冲动 身体各个感官随即紧张起来 感觉毛发竖起 血液翻腾 听着这个激昂的旋律 史密斯导演的脑海中 似乎就浮现海盗们迎风站立在船头 紧握绳索 跳往前方的场面 那股航向未知的激情令人向往 他不由地闭上眼 仿佛感受到无尽汪洋中的巨大漩涡 吞噬了时间 空间 甚至一切 真子钻电视 没有配乐他能叫 你去上厕所 没有口哨 你能尿 史密斯一直认为 觉得海盗出场 就该自带BGM He is a Pirate 这首曲子 太适合海盗了 这首自由之歌一响起 海盗的饭 就能直接深入观众的毛发 摇悍他们心灵 加勒比海盗 这部电影 一半 所以史密斯听完后 猛的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神情亢奋无比 就是他了 这就是我要的曲子 史密斯激动上前 给了顾成一个热烈的拥抱 兄弟 曲子真他妈然爆了 旋律激情洒脱 风格大气不羁 海盗站在船头扬帆起航的感觉 立马就走了 这个BGM放进影片里 就是一条破船 我都能给他开出航母的气势 这里是影视后七制作中心 在场还有不少工作人员 他们都参与了影片制作 所以知道 顾成这首曲子与影片 究竟有多么般配 全场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对着顾成鼓掌欢呼 曲子写得太棒了 旋律很劲爆 我听得热血澎湃 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之歌 众人热血沸腾 给予这首 PSA Pirate最热烈的掌声 顾成被热情的工作人员给包围了 谢谢大家 史密斯非常好奇 兄弟 你究竟是如何创作出如此热血激昂的旋律的 顾成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看了一些加勒比的海盗传说 然后产生的灵感 你他妈真的是个音乐天才 史密斯从毕业开始就在好莱坞闯荡 已经跟电影打交到了二十多年 在这期间 他跟无数的配乐师有过合作 顾成是史密斯至今为止 合作过的配乐师里 最年轻也是最有才华的 配乐有两种极端而相对的观念 一种是尽量突出 令人强烈地感受到 另一种是尽力融入电影的结构中 如配音般的令人不易察觉 这两种观念 只要能够与整部电影的结构 做巧妙的配合 就可以产生极大的力量 配乐的争议就在这个配置上 加勒比海盗影片下的杰克 是个孤独的海盗 他随身携带狼母9 还有一个指向自由的罗盘 他享受在海上的生活 飘飘荡荡 放荡不羁 每上一次港口 都会留下一段风流运势 他义正义邪 诙谐幽默 爱耍小伎俩 但见到邪恶 还是会挺身而出 就是这个崇尚自由的男人 却在加勒比海域 跟美人鱼产生了爱恨纠葛 这首He is a Pirate 简直就是为影片主角 杰克良申定做的BGM 最后 这首海盗的天花板之歌 不仅让史密斯的DNA疯狂躁动 也让顾成成功拿到了 120万美金的酬劳 仅仅半天时间 顾成就拿到370万美金酬劳 不得不感谢大神汉斯 寂寞 顾成其实也不想逮着他一个镜毫 狮子王 功夫熊猫 星际穿越 神奇女侠 到梦空间 几本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 都为寂寞大 神的曲子配过MV 所以 顾成今天才连着毫了他两次 除了这种看得见的进展 这些电影配乐 还有别的隐形收入 比如海外演出 想到这 顾成试探开口 史密斯导演 不知道电影预告 大概什么时候出 影片这个月就开始宣传了 预告大概就是这几天出 怎么了 是这样的 顾成组织了一下语言 这首曲子 是我和自由乐团 共同完成录制的 下个月 他们在欧美有几场艺术演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到时候 打算让他们顺便演奏这首主题曲 这样也可以宣传电影 那太好了 史密斯求之不得 加勒比海盗准备上映了 你们到时候参加演出 我们这边会顺势推出第二波预告 苏奇好奇道 那这部影片 大概什么气候上映 已经在排片定档了 具体时间还未确定 但在圣诞节之前就会上映 顾成环顾四周一圈 影片不是还在进行后期制作吗 时间这么急 影片能赶得出来吗 说到这个 史密斯叹了口气 加勒比海盗 这部影片的灵感 本身就来源于迪士尼乐园 准备开放的同名主题乐园 迪士尼筹拍这部影片 除了试水外 其实更多是为了宣传 迪士尼乐园的同名景点 顾成了解了 圣诞节前后那段时间 是迪士尼人气最旺 客流量最高峰的时候 影片想要达到宣传目的 就必须要在圣诞节之前 就开始上映 在欧美人的观念里 自由和爱情任何东西 都无法与之权衡 他们会为之奋不顾身 哪怕头破血流 哪怕身败名裂 除了奇幻和爱情 影片还侧面批判了 东印度公司的种种罪行 那就预祝 加勒比海盗 电影票房大骂 谢谢 史密斯拍拍顾成的肩 你们难得来一次好莱坞 要不然 我明天带你们在洛杉矶 好好玩一选 不用 我们明天就离开洛杉矶了 顾成倾笑 看向苏七 我们明天打算去拉斯维斯家 去参加EDC电影节 EDC音乐节全名是 Electric Daisy Carnival 储局电影嘉年华 是神受Rivers追逐的 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 于比利时 Tomorrowland Miami Ultra Music Festival 并称为全球三大电子音乐节 EDC从开张到现在 年年的阵容都是好到报表 多样的曲风以及舞台 可以为保绝大部分玩家们 这样的神仙阵容 才引来了世界各地的Riverman 前来朝圣 一入电影深四海 顾成一直都想亲自见识一下 这个世界电影节的魅力 史密斯一脸惋惜 那真的是太遗憾了 明天分别后 下一次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机会再见了 顾成想了想 史密斯导演 我有个是想麻烦你 你可以给个通行证我们 让我们提前去感受一下 加勒比海盗的主题公园吗 史密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要什么通行证 我亲自带你们去 盛情难去 顾成他们 最后还是败倒在史密斯的热情下 如果说迪士尼的动画片 是线上赚钱 那么迪士尼乐园 就是线下吸睛场了 漂亮国著名动画大师 沃尔特迪士尼 几十年前在洛杉矶南部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迪士尼乐园 这座以迷老鼠 唐老鸭等经典动画人物 为主的主题乐园 给大人小孩 都构建了一个童话王国 在史密斯的带领下 顾成他们 有幸抢先体验了 迪士尼乐园海盗的主题公园 迪士尼为了宣传这个海盗景点 不惜赤巨资拍电影来做宣传片 那这个海盗主题 自然就不可能做得太差劲 整个海盗冒险板块的玩法并不刺激 但是很有意思 体验感非常震撼 顾成三人乘坐海盗船一路漂流 沿途就是实景布置 和剧目电影相结合 从潜入海底寻宝 到穿过美人鱼和海妖区域 随后发生夺宝大战 不仅各种设施道具逼真 5D立体画面效果也非常壮观 就连剧目特效 冲撞感 声音特效等都让人身临其境 苏琪成名的太早 并没有机会去过游乐园玩 就没有过这种游玩体验 所以 他杂杂乎乎的 兴起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看到精彩的 就抓着顾成的手 使劲摇晃 顾成 你看那个美人鱼好漂亮 这效果真的绝了 这么多的宝藏 要是安然在这里 肯定会尖叫 到巨型章鱼从海底 缠着海盗船盘卷上折断旗杆 将船拖入海底的时候 苏琪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这效果 未灭太真实了 顾成看向史密斯 这些都是影片里的镜头吗 绝大部分都是电影镜头 还有一些是另外定制的特效镜头 顾成有些许恍惚 上万针镜头 开始在他眼前交织闪过 罗盘针 巨魂关 世界镜头 布老拳 三叉截 永不沉默的黑珍珠号 冥阳四海的海盗船说 顾成开始想念那个烟熏庄 鬼机灵 桀骜不逊 一生追求星辰大海的捷克船长 整个漂流过程大约二十分钟 全程都惊险刺激 充满神秘感 尤其是海盗船从海底浮起来 被各种海盗船团团围攻的场景 简直就是身临其境 出来后 顾成联合苏七一起给史密斯挖坑 他把前世加勒比海盗的大致情节 当做故事一样 说给史密斯听 史密斯瞬间就被魔幻的故事情节吸引 顾成 要不是电影已经拍完了 我一定会采用你的剧本 现在也不晚啊 苏七贴心地提醒他 史密斯导演 如果电影票房大爆 您可以选择拍续集不是吗 史密斯文言心头一动 如果 加勒比海盗票房大卖 那么迪士尼搞不好 真有可能考虑第二季 甚至第三季都是有可能的 他在心底盘算了一下 这部影片启用的都是新人演员 烧钱的都是特效和场景 整体预算算下来大概在一 五亿美金左右 按照正常电影的分账比例 票房要达到制作总成本的三倍 迪士尼才有可能吃拼 顾成 你有没有把握 把刚才的故事写成剧本 顾成点头 没问题 史密斯想了想 顾成 我们来做个约定怎么样 如果 加勒比海盗 有机会出第二部 你就把刚才讲的海盗剧本写出来 到时候 我亲自帮跟迪士尼牵线搭桥 买下你的版权怎么样 这正和顾成之意 我完全没有意见 那这么说 就一言为定了 史密斯和顾成 击掌为盟 只要票房突破五亿美金 我们就一起合作 如果没有 那你就当我没说过 一言为定 有史密斯在 顾成他们玩游戏 完全可以不用排队 他们也没有去插队 只随意玩几个冷门的项目游玩 吃过饭后 开始进入苏七最期待的鬼屋环节 迪士尼早前拍过电影 幽灵公馆的暗黑恐怖电影 所以也有恐怖主题景点 为了照顾更多的粉丝 迪士尼特地在民间 征集各种闹鬼的故事 在融入欧美所喜欢的恐怖情节 打造了一座亡灵公馆的主题鬼屋 许多人都喜欢 把心爱的人的骨灰 撒在迪士尼乐园 希望他们永远长存欢乐之地 他们尤其喜欢将亲属的骨灰盒 伪装成药品 带进迪士尼的鬼屋里 游客们估计也不会料到 如今的幽灵公馆 真的游荡着来自全世界的亡魂 圈内甚至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 只有将骨灰撒在迪士尼乐园 才能称得上是迪士尼真正的骨灰级粉丝 头一次进鬼屋 苏其心里是既忐忑又兴奋 进去还要千生死状 服务员避重就轻 很抱歉 每一个进鬼屋的游客 都规定要签免责协议 鬼屋内光线完全昏暗 所以 鬼屋管理方也会事先 与每个游客签好免责协议 一旦进去鬼屋的游客 被吓出什么事情来 鬼屋管理方可以免责 苏其打句道 请问我们可以自行携带武器吗 不如棒球棒之类的 服务员言辞拒绝 不行 请你配合遵守游戏规则 不要试图伤害我们的工作人员 虽然做好了心理建设 但进入鬼屋后 苏其就反复提醒自己 里面都是假的 没什么好怕的 可真的到了那种环境中 又还是忍不住放松 那种灯光 氛围 声效 甚至冷气什么的 随便一个都很容易让苏其产生代入感 他下意识挽住固承胳膊 固承看着被他钻得死紧的衣服 还有他那又饮又菜的神色 七七 你害怕了 有一点 视频上看着 就像二弟的图 进来才发现 这特么是六弟的 苏其上下打量固承 有些不解 固承 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怕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恐怖 说起第一次进鬼屋 固承忍不住好笑 当时鬼屋那里面 吊着个连着机关的骷髅头 有人经过的时候 会突然从旁边飞出来 最后被顾承一拳给干碎了 最后赔了一百块 经过九叔这么多年的熏陶 顾承对于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抵抗力 两人继续深入鬼屋 苏其经常会在不起眼的小角落 里面发现烟红色的血迹等 诡异的光影效果 以及令人站立的场面 都逼真的不像话 工作人员扮演的鬼魂 丧尸 在各个角落做些小动作 他们化妆的水准 完全是电影级水准 他们潜伏者随时打算 让你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苏其刚进去的时候 各种小心谨慎 然而并没有鬼怎么攻击理他 结果 他刚刚放松警惕 砰的一声 一只鬼穿着白大褂 踢着血淋淋的人头 从天而降 吓得他差点起飞 啊 苏其尖叫逃跑 然后咚的一声 他就撞到顾承怀里 狠狠地磕在他的下巴了 那个酸爽 可比被NPC暴击要觉得多 苏其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顾承 你下巴好硬 琪琪对不起 顾承不断亲着他的额头道歉 被强行喂狗粮的NPC 只能默默地走开 琪琪 我们这样玩没意思 你要不要玩点刺激的 苏其一下顿住 什么意思 顾承低声在他耳边低声解释 机会很快就来了 拐过一个墙角的时候 苏其听到身后地面上 有踩到砂石的声音 可这里只有他和顾承两个人 那么这个不是玩家 就肯定后面不是游客 就是鬼咯 苏其兴奋地在拐角处躲好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来越近 他算准时间 然后蹭地蹦出来 用尽力气去尖叫 那叫一个声嘶力竭 啊 啊 上帝 救命 啊 对方疯狂大叫 他连一句卧槽都喊不出 直接撒鸭子就开始跑 带倒一连串的道具设备 看见对方夺命狂奔 苏其忍不住 捂着嘴咯咯咯咯地笑 那圣人的笑声 让游客跑得更快了 嘿嘿 摆平一个了 他明显玩上瘾了 兴致勃勃地吐槽道 这游客真不惊吓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苏其眼睛一亮 你的意思是玩NPC 顾成裂开嘴 笑容在灯光下 怎么看怎么诡异 七七 今天我就教你玩一下 反课为主 很快 他们就进到了一个 满是尸体的房间 顾成站在门口打量半响 然后根据经验 判断了NPC的位置 两人对视一眼 轻手轻脚地走到他年前 很快 酒后不到玩家的NPC 就主动先开白布 啊 NPC触不及防下 被吓了一跳 疯狂地尖叫逃跑 苏其就在后面狂追 就这样 顾成和苏其两人 在鬼屋里疯完一通 吓得NPC和游客崩溃乱叫 成功反课为主 在监控室 看着这一切的史密斯 默默为众人祈祷 最终两人 被所有NPC联合请了出来 苏其忍不住嘟囊 顾成 我都没有尽兴 那些NPC 我都没有吓狗 下次吧 下次我带你去玩 更刺激的狼人逃脱 一言为定 史密斯暗抽口气 默默地跟他们拉开距离 顾成和苏其封完了一晚上 早就饿的鸡肠鹿鹿 一回到罗斯福酒店 他们就去了隐藏在酒店二层的 保龄球馆的 Das Bear Room餐厅 这家老派酒吧间游戏厅 有两条老式保龄球道 和定制的多米诺骨牌 非常具有博彩店的氛围 餐厅的鸡尾酒非常有名 是洛杉矶最好的鸡尾酒之一 点餐的时候 苏其的视线一直不离八台 顾成 我可不可以点一杯长岛冰茶 长岛冰茶 顾成动作一顿 温声提醒他 七七 长岛冰茶可不是茶 它的酒精度数高达四十度 你这点酒量确定要点 喝醉了 不是由你照顾我吗 就是因为酒量不好 所以才要点 苏其想给自己壮胆 怕顾成不同意 他抓着他的手轻晃 顾成 舅舅给我点一杯吗 苏其平日里极少撒娇的 这一双美目湿漉漉的 顾成怎么可能招架得住 麻烦再加一杯长岛冰茶 他把菜单合起 交给服务生 今天怎么想要喝几尾酒 你也知道我以前过的 都是循规蹈矩的生活 像今天玩得这么疯狂 还是第一次 苏其挑眉 你不觉得 应该为今天庆祝一杯吗 真是这样 嗯 苏其大概不知道 他心虚或者撒谎的时候 总是不敢支持自己 顾成没有继续戳穿他的小心思 长岛冰茶被奉为尸身酒 由四十度以上的精酒 福特加 白朗姆 龙舌兰家成为利口酒 被上可乐调制而成 味道虽然不错 但后劲不小 很容易让人上头喝醉 等吃完饭回房时 苏其已经有点微醺 一进房就整个人埋进沙发里 顾成健壮 直接将他禁锢在身下 往他鼻尖直青 背轻的发痒 苏其忍不住咯咯的笑 好痒 顾成没有理会 往耳阔一动 不要 我一身汗 好臭 没关系 我不介意 待会我们还可以一起写 鸳鸯欲 那自己不得被生吞活泼了 苏其伸手捂住他的嘴 不断地推他 不行 我想去洗澡 顾成无奈地松开他 苏其立马爬起来 去拿换洗衣物 你能自己洗澡吗 喝醉了也不耽误洗澡 再说我现在 又没喝醉 目送苏其进入浴室 顾成忍不住提醒 七七 不许锁门 你这样子 我不放心 知道了 很快 稀里里的水声就响起 水汽阴晕 弥漫了整间浴室 顾成收回视线 抓紧时间处理华夏的业务 朱仙的剧情 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等回去之后 差不多就完结了 游戏的开发进程 也还算顺利 至于 湄公和行动 演员已经全部进入特种部队 接受特殊训练 林涛在官方支持下 也成功获得东南亚持枪许可 正准备着手在那边搭建摄影棚 等顾成回去 剧组也就差不多可以开机了 在他回信息的时候 浴室突然光当一声 顾成立即丢开手机 起身去查看 七七 我没事 就是犯困 不小心弄碎了面霜而已 苏七站在化妆镜前 一脸无辜 脚下散落着玻璃化妆品碎片 顾成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 然后上前将苏七拦腰抱起来 苏七顺势勾住他的脖子 不让自己往下掉 顾成 面霜 等下我再收拾 大床深陷 苏七乖巧地靠在顾成的臂弯里 昏黄的灯光下 他明眸厚齿 五官精致 白嫩的肌肤 泛着粉红的光泽 就像坠入凡间的勾人天使 七七 嗯 你醉酒的样子 有点可爱 那你喜欢吗 喜欢至极 苏七唇角微微地朝上弯 让人止不住想亲一口 顾成这么想的 也这么做了 他一下一下地倾它 就像是对待什么西式珍宝 每一下都极尽温柔 苏七的身体 就像带着雌性 而他就是 被他牢牢吸引的铁 顾成切身体会到 什么叫尸骨的欲念 他想要它 全身每一个细胞 都叫削着要它 但轻着轻着 顾成就发觉不对劲了 苏七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没了声响 顾成抬眼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在他怀里睡了过去 呼吸轻浅而均匀 一股挫败感袭上来 顾成即是无语 又是好笑 点完火后 居然又自顾自地睡着了 刚刚还在兴风作浪的手 转瞬间又温柔地 给他噎好被子 顾成最后 还是跑去冲冷水澡 苏七这一觉睡得很香甜 一觉睡到了近十点 醒来时 顾成正在床边摆弄镜头 苏七的意识还未清醒 对着镜头惊笑 早 你在干嘛 拍睡美人 顾成放下相机看向他 目光有几分忧怨和委屈 七七 你还记得 昨晚发生什么事吗 昨晚 就是在你睡着之前 苏七眨了眨心眼 随着意识 逐渐清明 记忆也慢慢回笼 最后停留在顾成亲吻他的时候 自己 这时又成功逃过一件 松了口气的同时 苏七心底又莫名的有几分心虚 赶紧转移话题 那个我们订的几点机票 下午一点的机票 你还要再睡一会吗 不睡了 苏七坐起来 看顾成收拾行李 顾成把所有的镜头套上防护套 再小心地放进行李箱里 在一堆的相机和镜头里 一支高音索娜夹在其中显得格外强颜 顾成 我是真的没想到你会玩索娜 而且还要在电影表演 索娜一响黄金万两 索娜出征 水雨争风 顾成黑黑一笑 也是时候让老外见识一下 我们东方的炸场神器 让他们体验体验坟头奔迪的感觉 这次去参加EDC电影节 他们并不只是单纯去狂欢奔迪 在顾成拿下钻石认证的时候 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就通过海外代理商 跟他取得了联系 众所周知 迈克尔风格多变 不仅爱玩流行音乐 摇滚乐 还是个电影狂魔 也出过几首流行电影 这次EDC电影节 迈克尔也在主办方的受邀之列 顾成为他创作了一首劲爆的电影 届时 他们除了会一起上台演奏外 顾成还有自己的机会 百般乐器 唢呐为王 不是升天 就是拜堂 千年琵琶万年争 一把二胡拉一声 唢呐一 想全剧中 不就是一个电影节 什么合成器 也没咱东方流氓乐器 唢呐大 只要唢呐在手 即使是遇到百大电音 顾成照样可以手拿把掐 拉斯维加斯 不愧是世界堵城 顾成一下飞机 就发现 机场都有无数台饺子机 而且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迈克尔居然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他们 因为 最近经常通过视频交流 所以彼此见面也不陌生 迈克尔热情地拥抱顾成 嘿 顾成 我的好兄弟 终于见到你了 很高兴见到你 迈克尔 你好 迈克尔 苏七 你真人比视频更漂亮 谢谢 互相打完招呼 迈克尔热情地帮他们行李放好 走 我带你们去酒店 谢谢 你们吃过午餐没有 等一下我带你们去吃自助餐 顺便带你们认识一些DJ朋友 全球再也没有一个音乐节的现场 能嗨得过电音节了 在那里 你会卸下所有压力 忘却一切 尽情地跟着音乐摇摆跳动 电音节塑造了一个 可移动的乌托邦世界 而EDC作为世界性质的音乐节 在全球很多地方都会举办 而在Vegas的EDC 是全球最精彩 最值得去的一个 每次EDC期间都有几十万 甚至近百万的人来到拉斯维加斯 参加为期三天的狂欢嘉年华 酒店基本都订不到 迈克尔给顾托他们安排的 是距离EDC最近的五星级酒店 因为他们是情侣 所以迈克尔还非常贴心地 为他们准备了豪华情侣大房 床可以震动的那种 然后又带着顾托他们去大堂 去酒店的自助餐厅吃饭 顾托心想 全世界的DJ 大概都聚集在拉斯维加斯了 在酒店的餐厅 随处可见各种知名DJ 迈克尔遇到熟悉的 会从中为顾托引荐 大部分人会持友好的态度 但也不乏心高气傲的 比如眼前这对主动找上门的 挪威双胞胎DJ组合 骑士 玩电影的DJ很多 但双胞胎一起玩 还玩出名堂的 却并不多见 这对双胞胎DJ组合 在全球圈粉无数 在油管上拥有大量粉丝 是今年百大阵容里 人气排名前十的DJ组合 迈克尔 好巧啊 我带个朋友过来吃饭 迈克尔主动为双方介绍 故称 这是挪威的知名双胞胎DJ骑士组合 哥哥杰特 弟弟杰米 这是华夏歌手顾承 前阵子刚拿下 IFPI钻石认证的就是他 这是他女朋友苏七 是华夏流行天后 顾承和煦一笑 正想跟对方打招呼 对方却连一记正眼都没给他 反而阴阳怪气地开口 华夏人 迈克尔 我听说 你这次要带个新人上台 该不会就是他吧 迈克尔嘴角的笑容沉下来 杰特 顾承是我的兄弟 请你说话注意点 都是玩音乐的 顾承的大名 两兄弟早有耳闻 但知道可不代表认可 所以杰特完全不买账 迈克尔 你自己来插足电音圈也就算了 怎么还把一个华夏人 带上我们EDC的舞台 迈克尔皱眉反驳 顾承上的是我自己的舞台 占用的也是我的演奏时间 关你们歧视什么事 杰米完全不认可 迈克尔 你这么说 可就不对了 能站上EDC舞台的 哪个不是电音圈里 数一数二的DJ 你把一个华夏人 带上EDC的舞台 岂不是拉低我们百大DJ的档次吗 张口闭口都是华夏人 骑士两兄弟从头发撕到脚趾 都透露着对顾承 对华夏电音的鄙视 这让素来脾气温和的顾承 也忍不住怒火中烧 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听说你们叫骑士组合是吧 电音圈什么时候 也玩起种族 骑士这一套了 还是就你们骑士喜欢搞特殊 顾承的声音不小 这边的动静 立马引来餐厅不少人侧目 甚至有好事者用手机录像 好歹是公众人物 就算心底再怎么鄙视 种族骑士这种帽子 骑士两兄弟也不愿被当众扣上 所以杰特立马冷着脸反驳 你别胡说 我们骑士那是讲究实力 从始至终在百大DJ里 就没有出现过华夏人 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们并不是骑士 而是我们讲的每一句都是事实 你们华夏的电音目前就是不行 华夏人起码十年内都进不了DJ百大 顾承承认 国内电子音乐的发展 整体落后于西方国家 所谓的电音爱好者 大部分还是EDM粉 甚至还有可能分不清 广义和狭义电子音乐的区别 但那又如何 华夏再怎么不堪 顾承也听不得别人 当众将华夏的电子音乐尊严 踩在脚下 顾承冷横 既然你们跟我讲实力 那我们就用实力说话 这里是拉斯维斯家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我赌一场 米特不屑冷横 怎么赌 顾承看向他们 这场EDC音乐节 我记得官方会全场直播 我们就用官网各自的视频点击率来打赌 从视频发布之初开始计算 不能拉票 不能违规操作 24小时里 谁的视频点击率最高 谁就胜出 两兄弟对视一眼 一时摸不清顾承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样 麦克尔一听就急了 顾承 你这样赌 可就吃亏了 其实在油管有几千万粉丝 你只有不到一千万的粉丝 怎么跟他们比 顾承信心十足 放心 我绝对不会输 米特冷笑 你要是输了呢 是不是立马滚回你的华夏 顾承霸气宣言 我要是输了 我就退出欧美乐坛 并且退回IFPI的钻石认证 并承诺余生不再踏入欧美半部 但要是你们输了 就要退出电音圈五年 并为今日的行为 在油管发脸书 向华夏人道歉 道歉短时间会让口碑下降 但只要公司买点通稿洗洗 不会对他们的人气 形成多大影响 但电音圈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 别说退出电音圈五年 就是退出三年 也基本等同于告圈了 即使局势对自己更有利 但其实两兄弟 泛步着跟个华夏人 赌上彼此的音乐前程 所以两兄弟迟疑了 苏琪早就知道有这一出 所以早就拿出手机录像 同时不忘出言嘲讽 怎么 其实赌不起是吧 赌不起就证明你们没实力 现在去脸书向华夏人道歉 我们可以大度点 既往不救 谁说我们赌不起 杰米被激上头 气急败坏道 我们就跟你赌了 爽快 顾成怕他们反悔 连忙要求餐厅的人 给他们做见证 在座的客人 你们大部分都是电音圈的知名DJ 你们今天可都看见了 我今日顾成和骑士组合 以EDC舞台一日点击率为赌注 赌上双方的音乐前程 他日若是有人赖账 麻烦诸位帮忙做个见证 米 希望到时候 你们别说了别不认账 等双胞胎一走 迈克尔后悔自己没拦住顾成 顾成 你实在太冲动了 他们 顾成笑着打断他 迈克尔不用担心 你觉得我会输 单论曲子质量 你们不可能输 但是他们不会乖乖遵守游戏规则 没事 我输得起 即便骑士那边耍手段 导致顾成输了 他也不带怕的 他的实力不需要用奖项证明 那个所谓的钻石认证 他也并不是很稀罕 至于不让他混欧美圈 顾成还可以转战东南亚 而且顾成没明说的是 他是个歌手 也是个音乐制作人 他还可以捧别人去混欧美圈 只要顾成想 他可以捧出一堆的张诚 许诚 王诚出来 所以那个赌约 对他不足为重 不过 顾成更想赢得漂亮些 距离EDC开幕 还有两天时间 顾成还有时间做准备 迈克尔 等一下你带我去舞台场地一下 我要看一下现场的灯光 顺便看一下 怎么提高胜算 吃完饭 我立刻就带你去 万众期待中 EDC电音节在周五如约而至 真正大牌和人气高的DJ 都是安排在最后一天出场 以迈克尔的流行天王的身份 他的舞台自然也是 安排在最后一天 所以前面两天 顾成和苏七可以尽情地狂舞放纵 拉斯维斯家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去参加电音节的姐妹 装束大多衣着性感 穿得都非常清凉劲爆 在出发之前 苏七为了hold住全场 收起了平时的清新妆容 不仅扎了霸气十足的高马尾 化了玉解气场装 还特地换上了一套露气热辣套装 两手套上十几串用来交换的 Candy手环 眼角和衣服上都贴上了 闪亮的钻石亮片 怎么样 好看吗 嗯 非常具有抑郁风情 顾成光说不够 还抱着他纠缠热吻 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很火辣 辣得他招架不住 去参加音乐节 除了摄像机 充电宝之类的必带品 顾成还带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国旗 前时顾成第一次去海外参加电音节时 现场各国国旗在人群里挥舞 但就连宝岛和香港都有好几面曲旗 但他愣是没发现一面红旗 自此以后 顾成无论去参加哪个音乐节 都会带上华夏那面红色的旗帜 EDC主办方对于安全问题非常重视 入场前都会有严格安检 几乎任何药品都不让带进去 就连眼药水都不能避免 狂欢的人数虽然很多 但主办方安排的秩序井然 顾成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一入电音物终生 在一百八十万年前的东非草原上 人类祖先光着屁股为一场雨的 道来欢呼雀跃 地球上就有了第一场蹦迪 电音是独特的 它无虚歌词 仅有旋律就能激荡人心 基本上只要你踏入电音的场子 你的肉体就不再属于你 它淹没在人群里 随着音乐狂舞摇摆 这一瞬间 肉体以及灵魂彻底分开 你只管尽情在黑夜中享乐欢呼 EDC共有九个不同风格的舞台 从黄昏到黎明 从入场到散场 顾成和苏七的肾上腺素 从不间断 亢奋感也从每一个细胞中不停渗透 除了持续通宵的电音派对外 EDC音乐节 还有盛大多彩的烟火表演 以及上万吨香槟和啤酒助兴 总之前面那两天 顾成和苏七 就是在舞台下尽情地释放 今天是狂欢的最后一天 人数比前面两天还要多 还要疯狂 迈克尔的出场时间 被安排在凌晨十二点左右 双胞胎骑士组合 排在他们之后一点 迈克尔演奏了几首自己的拿手电音后 音乐的节奏就慢下来 迈克尔朝舞台高声尖叫 接下来 我将给你们带来一首 我的全新电音单曲 The Spectre 这首歌曲是由华夏歌手顾成创作 今晚他会和我共同完成这首曲子 让我们掌声欢迎顾成 在剧烈的欢呼声中 璀璨的灯光 汇聚到舞台中央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顾成穿着宽松简单的黑白服饰 提着唆呐上台 自从Victory油管大火之后 顾成在欧美就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 再加上前阵子拿下了 IFPI钻石认证 让他的知名度大幅度上升 所以顾成一出现 便有人认出了他 天 全是顾成 华夏唯一喜爱的歌手 顾成和迈克尔 我在做梦吧 这简直就是梦幻联动 顾成居然也能上电音 卧槽 顾成居然拿着唆呐上台 拉斯维斯家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顾成甩了甩手中的唆呐 这是我们华夏的传统乐器 也叫流氓乐器 索呐 接下来 我会用它打破传统与流行的音乐边界 带你们现场感受 东方国粹电音的震撼与魅力 现在 检验你们栏杆质量的时候到了 说到这 顾成突然高举索呐 用尽全力挥舞呐喊道 Are you ready? 随着他摇摆的动作 舞台的灯光 也跟着跳跃舞动起来 全场热烈欢呼 口哨四起 看见这个场景 直播间沸腾了 华夏人对索呐 你见怪不怪 毕竟流氓乐器 可不是浪得虚名 能直接给你从出声吹到头七 但是用来吹奏电音 别说海外网友震惊 就连华夏的网友都集体傻了 索呐是什么乐器 没见过 为什么叫流氓乐器 居然拿索呐去炸电音节 牛批 索呐一想 爹妈白哑 这是要带老外坟头蹦迪吗 不愧是故称 灯光舞台骤然熄灭 黑暗中 一道如虚如幻的电子音效 倾泻而出 瞬间便激醒全场的耳朵 那种轻科幻擦拭听感的电子音效 实在太抓耳了 紧接着 带着电音的人生真声 惊艳了全场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Can you hear me as this pre-mire name 你是否能听到我呼唤你的名字 Hello 你好 你好 Dying in before I fade away 在我消失之前我们能否相遇 虚幻震撼的前奏 在衔接高亢嘹亮的人声 还有逐渐加强的古典响车夜空 全场气氛瞬间点燃 现场观众开始新一轮的疯狂尖叫 沿着未知的路一直走 Well I love all you 我们活着 我们相爱 我们活在谎言中 唱到这里 音乐循环已经濒临到临界点 古典和旋律同时加速到极致 万众瞩目之下 故城举起唢呐 张口含住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随即 一声尖锐的唢呐声乍响 哼 唢呐一响 燃爆全场 几乎是唢呐声穿透整个EDC舞台的那一瞬间 整个舞台的灯光都随着唢呐的起伏 疯狂地扫射全场 现场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呐喊和尖叫 所有人身上的毛孔全部打开 DNA开始瞬间就火了 迎接着东方流氓乐器的音乐洗礼 心脏随着唢呐的节奏疯狂跳动 跳跃 摇摆 C栏杆 唢呐吹出来的炸裂电音 让全场River 疯狂地舞动起来 一副要打开天灵盖 掀翻整个拉斯维斯家的架势 炸场 唢呐 真的炸场 直播间早就燃炸了 卧槽 这他妈就是国粹唢呐电音 什么叫流氓乐器 这就叫流氓乐器 我爱着手曲子 华夏唢呐电音YYDS 吹爆故城 居然用唢呐玩转电音节 别人都是乐器 你却是法器 唢呐大行施法现场 太炸裂了 就是埋进土里 也得给它摇起来 开启坟头蹦迪模式 掀开你的白布 跳起来 唢呐一响 乐队白仰 唢呐出众的音色和超强穿透力 一出场就形成了血脉压制 抢占整个舞台的焦点 听到这边的火热动静 其他舞台的人 纷纷涌向主舞台 EDC主办方官网 一共开启了九个直播间 分别对应九个舞台 故城所在的主舞台 在他吹唢呐之后 直播间人气急剧飙升 无数收到消息的华夏人 涌入直播间 在线人数直接碾压其他直播间 VIP后场区的世界DJ们 同样被眼前的这番盛况给惊呆了 天 迈克尔这首曲子太燃了 你们不觉得这个华夏的乐器 很震撼吗 这乐器叫索娜 跟萨克斯一样 都是可以直接秒杀乐队的乐器 我喜欢索娜 我要学这个乐器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其实两兄弟对视一眼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他们可是跟故城当众打了赌的 故城人气越高 人气也就越旺 输了的代价太过巨大 他们根本无法承受 看着嗨爆的舞台 双胞胎除了在心里肝煎熬 什么都无法做 Destpector在狂欢中落幕 迈克尔在台上疯狂呐喊 你们太棒了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故城 故城不负众望 接下来 我会给大家带来一首 华夏国风与电音相结合的歌曲 喜 英文名 Chinese Wedding 这是一首传统颠覆传统的曲子 讲的是女子出嫁之事 我将会和我女朋友苏七 共同完成演奏 来 舞动你们的双手 让我们一起感受 唢呐电音的震撼魅力 台下疯狂欢呼 用行动证明 他们对接下来的表演 究竟有多期待 故城守一台 舞台的灯光尽数熄灭 这首《喜》 是由葛东奇创作的古风歌曲 讲述的是女子的出嫁之事 歌曲中不仅有唢呐 二胡 琵琶等民族乐器 更搭配了rap 方言与戏腔 打破了常规的古风歌曲曲风 整首歌唱腔丰富 元素多变 将新娘出嫁的故事 叙述的比电影故事 还要完整曲折 歌曲中最亮眼的 便是唢呐的部分 将女子悲喜参半的出嫁情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 考虑到现场气氛 故城这次演奏的是 蛀牙改编的阴间版本 极致的黑暗中 舞台左侧突然亮起一束红光 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升起一块大红色的幕布 左侧是个形似棺材的大喜之字 右侧 是这红装闭着眼的苏漆半脸 幕布下弥漫着雾气 正中有把椅子 上面端坐着一个 身穿大红嫁衣 带着红盖头的新娘 明明眼前是喜庆的婚礼不景 这一刻却骤然变得阴森恐怖起来 不管现场还是直播间的观众 一时间不少人都感觉背脊发凉 寒毛直立 卧槽 吓死宝宝了 这个点就不能整点阳间玩意 这是打算全场打包送走 哈哈 索娜一想 全部抬走 不敢黑索娜 毕竟将来还得她送我走 安静 索娜准备要整活做法了 红色的灯光笼罩全场 悲伤的二胡前奏丝丝泄出 钢琴伴奏突然切入 乍听下有点偏留声机的效果 将现场推向紧张诡异的氛围 随着几个哒哒哒的敲击声 端座的新娘突然开枪 拉开了故事的帷幕 正月十八 黄道极日 高亮台 台上红装 一尺一恨 匆匆在 简单几句无语唱调 却让全场观众忍不住宁神秉息 不说听不懂歌词的国外网友一脸猛逼 就连华夏网友也觉得诡异 正月十八 明明一下葬 即婚嫁 怎么可能是黄道极日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嫁一一尺一狠匆匆才 若是正常婚嫁 大喜之事又怎会一尺一恨 就在观众鸡皮疙瘩冒出来之际 新娘又转换回正常的唱腔 响板红弹 说得轻快 着实难猜 这不下马方才 那观人笑起来 快节奏的旋律 抓耳又有力 新娘用歌声将故事娓娓道来 她随着音乐节奏 在椅子上或快或慢地的舞动着双手 就像是阴云密布的天空 让现场的人都有一种窒息与沉重感 所有人都在期待暴雪宣泄的那一刻 就在这时 一段念白经验响起 那观人乐着寻色了半天 只哼起出个离人仇来 两句念白后 新娘又再度转换唱腔 她这次又是没能接得上话 她笑着哭来着 你猜她怎么笑着哭来着 新娘出嫁化笑妆 盖头之下血泪流 谁又会管新娘为什么哭 谁会看她怎么哭 故事唱到这里 苏七攥紧了拳头 新娘的不甘怨恨 在这一刻 烘托渲染到极致 只待喷不而出 灯光汇聚 顾承威闭着眼睛 身上散发着庄严肃目之胆 他举起唢呐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意识到 来了 就要来了 灵魂风暴就要诞生了 当新娘唱着哭来着 你看她怎么哭着笑来着时 唢呐声怒吼着 撕开黑夜 曲子注入灵魂的那一刹那 红色的灯光 以雷霆万钧之势 从舞台朝台下一路碾压过去 没有二胡拉不哭的人 没有索娜送不走的魂 灯光锁过之处 全面沦陷 现场的观众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跪倒在 索娜展现的逆天气势之下 现场气氛 嗨到爆炸 欢呼 呐喊 狂舞 索娜声穿透所有人的耳膜 响彻整个EDC的舞台 伴随着逐高昂的索娜声 几句高亢的念白串插其中 一败天帝 二败高堂 夫妻对败 几个拜堂的念白 跟索娜合在一起 互相完整了歌曲的画面 因为悲剧更能深入人心 背到深处 一捧黄土薄冠一副 洗到深切十里红装乌酒两杯 洗个旋律 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索娜又特别能渲染情绪 尤其放在 洗 这首歌里 更给人一种悲怆感 新娘复杂幽怨的情感 挣过耳膜 直达到观众的心脏 随着索娜的声音越发响亮 观众的情绪 也在层层推高 索娜响彻天地的那一刻 观众的情感 也全面宣泄而出 他们在舞台下疯狂摇摆 释放的热情 差点没把沙漠给蹦穿 直播间弹幕狂飙 我以为索娜只可以吹红白喜事 却没想到 他可以吹响全宇宙 为了尊重索娜 我直接躺在木板上听 手痒 想给他们美人葛块白布 牛批 不知是该哭 还是该跳 82年的儿史 都给我震出来了 把我埋了 给大家注注信 索娜 杀疯了 他这次可是没能说得上话 他笑着哭来着 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 哭来着 你看他怎么哭着笑来着 故城再度吹响唢呐的那一刻 一直坐在椅子上的新娘 猛然站了起来 唱到你看他 怎么哭着笑来着这一句诗 苏七一把扯开红盖头 狠狠扔掉 扔掉的是红盖头 扔不掉的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扔不掉的是 封建社会时代鸿沟 苏七悲从中来 挣扎着软倒跪地 又在落地的一瞬间 来了个180度的翻转热舞 悲凉的吟唱也随之而起 横看成官树成将 笑问家人喜从呗 四哭四肃 无限忧怨 几乎是在苏七吟唱的刹那 故城的唢呐声就开始高扬 两人默契地配合着 一唱一吹 将女子出嫁的悲喜 全视得淋漓尽致 同时也将现场的氛围 送上了宇宙巅峰 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泪目 即便是听不懂歌词的老外 也切身感受到了 歌曲传递的那种悲喜交加的情感 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 一片红色汪洋中 将近十万的观众 他们跳跃挥舞着闪光棒和旗帜 全部都沉浸在唢呐带来的音乐风暴中 在舞台下疯狂摇摆 无数人边蹦边喊 泪水四射 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现场的震撼 出来人是兴冲冲 唢呐一吹全剧中 初闻不知唢呐意 再闻已是观中人 一路嗨到阎王殿 从此不恋人世间 两耳不问观外事 一心只蹦黄泉敌 一声啰响 曲折的故事随着音乐戛然而止 万众瞩目之下 顾成拉起苏七的手 深情告白 我爱你 在十万观众的见证下 苏七笑了 眼眸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他毫不犹豫地勾住顾成的脖子 垫起脚尖送上香吻 喷火大炮 彩炮和巨型气柱 同时在夜空中绽放 整个舞台亮如白昼 现场气氛瞬间爆棚 台下爆发剧烈的欢呼声 口哨声 卧槽 甜蜜暴击 齐成夫妇太会玩了 单身狗表示狠干 这不狗粮杀人珠希 好浪漫 原地结婚吧 一吻结束 顾成牵着苏七的手 就想下台 迈克尔刚想出声留住他们 即将出场的额DJ艾伦 却率先跳上舞台拦住他们 太棒了 你们刚才的演奏 真的太棒了 艾伦朝着舞台呐喊 用你们的欢呼声 告诉我 你们还想不想再听一次唢呐 台下热烈欢呼着 我听不到 你们的声音 还可以再热烈一点 安可 安可 山崩海啸般的安可声 几乎将顾成苏七两人彻底淹没 艾伦朝他们热情邀约 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唢呐吧 真的太然了 迈克尔也劝道 顾成 要不你们再吹一次 或者随便什么曲目 都可以 东方的传统乐器 在海外如此受追捧 顾成是非常易自傲的 唢呐五行蜀精 贯穿生死 是一种从满月吹到头七的霸道乐器 调来整个乐队 都难与之抗衡 虽然唢呐有百乐之王的头衔 但流传度却非常低 现在的年轻人 更追捧学习钢琴 小提琴 吉他等之类的夕阳乐器 大多数家长也不愿意自己孩子 学一个吹红白色的乐器 当然 最主要是 唢呐这东西很难学 没个十年的功夫 根本拿捏不住唢呐的火候 除了农村里扮丧事 或者喜事用唢呐外 基本上 他在当下的音乐环境中 已经被边缘化了 屏着弘扬华夏传统明月文化的理念 顾承决定再来一曲 七七 要不我们来一曲 唢呐版的 Victory 苏七笑着点头 没问题 唢呐版的 Victory 上帝 那岂不是要嗨报拉斯维加斯 艾伦和迈克尔 兴奋的对视一眼 我去给你们打爹 我也一起 当 Victory 雄壮激昂的旋律 响彻全场时 所有人都被狠狠的震撼了 卧槽 唢呐版的 Victory 到底是上菜 上路 还是上战场 中西合葬属时 是给顾承完明白了 好家伙 棺材板要压不住了 垂死并中 金座起 让开 我准备预官飞行了 有情提示 前方何能 Victory 本就是史诗吉然曲 苏七大气的女生演唱 以及磅礴的旋律 营造出来的气势 能给人一种无法触及的震撼与激情 但唢呐 可不是省油的灯 唢呐从不在意跟任何乐器合奏 不管是明月 流行音乐 还是极端音乐 天生个头大 站在那里的墙页 正所谓谁火就送走谁 战鼓雷起的瞬间 故城的唢呐 穿插而入 唢呐版的 Victory 就此诞生 此去全台昭旧部 十万惊奇斩炎罗 我头七的时候 请给我放这手 说不定我还能诈尸 请务必在葬礼上 给我放这手 我必先官而起 破土而出 听得我恨不得骑着射友 杀去地府 麻烦来个人杀我 我要为国捐躯 放我出关 我要再战三百回合 Victory 远取向那种 史诗大战的 开头两军对垒 唢呐版 有点像过程 集结尾的悲壮 故城吹出了战争的悲壮 又充满了 誓死如归的决心 让这首 Victory 填上了战争的肃穆感 更具有大国风范 大漠苍凉 风烟四起 残旗满地 然后是苏七的大气演唱 他那同样具有 穿透力的嗓音 与唢呐相得一张 让整首曲子的气势 Victory 云地升华 直击所有人的灵魂深处 气氛再次还爆 打拳式 栏杆式 死强式 开火车 所有你能想象到的 蹦迪姿势 都在舞台下火热上演 这一夜 拉斯维加斯的塞车场 被唢呐征服 EDC电音节结束后 故城和苏七 以及还有唢呐 齐齐登上了海内外的热搜 迈克尔那首 The Spectre 有多震撼劲爆 暂且不提 故城和苏七演绎的 古风歌曲 《喜》 其悲喜交加的风格 真的是惊艳世人 《喜》的故事感极其浓厚 其直白又曲折的歌词 不仅引发华夏各路网友大谈 对这首歌的理解 他们还在各种论坛评论中 接龙创作了电影剧情 国内好不热闹 国外也不逞多让 谁也不曾想到 华夏的传统民族乐器 与西方流行电音的碰撞 居然能擦出如此剧烈的火花 中西结合 不但没有产生丝毫的违和感 反而让各种蹦迪神曲 更加霸气十足 在乐器界 比索纳音量大的 梅他音调高 比他音调高的 梅他音量大 这样一个纵横官场和战场 执掌婚礼和葬礼 连接江湖与武林的乐器 不仅在中原大地执掌乾坤 也震撼惊艳了欧美各国 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喜 这首歌 其实是表达嫁给不爱的人 这种不幸的婚姻 就像是走进了坟墓 主要是宣传自由恋爱的 但开放性的歌词 容易引起过分解读 所以赞顾承的人很多 骂他的也有不少 因为在海外 电音节这种场合 演奏这样富有争议的歌曲 会有保守派 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 但顾承完全不在乎这些恶评 无论是前世 还是这个世界 欧美人写歌 也不是一天两天尺度大了 恐怖 血腥 露骨的数不胜数 各路当红单曲 冠军单曲 总有那么一二三四五六首 是描述成年人世界的 灯红酒绿的 前世就有很多节拍旋律很殆尽 歌词更殆尽的歌曲 流氓口哨歌 Weasel 约屁神曲 Booty Music 少儿不移 Closer 水果姐的 Walking on Air 擅长情 爱 歌的火星歌 Versation Floor Berilla 都是分分钟能让英语老师脸红的歌曲 相比之下 喜的曲风 不过是有点阴间而已 而且 欧美更关注的 不是歌曲本身 而是唢呐这个乐器 顾承在欧美这边 是有社交账号的 看大家这么喜欢唢呐 也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唢呐 他第一次发了推特介绍唢呐 唢呐最初是流传于波斯 阿拉伯一代的乐器 唢呐来自古代波斯诺 斯尔纳的音译 唢呐大约在公元三世纪 在华夏出现 新疆拜承克兹尔石窟第38窟中的 纪约壁画 已有吹奏唢呐形象 在七百多年前的金 元时代 传到五国中原地区 并改良发扬光大 唢呐艺术 是华夏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举措 直接给顾成狂涨了一波人气 在国内外 都掀起一波学习唢呐的热潮 另一边 EDC电音节结束后 主办方在一日 整理了所有舞台的现场视频 发布到油管的官方账号上 双胞胎这下坐不住了 直接找到 EDC官方宣传负责人凯文 试图花钱 让兄弟两人的视频置顶 顾成的则放到末尾 没想到却直接被拒绝了 很抱歉 这个事 我没有权限 杰米结了 我们不就买个热门 这点权限 您怎么可能会没有 杰特却以为是钱给少了 我们愿意加钱 您说个数 多少我们都愿意加 这压根就不是钱的事 凯文直言道 你们也看到了 顾成虽然并不属于百大DJ行列 但他的热度 却是其中最高的 视频发布到现在 在EDC的电音节上 顾成一共表演了三个唢呐视频 却占据了EDC这届电音节视频 热门前三甲 凯文喜欢钱不假 但他不可能为了这么点钱 拿EDC的声誉来开玩笑 双胞胎压根没想到 区区一个热门 居然花钱都买不到 眼看着顾成的视频播放量 成火箭的趋势上涨 每刷新一次播放量 就大涨一次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公司那边就无法再瞒下去了 所以两兄弟 把赌约直接跟经纪人交代了 经纪人一连你们疯了的表情 你们居然跟对方做这样的赌注 你们两兄弟 脑子里装的是屎吗 华夏人向来不知天高地厚 谁知道他这么奸诈 居然给我们挖坑 杰特压根就没想到 对方有备而来 最离谱的是 不就一把破所那 一个在华夏都没人学的乐器 谁知道欧美这边会这么受欢迎 看杰米还满脸不服气 经纪人直接给气笑了 我看不知天高地厚的是你们 人家要是没点实力 会用职业生涯跟你们打赌吗 再说你们质疑他的实力 总不该质疑IFPI吧 经纪人简直恨铁不成钢 IFPI可是最权威的唱片认证机构 一个华夏歌手能征服 IFPI那群老东西 怎么可能是个简单的 我们也知道错了 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不想办法 我们就完了 现在知道极了 经纪人骂归骂 但也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这个赌约 他们不能输 也输不起 我跟公司汇报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迈克尔 从中帮忙周旋一下 然后再想想其他办法 既然EDC这边行不通 那就从油管这边入手 买热门 买通稿 刷榜 能用的办法都给用上 只可惜全部都没用 迈克尔那边 别说给他们当说客 就连电话沟通的机会 都没给他们 而且顾城的热度 也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骑士的热门 花多少钱都上不去 而顾城的三个索纳视频 全上了油管热搜 其中播放量最高的就是 The Spectre 上线仅24小时 就达到惊人的 9000多万的播放量 几近破亿 这个记录究竟有多牛逼 直接刷新了 油管单日播放最高记录 吉尼斯还特地颁发了认证 Victory则以7500多万的播放量 紧随其后 喜 因为国语的关系 表现稍微弱点 但也有5000多万的播放量 至于双胞胎这边 别说是1000万的播放量 就连500万都没有突破 播放量最高的视频 仅有400多万 骑士输了 而且输得一败涂地 双胞胎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 在脸书发布道歉声明 我们是DJ骑士组合 之前在拉斯维加斯 因为跟顾城起了一些误会 最后对方提出用 EDC单日播放量来打赌 现在我们输了 我们愿赌福音 对不起 我们兄弟承认 当初言语不当 不该因为之前 没看见华夏DJ的优秀 就说华夏的DJ不行 我们承诺会按照赌约 退出DJ圈五年 最后在这里 跟我们的歌迷 说声对不起 是我们辜负了你们的期望 我们兄弟会在 退圈的时间里继续 五年后 再带着全新的作品回归 这则道歉声明一出 骑士如愿与长地 上了国外热搜 引发全球热议 华夏的DJ本来就不行 骑士 让对方退圈是不是太过分了 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追捧一个华夏人 之前华夏的DJ本身就不行 百大DJ里一个 多华夏人都没有 不管怎么样 让对方退圈太过分了 顾成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双胞胎虽然道歉了 但这道歉怎么看 怎么向博取同情 以及道德绑架 顾成也不惯着他们 直接在推特发布 当初在酒店打赌的视频 并简约做出声明 对方侮辱华夏在先 为了维护自身民族尊严 才有的赌约在后 彼此双方都是自愿打赌 没有任何胁迫行为 最后愿赌服输 天经地义 因为视频是完整录像 顾成之所以提出打赌 是因为对方侮辱在先 而顾成不过是在维护民族尊严 双方对比 高下利剑 双胞胎没想到 偷鸡不成十把米 这次道歉 没让顾成跌落神坛 反而让对方人气急剧攀升 甚至直接送顾成上了百大DJ榜 DJ Mag 是国际著名的电子音乐 及DJ乐刊 其中最受全球乐迷期待和关注 就是每年会公布两份 Top100排行榜 分别是TopDjs和TopClubs排行榜 至于1001Traplist 则是全球最大的DJ网站 收录了全世界最火爆DJ的 各类单曲MV 现场表演视频 电台演出 以及多类Remix音源歌单 两个网站都推出了百大DJ排行榜 可以说是 引领着全球电子音乐市场的走向 Mag是根据观众播放量 来决定排名 1001则是制作人播放 评价 更注重圈内专业人员的专业评价 在EDC.电音节举办前 顾成在这两个网站都是查无此人 不过是一夜之间 顾成就成功躋身百大DJ 虽然在两个榜单的名字排在末尾 但别忘了 顾成在舞台现场并没有打电 所以他能进百大DJ这个权威榜单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百大DJ 华夏一直都挤不进去 而且华夏的DJ制作人 要想在国际知名厂牌发布音乐 往往得经历9981难 因华夏的平均水准有限 连得到ampamp2的回复都是种奢侈 顾成却打破了这个魔咒 成功击身最权威的百大DJ榜 华夏的乐迷激动了 这一下谁还敢说华夏电音不行 华夏传统乐器与流行电音结合 顾成确实牛批 吹爆顾成 唢呐YYDS 只有我一个人对这种动刺打刺的电音无感吗 我喜欢那是电音吗 我喜欢的是玩电音的那个人 诚哥到底是去度假 还是去上榜的 国内喜闻乐见 国外的声音就没有这么和谐了 全世界的DJ都想进百大DJ榜 这是身份和荣耀的身份象征 但想上榜不光要求超高的人气以及代表座 还必须要有超强的现场和场控功底 对于DJ来说 哪怕你制作能力再强 电音制作的再好听 要是现场功底不足 也没人会去现场捧场 顾成在EDC舞台除了吹索娜 就是鼓掌 压根没有打碟 凭什么能进百大DJ榜 这一切都因为迈克尔在油管 以及所有的DJ网站上 发布了一段毫无剪辑的视频 在EDC电音节未开幕前 顾成为了在赌约中胜利 和迈克尔一起去了现场彩排 期间顾成小秀了一把 一边打碟 一边演唱了 That's better 他的打碟技术 不说有多绝 但进百大末尾是没有问题的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顾成打碟的现场气氛 简直嗨爆了 台下除了聚集 众多电音工作人员 还有十几位全球知名的DJ 这才是顾成 能进百大DJ的关键 但即便是有视频为证 顾成的资历 还是太浅了 所以顾成还是在欧美电音圈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东亚病夫凭什么进百大DJ 什么时候百大DJ的门槛这么低了 欧美不欢迎你 滚回你的华下去 妈咪 电音节要是有它 我就不去了 歌曲是不错 但没达到近百大的水平 国外网友普遍觉得 顾成名不负实 首先最排斥的是 他华下人的身份 还有顾成红得实在太快了 红到了遭人恨的地步 在很多乐迷看来 顾成的水平和他的名气不对等 如果他是个名气不大的小制作人 自然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但顾成被媒体和粉丝捧上了DJ神坛 却没有足够的作品 以及打碟现场来支撑他的人气 外界质疑 他的人气虚高 才会争议不断 其中有不少其他DJ的粉丝 聚集到油管视频下方 号召欧美网友抵制顾成 更有黑粉不辞辛苦 去华下找各种诸如小白脸 私生女之类的新闻 断章取义后再拿来飞顾成 只可惜他们越努力 顾成的人气就越高 油管粉丝疯狂地上涨 这把苏七给看乐了 顾成 你知道 你现在油管的粉丝 长到多少了吗 有多少了 顾成正忙着收拾行李 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已经22号了 28号就是中秋节 苏七接了羊妈的中秋晚会邀约 也就是说 他们最迟要在28号那天 要回到帝都 所以 留给他们的自由时间 只剩几天时间 他们等一下 就要坐飞机去夏威夷 已经有近2000万的粉丝了 苏七想起仪式 顾成 如果Ultra电音节真的邀请你 你打算去吗 要说漂亮国本土的电音节里 覆盖面 影响力最强的一定是Ultra 也称迈阿密电音节 每年三月份在迈阿密举办 Ultra独有的特点 是它充斥着各种科技和未来的元素 只要踏入现场 就会有种未来超世纪的感觉 胸腔会不由自主的震动 顾成前世 有兴趣现场体验过 我不仅要去 我还要带你上去砸场子 砸场子 他们不是说 我得不配位吗 顾成把所有的镜头 分类马放整齐 我就喜欢欧美电音圈 看我不顺眼 但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所以我准备回去后 就给你打造一张电音专辑 让他们看看 我是不是得不配位 说到这个 苏七有件事想不通 顾成 你说 Magic就算了 1001是什么意思 他们为什么会破例 让你上百大DJ榜 顾成想了想 欧美电音圈 估计是想捧杀我吧 鲁迅曾经说过 骂 倒未必会骂死人 但捧 却是可以制人死命的一法 摧毁一个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捧杀 面对这把温柔的刀 顾成却表现得清醒又理智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凡人 明星不过是他其中一份工作而已 只不过这份工作有些特殊 让他站在了一个耀眼的聚光灯下 被更多的人关注淡靶了 抛开所有的光芒 顾成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在顾成的认知里 他现在就是个勤劳的文娱搬运工而已 自己现在所获得的一切 都是因为 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苏七皱眉 没必要这样捧杀吧 顾成巴搭一下扣上行李箱 当然不止 我猜这百大DJ的背后 应该还有迪士尼和环球的手笔 这怎么说 顾成啪搭一声扣上密码箱 不管电影圈那边怎么想的 我的热度都是实实在在的 那能给这两家影业公司 带来的利益的 顾成甚至怀疑 自己能那么快冲上油管热搜 背后少不了这两家电影公司出力 毕竟顾成热度越高 能给电影带来的热度也就越高 所以 无论欧美这边怎么黑自己 顾成都不着急 因为他知道这两家公司 不会放任自己被黑做事不管 七七 既然我的粉丝涨了 我海外的身价是不是暴涨了 老刘说电影节过后 国内找上门的商演报价 已经翻了一倍 国外这边高低都有 具体行情不断在走高 看距离登机还有点时间 顾成直接扑倒苏七 七七 那我在你心里的地位 有没有上涨 苏七轻哼一声 傲娇道 你觉得你的地位 还有上涨的空间吗 没有 顾成在他脸上轻酌一击 因为我在七七心里的地位 已经无人可匹敌 苏七脸红 脆他 不要脸 七七不是最喜欢我不要脸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顾成的薄唇 有一道他的耳垂 那就是我误解了 我还以为七七昨晚那么享受 是喜欢我的不要脸 苏七脸色爆红 瞬间就想起 自己怎么像条咸鱼一样 被翻来覆去地折腾 什么享受 我没有 你别胡说 既然七七小嘴不诚实 那我们再来重新求证一遍 顾成和苏七胡作为非的时候 迪士尼和环球影业 就像是约好一般 先后发布了电影预告 先是迪士尼在官网发布了 加勒比海盗的超长预告 并宣布电影定档12 18号 将在同名主题公园进行首映 预告时长两分钟 背景音乐使用的 正是故城那首 He is a Pirate 预告第一个场景 就是主角杰克 踩在船头扬帆起航的镜头 加上热血沸腾的BGM后 镜头那叫一个叫帅啊 中间除了各个主演的亮相 还穿插了各种海盗内战 沉船 抢夺宝藏等镜头 末尾是女主饰演的美人鱼 一个终极百尾 掀起滔天巨浪 将海盗船拍成两半的定格画面 制片方除了介绍主演 以及电影卖点外 还特地在简介中声明BGM出自故城 环球也没有放过 这波曾热度的机会 放出了珍珠港 四分钟的电影预告 预告大部分都是爆破特效的戏份 以及战争的残酷以及血腥 所以并没有使用配音 但环球在油管放上了主题曲 Tennessee Dario B的完整音源 两家影业公司都不差钱 预告发出来的同时 各种通稿营销也都齐齐安排上 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 锦号海盗专属 BGM 加勒比海盗与你在迪士尼不见不散 锦号 锦号战火中的浪漫 珍珠港 主题曲 Dario LLB 锦号 锦号天才与战争的碰撞 珍珠港 史诗级背景音乐 锦号 锦号好莱坞配乐天才故城 锦号 在媒体的推动下 相关话题火速冲上谷歌热搜 引来全球网友围观 He is a Pirate的热血沸腾 Tennessee的大气磅礴 还有Dario B的荡气回肠 几首主题曲风格不同 但却同样的直击灵魂 欧美网友被狠狠的惊艳了 顾成居然会配远 这水平说是大师级别 我也信 别忘了 Victory就是电影 赤壁之战的背景音乐 Tennessee太让人惊艳了 这男人创作 没有瓶颈的吗 不喜欢顾成 但这几首主题曲 确实大气 Dario B 我单曲循环了无数遍 还是觉得感动 我和男友也喜欢这首 Dario B 顾成在欧美 正处于黑红状态 有用户的粉丝 也有强烈抵制的 在欧美乐迷眼中 全球最好的配乐资源 全部都聚集在好莱坞 每年权威的影视剧配乐奖项 绝大部分都出自好莱坞 他们无法理解 迪士尼和环球 为什么放着好莱坞不找 而去选择顾成 多大连敢吹嘘配乐天才 好莱坞没人了吗 环球几亿美金砸进去 到头来找华夏人配乐 我对迪士尼太失望了 环球这片的特效 把经费烧光了吗 就算没钱 也不能找华夏人 直接拉低了电影档次 战争片居然配这么垃圾的音乐 就这屎一样的配乐水平 居然被你们夸上天 黑粉对此不屑一顾 众多国际乐评人都在推特 脸书等平台 推荐着几首背景音乐 就连著名的好莱坞配乐剧将约翰 威廉 居然都罕见地发推特 公开表示 对顾成的赞赏 赤壁之战 珍珠港 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 我都听过了 而且听了很多遍 我觉得顾成 给予了电影完美匹配的灵魂 即便是我在他这个年纪 也无法做出 如此直击灵魂的配乐 顾成是我见过 在这个年纪里最天才的配乐师 他不光有音乐技巧 还拥有强大的音乐共情能力 他是个创造视听灵魂的艺术家 全球哗然 约翰 威廉是好莱坞老拍作曲家 坚持只用传统乐队 不使用合成器 还让每个角色都拥有独立配乐 以满足故事与人物心理的推进需求 他的作品经典且多 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稳定创造力 完全可以说是配乐界超级巨星 时至今日 约翰 威廉 共获得56项艾美奖提名 获奖5次 63次格莱美奖提名 获奖26次 并获得5次英国电影学院奖 奥斯卡提名50次 获奖8次 是至今在世的电影音乐人中 荣获或奥斯卡提名次数最多的艺术家 所以 好莱坞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约翰 威廉普布电影 提名奥斯卡不算新闻 不提才是 所以 你可以否认顾成 但却无法质疑约翰 威廉的专业眼光 这样一位好莱坞传奇配乐剧将 平时除了宣传电影 几乎不发推 这次却罕见地公开赞赏顾成 足以说明顾成的配乐天赋 有多让业界惊艳 欧美质疑顾成的声音 瞬间就小了很多 在各种热度的加持下 这几首背景音乐 也成为欧美最火爆的单曲 以至于自由乐团几天后的海外演出上 受到了海外观众热烈反响 接到了十几家的海外演出邀请 顾成也一举成为全球 最受瞩目的天才创作歌手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顾成没时间关注网上这些新闻 在拉斯维加斯与迈克尔告别后 他和苏七搭上了前往夏威夷的飞机 夏威夷有八个大岛 以及124个小岛 是情侣梦想中的蜜月天堂 也是多种文化汇集交融的大熔炉 世界上很难找到 像他这样令人身心完全放松的热带环境 他们这次海外行程只剩几天时间 为了玩得尽兴 顾成必须要合理地规划行程 在查阅各种攻略后 他将行程暂定在欧虎岛 贸易岛以及大岛 珍珠港所在岛屿欧虎岛 瓦虎岛是夏威夷群岛中的一族 此地从前盛产带珍珠的牡蜜 因而得名 因为顾成跟杰克逊导演有约定 所以第一站就是欧虎岛 五个小时后 飞机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国际机场落地 迎接他们的是夏威夷的彩虹 就像当地的车牌一样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彩虹之舟 夏威夷 我们来了 苏七微眯着眼 仿佛感受到了沙滩上危险的海风气息 顾成 我们准备去哪里 杰克逊导演说 他安排了人过来接我们 顾成边说边把苏七的行李接过来 推着往外走 走吧 我们先去附近吃点东西 珍珠港当初被偷袭 可以说是漂亮国海军巨大的耻辱 损失了大量主力战舰 开启了岛国的战争 但夏威夷本身却有大量的日益和岛国游客 岛上随处可见日料店 顾成和苏七在机场附近 随便找了家日料店 点了两份豚骨拉面 然后就一边享受美味 一边等人 杰克逊导演 好久不见 兄弟 很高兴见到你 杰克逊看见顾成十分兴奋 因为Daryo B发布后 直接空降各大音乐排行榜新歌榜 热歌榜 仅仅半天时间 就为影片带来了大量流量 如今影片 在全球各大电影论坛的热度 持续走高 甚至荣耕 目前最受观众期待的影片冠军宝座 顾成环顾四周一拳 杰克逊为了真实还原珍珠港事件 使用的是已经被淘汰的明星战机 老式的B-25米切尔型轰炸机 飞行员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殊人员 顾成之所以找杰克逊导演帮忙 就是因为他想带苏七 体验珍珠港中的经典场景 虽然夏威夷也有提供直升机的旅游项目 但有些专业的动作 只有特殊人员以及专业的飞机才可能做到 杰克逊导演 你都准备好了 都安排好了 杰克逊指了指最边上的飞机 等下我拍摄的时候 忙起来怕顾不上你 所以让马克帮忙照顾你 谢谢 苏七听着一头雾水 你们在说什么 顾成看着苏七 说出了珍珠港中那句经典的台词 七七 你看过珍珠港的日落吗 没有 那你想去空中看吗 苏七瞪大了眼 捂着嘴不敢置信 顾成 你的意思是 顾成笑着点头 飞机上网 我们先去穿多点衣服 真正的爱情胜过世间繁华 苏七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天 伴随着飞机的轰鸣声 他们沿着海岸线飞了一圈 领略了夏威夷的沿海风景 然后才朝着万米高空飞去 在地面上看云 是仰望 云层遥不可及 如今 坐在几千米高的飞机上看云 他们近在咫尺 触手可触 云层仙尘不染 如棉絮般洁白 蓬松柔软 令人神清气爽 心旷神怡 穿过云层之时 苏七总觉得 要不是隔着飞机 云堵一定会撞进他的怀中 在飞机上看云 最难忘的是 近距离目睹云的千变万化 那是一种变幻莫测的灵动美 既壮阔又秀丽 太阳渐渐西斜 蔚蓝的天空开始泛红 金黄色的光芒映照在云层之上 折射出绚烂的光芒 这一刻 云天一体 炫彩斑斓 飞机的轰鸣声逐渐淡去 云层静谧而辉煌 两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 顾城只觉得 内心前所未有的安宁 七七 你好像一点也不恐高 苏七白了他一眼 我恐高的话 还会跟你出现在这里吗 顾城轻笑 坏心眼道 七七 那你想不想来点刺激的 现在都万米高空了 还不够刺激吗 不够 顾城大笑 用力抱紧了他 七七 我们来体验一下 在万米云层翻滚吧 翻滚 什么翻滚 苏七瞪大眼睛 还没反应过来 飞机便开始360度翻转 苏七抱紧顾城放声尖叫 顾城 顾城紧紧地拥住他 爽朗中带着一点恶劣的笑声 在云层之上响起 然后是苏七的娇和 顾城 你混蛋 骂完之后 苏七又忍不住跟着他一起笑起来 这一幕 几乎是完美还原了前世的 珍珠港 场景 等回到地面时 天色已经全部黑完了 和杰克逊导演一起吃了顿晚饭后 两人回到预定的五星级酒店 这是 一间豪华蜜月套房 是顾城让杰克逊帮忙订的 洗去一身尘土后 顾城擦着头发出来 一眼就看着缩在床头 假装玩手机的苏七 顾城挑眉 一把抽出他的手机 举高临下地看他 手机由我好看 苏七忍不住微微仰起头 顺着马甲线往上看 顾城的唇边 犯着似有如无的笑意 这一幕对现在的苏七而言 极具杀伤力 他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 你不冷吗 你觉得我现在冷吗 苏七在顾城的眸里 看到了跳跃的火光 咬着唇垂下头 害羞呢 不可以啊 苏七咬唇 要不你先把衣服套上 等下感冒了 何必多此一举 顾城把人整个拥入怀中 感受着怀中 苏七那略显僵硬的身体 直到他现在很紧张 顾城暗叹一声 低声在他耳边道 七七 嗯 刚才在云层之上 我一直想给你唱一首歌 叫 往后余生 往后余生 苏七好奇心 一下就被勾起来了 瞬间就忘记了紧张 我现在想听 你还可以给我唱吗 七七想听 那我现在就给你唱 顾城暴紧苏七 在他额头亲了一下 然后才亲嗓子 低声轻唱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 人事纷纷 你总是太天真 往后的余生 我只要你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清平也是你 荣华是你 心底温柔是你 目光所致也是你 第一次听到马良这首 往事余生时 顾城就想起了文学大师 沐昕先生的 从前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顾城也只想与一人携手到楼 那时候他就在想 要是找到爱人了 他要给他唱这首歌 跨越了两个世界 顾城现在终于有机会 唱给心爱的人听 所以他神色极为认真 也投入了所有的感情 每一字每一句 都唱得前所未有的真挚 想带你 去看晴空万里 想大声告诉你 我为你着迷 往后余生 冬雪是你 春花是你 下雨也是你 秋黄是你 四季冷暖是你 目光所至也是你 苏琪心中酸涩 忍不住泪眼婆娑 这是他这一生 听过最感动最浪漫的歌曲 耳边听到的是 顾城的深情演唱 脑海中幻想的是 自己与顾城 一起迈入婚姻殿堂的幸福画面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清平也是你 荣华是你 心底温柔是你 目光所至也是你 一首歌唱完 回应顾城的 是苏琪深情又热烈的吻 气氛到了这里 接下来的一切 也就水到渠成 顾城正在摸索着弹琴 弹奏的是一首合奏曲 爱的乐章 大概常年练习各种乐器 指负带着保险 温度和触感格外不一样 苏琪的小心脏 忍不住微微缩了一下 好半天才吐出半个字 顾城 屋子里开了空调 但苏琪还是觉得很热 她的牙紧了又松 松了又紧 最后 把小脑袋别到一边 看着窗外昏暗的月色 微微有些神志不清 夏威夷好像很喜欢下雨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下起雨来了 苏琪的脑海里中 也全是电闪雷鸣 明明隔着距离 雨水却打到了她的脸上 恍惚间 苏琪觉得自己 仿佛置身于夏威夷的海滩上 她闭上眼 感受着浪花 一下一下拍打着沙滩 窗外雨水渐险 浪潮也在黑暗中趋于平静 顾城抬手 只伏温柔地划过苏琪的眼角 抹去泪痕的同时 在她还负着薄汉的额头 亲吻了下 琪琪 对不起 然后甜不知耻地推卸责任 都怪你太甜美了 所以我克制不住 苏琪的意识还有些空着 四娇四撑道 哼 你现在是得了便宜还卖官 顾城低笑着抱紧苏琪 身体其实还在叫嚣 但心底却有种难言的满足 都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每个男人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肋骨 胸口才不会隐隐作疼 和苏琪身心共鸣的那一刻 顾城知道 从此在这个世界上 自己又多了一道软肋 琪琪 嗯 看过泰戈尔 飞鸟籍的翻译版本 服饰三千吗 没有 顾城逐字逐句地念给她听 服饰三千 无碍有三 日月雨清 日为昭 月为木 轻为昭昭暮暮 苏琪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她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想听顾城亲口解释一遍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我只喜欢三件事物 太阳 月亮和你 太阳是为了白天而存在 月亮是为了夜晚 而你对我来说是永恒的 初次的美好之处就在于 她让顾城切身感受到了 余生托付的重量 女儿家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交给她 这份骨子里的信任 顾城不能 也不愿辜负 抓住她的手向握 两人食指交缠 琪琪 回去后你抽个时间 带我去拜访一下未来的岳父岳母怎么样 什么岳父岳母 你别乱喊 琪琪要是害臊 那我结婚以后再喊也行 苏琪眼眸里盛满了细碎的光芒 红着脸道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你了 顾城眯起一眼 琪琪 你现在把我吃干抹尽了 不会是打算翻脸不认账吧 苏琪抬头用力瞪她 不敢相信自己腿 还在打哆嗦 顾城就开始颠倒是非黑白 什么叫我吃了你 明明是你自己把我折腾的 苏琪羞愤愤难当 最后实在说不下去了 玉拳往她胸口招呼 你就会欺负我 顾城开始耍无赖 我不管 反正我现在已经是琪琪的人了 你就得负责我的下半辈子 苏琪简直哭笑不得 顾城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有破皮无赖的一面呢 我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是琪琪没领教过的 顾城压低声音聊把 比如 我狂野特色的一面 琪琪可以用余声去慢慢摸索挖掘 你不要脸 我这辈子只在琪琪面前不要脸 幸福与甜蜜在苏琪的胸口盘踞 眼前这个男人属于自己 而他也属于对方 这种彼此相互归属的感觉 他从未有过 回想起顾城刚才对自己的体贴 苏琪觉得自己没有交付错人 顾城全程都在照顾他的感受 只不过不知道是他异于常人 还是自己过于身交体弱 酸痛从四肢百骸蔓延而上 侵蚀了他所有的力气 连指尖他都懒得动弹 像枝刚被主人顺毛的小猫 苏琪软弱的撒娇 顾城我想去嬉戏再睡觉 但又不想动 送上门的艳符 不要就不是男人 顾城打横抱起他 琪琪不用动 交给我就好 PS真心被审怕了 以下过程省略一万字 你们应该也不想看这么无聊的内容 来日方长 既然来了夏威夷 总不能整日在酒店里缠绵腻弯 而且今天除了完 还要拍摄MV 杰克逊导演顾城是请不起了 所以就让他帮忙找了个摄影师 帮忙拍摄MV 顾城 你让 是打算用来做专辑MV吗 夏威夷的风景 很适合做专辑里的新歌MV 你已经想好专辑的歌曲了 差不多吧 顾城想了想 补充道 琪琪 我们要尽快推出专辑 所以 这张专辑 我会和你一起合作 苏琪醋梅 这么结 我最好在一个月内推出 这次出来参加电影节 让顾城看到了 欧美的电影市场的巨大 他们现在欧美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欧美乐坛更新换代的速度 比国内更为恐怖 所以 最好在人气消退前 就将新专辑制作出来 尽快上架 一个月内推出是最理想的 说不定还能冲击一下 11月份的AMA 总之这次出来游玩为主 拍摄为次 在与约好的摄影师碰头交接后 顾城在西海岸附近 租了两辆敞 摄影师负责在后面跟拍 顾城和苏琪 就恍若新婚夫妻般 换上了夏威夷的特色服饰 然后沿着世界上最美的沿海公路 惬意行驶 开始享受夏威夷 亮丽热烈的南海风光 哈孬马以为弯曲 陆地在这里伸开怀抱 拥着一弯平静的海岸 恐龙湾是个碗状的海湾 融合着天蓝和翡翠两种色彩 从高空中府看下去 就像一幅大自然鬼斧神功 创造出来的现代派抽象画 顾城租借了几套专业的福钱设备 看着换好装备的顾城 苏琪忍不住往他腹部偷瞄 顾城平日里无论多忙 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 用来健身或者练武 所以他的腹部没有一丝坠肉 有清晰马甲线 但又不是那种夸张的腹肌 反正男人已经被他盖张 苏琪不再顾忌 伸手大大方方的 在腹肌那里戳了好几下 怎么样 琪琪满意吗 没想到你看着薛硕 居然还有腹肌 这样才能保障 琪琪下半生的幸福不是 你就嘴瓶骂 换好装备 两个人就下海 开始自由浮潜 这是非常棒的体验 海水贴近肌肤的温度 和耳边的吐息声 让整个身体变得放松 水非常的清澈 可以清晰看见 各种五颜六色的热带鱼 在珊瑚礁中穿梭 他们还运气爆棚 碰到了几只海龟 虽然不允许触摸 但海龟和人的互动性挺强 夏威夷风景秀美 足以让他们拍一组 夏日海边的MV大片 PS 飞鸟集 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 借鉴的是郑振夺翻译的版本 很多人提起夏威夷 就想到海滩 其实火山才是夏威夷 威震海岛圈 扬明立万的特别之处 当地人告诉故城 观看岩浆的最佳时间 是在日落之后 或者日出之前 天色还未亮的时候 在冒一岛时 他们特意早起去太阳之屋 站在火山顶关 最美的云海日出 感受云海在脚下翻滚 日落时又去了大岛的 茂纳凯阿火山 尤其是当你站在山坡上 脚踏着褐色的火山岩 看着暮色与岩浆的火光 浓烟焦香灰映时 真的会有一种 置身地球之外的感觉 茂纳凯阿火山的顶峰 还是北半球最好的 天文观测基地 它海拔高达4206米 位于几乎三分之一 大气层以上 位于赤道附近 可以看到100%北半球 和85%南半球的星空 所以 夏威夷也是著名的天文中心 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 天文观测台之一的 莫纳克亚天文台 黄灰余灰散去约一小时后 故城租了一顶帐篷 两个人裹着厚厚的防寒服 在地球的最高峰山脚到山顶距离 相拥 看着岩浆的火光点亮满天繁星 这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 漫天星河 银河星云肉眼可见 触手可及 每一帧都是高清的壁纸系列 微微壮观 这是苏七见过最美 最清澈的星空了 他缩在顾城怀里 没出息地哭了 好漂亮啊 再好看 也至于感动到哭了吧 顾城温柔地擦去眼泪 在我眼中 漫天星辰都不仅眼眸 苏七破涕微笑 我小时候就想着 长大后和心爱的人 在银河下露营 仰望星辰大海 没想到今天真的实现了 苏七缩在顾城怀中 明天就要回去了 国内就不能再这么自由了 这段时间 真的过得太幸福了 不知不觉就过了半个月 今天是他们在夏威夷停留的最后一晚 苏七真的非常舍不得 顾城 我还想听你给我唱歌 想听什么 唱什么都可以 只是想听你给我唱歌 两人一起仰望着星空 顾城就这么在他的耳边 低声轻唱着 各种和星星有关的歌曲 流星雨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星辰大海 星星 直到苏七在顾城的臂弯中 陷入沉睡 在国外疯狂了半个月 两人在夏威夷 吃了当地的特色早餐后 踏上了回国的航班 到家的那一刻 顾城还以为小丫头这么久没见自己 一定很想念自己 结果打开家门后 小丫头飞奔过来 第一个投入的竟然是苏七的怀抱 舅妈 你们总算回来了 安然想死你了 我也很想你 苏七捧着她的小脸 巴唧地在她小脸上猛轻 安然 我这次出去给你带了很多的礼物 我们去你房间差 看着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进房间 顾城无奈地收回手臂 顾城 你们可太棒了 刘洪光激动地拍了顾城的肩 我还以为 你们就是去电影节玩一玩 没想到你 居然是去欧美砸场子的 这有什么 等七七的新专辑出来 你就知道 什么叫先翻欧美电影市场 顾城推行李去放好 刘洪光追了上去 什么专辑 苏七的新专辑有想法了 今天是中秋节 苏七连晚饭都来不及吃 就马不停蹄地赶去杨妈那 参加中秋晚会 为了尽快回来 跟顾城他们过中秋 苏七很早就让主办方 把他的节目提前了 安然在沙发上 守候苏七出场 顾城在旁边 整理新专辑的歌曲 既然要玩电影 顾城肯定就玩一票大的 A神 小马丁 教主 烟鬼 以及棉花糖等电影之神 能安排的 都尽量给安排上 不是说他名不负实吗 那顾城就用一张电影神砖 把欧美的整个电影市场掀翻 考虑到苏七 才是专辑主打歌手 顾城首先筛选的 就是女生演唱的电影歌曲 第一首就是制作阵容强大 由梅梅填词 和雷哈娜共同演唱的 This is what you're coming for 加尔文哈里斯 对电子乐的出色掌控 加上雷哈娜独特的声线 让整首歌曲迷人无比 在全球多个音乐榜单中登顶 第二首电影 顾城选择了烟鬼 和女歌手海尔西 共同演绎的 Closer 这首歌讲述 昔日恋人再度碰面时 一起追忆过往的分手原因 整首歌曲节奏明快 歌词充满了后悔与惋惜 让人回忆无穷 这首歌一发布 童年登上了公告牌 百强单曲榜榜首 夏威夷拍摄的海边MV 就是为了这首电影准备 既然提到烟鬼 就不得不提他们和酷安合作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国内曾经大火的 孤方自赏 也就是后来的 我承认我自卑 就是抄袭了这首歌 这首歌从希腊神话 到现代超级英雄 从童年到当下 经历了憧憬 追逐梦想 到认清现实回归自我 追求力所能及 却仍然拥有 心底最温暖的爱和感动 顾承除了喜欢他的旋律之外 还喜欢歌曲背后的感人故事 一个叫麦尔斯的小朋友 在一岁半时 确诊了白血病 公益组织Make A Witch 为了帮助麦尔斯 达成蝙蝠侠的心愿 为他筹款拍了一部电影 小蝙蝠侠出击 拍摄的那天 整个旧金山话声歌坛是 小蝙蝠侠麦尔斯 在另一个蝙蝠侠的陪伴下 打败坏人 酷安乐队 就是根据这个事件 为小麦尔斯写下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每个人都是浩瀚宇宙中的 一颗星辰 珍惜眼前的适合物 说到电音 国内人气最高的DJ 应该是教主艾伦沃克 教主18岁时 凭借一曲Fade It火遍全球 这首歌故事素材 来自切尔诺贝利辐射是 剑 采用电音的基本旋律为辅乐 在教主的调和之下 融入梦幻空灵的女生 是国内无数人的电音入坑曲 说到电音 A神的Wake Me Up 气势磅礴给人直透心灵的震撼 在全球22个国家 43个不同的音乐榜单上夺冠 获得公告牌两项音乐大奖 在全球范围内的销量达1100万 既然主攻欧美电音市场 那全球最火 油管播放量最高 荣获众多大奖的 Vinon 绝对不能放过 蛇叔这首歌 虽然听起来满满的咖喱风 但依旧不妨碍众人 随着节奏扭得向调曲 New Rose 趴姐这首歌非常洗脑 听过一次 就能让人上瘾陷入无限循环当中 到时候找一群小姐姐 跟苏七一起拍摄歌曲 MV 不只能聊男人还能聊女人 Rock by清洁盗贼制作 肖恩 保罗和安妮 玛丽演唱的电音歌曲 这首电音融合了古典因素 风格制作独特 非常的好听 小破团的Infinity 这首深情到顶点的电音歌曲 也在故城的考虑范围 沉稳又深情的演绎 使这首抒情曲目 勾住耳朵的同时 瞬间抓住人心 也成为了某音的变装神曲 Long Ranger 魏丘 普拉腾演唱的励志歌曲 中文名独行侠 豺狼指的成群 狮子却能独行 逆天尚有例外 逆无绝无生机 这首歌曲节奏轻快 魔性洗脑 是许多人用来制作卡点视频的BGM Normal No More TYSM演唱 全曲高能不断 清新治愈中 又让人忍不住上头 在爱意中被引入漫漫星河 一遍令人惊艳 两遍让人沉沦 顾承觉得 这首清新的电音 非常适合苏七 具有穿透力的嗓音 Stay the Night 中文名过夜 这首歌虽然讲的是出轨 但整首歌曲 却极具魅惑 勾人心魄 网友直言 后备箱没有几具尸体 都不敢听这首歌 欧美的女人这方面比较开放 苏七唱这首歌 应该能在全球 吸引一大波女粉 这些歌曲不是在全球爆火 就是非常适合苏七 声线的电音神曲 整整十二首现象级电音神曲 汇聚成一张电音神级 绝对能让欧美电音圈为之惊艳动荡 乐视顾湘明 中秋共团圆 中秋节作为中华传统节日 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思乡之情 亲人团聚的向往之情 以及崇高的家国情怀 秋晚采取直播加入播的形式 除了在国内播出 还在多家海外媒体 以及电视台同步播出 央网也通过多个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 在海内外网络直播中秋晚会 节目爆出的嘉宾名单非常给力 有顶流 有当红小花 更有无数实力唱将 其中最让人期待的 当属刚在海外电音节诈场的流行天后苏七 节目还未开播 就以强化提醒吸引舆论迅速聚焦 收获全网十几个热搜 八点开播后 就暂货同时段收视第一 九点左右 苏七一席纯白色简约国风造型 从升降台栩栩亮相 面若珍珠 肤若白玉 整个人犹如画中仙一般 苏七一身古典东方美人的气质 惊艳了全场 台下掌声如鸣 欢呼不断 直播间也弹幕狂刷 卧槽 苏七这国风造型也太美了 七爷今天美炸了 苏七这造型真的顶 给化妆师加鸡腿 我要跪着听 可惜没见故城 隐形的翅膀 自发布后就广受年轻人 以及学生的喜爱 和少年说 一起成为了校园最佳流行单曲 所以 苏七这次上台 要演唱的旧首歌 随着音乐开始 他的声音就像一束光 给全场带来温暖和希望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顾安然捧着双颊 看着屏幕里的苏七 眼眸里都是星星 舅妈今晚好漂亮 唱得也好好听 那当然 你也不看看 这是谁的媳妇 看故城一脸自豪 一副自家媳妇 就是了不起的模样 小丫头忍不住恶寒的皱眉 舅舅 别人出国是杜金 怎么到你 这就是杜了层皮呢 故城眯起眼 大掌往他的丸子头招呼 你现在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还学会挤兑我了 自从我和七七在一起后 我看你眼里 就没有我这个舅舅了 西西 小丫头跨住她的胳膊撒娇 舅舅 你该不会还吃舅妈的醋吧 我这不是爱屋即屋吗 舅舅怎么可能吃错 故城宠溺地抱住她 你跟七七之间相处得越好 舅舅就越欣慰 女孩子的心思 比较敏感细腻 故城一个粗之大业的大男人 总有顾忌不到的地方 比如小丫头想妈妈了 总是懂事地闷在心里 苏七会耐心地与她互动谈心 聊些女孩子之间的梯极话题与小秘密 她的出现 真的很好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看着小丫头这段时间 笑容越来越开朗 故城真的很很欣慰 所以苏七真的是故城的天使 另一边 秋晚节目录制后台 春晚的总导演陈江过来后台学习 顺便帮忙 看着苏七在台上稳定地输出 陈江满意地点头 苏七出道之初 就被专业人士誉为 天朝最恐怖的少女唱将 经过十年的音乐沉淀 无论是从技术能力 气息控制 情感表达上 苏七现场的稳定 已经达到魔王级别 不愧是出道十年的流行天后 苏七的唱功 绝对是华夏的女歌手中 毫无争议的第一人 即便是放眼事件 那也是很能打的 就在这时 助理小赵兴奋地跑过来 激动到破音 陈道 时时收视率刚刚已经破五了 破五了 之前是多少 开播时收视率唯一 八 苏七出场后 收视率就开始不断攀升 刚刚更是直接破五了 陈江知道 苏七人气高 但是没想到他的人气 能带来如此恐怖的收视率 随着网络的普及 这几年中秋晚会的平均收视率 基本维持在二左右 最高收视率也就三 九 苏七上来就破五 号召力恐怖如斯 月初的时候 网络上掀起了一项 你最期待谁上春晚的投票活动 前Top20的名单里 有些歌手显得格外眨眼 明明身上实力派的标签更重 却躋身在一众顶流之中 顾成拿到了三百万的投票 成功登顶春晚最受期待一人 Top1 苏七紧随期后拿到了280万票 而排在三位的流量歌手 仅仅只有不到130万票 这些可都是实打实打投出来的数据 他们两个与第三名之间相差了一倍不止 直接营造出了断层的局面 在仔细确认票数后 陈江仍然不禁感慨 两个人的号召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已经完全超出他想象 苏七出道的9就不提了 顾成虽然金曲不断 但严格来说 他踏入娱乐圈才不到半年 一个新人就能够在这份 神仙打架的流量排名中 拿到人气榜首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顾成绝对不是普通的艺人 这简直是流行天王 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歌神 要是春晚能请到顾成和苏七 让他们合体演唱 因为爱情 收视率搞不好 能直接破罢 死 陈江忍不住兴奋了 异曲结束 台下掌声如浪 苏七并未离场 而是优雅地走到台前微笑打招呼 今天是中秋佳节 非常荣幸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为大家带来祝福 接下来 我会和刘正老师 一起为大家合唱一曲全新的 水调歌头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何家幸福 台下热烈的鼓掌 中秋晚会 作为海内外华人共庆佳节 寄托相仇的一大主要途径 备受全球华侨华人瞩目 多少亿人为了出圈 贴钱都换不来一个名额 苏七不仅有独唱环节 还能在两个小时的晚会里 连唱两首歌曲 这排面简直是没谁了 直播间的弹幕都快刷爆了 卧槽 七爷居然有两首歌曲 跟情歌王子刘正合唱 梦幻联动 不愧是七爷 说是姚妈亲闺女都不为过 听说这个曲目 原本安排压轴上场 七爷为了赶回去 与成歌过中秋 所以特意提前了 别人恨不得压轴 七爷居然不屑一顾 果然有才就是任性 好甜 磕到七成夫妇的糖了 等等 这首歌的编曲是故长 期待感瞬间爆棚 鸡皮疙瘩已旧哎 舞台上的大荧幕 换上了小桥 流水 圆月的鼓风团圆背景 随着音乐缓缓开始流淌 苏七眼神温柔 却也充满光芒 随着节奏开始低音浅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开口贵 空灵的嗓音 抓耳的咬字 还有迷人的声线汇聚在一起 瞬间就俘获所有观众的心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唯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唱到最后一句时 刘震一袭国风装束 从升降台出现 接过了下一段 齐舞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转诸葛 低启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唱到这里 两大神级歌手 互相对视一眼 一起将这首旷世之诗 深情地演绎出来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今宴全场 现实总是无奈的 多少打工人 迫于现实背井离乡 到陌生的城市 打拼漂泊 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 无法回家 这首水掉歌头 慈真意切 苏七和刘震的演唱 又深入人心 所有人都忍不住感同身受 他们凝神聆听着 眼中有迷茫 有想念 有苦涩 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愁 泪目 工地打工仔 正坐在砖头上 想念老人孩子 独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家节备思青 电话里一切安好 镜子中满脸泪光 爸妈 我想你们了 这首歌真的唱进了我的心里 故城改编的太有意境了 我把青春留在了城市 却把灵魂丢在了大山 打了半辈子宫 每年回老家 却还是两手空空 老子不干了 回老家种地养猪去 只有我一个单身狗 不敢回家吗 呜呜 我想家了 这首水掉歌头 是苏氏在人密州之州时 思念弟弟写下的 当时他的弟弟苏哲在齐州 照现在来说 两人距离都没出手 坐烫车也就能见到了 可古代交通不变 于是苏氏在中秋之夜 新潮起伏 挥笔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当今社会交通 沟通方便 人们有手机有短信 却还要群发转发 祝福短信 不得不令人深思 下台后 刘震激动地与苏氏拥抱 苏氏 你刚才真的唱得太好了 他有预感 这次合唱 肯定能冲上热搜头条 你回去帮我跟顾城转达一下 帮我谢谢他 改天有机会在一起吃饭 我会把话带到的 刘震离开后 苏氏刚想赶紧回去找顾城 不成想 却被陈江叫住 苏氏等等 怎么走得这么劫 陈江主持了好几节春晚 所以苏氏跟他也打过交道 他换上一副标准笑脸 中秋节自然是想急着回家陪家人 不过 陈道你怎么在这 我在这里等你啊 想跟你谈一下春晚的事 不知道方便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陈道您太客气了 春晚这种全国关注的重大晚会 属于华夏及海外同胞 一年一度的大型晚会 而且是全球直播 每年都是收视率最高的 而在陈江眼中 春晚不单只是一场晚会 也是一种情怀 是除夕夜最温暖的陪伴 大家看到的 只是台上的几个小时 但他要做的准备工作 实在太多了 对于场地的选址 表演时的灯光 演员和节目的要求 都很严格 直播时也不允许任何出错 所以 节目要反复筛选表演内容 要反复推敲 还要反复彩排 所以 距离春晚 明明还有几个月 陈江却在九月份 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连续忙活四至五个月 中途还要经过三次彩排 因为他要保证 每个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节目 都是最优秀的 另一个 是把控节目流程及节目时间 陈江直奔主题 跟苏七说明了来意 赵道 您的意思 是想邀请顾成上春晚 准确地说 是邀请你跟顾成一起上台合唱 赵道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不过这件事 我还得回去跟经纪人和顾成商量一下 春晚是娱乐圈最大的跳板 上春晚就代表着认可 代表艺人没有大的瑕疵 代表着以后各路媒体 都能拿你做榜样宣传 只要上过一次春晚 能作为一生的荣耀 也是人生一大转折点 所以 不管是老演员 还是新演员 都对春晚舞台 趋之若鹜 多少人争着 抢着药上的机会 到了苏七这里 却连个准信都没直接给 陈江看出 苏七并不是故意耍大牌 所以试探性问道 是行程不方便吗 行程向来都是我经纪人安排的 所以要跟他商讨一下 苏七补了一句 陈道 您放心 我回去后 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 那就等苏七的好消息 苏七推开门的时候 迎接他的 不再是一世黑暗 而是满是温暖 还有等他回家的一大一小 舅妈 你终于回来了 小丫头殷勤地跑过来 给他拿拖鞋 小嘴巴拉巴拉地夸奖 你今晚唱得太好听了 安然给舅妈满分一百分 苏七扑斥一笑 谢谢安然 饿了吧 故程把笔记本电脑关掉 我给你留了饭菜 现在就去给你热一下 小丫头插话 舅妈 舅舅给你煮了好多你爱吃的 苏七颇为感动 你们还给我留了饭 看你走得急 怕你在台里没吃好 所以给你留了饭 故程起身朝厨房走去 你先去沙发那坐着等 我很快就好 舅舅 我也来帮忙 看着厨房忙碌的两人 苏七的心底 一股暖流缓缓划过 他今年虽然才25岁 但早已经站在了金字塔塔间 大概是人生太顺利了 所以苏七觉得 人生有些无聊 夜深人静的时候 苏七觉得自己像只流浪小猫 估计的灵魂找不到归属 故程就像是上天派来 救赎自己的 他这只孤独的流浪小猫 终于被一个温暖帅气的人 收养了的感觉 躺在故程身边的时候 苏七觉得岁月静好 人生非常充实 生活充满了色彩 从此加油了 爱人有了 那颗孤寂革心 也终于找到了挡腕停靠 吃完饭后 苏七顺理成章的 被故程以行李在这围 游留下来过夜 缩在故程怀里 苏七讲了 沉江邀请他们上春晚一事 故程 我们要去参加吗 去就去呗 苏七一正 我还以为你可能会拒绝 我要是拒绝了 公司不就为难了吗 故程这点是非 还是拎得轻的 反正国外电影节都上了 既然没什么事 那就去呗 上春晚没什么报酬 这点我得跟你提前说一声 春晚明星酬劳的预算 三十年来 几乎都没怎么增加过 新劳演员 基本都是同工同酬 即便是大腕明星参加春晚 也只能向征信 拿到两千块钱 故程忍不住调侃 春晚的报酬 不就是一次祝福吗 也不能这么说 几千块一丝一丝还是有的 故程有些心不在焉的恩了一声 苏七的玉姬雪夫 在他灰黑色的被褥 衬托上显得尤为惹眼 七七 你确定要在这个时间点 跟我谈这个出场费 只有几千的工作 那你想谈什么 花好月圆的 不如我们来谈谈价值几个亿的大项目 经过这几天的日夜相处 两人对彼此都以知根知底 在故程的耐心引导下 苏七已经没有最初的不是 开始逐渐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甚至可耻地开始食髓之味 故程 关灯 故程没有起身 七七 嗯 今晚不关灯好不好 那你轻点 安然在隔壁呢 苏七声音轻颤 细弱闻盈 但故程听到了 他唇角扬起一抹笑 满足感从心底升起 没事 房子隔音好 这一届的中秋晚会 已平均二 五 最高五 六的收视率火出圈了 除了收视亮眼之外 晚会的口碑也极高 苏七不仅古典国风造型火热出圈 演唱的两首歌曲也开始在全网刷屏 数次霸占微博热搜 批量生产话题 就连某日报都给他当起了自来水 水调歌头 也被网友票选为 中秋晚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节目第一名 故程这边取绝了 我的大学教授都给听哭了 这半年 故程就没见下过热搜 我这才发现 我的歌单里 故程创作的歌曲占了一半 同楼上 故程哪天要是隐退了 我也就屈慌了 前几天 张义在歌手演唱的 新贵妃醉酒 还在单曲循环 现在又多了一首新曲入库 张义这次反串亮相 歌手 舞台却实惊艳无比 笑不活了 萧綦的NC粉 在评论区迁怒骂故程 被网友群起围攻骂惨了 还以为萧綦上歌手 能巩固一下江湖地位 结果又被故程搅和了 娱乐圈现在流传一句话 再红也红不过故程 萧綦实惨 好不容易甩开跟拍的狗仔 故程和苏七刚抵达工作室 就看见刘洪光抱着手机 再拍腿大笑 刘继 什么是这么高兴 我在刷微博呢 你们两个一大早又上热搜了 苏七一惊 以为自己夜宿故程家的事 被无良媒体拍到 拿来杜撰了 这么快就上热搜了 昨晚你下了舞台 就上热搜了 搞半天 你说的是中秋晚会啊 苏七无语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还以为 我们又被狗仔拍到了 两个人现在已经红过头了 为了不占用公共空间 同时也为了保护这段恋情 故程和苏七达成了一致决定 除了与工作性质有关的热搜外 但凡是两人私事相关的话题 一律都让公司再出妻就给压下来 比如上次 他和故程的夏威夷度假时 就有路透照曝光 这种苏七直接在源头掐灭 连发酵的机会都不给 刘洪光嘿嘿一笑 故程 我发现你真的是萧綦的克星 怎么说 因为今年萧綦每次稍有动作 就被你压制得死死的 这么说 萧綦也上 割手了 故程边说边朝电脑走去 昨晚把专辑的曲目敲定后 他顺便写了六首电音出来 今天他准备把剩下的六首电音 一次性都写出来 何止是上了 星皇为了一雪前耻 还给萧綦买了大量的通稿和营销 刘洪光忍不住笑出诸教 哈哈 只可惜节目刚开播 就被张义这匹黑马 抢进了风头 上周六 也就是故程和苏七 在夏威夷疯狂的时候 国内人气最高的音宗 歌手 第四季 已经正式开播了 节目录制之前 首发阵容的七位实力唱将中 除了在歌坛屹立不倒的长青树奇情 影业之外 流行天王萧綦 几乎是所有网友心中的众望所归 张义是七位实力唱将当中 人气和知名度垫底的歌手 谁知他却以一身花旦造型 以及轻衣细腔反串女生 演唱了新贵妃醉酒 充满华夏古典文化内涵的词 以及现代音乐的旋律 加上张义婉转的歌声 惊艳的细腔反串 不仅体现了歌曲的流行元素 国粹的博大精深 还将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唱出了缠绵和别样的韵味 最不被节目组 以及网友看好的张义 却贡献了神级舞台 成为歌手第四季最大的黑马 想到这 刘洪光的好奇心又被勾起 听说歌手第二期录制已经完成了 你究竟给张义写了什么歌曲 第二期开播正好撞上国庆 所以我给他写了一首万将 顾承淡淡道 吴国万将 信声华夏 万将作为一百周年的特别县礼 由上级发起李玉刚老师受邀演唱 以悠扬震撼的歌声 表达对华夏这片东方疆土的浓烈热爱与自豪 不仅与国庆主题完美升华 还十分适合张义的声线 绝对能把歌手唱出春晚的感觉 刘洪光忍不住感慨 顾承 张义和林慧如 他们能遇见你 真的是他们的福气 林慧如因为顾承 拿下了蒙面歌王 外界虽然目前不知道 但是圈内都是知道的 他现在身价暴涨了好几倍 不仅接了几个综艺通告 还拿下了三个高奢代言 张义在参加歌手之前 在华语乐坛已经处于边缘位置 同级别的乐坛大咖中 有些还能靠每年举办歌唱 维持一下光景 靠不那么频繁 但至少还有的新歌维持口碑 张义却只能吃老本 这两年就连走学 都是那种组织兴致的歌手 拼盘居多 音乐发展几乎进入了停滞状态 据说还接到了地方台的春晚邀约 樊红已经是板上钉钉 苏琪却不关心这些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电音专辑 看着顾诚在准备开始写歌谱曲 苏琪好奇地凑过来 这是准备写我的新专辑 嗯 一共有多少首歌 这张电音专辑总共十二首歌 每一首的质量都可以作为主打歌 刘洪光倒吸一口气 十二首歌都当主打歌 那岂不是又是一张神砖 为了突出专辑的质量 一张专辑也只会有一首歌 作为主打歌 刘津岁月就是手手都可以主打的质量 所以才能拿下钻石认证 这张专辑的质量要是又这么高 他们岂不是又有机会冲击钻石认证 顾诚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创作的这些歌曲 昨晚 你今天打算写几首歌曲 全部 话语刚落 如同石破天津一般 刘洪光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顾诚 你在开玩笑 什么开玩笑 事实上 我昨天就写了六首出来了 今天就只剩六首了 苏七不敢置信 昨天他回去后 顾诚就再也没碰过电脑了 也就是说 那几首歌都是 在他回去之前就写好了 顾诚 昨晚就那么点时间 你就挤出六首电音了 我一边看晚会一边写的 也就花了一个多小时这样吧 顾诚一副 要不是看晚会分心了 就不止六首的凡尔赛姆样 刘洪光深深地看着他 眼里的震惊与诧异 仿佛在看一个庞然怪物一般 苏七也没好到哪里去 美目瞪着顾诚 一句话都说不出 怎么 你们不相信 顾诚挑眉 那你们等我一个小时 看我能不能把剩下的歌曲写出来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顾诚以平均十分钟一首歌的速度 在写歌谱曲 因为没有外界干扰 顾诚最后只用了五十分钟左右 就把剩下的六首电音全部写了出来 然后连同之前写好的六首歌 一起打印了出来 新专辑一共十二首歌 全部都在这里了 你们看一下 整整十二首电音 热乎乎的曲稿 就这么放到苏七手上 作为音乐制作人 苏七早就看出了这些电音的不凡之处 就算歌曲现在还没制作出来 苏七光是从音乐 艺术价值来看 顾诚这张电音专辑绝对能征服欧美 顾诚 这张专辑一旦面试 一定会轰动欧美电音 不 轰动全球乐坛 既然说要带你去卖阿密电音节杂场子 那我自然要拿点真本事出来 顾诚笑着说完 又转身返回电脑前继续敲机 你是准备码字吗 不 我再写一首歌 苏七这就纳闷了 新专辑不是说十二首歌吗 这里已经够了 这首歌是写给李莫子的 顾诚头也不太地补充 之前就跟刘继约好给他写歌 这出去玩耽误了大半个月 现在回来了就应该补上了 几分钟后 顾诚把一首甜歌交到他们的手里 这首甜歌叫 爱你 非常适合李莫子甜美的声线 到时候你们给他找个 然后拍支不带那些乱七八糟暗示的舞蹈MV 这首歌曲风欢快 确实适合李莫子 苏七轻笑美目里沉着兴趣盎然 不过 我没想到 顾诚你一个大男人 居然也会写这么甜的歌曲 七七 你这话有奇异 顾诚轻哼 谁说猛男就不能埋藏一颗少女心 试问谁能拒绝甜美王心灵 甜这种东西 不好把握 过了就会腻 少了又不甜 甜美的尺度就把握得刚刚好 甜美娇称中带着坚定的温柔 要自仿佛把糖果化成了音符 甜蜜的沁人心脾 或者顾诚该说 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男女 都对甜美没有抵抗力 只可惜那么多年了 甜心教主这名头 还是没人能接下来 连个平屉都没有 既然想到了甜美 顾诚不免想到她的吸扎体质 好像娱乐圈里 有甜美可爱风格的歌手 情路都不是很顺畅 顾诚并不希望李莫子 这个可爱的妹妹 受感情之伤 刘介 这首歌要是发出去了 李莫子肯定会收获一大波的人气 他才刚入圈 心性又比较单纯 你最好多花些时间教导他 别让他被有心人事 尤其是那些渣男给哄骗了 刘洪光黑黑一笑 这个你放心 我改天带他见识一下人心险恶 看清娱乐圈的本质 顾诚点头 看向苏七 自由乐团正在海外参加巡回演出 大凯一周左右回来 你这段时间先建议歌曲 等他们回来 专辑就可以投入制作了 苏七点头 顾诚 专辑叫什么 这个顾诚早就想好了 这张专辑风格多样 融合了嘻哈 民谣 流行 以及舞曲等多种电子元素 就叫风暴吧 中秋节一过 距离年关就没几个月了 很多事突然就开始忙起来了 新专辑现在已经写好 剩下的就是录制 拍MV等制作流程 这些苏七和刘洪光都能应付 顾诚只要录音时参与就行 至于闪电那边有消闲坐镇 顾诚给的游戏策划 又足够清晰明确 所以游戏按部就班的研发当中 目前还不需要他操心 剩下的就是 迷宫和行动的拍摄了 东南亚那边的摄影棚 林涛已经基本搭建完工 相关的拍摄程序也都批准了 剩下的就是电影开拍了 演员们已经在部队里特训了半个月 不日就可以禁组拍摄了 虽然没有立下军令状 但顾诚可是跟两位警长信誓旦旦的保证过 要在明年的国际禁地日之前 让电影上映的 再说顾诚身为电影制片人 以及编剧 于情与理都要上心点 在此之前 顾诚要先把小说 朱仙给完结了 出发洛杉矶之前 所有的小说剧情早就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就剩最后第三次青云山大战了 顾诚在脑海里 认真梳理了一遍朱仙的结局 朱仙一 萧鼎算是仓促完结的 可以肯定的是 结局没有交代清楚 许多伏笔和坑都没有交代清楚 萧鼎后来为了搞废 又续写 朱仙二 书中张小凡并未辜负陆雪奇 十年温柔如月的等待 与他归隐于大竹峰 成了一对眷侣 还生了儿子张小鼎 朱仙二 断更后 萧鼎后来又写了兄弟片 陆仙 里面又透露 碧瑶复活了人称圣后娘娘 张小鼎还说 碧瑶阿姨最疼爱的人就是她 三本书不是断更就是烂尾 都不算真正意义的完结 所以 在所有书迷的心里 朱仙是没有结局的 故事终究还是遗憾的 还是尽可能地根据几本书 稍微交代一下人物结局吧 顾诚也不打算续写 朱仙二 只是写到 朱仙一 留了个开放式结局 可以看到朱仙各种数据图绑 其实她写作以来 并未像其他作者一样 发单张求爷爷卖姥姥的 卖惨求票球打赏 但架不住书迷 又帅又给力啊 月票榜 打赏榜 畅销榜 朱仙的数据 全部都被牢牢地焊在榜首位置 无人可以撼动 尤其是那些不差钱的大萌 是他们用真金白银 丧心病狂 有钱任性 得把顾诚送上了全网第一个签萌盟主 朱仙一路走来 真的是打破了无数纪录 也给顾诚带去了很多的收益 顾诚忍不住轻叹 这要是匆匆完结了 我估计会被读者给骂死 果然如顾诚所料 当定时发布的结局 在早上发布出来时 直接震惊了整个网文件 鬼王宗主带着四灵血震来到青云山 爆发第三次青云山大战 张小凡在万剑一的帮助下 成功拿起朱仙剑 打败了鬼王宗主的修罗之力 守住了青云山 张小凡回到草庙村 踏起了一个小木屋 左灰猴又黄狗 最后在门口碰见陆雪奇 相视一笑 就是结尾 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读者猛逼了 鬼王的阴谋贯穿了全书 最后就这被朱仙一剑给劈了 焚香谷和万毒窟的故事 都还没展开 怎么就结局了 最重要的是必谣呢 千辛万苦收集魂魄 到头来一句失踪就给打发了 朱仙在一片虚声中 匆匆地结束了他的故事 留下了一堆找不出答案的谜团 和诸多亿难评 这比挠痒痒没挠到实处一样 让人抓心抓肝的难受 淑迷怨念深重 不仅评论区直接被骂瘫痪 故城更是直接被淑迷 骂上了热搜 这就结局了 又是一个烂尾王 不要拦我 我要跟故城同归于界 我想刀作者 我追到现在 就是为了看碧瑶复活 在师父填不易死的时候 这本小说就开始崩了 故城这个杀千刀的 就这样匆匆结尾了 作者留了这么多悬念 应该还有第二步吧 碧瑶的魂魄都收集好了 不可能这么失踪 一本百多万字的网文小说 凭什么能冲上热搜榜首 因为但凡对小说有所了解的 都知晓故城的厉害之处 写作不可能凭空写出 无论是作品素材 还是叙述腔调 都需要丰富的阅历 因为天才型作家无法量产 所以在整个网文圈 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如果说年稿费 能破百万的网文作者 可以称为行业翘楚 那故城 无疑是网文件内的至高神 故城的订阅、成绩、影响力以及地位 就赤裸裸地摆在那 网文件首个在新书期 就破十万军定的写手 首个达成千亿志尊盟的作者 卧槽 朱欣 居然是故城写的 不会玩游戏的歌手 不是好作者 笑不活了 故城到底还有什么是不会的 音乐各种破纪录 小说也吊炸天 故城这半年赚妈了吧 百摊 头炮 瓜子 那条需要的字取 既然是故城写的 高低得赏个盟主 作为歌迷 必须要去支持一波 这是要破二十万军的节奏吗 弱弱地问一句 小说好看吗 平台的系统都给干崩溃了 你说好不好看 是的 继上次上架迎来平台崩溃后 朱仙 完结再度引发中横系统崩溃 现在 进入中横不是系统卡顿 就是各种打赏飘红 总之网友吵闹得越凶 朱仙的订阅就越掉 故城更新完结章的时候 军定是十八万架 他原本以为军定最终会卡在十九万 无缘突破二十万了 结果这骚气的热搜一上 定月直接成井喷石爆发 仅仅只用了三个小时不到 朱仙的军定就突破了二十万 也就是说 自达成千亿志尊盟的成就后 故城又城网文圈首个军定突破二十万军定的作者 真正的傲视群凶 一时之间 会写小说的和不会写小说的 全部都集体沉默了 龙空 贴吧等各种论坛 网文圈有一个算一个 几乎都在讨论这本仙侠天花版 二十万军定 恐怖如斯 三个小时就增加了老子十年的军定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浪 这才是真正的一书风神吧 中横新人往板上钉钉了 这样一本各种创纪录的网文小说 居然百来万字就完结了 这本书要是给我写 老子能给他水倒到千万字 这大概就是大佬的境界 关键人家现在也不差钱啊 别人写小说是为了生活 顾承写小说是体验生活 看着小说热度如此之高 大江忍不住打电话劝说顾承 顾承 朱仙热度这么高 你真的不考虑写续集吗 嗯 不写了 可你不是 还有很多支线和伏笔吗 碧瑶人气这么高就这么失踪 读者一难平啊 江大 让碧瑶凭空活过来 那是bug 让碧瑶彻底死去 那是残忍 我觉得 这样结局挺好的 爱之身责之切 读者的谩骂 顾承都能理解接受 鬼王死在了胡锡山地宫 幽击呼唤碧谣 并且听见了隐约的铃声 张小凡还活着 回归平淡的生活 小伙伴也都在 最后又和陆雪奇相见 现在的结局 虽有遗憾不足 但顾承觉得 结局也算不错了 大江也知道自己改变不了顾承的想法 只能转关心新书 顾承 你的新书确定 到时候会发中横是吧 其他的不敢说 下一本 我肯定还发中横 得了保证 大江松了口气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笔 江大 你也知道我最近要忙的是太多 所以 新书的话 暂且先放一放 这段时间要忙苏七的新专辑 还要监制电影 顾承短期内 是没有心思搞小说的 大江却担心 顾承这一停笔 就歇息一年半载的 大概多久 顾承琢磨了一下 起码也要一个月左右 那还好 大江文言放下心来 那新书有眉目眉 打算写什么题材 我想写一篇大圣短片 西游 这个题材最近挺火的 有几本小说流量都不错 悟空 在蒙面歌王大火后 带起了一股西游风 章鱼歌在热度最高涨的时候 开了一本大圣逆佛的洪荒题材 现在成绩算是小报 所以几乎隔三差五的 就问顾承什么时候开新书 就等着顾承把大圣热度带起来 自己好跟着从中受益 顾承想写的 就是根据西游记 和大话西游改编成的 讲述悲剧英雄孙悟空 以及唐僧等人 对命运抗争的悟空传 这本小说 是金河在最先 在某浪网金庸客栈上 连载发表的小说 只有十五万字 别看只有短短的十五万字 但悟空传 却在网络上 一直享有网络第一书的美誉 这时 苏七揉着太阳穴 一脸眷容地走进来 顾承健壮 也不管大江那头还在说什么 就匆匆结束了对话 江大 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我们改天再聊 顾承给苏七倒了杯温水 喝点温水 润润嗓子 谢谢 苏七接过来 喝了几口 你刚才在跟谁打电话呢 编辑 朱仙完结了 跟他聊聊新书的事 顾承把他扯入怀中 让他坐在自己腿上 七七 我打算投资几个网文平台 苏七下意识开口 那你有钱吗 不够的话 我这里有 只是两个小平台 不用多少钱 顾承低笑道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懈努力 现在他不仅还完了苏七的钱 手里还有些多余的积蓄 七七 我要是总花你钱 别人该笑话 你包养小白脸了 你怎么可能会是小白脸 顾承要真是只用钱 就可以拿捏的男人 那苏七之前 也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不过 你怎么突然 想要插手网文领域 这个想法之前就有了 顾承看上的 不仅仅是网文这门生意 前世 而起之所以能助起 自己的文娱帝国 正式投资了YW 才能将市面上火热的IP一网打尽 所以顾承也有心效仿 投资网文平台 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他更看重的 其实是背后的IP资源 以便将来可以拓展 属于自己的文娱帝国 等过些日子 资金没那么紧张了 顾承还打算开一家 主营影视制作 IP孵化等业务 及内容创作 IP开发运营 影视等领域于一体的公司 不过这是目前还不急 顾承抓起苏七的手指 细细把玩 曲子练习得怎么样 说到这个 疲惫的神色一扫而空 有几首简单的 已经完全熟练了 直接录音都没问题 看他满目星光 顾承有些吃味 你一提起音乐 眼里就没有我了 你吃醋了 你说呢 顾承伸出两根手指 举止夸张道 这两天你回去倒头就睡 已经整整两天都没给我碰了 看他目光优怨 苏七忍俊不惊 别看顾承气质清冷 其实内心就是一只小狼狗 尤其是两人在卧室独处的时候 顾承非常爱黏人 各种缠着他不放 这两日他练习新歌有些上头 确实有点冷落他了 苏七捧起他的脸 不尝试地给他一记深吻 这样可以赎罪没有 就这 琪琪 你这是看不起我 顾承不满地抱起他 往休息室走去 我觉得我有必要加深一下你的印象 PS 最近被喷得有点狠 我要好好整理思路大纲 看一下接下来怎么写 大家有意见也可以留言 感谢大家的支持 国庆节当天 湄公和行动 在云南正式开机 上集对这部影片高度重视 因此当地相关部门 也是全力支持配合的态度 张高书记和陈江和警长 甚至还亲自到开机现场支持 供捉在前 上面摆放着香烛 腊台 供果和猪头 还有摄像机上必不可少的红筹 电影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 那时候拍电影使用的是胶片 剧组最害怕的就是机器画片 所以用红布盖起来避邪 虽然胶片时代早已过去 但为了图个吉利 剧组开机时都会选择将摄影机遮住 防止在拍摄中发生意外 仪式之前还艳阳高照 举行开机仪式之时 却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 众人吓得四处逃窜避雨 一里不同俗十里不同天 张高书记笑着解释 领导 我们这里地处云贵高原 气候变化比较大 你们别见怪 谁知对风水玄学 这套比较讲究的灵涛 见状反而笑容大开 欲水则发 下这么大的雨 看来我们这部片子 要大卖了 顾承顺着话奉承道 有领导指导 这部片子想不火都难 灵涛忙道 片子要真是爆了 那也是因为有上级的支持 还有大家的辛苦 集体功劳我一个人 可不敢鞠躬 众人相视大笑 雨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十来分钟的功夫就停了 灵涛让巨物给美人 分发了一套特殊质地的衣服 就连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演员们不久前刚从部队 接受特殊训练出来 对于手上这件衣服并不陌生 这是防弹衣 赵冲摸了摸 不由惊叹 这道具做得也太逼真了 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了 这不是道具 灵涛走上前 严肃地纠正他 这就是基地警 平时执行公务所穿的防弹衣 由上级部队提供 竟然是货真价实的防弹衣 众人面面相去 额头都不禁吓出一把冷汗 就连周易也不免择折 上来就派发防弹衣 这不明摆着告诉所有人 要做好玩命的准备吗 不愧是魔鬼导演 自己这次 他又得拖好几层片 灵涛可不管众人心里怎么编排他 继续严肃地叮嘱他们 不光是防弹衣 咱们的枪支弹药 也都是部队提供的 我们几乎是全实景拍摄 不管是爆破还是枪击 我们也是实打实地拍 因此我再三申令 拍摄随时随地都充斥着危险 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严格遵守拍摄纪律 顾承扬声接过话道 我和领导当初之所以 让你们接受为期20天的特战训练 就是因为 这将会是一段非常艰苦危险的拍摄 你们就知道这次拍摄有多危险了 总之不管去哪里都要结伴同行 要穿防弹衣 遇到任何情况就立即上报 命是你们自己的 你们所有人拍摄一定慎重在慎重 必须打起12万份的精神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所以人都大声回答着 赵冲出声牛独不怕虎 更是第一时间就将防弹衣穿上了 眼里净是跃跃欲试 方兴武这个角色 完全就是他凭实力 从林涛那争取来的 不管拍摄有多少困难 都不能阻挡他拍这部戏的决心 开机仪式顺利结束后 然后就是所有人员喜闻乐见的开机饭 开机当天不谈工作 只谈感情 是开机饭唯一不变的真理 大家聚在一起 气氛热烈地吃着香喷喷的歹味 民族风味大餐 舅妈 这个菠萝饭好好吃 喜欢就多吃一点 小丫头国庆有七天的假期 顾承顺便带着她一起过来玩几天 吃饱喝足后 她就开始缠着苏七带她去玩 那你们慢慢吃 我陪安然在旁边逛逛 顾承赶紧道 要不我陪你们去 不用 我们就附近走走 很快就回来 那你们注意安全 等两人离开后 顾承这才看向林涛 领导 娃娃兵和群演的人选都搞定了 群演都是找的当地民众 娃娃兵在缅甸当地 找了一些不上学的孩子 林涛忍不住叹了口气 顾承 当初我看剧本时 我还一直琢磨 剧本中的娃娃兵 是不是太血腥残酷了 直到我走访当地后 我才知道你写得有多保守 林涛狠狠地闷了一口酒 才接着到 那些孩子站起来还没枪高 就已经开始在泥地里练习射击 那些丧心病狂的地犯 为了激发娃娃兵的暴力倾向 还会要求他们 亲手杀自己的朋友 甚至是他们的父母 而且还要喝下他们的血 周一捏紧了拳头 这些地犯也太丧心病狂了 故承轻叹 所以我们才要拍这部影片 揭露这些黑暗 让民众知道地品对孩子 对国家的未来 究竟有多大的危害 还要残酷得多 边境地品泛滥 治安难以想象的脏乱差 街头都能到处看到西地的人 这种环境下的小孩子 出生就是悲剧 他们被地品 恶势力缠身 根本没机会 接触到国内孩子 所享受的美好的生活 东南亚其实就是个 连狗都不去的地方 张琪也有些恨铁不成钢 这些年只要有人靠近边境 我们也都会提醒他们 别偷渡 但就这还有人千方百计地偷渡 去那三分钟 就可以限你七个器官的地方 他们或许都心存侥幸吧 陈江河捏紧了拳头 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只有华夏 只要你的脚迈出这条界线 就等于把自己的命 交给别的国家来掌控 今天是个好日子 不提这么伤胆的话题 张琪清了清嗓子 看向顾成 顾成 其实今天我过来这边 还有个事要麻烦你 找他 顾成有些受宠若惊道 张叔姐 您请讲 听说你音乐天赋很高 我想邀请你为我们云南 创作一首充满当地民族特色的 宣传歌曲 顾成挑眉 宣传歌曲 张琪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也看到了 现在明明是黄金假期 但客流量却没有往年多 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之一 发展时间长 对其他行业带动能力强 但前几年经济飞速发展时 游客人数暴增 当地的旅游业管理却不到位 与此同时 国内外旅游地 也在与云南进行激烈竞争 要命的是 当地的旅游发展 却存在口碑下滑 发展不均匀等发展问题 以至于部分旅游景区受到影响 游客接待量下降 部分景区业绩甚至出现亏损 经营情况远不及预期 张琪也是无奈 才找上顾成试试的 我也知道 这个要求可能有些突兀 顾成抬手打断他 笑着道 张书姐 你有执笔吗 执笔 不是写歌吗 我这刚好有个灵感 灵感说来就来 这就是音乐天 才与普通人的差距吗 众人还在发忙 赵冲已经迅速起身跑开 我现在去找 他动作很快 从一个女助理拿借了纸笔 顾成接过纸笔 刷刷刷地在上面写歌 先写词再谱取 动作行于流水 吃一顿得付动作都没它丝滑 只用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一首连词带谱的名谣 就已经跃然在纸上 目睹了全过程的众人 简直目瞪口呆 张刀的下巴差点没掉地上 卧槽 这是什么神仙创作速度 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没到 就写了一首完整的歌出来 这跟在麻瓜面前 使用魔法有什么区别 张书姐 您看看这首歌 符不符合您的要求 光速写完一首名谣的顾成 把手写稿递过去 啊 好 听见顾成的声音 张高如梦初醒 创作一首城市文化歌曲 比寻常的流行歌曲更有难度 尺度的把控 歌词的深度 以及旋律的传唱度等等 都要考虑在内 都说慢工出细活 按照张高的预判 顾成这么短时间创作出来的 估计也就是一首简单的口水歌 但当他看到曲稿时 整个人却彻底呆愣在原地 踩云之南 我新的方向 孔雀飞去 回忆悠长 玉龙雪山 闪耀着荧光 秀色丽江 人在路上 先不说歌曲的旋律 光是这简洁 却不失优美的歌词 朗朗上口的同时 既表达了对云南的赞美与向往 还完美体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社会主题 而且 顾成还详细标注 哪些段落要用什么乐器演奏 巴乌 葫芦 葫芦 这些全都是他们云南当地的特色民族乐器 好 好 好 写得真的是太好了 张高激动到颤抖 每一句歌词 都完美落在我的心坎上 这首歌绝对能带火 我们云南整个旅游行业 顾成 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为我解决了大难题 看张高抓着顾成的手 不断地赞赏 围观的众人 真的是看得一愣一愣的 陈江和笑道 看来张叔姐 对这首歌非常满意 满意 满意的不得了 这首 踩云之难 就是 我理想的中的云南旋律 陈江和提醒他 既然曲目满意 接下来是不是该谈酬劳问题了 张高一拍大腿 连声道歉 我太兴奋了 差点忘了酬劳 顾成 这个酬劳方面 张叔姐 酬劳就不用了 给官方制作歌曲 还是这种宣传地方旅游性质的 这是多少歌手梦寐以求的事情 那点版权费 远不如歌曲背后 给他衍生的利益多 顾成真不至于 如此目光短浅 这怎么能算了 张高眉头一皱 我事先可是打听过 顶级的音乐制作人 都是暗自收费的 张叔姐 真不用酬劳了 顾成健壮赶紧打断 我非常喜欢云南 能为当地旅游掠尽心意 是我的荣幸 而且我们的影片在这边拍摄 你们大开方便之门不说 还全程知识配合 我要是写首歌还提酬劳 那可就太识快了 既然你话都说这个份上 那这首歌 我们就当你是赞助支持的 张琦欣慰地拍拍顾成的肩 今后影片拍摄上 有需要的尽管题 我们一定极力满足 并积极配合拍摄 等什么时候影片上映了 我们还会大力支持票房 那就太谢谢张叔姐了 张高这句话 可比酬劳要相多了 官方支持票房 那影响力可不容小觑 顾成 那这首歌可以尽快录制吗 您想什么时候录制 越快越好 我想趁着黄金假期 尽快推广 张高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这几年游客和导游 不断爆发的摩擦 在互联网放大镜下 成为舆论焦点 导致云南的旅游口碑 急剧下降 口碑影响美誉度 团队由逐渐被休闲度假游取代 顺风顺水的云南旅游业 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此 云南这两年 制定了一系列旅游管理政策 并且监督落实到各大景区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当地旅游的口碑逐渐修复 张高想让游客 曾经留在云南的遗憾 通过这首彩云之南 在剧城最美的期待 让抱哈尔归的游客 重新认识崭新的云南旅游业态 这附近有录音棚吗 有 张高点头 附近有间音乐工作室 那录制不成问题 顾成提出额外的要求 但这首歌 有很多传统的民族乐器 所以 我还需要能熟练 吹奏这些乐器的音乐人 这个好办 我现在就去安排 看张高比较急 顾成久也顾不上吃了 直接就起身去找苏七 《月亮之上》 和《彩云之南》 君游和沐阳创作 凤凰传奇唱完前曲后 之后苦求后者而不得 最后落到了徐千雅身上 佩契有很多云南当地民间的乐器 融入了很多元素 曲风也很丰富 苏七的嗓音空灵 爆发力强 让他来演唱这首民谣 更具民族风味不说 还能穿透人的内心 引发大众强烈的共鸣 张高的速度很快 半小时 就给他找了几个民间艺人 顾成给他们讲解了曲目后 就进入了录制 这首歌最特别的是 顾安阳也参与了录制 小丫头的童声极具感染力 非常的治愈 跟苏七一起合唱 完全不落下风 小小年纪 唱功就如此不俗 未来可期 歌曲录制的同时 林涛还亲自为歌曲 剪辑MV 作为魔鬼导演 林涛剪辑的MV磅礴大气 把云南的美 用暴力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下午四点 云南旅游局更新了观博 彩云之南 藏龙之巅 尔海之兵 心之所向 秀色丽江 御荣雪山 蝴蝶泉边 卢孤湖畔 世外桃源 人间天堂 虽远莫祖 肃驴以往 观博艾特勒苏七的工作室 苏七第一时间转发了微博 一座城市 一首旋律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我带大家领略云南的秀丽风光 苏七居然和官方合作名谣 推广旅游 粉丝下意识地点进去 悠扬地伴奏旋律响起 飞鸟的鸣叫 葫芦丝的旋律慢慢升起 甜美清澈 又富有爆发力的铜声响起 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踩云之南 我心的方向 孔雀飞去 回忆悠长 云龙雪山 闪耀着荧光 嗅涩丽江 人在路上 稚嫩的铜声极具感染力 唱出了对云南的向往之情 歌声超越了山水 超越了人文 血液和现实在这一刻融合在一起 直达所有人的灵魂深处 所有人都忍不住被音乐吸引 被拉倒了云南上空 与自然天地融为一体 紧接着 是苏七那极具辨识度 飘渺中带着些许的细腻和高亢嗓音 踩云之南 归去的地方 往事芬芳 随风飘扬 蝴蝶全边歌声在流淌 如孤湖盼心仍荡漾 婉转悠扬的民族旋律 空灵清澈般的声音 让人不禁沉醉其中 rap和嘻哈的加入 让这首歌又增添几分时代感 再搭配上当地的特色风光影片 四季如春的昆明 风花雪月的大理 雪山古城灰映的丽江 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太怀念云南了 玉龙雪山 卢孤湖 滇池 尔海 玫瑰饼 牦牛肉干 喜欢云南四季如春 喜欢当地人的直率热情 喜欢绵延起伏的盘山公路 一座连着一座的山 我妈问我绝个订单啥 我说 我要开屏 这首歌太优美了 天赖之印 这童生太惊艳了 不知道这个小歌手是谁 四维相道 万寝情沙 九夏芙蓉 三春杨柳 又想骗我去云南了 看我干嘛 开屏啊各位 我是云南的 云南怒江的 彩云直南 鬼去的地方 自从明瑶 阿雕 在蒙面歌王的夺冠舞台 狠狠地惊艳了国人后 明瑶开始在国内大热 各大短视频 都能看见明瑶的身影 江夜最近刚接到一个明瑶节目的导师邀请 在他查看节目资料时 同行给他发来一个音乐视频链接 彩云直南 顾成又创作明瑶了 还是天后苏七演唱 等等 江夜激动地扶了扶黑矿眼镜 这首明瑶居然是和云南旅游局合作 用来推动当地旅游局合作的 作为地地道道的云南本土人士 江夜迫不及待地点开 熟悉的巴乌和葫芦丝旋律一响起 江夜体内的DNA就开始疯狂躁动 葫芦丝是他第一个学习的民族乐器 贯穿了江夜整个音乐生涯 梦回云南 然后就是直击灵魂的天籁同生 彩云之南 我心的方向 悠扬婉转的歌声 缓缓流淌 字字入心 声声入耳 故乡的风景 犹如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 在江夜面前徐徐铺开 几分钟后 江夜呼吸急促 目光涌动 太好听了 这首明瑶 实实在在触动了江夜的内心 故称真他娘的 是个音乐天才 他怎么能用音乐 将云南刻画得如此的形象美丽 这完全就是云南之声啊 江夜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登陆了那八百年不用的微博 转发旅游局官博的同时 还发表了自己对这首歌的音乐理解 凯云之南 这首歌沿袭国风 朗朗上口的曲调 结合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 将民歌与现代最流行的音乐元素 巧妙融合 前半段的同声空灵清澈 犹如清泉流响 到了女声部分细腻飘渺 恍若幽鼓回荡 将云南的自然美景 用音乐人生 完美地向世人展现 俗话说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除了香港 云南最强 这是里山清水秀 风景如画 四季如春 云南是国内的宜居养生之地 台风 洪涝 雪灾 地震 龙卷风 就连前阵子全国各地叫嚣的持续高温 几乎所有的天灾人祸 都与风平浪静的云南无关 云南 欢迎你们的到来 该条微博迅速冲上热骚 不只是江夜 还有诸如南北投等乐评博主 纷纷在社交平台发表音乐见解 与此同时 各大旅游博主也开始疯狂地蹭流量 各种短视频平台 开始疯狂地给云南打广告 各种美景 美食 网友沦陷了 假期本来想出国的 听了这首歌后 立马改签机票 大理事和情侣 风是他 雨是他 抬头看月亮 连月亮也变成他 以前去被导游坑过一次 但是那里的风景确实很美 那边的旅游乱想 已经整顿不少了 这次去体验感还不错 假期正不知道要去了 既然云南这么好 干脆就去尔海吧 云南 欢迎广大网友前来旅游 念念不二海 景浩一首彩云之南 带你领略云南风光 景浩 景浩 彩云之南 云南的名片 景浩 景浩此生必去云南自驾游 景浩 景浩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景浩 景浩一首歌带火一个声 景浩 在媒体与网友的推波助澜下 一个又一个的话题 在微博接连被引爆 你敢想象 彩云之南上架仅十分钟 就强势空降热搜第一 把芒果台、歌手、今晚开播的营销 都给挤了下去 歌曲上架半小时 各大旅游APP 云南热度直线攀升 一跃成为网友首选的热门度假圣地 全国各地黄金假期 往返云南的机票 基本被抢购一空 各大景区的咨询电话 直接被热情的网友给打爆了 热门景区的门票 因为抢购实在太过火爆 已经停止线上预售 景区附近的星级酒店的房间 也基本被游客订满 部分热门的酒店 网友又开始琢磨自驾游 于是 网上的又出现各种球攻略 球组团的奇怪化风 跪球五天的云南自驾游路线 有没有低多的小伙伴 让我们在大理来一场浪漫的陷后 苏州的小伙伴请在下方集合 跪球大理三天的美式推荐 有没有玉龙雪山的旅游攻略 同球自驾游路线 顾承刷到这些评论 就向张高提 张书记 网友都在球自驾游路线 您要不让旅游局那边 制定几条贯穿景区的路线 旅游局已经规划了四条路线 滇西北路线 滇西路线 滇西南路线 以及滇南路线 这四条路线贯穿了云南各大景区 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彩云之南没发布之前 云南在全国各大旅游城市的热度排名 只在中上游 这首歌发布到现在才两个小时 云南的排名已经逆袭到第一 看着这逆天的流量 朝着云南滚滚而来 张高激动不已 而这一切都得感谢一个男人 感激到固承 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给我们带来了流量 您太客气了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固承提醒张高 张书记 现在流量已经有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经营好口碑 把流量留存下来 长久地延续下去 流量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能带来巨大的GDP 但要是出现什么负面新闻 那就会造成流量反噬 对当地旅游业造成重创 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这一点张高同样非常清楚 我知道 我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旅游管理政策 会监督他们严格执行 杜绝旅游不良事件的发生 您心里有数就好 除了美景 美食 云南还有各种传统民族文化 张高这两年为了吸引游客 不断尝试将各大飞移 搬到了旅游产业中来 期待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既然苏七介绍了美景 那顾成就帮忙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他问张高 要了一些当地传统文化的资料 整理成帖子 发不到微博 云南是个喜敌 心灵的圣地 望不穿的山影湖光 听不尽的耳熟能详 踏不烂的红尘万丈 当今社会 人们在生活中忙碌地奔走 憧憬着未来与梦想 你们已经有多久没有驻足停留 回首过去的人与事物 华夏上下传承五千多年 文化远远流长 博大今生 千百年来 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 祖祖辈辈积累下的经验与机会 使得生命与文明流传至今 百代兴衰 祖祖辈辈积累下的经验与智慧 形成我们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 这浪漫而厚重的礼物 值得被深刻虔诚的传承 被液晶制作 带族织锦记忆 白族扎染记忆 剑穿木雕 腾冲提影戏等等 古老的传承已成为今天的时尚 大家若是有机会来到云南 欣赏美景 品尝美食的同时 别忘了 这里还有各种传统的飞衣文化 等着你们去挖掘 不为打卡 不为拍照 只为了能在那一瞬间 感受先辈的智慧与时间的流逝 历史需要铭记 民族需要传承 我愿做华夏飞翼文化的传承人 弘扬华夏传统民族文化 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条微博发出来后 网友如遭雷击 浑身站立 洋洋华夏 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无数朝代更迭 无数鬼斧神功 无数神话传说 有许多突破了历史的长河 得以流传至今 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但有许多灿烂的文化瑰宝 因长河的礁石而破碎 或被掩埋于泥沙之下 又或被尘封于实力之中 更令人痛心的是 大量的华夏飞翼文化 被邻国深移变相偷走 顾承在微博号召 是在卖情怀吗 不 身为华夏血脉 生来就有民族自豪感 这段时间以来 顾承维护华夏尊严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默默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每一个举措都发自内心 这都是华夏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点赞 转发 评论 话题热度直逼千万 微博直接空降热搜 网友们疯狂给顾承点赞的同时 还不断留言支持 历史需要铭记 民族需要传承 承哥这番言论 看得我热血沸腾 洋洋华夏 历史如茶 文化成就未来 传承不容忘怀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印证过去 见证未来的瑰宝 我们有责任 让其传承下去 取糟粕 取精华 老祖宗传下来的治理名言 导致多少传统记忆 被时代巨轮碾压丢弃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因为我们不重视传承 有多少被无耻小人偷走 我就是非议传承人 现在许多传统的复杂记忆 因为年轻人不愿传承 已经在逐渐遗失了 不是一定要亲身学习 才叫传承 成为传统记忆的了解者和记录者 同样也能在传承中尽一份力 树枝高阁 无人专言 跟失传又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 当一个事物从人们记忆中被淡忘后 他其实就已经死了 我愿做非议传承人 弘扬华夏传统民族文化 非议文化兴火相承 靠的从来不是的人 而是你 是他 是我们每一个人 顾成不知道自己一番话 会在网络上引发怎样的热议 带来多少人的反思 也不知道 今后他会再推广非议文化的路走多远 发完宣传微博之后 顾成他们就跟张高告别 打车前往歹足园 歹足园位于西双版纳橄榄坝 是西双版纳之魂 是唯一集中展示歹足历史 文化 宗教 体育 建筑 生活习俗 服饰 饮食 生产生活等为一体的民俗生态旅游精品景区 这里也是影片首选的拍摄基地 顾成的大学 死党周也 老家就是西双版纳的 他家开的民宿距离歹足园不远 肥水不流外人田 顾成直接把民宿整个租下来 当作部分剧组人员的休息之地 这次他们一行人没去星级酒店 也是在民宿下榻 晚饭周也亲自下厨 做了一大桌丰盛的当地特色美食 几人仿佛又回到大学那段时光 一边喝酒 一边闲聊近况 毕业之后 三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发展 也各自有了不同的人生际遇 顾成成了大哥星 还闯进了欧美乐坛 在全球都有不俗的人气 赵冲做了梦寐以求的演员 从电视剧配角到现在的电影主演 前途一片光明 而周也跑回了老家照顾家人 做起了民宿老板 几个月不见 周也晒得有些有黑 完全脱离了大学的志气 整个人变得成熟许多 看着气质沉稳的顾成 和胡子拉叉 晒得比自己更黑的赵冲 周也不免有些唏嘘 没想到我们三个 会以这样的方式 在云南见面 你们都成大明星了 只有我最没出现 窝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开民宿 周也 你少在这卖惨 要说惨 你有老子惨 赵冲忍不住朝周也狂翻白眼 你跟老顾都找到了归属 只有老子特吗 还是孤寡一个 这一点 周也无法反驳 他跟老婆是一见钟情 现在一起经营 打理着这家民宿 瞥一眼跟苏七 谈笑风生的老婆 周也目光变得得意 嘿嘿 我虽然混得确实不如你们 但是有一点 我比你们两个都强 他挺直腰 笑得那叫一个嘚瑟 老子比你们两个 都先当店 这番话乍翻了全场 所有人的视线 都下意识 朝老板娘的肚子看去 杨洁瑜羞红了脸 周也 你提这个干什么 顾安然瞪大眼 一脸懵懂 苏七则是羡慕到 嫂子你怀孕了 杨洁瑜点头 笑容脸到了耳后 刚怀上不久 前两天刚查出来的 恭喜嫂子 谢谢 杨洁瑜抿着嘴笑 连头发丝 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 周也一脸嘚瑟 怎么样 老子这回 终于也能压你们一头 顾承跟他碰杯 诚恳的祝福 恭喜 那你们打算 什么时候结婚 早上已经去登记了 等过些日子 胎儿稳定了 再举行婚礼 赵冲感觉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朝周也的肩 猛击一拳过去 卧槽 你小子这速度可以啊 周也眯起眼躲开 先说好 等我结婚 你们两个必须要过来 给我当伴郎 那是肯定的 顾承一口音韵下来 这是三人早就约定好的 三个人里不管谁结婚 另外两个 都要给对方当伴郎 说到结婚 顾承下意识地看向苏七 他正单手支着下巴 看小丫头好奇地抚摸 杨洁于未显怀的肚子 眼眸中盛满了 无尽的星光与温柔 固承有种幸福的预感 若是两人有了爱的结晶 那苏七一定会是个温柔的妈妈 今天是国庆 也是歌手第二期开播 歌手这个节目共八期 包括生存赛 突围赛 半决赛 决赛和踢管赛 生存赛共分为五轮 每轮有七名歌手参与竞联 每场均有五百名观众听审参与表决 每位听审选择三位 自己认为本场表现最佳的歌手 得票率最低的选手 被淘汰出七人阵容 由新加入的一位歌手顶替 节目组很早就放出了第二期的预告 因为上一期的神级现场 这期节目 除了新加入的神秘歌手 最受观众期待的选手 非张义莫属 这一期 张义还会带来一首新歌 而且同样由顾成亲手打造 因为顾成的热度暴涨 节目组也跟着蹭了不少流量 无数粉丝都在翘首以盼 等待着节目的开播 不知道今晚周一 又将带来什么神仙现场 最近我的歌单 完全被成歌成包了 又会唱又会写 长得还帅 谁能不喜欢顾成 我朋友去了现场 据说萧綦有惊喜反转 比较好奇 新嘉宾是哪位歌手 无尘的粉丝曝光 说是自家哥哥上网 网上还有消息 说节目组前阵子 亲自去香港那边 与天王天后 前阵子王云飞有在机场出现 你们说 有没有可能是他 王云飞这种神级的天后 怎么可能会上综艺 没看最近港台那些大腕 最近频繁出来活动 付出捞金不是很正常 不管是谁来 我都支持张艺 新贵妃醉酒的现场太惊艳了 歌手八点准时开播 新嘉宾并不是网友期待的 天后王云飞 而是当红偶像歌手吴臣 网友失望了 为什么是吴臣 还我天后王云飞 神仙打架的舞台 吴臣是来这舞台搞笑的吗 非常6加1 吴臣明显是凑数的 我只能说资本的力量果然强大 作为新生代花美男偶像歌手中的翘楚 吴臣在华语乐坛 其实并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但架不住其背后的团队营销给力 所以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在顾城眼里 吴臣有点类似于某千 粉丝年龄层普遍偏幼 但是打头 买砖 还有洗地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看直播间一水的尬吹就知道了 吴臣全网粉丝6000万 有人气有代表作也有奖项 怎么不能上歌手 吴臣可是能舞能唱的音乐天才 拿过舞蹈大赛冠军的 哥哥的实力不比那些舞台上的差 就是 这弹幕也太酸了 要命 哥哥唱得好深情 翻唱逼死云唱戏脸 看舞台上演的无比深情的吴臣 苏七忍不住深深的醋眉 这修阴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嘴心根本就对不上 芒果台找个流量歌手上歌手 诗乐坛都没人了吗 赵冲简直就是碰到了知音 七总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吴臣 嗯 不喜欢 苏七撇撇嘴 对吴臣完全无感 他背后的经纪公司太烦了 买了几次通稿黑顾成不会跳舞 靠拉踩顾成来营销吴臣能舞会唱的天才人设 顾成 要不等这张电音专辑完了 我们出一张舞蹈专辑吧 发舞蹈专辑倒是没啥问题 顾成低笑 挑眉道 不过 七七 你这是在护短吗 苏七大方点头 霸气护肤 我自己被黑无所谓 但黑你就是不行 我就想让吴臣的粉丝看看 你也会跳舞 而且 跳得不比吴臣差 赵冲 他就不该问 赵冲现在想连夜禁组拍戏了 待在这的每一秒 他都在承受狗粮暴击 歌手作为国内最火爆的英宗 能上节目的都是在乐坛拔尖的歌手 不是唱功与实力不俗 就是人气与流量兼具 除了流量无尘之外 之后上场的歌手 唱功都是全程在线的 其中最让顾成惊艳的 就是华语乐坛的长青树琪琴 虽然琪琴这几年没出什么新作品 但琪琴毕竟是国家队出身 唱功是顾成见过最为惊艳的 还有就是 频频被拿来跟顾成做对比的萧琪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萧琪这次居然在舞台 演唱了顾成的 《启风》了 作为歌手 也作为节目的主持人 萧琪利用主持的机会 在舞台趁机澄清了不合传闻 经常有媒体和网友 拿我跟顾成做对比 然后我都会被网友评得一无是处 总这样下去 也不行 毕竟我出道这么久 老被后背碾压 多没面子不是 我觉得网友有句话说的挺有道理的 既然打不过 那就加入 台下哄堂大笑 萧琪也跟着笑起来 他清了清嗓子 然后开始打趣 开玩笑了 其实我也是顾成的粉丝 毕竟能唱会写 还长得帅的顾成 谁能不喜欢呢 台下观众疯狂欢呼 起哄 打不过就加入 赵冲忍不住吐槽 萧琪这情商真高 不仅澄清了不合传闻 还能顺便给自己拉一波票 能在娱乐圈走到这个级别的 有几个简单的 顾成众肯的点评 往往就是萧琪这样的人 才能在乐坛走得更长远 不可否认的是 萧琪在乐坛能有如今的地位 自身也有一定的实力 属于人气与唱功都不低的那种 假以时日 也能成为华语乐坛真正的流行天王 节目进行到这里 只剩下张艺一个 还未出场 萧琪首持台本 照本宣科的念读广告后 终于进入正题 周老师上期节目反串女生 真的给我们带来非常震撼的现场 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恰好是国庆节 所以我们给现场观众都发了红旗 而张艺老师 这次给大家带来一首 献给祖国的新歌 万江 接下来会舞你们手中的红旗 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话音一落 全唱欢呼 台下的旗帜组成一片红色汪洋 掌声雷动众 张艺一袭国风长袍 温文尔雅地走上舞台 灯光流转 所有人默契地安静下来 随着国泰民安的旋律一响起 华夏人的红色基因就开始本能的觉醒 自新贵妃醉酒后 张艺就打开了新世界 在细腔反串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这首歌的开头 他同样也是用的细腔女生来演绎 温柔又不是大气的细腔 一开口就征服了全场 红日生在东方 其大道满霞光 我何其姓生于你怀 成衣卖血流淌 男同当父共享挺立起了几辆 无国万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抓二 张艺这细腔反串实在太惊艳了 听一次就沦陷一次 尤其在国庆这样特殊的日子里 万将 这首歌好像特别有力量 歌曲中蕴含的爱国情感与华夏信仰 深深地触动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引发强烈的共鸣 红旗不仅在台下拼命挥舞 也在芒果台直播间疯狂刷屏 卧槽 这到底是歌手还是春晚 泪目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为什么我听这歌会眼含泪水 因为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今年春晚没有 万将 我不看 祝祖国繁荣昌盛 生日快乐 愿华夏和亲海艳 岁月安好 作为土生土长的华夏人 张义骨子里就对红哥天然亲切 所以他拿到万将的时候哭了 张义完全没有想到 故城递给他的会是这样一首歌 每一个人对万将的理解都不一样 但对祖国的爱却同样的深沉 华夏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经历岁月变迁 悲喜沧桑 仍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光芒 踏脚底黄土 赶万将胸怀 这份浓浓的民族自豪感 在万将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 张义将自己对祖国的祝福 还有胸腔中对这片土地的爱柔碎成荫 用歌声尽情地释放出来 写苍天只写一角日语悦悠长 画大地 只花异于山羽和无恙 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共养 红日生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 我何其信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 南同当父共享挺立起了几两 吴国万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何其有幸生于你怀 万将之欲成于一脉 与你 与我们 与所有青年 为奋发图强 砥砺前行 听着歌 伴随着旋律 现场观众乐听有感 不少观众泪洒现场 他们的内心都充盈着身为华夏人的感动 自豪等种种情感 我何其信生于你怀 成一脉血流淌 原来我这辈子的运气都用来投胎了 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生还入众花架 今生已作华夏魂 来世还作华夏人 无畏中华 天欠无涯 山河无恙 吴国万将 这首歌应该出现在春晚 还应该出现在校园 广场 大街小巷 这样的歌再多点就好了 华夏子孙太需要这种正能量的歌曲 愿用无辈之青春 护卫着盛世之中华 少年的间应担起清风明月 与祖国的未来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网友常常半开玩笑说 李老师是盛世华英 一开口就是国泰民安 他十几年如一日 专注于自己的戏剧之路 有自己的代表戏剧作品 主夜也一直在做戏剧演员 在剧院巡演 李老师是真真正正 从人民中来的艺术家 他身上有的 就是脚踏实地 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 有的勃勃生机 是真正的心怀浩然天地 如日出东方般 充满力量和希望 万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红歌 顾承觉得 他更像是一首赞歌 他第一次听到李老师的 万江时 真的感触颇深 课堂上老师 让学生死记硬背的东西 曾经真的被先辈们 当作毕生的理想信念 去奋斗和牺牲 而我们随手翻过的一页 就是烈士的一生 华夏盛世 都是先辈用血肉换来的 顾承聆听 万江泪如泉涌之时 脑海中只有一句话 在不断徘徊 社会主义不会辜负华夏 盛世终究如你们所愿 严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 觉醒年代的续集 就是当今 所以当张义再次来求歌 前两章写错名了 抱歉 而顾承得知 歌手这期节目 恰巧将在国庆当天播出时 他下意识就想到了 万江 毕竟学了好几年的戏腔 张义有功底在身 为了唱好这首歌 又专门去请教了京剧泰斗 这首歌 他以每声头腔为共鸣腔体 然后采用民族唱法那种 捎带挤压的发声方式 再加戏曲的包装和咬字 沉稳的歌声里 饱含着深情与敬畏 张义将 万江 柔美和气势磅礴 全是的淋漓尽致 现场效果 还是让顾承十分惊艳的 吴国万江以仁爱 千年不灭的信仰 红日生在东方 其大道满霞光 当张义的戏腔渐渐消散 观众席上 所有人都自发站立起来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旗帜 然后用雷鸣般的掌声 来表达他们心中对万江 这首歌最由衷的敬意 直播间的网友 同样热血沸腾 他们疯狂地刷着旗帜 弹幕被红色全面覆盖 目光所及 皆为华夏 五星闪耀 皆为信仰 同一时间 芒果后台的工作人员 看着自万江演唱之后 节节飙升的收视率呆若目击 他们想说什么 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一样 无法言语 最高收视率7 12 对比上一季歌手总决赛 最高5 82的收视率 这7 12的收视率实在是高得离谱 结结实实 把所有工作人员都给吓猛了 万江绝度会活 另一边 节目的镜头 转到了后台公共休息处 好哥 齐情激动地脱口而出 顾承这词曲创作能力是真强啊 不仅流行歌曲信手拈来 没想到 就连爱国主义也轻松驾驭 顾承这词曲确实写得好 张一的演唱也很震撼 尹叶也忍不住点头附和 尤其是这独创的双枪唱法 太令人惊艳了 戏枪算是给他玩明白了 张一这表现 这7第一 估计没跑了 尹老师 你刚才的现场也发挥得不错 刚才那波高音 差点没把我原地送走 几个歌手在那里商业互吹 有个人却显得格格不入 在吴晨眼中 张一这波操作 属实太狡猾 在这样的特殊日子中 演唱 万江 明摆着是在打爱国情怀来拉票 所以几位歌手在热情地讨论 只有吴晨皮笑若不笑地 站在边缘沉默不语 来参赛的歌手 都是明眼人 大家同在娱乐圈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每个人身上都有800多个心眼 吴晨什么心理 大家心知肚明 歌手彼此之间真正的敬意 不在于你拥有多少流量人气 而在于 你到底拥有多少实力 齐琴这种国家队出身的实力派 对于吴晨这种营销炒作出来的流量歌手 多少有点看不顺眼 再说吴晨之前 拉踩碰瓷故城的行为 也让齐琴十分不止 吴晨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有什么高见 没有 没有 吴晨连忙笑着否认 不知道齐琴怎么会突然对自己发难 我就是在想 几位前辈的表现都太好了 我估计要被淘汰了 画面到这里 就切回了投票现场 这一期歌手 确实是神仙打架 观众同样也在关心 这一期的歌手排名 到底是哪一个歌手 要离开这个舞台 在准备公布投票结果的关键时刻 芒果台却直接插播广告 打得所有观众触不及防 吴晨眼里刚才是不服气吧 镜头扫过的时候 周爷怎么看都觉得 吴晨眼角充斥着不屑 那孙子肯定觉得风头被抢不爽 赵冲虽然知道不可能 还是忍不住祈祷 希望等下节目组 直接把吴晨给淘汰了 节目组不会让吴晨这么快被淘汰的 顾晨大胆地预测 看现场支持的横幅 吴晨不仅不会被淘汰名次还不低 搞不好还能进前三 芒果台请吴晨的目的 明摆着就是为了流量 流量跟实力派的较量 能给节目带来争议以及热度 所以吴晨一定会留到总决赛 果然 结果公布的时候 确实如故城所料 吴晨力压实力唱将影业 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而首期的第一名齐情 这次名次下降一位 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张艺则力压国家队 涌夺了本期第一名 毕竟张艺这一期的现场效果太然了 万将质量本就强的离谱 又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能一举力压一众大神 完全在所有人的意料当中 最后被淘汰的 七人中实力不弱 但人气稍低的胡宁海 赵冲愤愤不平道 靠 居然淘汰胡宁海 都不淘汰无尘 节目组太黑了 苏七分析了一下 胡宁海唱功虽好 但他唱的那首名谣传唱度不高 所以被淘汰是情理之中 对了顾城 你给张艺老师写了几首歌曲 一共三首 还有最后一首 留到总决赛的时候 新贵妃醉酒 以及万江给张艺收获了大量人气 同样也给节目组 带来前所未有的热度 以张艺现在所累积的热度和人气 节目组肯定会让他挺进歌手总决赛 所以这最后一首歌 张艺干脆留到了歌手总决赛厮杀那天 周也眯起眼 有几分好奇道 你们说 这季歌手冠军周易 有几成胜算 那肯定是十成 赵冲黑黑一笑 一把拦住顾城肩膀 有老顾在 冠军非张艺莫属 张艺想拿冠军 没那么容易 顾城嫌弃地推开赵冲 丢出一个重磅炸弹 因为蒙面歌王前阵子风头大热 所以歌手节目组不甘示弱 他们想请真正的天王天后阵容 还开重金找了七七 但我们因为要发专辑 所以没同意 所以节目组后面就去接洽王云飞 好像他本人已经有所异动 王云飞 赵冲和周也对视一眼 震惊不已 华语乐坛拥有天后头衔的女歌手不少 但大部分都是媒体和粉丝自封的 圈内真正公认的歌坛天后 实际只有王云飞 张惠美 以及苏七三个 王云飞缔造过很多销量记录 唱片销量甚至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不过八年前嫁入豪门后就隐退了 这样的天后会付出参加音纵 赵冲实在不相信 王云飞都结婚隐退八年了 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 豪门贵妇也不是那么好当吧 顾城倾笑 直言道 没有意外的话 王云飞会作为踢馆选手参加节目 这么说 神级天后真的要付出了 赵冲倒抽了口气 我得个乖乖 节目组织真是下了血本了 周也目录期待 这一记都是神仙阵容 也不知道这几歌手的冠军会花落谁家 总之绝对精彩就是 赵冲无奈地叹了口气 可惜明天我就进组拍戏了 也看不到了 西双版纳古语称为蒙巴拉纳西 亦为光之城 一江陵六国 六国共饮一江水 这里最有名的河流 就是发源于青海的蓝沧江 也就是国际上的湄公河 歹族人是水为天空和大地的起源 重阳水能给人们带来幸运 世代临水而居 以水为伴 周也的民宿就开在蓝沧江畔 是传统的歹族木质吊脚楼结构 装修设计保留歹族特色的同时用 现代化改造 既充满历史感 又不缺舒适度与体验感 西双版纳的雨季 会持续到十月底 雨水滴滴答答 在屋檐上落了整夜 白色的床曼 也随着下雨声不断摇曳 次日 窗帘随着微风轻轻晃动 阳光顺着缝隙倾泻而入 顾城慵懒地半躺在床上 饶有兴致地把玩着苏七的末法 折腾了半夜 苏七整个人面若桃花 天鹅井上依稀可见几抹烟红印记 他蜷缩在顾城的怀里 软身咕弄 几点了 十点 十点 苏七一下就清醒了 娇声埋怨道 你怎么不含我起床 心疼你太累了 我累是谁造成的 苏七用力瞪他 羞愤交加的指控 我都要哭了 你还不依不饶 顾城低效 得了便宜还卖官 哪里把持得住 琪琪渲然欲气的样子态 不许胡说 苏七一把捂住他的嘴 他算是怕了顾城了 这个人一到了晚上 简直就是一 丧 观 心 情 病 瘦 狂 欲望跟无敌洞一样 他怎么都喂不饱 天天换着花样来煎鱼 再这样下去 苏七都对要对这事 产生心理阴影了 顾城把人拥进怀里 顺势在他的掌心印下一吻 七七是继续睡 还是起来吃东西 不睡了 苏七哪还有脸继续睡 他一咕噜爬起来 完全没留意到自己燃春光乍蟹 剧组出发了吗 一大早就出发了 那阿然呢 周也和他老婆 带他上集市采购游玩了 看顾城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视线惊艳中闪耀着火苗 苏七笑意盈盈道 好看吗 嗯 顾城猴头滚动 无法挪开视线 苏七索性撩了下头发 换了个更妖娆的姿势 那这样呢 七七这是在玩火 顾城呼吸一致 刚想把人捞过来饱餐一顿 苏七狱足一身 先一步踹开他 闪开 我要起床 他眼急手快地 把被单裹到身上 让顾城整个暴露在空气中 然后一溜烟跑向浴室 想跑 顾城冷笑着追上去 在最后一刻把人给截住 苏七尖叫出声 两人嬉笑打闹的声音 很快又被别的声音取代 以下省略万字 在顾城和苏七胡作非为时 万江和彩云之南等相关话题 正在热搜疯狂土榜 彩云之南 自昨天云南旅游局在官博发布后 就被广大网友争相翻唱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泛滥传播 拜着首歌带来的热度所赐 云南各大热门风景区游客暴涨 当地旅游业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峰 彩云之南 强势登上了五件新闻 被姨妈亲自点名表扬了五分钟 然后就是打破歌手收视率的万江 万江是一首难得各个年龄阶段 都喜欢的爱国歌曲 歌词唯美大气 竟显爱国情怀 再加上张艺独有的双声唱法 将这首歌的柔美和气势磅礴 完美诠释 仅仅过去一夜 万江全网话题热度直接破译 歌红是非多 这首歌激起国人的爱国情怀的同时 却也引来了不少网络喷子的抨击 黑子喷语法 喷歌词胡乱堆砌 要不就是张口闭口都在说 万江不够大气磅礴 千人千亿 万江确实有所不足 但只要能引起大众心中的情感共鸣 激起人民心中的爱国情怀 那么这首歌就不视为一首好歌 就是 这首歌我爷爷奶奶都喜欢 或许是故城最近在热搜出现的太平凡 网友越是维护万江 水军骂得越狠 歌词太恰媚了 爱国是爱国 跪舔就让人反感了 请解释一下 什么叫道路在胜方 旋律不做评价 但这词生般硬套实在尴尬了 歌词写得狗屁不通敢标榜红歌 阿姬 这种狗屁不通的歌也能火 黑字蹦跋得十分欢快 只可惜 很快就被啪啪打脸 上集某某宣传部 华夏歌剧舞剧院联合为万江 发声 歌曲万江 创作从内涵意义到外在形式 都积极体现了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传承与弘扬 歌曲运用了琵琶 笛子等多种华夏传统乐器 悠扬完整的音乐旋律 将古典意境与华夏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深深触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爱党之情 万里山河 仁爱无将 歌曲强大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燃烧起人民群众心中熊熊的爱国之火 人民日报也紧随其后 为故城发声 故城作为文艺工作者 他的内心与家国紧密相连 在国内外弘扬华夏传统文化 通过艺术弘扬华夏正能量 其在从艺道路上一直不忘初心 不负使命 以自身影响力感染和带动更多青年人 投身华夏社会主义事 连续多个官方亲自为万江 以及故城正名 黑子也不敢再杠 万江热度狂涨 无数网友感叹信声华夏的同时 纷纷在节目下方留言 这首歌必须得上春晚 与此同时 故城也被捧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声平之势再度被网友疯狂审视 就连秦文与他的纠葛都被扒出点微墨 不过很快就被其他事淹没 但是他顾不上网络上的是是非非 云南风景秀丽 气候多样 故城他们这次来 除了影片开机拍摄外 还要拍摄新专辑MV 因为故城的彩云之南 帮了云南旅游局大忙 得知他要给海外专辑拍摄MV后 张高当即让旅游局提供了大量的视频素材 还专门给他找了台飞机带他们拍摄 在故城他们忙着在云南转有拍摄MV时 华夏旅游局正针对他 举行一场重大会议 华夏旅游局 旅游局 华宣办以及国家地理频道节目组齐聚一堂 所有人围着会一桌热烈的讨论 华夏这十几年 一直提倡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 随着战略的不断推进 华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世界各国与华夏的旅游交流也日渐频繁 不少国家都与华夏联合举办旅游年活动 以此推动双方旅游发展 加上经典民俗 典藏华夏等文化节目的播出 让国内外观众都领略到 华夏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这些文化节目的成功 让不少相关旅游景点热度大增的同时 也让旅游业界逐渐探索出一条 清晰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为了响应国家政策 也为了推广华夏旅游业发展 各级部门商议后 决定打造一档 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 大型特别文旅宣传旅游节目 华宣办主任姚成光 对此相当重视 今日的会议 就是商讨节目具体规划 以及宣传 华夏游客基数大 消费能力强 庞大的旅游消费市场 正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 上集对这档文旅节目非常重视 姚成光敲敲桌子 神色严谨认真 节目预计会在全球50个国家播出 经费方面不是问题 你们对节目有什么想法 尽管提出来 大家可以一起商讨 姚主任 节目既然是面向全球的 我觉得传统的文旅节目 受众太小了 宣传效果也达不到最大化 说话的是国家地理频道的中期 他是负责这档节目的总导演 传统丝绸之路 起源自古代都城长安 以罗马为终点 全长6440公里 是连接亚欧大陆的 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 沿途布置有黄河畔的古老水车 雄伟的嘉峪关 黄沙古道 延安绿洲 大漠奇景 还有各种民俗特色文化 可以拍的素材简直不要太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干脆拍个焕然一新的 明星旅行真人秀怎么样 姚成光下意识皱眉 官方电视台几乎不会放下身段 去做这种明星真人秀的虚假节目 明星真人秀 这会不会太娱乐化了 旅游局许志军突然插话 那就削弱 以往明星旅行真人秀中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不就好了 钟主任说得对 这正是我想说的 钟奇一拍桌子 兴奋到 我们可以从丝绸之路上的传统文化 历史古迹 人文民俗入手 拍一档即明星 文化 旅游 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类综艺 最美华夏 丝绸之路 这个节目方案不错 姚成光沉吟了一下 觉得创意可行 既然是官方出品 这个明星最好别选流量明星 应该从艺术修为和道德操行 都没有瑕疵的明星中挑选 许志军倾可两声 那个 主持人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提议 华夏旅游局打算聘请旅游推广形象大使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 节目到时可以邀请他们来担任主持人 华夏旅游推广大使 姚成光诧异出声 旅游形象大使 大多是由影视歌星 体育明星 社会贤达 及政治领袖等知名人物担任 因为名人知名度高 吸引力大 影响广泛 带动性强 但至今为止 华夏就只有地区旅游形象大使 并未有正式代表整个华夏的华夏旅游大使 毕竟国家旅游推广大使 代表的是华夏的精神门面 除了长相背景 口碑作风等硬性条件外 还必须得是在国内外 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名人 华夏符合这个条件的 寥寥无几 钟主任 国内在国际上担任旅游推广大使的 好像都是临时的吧 以前确实没有 但不代表以后没有 许志军笑着看向姚成光 早上我已经向上级提交了申请 如果顺利的话 会议结束审查结果就出来了 华夏旅游形象大使 代表的是国家的精神面貌 姚成光觉得这个人选 可比节目的主持人要严谨得多 他想不出国内谁有资格担此荣耀 你们找谁来担任形象大使 顾成和苏七 是他们 许志军点头 让下属分发资料 原本我们打算找国际上 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 比如国际功夫巨星霍文杰 还有体坛那几个奥运冠军 但经过调查以及开会后 旅游局上下一致觉得 顾成和苏七这对情侣更合适 这两人背景干净 在圈内口碑作风良好 不仅国民清和度高 在海外也具有广泛知名度 完全符合要求 姚成光翻看着资料 还是略有迟疑 苏七倒是不错 不过顾成才出到半年 资历是不是太低了 顾成资历确实低了点 但他的人品和才华 完全能弥补这个不足 中期越往下降 效益越发加深 昨天顾成为云南旅游局创作的那首 彩云之南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在这首歌发布之前 云南旅游GDP已经连续三年下降 今年黄金假期的客流量不足去年同期期成 刚刚来参加会议时 云南书记张高刚跟我反馈 今日云南各大景区的游客迎来爆发性增长 部分热门景点的游客甚至多到需要限流的地步 仅仅一天时间 顾成以一己之力盘活了整个云南的旅游业 姚成光瞳孔一阵 不敢置信道 现在明星的号召力这么强劲的吗 不 中期直言道 强的不是明星 强的是顾成 顾成目前在国内的热度 确实高的离谱 哪怕只是他的作品上节目 收视率都会暴涨 要真能把顾成和苏七 请挨上我们的节目 那这个节目已经成功了一半 许志军从业这么多年 见识过的明星艺人数不胜数 顾成在娱乐圈确实是极其特殊 又完全不可复制的存在 他的粉丝跨度极大 不仅跨越性别 跨越年龄 甚至跨越种族 让他们来主持这个文旅真人秀节目 营销的钱省了不说 宣传效果还叠加翻倍 中期看向姚晨光 姚主任 张高还跟我透露 顾成最近和苏七正在准备海外专辑 届时 他们的人气肯定还会上涨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创办明星文旅真人秀的话 邀请这两个人再合适不过 姚晨光健壮还能说什么 既然你们两个这么推崇他们 那就听你们的 不过 他们会愿意上我们节目吗 姚主任 这点您放心 别的明星我不敢说 顾成绝对会答应的 中期信心满满的担保 顾成是他在娱乐圈中见过 难得举止有分寸 行事有章法的明星 这样的人拎得轻大是大非 有机会为国家为社会尽责 不说怎么义不容辞 但绝对不会因为利益推脱 姚晨光拍板决定 既然如此 节目就按照你们说的 做一档明星文旅真人秀 至于顾成和苏七上节目的事 就麻烦徐主任前去洽谈了 没问题 我亲自飞去云南与他们谈 云南某星级酒店 顾成和苏七他们才下了飞机 就被张高派来的工作人员接到酒店 除了张高外 包厢内还端坐着一位气质不凡 笑容亲切的陌生男子 顾成领着苏七上前打招呼 张书记晚上好 这位是 顾成 苏七 我给你们引荐一下 这位是我们华夏旅游局的领导 许志军 许主任 华夏旅游局 没想到一手 彩云之南 居然把这样的大人物给炸了过来 顾成故作淡定地打招呼 许主任 您好 苏七也礼貌道 早就听说许主任的大名 没想到今日有幸在云南得见 幸会 许志军笑出了褶子 幸会 都说两位年少有为 郎才女貌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你们的 彩云之南 真的太好听了 非常具有当地民族特色 还有那首 万江 也是一首难得的国风时代赞歌 顾成谦虚道 许主任过誉了 终其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 你们随便坐 想吃什么尽管点 今天我请客 就当感谢你们 为云南旅游业做出的贡献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顾成和苏七相携坐下 吃饭的见血 许志军还时不时打量他们 一个贱眉心目 气质清冷儒雅 但不失英气 一个名眸好齿 长相温婉古典 又落落大方 他怎么看怎么顺眼 听说你们来云南是拍新专辑MV的 不知道拍得怎么样 还不错 顾成抽了张纸巾 慢条丝里的擦干净 徐主任 民人不说暗话 您这次来找我们 应该不是单纯找我们吃饭吧 许志军笑了 开门见山道 这几年 华夏的旅游市场变得庞大 世界各国来华夏旅游的游客 日渐增多 为了更好的向世界推广 华夏旅游文化 华夏旅游局决定找 合适的宣传形象大使 华夏旅游局形象大使 两人对视野 都有些诧异 顾成试探性的开口 这么说 钟主任是想要请我们苏七 担任旅游局的代言人 不 许志军摇头纠正 准确地说是邀请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一起 顾成有些不敢置信 他没记错的话 华夏旅游局可从未过正式的形象大使 即便在出席国际场合时 也多由随行使者临时担任旅游推广大使 华夏官方首届旅游代言人 这是多么大的肯定 还一次聘请两个人 徐主任 您是认真的 张高嘿嘿一笑 怎么着 我们徐主任还能拿这些事开玩笑 不是这个意思啊 顾成斟酌了一下言语 我就是不明白 华夏很多前辈 比我们更有资格 徐主任为什么会选择我们 你们经常行善捐款 参与公益项目 在海内外也积极弘扬传统文化 身上也没有什么偷税漏税等不良作风 整体形象比较正面 和我们旅游局的要求完全吻合 顾成就说 自己怎么被官方看上了 敢请自己做禁地公益 在电音节弘扬唆呐文化时 就入了旅游局的眼 做旅游局形象大使 有什么要求吗 徐志军拿出两份合同 递给两个人 这是旅游局形象大使的合同 你们可以过目一下 有不懂的 或者有问题的 可以提出来 顾成接过来翻看 这份合同 是任华夏旅游局形象大使的 注意事项与福利条款 做明星跟做大使是两个概念 华夏旅游大使代表的是国家精神面貌 在外一举一动都需要严格约束 有些行为是绝对不能做的 还有旅游局形象大使 属于自愿者的范畴 所以没有额外代言费 但顾成可以享受正常工作 费用报销 全国景点门票免费等一系列福利待遇 其中 还有一条非常吸引顾成的待遇 那就是 任期满三年后 表现突出的话 顾成他们 就可以评选国家一级演员职称 这个职称是华夏文艺界设立的专业技术职称 是华夏对为繁荣国家文艺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演员 给予的领域最高职称 可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是演员 包含相声 戏剧 歌剧 舞蹈 电影 电视 歌唱等文艺表演领域 在艺术上做出一定贡献 而被给予专业肯定 等他们看完合同了 许志军才认真地发出邀请 我现在代表旅游局 正式向你们发出邀请 你们愿不愿意为华夏文旅做宣传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愿意的话 可以在合同上方签字 这种至高无上的官方认可 是每个文艺工作者 都求之不得的官方荣耀 所以 顾成和苏七对视一眼后 毫不犹豫地签了文件 徐主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同顺利签约 顾成把笔还给许志军 许志军却笑眯眯地 摸出另一份合同 不急 我这里还有一份节目邀约 苏七下意识皱眉 怎么还有节目 为了更好地响应上级策略 推动华夏旅游 以及传统文化的发展 华宣办 旅游局 以及国家地理频道 要联手打造一档明星文旅真人秀 最美华夏 丝绸之路 明星文旅真人秀 节目会在海内外50多个国家播出 采用明星真人旅游的方式 故城翻开合同 丝绸之路 凿空之旅 相信每一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 都对丝绸之路耳熟能详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 当时主要输出的商品是丝绸 茶叶等物品 起源于西汉时期的张谦 张谦出使西域正式开启了中外贸易 数千年来 游牧民族或部落 商人 教徒 外交家 士兵 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丝绸之路 俨然成为华夏与西方经济文化 宗教 以及技术等的传播之路 这个文旅真人秀节目 主要是沿途推广华夏本土的丝绸之路上的美景 美食 以及弘扬华夏各地的名声 民俗传统文化等 没有什么游戏 狗血剧本之类的 只是纯粹的借助节目 弘扬华夏的文旅文化 是一个难得的好节目 你们也知道 我们这个是官方电视台 节目酬劳会被上层领导审查 所以比地方台要低 许致君清了清嗓子 准备继续忽悠 考虑到你们的人气 顾成和苏七默契的对视眼后 苏七笑着打断他 徐主任 您不用说了 这个节目我们接了 准备了一堆说辞的许致君棒住了 顾成和苏七现在在娱乐圈 差不多属于顶级一线明星行列 这个级别的明星 出场都是按分钟计算 随便上档真人秀 就能有几千万的进场 但这档文旅节目是官方的 辛苦好事长不说 酬劳方面肯定比不上那些 地方台的真人秀节目 他忍不住提醒 你们看清楚河头没有 尤其是酬劳方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 顾成低笑点头 虽然酬劳相比其他节目给的手 但这档节目非常异 所以我们决定接下了 顾成有一点没说的是 世界上有什么能比公费旅游 谈恋爱更香呢 爽快 许致君大写 那我们这么说定了 等等 苏七再次打断他 我们接下来 还要投入海外专辑的制作 和宣传中 所以参加节目没问题 录制时间必须在专辑上架之后 不然我们就不参加了 许致君微微皱眉 担心他们时间拖太长 需要多长时间 你们得给我个大凯的准信 顾成想了想 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 那没问题了 许致君松了口气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帝都 我到时候好安排形象大使 签约官宣活动 我们还要在这边拍摄MV 起码要等黄金周过完吧 那等你们回去 我们再签协议 成交 众所周之云男人弑君如命 当地可食用的野生君 有250多种 占全世界食用君的一半还多 是当之无愧的野生君王国 顾安然对上山采蘑菇 心心念念 在黄金周的最后两天 顾成和苏七专程起早 带小丫头上山寻找 大自然的馈赠 为了保险起见 周也还替他们 找了当地最有名的 食君向导蔡君王 前一天晚上刚下过雨 各种红的 白的 黄的 绿的 五颜六色的散散 一茬一茬的从土里冒出来 第一次背着竹筐爬山踩骏子 小丫头兴致高昂 边找边唱 踩蘑菇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竹筐 清早光着小脚丫 走遍树林和山岗 她踩的蘑菇最多 多得 像那星星数不清 她踩的蘑菇最大 大的像那小伞装满筐 塞罗罗里塞罗罗里塞 安然今天很兴奋 她以前跟少有机会出门 满山都是她银铃般的歌声 山上湿滑陡峭 两个女人在前面找军 顾成就跟在他们身后护着 哇 好大一朵 安然你好厉害 在当地人心中 鸡纵军一定是站在 金字塔顶端的那种 这种骏子 想要找到也简单 只要找到白蚁的凿穴 就可以找到鸡纵军 当然 西双版纳作为云南森林 覆盖率最高的地区 生长着种类繁多的野生菌 加上他们有顶级石菌向导 所以顾成他们 还踩到奶浆菌 岗巴菌 牛肝菌等大量野生菌 蔡爷爷 我又找到了大红菌 我看看 这不是大红菌 这是褶红尼口膜 顾安然瞪大了眼睛 那他怎么长得和大红菌一样 不一样 蔡君王拿把两种蘑菇放手里 教顾安然仔细辨别 大红菌军帽不是全红色 就是全淡黄色 而褶红尼口膜的 菌帽边缘颜色叫中间浅 这个褶红尼口膜有毒 吃了会产生呕吐 腹痛等不良反应 顾安然闻言 蘑菇真的会看见幻觉吗 部分蘑菇会产生幻觉 让你对显示的判断 产生极大的偏差 比如二十层高的楼 你可能就当成一楼跳下去 小丫头瞪大眼倒吸口气 这么说 吃毒蘑菇还会中毒死掉 蔡君王点头 王语气唏嘘 我们这里每年都有吃菌子中毒死的 甚至还有好多全家面门的 这也太可怕了 怕什么 只要别摘不认识的菌子就没事了 顾安然一脸困惑 蔡爷爷 为什么明知道蘑菇有毒 他们还要去吃呢 在我们云南人眼里 绿色的都是菜 会冻的都是肉 蔡君王嘿嘿一笑 菜单这么美的他们 觉得菌子中毒 只是单纯认为没煮熟 尽管每年新闻都会报道 多起食用野生菌中毒事件 云南人都选择视而不见 每年上山捡菌 吃菌 喜味便成为菌子爱好者们的勇者之路 所以管不住嘴又想保命 就要牢记顺口溜 吃菌不喝酒 菌子不生吃 不混吃 不熟悉的不吃 种类不明不吃 腐烂的不吃 为主厨炒透的不吃 混杂分不清的不吃 下山回去的时候 顾成发现 沿途还有不少人上山采菌 甚至还遇到不少粉丝 蔡师傅 往年上山采菌子的人 也这么多吗 往年七八月份比较多 而且一般都有当地人带领鉴别 但最近云南游客暴涨 有部分游客是私自上山食菌 而且很多都不请食菌向导 听说昨天有不少中毒去洗胃的 顾成听完 下意识皱眉 他前世吃蘑菇中过毒 一个云南的民谣歌手 回老家时给他带了点剑手轻 朋友告诉他一定要煮熟了吃 但却忘了告诉顾成 这玩意会反生 第一遍的时候 蘑菇煮熟了 满屋子飘香 顾成吃了也没事 然后剩了点就放在冰箱 第二 顿时用微波炉热了一下 吃完之后 也就十几分钟 顾成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浑身哪哪都在疼 而且感觉整个房间都在抖动 满世界都是小人 顾成意识到自己中毒了 但脑海里却没有半点要去医院的想法 就这么躺在床上硬炕 直到经纪人联系不到他找上门 然后顾成生平第一被送去洗胃 现在这么多游客 私自上山食君 这要是吃死几个游客 那么对现在的云南来说 真的就是重创 想起刚才遇到的那些粉丝 想到他们之中 还有孕妇和孩子 顾成不由眯起眼 觉得自己不能什么都不做 与此同时 张高头都愁大了 每年一道食俊计 宣传蘑菇食用防范意识 就是云南最重要的工作 张高每年都会让各个村委会 召开村民会议 各种宣传食用野生菌 注意事项 什么菌子一定要炒熟炒透 什么火炭菌不要采不要吃 什么采到菌子 不要带人回家吃 自己吃就好 除了村口小广播 每天各种播个不停 还会把防范意识短信发送给每一个云南人手中 现在云南热度正高 大量网红博 为了蹭流量以及热度 跑到云南各种直播上山食君 吃军的视频 本来拍这些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关键有些网红宣传不到位 没有声明食君要带当地人或者导游随行鉴别 导致这几天 有些不明就里或者胆子大的游客跟风 在没有当地导游带领鉴别的情况下 私自上山才野生菌 光是昨天一天 云南已经有进白起游客 使用野生菌不当 中毒送医的现象 这些消息现在已经冲上了热锁 云南现在正处于热度封口期 这军中毒之势可大可小 一个处理不好 云南口碑全盘崩坏 张高正忙得焦头烂额之际 顾承的电话适时打过来解救他 张书记 我听说最近很多游客私自上山才野生菌 是啊 张书记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光是昨天就有进白起了 顾承你粉丝多好赵立强 要不你帮我 在微博呼吁一下 让游客不要随便上山食君 以免中毒 顾承笑了 我找您 正是为了此事 我刚才创作了一首 提醒人不要乱采乱吃野生菌的童谣视频 还使用蘑菇的专业知识 您这里有吗 张高文言大喜 有 我这里有很多图文资料 还有宣传视频 我马上给你发过去 顾承长了奇怪的知识 云南的野生菌非常魔幻 堪称是薛定恶的毒性 同一种蘑菇这个山头的没毒 旁边山头的有毒 这周没毒 下周有毒 下雨前没毒 下雨后有毒 炒熟了这顿吃没毒 放一下五步重新炒透 就有毒 而且 云南人是真的势君如命 打着吊瓶都要去买菌子不说 出院后第一顿吃的也还是菌子 他们吃菌中毒 从来不怪菌子有毒 都是怪自己没有炒熟 怪喝了酒 怪吃了药 怪大麻蛇爬过 总之绝对不会怪菌子有毒 怪不得都说 云南是君子的地盘 病毒进去了 都得在菌子面前认怂 在长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知识后 故城联合云南旅游局 卫健委联合更新了一条 实菌的科普微博 众所周知 云南野生菌资源丰富 堪称野生菌王国 不知本地人为之疯狂 顾城以及云南卫健委 在这里联合提醒广大士君者 野生菌虽然美味 却也暗藏杀鸡 当地旅游局反映黄金周期间 有部分游客 在不带食菌向导随行鉴别的情况下 私自上山检视野生菌食用 甚至还有胆大的网友 为了看小人 不惜千里复毒 跑到云南体验随地大小便 顾城郑重告诫广大网友 千万不要尝试吃毒蘑菇来置换 因为试过的人 坟头草已经有几千米高了 各位网友吃菌前请要牢记三熟 种类药熟 做的药熟 去医院的路药熟 一手 红散散白杆杆的食菌童谣送给你们 希望大家不要为图仙而遇险 更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开盲盒 微博末尾附上了两段视频 其中一个是云南卫健委发布的采摘 食用野生菌的注意事项 还有一个是吃菌的耳哥童谣 点开视频 就是一个背着竹框的小姑娘 正在森林间采摘蘑菇 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还有天真无邪的可爱容颜 两条麻花辫随着他唱跳的动作 就这么晃荡进网友的心坎之上 网友的心刚被他萌化 就被接下来的词曲给惊出一身冷汗 红伞伞白杆杆 吃完一起躺板板 躺板板埋山山 亲朋都来吃饭饭 饭饭里有红伞伞 吃完全村都埋山山 来年长满红伞伞 视频的结尾 是长得老高的坟头草 卧槽 诚哥这写的是什么硬间歌曲 咱就是想说下次能不能只接地气 不接地府 官方整活最为致命 我已经上头 停不下来了 非常形象生动 这首歌完全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这歌曲就是告诫你们 路边的野锅 你不要踩 云南实行军国主义 到处都是军阀 日诞郡子三百口 不辞常做云南人 蘑菇是早上踩的 中午吃的 人是下午走的 席是晚上开的 人在版纳 前两天刚中毒回来 现在正在吃郡子 吃醉野的郡子 躺最贵的 I see you 软弱可爱的小姑娘 魔性洗脑的旋律 生动形象的歌词 瞬间就让网友上头停不下来 歌词红散散 白赶赶 吃完就要躺板板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 又生动形象地告诉网友 什么是毒蘑菇 故乘这条幽默洗脑的视频科普 连带着之前游客 食军中毒的新闻 一起冲上热搜 全网都在讨论食军 食军梗 在各大平台疯狂传播 由于这首歌太魔性洗脑 无数网友开始竞相跟风模仿 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各种鬼畜版本 消防版本 演唱版本各有不同